男人意外获得了窥探一切灵魂的神之右手 可他却发现女友是一个双重人格的魔族圣物 只因我摸了一下他后背的翅膀 原本清纯的可爱少女 转眼间就能变成黑一红眼的玉姐 你的灯徒子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说着还一脚将我踩在地板上疯狂摩擦 以我现在0.5级的人类力量根本无法挣脱 为你别太过分了 我只是好奇摸一下你的翅膀 而且你的毛跟撸猫有什么区别 原来柳如烟本是堕落天使的圣物 所以翅膀也就相当于他们身份的象征 容不得任何生物抚摸 我说你性格怎么会突然变化那么大 难道你是双重人格吗 柳如烟用一根手指把玩着自己的头发 你可以把我当作是在自我保护的状态 当我察觉到身边环境有危险时 就会自动进入暗黑模式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守夜人大叔为什么叫我别招惹他 不过红眼状态的柳如烟确实有堕落天使的形象 我看他并没恶意 于是我反手就跑回自己的房间 可没多久门外就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非常警惕地打开房门 看到柳如烟恢复了正常状态 我终于松了口气 此时柳如烟第一反应就是疯狂鞠躬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放他出来伤害你的 看着眼前可爱的少女 我确实很难把起脸去责备他 不过我好奇的是 他凌晨三点了为什么还不睡觉 其实我们魔族在黑夜状态下会比白天更精神 根本不需要保持睡眠状态 第二天我带着柳如烟来到外面享受人间美食 就在我准备付款时 柳如烟突然又以黑夜红铜突然出现 这家伙把我吓一大挑 你怎么又出来了 难道你又感知到了什么危机 我只是说感知到危险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 又没说平时没事就不能出来溜完 那你出来干嘛 你赶紧变回正常状态 你这样子看着真甚人 他可能第一次跟男人出来约会害羞了 所以就躲起来要我出来帮他应付一下 我听完当场满脸小问号 双重人格原来还能这么玩呢吗 与此同时 天空突然变成幽暗的黑红色 黑暗苍穹之上突然打出一道黑电披在大地上 柳如烟此时似乎也感受到不对劲 整个身体受到了奇特的磁场反应 紧接着整条街道上的市民被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诡异的是只有我一个人能正常行动 只见一个身穿白刨手拿镰刀的男人缓缓走出黑雾 并以红色的瞳孔与我四目对视 然后我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整个身体被一股极强的漩涡吸住一样 我体内的魂力不自觉地和这些混沌光团融为一体 然而城南的坟头草上 两个守夜人正悠闲地抽着香烟聊天 赵得住 你听说没有 咱们夜城来了一个万象级别的黑天使 好像说是在扭曲空间迷了路 啥玩意儿 万象级的高手能迷路 你逗狗玩呢 据说被咱们市的一个市民给捡到了 现在就住在那个市民的家里 两人话音刚落 东边的天际忽然落下一道刺眼黑光 整个世界刹那间仿佛进入了种诡异的混沌状态 两个守夜人面面相去 这是神明序列一响 有神明序列现实了 赶紧通知总局 与此同时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似乎感觉身体发生了某种变化 具体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 徐如烟跟啥事没发生一样正常 街边的依旧人潮汹涌 难道刚才发生的事只有我自己能看到 喂你到底怎么了 该不会是昨晚被我打傻了 我面色严肃地看着徐如烟 刚才一个手拿镰刀的男人从混沌挥舞走出来 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可惜我最后没有看清他的脸 徐如烟瞬间无语 因为上一秒他们还在吃鸭脖 怎么可能在他天使面前发生这种事情 看来这房东是真的被打傻了 可就在这时 整个城市突然发起SC预警信号 这种级别的警报意味着 一族正在入侵卫面城市 徐如烟颇为不满 搞什么呀 我才来这个卫面 没玩两天就碰到卫面入侵 说完就拉着我手腕准备回家躲避 可我当时脸上苍白 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徐如烟健壮怒骂 你是不是故意的 还真要我背你回家呀 此时我很想张开嘴巴反抗 奈何我此时身体的力气被快速抽干 除了意识清醒之外 整个身体都无法动弹 这个时候 只听远方不知何种生物 传来节节节节节的诡诀声音 从混沌黑暗中爬出诡异生物 徐如烟一眼就看出这是亡灵生物 这种生物已经很久没出现在主物位面上 眼看怪物向我扑过来 只见徐如烟抬起一根手指轻轻一弹 那亡灵怪物瞬间被瓦解 腐烂的身体化为浓臭的血污 在徐如烟的面前呈现45度三角线喷射出去 一恶真恶心 黏乎乎的 然后还将手指往我的衣服上擦了擦 此时街道上又爬出了十几头亡灵怪物 但他们并没有发起攻击 似乎是看到了某种恐惧的东西 徐如烟嘴角微微上扬 现在知道害怕了 不过他也发现 这群亡灵似乎是冲着我来的 而我此时身上阴晕散发出一股灰白色的魂气 那股魂气能量反应并不算非常强烈 却好像一股无形的漩涡 将附近环境的许多能量都吸了过去 然而亡灵大军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紧接着他们的腐肉身躯竟然自燃了起来 变成了一缕缕好似灵魂吸到了我身上 徐如烟也不得不露出惊讶的神情 就连他都是第一次见到这般景象 与此同时 守夜人全部集结在城区准备对抗入侵者 他们知道这次的战斗恐怕凶多吉少 各自都写好遗书给家人 就在众人凝聚魂力 准备以生命为代价和一族入侵死战到底时 那些亡灵生物突然燃烧成绿色光团 随后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队长联想到刚才出现的神明一响 似乎是想到了某种远古力量 因为只有神明力量传承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目前已知的古代上位神明一共有108位 从神明序列号1到108 越是靠前就代表是越强大的神明 序列1到12位 便是12位主神明 是上古时期最强大的12位神 但此时刘鹤却发现古书记载有误差 因为除了1到108的代号之外 还有一个没有出现过 那就是神明序列号0 白死神卡洛斯 但唐红山依稀记的死神是序列号13位 可刘鹤却摇摇头 不是死神 而是白死神 死神的职责是掌控凡间的一切死亡生灵 而白死神 却是掌控这宇宙间所有神明与魔族死后的灵魂 同时也负责关押囚禁一些犯了重罪的神明 以及被神明抓获俘虏的魔族后裔 唐红山听得一愣一愣的 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身后一个年轻的守夜人队员挠了挠头 大队长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上古卷轴中记载的古神 并没有这位神明啊 因为白死神在上古神明还未灭亡之前 就已经被神王定为叛神开除了神迹 说到这里旁边的局长却打断了 这些也只是我们的研究员的猜测而已 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白死神还不得而知 毕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神明序列 但无论如何 肯定都是一位神明使徒现实了 你们赶紧出发前去调查 寻找这个觉醒了神明序列的人 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绝不能让他被那些基因公司或者五行会的人带走了 唐红山立刻挺直腰板转身便要离开办公室 走到门口他又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领导 还有一件事 昨天有一位黑天使在穿梭时空乱流的时候迷了路 意外来到了我们人族未免 现在正借住在一个市民的家里 局长听完很淡定 随后又反应过来 你说啥 黑天使是我们人类的重要盟友 为什么不派人把那位黑天使接到局里来 唐红山倾可两声 据说是那位黑天使他自己愿意留在那个市民家中的 胡闹 怎么能这样 对方是哪一位黑天使 你问过了吗 唐红山走到局长耳边 是黑天使闻名培养的那个战争兵器徐如烟 局长听闻沉默了 这件事你先别管了 先去找到那个神明继承者再说吧 与此同时 我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带到一处空间 而且眼前还整整齐齐地出现一群亡灵生物 他们看到我靠近后 竟然露出满脸恐惧的表情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这怪物有点眼熟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时远处突然出现一扇白色木门 上面还挂着一个名为白色死神办公室的牌柄 于是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只见一个超大的黑色古典书架呈现 给人一种未来风味 这里简直就是知识的海洋 旁边还有一个超大的衣柜 上面挂着一件非常帅气的白袍 但怎么看都觉得这是死神的衣服 而且还有一把巨大的死神镰刀 我没忍住伸手抓住镰刀的刀柄 这家伙足足有两米半的高度 然后我随手在书架上拿起一本五指后的书籍 上面写着亡灵监狱囚犯的名册 打开后才发现 里面全部都是远古神明的名字 他们都以叛神的名义囚禁在这里 并且不只是有神明 还有一些远古凶兽也是如此 这难道是一个监狱办公室 书架旁边还有一块凹凸不平的骷髅头 真是奇怪 死神的房间有骷髅头我能理解 但这骷髅头为什么要塞在墙壁里 说着我就伸手想要试着去碰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骷髅头的眼睛居然亮了 脖子也咯哒咯哒转了过来 居然还张开了嘴开始说话 Oh my god 白死神大人 您居然复活了 我本来以为在未来的几亿年 我都只能孤独的一个人在汪洋亡灵海域上飘荡 没想到您居然还活着 看来我们诸神闻名终究没有完全灭亡 我瞬间被吓得目瞪狗呆 这骷髅头会动我能理解 咯么凭什么还能说话 你是什么玩意儿 骷髅脑袋愣了一下 Oh my god 我是您白死神大人最忠实的L智能 莫兹 莫兹 林奈沉默了一回猝眉道 你跟莫兹是什么关系 莫兹 那是什么玩意儿 嗨 不管怎么说 大人您没事就是最好的消息 不过您消失了之后 亡灵之海服刑的恶灵们基本全都造反了 他们脱离了亡灵世界 逃到其他各种低层次世界去了 恶灵造反 我想了想刚刚那画名册上写的那些神异与魔异 最后的状态基本都是越狱以及下落不明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吧 我目光投向刚才那群怪物 原来那些家伙也是越狱的囚犯 是的 不过刚刚我接收到信息 还有一万多头罪孽深重的恶灵又被抓回了亡灵之海 嗨 我早该想到是您回来了才对 不过我真的很好奇 您是如何从诸神末日中幸存下来的 其他神明难道也跟您一样还有幸存者吗 这骷髅头问的问题我一个没听懂 就在这时 我又被一股力量带走了 当我醒来时就已经躺在家中 此时我居然是躺在红眼模式的徐如烟大腿上 关键是他这次居然没有把自己从床上踹下去 我连忙询问刚才城市里的警报解除了没有 徐如烟愣住了 你觉醒出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还是第一次见到人类觉醒能有这么大动静 我这时才发现 自己竟然成功觉醒出序列能力了 体内的等级显然已经到达了一级 可我记得之前还是0.5而已 怎么转眼间就变成1.0了 随后我集中精神力探索脑海 果然有一个白死神办公室的木门 白死神这应该就是离我序列职业名字了 就是不知道这序列号是多少名字 还是要找时间去学校查询才知道 来到学校后我第一时间找到了辅导员 可结果却被一通乱骂 林奈 你太过分了 你自己数数你都旷课几天了 不来学校就算了 还不知道请假 你到底还想不想念这个书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 这几天班级都是空的 班上的同学都借了任务组团去意境打副本了 而且也没有老师上课呀 我还来学校干啥 你还好意思说 其他同学昨天下午就已经做完任务返回学校了 你昨天下午怎么没来 他们走的时候都没通知我啥时候回来 我哪知道辅导员满脸厌恶 林奈 你真是我见过最差劲的学生 成绩烂也就算了 你的天赋和态度差得离谱知道吗 我是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没想继续上学的心思了 既然这样那就如你的意吧 说着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 恭喜你 你被开除了 我当时瞬间就傻眼了 不就是逃课几天吗 也用不着给我开除了吧 辅导员对我本就不满 我这样的班机吊车尾对他名声也不厚 恨不得我马上就消失在他眼前 而且大学三年我依旧停留在0.5级的状态 这样的学生不开除留着干嘛 我沉默了半天 那张文件上果然应有学校开除的公章 好家伙 刚觉醒序列的第二天就被开除可还行 阳心双臂暴凶 你本来就不适合继续在学校修炼了 反正以你的资质就算毕业了 也不可能加盟什么大公司 还不如趁早自己出去找个厂上班 这也是为你好 免得你在学校继续浪费时间 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再自己随便找个学校去 当然 估计也没有哪个学校会愿意收你一个一级天赋的学生 我当即失望透底 轻轻把开除文件弹进垃圾桶 然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辅导员你说 像我这种天赋 是不是真的没有觉醒序列能力的潜力 废话 这还用说 一级天赋觉醒的可能性是0.03% 万分之三的概率 更不要说你这种不思进取的学生 看到这个显示屏了吗 要是连你这种学生都能觉醒 我当场就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 林奈 那您胃口挺好 收好纸条 林奈面无表情 轻轻地说 那我就先走了 感谢您这半年以来的照顾 祝您身体健康 希望我下次见到您的时候 您的胃口还这么好 杨心没应声 双臂抱胸往后靠在椅子上 再见 林奈转身离开 杨心看着林奈的背影 撇了撇嘴 不愧是没父母待大的孩子 哼 出了学校 林奈抬头看了看天空 多云的天气 天空有些阴霾 不过太阳已经慢慢要爬出来了 被开除了 接下来该去哪呢 再找个学校 已经觉醒了序列能力 虽然还不知道 具体的序列号到底是地级 有多少潜力 但起码应该不会没学校收吧 白死神 不知道会是异能系职业 还是召唤系职业 应该不会是武道系职业吧 林奈摇了摇头 暂时不去想那么多 这时候 她看到了一家路边的奶茶店 林奈走过去 排队点了两杯奶茶 这个时候 她听到旁边排队等待的 两个路人青年聊天说道 喂 你听说了吗 咱们夜城居然出现了 第二道益次元空间门 另一个平头男人说道 早就听说了 真是神奇 一个城市居然会出现 两个空间裂缝 长发青年说 听说是因为昨夜发生的 那场异想 才导致的空间异常扭曲 平头男人说 哎 只可惜 守夜人好像已经 将那扇空间门附近都封锁了 不让人靠近 否则说不定是个 发财的好机会呢 长发青年 发财 你疯了 这种没有人探索过的 空间门你也敢进啊 还不知道 对面的未面世界 是什么样的呢 平头男人 就是没有人探索过 才有发财的机会 你不知道 之前双城出现了一扇空间门 我有个朋友 是第一批进去探索的成员之一 在那个意境里 捡到了不少好东西 出来之后 转手卖给了基因公司 直接就发财了 林奈听到他们的对话 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新的空间门 昨夜的异香 是她的序列觉醒导致的吗 先生 您的奶茶 这个时候 店员小姐姐将两杯奶茶 放在了林奈的面前 哦 谢谢 林奈拿起两杯奶茶的袋子 提上兜帽 便离开了奶茶店 这个时候 唐红山一身黑色风衣变装 叼着卷烟 带着两个守夜人队员 朝这边走来 正好与林奈擦肩而过 唐队 你已经知道 我们该去哪里找 那个白死神的使徒了吗 跟在身后的杨小川 忍不住问道 当然 这种简单的事 怎么可能难得倒我 唐红山十分自信地 吐了口烟圈 然后一只手 从风衣的内兜里 磨出一张照片 他刚刚去掉 取了昨夜的监控 那些亡灵生物入侵夜城 又突然肉体自燃 魂飞魄散 灵魂都是朝同一个地方飞去的 通过昨夜道路监控 很快就锁定了一个人 旁边的林雨昕也凑了过来 眼睛顿时一亮 是个很帅的小哥的 杨小川听言 有些酸酸的道 帅吗 也就一般吧 唐红山手指加着香烟 悠悠地说道 我已经通过城市面容ID系统 找到他的资料了 他是夜城大学大一的学生 我们直接去学校找他就行 杨小川笑道 唐队 还是你有办法 行了 别拍马屁了 唐红山说 走吧 现在大学应该还没有下课 去找到那小子 早点把他带回去 咱们也好回去交差 好哎好哎 林雨昕很开心地拍手 等他进了守夜人 把他拉进咱们小队吧 这样 咱们小队就终于能有一个男性的颜值担当了 唐红山 杨小川 唐红山挠了挠脸 我咋觉得这话不太对味呢 三个人一同进了夜城大学 然后直接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唐红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守夜人承南第三小队队长 唐红山 校长一看是守夜人 立刻善笑道 原来是唐队长 幸会幸会 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 我们来找一个学生 啊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扯上什么事件了吗 的确是扯上事件了 唐红山说 昨夜天空的异象 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是的 是的 校长说 新闻已经报道一整天了 真是可怕 没想到会有一介魔族突然入侵 幸好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不 昨夜并不是一介种族入侵夜城 唐红山说 昨夜的异象 是因为城内有一名少年 觉醒了古代神明的力量 我们经过一番调查 发现他正是你们这所学校的学生 这真的 校长惊喜 神兵使徒 那可是全国都没有几个的超级人才 没想到 居然出在他们夜城大学 这下夜城大学 必然要名声远扬了 嗯 根据我们的调查 应该基本可以确定 是这名少年不会有错 唐红山点了点头 校长兴奋地问 那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唐红山 我们通过城市ID网络 查询了他的信息 他的名字叫做林奈 只可惜 他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所以我只好来你们学校了 林奈 校长茫然 他脑海中迅速回忆起 一个又一个夜城大学 优秀学生的名字 夜城大学的优秀学生 他基本上都记得 毕竟每个月的补贴和修炼资源 都是他给签发的 越是优秀的学生 就可以拿到越多的修炼资源 不记得有哪一个教理奈的啊 这个时候 副校长正好敲门进来 校长 您在忙呢 然后疑惑地看向唐红山他们 这几位是 老王 你来得正好 校长兴致勃勃地介绍 这几位是咱们夜城的守夜人 他们来找一个学生 说是咱们学校有一位学生 觉醒了神明序列 神明序列 真的假的 王副校长瞪大了眼睛 唐红山点了点头 我来找一个叫林奈的学生 王副校长一正 林奈 哪一个林奈 唐红山 他好像是 你们学校大一的吧 我看城市公民系统的资料 他在这之前 似乎还未觉醒过序列 魂力等级也仅有0.5 天赋评级是1 暂未确定超凡职业 这样特别的学生 在你们学校 应该不会很多才对 王副校长 何止是不会很多 0.5级 天赋一级 这不是只剩下一个林奈了吗 有句话说得好 能够引起老师注意的 往往只有两种人 成绩极差的学生 和极好的学生 唐红山看着 王副校长的表情 奇怪地问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没什么 王副校长甘大的哈哈直笑 林奈同学啊 我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这孩子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 虽然他天赋不行 但是非常努力认真 我早就知道 此次将来必有一番成就 唐红山点了点头 直接忽略了 王副校长的那番废话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 不能浪费太多时间 麻烦你把他带过来吧 我想跟他聊聊 王副校长善笑 好好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 找他班上的辅导员 说完 副校长赶紧就打了个电话 过了没一会儿 女辅导员杨欣 就赶到了校长办公室 副校长 您找我 杨欣一进门 就看到办公室里的唐红山 杨小川 林雨昕三个陌生人 不过也没有在意 杨欣老师 王副校长倾咳两声 那个 林奈同学现在在哪里 赶紧把他叫过来 哦 他呀 杨欣缓缓展开一个微笑 挺起胸脯 副校长你放心 按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把他给开除了 王副校长 唐红山杨小川林雨昕 校长 杨欣说 您说的对 像他这种没有潜力 没有天赋 纯纯托咱们学校后腿 拉低平均等级数值的学生 早就应该开除了 所以 刚刚他来学校报到 我直接就把开除通知书 甩他脸上了 现在他已经卷铺盖走人了 你胡说什么 王副校长 听不下去了 瞪大眼睛 站了起来 我 我什么时候 让你随便开除学生了 说着 他还不断给杨欣使眼色 挤眉弄眼 可惜杨欣并没有 回忆副校长的意思 还以为他只是 眼皮抽筋了 惊恶道 副校长 不是你给我的开除通知书吗 上面还有您的印戳呢 要不是您 我就算想开除学生 也没那个权利啊 王副校长一时噎住 无话可说 旁边的校长 惊恶地指着他 你 你 副校长急了 那什么 校长 你听我解释啊 校长 你怎么了 只见校长突然感到 心口一阵脚痛 面色发白 屈下身去 手按着胸口 趴在桌上 校长 你没事吧 王副校长和杨欣 一起手忙脚乱地 奔到校长身边 查看校长的情况 校 校长这是怎么了 怕是心脏病发 做了 快打120 唐红山微微皱眉 没想到事情 竟会变成这样 正在一旁 吹泡泡糖的林语熙见状 忍不住扑痴 一声笑出声来 他大概已经了解了情况 居然开出了一个 神明继承者 真是神奇的故事 他转头问道 唐队 现在我们可咋办 唐红山变色严肃地说 没办法 看来只有我们自己去找了 不过看来 他应该还没走远 我们追 说完就转身离开 林语熙和杨小川见状 也连忙赶上 离开了办公室 三人刚匆匆走出 夜城大学 唐红山突然受到了系统来电 唐红山意识一动 在他的面前 骤然出现了一个 充满未来科技感的透明面板 很显然 那个面板 只有他可以看见 面板上有一个来电的电话标志 唐红山选择接通 喂 大队长 是我 我已经查明那个 白死神使徒的身份了 不过出了点意外 暂时没能找到他 什么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 唐红山倾听了一会 神情变得难以形容的肃穆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赶过去 电话挂断 唐队 什么情况 林语细问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新出现的二号空间门出事了 唐红山沉着脸道 大队长说 又有不明魔物 从二号空间门里面跑了出来 负责驻守在二号空间门附近的 一整队守夜人 都全部被那不明魔物所伤 还有两名守夜人当场牺牲 杨小川猛了 哈 怎么会这样 唐红山叹息 二号空间门才刚刚出现 夜城官方还未来得及 建立其外面壁垒 我早就预感 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也许对面世界的魔物 正是想趁着这个时候 入侵人族未免 现在那魔物已经混进夜城了 不知去向 那怎么现在怎么办 林语细问 是去抓那个闯进夜城的魔物 还是先赶去二号空间门 还有 那个神明继承者怎么办 唐红山沉默 在心里斟酌了一回 下决定道 先去二号空间门现场看看吧 至于那个神明继承者 只能回头再说了 林语细为难 可是唐队 局长的意思 好像是把神明继承者 找出来的优先级高于一切 语细 你记着 唐红山将嘴里的烟头取下 吐出一口烟圈 悠悠地说道 我们守夜人 唯一的优先级 是守卫人类 守卫城市 守卫战友 驱赶魔物 其他的一切的 都是其次 林语细愣了愣 随即站着身躯 语气坚定地应道 是 夜晚一个人在家中 对着镜子 打量着自己的一身 哥特式的黑白色女仆装束 茫然地歪了歪脑袋 这是林奈昨天晚上 买给她的衣服 镜子里的少女 按照林奈的吩咐 扎了两条可爱的双马尾 头上戴着喀丘纱头饰 黑白色的女涂装 配上纯白色丝袜 以及黑色圆头漆皮鞋 虽然确实很好看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有些羞耻 少女又瞧了瞧 旁边沙发上的几套衣服 JK 洛丽塔 Low裙 旗袍 白制服 家包屯裙 这些都是林奈给她挑的 每一套都很好看 但是 少女总觉得 哪里怪怪的 咔嚓 少女来到门口来迎接 微微躬身 差点又顺口说错 你回来了 林奈看到少女的 这一身女仆装属 顿时呆了一下 嘶 这也太 其实 昨天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想逗逗这妹子 才买了一大堆女仆 JK OL 其实正常的衣服 林奈也买了 就是没想到 她真的会把这套穿上 很显然 这位来自黑天使文明的 单纯妹子 并不清楚女仆装 对于人类是什么属性 少女看着林奈的表情 面颊一红 小声问道 怎么了吗 是不是不好看 没有 很适合你 林奈很游心地点头 说道 你认为呢 你符合 你们黑天使的审美吗 嗯 少女低头看了看 自己的衣服 我很喜欢 那就行了 我觉得这套衣服 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我的建议 是你应该每天 都穿着它才好 林奈在沙发坐下 能帮我倒杯水吗 好 少女回身进了厨房 给林奈端了一杯水 端到林奈面前 林奈哥 给 嗯 林奈拿过水杯喝了一口 怎么感觉 连倒的水都香甜了许多 喝水的间隙 偷偷瞄了眼 站在旁边一脸呆萌的 双马尾少女 虽然这样不太好 但是这么可爱 单纯柔弱无害的少女 在面前 恐怕任谁见了 都会想要好好欺负一下 想到这时 林奈脑海中 突然又浮现了那个 满脸轻蔑玩味的红颜女孩 还是算了 哦对了 这是给你的 林奈拿给少女一袋奶茶 这是什么 我们人类的饮料 夜晚好奇地捧着奶茶杯 薄薄的唇瓣凑上去 小心翼翼地准了一口 揉腻的奶茶 进入口腔 在舌根 留下香香甜甜的味道 又十分柔顺地留下食道 这个 很甜 很好喝 少女的声音 还是有些吞吞吐吐的 但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跟林奈熟悉了以后 起码说话 不再那么结巴了 你喜欢就好 夜晚跪着两条白丝长腿 跪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两只小手捧着奶茶 又喝了好几口 她还是第一次 喝到这么好喝的水 人类真是厉害 居然能做出 这么好喝的饮料 黑天使文明 虽然有着更高明的科技 但基本都用在 未免战争上了 这时少女想起什么 有些好奇地问 房东仙 林奈哥 你今天不是去学校了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林奈 哦 我被开除了 夜晚猛了 啊 为什么 你不是刚刚觉醒了 序列职业吗 林奈怂怂间 只能说 生活有的时候 就是这么神奇 接着 林奈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跟夜 而说了一遍 少女听后沉默下来 难过 林奈一条手臂枕在脑后 有点吧 其实还好 夜城大学 只是个二本学院 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这个时代 学生进入学校 都会自动与学校建立合同 学校为学生提供修炼资源 提供培养 学生也要无条件地 服从学校的安排 完成学校发布的任务 现在林奈被开除了 合同自然也就自动终止了 如果能因此 转到一所好学校的话 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 林奈现在还不清楚 自己觉醒的职业 究竟算是什么水平 但就像红眼夜晚说的 从来没见过 觉醒一个超凡序列 能有这么大动静的 应该不大可能会是个垃圾职业吧 夜晚这时 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 被人这样对待 羞辱 被视为累赘 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那少女坐在旁边 抿了抿嘴唇 问道 需要我做些什么 可以让你的心情好一点吗 林奈听到这话 心头猛烈地动了一下 看着坐在身旁一脸认真的少女 又是如此令人想如飞飞的话 林奈无法控制地 脑海中下意识地出现了一些小剧场 不行不行 林奈坚定地干掉了 自己内心出现的小恶魔 人家女孩子这么单纯善良 好心想要安慰自己 怎么能老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嗯 绝对不是畏惧那个红颜女人 那你就给我下个面吃吧 林奈说 我有点饿了 少女的学习能力极强 虽然才刚刚住在人类世界没几天 却已经会做饭了 夜晚露出了纯真的笑颜 好 说着就起了身 进了厨房 林奈开始私存起接下来的打算 现在被开除了 当务之急还是得重新找一个学校 大学生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定的超凡者补贴和修炼资源 且林奈现在刚刚觉醒 也需要学校的帮助 才能规划好未来的修炼路线 林奈拿出手机 准备上夜城其他大学的招生网站上看一看 然而打开网页 却弹出来了一个提示 对不起 您的ID号码以欠费停机 请及时缴费 林奈 打开APP一查 今天是2号 手机已经欠费3408元了 林奈多少有些无语 明明前两天还有80元花费 一查短信扣费消息 上月一节通讯费800元 加上一节网络费1250元 加上一节资讯订阅费760元 以上费用皆无法推定 林奈不由感叹 这世界的生活物价 真是不给底层人活路啊 这个时代 学生倒还好说 起码每个月还有学校的补贴 那些没有天赋 出了社会的超凡者 若是想缴清高昂的生活费 零气税 基因代 就必须去城市任务大厅 接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任务 俗称炮灰任务 联国 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实行的都是精英重点培养政策 没有潜力的超凡者 在这个时代 就是没有丝毫价值 因为高五时代 人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10W个没有天赋的一级超凡者 也不可能是一个高阶超凡者的对手 反过来 一个高阶超凡者 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 10W人 甚至100W人加起来都做不到的事 这时候 少女从厨房里着急地跑了出来 房东先生 房东先生 怎么了 少女说 墙上的仪器表显示说是欠费了 灵奈 没办法 灵奈只好带着一身 哥特双马尾女仆装的少女 出门下馆子去了 正值黄昏 夕阳在天边苟延残喘 接上车水马龙 路人来来往往 但凡是看到了跟在灵奈身后的少女 都要侧目多看几眼 有的结伴型的 还会互相窃窃私语 指指点点 卧槽 你看到了没有 好可爱的妹子 好腿好腿 白丝白丝 妈妈 我恋爱了 可爱你 这么可爱的妹妹 肯定拉出来的巴巴 都是彩虹色的吧 马德 真羡慕那男的 艳福不浅啊 夜晚跟在灵奈的身后 不时就会听到一些路人 评论她的声音 就算没有听到具体说什么 余光也看到那些路人 一直盯着她看了 少女已经羞得像个熟透了的螃蟹 已经恨不得将脸埋在灵奈的后背 灵 灵奈 少女终于受不了了 轻轻拉了拉前面灵奈的袖脚 头都不敢抬起看周围 声音低如 闻音哼哼 为什么她们一直都盯着我啊 呃 灵奈挠了挠耳根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夜晚本来就是 祸水级别的完美容貌 再加上这一身扎眼的哥特 是白丝女仆装 走在大街上 想不吸引眼球都难 少女将小脸完全埋在灵奈的后背里 闷闷地问 是不是因为我 今天穿的这套衣服有问题 没有没有 怎么会呢 灵奈一本正经地说 你穿的这套 是人类非常常见的衣服 那她们为什么 你本来就好看呗 这还有什么为什么 可上次跟你上街 也没见那么多人 一直盯着我啊 哎妈 灵奈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编 这个时候 都已经有路人拿出手机 要对着少女拍照了 不行了 我不行了 少女都快要急哭了 我 我要躲一会儿 说着 她的眼瞳逐渐又要变成红色的去向 看来她又是打算要躲起来 用她的第二人格来逃避了 灵奈吓得忙道 哎别别别 卧槽 要是那个红颜女人出来了 看到自己把她打扮成这样 回去岂不是要被她的小脚丫子才死 做一个黑天使 要勇敢 强势吗 灵奈一脸认真 既然这样 怎么能够一直靠着她呢 夜晚委屈地扁起嘴 可是 灵奈轻声对她说 你就把这个当作是一种修行 等你什么时候 面对他人一样的眼光 面不改色的时候 你就脱胎换骨了 修行夜晚犹豫了一下 怯生生地将头抬起来 余光一瞄 街上依旧有很多人 在偷偷拿着手机对着她拍照 不行不行 少女又将脑袋埋了回去 灵奈 这样吧 灵奈说 如果你总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安全感 就抓住我的手 啊 夜晚一听 脸颊顿时更红了 抓 抓手吗 你可能误会了什么 在人类的世界里 抓手是代表信任的表现 男女朋友之间互相手抓手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是这样吗 难道你们黑天使之间 手抓手有什么别的意思吗 夜晚犹豫一下 慢慢地伸出手去 抓住了灵奈的大手 灵奈面上毫无改色 心底还是狠狠地动了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会好点了 灵奈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嗯 少女轻声应道 两人谁也没在说话 默默往前面的小吃街走去 灵奈虽然没回头 但是却惊奇地发现 身后的少女 好像真的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哼都不再哼一声 夜晚低着头 抓着灵奈的手 默默跟在她的身后 注意力 一下子全到手上去了 当然没空管其他人了 咦 梁哥 那个是不是咱们班的灵奈啊 不远处 正在路边 奶茶店喝奶茶的几个人 透过落地窗看见了灵奈 两位抬起了头 薄薄的眼镜片后面 透着反光 旁边一个脸上长麻子的男生说道 卧槽 这小子什么时候 交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就是啊 另外一个黄头发的男生 也愤愤不平地道 听说他今天刚刚被辅导员开除了 这家伙大学读了半年魂力等级 还是0.5没动过 这样的废物 居然还能交到这么极品的女朋友 真是见了鬼了 不过这家伙被开除了 以后咱们办任务失败了 拿谁的积分去扣啊 嘿嘿 当然是谁垫底谁扣哥 就是 随便在找个好欺负的顶上 就是了 两位吸了吸奶茶 没有说话 麻子男生突然咧出一个坏笑 哦 梁哥 要不我去跟他打打招呼 两位瞥了他一眼 当然知道 这家伙的心思 淡淡地说 你去算你的 可不是 我支持你的 知道吗 作为夜城大学的天之骄子 欺负一个废物 他都嫌掉价 麻子男 嘿嘿 放心梁哥 我当然知道 林奈站在路边 几家小吃店前 想吃什么 他问身后的女孩 夜晚 都行 林奈 得 算了 问你也白问 夜晚忽然想到什么 顿了顿 轻轻地问道 你不是欠费了吗 还够钱吃饭吗 林奈 放心 以前学校做任务的时候 除了拿到现金报酬 还要攒一些公民积分 用积分也能负涨 林奈倒也不怎么担心 他现在的经济问题 先吃饱饭 等之后找到学校 拿到补贴之后 就能把费用补上了 我们再走到前面看看吧 说着 林奈就要带着少女 继续往前面的街道走去 少女这时候 却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小巧精致的鼻子 耸了耸 这个味道 林奈 他拉住了林奈 嗯 林奈奇怪 怎么了 前面有一种奇怪的磁场 磁场 我感觉 好像又闻到了 某种异界生物的味道 异界生物 林奈一愣 严肃了起来 在城里 你确定 嗯 少女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不能分清楚 是什么种族 但我能闻到他身上 有一节的气息 那是穿梭一次原空间 才会有的味道 而且 这么强力的磁场 对方可能很强大 林奈心想那就奇怪了 有一节生物 可是城内 也没有拉响警报 难道是之前的未面入侵 仍然有漏网之鱼 没被揪出来 混进了城内 喂 林奈 一个剑兮兮的声音 忽然响起 林奈一转头 发现麻子男和黄发 男朝他走了过来 这两个人林奈当然认识 都是他的大学同学 不过俩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每一个班上 都有几个嘴 特别碎的 哪怕即便是到了大学 成年了 素质也一样差 这几个人 还是班长梁卫的狗腿子 林奈用余光扫了 附近几眼 果然看到戴着眼镜的 梁卫手里捧着的奶茶 身形高瘦 看起来丝丝纹纹 一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慢悠悠地走过来 梁卫 是他们班的班长 才大一的年纪 就已经是1.9级异能者了 也就是辅导员口中的 天之骄子 在班上 她的人缘也相当的好 很善于跟其他同学搞好关系 乐于助人 每次班级任务 基本都是她作为组织主导 班上的同学 也都很乐意听她的号令 但林奈却并不喜欢她 认为这家伙就是一个伪君子 因为之前有一次任务回来 林奈一次偶然发现 梁卫利用班上同学对她的信任 和辅导员一起私吞了 超过50%任务奖励 梁卫被发现以后 私下里找到林奈 笑呵呵地跟她套近乎 实在言语之间 却满是威逼利用 意思就是让林奈别说出去 否则就让她在夜城大学 浑不下去 林奈最后并没有收她的好处 只拿回了她 本来任务应有的那一份 但也没有检举她 和辅导员的行为 一是没有证据 二是就算有证据 学校最后是会向着 两位这个天赋异禀的学生 还是向着她这个0.5级 直到毕业 都可能没有觉醒希望的学生 根本不言而喻 是你吗 林奈 有事吗 听说你被开除了呀 马子南笑得很得意 林奈也不知道她在得意什么 只耸了耸肩 是啊 马子南笑嘻嘻地说 既然这样 把你欠班级的积分 都先还了吧 总不能走了 留下的屁股 都让班级帮你擦吧 林奈 我好像没欠什么积分 有的有的 黄毛南在一旁说 上次咱们班一进任务 击杀鞋重击魔物失败 都是因为你的实力太差 老是拖咱们班的后腿 你说 这个锅你该不该背吧 林奈瞥了她一眼 那次我压根就没去 你们好像根本没上代我 那你不是更应该背锅了 黄毛一脸理所当然 咱们班少了你 就是少一个输出的人 但是任务难度又没有变化 你说说 这你不应该背锅吗 林奈心中冷笑 如果任务成功了 这帮家伙可不会分她半毛钱 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俩就是来找事的 看她被开除了 还想从她身上榨取 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林奈懒得再跟他们讲道理 滚 严谨一概地只说了一个字 黄毛南愣了一下 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哈哈 有趣 这小子最近胆子变肥了 怕是女朋友在旁边 才故意打肿脸充胖子吧 小美女 你还是看清楚 这家伙是个什么样的废物吧 马子南说着 脸上露出凝笑 突然爆发了魂力 1.2级力量型舞者的实力 展露无遗 一招刺冲拳 就朝林奈的脸部打去 力量刚猛 带起一阵拳风 林奈几乎是下意识的 身形往后一撤就躲过了 嗯 马子南有些意外 这小子的身体属性忽然变高了 怎么反应这么快 居然能够躲得过她的刺冲拳 林奈才刚刚觉醒 还不懂得如何使用序列职业的技能 但身体属性的加成 她却感受得非常清晰 轻而易举躲过之后 林奈反手一拳 就狠狠打在她的肚子上 马子南 塞克马下滑线 这家伙不是0.5级吗 怎么突然力气变得这么大 另一个黄毛男愣了一下 还以为马子南 只是一时大意了 也立刻爆发1.3级的舞者实力 抬起一脚离合腿 踢向林奈的脑袋 林奈抬手一挡 居然用手印接住了黄毛的离合腿 黄毛男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 你 白痴 林奈说着 顺着她抬起120度的腿 顺势向上一奥 帮她来了个高难度的高抬腿 劈叉动作 只听咔嚓 一下子到了210度 黄毛男 奥 那惨叫声 真是响彻一整条街道 站在不远处的梁魏 看到这场面 顿时对林奈起了一丝好奇心 有趣 实力突然提升这么多 难道她偷偷注射了某种基因静药 强制升级了 梁魏眼睛后面的眼睛一眯 嘴角扬起 这家伙上次 好像还想揭发她来着 也好 趁着这次正好给她点教训吧 让她知道 没天赋的底层人 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哼哼 滋啦滋啦 只见梁魏的手上 凝聚出霹雳啪啦的青蓝色电光 她的五指弯曲 手掌向下 她的异能电光 全都被她打进了地底 林奈正在帮助黄毛劈叉 突然感觉 全身被一股 莫名而来的电流刺激的肌肉进卵 林奈似的倒吸一口凉气 整个人 好像瞬间被麻痹了一样 完全使不出任何力气 身体一个亮腔 单膝跪倒在地上 用手一撑 能没有完全倒地 怎么回事啊 勉强抬头 林奈看见了不远处 梁魏五指间 闪烁的蓝色异能魂力电光 梁魏见林奈看了过来 还冲她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 是这家伙在搞鬼 梁魏的超凡职业 异能序列号179雷控尸 作为一个雷系异能职业 这个职业低级时 其实是一个更偏控制型的职业 雷控尸可以非常隐蔽 且灵巧地操控雷电的力量 它可以利用最微弱的电流 不动声色地将其电流注入到敌人的体内 刺激人体的神经 再由神经带动肌肉 让对手身体肌肉进卵麻痹 或者抽搐 尿失禁 甚至直接休克 脑死我 这些电流 经过雷控尸高超的技术 可以骗过对方超凡者体内的护体魂力 电流通过每一条脉络 最终破坏对方身体的每一个魂力节点 让敌人的超凡能力失效 等级高的雷控尸 是可以利用最微弱的电流 顺杀好几个人于无形的 根本难以察觉 两位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一招 是他的一阶一能 雷迹 就如这个名字 雷电威力寂静无声的发动 将雷电通过异能的控制打入地面 通过地面麻痹对手 令对手无法动弹 同时这一招也非常折磨人 利用电流的力量 持续不断地折磨对方 对方会感觉到 一秒有一万只蚂蚁 在啃咬身上的血肉 痛苦无比 两位平时最喜欢用这招 对付那些他看得不爽的人了 这一招发动得无声无息 在外人看来 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事后 对方也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 是他做的 看来师父是搞错了 这样的实力 怎么可能是神明继承者 居然还需要我来测试 真是无聊 两位冷哼 就说嘛 哪位神明能够挑得上 林奈这样一级天赋的废物 就在这时 两位的心突然咯噔的一下 他突然感觉到了 一股极强的精神压迫里 一双血红色的眼瞳 已经冷冷地盯上了他 你喜欢搞暗酸 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 怎么回事 两位紧张暗道 他很快意识到 这个声音并不是从耳边传来的 而是从他脑子里传来的 有人在直接跟他的大脑对话 两位只感到一阵心悸 来源不明的强大精神压迫 令他几乎呼吸不上来 冷汗层层露出慌张的神色 他抬头看去 只见林奈身边 那个穿着哥特式女仆装的女孩 正抱着双臂 一对血红色的眼眸正望着他 一张完美无瑕的脸蛋 清冷至极 面无表情 是这个女孩 两位瞳孔放大 他不知道林奈身边的这个女孩 到底是什么来头 看起来如此清纯可爱的外表 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不仅是如此 两位突然发现 林奈的身上也不太对劲 正常来说 任何一个二级以下的 超凡者中了他的雷迹 都绝不可能还有办法动他 然而 两位通过传输到他身上的电流发现 这家伙的身体里 好像有一个无底洞 在雷电的压迫下 林奈体内 好像也有什么东西要觉醒了 在雷迹的威压下 林奈居然缓缓站了起来 他抬起头看向两位 眼瞳忽然变成了淡漠的银灰色 在他的眼睛里 好像有一个无底的灰色大海 只要看一眼 就会深深地彻底陷入其中 被那无尽的深渊漩涡吸住 紧接着 一个穿着白色袍子 手持银色巨大镰刀的身形 在两位的意识中出现了 两位的身体 筛糠式地颤抖了起来 他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好像被死神盯上了一样 别别 不要 被林奈和叶瓦 这两个强大的精神力量双重压迫 两位终于承受不住崩溃了 他的异能骤然溃散 随即疯了一般 露出惊恐的表情 大叫着往另一边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夜晚的眼瞳 渐渐又变回了黑曜石色 林奈也回过神来 呃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是 白死神又在我的意识中出现了 马子男和黄帽男 这两个狗腿子都蒙了 坐在水泥地上 呆呆地看着跑远的梁魏 一脸猛逼 他们都不知道梁魏是怎么了 明明挨揍的是他们俩 怎么梁魏突然就跟疯了似的 梁 梁哥 林奈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的大班长都跑了 你们还不赶紧追 两人面面相去 犹豫了一下 才跟着梁魏跑去 梁哥 等等我们啊 远处 一个二楼窗户内 一个男人放下望远镜 果然不会是神明力量继承者 还未掌握白死神的任何能力 就已经能够凭借体制 硬抗1.9级异能者的攻击 老板 这人真是白死神的使徒 他还没有任何能力呢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旁边一个微胖男人问道 昨晚那些出现在夜城的亡灵生物 都不是一般的亡灵生物 那些都是恶魔的亡灵 真的假的 我绝不会认错 老板看着远处的灵奈 淡淡地说 你们去吧 找他谈谈 出最好的条件 但是记住 不要用威胁的 啊 为什么 这小子会被很多势力盯上 我们也只是下手快而已 别到时候不好收场了 老板说 别问那么多 去吧 微胖男人 是 守夜人总部 局长 你看 大队长刘鹤递出一台平板电脑 局长接过平板 屏幕画面上是夜城的磁场感应地图 上面有一块又一块的黑色螺旋状区域 覆盖着城市 局长抬眉瞧了他一眼 这些就是从二号空间门跑出来的魔物 是的 刘鹤说 打伤驻守在二号空间门守夜人的 其实就是第一头跑出来的魔物 剩下的都是跟着他跑出来的而已 打从二号空间门突然出现 我就知道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局长叹息 这些跑出来的魔物实力等级都怎么样 刘鹤 还不知道 无法完全监测出来 不过这次 这些魔物并没有明知在城内捕食猎物 而是暂时都藏了起来 看起来 他们似乎都在畏惧着那个 你是说白死神 我想应该是的 刘鹤说 昨夜白死神的使徒 只用了一刹那的精神力漩涡 就一下子收割了那么多的亡灵 虽然可能是意外使用出来的 但我想 那些家伙应该也已经畏惧了 局长觉得有道理 点了点头 嗯 刘鹤问 守夜人会尽力把这些魔物都抓回来 不过问题是 现在全城到处都藏着魔物 我们要不要拉动警报通知民众 还是不要了 昨夜已经出现了那样的情况 今天再拉警报 搞不好会闹得人心惶惶 局长看着平板上的画面 沉默许久 我们要建立起新的未免壁垒 大概还需要多久 至少需要三天 好吧 那就只好尽力而为了 你们是谁 林奈抱着双臂 看着面前坐着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一个戴着眼镜 梳着油头 显得非常斯文 另一个略有些微胖 看起来很憨厚 脸上一直挂着温和友善的微笑 但是经历过两位那样的人 林奈就知道 看人不能光看表面 有些人表面温和友善 内心却比魔物还要邪恶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路边的某家咖啡厅 林奈本来想要带着夜晚 一起去吃饭 突然这家伙西装男就跑了出来 拦在他们的面前 说要跟他谈谈 还要请他喝咖啡 林奈认出了这两个人身上的西装 都是经过附魔的高档名牌 底层超凡者可没这个条件 看来背景不简单 你是林奈同学 对吧 微胖西装男先是开口说话了 林奈 对 这是我的名片 微胖西装男面带微笑 双手将一张名片递给林奈 你请看 基因公司 林奈看到这四个字 眼睛顿时眯成一条缝 它是最底层的平民 但对基因公司这个名字 它也是多有耳闻 这是一个势力极大的跨国财阀公司 专门研究人类超凡者基因的潜力 虽然是基因公司 但他们旗下集团的业务 涉猎范围却极广 从网络到通讯 再到飞机 高铁 货运等运输交通 再到各种超凡者的物资买卖 甚至是各种旅游 娱乐行业 他们都有涉猎 甚至有很多行业 他们几乎就是垄断的状态 而且不止是在严国 全世界许多国家 都有他们的分公司 坐在一旁的夜晚 听到基因公司这四个字 嘴巴顿时微微张了张 似乎想说什么 但话到嘴边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没错 微胖西装男微笑着说 我们刚刚看到你的表现了 不愧是神明序列觉醒者 即使还未完全掌握使徒的能力 就可以让1.9级异能者的能力 被反噬 真是令人羡慕的潜力 她并没有太过在意 灵奈身旁的这个女孩 虽然夜晚长得很漂亮 但她只以为是灵奈的普通朋友 灵奈 神明序列 微胖西装男说 看来你还不知道 你自己究竟觉醒了 什么样的序列职业 对吗 灵奈没说话 算是默认 正好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微胖西装男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手指在上面轻轻一滑 然后就拿给灵奈 每一个超凡者 在魂力等级达到1.0级的时候 就有机会觉醒职业 人类可以觉醒的超凡职业有很多 武者 剑士 魔法师 异能者 魂枪手 召唤师 机械师 各种各样 这些职业都被官方用序列号的形式进行排序 越是靠前的职业 潜力就越是强大 上限也就越高 就比如刚刚暗算你的那个孩子 他就是序列号179的雷系异能者 雷控师 而你觉醒的能力 却不在常规的序列职业之中 因为你觉醒的 是古代神明的能力 灵奈狐疑 古代神明 还有这种觉醒 他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呵呵 你没听说过很正常 魏胖西 装男好似猜到了灵奈 在想什么 因为神明序列 是完全独立的存在 同时也是唯一的存在 古代的上位神明 一共就108位 也就是说 全世界几十亿人之中 被神明选中得到 继承之力的 最多也就只有108人 你不知道当然是正常的 而继承了神明之力的人 也被称为使徒 他们获得力量的同时 往往也都背负着神明 给予他们的使命 说到这时 旁边戴眼镜的斯文西 装男用手肘轻轻 碰了碰魏胖西 装男 纠正道 现在是109位了 哦对对对 109位 魏胖西装男 依旧保持微笑 灵奈顿了顿 看了眼面前这个男人 我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 我觉醒序列的事的 这件事 他还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还以为 这件事 目前就只有他和叶瓦 两个人知道 微胖西装男效益更浓了 这个问题 就太简单了 城市里 到处都是监控 昨夜天空异象 那些突然出现的 怪物死后的灵魂 都是被你吸引过去的 现在应该都已经被你吸收了 对吧 然后 你们就调查了我的资料 这是必要的 为了挖掘 有潜力的人才 我们向来 无所不用及其 所以你们来找我 是来拉拢我的 是的 我们金银公司 非常诚信地邀请你加入 正好你不是 也被你们学校 给开除了吗 哈哈 我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 都笑疯了 等你学校的校长 知道他们开除了一位 神明继承者 不知道表情会有多精彩 林奈忽然沉默下来 好像在思考什么 微胖西装男看着他 夸赞道 林奈同学 你果然是有成大事风范的人 得知自己觉醒了 神明序脸 居然一点都不激动 真了不起 哦 那倒不是 林奈看了看眼前这俩人 我只是在想 你们是诈骗犯的可能性 大概有多少 微胖西装男 眼镜西装男 林奈同学 你大可不必担心这种问题 相信我 这世上没有哪个诈骗集团 会有胆子冒充基因公司的员工 林奈思存着什么 往后依靠 嗯 那我觉醒的是 哪一位神明的能力 微胖西装男微笑着回答 神明序列 林白死神 卡洛斯 林奈 序列灵 微胖西装男 对 这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神明 在上古时期 这位神明的职责 是囚禁犯了罪的神意 以及被神族抓住囚禁的魔忆 亦或者是掌管神意 或魔忆死后的亡灵 但是突然有一天 这位一直负责 关押叛神的神明 自己却触犯了神法 于是他被神王开除了神级 定为叛神 刚刚我说 神明序列一共有108位 是因为 在这灵气复苏的几百年间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多陆陆续续有出现过 继承这108神明力量的使徒 唯独白死神的使徒 从来没有出现过 国际上的公共认知是 白死神因为被开除了神级 并不在108序 尚未神明之列 所以被定义为序列灵 而他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 也是一个未知数 并没有人敢说他的力量 强于108位主神 当然也有人说 白死神的力量 也许比序列前12的主神明 还要强大 林奈听完这些话 顿时就想起了那天 他在白死神办公室 看到的那个亡灵犯人名册 原来如此 看来这两个家伙说的 应该是真的 微胖西装男人 食指交叉放在桌上 我们今天来 是奉了总公司的指令 希望能够邀请你 加入我们公司 我们调查了你的家事 你现在没有学校的补贴 钱应该不够花了吧 只要你加入我们基因公司 成为我们的员工 你立马就可以得到一笔 相当优厚的签字费 林奈听前面的话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一直到微胖西装男 说出签字费这几个字 眼睛顿时一亮 有多优厚 微胖西装男人笑了起来 果然对于一个 贫穷了半辈子的人来说 金钱还是吸引力最大的东西 于是他非常自信地 比了一个V的手势 这个数 林奈 2000亿 微胖西装男 微胖西装男汗颜地擦了擦额头 这个林奈同学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那 我就是开个玩笑 林奈 直接说吧 能给多少 微胖西装男比这手势说 2000金龙币 金龙币 也是国际上超凡者的通用货币 面额极大 因为超凡者所需要购买的修炼物资 以及各种道具 价格都是比较昂贵的 普通人的货币 面额太小了 天赋优秀的超凡者 每个月所需要的各种修炼资源都极其烧钱 每一枚金龙币都是用魂力交注 保证了起保值性 林奈上下打量着微胖西装男 签字费就2000金龙 你们挺大方啊 当然 我们对于挖掘人才从来不会小气 微胖西装男非常郑重地说 而且林奈同学你放心 2000金龙只是签字费而已 只要你签约成为我们的正式员工 你还会有更多的福利优待 每个月都能得到至少3000金龙的保体工资 任务的话另算 外加大量的修炼资源 以及公司最优秀的专家团队 为你提供最科学的修炼方案 你将成为整个盐国 哦不 整个人族的栋梁之才 林奈 但是同样的 我也得帮你们工作 无条件执行你们 发布给我的一切命令和任务 对吧 微胖西装男听言 干笑了两声 这个 那肯定自然 员工总是要工作的吗 林奈私存片刻 问 有合同吗 我想看看 微胖西装男 有 他递出一张小词卡 林奈接过词卡 在手机边缘的感应器一刷 手机上就立刻显示出了一份电子版的合同 林奈也不是专业的 很多合同 上的猫腻 他也挑不出来 所以他打算回去研究研究 我先回去考虑考虑 过几天再给你答复 没问题吧 林奈问道 当然可以 微胖西装男笑着说 我们可以先加个电话联系方式 林奈点头 我的通讯号是159XXXXX 微胖西装男点头 我记住了 说完 他微笑且表情自信地站了起来 他相信 林奈肯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加入基因公司 意味着飞黄腾达 成为人上人拥有想之不尽的金钱 女人 权势 前途 没有人会经得起这样的诱惑 微胖西装男 那么 我们就先告辞了 如果你考虑好了 就直接联系我就行 林奈 行 微胖西装男和眼镜西装男 转身必要准备离开 等一下 这个时候 林奈忽然又叫住了他们 微胖西装男转过头 笑着问 怎么了 林奈同学是不是已经考虑好了 哦 不是 林奈说 我手机欠了3W通讯费 我怕到时候联系不上你 你先帮我交个费呗 微胖西装男 两人西装男走了 林奈看着手机余额里扣完费之后 又多出来的27000元 嘴角微微扬起一个弧度 然后她将手臂很自然地搭在少女的肩上 大大咧咧 走 哥哥带你去吃大餐 夜晚沉默一会 犹豫着说 那个林奈 嗯 这个基因公司 你最好不要加入 林奈抬起头 望着她 为什么 夜晚抿了抿包包的唇 我们黑天使世界 也有差不多性质的公司 好像还跟你们人类的这家公司 有着某些合作 他们都是一群疯子 加入了 你就逼不得已了 林奈挑了挑眉 好 我会慎重考虑的 两位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洗了好几把脸 才缓过进来 刚刚林奈那家伙 是怎么回事 那身体里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连我的雷系呢 都差点被她反噬了 还有刚刚那个血红色眼睛的少女 两位现在想起 还有一种心悸的感觉 那个手持银白镰刀 披着白色袍子的家伙 紧紧被她看上一眼 就感觉灵魂都要被吸走了 太可怕了 两位冷汗沉沉 她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 居然面对林奈这个废物时 会产生畏惧 嗡嗡 手机震动 两位从怀里拿出手机 接了起来 喂 刘哥 啊 已经确定了 他真的是神明继承者 哦 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 两位觉得心情有些复杂 他一直认定 是一个废物的林奈 居然真的成为了使徒 这让他实在无法接受 梁哥 班长 马子南和黄毛南都奔跑赶了上来 来到两位面前 两人气喘吁吁 黄毛南问 梁哥 你刚刚怎么了呀 怎么突然跑掉了 两位哪里好意思 说他遇到的状况 只好嘴硬道 没什么 就突然想起有别的急事 马子南还苦着脸坐在地上 真是见鬼了 林奈那个小子 怎么跟磕了大力玩一样 突然变得这么猛了 哎呦 疼死我了 这时候 一阵阴森的冷风迎面刮来 几个学生皆是打起了寒劲 一个马子南 搓了搓身上的鸡皮疙瘩 奇怪 这天气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旁边的黄毛南嘲笑 你还冷吗 身上那么多脂肪 白涨了是吧 不是啊 你们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马子南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路荡道 平时这个时候 这条巷子都是很热闹的啊 怎么今天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这阵风 还有种阴森的感觉 黄毛南不屑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肯定是昨天魔物入侵事件 今天那些摆摊的胆小鬼 都不敢出门了呗 看你这家伙没出息的样 居然能被一阵冷风吓到 笑死我了 哈哈 话音刚落 只见 哈哈的一声诡异的气音 从不远处的黑暗之中传来 那气音低沉 阴冷 沙哑 仿佛来自某种生活在阴暗中的生物 反正绝对不是正常的动物 可以发出来的声音 三个人顿时都被吓了一跳 连两位也心头一紧 停下脚步 不敢再向前了 班 班长 马子南惊恐 刚刚你也听到了 对不对 两位还想要故作镇定 硬着头皮盯着前方 什么东西 在那里装神弄鬼 三个学生都绷紧了神经 紧张地望着前方的黑暗 那黑暗之中 的确可以看到一个很高大的人形身影的轮廓 只不过 环境实在太暗了 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 是谁 出来 黄毛南硬着头皮道 干嘛在那里吓人 那高大的身影终于动了 从黑暗之中缓缓走了出来 随着那个人从黑暗之中走出 两位他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诡异的声音 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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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是某种金属在地上缓缓拖动而发出的摩擦声 两位他们一众人的瞳孔也逐渐缓缓放大 那根本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形态的亡灵怪物 那亡灵怪物长着一半的男性人脸 如果光看那一半的脸庞还挺英俊帅气的 但另一半则是猙獰的恐怖 且肤色苍白如同树的乳枝 骨骼的轮廓也清晰可见 残破的头盔与白色如霜的长发连在一起 他的身躯一半穿着类似人类的铠甲 只是那铠甲已经残破不堪 另一半的身躯则是湛蓝色如魂魄一般的幽幽光影 如玄冰一样冷冷燃烧 那条垂得很长的手臂 还在身后托着一柄巨大的残缺大剑 那柄大剑满是窗衣缺口 纹理暗淡 只剩暗红的血迹自色 且只有一半的金属剑身 另一半则是幽蓝色的诡异虚影 汇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光刃 两位倒吸了一口凉气 马子男和黄猫男看到那亡灵怪物的瞬间 这令人恐惧的压迫感 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是低阶的魔物 快跑 两位和马子男的反应都比较快 立刻转身逃跑 反应慢得像是黄猫男 傻愣愣地站在原地待了一两 才意识到其他同学全都跑了 等他反应过来 那身形高大 手持巨剑的亡灵怪物 已经瞬间来到他的面前 黄猫男的面孔埋下一层阴影 啊 惨叫声响彻整条街巷 唐红山 林雨昕 杨小川三人 赶到了二号空间门的出事现场 现场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惨烈 十几名守夜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捂着受伤的地方哀嚎 好几个人受伤都很重 不是断手就是断脚 到处都是鲜血 赶来的医疗人员正在用担架 把一个又一个伤员抬走送去治疗 周遭的环境 也因为战斗被破坏的一片狼藉 唐红山微微醋眉 驻守在这里的守夜人 都是三到四级的超凡者 这头从空间门跑出来的魔物 只有一头 却可以将这么多守夜人伤得如此严重 可见至少是往两级别的了 杨小川蹲下去检查伤者的状况 唐队 这些人的伤 好像是被某种刃气所伤的 伤口都非常平整 而且每一个人的伤口方向都非常一致 不仅是如此 林玉西双手插着棒球服的口袋 用下巴指了指周围的环境 那面墙壁 也是被一剑横斩成两半的 包括那边的四棵大树 也都是被一剑拦腰斩断 方向也跟那些伤员的痕迹一致 杨小川惊讶 也就是说 这些痕迹都是来自同一剑 唐红山的神情变得非常凝重 什么样级别的魔艺 可以一剑瞬间干翻十几名守夜人 同时还把周围的环境破坏成这样 难道是传说中的暗血剑魔 不对 暗血剑魔可是森罗级别的魔艺 魔艺的等级 从低到高 分别是 邪虫 师妹 王两 森罗 万象 再往后 据说还有领主级 君王级的魔艺 但几乎没有人见过 如果真是森罗级的魔艺 这些人绝对没有任何活命的可能 魔艺也绝对没有留守的理由 此存片刻 唐红山来到一个伤员的身边 蹲下身来检查 他用手指取了一点受伤守夜人伤口的血液 递给杨小川 说道 小川 分析一下血液的成分 杨小川 哦 好嘞 杨小川从身后的背包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将一点点血液粘在电脑的感应器上 然后手指在上面飞快敲动 咦 奇怪了 怎么了 分析出来了吗 分析出来了 但是杨小川表情怪异 伤者的血液中并没有被魔器侵蚀的成分 难道打伤守夜人的并不是魔物 唐红山没有说话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林雨昕惊奇地说 不是魔物 从空间门对面过来的 不是魔物还能是什么 这才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杨小川神情复杂地抬起头 说道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血液里没有被魔器侵蚀的成分 可是却有被神力侵蚀的反应 唐红山和林雨昕 这一次 连唐红山都露出十分震撼的表情 你说真的 嗯 杨小川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种情况 一般只会出现在 被使徒攻击的伤员身上 因为目前我们人类所知的 也只有使徒才会拥有微弱的神力 林雨昕被搞得有点猛了 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什么意思 打伤这些守夜人的是一位使徒 使徒从空间门那边跑过来 打伤了人类 然后逃跑混进城市里不见了 他觉得自己有些猪脑过在了 唐红山抬手 看向一位现场的负责人 有监控吗 负责人说 有 不过已经失效了 失效了 那个从空间门跑出来的怪物 似乎拥有某种领域能力 空间门附近的常规电子设备 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就全部瘫痪了 唐红山 负责人 不过 当时在现场还有意识的人 已经跟我们描述了那怪物的长相 他们说 那是一个高大的人形生物 全身被包裹在一团幽蓝色的火焰之中 白色长发 穿着残破的铠甲 手中还拿着一柄巨型大剑 唐红山 杨小川 林与希三人面面相去 难道对方真的不是磨叶 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林与希问 唐队 你怎么看 唐红山沉吟一回 说 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还是太少了 也许除了使徒之外 真的还有别的未知生物 也拥有古代神明的部分力量 杨小川眼睛一亮 哇 那如果这种新的拥有神明力量的未知生物 被我们抓到了 我们这个月的奖金 不是起码能翻个三倍 啪 林与希小拳头砸在她的头顶 气呼呼地说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我觉得起码能翻个三十倍 唐红山 行了 你俩别平了 我们得赶紧找到那个拥有神力的神秘生物 千万别忘了 那可是神力 一个使徒 即使拥有不到1%的神力 都是可以毁灭一座城市的存在 更何况 我们现在不知道那神秘生物 到底拥有多少神力 林与希和杨小川立刻正色起来 是 虽然平常爱开玩笑 但他们也都清楚 执行任务的时候 绝对马虎不得 这次的入侵者不同以往 对方可以屏蔽我们人类的常规设备 唐红山说 小川 靠你了 想办法找到那个神秘生物 现在在什么地方 好嘞 杨小川将电脑放在地上 又开始操作起来 嘴角撇开笑容 终于到我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了 城南 小吃街区 路边摊上 林与愣愣地看着 坐在自己对面的少女 对面这位楚楚可人的少女 看着乖巧腼腆 吃饭的一举一动 也可谓是十分优雅 令人赏心悦目 吃东西连牙齿都没有露过 可是消灭起食物的速度 这才半个小时啊 林与脖子有些僵硬地 看向旁边那张桌子 他们两人就站了两张桌子 一张桌子放菜 一张桌子放盘子 那张桌子 已经堆了四五摞盘子和碗 每一摞都堆得有半米多高 林与望着少女 少女抬头 看到林与看着自己的表情 脸颊一下变得飞红 你 你不吃了吗 夜晚小心翼翼试探着问 林与咽了口唾沫 我吃饱了 怕是肚子里长了个黑洞 一般人可能还真养不起 看着在对面继续低头干饭的少女 林与苦笑了一下 看来你挺喜欢我们人类的食物 招了招手 叫来服务员 麻烦帮我们再来五盘炒泡面 服务员看到旁边一桌的盘子 嘴角抽了抽 随即有些尴尬的道 不好意思 我们店做炸酱面的食材 已经被这位姑娘吃完了 林与 那再来三碗大白饭吧 服务员 好嘞 啊 这时候 一个歇斯底里的惨叫声音 突然从远处的街头传来 嗯 林与朝声音的来源看去 只见一个全身是血的狼狈身影 亮亮呛呛地跑了出来 一张脸上写满了恐惧 一路往这边狂奔 林与看到那人顿时一正 那不是凉胃吗 这家伙怎么了 什么东西能把他吓成这样 下一刻 追逐他的东西就从拐角出现了 那是一个全身燃烧着蓝火的亡灵怪物 手中还托着一柄长达两米的巨型大剑 那怪物白色长发 一半人脸一半怪物脸 在房屋与树木顶端跳跃前行 移动速度极快 身后的幽蓝色明光还带出一道道残影 林与骤起眉来 别人可能不知道那是亡灵生物 但是作为白死神使徒的林与 当然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手持大剑的怪物身上 携带着亡灵之气 与之前他觉醒之夜 那些从星空间门跑出来的那些亡灵生物 是一样的气息 救命 救命 救救我呀 两位拼命从巷子里跑出来 一边跑一边惊恐地大喊 他身上的血 都是他那几个狗腿子的血 他跑得比 他那几个人快 才勉强能从那条巷子里逃出来 不过 两位刚跑出来喊了没几声 后面那手持大剑的亡灵怪物 就以极快的速度 跳跃追到了他的跟前 手持大剑 横着一盏 嗡 一道黑色的光线掠过两位的腰际 两位的身躯 从腰部与上半身分离 变成了两节 他那恐惧的神情 彻底定格在了那一瞬 接着 就是一段404的画面 鲜血很有美感地 横洒在旁边的树干上 好 那亡灵怪物 踩在两位的尸体之上 发出一声充满暴虐力气的咆哮 他手中那柄的残缺剑 似乎吸收了两位血液的养分 残缺的剑刃部分 隐隐被填补了一些 虽然只有很细微的一点点变化 但仔细看 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小吃街突然出现了 这么一个恐怖的怪物 街道的人们 都吓得啊地叫了起来 纷纷仓皇逃窜 惊慌失措 店老板连店面都不要了 惊恐地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有魔物 又有魔物入侵夜城了 快通知守夜人啊 夜晚放下了筷子 着急转头 林奈哥 林奈眼神一沉 没有任何废话 走 拉起少女的小手 便也要跟着一起溜 这次这个亡灵大件事 显然跟之前 那天夜里出现的亡灵生物 完全不一样 之前的那次 连林奈都能感觉得到 对方只是十分弱小的亡灵生物 实力差不多 只相当于一到二级的超凡者 而这次的敌人 林奈一瞬间就感觉到 极其恐怖的压迫感 大街上的人们 一下子四散而逃 可是那亡灵大件事 幽冷的眼睛 在逃跑的众人之中 一下子就锁定了 林奈和夜晚的身影 亡灵大件事 盯着林奈的背影 嘴角掠出锋利的獠牙 眼瞳之中 闪烁出愤怒的光 他的速度很快 高高跃起 一下子就追上了他们 轰的一下子 坠落跳到了 林奈和夜晚的面前 林奈只好停下脚步 他有些无奈 这条街上那么多人 这家伙 怎么就只盯上了他 亡灵怪物 一对幽兰如玄冰的眼睛 冷冷与林奈对视 咧开的嘴里 发出低沉的气音 右手缓缓举起了 那残缺不堪的大剑 他的那半张英俊率脸 和半张怪物一样的 猙獰脸庞 都因为嘴巴咧起 露出森白牙齿 而变得十分可怕 虽然这怪物的外表 已经看起来很吓人了 但依然能看得出来 这家伙的表情 透着愤怒 他死死地瞪着林奈 就好像见到了仇人一般 那个表情就好像在说 老子他妈终于找到你了 林奈微微醋眉 这亡灵怪物怎么回事 初次见面 怎么这家伙 好像一脸跟自己 曾经抢了他老婆似的 周围的环境 被渲染得一片黑白 所有的事物 都失去了色彩 亡灵大剑士 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领域 以他自己为中心 周围的环境 都会受他的影响 林奈的耳边 隐隐听到了悲凉的气声 除了悲凉的哭泣声 还有某个男人竭力嘶吼的声音 求饶的声音 最后变成了疯狂的嘶叫 林奈很快认清了 那声音的来源 就是从眼前 这个亡灵大剑士的身上 传出来的 你 林奈仔细看着这头亡灵怪物 那半张英俊的人脸 不知道为什么 竟忽然觉得有些熟悉 好像 在什么地方见过 你 是不是认识我 林奈皱眉 不确定地问道 啊 亡灵大剑士眼瞳之中的蓝火 燃烧得更加剧烈 似乎林奈的这句话 把他更是激怒了 发出一声沙哑而阴沉的嘀吼 手持大剑 就朝他一剑横扫而来 林奈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这怪物一言不合 就直接动手了 身体下意识做出反应 往后撤开 剑刃几乎是贴着他的胸膛 横扫过去 亡灵大剑士没想到 一剑居然会扫空 不过他立刻握紧剑柄 转动剑刃 又是一剑扫了回来 林奈哥 全部斩断 树木妖蛇 房屋轰然倒塌 刹那间 烟尘滚滚 林奈一个滚翻 又从地上站起来 飞扬起来的尘土 差点把他给淹没 可嗨嗨 林奈抬手挥了灰周围的灰尘 猛烈地咳嗽了好几声 虽然觉醒成了白死神的使徒 但直到现在 林奈还是没能完全掌握使徒的能力 除了身体属性 的确比以前强了许多倍 甚至不知道具体技能应该怎么用 也就能对付对付 两位他们那些小角色了 而面对眼前这个高等级的亡灵怪物 显然就不够看了 有点棘手啊 林奈按道 亡灵大剑士 再次举荐冲锋而来 举荐一个下斩 朝林奈劈来 林奈咬住牙关 一个翻滚 避开着一帮山猎石的下屁之间 翻滚起身的同时 林奈还顺势捡起了路边地上的一块砖头 然后依靠身体的爆发力 猛地跳跃而起 闪身到亡灵大剑士的身后 将所有的魂力 凝聚在这块板砖之上 挥了出去 啪 林奈将板砖狠狠拍在 亡灵大剑士的后脑上 然而这一击显然没卵用 亡灵大剑士纹丝未动 反倒是林奈手中的砖头 断成了两截 林奈 接着这家伙一个转身 抬剑一挥 光是幽兰色的剑气 就将林奈手中的半截板砖 震成了粉末 林奈也被剑气冲击地 倒飞出去四五米远 后背撞在一面墙壁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亡灵大剑士还不罢休 再次抡起大剑 朝他冲锋而来 就在此时 少女的身影突然闪身出现 挡在他的面前 哄 暗红色的火焰席卷而出 亡灵大剑士 被那冲天的烈焰挡了回去 夜晚平静地盯着那亡灵大剑士 眼睛依旧是纯净的黑药石色 回头问 林奈哥 你没事吧 林奈靠着墙壁 没事 就是手震得有点妈 这家伙好大的蛮力 随即抬头看了看夜晚 沉默了下来 之前看着少女乖乖怯怯怯的 还一副胆小害羞的射恐模样 以为他 即使是魔艺中排名第二的黑天使 应该也是个没有什么实力的黑天使 至少肯定不该是负责战斗的类型 但现在看来 显然错了 这姑娘居然能一招 将那亡灵大剑士逼退 恐怕起码也是个亡两极以上的魔艺了 林奈沉默片刻 随后又问道 你的翅膀上不是还有伤吗 没问题吗 夜晚表情镇定 问题不大 声音冷静沉着 虽然她的眼瞳还是黑色的 证明她是正常状态 但她进入战斗状态以后的语气 却好像跟平时那副怯生生的样子 完全不同 亡灵大剑士 这时似乎也意识到 眼前这个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小姑娘 身上居然散发出强大的魔艺能量 恐怕才是这里最难对付的存在 她提表幽兰如玄冰的火焰燃烧得更剧烈了 这些蓝色火焰 又有不少集中到了她的大剑上 亡灵大剑士手持大剑 再度冲锋发起了攻击 哈 夜晚不慌不忙 清澈的眼眸一领 暗逸 天照 双手掐了个手势 磅礴的精神力风暴 令她黑色的柔顺长发飘荡而起 哥特士女仆装的裙子也摆荡了起来 抖动着漂亮的弧度 下一刻 一股极其强大 且恐怖的威能瞬间 从她那娇小的身躯 释放而出 哄 这一次 是更大范围更具威力的深暗红色火焰 以夜晚为中心 朝四面八方如热浪 黄袭般扩散出去 差时间 方圆三百米的范围内 除了灵奈周围这一小圈 被夜晚的火焰刻意避开 其余环境的一切事物 包括周遭的店面 路边的桌椅 小池摊 树木 路灯 花圃 车站牌 通通被深暗红烈焰焰烧为灰烬 被天照火焰覆盖过的地方 通通直接移为平地 灵奈 我 我得发 灵奈目瞪口呆地看着四周的状况 空气中 弥漫着焦壶的气味 附近的一切都变得光秃秃的 连根草都没有留下 地面上 还有残留燃烧着的 深暗红色火焰 唯一留下的 就只剩它背后 靠的那半截墙壁 灵奈嘴角抽了抽 好家伙 这就是魔艺排名第二种族的实力吗 周围环境沉寂了好一会儿 夜晚 直接将周围一大块区域 全部烧平了 空气中 只剩下浓浓的硝烟味道 和强烈的气旋 回转的声音 不过 灵奈能感觉到 那亡灵大件事 并没有因此轻易挂掉 那家伙的气息还在 夜晚也安静了下来 仔细感应着四周 他似乎也认为 那个怪物并没有死 安静了一会 灵奈问 他到哪儿去了 夜晚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沉默半天 才轻轻地说 不知道 但他肯定还活着 又过了一会 灵奈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抬起头去 小心上面 好 亡灵大件事咆哮着 一记超高空下批气势 凌厉地展来 夜晚反应很快 正想要抬手出招去应对 可是这个时候 只听争的一声刀鸣 有一个人影 以极快的速度 闪烁而来 冲在了他的前面 这让夜晚都微微震了一下 只能看见一道模糊的残影 和一道锐利的刀芒 那是一个 莫约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 下巴还留着胡渣 一身黑色的利领风衣 手中握着一柄白茫茫的直刀 当 亡灵大件事的大剑 与中年大叔的直刀碰撞在一起 发出清脆的冰刃碰撞音 仿佛还带出一道道声波的涟漪 刺人耳膜 唐红衫握紧刀柄 裂开嘴角 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 还好赶上了 全身魂力爆发 六级守夜人的实力 展露无遗 两把武器 嗡嗡作响 刀身颤抖 小妹妹 你快躲远点 唐红衫吼道 脖子轻轻暴露 啊 少女嘴巴微微张开 眼眸茫然 望着这个突然出现 横插一手的大叔 快 唐红衫道 这里不安全 哦哦 少女发症 乖乖站到旁边去了 唐红衫咬紧牙关 与那亡灵大件事 僵持了几秒之后 终究还是退败下来 又是当的一声兵戎之音 唐红衫与之拉开距离 双脚踩在地上 划出一道六七米远的鞋印 林奈正了正 还不知道 这莫名其妙的大叔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唐红衫正好退到林奈的身边 回头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沧桑的声音问道 怎么样 小子 伤得重不重 林奈 我没受伤 唐红衫轻轻撩了 撩自己额头前的一戳垂下来的头发 淡淡地说道 那就好 快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这里交给我们守夜人就行 保护好自己 哦 话音未落 那亡灵大件事 突然甩出一根铁链 砸在唐红衫的脸上 将他甩倒在地 还在他那沧桑大叔的脸庞上 留下一道鲜红的印记 林奈 哈 亡灵大件事冲着 倒下去的唐红衫 再次发出诡异的气音 嘴角里的很开 黏乎乎的哈喇子 从他的怪物嘴里流出来 一个无奈的女生想起 唐队 大队长都劝过 让你少在战斗的时候 说那些中二的话了 接着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粉红色的泡泡 忽然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飘了出来 数以千计的粉色泡泡 全部朝亡灵大件事 汇集过去 将其包围其中 那亡灵怪物还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露出疑惑的神情 站在不远处的林语熙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抬起双指 喝了一声 破 哄 爆炸声响起 粉色的火光 将那亡灵怪物完全覆盖 只听那怪物 传来阵阵惨叫 完全被火焰吞噬其中 林语熙见状 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松了口气 成功了 背着电脑包的杨小川 也跑过来 来到唐红衫身边 我去 或者直到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就是有点头晕 林诺 林语熙扶住了半边脸 只觉得有些丢人 过了一会 她转过身去 来到林诺面前 笑嘻嘻地道 你好 你就是那个 被白死神选中的神明使徒吧 你叫林诺 林诺打量一番林语熙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开朗 漂亮的女孩子 1.65左右的身高 看起来没比自己大多少岁 一身棕白棒球服 下身是黑色短裙 露出两条雪白匀称的眉腿 虽然她没穿制服 但林诺听到了 刚刚唐红山说的话 也能判断出 他们是一起的 我是林诺 林诺顿了顿 问道 你们是守夜人 没错没错 我们是夜城守夜人三小队的 我叫林语熙 那个叫杨小川 还有刚刚那个 有点丢人的是我们队长 唐红山 接着 林语熙又开心地一拍双手 太好了 不仅带到了 入侵未免的一界生物 还正好找到了神明继承者 这下我们不用挨剧场地骂了 林诺眼眸一动 你们再找我 林语熙睁大 原本就很大的眼睛 当然了 你可是继承古代神明之力的使徒 你前两天在城南觉醒序列之后 把官方给都惊动了 不只是我们 全城的各大势力 估计都在到处找你吧 林诺突然想起了之前 找上她的基因公司 看来自己觉醒的消息 的确已经传开了 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太高了 这样的信息 根本瞒不过各大势力 林语熙还想要继续说什么 然而这个时候 只听哈克的一声沙哑的低吼 那王林怪物手托得大剑 竟然又从那粉色的浓烟滚滚中 缓缓走了出来 残破不堪的躯体上 还沾满了粉色的 黏乎乎的 好似泡泡糖一样的东西 这家伙似乎被惹怒了 脸上露出愤怒的凶光 林奈 林语熙 唐红杉皆是面色一变 嘶 杨小川嘀呼一声 我去 这怪物还没死 唐红杉抬起直横刀 林语熙也露出了警惕的神情 小川 你电脑的数据分析 没有错 林语熙严峻的道 我感觉到了 这怪物的身上 真的拥有一部分神明的力量 虽然感觉很微弱 但那确实是某种神明之力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干掉的存在 当然了 我的电脑 从来不会出错的好吧 杨小川大声说道 林奈道 是最冷静的那一个 他静静看着那亡灵大剑士 依然觉得这怪物身上的气息 非常熟悉 这怪物 虽然长着半张人脸 但林奈可以肯定 他从来没有见过 那半张人脸的男人 可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男人熟悉呢 不对 不是他熟悉 林奈的意识中 顿然出现了一段记忆 那是白死神 卡洛斯的记忆 无数的画面 在脑海里 像是八十倍速电影般闪过 命令 抓捕 审判 执行 哭喊 哀求 囚禁 亡灵之海 漫长三十万年的牢狱 还有办公室里的那本 亡灵监狱囚犯名册中的 每一页每一行的姓名 以及那些神明的形象 都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 林奈渗出冷汗 他在那一瞬间 看到了很多很多 以他目前人类的身体强度 有种精神力被强烈挤压的感觉 大脑有些难以复合了 姓名 石魂 种族 神 职位 第七代剑神 叛神 亡灵状态 越狱 下落不明 终于 林奈脑海中拥有的 白死神记忆里的某位神明 与眼前这个亡灵大剑士的形象重合了 剑神 石魂 林奈瞳孔咒缩 眼前这个亡灵怪物 居然曾经是一位神明 剑神 石魂 原本也是被囚禁在亡灵之海的一位盼神 诸神闻名灭亡以后 囚禁在亡灵之海的灵魂 全部越狱了 流落到各大遥远的非主物质世界 只是这外表变化也太大了 石魂应该就是 离开了亡灵世界之后 在非主物质世界 吞噬了一大堆其他的怨灵 魂魄 厉鬼 魔物 在几十万年的痛苦折磨之下 虽然重铸了大剑和一部分神体 可以想象他在离开亡灵之海之后 究竟经历过什么 令人感叹唏嘘 唐红山点了一根卷烟 叼在嘴里 然后双手握住执刀举起 沉沉地说 你们都退后 这家伙很强 你们应付不了 林雨昕 唐队 要不算了吧 我觉得你也打不过他 唐红山 格 亡灵怪物嘶吼 握着大剑 向前一个剑气横扫而出 刷 唐红山 林雨昕 杨小川三个人 直接被那扫荡而来的强横剑气 扫飞了出去 唐红山还好 只是后退了好几米 直刀被他倒插在地里 咬牙强撑 勉强稳住了身形 杨小川直接成一个圆球状 唉呦唉呦地 滚出去十几米远 最后四仰八叉地 撞在一块突出来的石头上 林乃看起来是最弱的那一个 但他却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只是 他一直低着头 保持沉默 像是在发呆 又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格吼吼 怪物石魂已经冲了过来 挥剑朝林乃斩去 林乃吸睛道 喂 小心 林乃还是没动 头也没抬 但当大剑竖展而来的时候 他的身体却忽然往右侧平移了一段 带出一道的灰白色的幻影 完美地避开了这一下劈之剑 怪物石魂似乎自己也愣了一下 又立刻握着大剑再一回扫 林乃抬头了 眼神一灵 煞时感觉到某种灵魂之力 在他手中汇聚 在他的意识之中 他看到了一柄银闪闪的武器 是那次在白死神办公室看到的那柄银白镰刀 嗡 林乃表情沉了下来 下意识地抬手 在他的手中 赫然出现了一柄银白色的巨大死神镰刀 当 死神镰刀与石魂的大剑碰撞在一起 两柄非凡之刃 发出如壮钟一般的颤音 吼 石魂发出咆哮 两柄武器碰撞发出的一波波声音连依 让他的灵魂好像受到了某种创伤 猛地向后撤去 林乃咬破了嘴唇 但是 他掌握的力量明显很不稳定 死神之连在他手中仅仅出现了不到半秒钟 转瞬间又化为灰白光影 在他手中消失了 林语希正正地看着 刚刚那是什么 刚刚林乃的手上 是不是突然出现了一样白色的东西 然后又消失了 还是自己看错了 刚才那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 而且 林乃和石魂的动作太快 加上强烈的魂力气流 旁人根本无法看清具体情况 好 怪物石魂看到林乃手中没有了镰刀 再次抡起大剑卷土重来 这时候 一个倩影突然闪现而出 挡在林乃的面前 是叶瓦 杨小川看到叶瓦 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孩突然出现 心惊道 我去 这是要殉情吗 危难时刻才能看清人心 那个女孩居然在这种时候 选择挡在男孩的身前 还是个这么漂亮 可爱的女孩子 我要是在危难的时候 有个妹子能这么奋不顾身地救我 我肯定一身 算了 想想也知道肯定没有 马德 好羡慕 剑人破空 化作一道幽蓝色的冷芒 已经来到夜晚的眼前 眼看就要将娇小的人 劈成两半 林雨膝下地闭上了眼睛 不忍去看 过了好半天 她眼皮才敢缓缓抬开一条缝 却看到了令她错愕的一幕 那柄残缺的大剑 悬在少女的头顶 像是时间被停滞了一样 仔细地看 可以看见那柄大剑 微微颤动着 怪物食魂 握着大剑的手臂 也爆出了一条一条的黑色经络 掠出锋利的獠牙 身上的蓝色气息一散而出 可见她在拼命用力 但少女的体表之外 仿佛覆盖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 大剑无论如何 都无法再斩下去半分 夜晚的瞳孔 已经变成了血红玛瑙般的颜色 原本清纯呆萌的少女 此刻眼眸中 透出一股邪性的冷艳 曾经的神意 有趣 夜晚嘴角微微仰起 抬起右手 手中捏着一个暗红色的混沌光团 五指展开 又呼地一握 光团爆炸 暗红色的混沌能量 呈喷雾状 向正前方倾泻而出 怪物石魂被那能量震了出去 成一条直线冲出去五十多米远 碎石飞溅 地裂吐开 身上那原本就已经非常残破的盔甲 血肉 都被这股能量倾泻炸得更加粉碎 唐红山震惊 是魂之手 这个女孩是魔艺 而且等级不低 万象节 该不会前两天 有市民打电话说的 有魔艺来到夜城 就是她吧 林奈悠悠地看了夜晚一眼 结果 这姑娘还是出来了呀 怪物石魂倒在地上 右边的胸口被轰出了一个大洞 幽蓝色的火焰 在其中熊熊燃烧 曾经高高在上的神明 居然变成了这番可怕的模样 真是可怜的家伙呢 夜晚迈着步子 走到怪物石魂的面前 眼神顽未轻蔑 话说 你的神力也变得太无浊了吧 看来 你变成亡灵生物之后的精力很精彩呢 到底是吞噬了多少魔鬼的灵魂 才会变成这样 怪物石魂 好像被少女的话语刺激到了 不自量力 怪物石魂冲到夜晚面前 大剑往地上一插 一聊 扬起大片沙尘 然后猛地一个转身 一个拐身 冲向相反的方向 逃跑了 夜晚 林奈 唐红山林雨昕 杨小川 可可爱 现场 烟尘滚滚 等到尘埃散去 怪物石魂已经不见了踪影 林奈心里有些无语 没想到这个石魂居然这么怂 好歹曾经也是一位神明啊 居然就这么跑了 唐红山挥打着尘埃 握着执刀站了起来 嗨嗨 小川 雨昕 你们都没事吧 林雨昕回应道 唐队 我们没事 刚刚与怪物石魂打了个照面 他的胳膊被剑气划伤了 不过并没有大碍 杨小川也说 我也没事 然后看向四周 问 那头一节怪物跑了吗 看来是的 唐红山说着 然后神色复杂地转过头去 看向不远处的夜晚 没想到 这一趟不只是找到了 白死神的使徒 找到了那头 拥有神力的怪物的线索 还找到了那位 万象级的堕落天使 不知道这位黑天使 来到人类未免 真的是意外迷路了 还是另有隐情 林奈抬起手 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若有所思 刚才面对食魂 情急之下 他成功把白死神办公室的 那把银色镰刀 给弄出来了 可是刚才是怎么做的 林奈想要再次找回 刚刚那种感觉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暗叹了口气 林奈按道 这玩意儿可真难控制 夜晚的眼睛 慢慢变回了正常的黑色 他来到林奈的面前 林奈哥 摸了摸他的头 刚才谢了 嗯 少女低下头去 手指捏着衣服的扣子 唐红山马上联络了 狩猎人总部 喂 大队长 我们已经找到那个 打伤一小队狩猎人的怪物了 不过对方不是魔物 是一个未知的一介种族 而且拥有一部分神力 我们没能抓到他 让他给跑了 是的 具体情况等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对了 我们已经找到那位 白死神的使徒了 嗯 我会尽力说服他 挂断电话 唐红山将长横刀收回刀鞘 来到林奈的面前 同学 没受伤吧 林奈耸耸耸肩 一点擦伤而已 无大碍 唐红山点了头 这时他看向旁边的夜晚 顿了顿 说道 想必您就是黑天使一族的夜晚殿下吧 你好 我是人族夜成熟夜人三小队队长 唐红山 夜晚见到一个陌生大叔 突然到他面前打招呼 顿然有些无措 啊 我 你 随即连忙微微攻身 礼貌地道 你好 唐红山有些茫然 这才一会儿的功夫 这姑娘 怎么突然感觉 跟变了个人似的 扭头看向林奈 用询问的眼神 望着他 林奈摸了摸鼻子 M没事 她设恐犯了 这孩子没怎么接触过陌生人 唐红山 哦 她双重人格 不用在意 受到刺激 就会变成刚才那样 林奈摆了摆手 唐红山恍然 双重人格吗 这么说 之前那个打电话说 收留了一个在外面中 迷失方向的黑天使少女的人 就是你 是我 林奈歪了歪头 这么说 你就是那天接电话的大叔 是的 唐红山哭笑不得 没想到这世上 还有这妖巧的事 林奈同学 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怎么样 唐红山聊回了正事 林雨昕和杨小川 也都跟了过来 期待地望着林奈 林奈大概能够猜到 他们想要说什么 但还是平静地问道 有什么事吗 你觉醒的是 非常有潜力的神明序列 唐红山望着林奈 很正式地说 我们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守夜人 林奈顿时沉默下来 似乎是在考虑什么 唐红山见他这个反应 倒也不着急 我们还是上车聊吧 怎么样 好 林奈干脆回应道 唐红山笑了 又看向夜晚 夜殿下 你应该是初次来到我们 人族未面做客吧 一起到我们夜城守夜人总部 做一做如何 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黑天使的同盟朋友 啊 夜晚犹豫 看了看旁边的林奈 好啊 守夜人的车子 已经开了过来 停在了路边 那是一辆很大的越野车 能坐七个人的那种 几个人分别上了车 唐红山上车前 林雨昕偷偷拉住了他 低声说 唐队 刚才信息组的兄弟 发短信给我 说基因公司的人 已经抢先我们 一步找过林奈了 唐红山顿时没貌一条 林雨昕有些担忧地说 基因公司可比咱们有钱啊 给的条件啊 资源啊 福利啊 都比咱们守夜人好 万一 没有万一 唐红山严肃 局长已经下了 死命令了 无论如何都得把他拉拢过来 这事儿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没办法 那可是神明序列 潜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人类历史上最强的使徒 太阳神继承者 据说最高掌握了 太阳神21%的力量 一人之力便可占百万魔物 翻手之间 便可以毁灭一个小卫免 一个国家 若是能出现一个 拥有超过10%神明之力的使徒 在国际上的地位 就会直线上升 一个国家拥有使徒的数量 也是这个国家实力的象征 比核武的威慑力还要大 可是要怎么说服他呢 你想好了吗 林雨昕担忧地问 这年头的年轻人都不爱谈梦想 都是朝前看的 咱们守夜人可是几大势力 之中最穷的 绝对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唐红山拍了拍他的肩膀 几眉弄眼 我的魅力 你还不知道吗 林雨昕 放心 唐红山咧开嘴角 露出一个淡淡的 自信的笑容 车门我已经汗死了 他若是不答应 今天谁都别想要下车 林雨昕 几人上车以后 越野车缓缓驶去 看着越野车缓缓驶去的影子 一男一女 两个身影 从路边走了出来 两个人都穿着像道士一样的服饰 黑天使文明培养的战争兵器吗 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高高瘦瘦的男人摸了摸下巴 饶有兴趣地说道 白死神的使徒 黑天使一族的战争兵器 这两个人居然碰巧走在了一起 命运的巧合还真是有趣 师父 黑天使的战争兵器 是什么意思 旁边一个同样穿着道服 却扎着双丸子头的年轻女孩问道 高瘦男人笑了笑 说 那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与其说是战争兵器 不如说是 黑天使文明耗费几亿年的实验研究之后 培养出的一个实验品 不过 是最优的实验品 越野车上 唐红山已经开始发挥他老忽悠的功底 手臂勾搭在林奈的肩膀上 像个老油条一样 开始跟林奈讲解起 加入守夜人的好处 跟你讲 我们守夜人的妹子可多了 嘿嘿 虽然说 我们的直属学校训练 是艰苦了一点 但我们这个大家庭 主打的 就是一个贴心 教官一半都是御姐美女 训练都是手把手教学的 老实温柔体贴 知心善良 愿意帮学生解决任何烦恼 学姐热情开朗 主动奔放 那帮小姑娘 最大的爱好 就是撩搏鲜肉小学弟 我平时老劝他们收收口水 注意影响都劝不住 而且 咱守夜人绝对不搞刻板思想 爱谈恋爱谈恋爱 领导带头 鼓励生五个的那种 生娃期间 还有福利补贴 除了训练和执行任务的阶段 其他时间爱干嘛干嘛 绝对不多干涉管制 如果你害羞 内向 嘴笨 不会谈恋爱 没关系 我们守夜人 每个月都有联谊活动 对象包分配包满意 对有全是辽级助攻好能手 怎么样 考虑考虑 加入我们守夜人 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哟 唐红山乐呵呵地说着 简直像是忽悠人的传销组织头目 林雨昕 下画线 林雨昕坐在唐红山 和林奈的对面车座上 一脸嫌弃地看着自己的队长 原来这就是队长拉人的对策 不过这好像也是没办法的事 守夜人的整体福利 确实在几大势力之中 并不算好的 各大财阀公司都太有钱了 基因公司光是签字费 就舍得给2000金龙 后续每个月的工资 补贴 修炼资源更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守夜人终究还是一个 受雇于官方的正规战斗组织 哪里有那些资本家财力雄厚 唐红山一脸得意 对自己的这套说辞 非常满意 像林奈这种刚刚18的小年轻 哪个对谈对象不感兴趣 情窦初开 荷尔猛暴涨的阶段 妹子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唐红山也是从那个年纪过来的 现在的她已经是个老油条了 这还不轻轻松松地拿面 不过很显然 唐红山的算盘打错了 林奈听完之后 毫无反应 面无表情 唐红山见状微微张了张嘴 本来想要继续吹下去的话 卡在猴头又停住了 这小子该不会对男孩子 比较感兴趣吧 杨小川全程没听他们说什么 她的眼睛不时偷瞄 像林奈旁边美丽甜静的少女 叶尔端庄而安静 一身歌特式白丝女仆装 坐在那里 就好像一副美丽的二次元漫画一样 令人怦然心动 她好可爱 扑通扑通 杨小川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叶尔一直望着窗外 这时转了回来 眼神单纯 嗯 杨小川顿然脸红 连忙低下头去 捏着自己的手指 看着自己的双腿 林奈这时淡淡的说 其实在你们之前 基因公司的人已经找过我了 他们给的条件福利比你们优厚 这个 唐红山大汉顿时冒出来了 马德基因公司那帮兔崽子 消息那么灵通 下手比他们还快 林奈同学啊 你可不能被那帮资本家给忽悠了呀 唐红山认真的说 那些王八蛋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别看他们给的钱多 他们那种公司的坑也多得很 你要是加入他们 前程可就毁了呀 林奈 我确实没答应他们 唐红山顿喜 哈哈 这就对了 林奈 但我也没拒绝他们 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唐红山 行了唐队 你别说话了 林语希瞪了他一眼 随即笑嘻嘻地对林奈说 林奈同学 其实我们守夜人 对待有天赋的超凡者 还是很有诚意的了 尤其是你这样的神明继承者 你可以提条件啊 虽然我们的开销不多 但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啊 我相信 以你的潜质 只要提的要求不是太过分 上面一定能答应的 林奈沉引了一会 对点了点头 我考虑考虑 好好 林奈同学 你好好考虑 唐红山说着 突然又露出一副忧伤的面容 一只手捂住了脸 其实 林奈同学 还有一件事 我一直没说 林奈猛逼 呃 我以前的老摄友 他得了绝症 快要死了 唐红山捂着眼睛 声音悲痛 他临死之前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在 亲眼见到一个神明使徒 加入守夜人 所以 请你务必要加入守夜人 拜托了 呜呜呜呜呜 林奈 我觉得这个梗有点老 对面的林语戏点了点头 我也觉得 唐红山 很快 车子停在了守夜人 总部的大厦楼下 唐红山从车上跨下来 拎着直刀 风衣一甩 如果没人看到他 刚刚在车上那幅形象的话 倒还算是一个 比较帅气的长发 沧桑大叔 门口的几个守夜人 见状立刻围了过来 唐队 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了 听说你们找到 那个打伤一小队的魔物了 放心 我出马 稳的 唐红山往后指了指 淡淡地说 而且 我已经把那位 新觉醒的神明继承者 和那位来未面做客的黑天使 都带回来了 几个守夜人 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纷纷看向林奈和叶瓦 那一个个的眼神 简直比看大熊猫还要兴起 叶瓦看到一下子那么多人 顿时有些害羞 快步几步跟紧了林奈 悄悄抓住了他的大手 林奈愣了一下 回头看了看他 笑了 射恐又犯了 没有 叶瓦低下头去 还不承认 我 我会努力锻炼的 林奈 那你跟紧我吧 叶瓦 嗯 跟在后面 望着一同走进去的林奈和叶瓦 杨小川停下脚步 面如死灰 忽然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喂 你怎么了 林雨昕从后面走过来 奇怪地望着他 杨小川叹了口气 我失恋了 林雨昕 林奈进了守夜人总部 先被林雨昕带到了一级会客厅等候 而唐红山则上楼跟局长汇报情况去了 你们先喝点东西 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林雨昕给二人端来了两杯茶水 微笑着说道 啊 谢谢你 夜晚接过茶水说道 林雨昕眨了眨眼 好奇地望着夜晚 大概她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有礼貌的摩尼吧 等待的这段时间 几人坐在会客厅随意地聊了一会儿 林雨昕是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子 跟谁都能聊得来 话匣子源源不断 从来不会冷场 对了 我还一直没有自我介绍过呢 林雨昕笑嘻嘻地拍了拍自己青春的胸脯 我叫林雨昕 19岁 四级超凡者 职业序列69 粉红爆破家 擅长各种定点不定点的爆破异能 还有大范围伤害攻击 然后又指了指旁边的杨小川 他叫杨小川 也是19岁 四级超凡者 职业序列94 网络工程师 他是搞技术这一块的 战斗水平一般般 杨小川不服气地撇了撇嘴 行说 我要真的认真战斗 也不差得好吧 林黛愣了愣 没想到他们原来这么年轻 居然只比自己大一岁而已 以他们的年纪 居然已经是四级超凡者了 怪不得能够加入守夜人 要知道 在夜城大学的时候 梁魏仅仅是1.9级 就已经被辅导员评为天之骄子了 守夜人 虽然对比基因公司 这种大财阀集团的话 是比较穷酸的存在 但依然是全国最顶级的 几大势力之一 记得当初梁魏达到1.9级的时候 有曾经去尝试过面试守夜人 结果第一轮就直接被涮下来了 林玉希笑着对林奈说 林奈同学 你可是继承神明力量的使徒 你的天赋远超我们 以后肯定会是守护人类文明的大英雄呢 林奈没说话 一脸兴趣缺缺的态度 大英雄吗 林玉希眨了两下眼睛 你好像一点也不兴奋 我为什么要兴奋 成为大英雄啊 被外人崇敬啊什么的 就像电影里那样的超级战士 不是你们大多数男孩子的梦想吗 嗯 这大概是我小学时候的梦想 那为什么后来就不想了呢 因为我的父母都死在了未面战役中 家里就剩我一个 林奈耸了耸肩 各种开销的担子都落在了我自己的身上 每个月都要面临交不上灵气税的危机 当你连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都成问题的时候 你还有空梦想着成为英雄吗 林玉希微微张了张嘴 随即说道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没关系 林奈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压根就没有什么梦想 只有两个想要的东西而已 一个是赚钱 不需要太多 但至少需要用钱的时候 不会被一点金钱所难倒 记忆中 爸妈还在事实经常吵架 十次有十次都是因为钱 另一个是拥有保护自己身边的人的能力 虽然身边的人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 扣扣扣 静 唐红山推开门 只见庞局长就坐在办公桌的后面 握着一支笔忙碌的书写着什么 局长 我回来了 嗯 我已经听说了 你把那个白死神的使徒带回来了 怎么样 他答应加入我们守夜人了吗 还没有 不过 他提了一个条件 如果我们能答应 他就加入我们守夜人 庞局停下了笔 缓缓抬起头 直视着唐红山的眼睛 什么条件 唐红山沉默了一下 回想起刚刚下车之前 林奈对他说的话 唐队长 唐红山正要跨下越野车 身后的林奈忽然叫道 嗯 唐红山胡一回头 林奈看着他问道 如果我 加入你们守夜人 是不是无论你们下达什么样的任务 我都必须无条件地去完成 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 唐红山愣了愣 说 那当然了 我们守夜人是纪律严格的战斗组织 虽然不完全算军人 却也受官方雇佣 每一个守夜人都是有签合同的 领导下达的任务 当然要无条件完成 林奈 我需要拥有一个 在合理情况下 可以拒绝任务的权利 唐红山 啊 林奈 如果你们答应 我就同意加入 这就是他的原话 唐红山无奈地说道 庞菊手指抹扎着自己的刚笔 沉默许久 他真的这么说的 唐红山 是的 庞菊缓缓扬起嘴角 露出一个笑容 这孩子 不简单啊 诶 唐红山愣住 他还以为 庞菊一定不会答应啊 因为在此之前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庞菊食指交错 放在桌上 提条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放眼全世界都 只有109位 掌握神明之力的使徒 他有资格提条件 这个条件并不算过分 只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还以为他会像大多数人那样 提一些钱啊 修炼资源啊 女人啊之类的东西 唐红山试探地问 所以您的意思 是答应他这个条件了 答应 当然要答应 庞菊说 不但答应 我还要赠送他其他条件 金银公司给他多少签字费 我们给他双倍 唐红山嘴角微微抽了抽 我们有那么多经费吗 当然没有 庞菊说 我自己贴 白死神办公室 林奈睁开眼 缓缓吐了口气 果然 他现在可以随意地 打开意识中的这扇门了 我尊敬的白死神大人 您回来了 真是令人惊喜 这一次 您回家的频率比上一次 早了20万年 0325天 我代表王林之海的 1000加王魂 欢迎您的回归 墙壁上的AR骷髅头莫兹 用高昂涌叹掉的语气说道 林奈没有搭理他 禁止走到办公室的 黑色大书架前 从上面取下一本书 正是那本 《亡灵监狱囚犯名册》 他找到了怪物 石魂的那一页 姓名 石魂 种族 神 职位 第七代剑神 判神 曾囚禁时间30万年 亡灵状态 越狱 下落不明 入狱原因 与恶魔作交易 被定罪为判神 后被第六代 神王黑军下令审判 白死神标注 被污蔑的 林奈若有所思 被污蔑的 又翻了翻名册上的 其他几页 基本上 除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 神体死亡的神明 其他被定义 被判神的神明 基本末尾后面 都会有一个白死神的标注 被污蔑的 这就有意思了 林奈回想起之前 怪物石魂 见到自己的眼神 充满了怨恨与愤怒 如果他在亡灵之海服刑 完全是被神界刻意冤枉的 那也就可以理解了 骷髅头莫兹 忧愿地叹了口气 大人 你好冷漠 林奈 无语地转过身 骷髅头莫兹说 大人 我怎么觉得 您的性格变了这么多 以前您不会这么沉闷的 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还不等林奈回答 骷髅头就自话自答 哦 也对 毕竟诸神闻名 已经灭亡了 即便是曾经如此乐观的您 应该也难以承受 这样的打击吧 林奈心想 这白死神的AI秘书 多少沾点离谱 莫兹 在呢 我问你 当初剑神 石魂到底犯了什么事 林奈拿着 亡灵监狱囚犯名册 问他 他为什么会被神王审判 骷髅头顿了顿 啊 这个嘛 我只要告诉您一件事 我想您就该明白了 什么 剑神 石魂的父亲 是当时的前任神王 也就是第五代神王 格朗 林奈威微张了张口 随即又闭上 明白了 没想到 即使是诸神闻名 都有这样的权谋斗争 看来您的记忆 是真的丢失得很严重 莫兹说道 嗯 我现在能回忆起的东西很少 林奈顿了顿 包括我的神力 也远不如当初 趁现在先编个借口先 他现在的实力 恐怕连真正白死神的 0.0001%都没有 这个AI智能看起来 虽然有点骚 但实际上 说不定惊的一批 万一被他看出来 我并不是真正的白死神 卡罗斯 而是个人类冒牌货 搞不好会有什么麻烦 这是正常的 莫兹说 您的亡灵之海 原本居住着 足足几千万亿的魔物 神物亡灵 现在却只剩下一万多了 您的神力肯定大减 林奈挑了挑眉 我的神力 还跟亡灵之海的亡灵数量有关 那当然了 莫兹说 每被囚禁在亡灵之海的一个灵魂 都可以增强您的实力 若是一些 与您签订了契约的亡灵 还会受您的驱使 帮助您战斗 林奈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 那若是神明的亡灵吗 我也可以驱使他们 莫兹 当然 只要他们肯与您签订契约 将灵魂卖给您 林奈低头思考 嗯 莫兹 不过吗 一般来说 神明都是高傲的 他们宁愿永远被囚禁在亡灵之海 受尽最痛苦的折磨 也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 林奈眯了眯眼 我明白了 林奈离开了办公室 来到了亡灵之海 这片大海 还是那样的一片灰暗 死寂沉沉 安静的诡异 远方不时传来一声亡灵的悲鸣 痛苦且暴力 林奈来到海上的一块礁石前 惊悚地往后缩去 喉咙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但他的身上被灵魂铁链束缚得死死的 根本无法动弹 林奈拿起囚犯名册 翻了翻 姓名 暗影魔狼 种族 魔 术 凶兽 等级 邪虫 亡灵状态 囚禁中 这头狼形魔物亡灵 就是那天觉醒之日 从夜城的二号 空间门跑出来的魔物亡灵之一 这怪物以前就是亡灵之海的囚犯 只不过后来诸神闻名覆灭之后就逃遇了 前两天才被灵奈抓回来 灵奈眯了眯眼睛 莫兹刚刚告诉他 对待这些被囚禁在亡灵之海之中的灵魂 他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契约他 让他成为可以为自己作战的契约生物 二是直接阴灭他的灵魂 让他融卫这亡灵之海的一滴海水 白死神的力量就会得到增强 灵奈举起了从办公室里拿出来的白死神之脸 呜呜暗影魔狼发出恐惧的声音 身体瑟瑟发抖 仿佛是在求饶 虽然是等级最低阶的弱小魔物 不过 我现在的确需要一些帮手 灵奈冷冷看着暗影魔狼 说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沉默静着亡灵之海 另一个是沉浮于我 与我签订契约 为我效劳一段时间后 我会帮助你的灵魂重新转世 暗影魔狼眼睛一亮 根本没有犹豫 傻子才会选择一呢 很好 灵奈说着 伸出手去 一根手指轻轻触碰在 暗影魔狼的脑袋上 缓缓驱动神力 阴晕的光影将其笼罩 很快 一个白死神的印记 出现在了暗影魔狼的额头 离开了亡灵之海 灵奈缓缓睁开了眼睛 原来 她在守夜人会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起身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正想伸一个懒腰 谁知这个时候 突然砰的一下 一个人影从天而降 重重地摔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昂贵的灵木茶几 就这么被直接砸成碎片 灵奈 什么情况 我就睡了一觉而已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有魔物入侵到守夜人总部了吗 灵奈一脸猛逼 定睛一看 才发现 砸在她面前茶几上的人 竟然是跟唐红山一起的守夜人队员杨小川 杨小川 饶 饶命 一个邪魅而冷艳的声音悠悠响起 怎么样 现在还想看吗 夜晚眼眸心红似血 玩味地说着 眼神却透着一股令人胆寒之气 杨小川哭丧着脸 玩儿姐 我错了 我就是嘴瓢了而已 夜晚眯了眯眼 我好像跟你也不是很熟哦 你叫我什么 杨小川连忙改口道 夜姐姐 夜殿下 夜仙子 我错了 真错了 我不是故意冒犯的 雨昕 雨昕 你快帮我说说情啊 灵雨昕抱着双臂 板着脸靠在一边 面无表情地撇了撇嘴 你活该 夜晚抬手 纤细地无止 虚空一抓 杨小川就好像真的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 被举到空中 然后又被狠狠地按到了墙上 会客厅的墙壁再次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灵乃愣了半天没看明白 歪了歪头 一脸古怪地问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怎么她才睡了一会儿 就给打起来了 灵雨昕撇了撇嘴 坐到她旁边 说 刚刚你睡着了 有个白痴一直偷偷盯着人家娃儿的腿看 还看呆了 下意识嘴瞟说了句 好白 灵乃 杨小川委屈巴巴地道 我就是看一看而已嘛 也没做什么 是吗 夜晚血红色的眼眸一眯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刚刚给我端茶 送水到咖啡那么殷勤 是想要趁机偷偷碰我的小手 杨小川 知道了缘由 灵乃有些同情地看了杨小川一眼 看来这家伙是触碰到了夜晚的防御机制了 才把这个红颜女魔头放了出来 我知道错了 杨小川哭的心都有了 她知道林雨昕肯定不肯救她 又可怜巴巴地 转头用求助的眼神看向灵乃 灵乃同学 你帮我向娃儿姐 哦不不不 帮我向夜殿下求求情吧 我真不是故意的 灵乃耸了耸肩 表示爱莫能助 她哪里说服得了这个女魔头 不过 这里终究是守夜人总部 在人家的地方 闹事终究不太好 犹豫了一下 灵乃还是试着说了句 算了娃儿 你也揍她一顿了 放她下来吧 没想到夜晚居然笑了笑 说 好吧 看在灵乃的面子上 我就放你一马 说着她五指松开 杨小川这才从墙上滑落下来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夜晚拍了拍手上的灰 坐回到灵乃的身边 还俏皮的 冲她眨了眨眼睛 灵乃低声 在人家的地方 你就不能克制着点 夜晚一脸委屈的说 可是被除了你意外的人盯着看 人家心里不舒服吗 灵乃无语 不过知道夜晚这么说是 故意调戏她的 也没往心里去 这个时候 唐红山回来了 看到会客厅的状况 她直接张大了嘴巴 目瞪口呆 是什么情况 地震了 夜晚笑嘻嘻的说 没事没事 我们刚才等的无聊 玩了一个打乒乓球的小游戏 说着 转头看向杨小川 对吧 那边那个小弟弟 杨小川听到夜晚的声音 浑身打了个寒净 勉强挤出一个笔窟 还要难看的笑容 对的 唐对 我们刚刚在玩游戏呢 唐红山复杂的看了夜晚一眼 果然跟档案里的夜晚一样 不是省油的灯啊 林奈 局长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了 唐红山将一纸合同交给了林奈 不仅如此 她还表示 愿意给基因公司 给你开的双倍签字费 林奈微微一愣 我好像并没有这个要求 是的 这是局长主动提的 林奈沉默了下来 她大概能明白 夜城守夜人局长的意思 这多出来的签字费 基本是属于收买人心 主动给和被动给 完全是两码事 对于领导而言 有的时候 只需要几句鼓励和肯定 就可以让一个手下感动的 为其死心塌地的卖命好一阵子 在学校的话 很多老师也会用这种方法 偶尔多夸某个学生几句 那个学生就算本来懒得学习 这种方法也要因人而异 有些人吃这套 有些人不吃这套 看来这个局长 并不是属于那种 很刻薄古板的领导 而是懂得恩威病师 很懂得用人的领导 林奈虽然还没有见过这个局长 但基本已经猜出了 这个局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只要你在这上面签字 以后 你就是我们守夜人的一员了 唐红山拿出一支笔 递给了他 林奈接过笔 基本没怎么停顿 很干脆地 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姓名 欢迎你 以后我们就是队友了 唐红山笑了 伸出手去跟林奈握了握 跟我来吧 我先带你去绑定一下系统 林奕希笑嘻嘻地站起来 我也去 唐红山点了点头 然后冲杨小川说 小川 你先下楼去车库 帮我把数据箱拿上来 刚刚我忘记落在车上了 杨小川无奈 唐对 我还受着伤呢 唐红山瞥了他一眼 行了 就这点伤 你又不是小姑娘 夜晚刚刚 虽然将杨小川 像乒乓球一样拍来打去 但其实下手很有分寸 老老实实地坐电梯 去了停车场 哎 我的恋爱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呀 在女神面前 留了个极坏的印象 连手都没碰到 还被揍了一顿 这一天简直糟透了 来到停车场 这里是位于守夜人 总部大厦附一层的地下车库 杨小川打开越野车的车门 从中取出数据箱 嘟囔道 唐对也真是的 怎么丢三落四的 他并没有注意到 在他的后方 一片黑影缓缓凸起 渐渐从里面冒出 一个人形的诡异生物 一双幽冷心红的眼睛 阴侧侧地望着他 杨小川检查了箱子的完好性 便将其收起 这个时候 黑影中的生物动了 他以极快的速度 接近并从攀上了他的身体 杨小川终于意识到危险 什么东西 然而 已经来不及了 他感觉到 一个诡异的东西 已经缠绕住了他的身体 动弹不得 嘿嘿 朋友 你放心 你想要的我都会帮你得到 尖锐而难听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不过 你得把你的身体 借给我用用 嘿嘿嘿 你是什么 杨小川惊恐万壮 拼命挣扎着 却无济于事 那诡异生物 似乎并没有肉体 纯粹是一团 像是黑雾一样的灵魂 那一缕一缕灵魂 钻进了杨小川的那儿孔里 鼻子里 眼睛里 滚开 快从我的身体里出去 你 声音越来越微弱 最终 那阴影生物不见了 而杨小川缓缓地抬起头来 眼睛毫无聚焦 嘴角却微微扬起 露出一个圣人的笑容 林奈 叶瓦 唐红山 林玉希 四个人一同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 这是一个充满科技感的房间 各种科学仪器 布置得满满的 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 在这里忙碌着 接下来 我们要帮你激活系统 它可以帮助你 更好地掌握你的能力 唐红山认真地望着林奈说道 林奈疑惑 系统 那是什么 唐红山微微一笑 你马上就知道了 很快 一个科研人员走到林奈身边 手中还拿着一个 类似超市扫码器一样的东西 我们帮你注射系统核心 稍微有一点刺痛 你远一下 年轻的科研人员说 林奈并没有搞明白 但顿了顿 还是轻轻点了头 科研人员将扫码器 拿到林奈的脖梗后方 轻轻移扣扳机 只听滴的一声 林奈感觉后颈一阵刺痛 但咬牙忍住了 接着 没过几秒钟 他的眼前顿然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系统面板 滴滴 提示 系统已激活 提示 系统正在扫描分析您的身体属性 提示 分析完毕 提示 系统已与你的基因绑定 目前处于初始状态 一切设置皆为初始化设定 提示 AI正在计算你的基础属性和序列能力 以帮你规划好最佳的修炼路线 林奈一正 这是 很快他就意识到 这个面板 是只有他自己能够看见的 现在 你应该明白了 唐红山说 这是你的个人系统 是用你的意识控制的 可以方便你做很多事情 你只要稍微摸索一下 就基本能够掌握他的功能了 原来如此 林奈一时一动 便进入了系统的主菜单页面 初始的系统页面不多 只有寥寥几个选项 分别是 个人属性 物品栏 技能术 系统商城 任务列表 通讯录 装备工厂 林奈按道 这简直就是网络游戏的面板啊 唐红山笑道 怎么样 通常网络小说里 只有主角才拥有的金手指 现在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科技来实现了 林奈点头 确实神奇 他用意识选择了物品栏 这一项 发现里面暂时是空的 于是他又打开了个人属性 基础信息 姓名 林奈 年龄 18岁 等级 1.0 职业 百死神使徒 社会职位 夜城守夜人城南第三小队 实习队员 积分 20 基础属性 生命 8 柱 清零时死亡 力量 7 住 影响你的物理攻击 爆发 持续性伤害等属性 敏捷 9 住 影响你的移动速度 灵活程度 攻击速度等属性 精神 12 住 影响你的大脑状态 魂力上限 施法速度 魔法攻击 技能冷却速度 以及受外界精神干扰的抗性等属性 智力 12 住 影响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学习能力和判断力等属性 体力 10 住 影响你的耐力和血量等属性 防御 6 住 影响你的物理防御能力等属性 抗性 7 住 影响你对魔法 毒 灼烧 寒冷等特殊伤害的防御能力 魂力 50 住 你的总魂力 使用序列能力时需消耗魂力 魂力耗尽将进入昏迷状态 神力 3 住 你的总神力 使用神明的部分特殊能力时需要消耗神力 神力耗尽将进入虚弱状态 翻页进入详细属性 灵乃神色复杂 看到自己的身体属性被用数据化的方式这样写出来 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选择了翻页 到了第二页 还有更加详细的属性 包括攻击力 爆发力 耐力 视力 听觉 免疫力 细胞强度 肌肉强度 代谢功能 甚至精子质量和发质都有详细说明 站在一旁的林雨昕和唐红杉 看着灵乃的表情都是暗暗一笑 想当初 他们刚刚进入守夜人激活系统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这个反应 林雨昕手指戳了戳唐红杉的胳膊 小声道 话说 咱们还是第一次接触神明序列的觉醒者 你想不想知道她的个人属性 唐红杉瞥了她一眼 别做梦了 那可是严格保密的东西 每一个超凡者的个人数据 都是个人的最高隐私 除非是她自愿告诉你 否则连守夜人总局的局长都没有资格看 只有国家才能知道 林雨昕吐了吐舌头 我就是好奇 随便一说吗 系统基本的功能 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 唐红杉问道 林乃轻轻点了点头 嗯 除了个人属性 你还可以将各种生活用品 武器 小道具 放在物品栏中 平时就无需随身携带了 有需要直接通过系统下载就行 唐红杉说 你可以试试 林乃听言 拿出自己的手机 一时一动 手机就在手上消失了 打开系统的物品栏 果然有一个空格储存着手机 物品 西瓜14plus智能手机 介绍 灵气复苏318年的老款智能手机 由基因公司出品 林乃又是一时一动 尝试将其从物品栏中下载出来 只见眼前的面板 出现了一个进度条 数据快速读取 很快一大堆数据集中在了他的手上 变成了一部手机 林乃咋舌 确实神奇 唐红杉笑道 系统物品栏出使是20格 每一格最多存放100千克的东西 不过物品栏可以升级 你可以自己花钱在系统商店里购买 林乃 果然有完网游那味了 啥都要钱 唐红杉说 对了 提醒你一句 系统很方便 但也千万不要将所有重要的东西 都存放在物品栏中 林乃 这是为什么 林乃 这时替他回答道 因为系统终究是系统呀 物品从中取出 是需要下载的 万一没信号了 你身上傻保命的东西都没有 不就遭中了 林乃瞪大眼睛 还会没信号 这个嘛 虽然目前我们人类的网络覆盖 已经相当全面 即使到了异味面 也依然可以使用系统信号 但凡是终究有一个万一 林乃耸耸了耸肩 林乃好奇 你们以前有遇到过系统没信号 无法下载武器的时候吗 从来没有 林乃稀吐了吐舌头 但是每一任守夜人 教导新人的时候 都会这么交代一句 至少得在身上 留把魂力手枪 或者短刀之类的 林乃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唐红杉接着说 系统商店 除了可以升级系统功能 还可以购买各种武器 道具 枪械 防护服 也可以购买日常用品 以及食物 事实上 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东西 上面基本都买得到 应有尽有 的技能修炼方案 任务列表中 可以看到守夜人 发布给你的任务 也可以看到正在执行的任务 你也可以在任务大厅 自主接受任务 完成任务 可以得到不菲的奖金 通讯录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你还可以将你的微信 扣扣等聊天账号 与其相连 装备工厂 可以进行枪械 武器的改造 也可以为装备附魔 如果还有不懂的 你也 可以随时再问我 林雨昕 这时笑嘻嘻地指着自己说 也可以问我要 以后到了守夜人直属大学 你就是我的学弟了 学姐我肯定会照着你的 唐红山伸手 按在他的脑袋上 对 也可以问他 不过这孩子就是 偶尔有点不靠谱 林雨昕不服气 我哪里不靠谱了 夜晚 红眼状态 在房间里随意地走来走去 饶有兴趣地 看着那些高科技设备 不时地点点头 说 不错吗 你们人类的科技水平 好像也进步了不少 唐红山笑了笑 夜殿下过奖了 未免战争仍在持续 我们人类也不敢怠慢 无论是武道还是科技 我们都在努力寻求进步 夜晚 嗯 差不多已经进步到 我们黑天使未免幼儿大班的水平了吧 唐红山 唐队 数据已经测算完毕了 一个程序员拿着一个平板 走过来说道 确认林奈同学觉醒的序列 是零号神明 白死神 各项指标正常 系统已经完成安装 唐红山点点头 林奈顿了顿 我可以自己到旁边 去测试一下系统吗 我还想自己摸索摸索 唐红山道 当然可以 林奈刚刚觉醒系统 肯定会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看自己使徒的能力 这个时候 杨小川回来了 他压着脑袋 眼神幽冷 缓缓扫射着房间里的每一个守夜人 并没有人对他起疑 唐队 你的数据箱 杨小川来到唐红山身边 将箱子交给他 声音冷淡的没有一点感情 哦 谢谢 唐红山接过箱子 完全没有怀疑 身边的杨小川已经不是他本人了 或者说 他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根本没有心思想那么多 现在 找到了白死神的使徒 该去解决那些 跑进夜城 藏在全城各处的魔物了 唐红山这么想着 林奈自己一个人 走到旁边的空位上坐下 打开技能术 林奈可以看见 他现在可以使用的使徒能力 现在的他刚刚觉醒 技能术的最底下 显示只有三个技能 是被点亮的 技能一 灰明之铜 LVE 效果 你的眼瞳在一定时间内 变成银灰色 可以看见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灵魂 对目标敌人产生精神攻击 可对亡灵生物产生震慑效果 有一定几率令对方恐惧 实力越强于对方 恐惧几率越大 反之相反 点击查看详细属性信息 技能二 勾魂LVE 效果 你的每次攻击附加十点灵魂伤害 神异或魔异生物死亡时 你将说割它的灵魂 该效果只在使用白死神镰刀时 发挥作用 点击查看详细属性信息 技能三 亡灵召唤 效果 你可以召唤于你契约的亡灵 帮助你作战 当前拥有契约亡灵 暗影魔狼星号三 点击查看详细属性信息 每一个技能下面 进入详细信息 都有详细的攻略说明 告诉使用者 该如何掌控自己的能力 用哪条脉络运转魂力 可以发挥技能最大的威力 避免刚刚觉醒的超凡者 自己瞎JB运转脉络 把自己修炼废了的情况 灵奈记得他之前 也使用过一次灰明之铜 不过纯粹是碰运气 自我摸索巧合使用出来的 现在有了系统 他就知道 该如何自如地使用 并修炼技能了 灵奈闭上眼 再次进入意识之中的 白死神办公室 不知道系统在这里 能不能使用 事实就知道了 灵奈拿起了白死神镰刀 面前立刻弹出一个数据面板 武器 白叶 品质 神 属性 物攻证70% 爆发证55% 攻速证30% 力量加9 精神加10 神力加1 锋利 坚韧 介绍 白死神 卡洛斯的灵魂武器 诸神科技 与卡洛斯神力融合的最高结晶 不可放入物品栏 唯有使徒可以召唤使用 该武器随着宿主的实力提升而提升 居然真的可以 灵奈心想 是因为这系统 是跟他的意识相绑定的 而白死神办公室 也是在他的意识之中 而且 这系统居然能分析出 神族文明的东西 这系统 刚刚激活系统 灵奈的新鲜感还很足 他在办公室里 到处走来走去 时不时就要拿起某样东西 查看其隐藏属性 物品 卡洛斯的随身钢笔 品质 神 介绍 白死神 卡洛斯最喜欢用的一支钢笔 用这支钢笔所写下的东西 将永远无法消除 所以不要写在奇怪的地方哦 灵奈 物品 白死神的兜帽衣袍 品质 神 属性 移动速度正30% 黑暗环境下移动正70% 防御加10 抗性加10 魂力加30 神力加1 魅力加10 介绍 卡洛斯在参加诸神舞会时 最喜欢穿的衣服 上面沾染了 许多女神明的味道 不可放入物品栏 唯有使徒可以召唤使用 该武器随着宿主的实力提升而提升 灵奈则舌 原来这办公室里 除了那柄死神之帘 还有这种好东西 不过看这简介 为啥越来越觉得这卡洛斯 不是啥正经神呢 莫兹见灵奈走来走去 不时还要拿起一样东西 对这面前的空气发呆半天 偶尔还会露出微笑的表情 灵奈 突然想到 灵奈走到莫兹的面前 盯着着骷髅头 沉默片刻 伸出手 轻轻放在那骷髅头上 莫兹呆滞 被灵奈这一波摸头杀 弄得有些猛逼了 很快 灵奈眼前的面板出现了数据 姓名 莫兹 种族 AI生命 属性 介绍 提示 系统错误 无法对该目标进行分析 灵奈沉默 果然不行 用人类文明的系统 分析诸神文明的最高科技 好像有点自取其辱了 可是 系统又是怎么分析出白夜来的呢 莫兹 大人 您别这样 我害怕 灵奈回过神来 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咋的 你还害羞 莫兹羞涩地低下头 您是神 我是AI 咱俩结合是无法重建诸神文明的 灵奈 你好骚啊 松开手 灵奈回身 认真仔细地打量着 这个敞亮的大房间 这个白死神办公室 或许还有很多他没有发现的东西 不过他也不着急 压着10000加头亡灵 灵奈又契约了几头暗影魔狼 作为召唤物使用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 契约太多的召唤生物 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没使用一次亡灵召唤 都是需要消耗魂力的 召唤一头邪虫级别的暗影魔狼 需要消耗20点魂力 灵奈现在满状态的情况下 总共就50点魂力 就算在穿上白死神的衣袍 顶多也就80点 也就是说 最多只能召唤四头暗影魔狼而已 既然如此 灵奈想着 抬起手来 就把剩下的这10000加头亡灵 都变成亡灵之海的海水好了 如此想着 他的意识一动 只听嗡的一声 灰暗的海洋 灵奈的脚底 散出一道不起眼的波纹 波纹越扩越大 逐渐扩散至整片海洋 无数亡灵在瞬间阴灭 灵奈听到了无数魔物亡灵们的鬼哭狼嚎 那些灵魂歇斯底里的嘶吼 悲痛鬼气 嘶声裂肺 不过没过多久 亡灵之海就重归于寂寥 紧接着刹那间 感受到无数的力量涌进体内 灵奈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瞬间膨胀 各种属性在迅速增长 身体感觉快要撑爆了似的 得到灵魂之力 你的攻击力 魂力 精神力 细胞强度提升了 得到灵魂之力 你的感知 健康 体质 血液质量 魂力强度提升了 得到灵魂之力 你的抗性 魅力 视力 神力提升了 得到灵魂之力 你的心肺系统 肌肉强度 生命上限 耐力提升了 得到灵魂之力 你的敏捷 力量 嗅觉 骨骼强度提升了 耳边不断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直到后来 那系统的声音都逐渐失真 我靠 这速度 好像会不会太快了一些 灵奈面色变得苍白无比 体表轻轻暴露 阴晕的银灰色神力将它笼罩 意识被白光锁笼罩 灵奈猛地睁开眼睛 夜晚本来正趴在一旁的桌子上 伸出一根手指 偷偷戳着她的脸庞 见到灵奈突然醒来 也是 把她吓了一跳 夜晚红色的眼瞳 透出一丝狐疑 你怎么了 看自己的数据面板 看得睡着了 然后又做噩梦了 没什么 灵奈沉沉地喘着粗气 冷汗已经浸视了她的衣裳 她现在只是一级超凡者而已 以她一级的身体强度 开局就强行吞噬了 1000家头亡灵 虽然都只是邪虫等级的 但果然还是有点勉强了 不过 灵奈看着自己的双手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难以置信 夜晚悠悠地看了灵奈一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灵奈察觉 那双红色的眼眸一直盯着她 有些不太自在 你老看着我干什么 夜晚 你长得好看啊 灵奈无话可说 行想 刚刚她一时沉睡 进入亡灵之海的时候 这姑娘 不会也是一直在旁边盯着自己吧 夜晚的脑袋侧躺在桌子上 歪着头 眯着眼睛望着灵奈 由于挤压变形的脸部 不仅没有降低这种美感 反而让她变得更加可爱 我说 你为什么对她就那么温柔 对我就这么凶啊 什么你啊她的 你们不都是一个人吗 是啊 一个人 夜晚鼓起嘴 当我出现的时候 你的态度就明显变得恶劣了 对待她的时候 你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 灵奈 那不废话吗 她安静 乖巧 听话 温柔 你呢 一出现基本都得让我头疼 你夜晚听言 微微醋眉 气呼呼的抬脚踩在灵奈的鞋子上 还用力的碾了碾 哼 若不是看这里是守夜人总部 要是在家里 肯定把她推倒在地上 狠狠的踩 灵奈无语的看着对面的夜晚 心想这姑娘 好歹是个堕落天使 怎么能这么幼稚 松脚 不松 灵奈的左脚 被夜晚的右脚踩住 于是她只好伸出右脚 想要推开她那条白丝右腿 夜晚当然不会退让 又用左腿去顶灵奈的右腿 两人坐在房间角落的桌子 看起来风平浪静 谁也不知道 下方两人的腿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夜晚的腿 看起来云衬纤细 却莫名的非常有力 好歹是万象级别的魔艺 力量哪里是灵奈 这个一级超凡者可以抗衡的 而且夜晚还穿着白丝 两条腿滑着的跟泥丘似的 灵奈根本压制不住 几个回合下来 灵奈就败下阵来 两条腿都被夜晚的腿 牢牢地控制住 动弹不得 怎么样 认输了没有 夜晚看着无法动弹的灵奈 新红的眼眸 流露出得意的色彩 伸出一根手指 用指腹碰了碰灵奈的脸庞 叫一声姐姐 我就放过你 灵奈 别做梦了 灵奈 这时候 唐红山的声音传了过来 夜晚听到声音 这才松开了夹着灵奈的两条腿 一脸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淡漠表情 往后靠着翘起二郎腿 若无其事地喝起饮料 灵奈悠愿地看了一眼 对面的红颜女人 心想这女人的心理素质还真好 如果是正常状态下的夜晚的话 恐怕早就休得 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了吧 不 正常状态的夜晚 根本干不出这种事 然而灵奈不知道 对面的夜晚 虽然表面装作风轻云淡 内心也是砰砰直跳 只是没有人听得到 她的心跳声罢了 唐红山走了过来 并不知道两人刚才发生的事情 跟我来一趟会议室吧 关于之前那个 灰舞大剑的一届怪物 我们需要 你对我们一些帮助 好 灵奈站了起来 又转头看了眼夜晚 夜晚损着饮料 摆了摆手 你们守夜人开会 我就不掺和了 你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于是 灵奈和唐红山一起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那有一个很大的圆桌 大概坐着八九个人 其中一个年龄较为年长的男人站了起来 微笑地伸出手 你好 灵奈同学初次见面 你是 嗨嗨 唐红山在旁边倾壳 这是我们夜城守夜人的大队长 刘鹤 灵奈恍然 伸出手去 我们守夜人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我们夜城也能出现一位 继承神明力量的使徒 其实 今天本来局长 想要亲自来见一下你的 可惜他 临时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忙 已经先离开了 但也没关系 以后总有机会见的 灵奈轻轻硬了声号 刘鹤说 来 先坐下吧 众人都坐下以后 唐红山开口了 直入主题地说道 灵奈 之前在投手持大剑 拥有神力的一介怪物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夜城 是不是跟你的序列 觉醒有关 灵奈也没有隐瞒 老老实实地说 是的 唐红山张了张嘴 心想 果然是被大队长给猜中了吗 那是亡灵生物吗 刘鹤盯着灵奈问道 对 大队长 什么是亡灵生物啊 一旁的林雨昕好奇地问 你可以理解成 鬼魂 灵魂之类的东西 超凡学者皆认为 亡灵生物 是生者死前对现实的留恋 以及深重的怨念 无法化解 而产生的特殊生命存在形式 较普通的亡灵 基本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 也就是所谓的 行尸走肉 刘鹤说 不过通常来说 亡灵生物 一般只会出现在 非主物质世界 突然有这么多亡灵 出现在叶城 要么是被心怀不轨的 高阶超凡者召唤来的 要么就是出现了 死神或者白死神的使徒 所以 您那天看见叶城的异象 一下子就猜中了 是有白死神的使徒现实了 林雨昕笑嘻嘻地说 果然还是大队长 懂得比较多 呵呵 你这丫头 说话还是那么好听 不过 就算你拍我的马屁 我也不会让学校的教官 松懈你的训练的 刘鹤笑着说道 林雨昕鼓着嘴 刘对 我才没有那么想呢 刘鹤摆了摆手 说 好了 言归正传 我已经听老唐说过了 这次与你们交手的 那头亡灵怪物 还掌握着微弱的神力 林奈 既然你是白死神的使徒 这些亡灵生物 又是因你而出现 你应该知道 这头怪物的来历吧 嗯 林奈硬着 随即 她便把关于石魂的事情 睁大了眼睛 你是说 那头亡灵怪物的原神 竟然是诸神闻名 第七代剑神 曾经是一位真正的神明 林奈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 在场的守夜人们 都多少感到一些不可思议 诸神闻名早 已经灭亡了许久 没 有人真正见过神明 最多只有听说过 继承古代神力的使徒 没想到 今天居然有一位 曾经的神族 出现在了夜场 虽然说这位神明 已经面目全非 变成亡灵生物了 但终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二号空间门刚出现不久 我们最快还需要两天 才可以建立起新的未面屏障 局长已经去安排这件事了 大队长刘鹤的目光 扫过会议室的众守夜人 说 而我们 现在的任务 就是把石魂 还有其他从二号空间门内 跑出来的亡灵生物 统统找出来 唐红山将指导放在桌上 很是自信地说 放心吧大队长 这件事交给我们三小队 保证完成任务 刘鹤食指交错 放在桌上 说 除了石魂之外 其他的魔物亡灵 等级基本都在邪虫级别 部分在吃妹等级 还算是比较好对付 但是数量众多 你们不要掉以轻心 唐红山 明白 刘鹤顿了顿 除此之外 官方还安排了 到家公司的人来协助我们 帮我们清剿魔物 唐红山醋梅 到家公司 官方难道还对我们守夜人 不放心不成 干嘛还安排到家公司的人介入 刘鹤无奈苦笑 这是官方的意思 你这家伙就别抱怨了 再说了 多个帮手 也能尽早地清剿那些魔物 市民也能尽早地脱离危险 唐红山一听这话 便无话可说 不再多言了 刘鹤扭头 查一周先生 请进来吧 房间门打开 从外面进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 莫约三十出头 身着黑色道袍 皮肤白净的几乎不像是一个男人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大约十六七岁的女孩 娃娃脸 大眼睛 一身清白旗袍 就是表情一副天生很凶的样子 但配上他的娃娃脸 就显得有些可爱了 林奈看到这个少女 莫名想到了 钱是一个很火的二次元道士妹子 要指 大概情况 我刚刚已经都听到了 查一周微笑着 这次的清剿任务 我们到家会配合你们守恋人一起完成 请多指教 唐队长 唐红山伸出手 与他握了握 行吧 既然是官方的意思 我也没法说什么 查一周 不管怎么样 尽快解决那些魔物 消除城市的潜在威胁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不是吗 唐红山点头 说得对 林奈说 我也可以帮忙 刘鹤看向他 说 林奈 你才刚加入守夜人 理论来讲 还是实习成员 而且 你才刚刚觉醒不久 等级仅仅只在一级 不应该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林奈指着自己的眼睛 说 我的能力 可以帮助你们找到那些亡灵的所在位置 刘鹤眼睛一亮 哦 是吗 如果能够直接 锁定那些亡灵生物的位置 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否则在一座 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找 要是那些魔物亡灵不主动 心头咯噔一声 下意识地退开了一些 不过 想到自己的能力 杨小川稍稍镇定了一点 阴沉的眼神松弛了下来 这个白死神的使徒 现在应该还没有成长起来 我现在占据了杨小川的肉身 以他的灵魂 掩饰我的灵魂 以我的伪装能力 应该能够骗过他的灰明之童 不能慌 镇定 查一周微微笑道 白死神的使徒 对那些亡灵也天生会有震慑效果 我也认为这次任务 应该让林奈同学加入 林奈暗暗看了这个道士一眼 心想 这家伙 难道也知道白死神的能力 刘鹤考虑了一下 说 好吧 那林奈你就跟着老唐和查先生 千万不要落单了 你还未曾开始正式修炼你的能力 以你现在的等级 还无法应对邪虫级的魔物 千万不要勉强 随后又冲唐洪山吩咐道 老唐 照顾好这孩子 唐洪山拍着胸脯道 放心吧大队长 有我护着他 没事的 林奈没有说话 刘鹤和唐洪山都还不知道 他已经胡伦吞藻的 吸收了10000加个灵魂 不过这不重要 他也没打算在这里说出来 守夜人和道家公司合作 应该可以轻松解决那些魔物 应该也轮不到他帮忙 那么 我就先去做准备了 查一舟笑着 右手背道身后 往外走去 江州 走了 是 师父 神思要指的少女听言 默默跟在他的后面 林奈心想 原来他俩是师徒关系 查一舟带着江州走出会议室 看到了外面角落里坐着的夜晚 夜晚殿下 夜晚正坐在位子上 一手靠着侧脸 一手捏着吸管 无所事事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冰块 听到声音 他心红的眼眸一瞥 看到那个高高瘦瘦身穿道服的男人 你是谁 林奈和唐洪山 刘鹤 林玉西 杨小川等人一同从会议室出来 那行动方案就先这么确定了 唐洪山伸手拍在林奈的肩膀上 林奈 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林奈点头 好 刚走出来 众人突然就听到 轰的一声爆炸巨响 火光充斥 熊熊烈焰 从众人面前汹涌而过 众人 什么情况 连刘鹤都猛了 自家守夜人总部爆炸了 火焰散去 只见一个少女的身影站在那里 手中握着一团暗红色的火焰 旁边的落地窗被轰出一个巨大的大洞 夜晚表情阴冷 看起来很生气的表情 林奈 果然啊 林奈感觉自己都没有什么意外了 不过还是有些奇怪 心想又是哪个家伙 把这姑娘惹毛了 直接把守夜人大厦 炸出一个洞 可还行 我去 唐红杉惊呼一声 连忙跑到那落地窗被炸出来的缺口 往下看去 刚刚是不是有个身影 从这里跳下去了 这里可是20楼啊 WTF 快点来人救火 着火了 快 我去 这咋回事啊 林奈走到夜晚的身边 看了他一眼 叹息道 我就离开这么一会儿啊 说说 怎么回事 没什么 夜晚面无表情 刚才碰上了一个讨厌的人 已经解决了 林奈 任务 轻角亡灵 任务难度 一级 任务要求 协助夜城守夜人和道家公司 找到入侵城市的亡灵生物 任务奖励 500金龙 5点守夜人积分 林奈看着自己的任务列表 已经出现了执行任务的详情 林雨昕告诉她 因为你 只是协助我们 找到那些亡灵生物 不需要参与战斗 所以 你的任务难度是一级的 奖励也比我们的低 不过没关系 等你成长起来了以后 就可以去接更高难度的任务了 林雨昕以为林奈 是嫌任务的奖励太少 还派着胸脯安慰她 到时候 咱们可以组队 学姐 我肯定照着你 林奈浅浅一笑 好 唐红杉检查好她的指导 很好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大队长刘鹤 走到夜晚的面前 微笑道 夜殿下 你应该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人族未面做客吧 正好他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留下来我们聊聊 一起喝杯茶如何 夜晚双臂抱胸 血色的眼眸瞅了她眼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留下来 赔偿你们总部的损失吧 刘鹤嘴角一抽 坦白说 确实有点想 夜晚 刘鹤 不过 当然也有别的事情 想跟你聊聊 夜晚沉默一下 不冷不淡地说道 随意 林奈与唐红杉 林雨昕 杨小川等一众守夜人 下了大厦 门口已经准备好 三辆面包车 唐红杉开始分配任务 阿光 阿南 你们带几个人去城北 老张 丁子 你们带几个人去城东 我 林奈 雨昕 小川去城南 城西和城中二小队那边会负责 各自都记得带上侧魔仪 不过 这次的对手 是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亡灵生物 侧魔仪能不能起作用 还是另说 如果碰上了石魂 不要无脑硬钢 及时汇报摇人 要尽量避免市民伤亡 尽量不要在闹市区发生战斗 都清楚了吗 阿光肩上扛着一把魂力枪 嬉皮笑脸的道 放心吧 堂队 咱又不是厨 知道怎么处理 对付几个邪虫级的魔物亡灵 小问题的 唐红山点头 那么 各自出发吧 林奈与唐红山他们 上了一辆面包车 这时林奈发现 之前到家公司的那两个人 茶艺州和江州 也都在车上 不过他们两个都是 一脸黑灰 身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胡椒味 头发虽然是整理过了 但明显 还是能看出 有极左被炸出了卷毛 好像刚刚从火灾现场里 跑出来似的 林奈一看他们 这副模样 顿时就知道 刚刚夜晚说的 那个讨厌的家伙是谁了 唐红山惊讶地问 茶艺州先生 你们这是怎么了 呵呵 没什么 茶艺州用手帕 擦着脸上的黑灰 好半天终于擦得差不多了 却依然保持微笑道 刚刚跟一个朋友 开了个小玩笑 弄出了点意外而已 唐红山 这看着 可不像是小玩笑啊 林玉西悄悄凑到林奈身边 手掩着嘴巴窃窃思语 这个道家的人 为什么都这样了 还有一点笑咪咪的 林奈摇了摇头 也用手掩着嘴道 不知道 可能是她觉得 保持笑容比较酷吧 江州好像是听到了 林奈和林玉西的话 回过头来用大大的眼睛 狠狠瞪了林奈一眼 车子开了一会儿 很快就进入了城南的地界 唐红山转头道 林奈 我们车子一路开过去 如果你能感应到 附近哪里有亡灵生物的存在 就说一声 好 林奈说着 闭上眼睛 凝聚魂力 果然 按照系统给的攻略运转脉络 凝聚魂力的速度 一下子就变得顺畅了许多 短短几秒后 林奈睁开了眼睛 她的瞳孔变成了灰白的银色 如同冰冷的消炎 灰明之瞳 坐在前排的茶医周微微一愣 一直保持笑容的脸上 终于有了其他的表情 不可能啊 这孩子的魂力 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精准 唐红山并不能感觉到 林奈气息的变化 所以她更关心亡灵的事 怎么样 嗯 林奈眼瞳动了动 抬手指了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秋湖游乐园 有一头亡灵生物 秋湖游乐园吗 好 那我们 嗯 等一下 唐红山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秋湖游乐园 距离这里起码有两公里远 这小子的眼睛 能看得这么远 还不等他问 林奈又抬起手 这次换了的方向 那边百货商场 也有一头魔物亡灵 还有那边 夜城大学 有两头亡灵生物 那边 城南拉机场 也有一头 还有 唐红山满脸错愕 一旁的林雨昕和江州 都惊骇地张大了嘴巴 你到底能看到多远的距离 我也不太清楚 林奈顿了顿 自己估计了一下 看一整个城南 应该没什么问题 众人 林雨昕 这就是使徒的潜力吗 真是离谱 茶一周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奈 看来 百死神的力量 比公司系统模拟的 还要强大得多 开车的杨小川回过头来 队长 那我们先去哪个地方 唐红山沉默着考虑了一下 说 夜城大学离这里最近 还有两头亡灵魔物 就先去夜城大学吧 杨小川 好 夜城大学 杨新今天特别郁闷 他失业了 校长把他臭骂了一顿之后 就撤掉了他辅导员的职位 让他收拾东西 滚蛋回家了 那几个守夜人 居然说林奈是被 百死神选中的使徒 这简直离谱 难道那些神明都瞎了吗 作为林奈曾经的辅导员 杨新对林奈这个学生 再清楚不过了 生性散漫 顽劣 不合群 可以说是根本无药可救的学生 这样的人 居然也能继承神明之力 简直是 赶走了一个继承神明之力的学生 这无疑让他成为了一个笑柄 但杨新很不服气 明明是副校长教给他这么做的 为什么被开除的是他 哼 这样的学校不待也罢 杨新回到办公室自己的位子 已经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了 哥 这个时候 一个阴沉沙哑的声音 忽然从窗外传来 嗯 杨新皱眉 转过头去 什么也没有 但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杨新没想太多 谁啊 走到办公室门口 走廊的左右 却根本没有一个人影 他皱眉 心想 难道是哪个人的恶作剧 这时 在他的背后 一片黑影缓缓凸起 渐渐从里面冒出一个没有实体 却呈现出人形的诡异生物 慢慢向他爬了过来 杨新 搞什么 转身回到办公室 那头诡异的黑色人形生物 迎面来 杨新骤然瞪大了眼睛 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从未见过这种东西 恐惧的表情写在脸上 他立刻开口 想要大声叫喊 但声音发出来 却卡在喉头 那一团一团好似液体 又好似头发的黑影 已经迅速钻入了他的嘴里 将他即将要喊出来的声音挤了回去 其余的黑影 则也分别迅速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鼻孔里 眼睛里 还有体表部位 其他可以钻入的地方 杨新很快就被放倒在了地上 喉咙里发出的浑浊声音 根本没有人会听到 他颤抖地抬起手 胡乱地抓闹着 最后一次求生欲 让他想要巴住周围的一切东西 但最后连他的手指甲 都被头发丝一样的黑影钻入 最后那团黑影缠绕着他 无声无息地 一点一点地 把他拖进了黑暗的角落 嗯 一个兔顶老师 从门口的走廊经过 胡疑地往这边看了一眼 刚刚那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奇怪 兔顶老师摇了摇头 转身抱着教材走了 面包车停在了夜城大学的门口 唐红山拿了执刀 拉开车门 说走吧 行动 等一下 林奈突然说 怎么了 唐红山回头 不对劲 林奈醋眉 银灰色的眼眸透着胡疑 学校里的那两个亡灵 突然不见了 哈 唐红山梦了 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难道林奈还没有能完全 掌控白死神的力量 能力又突然失效了 林奈 是不是你还没能掌握 白死神的这项艺能啊 林雨昕在旁边问道 不 应该不是 林奈说 除了学校里的这两个亡灵 突然一下子凭空消射之外 其他地方的亡灵 我还是能看见 他们所在的位置 唐红山也觉得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 坐在前排的查一周 眯了眯眼睛 说 是灵怪 林雨昕狐疑 查先生 你说什么 查一周说 一般的亡灵生物 能够在主物质世界自由行动 都是因为他们有一句曲巧 最常见的亡灵生物 就是骷髅战士 那是由人类的武者 冒险者 士兵 在一界死去后 变成了亡灵生物 而是灵怪不同 他生前是魔界之中 最低等级的小恶魔 没有固定的形态 只能以黑暗能量体存在 所以 他们在主物质世界行动 也只能藏在黑暗之中 比如说影子里 但他们却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可以强行 钻入宿主的体内 以宿主的灵魂为实物 同时也跟宿主的灵魂融合同化 掩盖自身的气息 直到他们彻底吃掉宿主的灵魂 他们就会完全掌控宿主的肉身 彻底取代他的身份 查一周继续说道 这种特殊的魔物亡灵 一旦他们寄生进入宿主体内 即使是我们到家的清明之境 也根本看不出他们的原形 唐红杉 林雨昕等人面面相去 林雨昕不可思议地说 只是魔界最低等的小恶魔 居然有这么厉害的能力 你们到家不是专门除魔的吗 居然也无法找出他们 查一周笑着说 你错了 正是因为它低等 才会有这样的能力 千万不要小看一切的低阶生物 自然界中这样个体弱小 却依然能在生物链中 占据一系之地的生物 比比皆是 蝴蝶可以伪装成树叶 欺骗比它强大千百遍的猎食者 竹节虫可以完美地 跟树枝融为一体 拟太蜘蛛可以把自己 装扮成蚂蚁的模样 混入蚂蚁巢穴 当着其他蚂蚁的面 吃掉蚂蚁的幼崽 而不会被其他工蚁察觉 为了生存 弱小的生物 反而更能展现奇特的能力 林雨昕张了张嘴 无话可说 唐红杉挠了脑脑袋 按道这家伙 到底是到家的 还是生物研究所的 咋感觉听他说话 就跟当初上大学的时候 听自己那教授说话一样 每次听着都脑子痒痒 驾驶座上的杨小川 听到这些话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好像茶医周夸赞的是他一样 哼哼 没想到这些愚蠢的人类之中 也有不那么愚蠢的吗 正得意着 这时候 杨小川无意地抬眸一看后视镜 发现坐在后排的林奈 也正在通过后视镜的镜子 望着驾驶座的他 那双银灰色的眼眸 平静 清澈 波澜不惊 却令杨小川瞬间毛骨悚然 杨小川立刻低下头去 避开与林奈在镜子中的对视 冷汗沉沉 这家伙 应该不会吧 过了一会儿 他听到后方林奈的声音响起 所以说 夜城大学里 那两个亡灵突然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是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宿主 躲起来了 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的 茶医周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林与希有些着急 要是我们不快点找到这两个是灵怪 被他们寄生的人的灵魂 不是就要被他们吃掉了 有白死神的使徒在 应该能够找得到他们 茶医周表现得很镇定 不慌不忙地说 林奈同学才刚刚觉醒序列 灰明之童掌握得还不够熟练 事实上灰明之童 不仅仅能看到那些藏在城市里的亡灵生物 连普通人体内的灵魂也可以看得见 虽说是灵怪在宿主体内 一边吃掉宿主的灵魂 一边也会与宿主的灵魂融合 起到伪装的作用 但其实只要仔细观察 还是能看得出 两种灵魂之间的区别的 就好比伪装成树叶的蝴蝶 就算伪装得再好 也只是伪装而已 灵带挑了挑眉 我知道了 茶医周说 只要带着灵带同学 在学校里走一圈 近距离的情况下 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灵魂 应该就能看得出端倪来了 灵语西神色复杂 夜城大学那么多学生 仔细观察每一个人 怎么可能看得过来 就好比 如果有一张落叶的图片 让你去找这张图片中 伪装成树叶的蝴蝶 也许仔细地看一看 终究还是能找到的 但如果 把你带到一整片森林里 让你去找 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茶医周耸了耸间 在灵耐同学的灰明之童 尚未掌握熟练之前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要不然 就只能放弃任务了 那怎么行 灵语西严肃地说 那可是两个生命 而且 若是亡灵彻底夺射了宿主 就再也找不出他们了 到时候 他们混在我们人类社会里 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危害 没关系 灵耐这是开口了 淡淡地说道 交给我吧 我会尽力而为的 灵语西看了看她 沉默了一下 说 那好吧 灵耐 辛苦你了 接着 她伸出小拳头 砸了一下旁边的唐红山 唐对 记得回去之后 给学弟申报加报酬啊 她这任务难度 显然已经不是一级的了 唐红山 行 知道了 然后想到什么 伸出手按在灵语西的脑袋上 嘿呀 你这小丫头 灵耐这才刚刚加入半天 你就这么向着她了 老子以前冒着生命危险 去意境救你们的时候 也不见你们 帮我上报大队长 给我加工资啊 灵语西 嘻嘻嘻嘻 谁让你那么抠门 每次发了奖金也不请客 全都花在乡亲上了 唐红山大炅 老脸顿红 你他妈 现在是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吗 灵耐 坐在一旁的江州 望着打闹的唐红山和灵语西 不知道为什么 竟觉得有些羡慕 她看了看身边的师傅 找到了那两个 被是灵怪寄生的宿主 还有另外一个麻烦 灵耐听言 台媚问道 什么麻烦 查一舟说 是灵怪没有实体 会与宿主的灵魂融为一体 如果想要杀死他 就必须杀死宿主才行 什么 灵语西顿惊 这样一来 一旦被寄生 不就必死无疑了 唐红山皱眉 问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查一舟说 我们到家的驱魔符咒 可以将是灵怪 从宿主体内赶出来 但强行赶出 宿主的灵魂也会受伤 最终可能会丢失一部分魂魄 丧失记忆 丢掉感情 甚至彻底变成傻子 都有可能 灵耐认真看着他问 就没有不伤害宿主的方法吗 有 查一舟说 让士灵怪自己离开宿主 不过这基本不可能 士灵怪在完全吃掉 宿主灵魂之前 没有任何理由离开 嗯 灵耐若有所思 众人下了车 唐红山说 灵耐 你趁现在看清楚 我们人类灵魂的样子 一会儿要是找到了 那头是灵怪 你才能认得出来 好 灵耐说着 目光仔细扫过唐红山 林玉希 查一舟等人 在他灰明之同的视野之中 唐红山等人 都变成了一个个的人形蓝色幽影 那就是他们的灵魂 杨小川听言 心头咯噔一下 默默推到了最后 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不过 灵耐仔细看了一会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平静地说 我记住了 杨小川顿时松了口气 心中冷笑 哼 什么白死神的使徒 原来也不过如此 还不是没有看出我的伪装 唐红山 好 那么就行动吧 查一舟这时 对身边穿着旗袍道服的少女说 小舟 你跟几位年轻的守夜人的外表 都看起来比较像大学生 你就陪灵耐他们 在校园里到处逛逛吧 我和唐队长在外围蹲守 如果有亡灵魔物被逼出来 想要逃跑 我们也能及时出手 是灵怪藏在人类的身体里 如果这种时候 有守夜人和道家公司的人 跑到大学里到处检查 反而会让他更加躲着 不敢出来了 最好的做法就是 不要打草惊蛇 江州道 是 师父 林奈看了一眼 这个不怎么爱说话的江州 心想这少女 应该才16岁左右吧 看着像是初高中生 还差不多 嗯 不过从某种方面来说 她确实也不算小了 林奈 江州 林雨昕 杨小川四人一起进了学校 查一舟看着他们离去 转过身 笑着对唐红山说 唐队长 你想不想更快地完成任务 呃 唐红山有些茫然 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些亡灵魔物 分别藏在全城各处 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搜出来消灭 实在是麻烦 又有难度 查一舟笑眯眯地说 我有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 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些亡灵魔物一网打尽 你想不想听听 唐红山挑了挑眉 心想 你特么有办法 刚才出发的时候不说 还让我们在城里绕来绕去转了半天 不过 政府竟然会选择派这个男人 来协助守夜人倾角亡灵 说明这个道家的人 肯定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说说看吧 唐红山道 我要做一个阵法 查一舟道 需要你的协助 林奈 江州 林雨昕 杨小川四人 走在夜城大学的校园里 林奈被这所大学开除之后 就没想到会再回到这里 走在操场上 不少大学生在这里打篮球 林奈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学生 林雨昕看着林奈 担心得道 林奈 你这样持续使用灰明之铜 对魂力的消耗会不会太大了 有点 林奈说 不过没关系 我还坚持得住 林雨昕想了想 从自己的物品栏中 取出一罐饮料一样的东西 交给林奈 诺 你拿着这个 林奈接过 拿在手里看了看 物品 魂力充能饮料 品质 普通 效果 使用之后 每秒恢复一点魂力 效果持续100秒 一个小时之内 连续使用该饮料 效果会一次削减 介绍 精英公司出品 质量保证 林奈笑了笑 说 谢谢 嘿嘿 给你学姐客气什么 接着 林雨昕又叹息道 可是这样不是办法呀 这个大学那么多人 咱们这样看下去 得找到什么时候 林奈 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呢 林雨昕觉得这个任务 实在是令人一筹莫展 天已经黑了 到了晚上 不是更难找了吗 林雨昕看了眼旁边的杨小川 喂 你平时不是话最多了吗 怎么今天一声不吭的 倒是也跟着出出主意呀 杨小川干笑一声 我没你聪明 哪有什么主意 林雨昕翻了个白眼 林奈淡淡地说道 或许有个办法 哦 林雨昕立马道 说来听听 林奈很清楚 如果按照正常的方法去找 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把那两头 是灵怪 从几千上万号的 大学生之中揪出来 先不说她的那点魂力 能不能够维持 灰明之童那么长的时间 就算真的找到了 估计那两个宿主的灵魂 也早已被吃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只能用点极端手段了 林奈看着球场上 还在借着灯光打球的大学生们 说 马上就要到21点了 这些学生打完球 也差不多该走了 你认为这个时间 这些大学生都会回到哪去 林雨昕一愣 仔细想了想之后 说道 宿舍 林奈点头 没错 林雨昕眼睛一亮 对啊 要是白天 这些大学生 不一定会去什么地方 但是大晚上的 他们除了回宿舍睡觉 还能干吗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办成查寝的同学 一间一间宿舍检查过去 林雨昕觉得 这好像确实是一个办法 而且还有很好的理由 一个一个近距离观察 不 林奈却否定了 一间一间查寝 效率还是太慢了 我有个效率更快的方法 什么方法 林雨昕狐疑 林奈看着她 一字一顿地说 放火烧起 林雨昕 哈 她呆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连江州听了之后 也是白了林奈一眼 觉得这家伙 肯定是疯了 林雨昕 林奈 咱们这次任务的奖金 应该还不太够赔动了 林奈苦笑摇头 不是说真的要烧 就是做个样子 把他们全都吓出来就行 林雨昕 哦哦 她松了口气 不是真的要烧楼就好 随即又问 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都吓出来啊 林奈指着自己的眼睛 说道 在我的视野里 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灵魂的轮廓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当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 他们灵魂的颜色 也会发生改变 情绪越是激烈 颜色变化就越明显 林雨昕恍然 一下子明白了 原来如此 当他们灵魂的颜色变化的时候 你就能分辨出 谁是不是灵怪附体的那个人了 哪怕是在人群之中 那么特殊的一个人 也一定非常明显 林奈笑了笑 没错 杨小川在一旁默不作声 眼神却沉了下来 心想这林奈还挺聪明 居然能够想到这种方法 哼哼 不过没有关系 量你再聪明 也一定想不到 身边的人 已经被一个是灵怪给附体了吧 那 我们具体该怎么做 在旁边一直不说话 抱着双臂的江州问道 先等一会吧 林奈看着球场上打球的大学生们 等到寝室熄灯的时候 再说 守夜人总部 刘鹤沁了一壶茶 倒在夜晚面前的杯子里 撕条漫里的说道 之前下面的人汇报说 有一个来自黑天使文明的访客 不小心在未面旅行中迷失了方向 误入了夜城 我还以为是哪个尚未断奶的小黑天使呢 夜晚给了刘鹤一个白眼 拿起茶杯一饮而尽 没想到 我竟能有幸跟传说中 黑天使文明的战争王牌一起喝茶 刘鹤笑眯眯地说道 是战争兵器 夜晚翘着二郎腿喝茶 随口纠正 黑天使文明强大的魔艺那么多 我算的锤子的王牌 呃 我还以为 您会更喜欢这种好听一些的称呼 没必要 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夜晚撇了撇嘴 太过虚伪 反而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呵呵 您跟我所见过的黑天使 倒是都不太一样 刘鹤顿了顿 话锋一转 所以 您真的是在未面旅途中迷路了吗 夜晚没有应声 刘鹤又问 需要我帮您联系家人吗 不要 夜晚回应这句话的速度 倒是很快 M 刘鹤摸了摸鼻子 恕我冒昧 您该不会是离家出走偷跑出来的吧 夜晚 刘鹤这下便可以确定了 放心 我不会打小报告的 刘鹤笑呵呵地说 您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住在林奈那里也没问题 这可是你主动说的 可不是我欠你人情 夜晚说着 再次将一杯茶水一饮而尽 当然 刘鹤顿了顿 哦对了 还有个问题 其实我刚才就一直想问 说 你们黑天使 也流行女仆装的吗 哈 夜晚疑惑 刘鹤见她的表情 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别笑道 您的这套衣服 是谁给你买的 夜晚 时间差不多了 林奈将一张自己画的 学校地图草图 放在地上 手指在上面 这里是男生宿舍 夜城大学的宿舍 一共有两个楼道出口 一旦遇到紧急灾害 两边都可以安全逃生 但是 如果这条楼道失火 他们就只能从东侧楼 到下楼了 于希姐 把他们逼下来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这些大学生都是超凡者 虽然都是低阶超凡者 但一般的火灾 肯定不足以让他们惊慌失措 所以要靠你了 把场面弄得越吓人越好 但又不能真的把楼烧了 林奈说完 看了看林语希 怎么样 能做到吗 林语希露出一个自信的表情 说 当然 我可是承担三小队第一爆破专家 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爆炸的艺术 好莱坞百万级特效火花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里是男生宿舍 那女生宿舍 和教职工宿舍那边怎么办呢 这种方法用一次 第二次 应该就没有效果了吧 放心 那边我还有别的安排 行 林语希点了点头 也对林奈表示了信任 林奈继续说 我就站在对面的大楼三层 用望远镜观察楼道的出口 一旦发现哪个人有问题 我会通知守在楼下的江州 然后逮住她 林奈跟江州不熟 并不清楚这女孩的实力 不过是她主动要求 一会儿碰上了魔物亡灵 她可以冲在第一个 那么 实力应该就不会太差吧 林奈顿了顿 看向了她 询问道 江州同学 有问题吗 江州摆了摆手 知道了 林语希有些担心地看向林奈 那你呢 你一个人在对面楼 万一碰上危险怎么办 所以 让小川陪着我就好了 林奈说着 指了指一旁的杨小川 小川哥 你跟我一起行动 怎么样 靠在旁边墙上的杨小川听言 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好啊 林奈 林语希 杨小川 江州四人 很快各救各位 林语希用系统 接通了团队语音 然后说道 林奈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江州不冷不热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我这边也是 很好 林奈拿着望远镜 看着远处的男生宿舍楼 轻轻地说 那么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OKOK 林语希 不过你们最好把耳朵捂上哦 一会儿的艺术 是会很响的 接着 她从卫衣的内兜里 摸出一个泡泡糖 撕开包装 吃进嘴里 嚼了一会儿后 她吹出一个气球大的粉色泡泡 飘在空中 但她并没有将这泡泡丢出去 而是又拿出一个泡泡糖 吃进嘴里 嚼 如此反复 吹了足足有二十多个泡泡 林语希抬头看了看 回忆了一下 刚刚林奈说的话 嘟囔道 动静越大越好吗 林奈说 要弄出一个 足以震慑这些学生灵魂的动静 这些大学生 至少也都是一级超凡者了 这样的威力 应该吓不到他们 于是 她又从系统物品栏里 拿出一盒泡泡糖 还没好 过了好一会儿 江州等得实在有点久 还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微微醋没问道 好了好了 马上了 林语希吹的嘴巴 都有点酸了 抬头一看 见三百来个粉色泡泡 飘在空中 这样应该差不多吧 林语希擦了擦嘴角 溢出来的口水 双手啪的一下河石 运转魂力 亦能 百万级仿真 核爆三地大特效之术 只见那些 飘在空中的粉色泡泡 一个一个地融合在了一起 逐渐变得越来越大 啊 一个男生半夜 困倦地打着哈欠 出了宿舍 昨天真不该通宵的 到现在还没缓过进来 最近倒霉的事 好像特别多 宿舍的厕所 还不知道被哪个坑地的摄友 给拉堵了 没办法 只好去宿舍 楼到的公共卫生间 男生来到厕所 往嘴里塞了灯香烟 解开裤子拉链 迷迷邓邓地撒着尿 恍惚之中 他的余光 瞥见厕所的窗户外面 一个粉色的东西 缓缓升了上来 嗯 什么东西 男生迷迷糊糊地 平移到窗口 朝外面看去 只见一个足有 热气球大小的粉色泡泡 一路上升 漂浮到了四楼厕所的窗外 男生一脸猛逼 下意识地张大嘴巴 连嘴里的烟头 都掉进了尿池里 只见那粉色泡泡的外表 逐渐出现一道道裂缝 白色的光芒 从中透射而出 直至泡泡彻底崩裂 白光瞬间 完全笼罩了外面的世界 轰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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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 整个天空都亮了 巨响声不亚于易次元爆破 天空崩裂的声音 大概也不过如此了 随即 一朵巨大蘑菇云腾空而起 男生 等于 我等于 哦哦 草 这一天晚上 那一声响彻天际的爆炸声响过之后 别说男生宿舍楼的大学生们了 整个城南还在熟睡中的人们 都在惊吓中从床上蹦了起来 我草 什么声音啊 夜城大学男生宿舍 一众穿着睡衣 或是光着膀子的男生们 一个个惊慌失措地 从宿舍跑了出来 易次元崩裂了 还是魔族把位面壁垒给炸了呀 擦 刚刚那是什么 我耳膜现在还疼呢 你 你们快看外面啊 一个学生惊恐地指着窗外喊道 身体因为恐惧颤抖不已 其他学生也都纷纷来到窗户往外看 直接瞪大了眼睛 有的人甚至揉了揉眼睛 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外面的世界仿佛变成了人间地狱 足有上百米高的熊熊烈焰疯狂燃烧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焰海啸 同时在其中 还有各种绚丽的光彩在闪烁着 以及各种爆破之音仍在不断响起 好像还有东西在连续地爆炸 那些熊熊火焰海啸 正一点一点地朝宿舍楼这边推移 眼看那上百米的烈焰 仿佛要朝这儿踏下来一般 带来极其恐怖的压迫感 众学生 WTF 这是什么 快跑啊 火要烧过来了 救命啊 煞时间 一群赤着膀子 穿着四脚裤的男生们 疯狂地乱跑了起来 推推嗓嗓 惊恐万壮地冲下楼去 林奈在宿舍的对面楼 看到这一切 默默地拿下望远镜 虽然说 的确是她吩咐的 要把动静闹得大一些 但你这未免 也弄得太夸张了 怎么样 我弄得效果还不错吧 林语熙在系统的语音里 得意洋洋地说道 好像要求表扬的小学生 绝对比灾难大片的特效 还要炫酷 就算你在电影院里 都看不到 林奈 是挺炫酷 炫酷什么啊 江州气愤的声音传来 你特效弄得这么刺眼 林奈那个方向看过来视野 全都被你的爆炸特效挡住了 她要怎么观察那些人 林语熙一正 对哦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没关系 林奈却淡定地说着 拿着望远镜继续观察 灰明之童 有半透视的能力 这点特效 不会有什么阻碍 林语熙听到这话 顿时松了口气 那就好 否则的话 她就把任务给搞砸了 那林奈 你找到那个 被视灵怪附体的学生了吗 林语熙问道 别急 我正在找呢 林奈轻声映着 认真专注地利用灰明之童 在那些疯狂涌下楼的 学生人群之中扫尸着 杨小川站在林奈的身后 咬了咬牙 露出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这小子 果然不是省油的灯 他是白死神的使徒 如果让他这么成长起来 我们这些好不容易 才从亡灵之海逃出来的灵魂 迟早都要被他再抓回去 杨小川眼神一冷 在林奈的身后缓缓靠近 右手伸进了口袋里 摸出了一柄锋利的刀刃 林奈灰明之童的视野中 在受到如此灾难及惊吓的状况下 整栋宿舍楼 几乎所有人灵魂的颜色 都在深紫色与深蓝色之间不断闪动 这样看一圈下来 唯有一个男生 虽然也在人群之中 装作惊慌失措的模样 但他的灵魂却毫无反应 林奈眼睛一眯 找到你了 江州 他们马上下来了 东侧出口 下来那个唯一一个 穿红色衣服的平头男生 好 江州说着 从系统物品栏中 取出了一柄桃木剑和一纸符咒 盯着东侧宿舍的出口 很快 杂乱的脚步声响起 一大群人 推推嗓嗓地就冲下来了 江州看到人群的时候 脸色却骤然一白 啊 团队语音里传来了 江州的尖叫声 林奈心头咯噔一下 忙问道 怎么回事 难道出现了什么意外 林语系也问道 江州 你那边什么情况 他们江州面颊通红 随即气愤地在语音里问道 你们男生睡觉的时候 都喜欢不穿衣服的吗 林奈 江州站在东侧出口外 看见一大群 冲下来的男孩子之中 有一大半都是光着膀子的 甚至有好几个 都只穿着一条四角裤 她一个十二岁起 便进入道家公司的 清纯无知少女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关键是 她还不能捂住眼睛 还得非常集中 注意力地盯着 以免那个 被是灵贯附体的红衣男生 跑掉了 林语系听到这话 眼睛却是一亮 不穿衣服 哎呀 早知道这样 就跟江州的任务 对换一下了 妹妹 你别着急 林语系在语音里 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马上就过来支援你 林奈 那个 江州 你冷静点 林奈轻咳两声 说道 不管怎么样 完成任务 才是最要紧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 江州赤红着脸庞 手握紧桃木剑 眼睛在无数只 穿着四角裤的 男生之中扫来扫去 终于 她看到了那个 穿着红色衣服 小平头的男生 该死的东西 都是你害的 江州双指捏着一张 金色符纸 嘴里默念皱纹 符纸顿然挺立了起来 她抬手一挥 那符纸就飞射了出去 精确无误地 贴在了那个 红衣服的男生身上 一群跑下来的男生 还一脸猛逼 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大伙都要烧过来了 这小妹妹还不逃命 穿着身道服 拿着个桃木剑 在这里搞cosplay呢 而那个被符纸贴中的 红衣男生 脸色却煞食变得苍白无比 糟糕 被发现了 破 江州抬着双指 发出了一声娇喝 那愤怒的娃娃音中 明显还这些私人恩怨 哄 这一次 是真的爆炸了 林奈在望远镜里 看到这一切 顿时安下心来 比她想象的还要顺利 杨小川站在她的背后 从兜里掏出尖刀 因狠狠地盯着她 正准备给她致命一击 小川哥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撤吧 林奈突然转过身来 杨小川脸上的表情 瞬间就从森冷阴寒 变成了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这是为什么 这学校里 不是有两头是灵怪吗 从口袋里拔出的匕首 也收了回去 嗯 不过我刚才看过了 第二头是灵怪 应该不在这男生宿舍里 林奈将望远镜 收进了物品栏 淡淡地说 所以我们该换地方了 喂 林奈 这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林奈扭头一看 是她的前辅导员 杨兴 杨兴表情淡漠 在走廊的镜头出现 接着朝林奈一 步步缓缓走了过来 你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 这栋楼是教学楼 晚上一般是锁门的 没有人会大半夜的 没事不睡觉 跑到这种地方 林奈没有应声 再次使用了灰明之瞳 刚刚那么大的巨响声 不要说整个夜城大学 就是城南的人 估计都要被从睡梦中吓醒 而眼前的杨兴体内的灵魂 却平静得很 没有一点悸动 杨兴老师 你大半夜的 不睡觉到这种地方 也很奇怪哦 林奈悠悠地说 我奇不奇怪 跟你没关系 杨兴冷笑 但是你已经不是 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却还在大晚上 偷偷跑进来 你想干什么 是不是想要偷东西 跟我到教务处走一趟吧 说着 杨兴的体表 浮现出了 阴晕的黑色气息 那气息明显不是 杨兴本身的魂力 而是另一种 好似亡灵之力 又好似魔力的东西 林奈看了看 说道 果然啊 露出马脚了 直接不装了是吧 然后冲林奈的身后说 喂 你还不动手 嗯 林奈转过头去 杨小川拔出匕首 狠狠地捅向林奈的心窝 死 林奈猛然瞪大眼睛 倒吸一口凉气 他立刻侧身躲避 这一刀 只划破了他胸口的衣服 不过杨小川也还有后手 上去接着一百拳 打在林奈的脸上 林奈被打得后退几步 杨兴趁这时 一个剑步奔了上来 抓起走廊墙壁上的 一个灭火器 抡起 就砸在林奈的后脑勺 啊 林奈闷哼了一声 身体晃了晃 最终还是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哼哼 原来白死神的使徒 也不过如此 杨兴把灭火器 随手丢在一边 发出当当一声 刚刚这小子 表现得很聪明 还让我紧张得要死呢 杨小川轻悦地说 不过 他最后 还是没认出我来 你还好意思说 偷袭都能偷歪来 还好他才刚刚觉醒 实力不咋地 否则就得翻车了 马德 要不是你出声 他能反应过来 我这一刀 杨小川 很是不满地说道 虽然他也有点奇怪 以林奈的实力 怎么可能躲得过他这一刀呢 如果他真有能力躲过这一刀 又怎么会被这么轻易地打昏过去呢 不过 杨小川也只是狐疑了一阵 并没有往深处多想 杨兴摆了摆手 无所谓了 反正人抓到了 现在 我要好好享用这具灵魂了 他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 诡异地笑着说 白死神使徒的灵魂 一定非常美味 等我彻底吃掉了他的灵魂 占据了他的身体 我就是白死神的使徒了 嘿嘿 说着 他体内黑色的影子一样的东西 便要从杨兴的身体里钻出来 准备进入灵内的身体 喂 你搞错了吧 杨小川阻止了他 迎着脸道 白死神的使徒 是我找到的 也是我通知你的 这具灵魂应该是我的才对 杨兴当然不服气 没有我 你能有把握解决他 杨小川冷冷地说 我当然有把握 他虽是白死神的使徒 但他现在掌握的神力 还是微乎其微的 一个邪虫都能置他于死地 杨兴乐了 笑死 你说得这么轻松 那又为什么要叫我过来呢 杨小川沉默了一会 说 不然这样吧 我们一人一半 一起吞噬这个灵魂 杨兴一听这话 顿时挑了挑眉 杨小川说 白死神使徒的灵魂足够强大 够我们俩一起吃的了 就算不能掌握他的身体 但起码 我们的修为都能大涨 起码能升到亡两的级别 你看怎么样 杨兴犹豫了一会儿 行 这个方法 算是最公平的 两人都是同一级别的士灵怪 这样争下去 只会没完没了 要吃掉一个使徒的灵魂 肯定得花不少时间 这样争下去 要是其他守夜人赶到了 谁也得不到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过 我得吃第一口 杨兴又提了的条件 当然可以 杨小 退让一步 请吧 杨兴走到灵奈的面前 缓缓蹲下来 伸出手抚摸着灵奈的脸庞 露出贪婪的神色 使徒的灵魂啊 嘿嘿 手指甲中 伸出了黑色头发一样的东西 准备进入灵奈的身体 但就在这时候 杨兴突然感觉自己的脚下 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他脸色一变 低头看去 发现脚底 已经被一条条黑色的影子 绑得死死的 你 杨兴惊愕地抬起头 白痴 杨小川冷笑 这可是使徒的灵魂 单独享用 我不仅可以一下子 跳起到森罗吉 还可以占据这具身体 代替使徒的身份 谁他妈会跟你分享啊 杨兴恼火了 你TM连童族的魔都骗 你 嗯 后面的话 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杨小川抬起手 无数条黑影 缠绕在杨兴的腰上 腿上 胸上 嘴上 最后将他死死按在墙壁上 童族怎么了 杨小川面无表情 语气冰冷 无论是魔物还是亡灵 本就是互相吞噬 才能变得强大 这个世道 弱小的东西 没有任何价值 等我吃完使徒的灵魂之后 我会再来 把你一并吃掉 这样 你是不是也算有点参与的 哈哈 嗯 杨兴想要反驳什么 恼怒地瞪大眼睛 但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杨小川则走到了灵奈的面前 踢表浮现出黑色阴晕般的雾气 黑影一点一点 从他身体里跑了出来 又爬到灵奈的身边 试灵怪离开了杨小川的身体 杨小川也眼睛一翻 一下子昏了过去 砰的一下倒在地上 黑色雾气覆盖在灵奈的身表 一点一点 缓缓渗入进他的肌肤 嘿嘿 试灵怪钻入了灵奈的身体 但很快却发觉了一丝不对劲 为什么感觉这具身体的灵魂 不但没有抗拒他 反而好像很欢迎他的样子 他本来已经准备好 打一场硬仗 强攻的准备 结果却发现对方比自己还主动 试灵怪钻进了灵奈的身体 找到了灵奈的灵魂 还不等自己动手 那灵魂却好似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漩涡 将它直接吸了过去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试灵怪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就来到了一个一片灰暗的地方 灰暗色的天与海 寂寥无声 安静的诡异 海底之中仿佛传来灵魂的哭泣 试灵怪瞪大了眼睛 这里是 如何 又回家了 是不是感觉很亲切 一个悠悠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试灵怪听到这声音 顿然一阵发怂 转过身去 只见灵奈手边放着一柄巨大的银色镰刀 大马金刀地坐在海上的一块礁石上 你 你怎么 试灵怪突然反应了过来 终于意识到了 我刚刚觉醒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使用这里了 灵奈耸耸耸肩 这是灵怪一时哑然 随即他突然反应了过来 所以 你是故意的 灵奈懒洋洋地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你才意识到吗 所以 你早就发现 杨小川被我附体了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一早就揭发我 不这样的话 你又怎么会离开小川的身体 看来使徒的灵魂 的确很有诱惑力啊 灵奈拔出了白死神之连 不想再跟一个魔物多逼比 那么 既然回家了 就留下来别走了吧 士灵怪眼神顿然发痕 我 我跟你拼啊 他咆哮着 朝灵奈飞过去 灵奈眼眸眯起 脚下一踏礁石 身体却猎豹般迅猛 握着镰刀 速度极快地向前一刀挥去 嗡 只见一道白色的光线 从士灵怪的身体横切而过 煞时只听他的一声惨叫 啊 士灵怪那被切割成两半的身体 化成了雾胎状的黑暗物质 被亡灵之海之中伸出的铁链锁住 一点一点抓进了海里 同一时间 校园的后山 这个时间点 学校的后山漆黑一片 根本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来这里 于是 茶医周带着唐红山翻墙进来 手中还拿着一个 罗盘一样的道家仪器 到处走来走去 唐红山走在黑漆漆的后山 心里嘀咕着 这道家的人到底靠不靠谱啊 咋还弄得跟着贼似的 就是这里了 茶医周突然停下脚步说道 唐红山看了看四周 黑有有的一片 什么都没有 茶医周又拿出一个小瓶子 倒出来白色的粉末 在后山画了一个 足足有篮球场大小的大型矩阵 唐红山看到那矩阵 微微醋眉 这么大的矩阵 如果用来做封印阵时 封住一个森罗级别的魔物 都足够了吧 怪不得他要自己来帮忙 光以他一个人的魂力的话 恐怕都还不足够控制 稳定这个矩阵的能量 唐红山正要说什么 这个时候 只听学校宿舍区的方向 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爆炸巨响 黑暗的夜空 在几秒之内变成了白天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缓缓生气 唐红山露出惊骇的表情 卧槽 什么鬼动静 学校被炸了 这起码得是几吨TNT 才能有这么大的动静吧 茶医周听到那声音 眯起眼眸 稍作思考以后 他就明白了 原来如此 想要制造恐慌 来分辨出灵魂的异样吗 倒是挺有想象力的 接着他说道 看来那几个孩子 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作为大人 你应该不会 想要输给他们吧 唐红山眼睛看向他 说 说不输给孩子 我倒是无所谓 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 我就想知道 你到底有啥计划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马上就能知道了 茶医周指着矩阵的一角 说道 我的魂力无法稳定 这么大型的矩阵 所以需要你帮我 稳住其中一角 可以吗 行 唐红山也没有过多废话 站在了他所指的位置 茶医周见状 双手快速截了几个法印 闭上眼睛 嘴里默念某种皱纹 然后 他俯下身去 双手猛地按在地上 矩阵 骤然被点亮 血月玄天 亡灵尽谢 灵奈缓缓睁开了眼睛 解决一个了 哥 刚一醒来 就听到一个嘶吼声 紧接着一个人影 朝他扑了过来 灵奈抬眉一看 是杨新 杨新这会儿 就跟劈头散发的女鬼似的 整个眼睛 已经变成了纯黑色 张牙舞爪地扑到灵奈面前 灵奈反应迅速 一个灵巧地翻滚起身 连续两个后翻 拉开了距离 杨新扑了个空 面目猙獰 又抬起手 煞时从他的五指指甲里 伸出许多黑色 如头发一样的影线 向灵奈缠绕而来 那一条条诡异的黑色影线 明显不是杨新本人的能力 而是那头是灵怪的能力 灵奈心想 看来这种魔物亡灵 在没有完全吃掉 被附身者的灵魂之前 还无法使用被附身者的力量 黑暗的影子 铺天盖地缠绕而来 灵奈被那些黑色的影子 团团包围 在走廊上闪转藤挪 最终退到角落 这时 身后的一扇办公室的门 被轰得一声破开 墙壁如蜘蛛网般开裂 里面竟也有黑色的影子 如触手一般的钻出 将灵奈拽了进去 杨新嘴角一扬 哼 抓住你了 话未说完 只见房间内白光一闪 嗡 白色冷芒般的气刃 从房间内扫带出 杨新连退几步 脸上已经多了一道血痕 不可思议地望着房间内 灵奈唤出白叶 只见手中凭空多出一柄 锋利巨大的银色镰刀 白刃再次横着一盏 便将那些黑色影线 全部斩断 看到白死神的镰刀 杨新面色顿然一变 猛地蹲下身去 双手往地上一按 大黑暗物质 又如液体般 向灵奈的脚下蔓延而去 灵奈眼眸 瞥见那些流动的黑暗物质 连忙跃起 那些黑色的液体 又向上追去 不过这些黑色液体 流动的速度终究太慢 灵奈用速度 完全将那些液体摆脱 借着墙壁快速移动 一脚踩在墙上 又迅捷地跃上了天花板 然后双脚对着天花板倒立一灯 镰刀再次斩出一个弧度 赫然将杨新 用来保护自身的黑色阴影祸开 啊 杨新惊叫一声 往后亮枪了好几步 顿然露出了畏惧之色 恐惧地往后退去 是灵怪 在成为亡灵之前 仅是邪虫级的魔物而已 唯一比较厉害的 就是控制和偷袭 正面对抗敌人 是灵怪就跟一般的邪虫小喽啰 没什么区别了 真可惜 只引出了一头是灵怪的本体 灵奈拎着白夜 缓缓走过来 巨大锋利的连刃 垂在地上拖动着 发出滋拉滋拉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如同催命的符咒 同时悠悠地说道 你的同伴太贪婪 反而救了你一命 不过也没差 反正你也跑不了 杨新觉得这句话 还真是熟悉啊 你 你不要过来 杨新突然想到了什么 咬牙切齿 阴狠狠地盯着灵奈 我的灵魂 现在跟她是一体的 你要是杀了我 这个人她也会没命 哦 灵奈说 还有这种好事 杨新 放心 我现在的身份是守夜人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救你一命 毕竟 你也是夜城的公民 灵奈眼眸逐渐变成灰银色 盯着杨新体内的灵魂 画风一转 但若是实在就不了 那我也不能感情用事了 所以能救到什么程度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 若是就不活 那也不是我的错 话音刚落 灵奈抡起白夜 身形速度 如鬼魅般的向前一闪 杨新的眼睛 骤然瞪大 嗡 刀刃化作一道冷芒 冷力寒光 瞬间抹过杨新的身体 杨新发现自己在那一瞬间 居然连任何闪避的动作 都使不出来 灵奈虽然拎着 如此庞大的银白镰刀 速度却快得犹如幻影 什么鬼速度 这家伙不是刚觉醒吗 杨新内心震撼 啊 哥哥 啊 杨新喉咙里 发出浑浊的声音 双膝缓缓地跪了下去 眼睛里 鼻孔里 耳朵里 都有黑水流出 身体里一团黑暗能量 成雾气撞散了出来 一个黑色灵魂光点 从中飘出 像是蝌蚪一样 在空中飘荡了一阵 最后被灵奈手中的白夜 吸收了进去 提示 斩杀亡灵 灵魂点数加一 灵奈听到了系统的提示 接着 他扭头看向了 躺在地上昏迷过去的阳心 命是给你就回来了 但不是因为 曾经是你的学生 而是因为 要对得起守夜人这个名字 灵奈轻轻地说着 接着他又想起了 之前在车上查一周说的话 但你灵魂是否受损 会不会变成傻子 可就不管我的事了 这个时候 灵奈忽然感觉到了 一股诡异的亡灵之气 环境中的空气 仿佛都变得压抑 沉闷 阴郁 那种感觉 跟在亡灵之海的时候差不多 怎么回事 灵奈微微醋眉 抬头看向空中 却顿时一震 只见夜空之上的圆月 莫名变成了 诡计害人的新红色 夜空仿佛整个 都被那血月的颜色染红了 渲染出一种 深色暗红的诡异苍穹 如油画一般的层次色彩 怎么搞的 之前天当当黑的时候 月亮不是这个颜色的 虽然说 灵奈并不是没有见过血月 但本来正常的月亮 突然变成 这种红色血月 实在是有点不太寻常 灵奈微微醋眉 随即爆炸声响起 在一大群从宿舍 跑到楼下避难 赤着膀子 穿着睡衣的男大学生中间 一个神似要指的少女 正在追着一个 一路狂奔惊恐逃窜的红衣男生 江州又掏出一纸俘虏 锁 俘虏飞出 化作一条黑色铁链 缠住了红衣男生的脚踝 哎呦 红衣男生被绊倒在地 摔出去一个狗坑室 江州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抬一脚便踹在他的脸上 红衣男生还未反应过来 刚一抬头 想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就被踹了一个鞋印 哦 江州还不肯放步他 红着脸不去看周围那些 光着膀子穿着裤衩的男生 也不去看其他学生的表情 咬牙切齿地对那红衣男 拳打脚踢 桃木剑狠狠地往上抡 都是你害 混蛋 该死的东西 去死吧 众学生都猛逼了 目瞪口呆地在一旁看着 这妹子 多大愁多大愿啊 就是啊 这妹妹看起来还未成年吧 多可爱的妹子啊 可惜就给祸害了 真是混蛋啊 江州听到这话 转过头 表情凶悍地瞪了一眼 众人顿时都不说话了 纷纷避开目光 抓头脑耳 看向别处 卧槽 你们还在这里看热闹呢 火海 火海过来了 这时候 有一个学生惊叫道 只见足足比宿舍楼 还要高的火海热浪 已经狂喜而来 很快就到了眼前 众学生再次惊恐慌乱地跑了起来 有的自知跑不掉 吓得爆头蹲在地上 因为火浪已经来到头顶了 一个胖子学生 面色苍白 身体颤抖 在角落里抱着脑袋 不敢睁开眼睛 但过了好一会儿 他都没有感觉到 身体被火焰焚烧的感觉 他茫然地睁开眼睛 发现地面已经完全被火海覆盖 但他却丝毫没有感觉到 火焰的温度 咦 胖子学生茫然地伸出一根手指 触碰了一下近在咫尺的火焰 手指从火焰穿梭而过 却一点事都没有 这火焰 胖子学生面露怪异之色 是假的 林雨昕赶到的时候 江州已经拖着 那个鼻青脸肿的红衣男生出来了 江州将红衣男生往前一丢 轻描淡写地说 那头附身在他身上的是灵怪 已经被我用道家俘虏赶出并杀死了 不过强行赶出了是灵怪 这个学生的灵魂和大脑 大概都会受到一些损伤 林雨昕点了点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解决了就好 随即 他打开系统团队语音 道 林奈 我们这边搞定了 可是剩下一头藏在学校里的是灵怪怎么办 你还有别的办法将它找出来吗 剩下那头 我已经解决了 语音里传来了林奈的声音 林雨昕愣了愣 你解决了 对 林奈扭头看了看 躺在地上依旧昏迷的杨小川 还有正在不远处 已经醒过来 却已经变成傻子 疯疯癫癫 正在抱着一个下水管流口水的阳心 准确地说 我解决了两个 林奈说 杨小川也被是灵怪附体了 什么 林雨昕惊了 瞪大眼睛 怎么会这样 放心 她已经没事了 林奈说 是灵怪没有完全同化她的灵魂 并且是主动离开的 她应该没事 不过还在昏迷中 应该是要睡一会吧 林雨昕听到这话 顿时松了口气 好歹也是跟杨小川一起组队 当了这么久的队友了 要是她就这么变成傻子 这失去记忆 那实在是无法接受 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 林奈说 你们抬头看看天空 天空 林雨昕和江州都下意识地抬起头 咦 月亮什么时候变成红色的了 林奈说 不是单纯地变成红色了而已 我感知到 整个夜城的阴气都在急速上升 比以往要浓郁得多 这样的环境下 夜城之中所有亡灵生物的恐暴指数 都会直线提升三倍以上 而且 林奈说着 神色沉了下来 说 我感知到 有好多亡灵怪物 都朝我们这边集中包围过来了 咔嚓咔嚓 林奈这时听到 身后传来啃食某种硬物金属的声音 疑惑地转过头去 然后他就呆住了 嘴巴都张大了 只见杨欣正抱着一个电脑屏幕 露出傻子一般的笑容 张着大白牙啃在上面 好吃 好吃 嘿嘿嘿 好吃 林奈 您还真是言出必行 城东 马德 真是见鬼 找了一晚上了 连个亡灵怪物的毛都没见到 老张靠在巡逻车的车头 看着毫无反应的侧摩仪 一脸无奈地点了一根香烟 旁边的钉子说道 这些亡灵生物跑进咱夜城来 咋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我哪知道 老张眯着眼睛 深深吸了一口烟 吞云吐 咱这可是白白熬夜班 一头亡灵怪物抓不到的话 咱们可连个家夜宵的奖金都没有啊 钉子打了个喝歉 我倒宁愿啥都没有 老是打打杀杀什么的 最烦了 老张乐乐 钉子 你这么年轻 咋一点 血性没有 要我说的话 最好那些亡灵怪物全都出来 像前几天晚上那样 血拼一场 杀他的血流成河 那才过瘾啊 动 话音刚落 一声闷响在车顶响起 一个庞然大雾 从天而降落在车顶上 将面包车的车顶 砸凹下去一个大坑 老张和钉子 还有其他守夜人都惊了 愕然地转身看去 只见一头全身血肉腐烂 身躯可见森白骸骨 尖牙利齿 眼瞳身红 口躺唾叶 如野兽一般趴扶的亡灵怪物 趴在面包车的车顶上 老张面色顿变 眼前的系统面板 查询了数据 是实施鬼 大群实施鬼 已经咆哮着狂扑到眼前 老张和钉子 都倒吸一口凉气 握紧执刀 准备跟这些怪物拼了 然而 那群实施鬼并没有攻击他们 而是将他们视若空气 完全无视了他们 往同一个方向跑走了 老张 钉子 还有其他三名守夜人 都是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那些怪物咋不攻击咱们 他们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 别废话了 先通知堂队再说吧 老张用系统 拨打了堂红山的号码 接通以后 立刻汇报到 堂队紧急情况 我们城东这边 发现了三十几头实施鬼 不过 他们并没有攻击我们 而是全部朝城南的方向去了 你说什么 堂红山听到这消息 面色顿时沉了下来 接着 他又陆续接到了两个电话 堂队 城北发现大量骷髅魔狼 全部都朝城南去了 堂队 这边是城西 有很多腐烂矮魔人 朝你那边去了 你要小心啊 堂红山挂断了电话 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茶医舟 沉沉地问道 是你弄的 对 茶医舟很干脆地承认了 双手插在兜里 看着那个被点亮的血色阵法 这个阵法 是一种大范围的幻术大阵 它会与月亮相互辉映 制造出血月之夜的假象 然后呢 堂红山盯着他追问 在血月之夜 腰 魔 亡灵的狂暴活跃度会 直线上升三倍 茶医舟说 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现身 因为他们需要在这个晚上进食 才能控制得住身体 那为什么他们全都朝城南这边过来了 堂红山皱着眉头问 感觉没那么简单 茶医舟微笑道 因为在这里 堂红山面色一变 茶医舟解释道 亡灵本就会被死神吸引 但如果死神本身还不够强大 拥有的力量 无法震慑住亡灵的话 亡灵们也会试图造反 杀死死神 那样的话 他们就彻底自由了 不用担心再被抓回亡灵的世界 同时 若是能吃掉死神的灵魂 对于他们的修为来说也是极大的提升 这下子 堂红山彻底明白了 你他妈 堂红山猛地上前 拽住他的衣领 愤怒地瞪着他 你拿我的人当诱饵 茶医舟被他拽住 倒也不急 轻轻地说 他是守夜人 本来就应该承担 保卫城市驱赶魔物的风险 堂红山眼睛红了 你 你疯了 城南到处都是闹市区 除了夜城大学那些低尖 没有战斗力的超凡者 还有很多普通人 你把那么多亡灵怪物引到这里来 你想过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当然想过 茶医舟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表情 说别那么急 你自己想想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段 你们守夜人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清剿完那些亡灵 一个星期 一个月 甚至更久 万一那些亡灵之中 还有可以附身到活人身上的能力 比如说是灵怪 那你就可能永远都找不出来他们 他们可能会混在我们的种族之内 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然后不断地繁衍 进化出更久可怕的魔物 吃掉更多人的灵魂 到那个时候 会有更多的伤亡 而且就算用血液之阵 也再引不出来他们了 唐红山咬牙切齿 他现在恨不得一拳揍 在这个臭道士的脸上 让我们疏散这附近的民众 而且至少也让我们守夜人 有所准备吧 茶艺周淡淡地说 那些亡灵生物并不是一般的亡灵 它们不像人类的亡灵骷髅战士那样 没有自我意识 它们的生前都是带有魔艺 甚至神异血脉的神话生物 即使成为亡灵 也保持了不俗的智慧 如果真给你们守夜人在这里 提前准备好埋伏 并疏散了人群 你认为那些亡灵怪物还会出现吗 如果你肯冷静下来 仔细想想 你就能明白 我的做法才是以大局为重 能把危害降到最低 同时效率最高的手段 唐红杉气氛的清金毕露 却无话可说 滴滴 系统则来电音再次响起 唐对 那些亡灵生物已经全部进入城南了 我现在把雷达地图发送给你 唐红杉转头看向系统面板 面板出现了一个城市地图 上面出现了密密麻麻 至少有几百个的红色小点点 每一个小红点都代表着一个亡灵怪物 它们正在快速移动 全部朝叶城大学包围而来 回头再跟你算账 唐红杉猛地松开茶一周 又立刻打了个电话 喂 林奈 雨昕 小川 你们听得到吗 林奈和林雨昕 江州刚刚会合在一起 就接到了唐红杉的电话 唐队 我们听得到 林雨昕很开心地说 我刚想打电话跟你说来着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那些事灵怪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先别说这个了 唐红杉道 你们赶紧离开那里 有很多亡灵生物都朝你们那边去了 林奈刚想说什么 这时候一声暴力受笑突然传来 阿窝 一头足足有一辆卡车大小的巨大骷髅魔狼 出现在了宿舍的楼顶 站在楼顶养天狼笑 宿舍楼底空地上的学生们都猛逼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也是特效吗 林雨昕脸色顿然变得十分难看 随即冲那些还傻愣愣站在原地发呆的学生们吼道 特效个锤子 那是真正的亡灵骨狼 不想被吃掉就快点跑 话刚说完 骷髅魔狼便从宿舍楼顶跃了下来 巨大的影子笼罩在宿舍楼底那一众学生的身上 哎呀 这些学生这才知道这次不是特效 连滚带爬的惊悚逃窜 哄 骷髅魔狼重重落下 砸出一片烟尘 当场将两个没来得及逃窜的男生 踩成了碎肉泥 如同被免碎的番茄向四周喷射剑洒 嘶吼之声 惊天动地 林奈第一时间就闪躲到了角落 才没有被骷髅魔狼踩死 接着他使用了灰明之瞳 透视过层层灰烟尘埃 看到林雨昕和江州也都暂时安全 才松了口气 骷髅魔狼跳下来之后 扭头到处寻找着什么 最终 他那心红残暴的毛子锁定在了林奈的身上 哄 他张开森牙巨口 抬起巨大的狼爪子 一找回来 林奈心底一紧 闪身躲避着一击 哄 轰隆 宿舍楼底的一根石柱 如同脆皮雪糕般被轻易拍折 墙壁倒塌 楼层锻炼 林奈依靠身体灵活 与之周旋 锁 这时候 一个轻力的交和声响起 是江州 几张浮炉飞出 分别落在骷髅魔狼周围的四角 接着这些浮炉之中 同时钻出了一条 手腕簇的黑色铁链 锁住了骷髅巨狼的四肢 骷髅魔狼挣扎了几次 一时没能挣脱 这时候 又有十几个粉色泡泡飘了过来 将骷髅魔狼团团包围 脱 这次是林雨昕的声音 哄 泡泡爆炸 粉色的火光将骷髅魔狼拢罩其中 林奈 林雨昕将周三人分别落在三角 警惕地望着那粉色的爆炸烟尘 莫过几秒 尘埃散去 那骷髅魔狼的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 甚至表情变得更加凶利 森白獠牙露出其外 显然荡荡的进攻 已经彻底激怒了他 好 咔嚓 咔嚓 咔 巨大鼓狼挣扎起来 捆锁住他四肢的俘虏铁链 被骷髅魔狼轻而易举地扯断 林雨昕沉沉地说 不行 这头骷髅魔狼在成为亡灵生前 至少是吃魅籍的魔物 甚至看样子已经快要到达亡两级了 我们几个对付不了他 赶紧撤退 喊堂队 还有其他守夜人过来支援吧 林奈灰明之童一扫四周的状况 沉静地说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整个夜城大学 已经被那些亡灵生物包围了 林雨昕感到不可思议 你说什么 他看向四周 只见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在黑暗之中亮起 阴侧侧地盯着它们 像是在盯着锤仙已久的猎物 片刻之后 足足四五十头十十鬼 从黑暗之中缓缓爬了出来 嘶 林雨昕倒吸一口凉气 开玩笑的吧 这些亡灵生物 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全部出现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林奈沉着地观察四周 林雨昕握紧拳头 冷汗沉沉 即使已经加入了守夜人 近一年的时间 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糟糕的情况 他倒还好 作为四级超凡者 怎么样都有自保之力 江州这个女孩子 虽然年纪小 但好像觉醒得很早 也有三级的实力 但是林奈 林雨昕喝道 林奈 这次的任务 你不是负责战斗的人员 你先想办法躲起来 这里交给我们 林奈没应声 心想 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些亡灵怪物 好像根本就是冲着他来的 那头巨大的骷髅魔狼 还有那边那群石石鬼 一双双眼睛 全都钉在他的身上 从血月出现 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看来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林雨昕从怀里 逃出一个小瓶子 将里面的糖果 一下子全部吃进嘴里 快速咀嚼之后 最后吐出一个 巨大的白色泡泡 林雨昕双手结印 交合道 异能 照 白色的泡泡悬浮在空中 在异能的影响下 逐渐膨胀变大 最终变成了一个 透明的巨大的防护屏障 将那些石石鬼 全部阻挡在外 石石鬼如恶风乐的猎狗般 黄扑而来 却被透明的屏障 阻挡在外 不过这些家伙 也没有放弃 在血月之夜 这些家伙 比往常要凶暴三倍 根本不会放弃 近在眼前的猎物 他们疯狂嘶吼着 不断用爪子攻击屏障 很快就出现了 一道道抓痕和裂缝 也不知道能阻挡多久 林雨昕额头 留下了一滴冷汗 又重新凝聚魂力 为一能屏障充能 补上裂缝的空缺 江州还在与那 骷髅魔狼周旋着 娇小的身影 动作还挺灵活 挥舞着一把陶木剑 与骷髅魔狼 互相拉扯了好几个回合 道发 雷光咒 他丢出一张青蓝色的符路 青蓝色的雷光符 咒势放出强烈电光 但也只是将那头 骷髅魔狼 麻痹了短短数秒而已 又过了几个回合 江州终于败下阵来 被骷髅魔狼抬找 一挥拍飞了出去 连那陶木剑 也被利爪所折断 啊 江州摔在一边 骄小的身体 还在地上滚了两圈 骷髅魔狼再次冲了上来 张开森牙大口 江州脸色惨白 躺在地上 根本没有能力躲避 一呢 弹力炮 林雨昕又吹出一个绿色的泡泡 那绿色泡泡 阻挡在江州的身前 骷髅魔狼巨大的身躯 跃了过来 两只巨大的前掌 扑在那泡泡上 然而 那绿色泡泡 没有被利爪撕破 而是表现出了 极其惊人的韧性 以及弹力 骷髅魔狼 只觉得像是一头 栽进了蹦床里似的 接着 那绿色泡泡凹陷的部分 又猛地弹了回来 将骷髅魔狼 整个巨大身躯 反弹了回去 好 骷髅魔狼飞回到原地 又往后亮强了七八米远 才稳住了身形 江州正正地看着林雨昕 谢 谢谢 没事 林雨昕咬着牙关 刚刚分心使用异能 去救江州 这边的异能屏障 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白色泡泡 被那些石屎鬼抓出的裂缝 越来越多 已经快要被攻破了 血月之夜 这些亡灵生物 也不仅仅只是 变得更狂暴了而已 它们的攻击力 也会上涨一大个档次 啊 骷髅魔狼 仰天发出一声狼嚎 也不知道 它究竟是在呼唤同伴 还是进攻的信号 接着 就见它的四肢 微微啪扶下来 像是即将展开攻势的姿势 随即后腿一蹬 狼笑嘶吼 朝着林雨昕狂扑而来 林雨昕见状 只好放弃了 为屏障充能 连忙跳起躲避 哄 白色的泡泡屏障 终于被外面的石屎鬼击碎了 四五十头石屎鬼 瞬间如恶狗扑石般围攻而来 发出阵阵嘶吼之音 林雨昕心底寒气直冒 不行了 不要说 那头骷髅魔狼 这么多石屎鬼 随随便便就能将它们撕成碎片 只能近身肉搏战了 林雨昕从系统物品栏中 下载出一把魂能短刀 握紧手中 横在胸前 眼神一沉 来吧 林乃看着这个情况 知道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可以保留了 之前在亡灵之海 吸收了一万多头亡灵的灵魂之力 魂力上限提升了不少 不过 也不能一下子把魂力消耗光 那些亡灵怪物都是冲自己来的 看来 只有把他们都引走 才能保证这两个女孩子的安全 想清楚了思路 林乃手解法印 凝聚魂力 亡灵召唤 暗影魔狼 他蹲下来 双手按在地上 在他的周围 赫然出现十几个灰影色的召唤阵法 从那些阵法之中 赫然爬出了十几头暗影魔狼 这些暗影魔狼头上眉心 有一个契约记号 浑身被一层暗影所覆盖 半亡灵半魔兽的身体 在夜幕下 就好像一团团烟雾 他们的意识 与林乃的精神世界相连 在林乃的意识中 这些暗影魔狼 每一个都是一个红点 都可以由他的精神力操控 十几头暗影魔狼 在林乃意识的号令下 纷纷冲了上去 加入了战局 与那些实施鬼私药在一起 林乃希和江州两个女孩子 正在与那些实施鬼近战搏杀 突然见到 那十几头暗影魔狼出现 一开始脸色都白了 那些实施鬼 和骷髅魔狼他们 都已经无力对抗了 现在又有其他的亡灵生物 一起来围攻 要如何挡得住 不过 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些暗影魔狼 并没有攻击他 而是跟那些实施鬼私药在了一起 林乃希微微一震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没工夫去关心这个问题了 一头实施鬼突然跳到面前 张开丑陋的血盆大口 疯狂地向他撕咬 林乃希立刻抬起魂能短刀 直接捅进了那怪物的嘴里 实施鬼的身体并不算强韧 甚至可以说 大多数地阶王灵生物的皮肉 都是腐烂的 充能了魂力的短刀 轻而易举地就活开了他的嘴巴 鲜血喷溅 腐臭的气息溢出 林乃希身上棒球服被溅满了血字 还有绿油油的腐烟 虽然是女生 不过作为守夜人 她当然不会拘于小节 狠出一脚将其踢开 然后往自己嘴里丢了一颗泡泡糖 亦呢 粉红爆破 林乃希一下子吹出十几个粉色小泡泡 接着双指一抬 嚼喝 破 轰得爆炸响声 两头想要趁机偷袭的石石鬼 被当场炸成尸骨碎片 虽然说 十几头暗影魔狼的加入 数量上依然是趋于劣势 但也已经很大程度地 缓解了林玉希和江州的压力 林乃换出了白叶 巨大的银白镰刀掌握在手中 她抬起头来 只见那巨大的骷髅魔狼 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粘稠的口水 已经顺着下巴滴到了地上 还有其他石石鬼 也有三十几头 都在朝这边缓缓靠近 看来白死神的灵魂 诱惑还真挺大的 林乃冷笑 血月之夜 这些低阶亡灵的胆子 都变大了不少吗 记得之前 刚刚觉醒的那次 灰明之铜一开 那些低阶的亡灵生物 根本靠近都不敢靠近 好 巨大的骷髅魔狼 终于按耐不住 挥动起巨大的爪子 向林奈狠狠拍挥而来 林奈冷冷与之对视 并没有闪避 反而脚下一灯 像是一头矫剑猎豹般揉身而上 林玉希转过头 在混乱之中 寻找林奈的位置 正好就见到这一幕 顿时惊了 林奈 不行 这家伙疯了吗 那可是痴妹级别的魔物 连他四级都解决不了的存在 他一个刚刚觉醒的一级 要怎么应对 林奈并没有跟骷髅魔狼硬拼 而是依靠灵活的身体 从他巨大的爪子缝隙之中 穿了过去 之前吸收了一万多头灵魂 他的身体属性暴涨 无论是敏捷 力量 灵活性 速度 爆发力 都早已远远不是正常一级超反者 该有的强度了 挥起白夜之帘 展出一道刺眼冷芒 咕哧 哼哼哼哼 鲜血横流 林雨夕愣住了 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鬼速度 刚刚那一展的速度 都快赶上影刺客了吧 这灵奈才一级 身体属性就已经这么高了吗 还有他手中的那把银色镰刀 不知是什么神兵利刃 骷髅魔狼的身体强度很高 连他四级的爆破数都无法破防 而那把镰刀 居然一下子就攻破了骷髅魔狼的防御 这就是使徒骂 果然是离谱的可怕 好 骷髅魔狼大怒 一只眼睛无法睁开 反手又挥出一爪 试图抓住林奈 但这一爪依旧挥空 林奈踩着她的头骨 一跃跳到她的身后 转头一看 一大群石屎鬼已经围攻上来了 来吧 换一个战场解决你们 林奈淡淡地说着 便头也不回地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三十几头石屎鬼立刻追了上去 骷髅魔狼捂着流血的眼睛 见到此状 也立刻狼笑一声 然后紧跟追去 守夜人总部 夜晚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夜幕之上的血跃 顿然眉头紧皱 那不是真正的血跃 而是被人刻意制造出来的幻术 低阶的魔物可能会受到影响 像她这种万象等级的魔翼 却一眼便能看破了 刘鹤坐在沙发上 已经接收到了 下面守夜人的汇报电话 喂 那血跃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如此 是到家公司的人吗 我知道了 算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等事情结束 以后再说吧 派出所有守夜人 轻角亡灵 尽量降低损失 减少伤亡 还有 务必要保证使徒的安全 挂断了电话 刘鹤沉沉地叹了口气 夜晚站在落地窗前 你们人类就是这么办事的 用自己的同胞当诱饵 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 由于是背对着 也看不到她的表情 刘鹤拿起一支茶杯 说道 这件事不是我们安排的 是到家公司擅自而为 之后 我们会向官方抗议他们的这种行为 但现在 也只好先清除 亡灵魔物再说了 哼 到家夜晚眼眸 闪过一丝冰浪 落地窗的玻璃瞬间变成粉末 刘鹤将茶杯放下 转头一看 夜晚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一地的玻璃碎渣 还有从外面灌进来的嗖嗖冷风 唉 刘鹤无奈 发出一声悠悠的叹息 刚让人补好的窗户 林雨昕和江州仍在原地 继续跟剩下那二十多头 食食鬼缠斗 有十几头暗影魔狼的帮忙 他们几乎已经没有太大压力了 但林雨昕很是担心灵奈 这家伙也太乱来了 明明他在这次任务中 并不是担任战斗人员的工作的 这时候 一道白芒突然闪现而出 刷 只认冰冷 瞬间斩杀了四五头食食鬼 唐红山一个转身 挽了的刀花 然后又是同样的一招 武技 心芒划闪 这次再一刀 又是五头食食鬼被禁术斩首 伴随着血肉飞溅 和一声声哀嚎 唐红山的身影 出现在了林雨昕和江州的身前 还摆了一个帅气的收刀pose 额前垂下了一撮长发 是不是很帅 林雨昕 江州 林雨昕嘴巴抽了抽 说 唐队 你先别装逼了 林乃有危险 我知道 所以我赶过来了 唐红山淡淡地说 他小子人呢 还有 小川去哪了 然后又看向不远处的那些暗影魔狼 露出古怪的神色 他感应到这些暗影魔狼 也是亡灵生物 但这些魔狼 对他们居然没有攻击的意图 反而围在那分食那些食食鬼的尸体 亡灵之间互相残杀吗 杨小川晕过去了 被我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按压他的是不重要 以后再说 林雨昕面色严肃 林奈刚刚迎走了一头吃魅集的骷髅魔狼 还有三十多头食食鬼 现在 恐怕非常危险 吃魅集 唐红山醋眉 魔物的等级 从最低阶开始 邪虫 吃魅 亡两 森罗 万象刚刚觉醒的一级超凡者 可以说 面对邪虫集都没有什么抵抗能力 这小子疯了 就算是使徒 他还没正式开始修炼呢 就敢这么了 一个人 溜着一头吃魅和三十多头鞋碎到处乱跑 我去找他 唐红山握着指导说 你们两个 先帮助夜城大学的学生避难 林雨昕 可是 别忘了 你是守夜人 唐红山看了他一眼 说 现在整个夜城大学被亡灵魔物包围 血月之夜 这些怪物比往常更加危险 他们的攻击性 残暴性都要比以往大三倍 这所大学的学生最多也只有二级左右 根本没有反抗亡灵的能力 除了保护自家兄弟 你也必须先保护好这些普通人的安全 林雨昕沉默了一下 我知道了 缓缓吐了口气 林雨昕握紧了拳头 只能在心里说到 林奈 可千万要当心啊 林奈一个人 溜着一大群亡灵魔物 在夜城大学的校园里 急速穿梭 她换上了脑海中办公室里的那件 白死神的兜帽的衣袍 属性 移动速度正30% 黑暗环境下移动正70% 防御加10 抗性加10 魂力加30 神力加1 魅力加10 现在是晚上 在特殊服饰的加持下 她的移动速度 直接提升了100% 加上她本身暴涨的 敏捷属性 在夜幕的环境 移动速度 快得令人发指 肉眼都几乎无法蹲上 那些骷髅魔狼 和食尸鬼 早已都被她远远甩在后面 不过跑了一路 又吸引了很多 心爱的亡灵魔物 林奈跑了一会儿 回头一看 顿时则舌 四面八方 至少有两三百头亡灵 魔物包围过来 正在疯狂地追逐她 四 不好搞啊 林奈左右一看 钻进了一栋教学楼里 那些体型较小的食尸鬼 腐烂矮魔人 全都嘶吼叫着 呼啦啦地顺着楼梯 跟了上来 而那体型较大的 比如骷髅魔狼 无法钻进楼道 只能在教学楼的外侧攀爬 发出暴力 而愤怒地嘶吼 那些食尸鬼 和腐烂矮魔人 顺着楼梯一路爬上来 突然看见一个 闪烁着红光的小型抛制物 丢下了楼道 食尸鬼愣了一下 那抛制物落在她的脚边 红光闪烁得更快更急促 滴滴滴滴 哄 手雷爆炸 三四头食尸鬼 被炸成了碎片 这是林奈用守夜人给的签字费 从系统商城购买来的 浑能手雷 一个浑能手雷 就要三十个金龙 售价比普通的手雷 要贵得多 不过 这种手雷的威力更大 且对拥有魔异血脉的 生物有着附加伤害 林奈看着楼道下面的食尸鬼们 又拿出一颗浑能手雷 来啊 再上来试试 哈 下方的食尸鬼 发出沙哑的嘶吼 不过确实都不敢再轻易向前了 林奈松了口气 幸好她对校园还算熟悉 这栋楼只有这一条楼道 如果守得好的话 应该可以硬撑到守夜人的大部队支援赶来 不过 很快她就知道这个方案行不通了 只听哗啦的一声 身后走廊的一扇窗户被击碎了 从那里 又有几头食尸鬼爬了出来 林奈暗骂一句 剑鬼 脚下一踏 右手握紧白叶 抡起巨大的银白镰刀 刷 两刀斩去 那三头食尸鬼都被尽数斩杀 林奈的技能 勾魂 会造成附加的灵魂伤害 对亡灵生物的伤害更大 加上她暴涨的属性 对付这些最低阶的亡灵 已经是不在话下了 不过 林奈也知道这地方应该停留不了了 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苟住等支援才行 林奈难难道 同时在心中嘀咕着 也不知道 是谁搞出来的血月幻术 作为白死神的使徒 她当然也能看得出来 那血月是用幻术 制造出来的假象 通过在她意识之中 白死神那残缺不全的记忆 她知道 在血月之夜 亡灵生物的狂暴度 要远远高于以往 这些亡灵魔物今天晚上 一下子同时现身 还全都冲着自己来 八成就是这个原因 好 楼到走廊的左右 又有石石鬼 通过窗户 爬进了走廊 从两边朝林奈包夹过来 林奈深呼了口气 握紧白叶 先杀出去再说吧 以她现在的身法 在这群低阶的亡灵魔物之中 想要自保 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就在这个时候 林奈忽然感知到了一个 恐怖而熟悉的气息 正在逼近 那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杀意 包含着强烈的怨气和怒意 正在以极快的移动 朝这里逼来 这个感觉是 石魂 碰 哗啦啦啦啦 走廊一整排窗户的玻璃 在一瞬间 全部碎掉 一个身躯高大 手持残缺大剑 全身包裹在幽蓝色光影之中的 亡灵大剑是 直接破窗而入 一双如玄冰般 冷冷燃烧的瞳孔 死死盯着林奈 林奈的瞳孔 顿然一缩 石魂的巨剑 挥舞横扫而来 幽蓝色的光影 毁成气刃 夹杂着骇人 恐怖的破空之音 威力惊人 势如破竹 林奈反应极快 立刻一个下腰的动作 大剑几乎就是贴着她的头皮 挥过去的 甚至林奈 还能清楚地感觉到 剑气削断了她几根头发 哄 嗡隆隆隆 学校楼道的走廊 并不算宽敞 石魂那巨剑一挥 走廊的整面墙壁 都被她划开一道 茬而宽的裂痕 可谓是崩山裂石的一剑 去 林奈避开 身形瞬间往后 闪出四五米 手中白叶倒叉在地 稳住身形 如一头猎豹般 蹲覆在地 接着她呸了一口不小心 吃进嘴里的灰尘 沉下脸来暗道 这家伙终于又现身了 走廊左右两侧的十几头 石石鬼看到石魂 纷纷发出喊 吼 地警告吼声 那吼声的意思是 这猎物是我们的 走开 石魂眼神冷冷的 幽兰的瞳孔 直勾勾地盯着林奈 根本没有搭理他们 她的白色的长发飘动 胸前的残破铠甲 与蓝色幽影相见灰影 林奈又一次听到了 那稀稀疏疏的鬼气哀嚎 以及各种亡灵的哭声 令人不寒而栗 那是第一次见到石魂时 就听到的声音 仿佛只要靠近 她就可以听到 在石魂的周围 近十米的范围 出现了一种 令人窒息的领域 以她为中心的 一大圈范围内的所有事物 都失去了色彩 变成了灰白的颜色 林奈微微醋眉 这是 剑神的杀意领域吗 好 那些石石鬼 再次发出警告的吼声 见到石魂没有搭理他们 石石鬼们 纷纷向石魂扑去 不过这些石石鬼 都还没有冲刺到石魂的身边 身体就逐渐缓慢了下来 随着他们被石魂的领域影响 身体变成了灰白色 同时也肉眼可见 他们在一点一点地 失去生命力 最后缓缓栽倒在地 连最后的一声哀嚎 都没有发出来 他们身上的灵魂 都被石魂吸收了过去 被他所吞噬了 林奈看着这一幕 心想 看来这位曾经的剑神 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摧残 神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还变成了半神 半魔半亡灵的怪物 但依旧还是很强了 这家伙在亡灵的世界 应该就是这么一点一点 吞噬其他亡灵 才重铸了神体肉身的吧 走廊两侧的石石鬼 都已经倒下 石魂握住剑柄 又挥着大剑 朝灵带扫了过来 坦白说 石魂的那把大剑 虽然残缺不全 但光是一把大剑的长度 就比走廊的宽度还要长 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方 挥动这样一把大剑的后果 可想而知 但石魂显然一点都不在乎 石剑一路横冲直撞来 大剑横着迅猛挥动 将一条走廊过去 经过的所有教室 门 窗 玻璃 墙壁 甚至裸露在外的下水管 灭火器 通通一剑斩成两半 灵奈知道自己现在 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只能再退 石魂在一剑被躲过 不过他好像已经提前料到了一样 第一剑明显只是试探而已 很快 他又用手腕的力量 迅速调转箭头 剑刃重新横扫了回来 又是一阵恐怖的破空之音 这次灵奈没有闪避的空间了 他一咬牙 连忙抬起白叶格挡 当 大剑与镰刀碰撞在一起 发出沉重音鸣 灵奈只觉得 手腕阵阵发麻 连手中的白叶 都差点就要被击落脱手 正面比拼力量 完全没有生算 灵奈用了个巧劲 握着白叶手腕一转 连刀刃刃与大剑的剑刃剧烈摩擦 发出一阵令人发酸的金属摩擦声 剑射出滋啦滋啦的刺眼火星 然后身形一挺 脚步一踏 借着大剑的力量 往后撤出去七八米远 石魂争鸣一吼 在击奔几步 猛地跃身而起 高举大剑 宛若石破天津般的下屁而来 一剑夹杂着 迅弱奔雷的幽兰青光 对方的攻击节奏太快 一波一波 都是威力巨大的致命攻击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要被那大剑碾成肉泥 灵奈冷汗沉沉 感觉自己连呼吸的节奏都不敢变化 只能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连忙又易灵活的侧步 侧身避开大剑的灰屁 大剑重重地披在灵奈面前 几公分的位置 这一剑的威力山崩地裂 整个地面直接完全裂开 同时如蜘蛛网般 迅速向四周蔓延 最终 整条走廊的地板 都碎裂它陷了下去 碎石纷飞 都给劈塌了 灵奈和石纷 一起从四层摔进了三层 眼尘滚滚 马得 这家伙真是要拆楼啊 灵奈努力睁开一只眼睛 剧烈地咳嗽着 四周尘埃弥漫 不过通过精神力 灵奈能感知到石纷再次接近 很快 她的身影从沉雾中出现了 那柄巨剑再次迎面来 还来 灵奈眼神一领 瞳孔骤然变成了灰影色 灰明之铜 石纷正挥动巨剑展来 双眼正好对上了灵奈的灰明之铜 那双灰银色的眼眸 如同无尽的深渊大海 沉浸得没有一丝声浪 却仿佛能将人 拖入无穷无尽的海底 受到灰明之铜精神力的攻击 石纷的动作 明显变得迟缓了许多 幽蓝色的眼瞳变得涣散 灰剑动作 也好似像是0.5倍速那样迟缓 嗯 灵奈灰明之铜的视野中 看到石纷的灵魂状况 十分奇怪 别人的灵魂 在常规的时候 都是蓝色的 出现剧烈情绪波动的时候 可能会逐渐变成黄色 可是石纷体内的灵魂 却极其不稳定 黑色深蓝色紫色赤色 一连串的闪烁渐变 极其诡异 同时 在石纷的左胸口的地方 心脏的部位 那里完全没有灵魂的充盈 简直就如一个黑洞般 深暗且非常空洞 难道那里是他的弱点 灵奈忽然想起 之前夜晚跟他交手的时候 曾经说过 石纷吞噬了许多乱七八糟的魔物和亡灵 导致神力变得非常浑浊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很快 石纷猛地甩了甩头 察觉到了 是灵奈的那双眼睛在作怪 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毕竟硬实力在那里摆着 石纷一人 就干翻了守夜人一整只小队 还远远不是灵奈现在的实力可以对抗的 好 一声咆哮之下 残缺的大剑再次挥辟而来 哄 这次又把三层楼的地板给劈他了 灵奈与石纷 战斗的场地 从教学楼的四层一直到三层 又从三层再到二层 可谓是拆楼级别的战斗 整栋教学楼早已被大剑斩辟的面目全非 楼的外侧都能看到 一道巨大的裂缝 从四楼起一直竖着开裂下来 灵奈突然暗想 这次任务之后的后事赔偿 不应该不用他来付吧 他也是很佩服自己 在这种时候 还能想到这种问题 终于 二层楼的走廊墙壁 也被识魂一剑直接掀了 墙体内的钢筋 指甲 全部裸露出来 却也都如豆腐般 全部被轻易地切成了两段 蹦嗡嗡嗡 哄 咔嚓隆隆隆 这时候有不少守夜人赶到了现场 在那栋教学楼外 听到了楼层坍塌的轰鸣 看到那令人惊恶的一幕 一个个全都目瞪狗呆 卧槽 什么情况 拆楼呢这是 是识魂 报告堂队 我们发现 那个拥有神力的亡灵大件事了 在碧区七号教学楼 咦 那年轻人是谁 是夜城大学的学生吗 一个学生这么厉害 能跟那种级别的敌人 周旋那么久 不 他好像是新加入咱们的实习守夜人 据说就是前两天刚刚觉醒了 白死神的那个神明继承者 啥 前两天刚觉醒 刚觉醒就有这等战联 这是什么妖念 66666 这小子的身法不错呀 老张抬头望了一会儿 见到一个白色的身影 从二楼的尘埃中跃出来 林黛一身白色衣袍 手持白叶 在夜幕下如一道白色缩影 老张连忙说道 都别他妈吹牛逼了 还愣着干啥 支援他 众手夜人听言 这才纷纷摆好阵型 架起了魂力枪 石魂也从尘埃中跃出 手持大剑 双脚重重地落到地面 开火 有人喝了一声 十几门魂力枪 火力全开 对着石魂就是一阵秃秃 可惜 石魂好像根本不惧 那高大的身躯 还穿着残破厚重的铠甲 行动起来却仿佛十分敏捷 速度极快 左右闪转藤魔 幽蓝色的光影闪烁 同时快速接近着 一众手夜人 甚至就算有几发魂力枪 打在他的身上 也似乎没有对他 造成任何伤害 死 老张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行 别跟他硬拼 大家散开 给控制 快 一个手夜人听言 迅速上前 双手合十 无法 想魔精中照 只见一口大精中 从天而降 重重落下 正好将石魂照在其中 发出东的一声 颤人耳膜的钟响 众人漠然警惕 站在四周观察了好一阵 见惊中没有动静 这才纷纷都松了一口气 老张擦了擦额头 躺下来的汗水 看向林奈 林奈 你没事吧 林奈之前也见过老张 还有他身后的钉子 阿光 阿南等人 知道他们都是唐红山 手下一队的守夜人队员 林奈摇了摇头 没事 然后指着那栋 被失魂拆得千疮百孔的教学楼 那栋楼应该不归我赔吧 老张 放心 今晚这事 是道家公司那边的人 他们自作主张 等任务完事了过后 我们肯定要找官方投诉他们的 一切损失 肯定也得由他们负担 林奈疑惑 道家公司 是啊 老张骂骂咧咧的道 今晚这破事 就是道家公司整出来的 那个茶艺舟 启动了卸月之阵 才搞得这些亡灵 魔物跟风了一样 还好咱们队里今晚没死人 否则老子 跟他们道家公司的人没完 林奈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茶艺舟吗 当 这个时候 金钟罩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众守夜人都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后退 只见那金钟罩上出现了 数道蜘蛛网般的裂痕纹路 裂缝迅速扩散 莫过几秒 又是当 得一声 裂纹更多 更密 碰 得第三声 金钟罩彻底碎掉 石魂持大剑冲了出来 速度比刚才更快 老张看到刺警更大了眼睛 有两个守夜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仍站在原地 而石魂已经冲到他们面前了 两米多长的大剑已经高高举起 老张惊呼 快闪开 同时拔出手中佩刀 爆发了五级超凡者的实力 魂力震荡 直接冲了上去 灵奈没有冲上去 目光一灵 再次开启了灰明之铜 注视着奔过来的石魂 石魂被灵奈的铜数影响 速度果然变慢了 这才给老张赶上的机会 五级 胡月斩 老张横刀挡在石魂的面前 正面与石魂的重剑对抗 毫无意外的 老张的执刀硬生折断 不过他也没打算硬拼 挡了一下之后 就迅速后撤 其他两个守夜人这时 也反应过来了 都纷纷闪开 其他几个守夜人 也都重新摆起阵型 释放各种武器 异能 魔法 对石魂展开攻击 灵奈用灰明之铜 观察着石魂的状况 他胸口处的那个黑洞 看起来应该是他的弱点 不过 灵奈观察了好一阵 其他人的进攻 哪怕攻击到了他胸口的黑洞处 似乎对他也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灵奈冷静思考 那个黑洞 并不是他肉体上的空缺 而是他灵魂上的空缺 这样说的话 用普通的物理 和魔法攻击那个弱点 应该都没有什么效果 在这里的人 能直接攻击灵魂的人 应该也只有他了 灵奈检查了一下 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 魂力 已经所剩不多了 刚刚又使用了一次 灰明之铜 已经将他的魂力 快要消耗殆尽 不过 他还有五点的神力 之前吞噬了一万多头亡灵 除了身体的基本属性 他的神力也增长了两点 正常的状况下 大部分超凡者 使用异能也好 5G也好 都是用魂力 作为能量驱动的 只有使徒 才能拥有神力 灵奈在平时使用 灰明之铜 也是用的魂力 实际上 如果用神力来驱动 才能发挥出 灰明之铜 本身的真正威力 和真正的效果 魂力启动的灰明之铜 只是弱化版的而已 缺点就是 他现在的神力 仅仅只有五点 用神力启动 灰明之铜 大概只能维持 几秒钟的时间 且神力耗尽 还会进入虚弱状态 如果失败了就完了 马德 老张手中的刀蛇了 退下阵来 气喘吁吁 这独自玩意儿 可真难对付 灵奈这是说 老张 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呃 老张正了一下 愣愣地看着他 你确定这样可以 老张听完灵奈的战术 表情复杂 你只是一级 正面对抗 这个亡灵大剑士 会不会太危险了 放心 灵奈说 相信我的判断 老张 行 灵奈这么说 老张也不好再说 什么了 毕竟以灵奈的说法 这里能对石魂 造成有效伤害的 也只有他 老张压低声音 冲旁边的几个守夜人道 钉子 阿光 阿南 你们过来听我说 过了一会儿后 灵奈手持白夜之帘 朝石魂冲了过去 石魂看见灵奈 一双幽蓝色的眼瞳里 就仿佛要冒出火来一般 也不管身边 围攻他的守夜人了 直接拖着大剑 正面交锋 灵奈瞬间就呈现败事 白夜之帘 当然不可能被石魂之剑斩断 但以石魂的力量 一瞬间就将灵奈的白夜 压制了下来 沉重的剑刃 朝灵奈的脸庞挥下来 两米多长的阴影 笼罩在灵奈小小的身躯 灵奈可不想 被石魂一剑劈成两半 立马使用了灰明之痛 这一招已经是对石魂使用的第三次了 每一次的效果 都明显要比前一次差很多 短时间内连续使用 石魂明显已经习惯了 灵奈的这种精神攻击 不过灵奈的目的 本来也就不在这里 老张看着这情况 立刻说道 趁现在 动手 阿光抬起魂力枪 对着空中便扣下了扳机 这一枪飞到空中 突然如烟花一般爆开 随即变成一张青蓝色的大网掉下来 灵奈立即撤开 大网顿时将石魂照在其中 阿南双手合十 无法 摔 钉子双手按在地上 易能 钢钉震 石魂被大网罩住 正想要挣脱 又立刻被一道 摔弱白光笼罩 力量瞬间减弱 接着 在他的脚底 也突然窜出石术跟钢钉 这些钢钉纵横交错 将他的两条腿卡的死死的 动弹不得 灵奈抓住这个机会 运转神力 嗡的一声 再次启动了 灰明之铜 眼瞳骤然变成了银灰色 神术 灰明之铜 这一次用神力驱动 银灰色的光芒 完全充斥了他的双眼 银色的光辉 如跳跃的白色火焰 令双眼瞳孔 周围红膜的纹理 都彻底消失 甚至已经完全连同人 都看不见了 只能看得 青眼球的一点点轮廓 灵奈用这双银灰色的眼睛 死死盯着石魂心脏部位的 那一处灵魂空洞 这一次 石魂不只是感受到精神攻击了 他瞬间觉得自己的灵魂 在被一种诡异的力量所撕扯 而且 是从内向外的撕扯 在他胸口灵魂的空洞处 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力量 在用力扒着他的伤口 然后用力往外撕一板 同时 石魂还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在源源不断地被人吸取 灵奈能感觉到 体内的神力在迅速消耗 耳边也传来了 系统机械化的提示音 提示 能量持续消耗中 神力一 提示 正在吸收未知能量 魂力加397 以超出您身体能承载的魂力上限 多余的魂力无法使用 提示 能量持续消耗中 神力一 提示 正在吸收未知能量 魂力加481 以超出您身体能承载的魂力上限 多余的魂力无法使用 警告 你的神力即将耗戒 好 石魂发出痛苦猙獰的嘶吼 在灵奈的视野中 他可以看到 在他童树的作用下 石魂体内的灵魂正在剧烈 蛆 且心脏部位的黑洞 正被越撕越大 他的灰明之童 就如一个无尽的深渊 将他的魂力不断吸收过来 老张和其余一众守夜人 在一旁看着 都感到震惊 WTF 这是什么能力 割几个注意 老张不由得渗出冷汗 都躲远点 千万别看他的眼睛 灵奈这一招 显然不只是对石魂有效而已 连老张他们这些站在旁边的人 哪怕没有被他的灰明之童注视 只要在灵奈 那双眼睛的余光范围内 身上的魂力 就好像都要被吸走似的 阿光冷汗蹭蹭 这家伙 真的是一级超凡者吗 老张 嗯 不过 是一级的使徒 灵奈神力模式的灰明之童 只维持了短短五秒钟的时间 警告 你的神力消耗殆尽 已进入虚弱状态 警告 你已进入虚弱状态 身体技能负70% 攻击力负57% 防御力负66% 体力负81% 力量负55% 敏捷负62% 抗性负48% 反应力负41% 精神状态负65% 可惜 灵奈暗叹 他只有五点神力 实在不够消耗的 如果他的神力足够的话 不出半分钟 他就能将石魂的灵魂完全撕碎 将他的魂力全部抽干 接着 他就感觉到整个人就如同虚脱了一般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身体直挺挺地向前倾倒下去 不过灵奈并没有栽倒在地上 而是被一只强壮的手臂捞住 灵奈虚弱地喘着气 眼睛勉强睁开 可以看见 扶住他的人是唐红山 你这小子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见 唐红山神色严肃 显然刚刚的战况 他也看见了 没想到使徒的力量 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这还仅仅是一级超凡者 就拥有这样的战力 若是成长起来 怪不得 现在谈论国家实力的时候 都不是谈核弹了 而是谈使徒的数量 石魂已经跪倒在地 大剑倒插在地上 身上流转的幽兰光影 都已经变得暗淡 老张 钉子 阿光 阿南等一众守夜人 警惕地围在他的四周 一群人举着魂力枪 互相打着手势暗号 一点一点试探着 朝他缓缓靠近 石魂眼睛冷冷望着这些人 似乎还想要握起大剑 将这些家伙全斩了 但他似乎也已经是倒了极限 幽兰的眼睛缓缓闭上 身体重重栽倒在地 他的大剑也是第一次脱手 当往一声掉在地上 老张看到这情况 顿时松了口气 呼 唐队 这家伙应该也已经失去战力了 唐红山点了点头 好 终于把这怪物解决了 哥 好 好好好 这时候又几声嘶吼传来 唐红山一看四周 是那些石石鬼和骷髅魔狼 又一次围上来了 一头一头亡灵魔物 从阴影处缓缓爬出 乍看之下 应该有大几十头 应该有上百头了 唐红山并没有表现的惊慌 而是很冷静地说 血月应该快结束了 剩下的亡灵魔物 抓紧时间把他们解决掉 其他守夜人小队 也差不多快要赶到了 石魂也已经打败 解决剩余的这些邪虫和痴魅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众守夜人摆好阵势 是 正当这个时候 地上的石魂 突然猛地睁开了眼睛 在众人都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他握住残破大剑 猛地爆起 爆发了最后的雨里 一跃十几米高 挥举着大剑 直挺挺地朝着灵奈披斩来 众人反应过来时 都已经来不及了 唐红山瞪大了眼睛 嘶 这一家伙 居然还会耍诡计 好 石魂发出了最后的一声 猙獰咆哮 那声音夹杂着几十万年的愤怒 是他竭尽全力的一击 眼看石魂的大剑 就要一剑斩下 这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 却又无法形容的压迫感 那股压迫感 并不是来自石魂 那是一股极度强大的黑暗力量 周围环境的气压 仿佛瞬间被降到极致 令人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 无形的压迫感 造成了无比恐怖的威压 在场除了灵奈之外 所有守夜人 包括唐红山 还有那些亡灵魔物 几乎都被那恐怖的威压 按倒在地 根本站不起来 老张 钉子 阿光 阿南等人 都直接以一个大字形 被牢牢按趴在地上 连抬起一根手指都做不到 唐红山单膝跪地 握着倒叉的直刀 用六级的魂力强撑着 只觉得背后仿佛压了一座大山 好恐怖的力量 这到底是什么 一根根黑色羽毛 从天空缓缓飘落 如同一场暗黑色的大雪 只见一个哥特 是女仆装的身影出现了 暗红色的燕浪汹涌 女仆长裙随着气浪而摆动 一对黑色的羽翼张开 夜晚双眸深处 抬起纤细雪白的手腕 五根手指虚空一抓 在它周身环绕的飞红火焰 就迅速凝聚在了一起 凝结成一根根火焰荆棘 然后全部朝石魂穿刺而去 噗哧 石魂的胸口 被一根火焰荆棘 瞬间直接贯穿 胸前的盔甲完全粉碎 火焰荆棘从它的背后穿了出来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就是十分惨烈的一幕 无数根火焰荆棘 贯穿了石魂的身体 速度快的 肉眼只能看到一道道黑光 在石魂的身体里闪来闪去 如同千刀万剐 被万剑穿星 而且 这万剑还是带有黑暗火焰覆魔的 噗哧噗哧噗哧 噗哧噗哧噗哧 吼吼啊 不断的穿刺之音 夹杂着石魂痛苦的嘶吼 唐红山等人在旁边看的 都有些心有不忍 这也太惨了 以前只见过 有人将水凝结成冰 进行冰锥攻击 没想到 火焰居然也能变成这样的固体形态 这样连续不断地来回穿刺 持续了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石魂的肉身早已千疮百孔了 身上原本就残破不堪的盔甲 现在几乎就只剩下几个甲片 还挂在身上 被穿透的肉体内 充斥着他的幽兰光辉 连他那柄残破的大剑 都被穿出了好几个洞 哄 石魂再次倒了下去 这一次 他确实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夜晚面无表情 手指转动 将那些火焰荆棘 全都照了回来 只剩下一团黑火在指尖玩弄 这时候 堕天使的威丫终于解除了 唐红山 老张等人 肩上的重压消失了 这才能从地上重新站起来 夜晚刚当的威丫 并没有针对他们 所以他们受到的伤害 还算是比较轻的 而那些石石鬼 骷髅魔狼 以及其他的亡灵魔物 则已经直接被刚才的威丫碾碎 化作了一滩滩血水 而他们体内剩余的魔力 则通通化作一缕缕黑烟 被夜晚吸了过去 魔艺就是这样 吞噬其他魔艺 吸收他们的魔力 使他们修炼的洁净 当然 这些亡灵魔物 都是一群邪碎和痴妹 对于夜晚来说 这点魔力 还不够化作一根羽毛 夜晚默然地看了一眼 倒在面前的石魂 脸上没有丝毫同情 转身来到灵奈的面前 喂 灵奈听到夜晚的声音 一抬头 就感觉到一个清凉的东西 塞进了嘴里 夜晚轻葱欲止 推着一颗黑色晶莹剔透的小珠子 送进灵奈的口中 灵奈立刻感觉到精神一阵 浑身畅快清爽 提示 你服用了黑天史文明 特制黑合结晶 虚弱状态解除 提示 你服用了黑天史文明 特制黑合结晶 各项身体属性持续恢复中 提示 检测到您的精英种族是人族 该道具不建议过多服用 灵奈还是第一次见 效果这么好的治疗道具 夜晚的手指 轻轻戳在灵奈的脸上 说 那就当是给你付的房租了 别说我白睡你的床 灵奈苦笑一下 谢了 还有啊 夜晚的手指 在灵奈的脸上游走 最终停在她的嘴唇上 邪魅的星红眼眸 颇为玩味地眯起来 回家以后 记得跟我解释一下 女仆装是怎么一回事哦 灵奈 哥 倒在地上的石魂 忽然又开始动了起来 发出低沉沙哑的气音 周围的守夜人 都被吓了一跳 刚刚石魂的那一下 可算把他们搞得有点怕了 警惕地抬起魂力枪 枪口纷纷对准了她 不过 这一次石魂 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 才捡起她的大剑 重新勉强地站起来 不过她此时的状态 显然也已经不能战斗了 遍体鳞伤 甚至连走路都是一蹶一拐的 连那幽兰的眼神 都没有了杀气 只剩下一只在坚持 浑身上下透出一个虚弱 让人看了 还觉得 有那么一丝丝可怜 唐红山暗道 不愧是曾经的神明 真是强悍的生命力啊 灵奈却能通过灰明之童 看见石魂的状态 知道她现在只是残烛于尽 灵奈握紧了白叶 蹭 一个闪身上去 速度极快的一展 白叶插进石魂的胸口 连刃从身后透了出来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石魂 灵奈轻轻地说 等回到亡灵之海 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吧 说着 又是扑斥一声 将白叶拔了出来 石魂的躯体逐渐消散 幽兰的光影也渐渐消失 最后只剩下一缕灵魂的光点 在空中飘荡了一阵之后 被吸收进灵奈的白叶之中 远处的教学楼顶 查一舟远远观察着这一切的情况 神情平静如水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滴滴 系统来电音响起 在她面前的右上角 出现了一个数据面板 查一舟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鹰 师傅 计划很顺利 所有亡灵生物 已经在守夜人的控制范围内 有灵星落网的亡灵生物 也已经被我们几个解决了 查一舟 死伤情况呢 男鹰说 死亡人数五 伤员人数一百零二 其中重伤人数十八 很好 查一舟说 任务圆满完成 你们先回公司吧 那个 师傅电话那头的男鹰 犹豫了一下 说道 公司那边 有几位领导 对您这次任务的做法 提出了异议 说您这么做 会破坏咱们到家 跟守夜人的关系 回去之后恐怕 查一舟淡淡的一笑 这种事你不用管 回去吧 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 男鹰 是 这一战 持续了将近一夜 等守夜人完成收尾工作 清除掉所有的亡灵生物之后 已经到凌晨五 六点钟了 天 渐渐亮了 夜城大学 多了许多废墟 守夜人 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 不少文讯赶来的记者们 全部都被挡在线外 围着警戒圈 一顿拍摄 伤者 被一个个医护人员 用担架台送去医院 林奈坐在一个台阶上 看着走来走去 忙忙碌碌的守夜人 和医护人员 无所事事 不少记者在 远处用镜头闪光灯拍她 她也无所谓 记者们都已经知道了 林奈是那个传闻 钟摆死神的使徒 在警戒线外 嚷嚷着要采访 不过都被守夜人 挡回去了 这个时代 信息传播得很快 这种事情 瞒不住的 也没必要瞒 这次我救了你一命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了 夜晚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随即 她拉了拉女扑装的裙子 在林奈旁边的石阶坐下 林奈漫不经心地看着前方 随口就说 无以为报 以身相许 夜晚 哼 我看你是又想被踩了是吧 林奈 好啊 夜晚 林奈 林奈 林雨昕和杨小川 将周己人致实 一起走了过来 林雨昕一脸兴奋地说 林奈 听说你昨晚大展风采了 真是可惜 我被堂队安排 去负责疏散学生了 没能看到你的鹦鹉风姿 林奈苦笑 其实没什么鹦鹉风姿 就是纯粹被那个大剑士 追着砍了一路而已 骗人 我都看到现场的实况录像了 林雨昕巴拉巴拉地说 你眼睛一瞪 就把那石魂放倒了 而且 你才一级 刚刚觉醒序列 没两天呢 就已经能跟一名神异的亡灵 周旋了那么久 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话 倒也不是恭维 石魂一人 就干掉了一整只守夜人小队 林奈一个刚加入第一天的实习守夜人 一级超凡者 哪怕只是周旋 能坚持那么久 已经是极其不科学的一件事了 接着 林雨昕看向林奈旁边的夜晚 顿然露出一副小明媚的表情 对了对了 黑天使姐姐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夜晚嘴巴微张 啊 你昨晚的表现实在是太酷了 林雨昕双手比划着 什么都没做 就把堂队 老张他们全都按在地上 那帮家伙 成天跟我吹牛 结果在姐姐你面前 连爬都爬不起来 正在不远处 抽烟吹牛的堂红山 和老张听到这话 顿时沉默下来 眼神悠悠地转过头来 夜晚 结果林雨昕递过来的笔 顿了顿 林奈瞥了她一眼 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感觉错了 这个平时自称女王 大胆咧咧 天不怕地不怕的红颜女孩 居然好像有些不好意思 那 我签在哪 夜晚犹豫道 姐姐你签奶都行 林雨昕轻轻 拨开自己一脚领口的衣服 眨巴着眼睛 要不你签在我的肩带上吧 林奈 杨小川在一旁 几次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似乎想说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林雨昕得到了夜晚的签名 开心极了 这时她看见一旁的杨小川 用肩膀撞了她一下 说 喂 你不是说要来感谢人家的吗 怎么一直在旁边当哑巴 杨小川脸顿时烧红了 不好意思地说 那什么 林奈 谢谢你 救了我一命 没什么 大家都是队友 而且只是举手之劳吧 林奈耸耸耸肩 嘿嘿 杨小川挠了挠头 这时她看见了 坐在一旁夜晚 那双星红的眼眸 瞬间下意识地打了个寒劲 上次被夜晚抓起来 打乒乓球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过了一会 唐红山走过来说道 任务结束了 我们也该走了 林奈 林雨昕等人都站了起来 面包车被人开了过来 江州看着林雨昕说 这次我欠你一个人情 下次我会还你的 林雨昕大大咧咧地嬉笑着白手 小事小事 然后左右看了看 又问 对了 你师父呢 江州 我师父有别的事 已经提前回公司去了 这样啊 众人都上了车 林雨昕也跟着上了车 回头跟她道了别 再见 再见 这次的任务 咱们小队算是立大功了吧 林雨昕开心地说道 唐队 回去记得找大队长 把我们的任务筹劳升升级啊 这一晚上 咱们小队打了这么多怪 弄得我腰酸背痛的 老张坐在前排开车 也悠悠地说道 是啊 本来以为一晚上 只能抓到几只亡灵魔物就不错了 没想到 这么快就完成了 唐红山默然 说起 这次任务会这么快结束 都是因为道家公司的那个查一周 但他的做法 关于任务的事 我已经跟大队长汇报说过了 唐红山抱着双臂说道 我们三队所有人完成的任务等级 依旧保持地级 不过奖金增加三分之一 林奈完成的任务等级 则从一级提升到C级 并且从实习转为正式守夜人 前面开车的老张长着方向盘 吴宇道 去 大队长也太扣了 林雨昕则睁大了眼睛 哇 C级诶 实习守夜人刚刚加入第一天 就完成了C级任务 这个记录应该前无古人了吧 这倒也没有人争议 这次的任务 林奈又负责指路 还要出谋划策 找出被是灵怪附体的学生 且还参与了战斗 干掉了石魂 仅一个石魂 就足以置一个C级任务了 夜晚坐在林奈的旁边 无聊地看着车窗外 飞速后退的风景 懒洋洋地打了个喝歉 对了 林奈 唐红山看了林奈一眼 这时问道 昨天晚上那些暗影魔狼 应该都是你召唤出来的吧 他记得 昨晚那些暗影魔狼的额头前 都有灵魂契约的标记 那是契约生物才会有的标志 之前林奈的觉醒之夜 二号空间门开启 那些闯入未面的亡灵魔物之中 就有那些暗影魔狼 后来才知道 那些亡灵之所以突然消失了 都是在那一天晚上 成为了林奈觉醒白死神序列的祭品 现在看来 这些成为祭品的亡灵 都成为了可以被林奈召唤出来的契约生物 对 既然唐红山已经猜到了 林奈也没有藏着烟灼 况且这种事情 唐红山能猜到 应该也有很多人都能猜到 你的身体属性提升了那么多 也是因为那天晚上的那些亡灵 嗯 难怪 唐红山难难 曾经他有听说过 神兵序列号十三的死神 穆勒 能够收割灵魂 将亡灵的力量归为己用 现在看来 白死神应该也可以 所以说 你现在也能驱使得动尸魂了 唐红山好奇地问 还不行 林奈摸了摸鼻子说 我得跟他谈谈 这家伙现在对我的敌意还很重吗 唐红山恍然 大概明白了 看来 白死神不只能收服这些亡灵 还能在自己的亡灵世界 跟这些亡灵对话 哎呀 这些都不重要 阿光在旁边大大咧咧地说道 林奈 你第一次完成守夜人的任务 我们去好好庆祝 庆祝怎么样 对对对 一听到庆祝 阿南也回过头来复合道 肯定得去 这么紧张的任务完成了 肯定得好好放松放松 去哪庆祝 林奈一脸茫然地问 嘿嘿 当然是找个好地方 找几个好朋友啦 阿光勾着林奈的肩膀 低声说道 我跟你说 前两天我在城南巡逻 要到了好几个活泼可爱 漂亮女大学生的微信 开朗热情身材好 技术又棒 我是说 他们打游戏的技术 咱们可以约他们一波 网吧开飞通宵五连坐 林奈 林语系的额头 爆出两条青筋 板着脸说 喂 你们几个 不许把林奈带坏了 就是 阿光 你作为前辈 就不知道稳重点 像什么样子 老张悠悠地说着 一边开着车 腾出一只手掏出火机 慢悠悠地拿出烟盒 夹起一根香烟 但这个时候 副驾驶的一只手 突然从旁边伸了过来 将他手中的一根香烟抢走了 老张愣了一下 随即过了两秒 他哇哇大叫地 朝副驾驶扑过去 钉子 你特么又蹭我烟 自己没有啊 那是我最后一根了 钉子惊呼 别闹别闹 老张 你开车呢 你是前辈 要稳重 稳重 老张骂骂咧咧 稳重个屁 这车有自动驾驶 你又不是不知道 快点把老子烟还我 不然老子跟你没完了 林奈 唐红山一直手舞在了脸上 家门不幸啊 一路安全 一路吵闹 回到了守夜人总部 林奈跟着唐红山往里走 忽然感觉到 身后有人用手指 轻轻戳了出他的后背 回头一看 夜晚红默望着他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不知道为什么 林奈听到这句话 心头顿然微微一动 不过他觉得 这句话应该是正常状态下的夜晚问出来 好像更合适 回家 是啊 主要是想回家 跟你算账来着 有点等不及了 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的守夜人 穿过总部的大厅走过来 来到夜晚的面前 低声说 那个夜店下 有人找您 找我 夜晚醋眉 人族未面 我又没有认识的人 谁会找我 话刚说完 年轻守夜人 让开一个身位 一个全身包裹在黑色风衣之中 踏着军事长靴 高挑角色的长发玉姐美女 走了出来 一张精致地挑不出任何瑕疵的脸蛋 透着冰山般的清冷和阴气 气场十足 眼神带着韵怒 林奈正疑惑 这美女姐姐是谁 谁知夜晚看到这人 顿时死 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蹭得一下子 躲到林奈身后去了 林奈一脸猛逼 心想这姑娘怎么了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 红眼状态下的夜晚 这般惧怕的样子 可惜夜晚躲得晚了 那高挑的玉姐美女 已经看见了她 气势汹汹地踏着长靴 蹬蹬蹬地走了过来 面色冷俊 夜晚 你还要躲到哪去 玉姐美女来到林奈面前 她的身形极其高挑 林奈目测 应该至少有一米八以上了 甚至踏着高跟的军靴 比林奈还要稍高一些 嗯 玉姐美女经过林奈的时候 有些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似乎从她身上 感应到了某种特别的东西 林奈的目光 也与她对视而去 眼眸平静 两人的对视 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外人看起来 就只是路过的时候 简单地互相看了一眼 玉姐美女伸出手臂 把林奈身后的夜晚 像是林小姬一样地揪了出来 夜晚这时的眼瞳 已经变回了黑药色 看样子又变回了平时的正常状态 一副怂怂的模样 窃窃地缩着脖子叫道 二二姨 林奈 二二姨 高级会客厅 玉姐美女翘着一条长腿 双臂抱在胸前 面若冰霜 夜晚坐在她对面 低着脑袋 双手放在双腿上 手指轻轻扣着女仆装的裙子 像是个在外头犯了错误 被家长逮到的小女孩 刘鹤坐在茶几的侧面 自顾自默默地喝着茶水 主要她也不知道该说啥 这种氛围总觉得好尴尬点GPG 主要是局长出去 操劳未免壁垒的事了 否则这种尴尬的场面 也不需要她来出面 林奈 唐红山 林玉希 老张 丁子等人都在会客厅外 隔着一扇落地窗 远远偷偷看着里面的情况 老张摸了摸下巴的胡渣 好家伙 那个大美人儿的年纪 看起来应该也就比 叶尾尔殿下大个两三岁吧 全是她的二姨 唐红山瞥了她一眼 说 只是看起来罢了 以我们人类的逻辑 无法从黑天使的外表 判断出年龄 她二姨至少比叶殿下 大了三十万岁 众人 哈 林奈暗暗咫舍舌 看起来 叶尾尔的确很惧怕她的二姨 但看叶尾尔之前 几次跟自己提到她二姨的态度 应该也不是恐惧 而是敬畏 不过 刚刚那个二姨经过她的时候 林奈忽然有一种 全身被扫描一遍的感觉 林奈沉吟了一会 便转身走了 丁子看着她 哎林奈 你不继续看热闹 黑天使文明的家庭伦理剧爱 平常可是根本看不到的呀 林奈无语 我这边系统显示 任务奖励好像下来了 我去旁边看看 顺便研究一下自己的序列能力 在这次战斗之后 有没有变化 能买点什么东西 比如武器 药剂 引爆完 还有各种小道具之类的 守夜人随时都要面临作战 需要时刻做好准备 虽然武器方面 你已经有了那柄白死神镰刀 但系统商城的一些道具 在某些场合 还是会有不小的奇效 林奈点了点头 好 嗯嗯 林奈 你去研究吧 你这么努力 以后肯定是个超级厉害的大人物 林玉希笑着对林奈说完 又板着脸对其他人说 看看林奈 再看看你们 无不无聊 一天天没个正行 哪里像个守夜人 阿南悠悠转头 那你为啥 也跟着我们趴在这偷看 林玉希 我主要是觉得 那个二姨长得好漂亮 还很有气质 想看美女罢了 哎呀 你别挡着我 给我让个位子 林奈 灰暗沉寂的汪洋大海 时魂缓缓醒来 残破不堪的身体 被无数黑色铁链 捆锁在海上的一座大山上 四肢成一个大字形 被锁得死死的 动弹不得 林奈心想 果然神明的待遇 就是不一样啊 那些普通的低阶魔物 被抓到亡灵之海 顶多就是 捆在一个礁石上 这家伙 一个人直接就 占据一个海岛了 你醒了 林奈淡淡地看着石魂 说 这地方 你应该很熟悉了 不用我跟你再介绍了吧 石魂抬起幽冷的眼眸 看了林奈一眼 低沉的呼吸 如风香般 胸膛缓缓一起一伏 却一声没有坑 她曾经在这里 关了三十多万年 当然不会忘记 其实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妻子 孩子 还有包括你 都被以各种莫须有的 罪名定义为叛神 石魂听到这些 她的表情 瞬间变得更加争鸣了 好 她猛地向前 像个怪物一样 试图张口撕咬林奈 可惜她还没能碰到林奈 就被身后的铁链 狠狠地扯了回去 林奈看着石魂的眼神 忽然感到 有一丝熟悉 同情吗 也许她不需要同情 林奈忽然想到了 自己以前在班上的样子 每天都在嘲讽 和同情的眼神中度过 生活上的各种压力 都只有她一个人 孤独地去面对 没有任何依靠 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说 那种感觉 不经历过的人 根本无法感同身受 我虽然是亡灵之海的主人 也是当年的执行者 林奈说 但当初审判你 还有审判你家人的 却是神王黑俊 你应该明白 你真正的仇敌并不是我 石魂没有说话 想要复仇吗 林奈眯着眼睛 我可以帮你 石魂慢慢安静了下来 像是怪物一样的 嘴巴动了动 沙哑干涩的声音开口道 卡洛斯 你脑子里打的什么主意 林奈还是第一次 听石魂说人话 原来你没有 丧尸说话的功能啊 林奈挠了挠脸 我没打什么主意 我说了 我可以帮你 虽说诸神闻名灭亡了 黑俊的神体肉身 也早已死去 亡灵下落不明 但我可以肯定 他的灵魂 并没有被完全阴灭 肯定还存在于 某个益次元位面之中 甚至可能 跟你的遭遇一样 在哪个非主物质未免 靠吞噬其他亡灵 和魔物为生呢 石魂沉默了一会 冷哼一声 哼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凭什么能这么肯定 他的灵魂没有消亡 就因为你 无法彻底杀死他 所以认为 别人也无法杀死他 亡灵之海 可以囚禁所有神明的亡灵 哪怕是当年的 第五代神王格朗 也曾经在这里 住过一段时间 但神明的灵魂 也无法轻易被阴灭 事实上 目前已知 能够将神明的灵魂 阴灭的方法 除了掉入一次元黑洞之中 被黑洞彻底碾碎吞噬 完全没有别的手段 可以彻底杀死神明的灵魂 当年的第六代神王黑君 就是无法彻底杀死 第五代神王格朗 所以才命白死神 把他关在亡灵之海 每天让神就去吃他的灵魂 和内脏 重新长出来 再继续吃 日复一日 反复折磨了几十万年 才让对方的神魂不可逆性 受损了一丢丢 灵奈看着石魂 认真的说 因为至今为止 黑君的力量 依然有出现在人族的未免 石魂 他的力量 灵奈 是的 人类未免几百年间 出现过好几个黑君力量的继承者 他们当然不可能是 无缘无故得到了黑君的力量 只有可能是黑君主动给他们的 神明序列号一众神之王 黑君 灵奈刚刚上网查了资料 这一代神王黑君的使徒 是五年前在监国觉醒的 几年前 原本强大的监国 一直饱受魔物的侵害 本来已经快要灭亡了 自从出现了觉醒神王 黑君力量的继承者之后 地位一下子就又重新拔高了起来 既然会出现黑君的使徒 就说明众神之王的灵魂意志 并没有真正的消散阴灭 否则使徒根本没有力量的源泉 石魂沉默了 灵奈说 我可以帮你找到黑君 把他抓到这里来陪你 到时候你想怎么蹂躏他 都随你的便 石魂 灵奈 我还可以帮你找你的妻子爱神 古灵和孩子枪神 科特 石魂玄兵般的眼眸动了动 你有办法找到他们 灵奈 当然有 你不就是被我找到的吗 石魂 不是我找到的你吗 嗨呀 都一样 灵奈摆了摆手 你是通过二号空间门 才从非主物质世界跑出来的 那二号空间门 就是我召唤出来的 不然你以为你怎么找到的我 石魂 灵奈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 我还可以帮助你 慢慢重铸神体肉身 说不定下次 再次见到你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 你还能以本来的面貌 见到他们呢 你不会一直想保持 这亡灵怪物般的外表吧 灵奈直接当了一手画饼大师 这么一顿诱惑下来 基本上每一句都正中石魂的内心 条件是什么 石魂看着灵奈 知道白死神肯定不会 平白无故地帮他的忙 虽然他心里其实很清楚 也猜得到灵奈会 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灵奈露出一个微笑 与我灵魂契约 成为我的契约亡灵 在我需要的时候 你得借给我你的力量 石魂漠然 似乎在低头考虑 灵奈画出的这些大饼 值不值得信任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 诸神文明早已灭亡 为什么只有你卡洛斯活了下来 可以保持肉身 在主物质世界行走 Amon 灵奈摸了摸鼻子 一时哑然 这个问题 他该怎么回答 我的神体 也一样消亡了 灵奈做出一副淡淡的表情 说 我现在 只是占据了一具 人类的肉身而已 石魂微微醋眉 什么样的人类 肉身居然可以承载 得起一位神明的灵魂 而且 你找的这具肉身 为什么跟你 长得一模一样 石魂古怪的道 还是说你用神力 改变了这个人的容貌 灵奈听到这话 眼瞳不易察觉地微微一缩 这就不用你管了 灵奈面上没露出 任何不对劲的表情 淡淡地说道 你只需要回答我 你是愿意 还是不愿意 石魂沉默了一阵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太多选择 虽然白死神同样作为神明 无法真正杀死他 但如果不愿意 他就只能继续被囚禁在亡灵之海 几万年 几十万年 上百万年 他说道 如果你觉得我这点力量 还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我愿意与你达成灵魂契约 但我只与你契约一万年 如果一万年之内 你没有找到我的妻子和孩子 那我们的契约就自动解除 成交 灵奈嘴角抽了抽 神族的时间观念就是不同啊 看起来 他似乎还认为一万年挺少的了 接着 灵奈便伸出手去 一根手指轻轻触碰在石魂的脑袋上 缓缓驱动神力 阴晕的光影 将其笼罩 很快 一个白死神的印记 出现在了石魂的额头 守夜人总部 高级会客厅 玉姐美女 缓缓喝了一口茶 然后砰的一声 将杯子重重 放在茶几上 眼神冷冷地说道 说说吧 离家出走这么多天 怎么解释 刘鹤看着那茶几 轻轻咽了口唾沫 暗想那张极品林木茶几 是上个月局长 用一百块魂金 跟儒家公司的一个长老 换回来的 有一点贵啊 夜晚缩着脖子 怂怂地说道 二姨 我错了 哼 玉姐美女眼眸冰冷 刚刚我看见你的时候 明明见到你视力状态 一见到我就变回表状态 是不是以为我看到你 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就不忍心说你了 少女低头 没有 还没有 我看你就是 玉姐美女手上一用力 啪的一声 把手里的茶杯给捏碎了 刘鹤 那个灵探石茶杯 也挺贵的 玉姐美女 让她出来 快点 夜晚 肯定都是她 把你给带坏了 玉姐美女狠狠地说 不然以你的性格 怎么能做出 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 你的身份 有多特殊 你比谁都清楚 少女窃窃地道 不怪她 是我擅自主张 逃出来的 你说什么 对 对不起 夜晚眼眶 微微有些红了 咬着嘴唇 不敢去看二姨的眼睛 玉姐美女沉默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 她又说 刘大队长 呃 我在呢 刘鹤在一旁 倾咳了两声 表达了一下存在感 你们人类 就是这么当盟友的 玉姐美女瞥了她一眼 我们的人 人在你们外面走湿了 你们也不吭一声 要不是我的人 在我身上留下了感应核心 找到了她 你们是不是打算 就这么一直瞒着 刘鹤摸了摸鼻子 呃 这个嘛 也不关刘队长的事 夜晚依旧低着头说 是我跟刘队长 说不想跟族人联系的 你 玉姐美女 咬牙切齿 身世被气得 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老板 一个声音从外面传来 会客厅的落地窗外 一个穿着黑西装 外表年轻的男性 黑天使 轻轻敲了敲玻璃 然后走了进来 来到玉姐美女身边 低声说道 有电话 是外面战争公司 那边的人 接进来吧 是 玉姐美女的眼前 很快出现了一个科技面板 跟人类文明的系统一样 这个面板 也是只有她才可以看得见 喂 我是破冰 玉姐美女倾听了一会儿 瞥了一眼 坐在自己对面 一点愧疚的夜晚 然后顿了顿 说道 嗯 暂时还没找到她 我的人 还用得着你们来管 我还想知道呢 有本事的话 你们就自己找去 遇见美女眉头一皱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夜晚依旧安安静静地 坐在对面 保持着低头愧疚的姿势 眼眶微红 看起来自己也很难过 破冰看到 她这副模样 嘴角一抽 每次都来这招 每次明明想好了台词 从网上抄了一堆训人 最狠最刻薄的话 想着 非得把这傻丫头训 到怀疑人生才行 结果 每次一看到这副可怜巴巴 快要哭的样子 就不忍心说出口了 可恶 刘大队 破冰干脆不去看夜晚了 看向刘鹤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单独聊聊吧 我有点是想问你 刘鹤微微一笑 行 乐意奉陪 林奈离开了亡灵之海 回到了白死神办公室 她沉默宁肃 表情带着几分疑惑 石魂刚才那话 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长得跟真正的卡罗斯 一模一样吗 欧大人 您又回来了 骷髅头莫兹空洞的眼睛 一闪一闪的 说道 我感知到 您把石魂的亡灵 抓回亡灵之海的消息了 我只能说 不愧是您 真是了不起呢 莫兹 林奈说着 慢慢走到骷髅头的面前 微微张嘴 又欲言又止 之前她还以为 白死神的这个 AI助理莫兹 应该是感应到了 她身上的卡洛斯神力 所以才把她误判成 卡洛斯本人 但现在看来 好像又不只是这样 怎么了大人 莫兹抬头看着林奈 机械的声音 居然有些结巴起来 这副欲言又止的态度 这副难以起始的神情 您该不会是 想向我表白吧 林奈 有的时候 林奈真的很想 从物品栏里 拿出个螺丝刀来 把这个骷髅头撬开 看看它里面的线路 到底是怎么长的 我问你 林奈盯着莫兹的眼睛问 我是不是跟 诸神文明灭亡之前的我 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问题一问出 莫兹明显震了一下 当然了 大人 您为什么会问出 这么奇怪的问题 林奈 真的是这样 哦 对了 我忘记您失忆了 莫兹 看来您的失忆 林奈沉默没有说话 她是一个穿越者 原本并不属于这个未免 可她穿越前后的长相 并没有变化 且前世 她在地球的时候 也叫做林奈 可现在卡洛斯 又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显然这不可能是巧合 看来 卡洛斯挑选她成为使徒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甚至 她穿越来到这个世界 可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一个又一个猜想 在林奈脑海中闪现 转世 平行世界的分身 还是说 难道这世上所有的使徒 长相都跟对应的神明 是一样的 这个猜想 很快就被林奈否定了 序列108神明中 每一位神明 都不止出现过一个使徒 据她所知 众神之王 黑君的使徒 在灵气复苏的几百年间 就曾经出现过五个人 这些人都来自不同的国家 且长相都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白死神无从参考 因为在林奈之前 世界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白死神的使徒 毕竟卡洛斯是叛神 跟石魂一样 早就被开除了神级 都不在108号 尚未神明序列之中 林奈脑海中 拥有一部分白死神的记忆 但是这些记忆 实在太过残缺不全了 莫兹 大人 你好像心事重重呢 林奈 没事 看来 不管是诸神闻名 还是白死神 都还有很多秘密 她没有挖出来 摇了摇头 林奈暂时先不去想这些 她的任务奖励 已经到账了 打开了任务列表 任务 清脚亡灵 任务难度 已提升至C级 任务进程 已完成 任务奖励 两万金龙 200点守夜人积分 任务单位内活动 处理各种事物 只要出示这个身份 你将得到许多便利 以及各种通行许可 林奈这次的确是赚大了 任务等级 从一级提升到C级 奖金也从500 一下子飙升到了2万 相信应该足够 她到系统商城购买 不少有用的东西 接着她又打开了 她的属性面板 基础属性 生命 80 力量 79 敏捷 95 精神 98 智力 12 体力 91 防御 80 抗性 75 魂力500 神力5 点进入详细属性 林奈之前 吞噬了1万多头亡灵 各项基础属性方面 都暴涨了10倍不止 详细属性里头 肌肉强度 骨骼强度 骨骼韧性 细胞活性 视力 听觉 耐力 面板则都暴涨了近百倍 林奈的等级 虽然还只是一级 但她的身体属性 已经显然不是 正常的一级超凡者 该有的强度了 毕竟不是谁开局的时候 多有一万头亡灵大礼包 就是不知道 这个属性 大概等于其他人 正常的几节 个人的属性数据 在这个世界 算是重要隐私 林奈也没法去 主动问别人 大人 莫兹看着林奈 有些疑惑地问道 您为什么 还在用这么古老版本的系统 呃 林奈震了一下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就是您眼前 正在看的这个呀 莫兹说 上次我就很想问了 难道您 更喜欢用怀旧的老古董 林奈瞳孔顿素 看得到我面前的面板 看得到啊 莫兹道 林奈没说话 但心中 直接飘过了一万个卧槽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大人 您这是在侮辱我 骷髅头愤愤不平地说 根据我这里的历史记录 您用的这个系统 是990T 发明者是第八代机械之神凯纳 是诸神文明灭亡前 825万年更新的版本了 虽然看起来 您用的这个系统 似乎被人进行过一些 简单的改造 但整体的功能 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然是990T 林奈瞬间明白了什么 内心震撼 怪不得 这个系统可以解读分析白叶 原来这个系统 本身就不是人类的产物 而是诸神文明的东西 这样看来 这系统应该是诸神文明 灭亡之后 意外被某个人类发现了 之后进行了简单的改造 就变成了人类社会 各大势力普遍使用的系统 好家伙 这应该算是人类 顶级高层的大秘密了吧 那你呢 林奈看了眼莫兹 好奇地问 你是什么版本 骷髅头骄傲的把头昂起 我可是高贵的4090XS 诸神文明系统的最后一代 林奈 骷髅头 您用的那个版本 虽然它年纪比我大 但它的功能 还有算力可以说 比我差得远了 而且它还没有自主意识 机械且死板 最重要的是 它没有我这么幽默风趣的灵魂 林奈 摸了摸下巴 林奈在脑子里迅速转了转 说 嗯 其实呢 这个系统 现在是人类各大势力 都在使用的版本 我现在神力大不如前 需要用人类的身份 才能在主物质世界行走 莫子点了点头 嗯 这一点其实我在 刚刚看到您系统面板上的东西时 就猜到了 骷髅头露出了一副 果然如我所料的表情 林奈 骷髅头 如果是人类社会的话 那也就正常了 以它们的科技水平 990T 对它们来说 就已经是金手指一样的神器了 不过大人 您还是别用这玩意儿了 我来帮您升级一下吧 等您用了我之后 您就会明白这东西 是多么的无趣 保证让您永远忘记 这个姿势单一声音 又死板的家伙 林奈已经渐渐习惯 莫子的骚话了 她想了想 问 可是其他人类用的 都是990T 我一下子 把版本更新到4090XS 跟人类的主系统能兼容吗 不会被其他人发现吗 放心 当然 骷髅头 它们的版本 在我们高贵的4090XS面前 跟瞎子差不多 只有我们看穿 它们底裤的粉 而它们 哼 轻蔑谢笑 只配看我们的GO指头 行 林奈说 那你帮我更新吧 林奈 让莫子给自己更新好了系统 缓缓睁开眼睛 醒了过来 可她并没有感觉到 跟平常有任何差别 林奈 这个时候 林语希 杨小川 老张 丁子他们回来了 看他们的样子 还回去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毕竟在夜城大学一战之后 大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的 林语希拿了一袋早餐给林奈 笑音音地说 你还没吃早餐吧 尝尝我们守夜人 食堂阿姨的手艺 林奈接了过来 谢谢 怎么样了 林语希眨巴着眼睛问 你这次的任务奖励 有多少 发下来了吗 林奈也没有藏着掖着 说道 两万金龙 还有二百积分 林语希瞪着眼 这么多 林奈 很多吗 旁边的杨小川 一脸苦涩地说 你知道我第一次任务的时候 才多少吗 才三百金龙 是啊 我也差不多 阿光说 一般实习守夜人 是接不到太高难度的任务的 你这是属于意外情况 临时遇上特殊变故 任务难度 直接从一级飙升到C级 毕竟昨晚那个石魂 如果按正常人类的实力等级来计算 起码也是个六点五级左右的超凡者了 是啊 杨小川叹了口气 真羡慕你呀 林奈 运气真好 林语希在她的脑袋上敲了一下 气呼呼地说 什么叫运气好 林奈 是凭实力好吧 就算你有这样的运气 放一个六点五级的超凡者 在你面前 你能扛得住 我的 我的 杨小川摸了摸脑袋 抱歉地说 那个 林奈 我没那个意思啊 林奈淡淡一笑 并没有在意 我知道 这个时候也没什么事 大家经历了 昨晚一战之后 都放松下来 林语希 阿光等人随意地聊起天来 林奈突然想到 刚刚莫兹给她升级了系统的版本 那是不是可以 她看向林语希 眼前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数据面板 姓名 林语希 年龄 19岁 等级 4.1 生命 120 力量 140 敏捷 65 精神 260 智力 6 体力 130 防御 140 抗性 135 魂力 1200 林奈眼前一亮 果然可以 从面板上 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林语希是属于法术型的超凡者 精神和魂力都非常高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敏捷不够高 甚至还不如一级的她 接着 林奈又看了老张的属性 姓名 张万达 年龄 41岁 等级 5.2 生命 450 力量 420 敏捷 310 精神 250 智力 7 体力 460 防御 380 抗性 430 魂力 1100 林奈微微醋眉 暗想 4级与5级之间的属性 差了将近三倍 接着 她又仔细看了钉子 阿光 阿南 杨小川他们的实力面板 这下子 林奈就大概清楚了 自己现在的实力定位 虽然她是1级 但是如果光拼面板属性的话 她的实力 大概在3级4级之间 但如果算上各个 超凡职业的 技能的话 就另说了 面板属性 终究只是战力的一部分而已 就比如她用神力驱动的灰明之童 就算对方不是亡灵种族 想来也没有任何一个 4级超凡者能够扛得住 即使是5级 也不会敢应接 对了 娃儿呢 她还在里面 林奈忽然想起来 问道 你们刚刚不是还在里头看热闹吗 钉子耸了耸肩 说道 堂队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还把我们骂一顿 说我们偷听客人的讲话 实在没礼貌 林奈问 那他人呢 钉子说 他自己进去了 林奈 这个时候 会客厅的玻璃门被人推开 大队长刘鹤 唐红杉 叶瓦 还有那个大高个子的玉姐美女 一起从里面出来了 林奈忽立刻低声道 哎哎 出来了出来了 林奈目光投向了叶瓦 对方是她的二姨 应该是来接她的 没想到她还真是离家出走跑出来的 或许 她也差不多要回黑天使位面了吧 谁知 那个玉姐美女踏着军靴 双手插在黑风衣的口袋里 一路静直地就朝林奈走了过来 破冰来到沙发座位前 看了眼林奈 眼眸依然是出见识的那般清冷淡漠 你叫林奈 其他人都愣了一下 纷纷将目光转向她 林奈不知道 她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与她眼神对视 很平淡地应声道 嗯 破冰的手从封衣口袋里掏出来 将身后的叶瓦拉到前来 我的外甥女 给你了 林奈 叶瓦原本白皙的脸颊 瞬间变得烫红无比 一直蔓延到脖梗和耳根 林奈则一脸猛逼 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以为破冰肯定会解释一下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结果并没有 破冰转身便准备要走 刘大队长 既然你们的局长市长都不在 我就不等了 希望你能够帮我安排好 这一次 算我欠你们人足一个人情 刘和微笑着说道 哼哼 当然 我们本来就是重要的盟友 一点小忙而已 破冰点了点头 便带着他身边的助手 准备离开了 走之前 他又顿了一下 回过头来 林同学 嗯 林奈意识到 这是在叫他 只见破冰丢出一块东西 林奈抬起手 啪的一下接住 牢牢抓住在手中 他打开手掌一看 是一块黑色的水晶 这显然不是一块普通的水晶 光是握在手里 林奈就能感受到 里面涌动着巨大的能量 林奈沉默一下 抬头问 这是什么 破冰严谨意赶地回答道 房租 旁局长回到了守夜人总部 身心俱疲地摊靠在办公室的座椅上 疲惫地揉着自己的眉心 扣扣扣敲敲门声响 静 门被吱压一声推开 刘鹤从外面走了出来 局长 您回来了 卫面壁垒的情况怎么样了 旁局长说 比想象中的顺利 预计今天晚上 就能建立起新的卫面壁垒 主要是我们夜城的情况特殊 一个城市突然出现第二扇空间门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都城那边临时派了一位大佬过来 帮了我们一把 接着他顿了一下 台没问道 对了 黑天使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刘鹤表情平静 缓缓回答说 黑天使卫面开始内战了 夜晚是黑天使文明建立之初以来 培养的最成功的战争兵器 但现在黑天使文明中 负责培养他的那几个公司 却产生了内部分歧 对于夜晚这件兵器 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用途 几个公司都有不同的意见 情况很复杂 而且现在 这几个公司已经全部谈崩了 旁局若有所思 是这样吗 刘鹤说 夜晚这次离家出走 破冰虽然很生气 但却又觉得 正好可以借这个理由 让夜晚避避风头 免得被那些公司利用 所以 他希望暂时让夜晚 留在我们人族卫面 并希望我们阎国 能提供一定的保护 这是破冰留下的东西 刘鹤将一张黑色磁卡 放在办公桌上 推到旁局面前 继续说 他说 将这个东西 安装到卫面壁垒上 黑天使文明的其他公司 就无法轻易搜索到夜晚 就算搜索到了 在没有访问密码的情况下 他们也无法进入人类卫面 旁局长拿起磁卡 看了看 沉默片刻 说 可是这样的话 就等于得罪了 黑天使文明的 其他几家公司 是的 刘鹤笑了笑 所以破冰说 这次事情之后 算他欠我们阎国 一个大人情 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市长知会过了 市长也跟都城的高层 通过了视讯电话 上面已经同意了这件事 原来如此 庞局长点了点头 既然上面已经同意了 那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既然这样 那就这么办吧 庞局长说 给夜晚在国内 办一个合理的身份 虽然黑天使文明的 其他公司 暂时搜索不到他 但平时还是尽量 不要暴露他的身份比较好 能瞒一时就瞒一时 刘鹤 没问题 庞局长这时又问 对了 那位白死神的使徒 现在怎么样了 我刚刚听了下面的汇报 说那个叫林奈的同学 在这次亡灵清剿任务之中 表现优异 是的 每一个使徒 通常都有自己 提升实力的特殊方式 林奈显然也有 他虽然还是一级 但他的基础属性 应该可以比得上三级以上了 刘鹤说着 忽然停顿了一下 不过 这孩子的身体 恐怕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庞局长顿时一条眉 什么问题 他的修炼天赋 是一级 刘鹤说 虽然作为使徒 他的上限是无穷高的 但一级的修炼天赋 代表他的升级速度 会很慢很慢 这个啊 庞局长沉默下来 手指在桌上轻点着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林奈 还可以利用身体属性 对抗三到四级的超反者 但不升级的话 就无法点亮技能数的 更多能力 长久之后 等到他人 拥有更多技能的时候 身体属性的优势 就没那么大了 庞局长考虑了一会 说 没关系 既然他是使徒 国家肯定会下大资源培养的 多分配点经验药剂就好了 只要有钱杂 还怕不能将一个 有价值的好苗子堆上去 嗯 刘鹤这是笑了笑 而且破冰临走之前 也送了那个孩子一块黑金 应该能够补上 他一级天赋的空缺 庞局长听到这话 眼瞳逐渐放大 黑金 那个破冰这么大方 不仅如此 刘鹤意味深长地说 破冰说 希望夜晚不用改变住处 继续留在林奈身边就好 他的理由是 希望夜晚自己想在哪就在哪 当然 这种话 我反正不信 庞局长 我也不信 下午 17点30分 林奈在守夜人总部的宿舍 补了个午觉 打着喝歉地醒了过来 守夜人宿舍的条件还不错 说是宿舍 但房间基本跟高档酒店差不多 昨晚大战一场 一夜没睡 今天实在是困得不行 这个时候 Ai莫兹热情高昂的声音 在意识之中响起 K大人 您醒了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哦对了 今天好像还没有过去 不过没有关系 这也不是重点 晚餐您想吃点什么呢 我可以为您搜索 推荐周边评价最好的餐厅 用大数据分析判断 哪家餐厅的分数是刷出来的 保证绝不会让您踩雷 林奈 忽然一下子 林奈觉得这系统 还不如更新以前的版本呢 以后别在我起床的时候 杂杂呼呼的 林奈又打了个喝歉 知不知道 这样容易让人精神受创 莫兹似乎思考了一会儿 哦我懂了 也许您不喜欢这样的叫醒服务 那是否需要我更改一下系统的音色呢 换个妹子的声音 是不是会让人精神一点 用您身边那个黑天使妹妹的声音 是不是就挺不错 而且 您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 特别定制叫醒语音包 和语音小剧情哦 接着 莫兹也没管林奈同不同意 嗨嗨了两声 声音就真的变成了夜晚的声音 只听柔腻细软 又带着些许羞涩的声音轻轻说道 林奈大人 今晚想要吃点什么呀 林奈 妖怪 受死 林奈起了床 出了宿舍 夜晚就在隔壁房间休息 也已经洗了澡 换了身衣服 好巧不巧的 两个人都是同一时间打开宿舍门 同一时间从宿舍里走了出来 啊 夜晚看到林奈 愣了一下 想起之前二姨说的话 脸颊有些微微泛红 林奈哥 你醒了 林奈挠了挠脸 刚刚被动 听完了莫兹的语音包 现在再见到夜晚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有些怪怪的感觉 林奈下意识地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 夜晚穿上女扑装 清纯柔美的面孔 羞涩红着脸 说出那些台词的画面 夜晚懵懂地看着林奈 一脸单纯 林奈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林奈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走吧 我们去吃饭 下了楼 林奈跟唐红山 林与希他们一起 急了河 然后一起离开总部 到外面找了家餐厅吃饭 餐桌上 林与希 丁子 阿光他们一干人 嘻嘻哈哈地聊着天 互相开着玩笑 基本就没有沉默的时候 这也是他们这一小队的氛围 夜晚跟他们都不太熟 加上他那设恐内向的性格 便一直安安静静地 坐在林奈旁边不说话 不过林与希很快就找到机会 跟夜晚搭上话 坐到她的身边 一脸期待地拉着她的手腕 娃儿姐姐 你真的要长期留在我们夜城了呀 大 大概是吧 哈哈 那太好了 偶像能够留下来 林与希当然很开心 小队里都是一帮大老爷们 守夜人直属大学里 她班上也九成的人 我应该比你小 我才十八岁 林与希很惊讶地说 真的假的 我听唐队说 你二姨比你大了三十多万岁 我还以为你们黑天使 都是这个岁数呢 唐红山挪过目光来 深深看了一眼 十八岁的万象 即堕落天使 也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又怎么敢说是 黑天使文明这么多年以来 培养最成功的战争兵器呢 对了 林与希又笑嘻嘻地问 早上的时候 你二姨那话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把你托付给林奈了 托 托付 叶尾尔表情顿然就慌了 连忙白手 不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 肯定是啊 这你还要问 阿光在旁边一边夹菜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人家连嫁妆都送了 嫁妆 叶尾尔更急了 白皙的脸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渐便是通红 不是的 那个东西是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真是的 心里一会儿不就好了 干嘛说出来 老张打了个歌 人家小姑娘第一次谈对象 脸皮薄 你们这样说出来 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对 对象 少女的声音 已经越来越小 低着头 声若闻吟 烧得脑袋上 仿佛都要冒出争气来 真 真的不是 是吗 林语希疑惑 可是我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 你们牵手 牵得好自然呢 少女 不是的 那个是因为 林奈哥说 那个是男女朋友之间 可以表达信任的象征 林奈 哦 原来不是对象 只是男女朋友 懂了懂了 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私下里 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称呼吧 行了 你们别闹她了 林奈伸出手 放在少女垂下去的小脑袋上方 用手感受着 冒出争气的温度 再说 她就要熟了 夜晚 行了 讲点正事 唐红杉把话题拉了回来 看向林奈 说道 林奈 这两天 你可以自己找个训练场 随便修炼 摸索一下自己超凡职业的能力 或者你想跟夜晚回家 自己修炼也行 正经的那种 这两天 我们会帮你办好守夜人直属大学的入学手续 大概大后天吧 我会来接你 到时候再打你的电话 林奈点了点头 好 唐红杉又看向夜晚 露出长辈一样的慈祥笑容 夜殿下 我们受了你二爷的委托 要照顾好你 呃 虽然我知道你的实力肯定比我们都强 但你 终究对人族未免人生地不熟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跟我说 或者你实在不好意思 跟林奈说 让他传达也可以 千万别客气 知道吗 好的 夜晚站了起来 微微躬身 谢谢你 唐队 唐红杉笑呵呵地摆了摆手 嗨 小事小事 能够认识夜殿下这么厉害的人物 也是我的荣幸啊 哈哈 林雨昕 阿南 阿光三人在旁边偷偷窃窃私语 队长又在装正经了 就是就是 平时一打起架来 最中二的就是他了 闷骚的男人是这样的 唐红杉脸上的笑容顿然消失 晚餐结束后 众人解散 大伙都各蛋得的去了 做完任务之后 大家都有一小段的休假时间 林雨昕和杨小川回守夜人学校 阿光 阿南 丁子月妹子往八十排内战 唐红杉和老张一起去了澡堂 林乃和叶瓦则一起回家 碰 刚一进家门 叶瓦就把林乃一脚踹到了沙发上 林乃回头一看 叶瓦的眼睛已经变成了邪魅心红的颜色 林乃哥哥 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呢 林乃 你怎么出来了 我也没去触发你的保护机制吧 叶瓦冷笑 你是没触发 但我想出来 还不是只需要跟他沟通一声的事 林乃 叶瓦向他缓缓走来 女仆装是吧 男女朋友是吧 你那么欺负他 骗他那么多次 他心里也早就很想把你狠狠踩在脚下了 只可惜他脸皮太薄 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只好委托让我来把他的那份一起踩回来了 林乃可无法想象 那个清纯乖巧的少女干出那种事的画面 他撇了撇嘴 眼神一领 上次是我还没觉醒超凡职业 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了 说着 林乃赫然爆发了全身魂力 灰银色的魂力火焰在体表熊熊燃烧 朝夜晚 柔身而上 接着便是一番激烈的战斗 不过两人在开打之前都互相约好 打归打 斗归斗 不许把家里的陈设百剑弄乱弄坏 否则那个人就得负责打扫回原样 这一架一直打到了深夜凌晨 林乃终于还是败下阵来 魂力消耗殆尽 后被重重摔在了地板上 而夜晚也毫不客气的一脚 狠狠踩在他的胸口 将他制服 怎么 这就结束了 认输了 林乃没打 李他 只摆了白手 大字形躺在地上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马德 比以前在学校训练还累 咚咚咚 这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三声 用竹竿子捅天花板的声音 还有一个男子哭腔的吼声 楼上的 老子今天刚分手 别他妈太过分了 林乃 夜晚 第二天 上午 林乃和夜晚面对面坐在床上 夜晚跪坐在面前 拿着酒精棉 小心翼翼地给林乃擦拭着伤口 林乃不时裂开嘴角 疼得呲牙咧嘴的 昨晚那个红颜女孩实在是暴力 她不仅仅是用物理攻击的方式 跟自己打架而已 还用上了魔力 现在林乃身上的每一处伤口 都充斥着被磨气侵蚀的灼烧感 对不起 少女表情带着歉意 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 我没想到 她下手会那么重 林乃苦笑一声 算了 反正修炼嘛 受点伤也是很正常的 少女很细心地为林乃擦着每一处伤痕 用药水帮助林乃 吸食伤口中残留的魔力 还疼吗 小问题 林乃无所谓地说着 虽然被魔力侵蚀的感觉 确实十分折磨 但作为超凡者战士 如果连这点痛都忍不了 还是老老实实回家摆地摊卖番薯吧 这时林乃忽然想起 昨晚红颜夜晚说的话 犹豫了一下 问道 那什么 玩 问你个事 少女眨了眨眼 什么事啊 林乃 你之前说过 红眼状态是你的自我保护机制 但是除了你的性格之外 认知 记忆 实力 其实都不会发生变化 对吧 少女 是啊 怎么了 林乃沉默片刻 所以昨晚她说 其实你早就很想把我踩在脚下 是真的咯 少女面颊瞬间变得通红 不 不是这样的 夜晚结结巴巴地说道 其实我的保护机制打开之后 因为性格的转变 思维方式也会完全不一样 就跟你们人类醉酒后会说胡话一样 不能当真的 林乃 哦 两人面对面都沉默下来 安静了许久 过了半天 林乃说道 其实你要是真想的话 也不是不 夜晚急了 才才不想呢 少女草草收拾好药箱 转身跳下床 一个亮呛差点没站稳 晕晕乎乎 不早了 我 我要回房间睡觉去了 说完 少女一个转身冲刺 啪地带上了房门 林乃 话说现在不是当早上吗 这两天 林乃哪也没去 基本一直待在家里 跟夜晚一起修炼 准确点说 就是打架 更准确来说 就是林乃基本全程挨打 从清晨到傍晚 从晚上到凌晨 上午 JK下午 洛莉塔晚上七炮 林乃全天 被各种形象的少女狂辩 那两天 林乃基本都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每天都是在打得筋疲力竭 浑身是伤之后 就一头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不过第二天睁眼醒来 林乃又会发现 自己身上的伤全好了 身上的血污也消失不见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过林乃也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在迅速地变化着 短短两天的时间 林乃已经从只能被动的闪躲防御 成长到可以偶尔反击几招了 林乃发现 自己的灰明之童 似乎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没有开发出来 现在他开着灰明之童打架 还可以通过灰明之童 透视叶瓦身上灵魂和能量的变化 来预判他下一步的动作 以及出招的方式 很快 林乃便熟练了这种技巧 啪 林乃抬手 抓住了叶瓦挥皮尔来的手刀 叶瓦心红的眼眸中 闪烁着意外 咦 不错吗 进步得这么快 林乃轻笑 你小看一个使徒的前列 叶瓦表情邪魅一笑 是吗 然后叶瓦的身法力量速度 突然一下子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于是 林乃又一次只能被动挨打了 这两天 林乃也在使用破冰给的那块黑金 冥想修炼 用那块黑金修炼 冥想的效率 果然比以前要快得多 1.3级 林乃睁开眼 缓缓吐出 一口气来 两天 提升了0.3级 这换在以前的话 大概是他五六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到 毕竟他从小学起开始修炼 到觉醒前也才0.5级 二姨给的这块 哦不 破冰给的这块黑金 果然是好东西 当然 这也是他等级低 才能效率这么快的缘故 两天后 唐红杉开车来接他了 越野车的车窗缓缓拉下来 唐红杉吐了口烟圈 如何 这两天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林乃看了眼身边的夜晚 挺好的 修炼很有效果 就是有点累 唐红杉 以后到了守夜人学校会更累的 没关系 年轻人也不需要节制 来吧 上车 林乃和夜晚一起坐进了越野车 车子一路行驶 开到大学城 在一个大学校门前停下 门口的石头上清楚地刻着 守夜人直属大学夜城分校 唐红杉把车开到门口 门口的系统扫描之后 滴滴两声 机械门便缓缓打开了 唐红杉先是带林乃在校园里转了两圈 算是熟悉了一下环境 林乃看了一圈过去 觉得守夜人学校跟以前的夜城大学 好像也没什么两样 无非就是些教学楼 教工楼 大操场 林乃去了校长室 见到了校长 校长一听说 林乃就是那个白死神的使徒 眼前顿然就亮了起来 原来是林乃同学初次见面 幸会幸会 没想到 我们夜城这样一个小地方 居然也能出现一个神明的使徒 我们学校能有你这样的人 才真的是彭壁生辉啊 哈哈 林乃礼貌地笑了笑 唐红杉说 王校长 那林乃我就交给你了 王校长拍着胸脯说 放心放心 我准保给林乃同学 安排最好的资源和修炼环境 唐红杉点了点头 然后对林乃说 那我就先走了 林乃 嗯 叶婉也说 那我也先回家等你 林乃笑了笑 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好 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唐红杉拿出钥匙 准备下楼去开车 这时候 叶婉忽然道 唐队长 嗯 唐红杉转过身来 茫然道 怎么了叶殿下 叶婉抿了抿嘴唇 有件事情 我想拜托你 唐红杉愣了一下 随即爽朗地笑道 叶殿下 你不用那么客气 你是我们卫面的客人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能帮忙的 我肯定帮忙 叶婉说 是关于林乃哥的事情 林乃 唐红杉疑惑 林乃怎么了 叶婉说 林乃她的修炼天赋是一级 虽然她是白死神的使徒 继承着神明之力 但使徒越到后期 需要的修炼资源就越多 她的一级天赋 很有可能将成为她 未来成长的硬伤 唐红杉愣了愣 之前吃饭的时候 她也跟这个 内向安静的女孩子 相处过一阵子 这个黑天使少女 给唐红杉的印象 一直便是社恐内向 说话没什么自信 这还是第一次看见 她如此眼神清亮 调理清晰 表情认真的说话 呃 唐红杉摸了摸脑袋 说道 这件事 其实你倒不用太过担心 林乃终究是神明继承者 国家肯定会对她 投入很大的资源培养 不 不是这个问题 叶婉儿却摇了摇头 唐队长 您知道 超凡天赋是由什么 而决定的吗 唐红杉甘笑了两声 那什么 叶殿下 我就是个大老粗 一个爱看中二漫画的 热血中年人 当年舞者大学 刀树大赛 我是第一名 但文化课吗 嘿嘿 超凡天赋 是基因决定的 叶婉儿缓缓说道 林乃哥的修炼天赋 是一级 人类超凡者之中 天赋数量最多的 其实是地级 一级天赋的人 其实非常少 对于超凡者来说 基本就跟先天缺陷差不多 但事实上 他的天赋 就算是在一级天赋之中 也是十分特殊的存在 哦 唐红杉好奇 怎么个特殊法 叶婉儿一脸认真 他冥想 吸收灵气 转化自身魂气天赋 在一级之中 应该也算是最差的 唐红杉 但这是有原因的 叶婉儿说 这两天 我跟林乃哥一起修炼 我感应到他的体内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 什么东西 神盒 神盒 那是什么 唐红杉疑惑 叶婉儿 是神明储存神力的地方 我们黑天使之中 也有人把它称作 是神明的第二个心脏 神盒非常小 大概只有一颗米粒那么大 却能储存 非常巨大的能量 诸神文明灭亡之后 我们黑天使有不少公司 在神国遗迹之中 找到了一些神盒 不过至今 也没能完全解析出 神盒的全部秘密 神盒 唐红杉若有所思 是因为它觉醒成为 使徒的关系吧 不 使徒是没有神盒的 叶婉儿说 那是只有神明本身 才会有的东西 唐红杉的眼睛 一下子就瞪大了 脸部表情顿时变形 哈 叶婉儿 也有人认为 神盒其实并不是 神明本身拥有的器官 而是诸神科技 研发出的一种科技产物 是一种后天植入的液体 就好像人类的一体心脏一样 但是我检查了灵奈的基因 又确实是人类的基因没错 普通人类的肉体 常理来说 是根本不可能 承载得了神盒的 如果是强行植入的话 以人类肉体的强度 不出五秒钟 就会被神盒彻底撕碎 连灵魂都会被吞噬 灵奈阁体内 储存着一个神盒 居然能跟常人 无异生活了这么多年 实在是很奇怪 唐红杉默默听着 浓密的眉毛渐渐骤起 最后都快拧成一团了 叶瓦继续说 我怀疑灵奈阁 他的修炼速度慢 也是因为这个神盒 或许他冥想 吸收的灵气 根本就不是没有 转化为自身魂力 而是 都被体内的神盒所吸收了 唐红杉 死 他倒吸一口凉气 这件事 你跟灵奈说过了吗 唐红杉表情严肃地问 没有 叶瓦摇了摇头 我不敢说 唐红杉奇怪地说 不敢说 为什么 叶瓦说 我们黑天使之中 有学者认为 神盒之中 有可能沉睡着 一部分神明的意识 我怕如果跟他说的话 万一被这个意识听到了 唐红杉 这小姑娘 咋说话 越来越吓人呢 叶瓦说 我想二姨应该 也发现这件事了 她那天 给灵奈哥的那块黑金 不仅有帮助 修炼效率的作用 还可以保护灵奈的肉体 在修炼的过程 暂时不被体内的神盒反噬 唐红杉沉默了好一会 问 那么 叶殿下 唐红杉 唐红杉 行 说完 唐红杉又准备离开 叶瓦又叫道 那个 唐队长 这件事 除了先别告诉林奈哥 也请希望您 先别告诉您的高层 唐红杉一正 这是为什么 叶瓦沉默 没有说话 唐红杉 你不会是怕我们高层 把他拿去切片了做研究吧 叶瓦 是 唐红杉干笑两声 叶殿下 这个你可以放心 不至于的 他好歹也是使徒 他的培养价值 使徒的确很稀有 但不是没有 叶瓦青春绝美的 面容平静地说 但一个体内 藏着神河的普通人类 不研究 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唐红杉一时哑然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句话 沉默几秒 他只好干笑着说 嘿嘿 其实我觉得您有些敏感了 这一点 我觉得您还是可以信任 我们人类的 叶瓦目光平静地望着他 您本身是人类 所以您比我更了解人类 您真的会完全信任人类吗 沉默半想 唐红杉觉得 口腔有些干涩 缓缓开口说道 不会 我也一样 夜晚的声音平静地可怕 我是黑天使 所以我才更清楚 不能完全相信黑天使 林奈在校长时办完手续 便被校长带到了教室 校长亲自给办手续 还亲自送到班级 放在以前哪有这个待遇 来到教室 大一 九 班 这个世界的大学是 没有分专业的 学生以班级为团体 会共同完成一些任务 所以每个班级 都必须各种职业的多样性 大学的各种模式 也跟前世的完全不同 一进教室 整个班级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校长站在讲台上 拍着林奈的肩膀 笑呵呵地介绍了一下 这位是林奈同学 没错 就是你们前两天 在新闻上看到的 那个在我们夜城 觉醒了神明序列 白死神的使徒 林奈 不少学生眼睛 顿然亮了起来 纷纷窃窃思语起来 卧槽 白死神的使徒转到 我们班上来了 而且居然是个帅气的小哥哥 我之前在微博上 看到过他的照片 没想到真人 比照片上的还要帅啊 听说 他刚刚加入守夜人的第一天 就完成了一个C级任务啊 6666 这要牛逼的吗 校长让林奈自己挑个座位 林奈环视一圈 挑了个不前不后的位置坐下 一坐下 周围的同学都非常热情 主动跟他打招呼 主动自我介绍 坦白说 林奈觉得自己有些设恐犯了 以前的经历 让他无法适应这样的氛围 之前从小学到大学 无论在哪个环境里 他都是边缘人 一直都是不被关注 甚至被完全嫌弃的存在 何时有这样 成为过所有人话题的中心 这一瞬间 林奈甚至有些理解夜晚 为什么那么设恐了 教室的后方 一个坐在班级角落里的男生 看着前排备受关注的林奈 嘴角扬起轻蔑一笑 男生长得平平无奇 衣着也非常朴素 实力也很一般 在班上不靠前不靠后 是那种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会被人多看一眼的类型 甚至他的名字都非常大众化 陈伟 陈伟的眼瞳 闪烁着墨绿的颜色 一瞬间 好像有很多数据在他的眼瞳中刷过 像是快速计算一般 在他的面前 这个林奈果然转到我们班上了 陈伟用意识在信息栏里 打出了这么一句话 发了出去 很快 对方也回复了过来 嗯 很好 那么按照计划行事吧 陈伟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对方 记住 你可以慢 但必须要谨慎 哪怕是花个几个月的时间 套取他的信任都可以 但一定不能被抓包 陈伟不满地回道 老板 你这是怀疑我的专业能力 我当艺能黑客这么长时间 哪次被人抓到过了 你的哪次订单 我有让你等待超过三天 对方 这个林奈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使徒 守夜人必定会在他的系统 留下安全防火墙的 陈伟 那才更有挑战性 不是吗 对方 对方 你最好清楚 黑掉一个使徒的系统 偷取他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罪名 要是你真的失败了被抓包 我们基因公司 绝对不会出手保你 陈伟一脸轻面 我知道 如果我真被抓包 你们不仅不会保我 恐怕还会杀人灭口吧 对方 你知道就好 冷笑 陈伟满不在意 放心 用不着你们操心 你们把报酬准备好就行了 说完 他就切掉了信息通讯 一个昏暗的房间 一个身材微胖的男人 看着系统面板上陈伟 传来的信息 沉默了好一会儿 转过头去 看向身后的男人 老板 这个小子 好像根本不听咱们的劝告 万一他 在微胖男人的后方 一个西装革履 身材高大 站在黑暗中的男人 语气冰冷地说道 年少轻狂 一个年轻的天才缺点就是这样 没有栽过一个大跟头 必然膨胀傲慢 那怎么办 西装男人道 这个小子 既然能有在各大公司安全 系统内部 网络自由游走的能力 说明 他的确有两把刷子 等等看吧 说不定他真的能够做到 微胖男人担心 那万一他被抓包了呢 西装男人冷笑 一个异能黑客失败的下场是什么样 他自己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时间过得很快 几天的时间 转眼就过去了 林奈感觉 守夜人学校的课程安排 除了比正常大学要紧一些 训练也比一般大学要严格辛苦一些 感觉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不过守夜人学校的整体实力 的确是比夜城大学要高得多 在夜城大学 两位这样1.9级的超凡者 就已经是全校顶尖的人才了 这样的二本学校 很多学生到了毕业 都无法达到二级 而在守夜人学校 大一的学生基本都是三级打底 如果到大二 没能达到四级 还得留级 大三大四之后 多数学生也都能到达五级的实力 五级超凡者 在夜城已经算是中间战斗力量了 当然 五级也是许多超凡者实力的尽头 大多数超凡者 一辈子都无法提升到六级 甚至到老了 年纪大了 实力还会下降 对于林奈来说 来到守夜人学校 跟以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 从一个班级的边缘人 变成了全班关注 甚至年段全校关注的焦点 甚至还有不少高年级的学姐 专门跑到她的班上来看看 白死神的使徒 长什么样子的 林奈感觉自己 就跟变成了大熊猫似的 而且她这熊猫 可能还是彩虹色的 班上的同学 也都对她非常热情 无论上下课 基本都有人跟她套近乎 主动帮她跑腿 借给她以前老师的笔记 中午食堂吃饭 也会有同学 主动坐到她的旁边 这其中有男友女 甚至还有人要拥护她做班长 林奈并没有被这些马屁 和追捧弄晕 曾经经历过人情冷暖 就更不会轻易地相信别人 她心里很清楚 今天的这一切热情和拥戴 都是因为她觉醒了神明序列 如果她不是使徒 以她一级的超凡天赋 来到这个学校处境 也只会像以前一样罢了 所以 无论面对任何人 林奈基本都是礼貌一笑 在没有摸清楚 哪些人值得信任之前 她对任何人 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 这一天 是实战训练课 林奈和众学生 来到了实战训练室 旁边的同学 窃窃私语地说道 你们听说没有 今天的教官 好像是新来的 是吗 哎 希望不要来一个 太严格的教官啊 之前那个黄教官 每次上完他的课晚上 我睡觉都只能趴着 第二天连床都起不来 嘿嘿 那还不是你的体术课 成绩太差了 哎 来了来了 林奈停止了 冥想修炼 睁开眼抬头一看 却顿时愣住了 一个高大的男老师 走进了训练室 身后跟着一个 清纯漂亮 容貌绝美的少女 这位 是今后兼任你们 实战课和实战理论课的 新教官 叶瓦 高大的男老师 对着全班学生 声音洪亮地介绍道 叶瓦 站在众学生面前 面颊略带羞涩 微微躬身 你们好 林奈一脸猛逼 什么鬼 怎么是夜晚 其他同学 则都纷纷兴奋了起来 尤其是男生 一个个眉飞色舞 神采意义 简直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哇 是个超可爱的小美女 我抄 我以后实战课绝不缺情 妈呀 说真的 我第一次 见到这么好看的小姐姐 我要拍个照片 发微波上 可是这新教官 看起来也太年轻了吧 说是咱班新传来的同学 我都信 是啊 看着咋那么幼齿呢 像高中生似的 这真是咱们学校的教官吗 以前咋从来都没见过呀 夜晚听着 一众大学生 对他的各种评价 脸颊 不好意思地泛起了红韵 白嫩嫩的手 直下意识地 捏完起衣服的扣子 不过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 是教官 他又抬头挺胸 努力站直 尽力做出一副自信的模样 夜教官 是咱们守夜人学校 新来的特聘教官 实力很强 高大男老师 眼神一寒 扫过所有人 你们要是谁敢 对人家不礼貌 别怪我不客气 众学生 放心放心 我这个人 他妈的最讲礼貌了 学校终于懂我们的心了 以后我上市战课 必不可能挂课 我说的 就是就是 要是我的所有老师教官 都是这样的 之前 我那几门一能课 怎么可能挂课啊 林奈则有些无语 怪不得这几天 每天回家以后 夜晚也不怎么搭理自己 老师一个人躲在房间里 好像在准备什么东西 原来是跑来学校 来当教官来了 这丫头是咋想的 那么 夜教官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高大男老师说道 夜晚点了点头 高大男老师 便转身离开了 实战训练室 男老师一走 众学生就开始 叽叽喳喳的跟夜晚聊起天 夜教官 你多大了呀 为啥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夜教官 你是刚来我们首约人学校吗 夜教官 你这么年轻 实力是多少级啊 是不是在大城市留学回来的 夜教官 你有男朋友吗 嗯 夜晚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的问题 虽然他这几天 已经在尽力 做心理准备了 却还是有些手足无措 林奈见这情况 淡淡地说了句 该上课了 都安静一下吧 让教官上课 众学生瞬间 安静了下来 林奈说出这句话的声音 其实并不大 甚至他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压根没想到 会有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 简直比教导主任 跑来训话都有用 夜晚一见这情况 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随即浅浅一笑 说道 那么 各位同学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训练吧 嗯 先从最简单的热身训练开始 夜晚想了想 双手一合 异能 实境 哇 只见一个白色光照 瞬间扩散开来 将整个训练室笼罩 林奈和班上的所有同学 都被那光照 笼罩其中 他们身处的环境 一下子就从学校的实战训练室 变成了一个 极其宽阔的异度空间 整个异度空间 为一个巨大的方形 墙壁 地板 天花板也都是由一块块透明 却有蓝色边框的方块 拼凑而成的 地板之下 因为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 下面仿佛是无垠 而神秘的宇宙 林奈很是惊讶 因为夜晚使用的这个异能 并不是用的魔力 而是魂力 没想到夜晚 除了拥有 万象级别的强大魔力 居然也拥有人类超凡者的魂力 而且还如此深厚 这样一个实景异度空间 魂力等级 在八级以下 根本造不出来 众学生也都傻眼了 他们这才明白 眼前这个 看起来柔柔弱弱 乖巧可爱的女孩子 绝对有资格 当他们的教官 甚至可能当他们教官的教官 都绰绰有余了 接着 很快 林奈和一众同学 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啊 一声惨叫传来 全班将近一半的同学 都被这股压力 瞬间压倒在地上 连根手指都抬不起来 另一半的同学 在坚持了几秒钟之后 也都纷纷倒下 咔嚓咔嚓 甚至有的学生 骨骼都被这股压力 生生碾碎 最后全班 只剩下林奈 还是站着的了 但林奈坚持得也很辛苦 她的额头 很快渗出层层汗水 牙关咬得死死的 这个训练 跟以前几节课的训练强度 完全不同 林奈在守夜人学校上了几天的课 基本上对于大一 所有的课程 她都是游刃有余 但今天这个 是不是有点太过头类些 陈伟在众人的最后面 也跟其他人一样 被死死按在地上 根本动弹不得 马德 这玩意儿 叫热身训练 开玩笑呢吧 叫 教官 一个女生费了全身的力气 强度是不是太高了一些 我们身体感觉快碎了 夜晚愣了愣 强度太高了吗 其实 她还没开始呢 这并不是真正的热身训练 这只是因为 她不想把热身训练弄得太简单 而想给学生们 加一点点负重而已 所以 人类的大一学生的训练强度 其实这么低的吗 夜晚有些茫然 不过 很快她也想明白了 不能以自己以前热身的标准 来对待这些人类 虽然现在的强度 还不到自己八岁时 第一次热身的十分之一 不好意思 夜晚说着 双手再次一合 响 众学生身上的压力 终于释放开来 压力一放开 不少学生立刻呕 得一声惨叫出来 刚刚压力中的他们 根本喘不上气 内脏都快要被压碎了 哪怕他们再疼 却连声音都难以发出 众学生眼里都透着恐惧 这新来的教官 外表看起来清纯甜静 柔美得不可方物 本还以为会是个 贴心亲切的小天使 但现在看来 这简直特么的是魔鬼吧 夜晚再次释放了一个术法 治疗 挤到白光笼罩下来 落在其中几个 伤得比较重的学生身上 众人身上的伤势 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恢复 很快众学生 都恢复了正常状态 但即使如此 夜晚也并没有将压力 完全放开 而是调整到了 刚才的三分之一 大多数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仍然举步艰辛 基本只能做到 勉强站起来走路而已 嗯 我大概能知道 你们的水平了 夜晚说 那么 我们就正式开始 热身训练吧 啊 一个男学生惊恶的道 正式开始 那刚才是 夜晚 刚才那不是热身 那只是为了 不想让热身太简单 给你们加一点负重而已 众人 夜晚说 好了 那我要开始了 说着 他抬手再次施法 能量 浪 只听嗡嗡嗡的能量 声浪传来 不少人都瞪大了眼睛 听到那声音 只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那声音显然是 极其强烈的 能量摩擦而形成的 与其微颤地问道 那 那是什么声音 众人都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灵奈眯起眼睛 警惕地看着四周 来了 一股无形的能量倾泻 从四面八方 狂喜而来 那股能量 倾泻一波接一波的 仿佛太阳风暴一般 汹涌强烈 肉眼却无法看清 这些能量 从哪个方向过来 只能通过耳朵 听到能量狂喜的恐怖声浪 碰 一瞬间 灵奈只觉得自己的胸口 仿佛被人用一个 看不见的大铁锤 狠狠轮了一下似的 灵奈闷哼了一声 随即连忙运转魂力 护住身体 与那能量风暴对抗 这股能量风暴 并不是从一个方向来的 而是呈四面八方包夹 冲击而来 一时间 灵奈只觉得自己 仿佛被一百个人 围殴似的 啊 身边的同学 一个个都发出了惨叫 一波又一波的能量风暴 轰击在众学生身上 很多人 仅仅被能量冲击了两三次 就被威力巨大的能量 轰到在地上 甚至直接一口 将上午吃的早饭 喷了出来 仅仅不到一分钟 全班三十多个人里头 就只剩下 不到十个人还站着 这十个人 除了灵奈之外 都是身体素质 比较强悍的武者 职业超凡者 同级别之下 武者职业的身体属性 会比其他 超凡职业的身体属性 高出一倍左右 老张 唐红山 他们都属于 武者类型的超凡者 老张 虽然是五级 但如果光论身体属性的话 完全可以 跟六级超凡者抗衡 唐红山 则也是一样 又一分钟过去 除了灵奈 全班只剩下两个人 还站着了 到了满三分钟的时候 灵奈还站着 其他人已经全部倒下 但即使他们倒下了 那些能量风暴 也不会手软 仍旧不断地 一波一波冲击在他们身上 把他们蜷缩成一团的身体 像是足球一样的 踢来踢去 灵奈也坚持得很辛苦 汗水躺满一惊 不少人暗暗则舌 这就是使徒的身体强度吗 灵奈间迟到了最后 沉沉地吐出一口气 夜晚露出一个微笑 灵奈哥 灵奈同学做得不错 而其他同学 则是几乎完全虚脱了一般 虽然外表看起来没有伤痕 全身却酸痛无比 在地上躺着喘了好一会儿 都没能缓过进来 有几个好面子的同学 想强撑着站起 但是 站起来没能站稳走两步 就亮枪地再次一屁股坐下了 这是热身 这简直就是魔鬼训练啊 夜晚心想 看来今天也不用再 增加别的训练了 用黑天使的训练标准 来训练人类 果然是不对的啊 教官 一个女生叫苦道 你这训练方式 对我们这些身体 强度不高的法师职业 也太不友好了 是啊 另一个男生也无奈地说 除了舞者 还有使徒 根本没有其他职业 能抗得下来嘛 尤其是法师 我们本来就是后排脆皮 这样的训练 我们根本就是一轮 倒 灵奈却想了想 思考了一会 说 不 这个训练 其实应该更适合法师 哈 男生正主 刚刚的能量风暴 看似从四面八方来 灵奈说 但事实上 我能感觉得出 那些冲击波 并不是完全没有闪避的空间 只是我们肉眼 无法看见罢了 但法师的精神力强 可以通过感应 在精神力视野中 看到这些能量冲击的轮廓 也就是说 一个 诗 如果能够不失误 完美地使用精神力视野 看清每一波能量风暴 倾泻来的具体方向和角度 然后及时避开的话 理论上来说 甚至可以一次不受能量冲击 而通过一整轮风暴 灵奈说完 抬起头 微笑地看着夜晚 教官 我说的对不对 嗯 夜晚听到 灵奈喊他教官 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异样的感觉 面颊微微一红 对 班上几个法师职业的学生 却都傻了 通过精神力视野 看清每一波能量风暴 倾泻而来的具体方向和角度 那么的 说得容易啊 他们现在仅仅都还只是三级而已啊 他们现在的精神力视野 也仅仅只能说 感应一定范围内 静止中比较强烈的能量而已 这种速度极快的能量冲击波 等他们勉强能够看到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到脸上了 怎么可能躲得过来 就算是五级法师来了 也不敢说能完全不失误的 全部躲过吧 更不要说 在这个一空间里 夜晚还给他们加了负重 灵奈却感觉 刚才的训练挺有意思的 主要是之前几天大一的训练强度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无聊了 教官 灵奈想了想 说道 刚刚那个训练 可以再来一次吗 夜晚好好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其他同学 Sigma 一堂课结束 灵奈觉得收获良多 夜晚的这种训练方式 无论是对身体强度 还是对运用精神力的熟练度来说 都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对于其他同学来说 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 陈维躺在训练室的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根本爬不起来 马德 这简直是要人性命啊 看来必须得抓紧时间 行动才行了 不然天天跟着这个疯子 一起参加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不出半个月 恐怕就得进ICU里住着了 晚上 灵奈今晚没有回家 因为要跟班上的同学 一起进入一号空间门的异景 去执行任务 任务大概到半夜凌晨两点 差不多就快结束了 作为大一的学生 他们的任务并不会很困难 只是一级的护送物资的任务而已 一号空间门的异景 是一片辽阔的红色荒漠戈壁 出没的魔物很少 而且等级也都并不高 只要不深入探索那种比较危险的区域 多数遇上的 都是斜碎级别的魔物而已 灵奈班上的同学中 除了他以外 其余的学生 都还只是实习守夜人而已 所以现在执行任务 都还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试炼 等到他们大二了 就会被各个城区的小队看中 拉入队伍 开始执行地级以上的任务 就比如像林玉希和杨小川他们 灵奈现在 其实也算是唐红山他们 城南三小队的一员 至少他的系统信息里 是这样写的 不过最近这几天 唐队他们好像都在休假 每次林奈打开 跟唐队他们的微信群 都能看到阿光 阿南和丁子几个人 晒出约的一大群女大学生 到网吧开黑的照片 唐红山和老张 也是成天泡在澡堂里 说实话 林奈有些无语 他大概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有手好闲的一帮守夜人了 没办法 他只好跟着班级 一起做一些简单的入门任务 滴滴 系统消息响了 林奈打开一看 发现竟然是夜晚给他发来的信息 夜晚 林奈哥 任务结束了吗 夜晚 你别闹 夜晚 一会儿你做完任务之后别回家 回一趟学校 我在校门口等你 林奈 咋了 有啥事不能回家说 夜晚 你来就是了 林奈 行 不过校门口 你不怕被其他住校的学生看到 夜晚 也是 那我在二号实验楼楼下等你 林奈 其实被看见也没啥 反正我俩清清白白 夜晚 林奈结束了系统通讯 从一号空间门出来 回到夜城 坐物资车一路运送到二号空间门附近 听说二号空间门已经快要开放了 卫面壁垒已经建立完毕 官方准备让一批冒险者先进去探探路 看看对面的意境是否有风险 那个就是二号空间门啊 一个男生靠在货车旁 一边抽着烟 一边看着远处的空间门说道 感觉跟正常的空间门 好像也没什么两样嘛 空间门 其实就是一个易次元裂缝 但是被人类制造的各种科技器械框了起来 稳定了它的易次元能量 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门罢了 等到这扇空间门开放了 咱们也进去看看 另一个黄发男生笑着说 说不定还能逃到点好东西 就发财了呢 短发男生叹息道 说实话 如果没有任务的话 我倒不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种未经探索的空间门进去 太危险了 胆小鬼 你骂谁呢 你这种的才叫莽夫 有勇无谋的家伙 林奈并没有参与他们的对话 而是一个人默默地靠在一旁闭目休息 啊 这时候 一个诡异的嚎叫声 突然传入林奈的意识之中 林奈猛地睁开眼睛 转头看去 好像是从二号空间门里传出来的 刚刚那个感觉 跟石魂一样 绝对不会有错 是神力 不过林奈发现 除了他以外 周围其他人 好像都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依旧在嘻嘻哈哈地聊着天 看来 刚刚那个声音并不是一般的声波 而是来自灵魂的吼声 只有林奈感应到了 林奈微微醋眉 又有一位神明的亡灵出现了吗 仅仅凭刚才那一下 他也无法判断出是哪一位神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一个声音忽然从旁边传来 林奈回过神来 只见身边站着一个 长相平平无奇的男生 这个男生不高不矮 长得只能说毫无特点 把他丢进人群里 可能就再也找不到的那种存在 在班上也是毫无存在感 不过林奈却记得他的名字 陈伟 他的超凡职业跟杨小川一样 都是序列九四网络工程师 林奈 有什么事吗 陈伟一脸紧张又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林奈同学 你好 我是你的同班同学 我叫陈伟 其实我关注你很久了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林奈疑惑 签名 是啊 陈伟摸了摸脑袋 嘿嘿傻笑地说道 你是我的偶像 我觉得你特厉害 之前你的新闻我都看了 你才刚刚加入首页人 第一个任务就完成了一个C级任务 实在是太厉害了 像我这种没天赋的 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完成一个C级任务 林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陈伟一脸崇拜地望着他 所以可以吗 林奈淡淡地点了点头 陈伟开心地笑了 立马从物品栏里拿出了纸笔 林奈手速很快 傻傻傻地给他签好了 陈伟又说 嗯 那我们可以在一起合个影吗 林奈再次点头 行 陈伟开心地跟林奈站在一起 看起来像个单纯的大男孩 然后打开了系统的照相面板 这时候 陈伟的眼神瞬间发生了转变 眼瞳里快速闪烁出墨绿色的光影 一串串数据从他眼瞳里快速刷过 哼 比想象中还要容易 陈伟轻蔑地仰起了嘴角 林奈瞥了一眼身边这个陈伟 啥意思啊 现在的人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林奈的面前显示了一个信息框 系统提示 对方向你传输了一个感染型木马病毒 是否接收 系统分析 该木马病毒为近距离隐蔽传输型 可通过近距离红魔传导入侵系统 木马病毒危害性评分 1 系统提示 对方可能只是想要偷偷地通过红魔传输 没想到会被咱们高贵的4090XS识别 所以不要表现得太意外 对方应该不是故意这么嚣张 可能只是不小心 林奈 咔嚓咔嚓 清脆的快门声 陈伟用系统相机拍了两张合照 很开心地笑着说 谢谢你 林奈同学 随即他心里又觉得有些奇怪 病毒明明传输过去了 而且也没有被对方的安全系统阻拦 为什么进度条一直停在99% 那什么 陈伟只好在拖延时间 善笑着说道 林奈同学 能到这边再跟我合个招吗 我家里的弟弟妹妹们也很喜欢你 林奈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好啊 两人又换了一个地方合照 林奈在心中暗暗问莫兹 喂 莫兹在不在 莫兹 黑大人 很开心 您终于召唤起我来了 我无事不在 毕竟我是您最忠实的助手 兼秘书监管家兼司机 我就问你 这个病毒 你怎么看 林奈打断了他的废话 莫兹 这个嘛 刚刚我已经快速查询了人类的网络资料 对方是异能黑客 可以通过异能网络传输 攻击超反者大脑绑定的AI系统 然后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木码 在对方的系统留一扇后门 轻易地盗取对方物品栏的装备 窃取金钱 窃取超反者身体信息 屏蔽目标系统信号 甚至可以通过攻击对方的系统 让对方的大脑紊乱等步伐行为 不过 这种级别的木码病毒 对咱们没有威胁性 放心吧 其实说要的话 这个系统木码病毒制作的还挺不错的 以目前人类的眼光来看的话 只可惜 对方的版本落后了一点点 其实 您就算接收了也无所谓 咱们可以先养着 我对这个病毒挺感兴趣的 或许养大了会挺好玩的 林奈沉默下来 他暗想 没想到守夜人学校 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异能黑客 异能黑客 并不是进入序列号的超凡职业 而是有人后天培养而成的 非法异能职业 在这个世界 超凡者的个人信息 是超凡者的最高隐私 而系统 又连接着全世界所有超凡者的账户 储存着超凡者大量的信息 入侵他人的系统 是要上国际超凡者法庭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异能黑客 都是见不得光的存在 这个陈伟知道自己使徒的身份 还敢铤而走险攻击他的系统 恐怕背后是有其他势力支持 既然莫兹说没有危险 那就先留着痒痒吧 看看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林奈 行 你有把握的话 那就先留着痒痒吧 莫兹 OKOK 提示 传输成功 传输进度 100% 陈伟看到出现的进度条提醒 顿时松了一口气 刚刚卡在99%那么长时间 他的冷汗都冒出来了 不过幸好 结果还是很顺利 非常感谢你 林奈同学 陈伟开心地说着 眼睛还真挺不错 能跟你做同学 真是我的荣幸 林奈露出一个温和 又平易近人的微笑 客气 任务结束了 林奈返回了学校 如约来到了2号实验楼的楼下 凌晨3点多钟 到处都是黑漆漆 静悄悄的一片 可是却没看见夜晚的身影 晚 林奈试探地冲周围的黑暗 轻轻唤了一声 没有回应 林奈歪头响了响 又唤了一声 叫关 沙沙沙 一个小巧的人 从旁边的小树林里 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 银沙般的月光 辉映出他柔美绝色的脸蛋 林 林奈哥 林奈 你躲在那里做什么 嗯 少女走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看着四周 我怕被其他同学看见 不好解释 有什么不好解释的 林奈歪了歪头 一脸疑惑 你现在的身份 是我的教官 女教官大半夜不睡觉 把学生约出来私会 在人类世界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夜晚清澈的眼睛 望着他 你又骗人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了 好吧 林奈摸了摸下巴 饶有兴趣地望着他 所以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突然跑到 我们守夜人学校 当起教官来了 夜晚现在还穿着 守夜人教官的制服 娇小的身躯 穿着干脸严肃的黑色制服 配上那清纯清澄的脸蛋 颇有一分说不出的反差感 主要是他之前 见过夜晚穿女服装的样子 现在再看到他副打扮 就总感觉 嗯 挺刺激的 夜晚玩着 自己衣服的扣子 没什么就是觉得 我已经是 借住在你这里了 总不能别的什么事情 也总是花你的钱吧 林奈玩味地看着少女 心想这丫头一看 就是没撒过谎的类型 夜晚被林奈的目光 弄得有些受不了了 面颊微红 玩扣子的手指下 意识得更用力了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没什么 林奈耸了耸肩 所以你今晚 把我叫到这里 来到底有什么事 要约会的话 第一次的地点选在这里 会不会太刺激了一些 你别评了 夜晚声音柔柔地说 跟我来 说着 她走到实验楼前 伸出手掌 在感应器上按了一下 身份识别成功 打开门 走了进去 少女回头看了林奈一眼 示意她跟上 林奈不知道 这少女到底搞什么名堂 但也没有多问 默默地跟了上去 咦 你们看 那个不是林奈和叶教官吗 还真是他们 大晚上的 他们怎么一起 跑进实验楼去了 是啊 这个时间点 好奇怪哦 几个刚刚做完守夜人任务回来 准备返回宿舍 补一教的男生面面相去 随即互相露出一个 心领神会你懂我懂的表情 夜深人静 凌晨三点的实验楼 空空荡荡 安静的可怕 走在楼道 每一声脚步 都能传来清亮的回音 林奈心想 她应该还是第一次在大半夜 被女孩子 遇到这种地方来吧 科男里 一帮小屁孩偶 遇到什么杀人案件 一般也都是在这种地方 这种实验楼 一般都是学校安排给魔法师 或者机械师上实验课的地方 据说还有一些实验室里 存放了很多珍贵魔物的尸体 用于解剖课使用 所以这里 也是严禁外人进入的 夜晚也是得到了教官的职位 才能带林奈进来 林奈被夜晚 带到了一个实验室 啪 实验室的灯被打开 林奈也不知道 夜晚大半夜的 把她带到这里来做什么 只见少女 在一堆电脑前 十分熟练地操作着一大堆 她看不懂的设备 而且神情认真 看着像是一个女发明家似的 林奈有些茫然 这丫头还有这一手 嗯 不过想到她 来自黑天使闻名 也就释然了 少女弄了好一阵 终于将设备调试完成 林奈哥 你先到这里坐下来 夜晚指着一个椅子 林奈也没多问 直接就在那张椅子坐下来了 夜晚 等一会儿 我可能得先把你绑起来 林奈 夜晚拿来了一大堆 花花绿绿的线路和管子 又连接了各种设备的端口 林奈哥 你先把上衣脱了吧 林奈 你这个绑真的正经吗 夜晚疑惑 啊 林奈不说话了 乖乖脱掉了上衣 夜晚将各种设备的线路 连接到林奈的身上 然后咔地打开了开关 所有的线路和管子 连通了能量 纷纷亮了起来 夜晚座回到电脑前面 手指在键盘快速操作 真的是神河 少女的神色 顿然变得严肃起来 这种东西 即便是他们黑天使文明 翻遍了诸神的遗迹 都不曾找到过几个 可是 好奇怪 林奈哥的基因 的确是人类的基因 为什么神河在他体内 没有一点排异反应呢 夜晚决定尝试一下 有他在这里 应该不会有事 他打开了旁边设备的 其中一个开关 嗡嗡嗡 林奈 少女问道 林奈哥 你有什么感觉吗 林奈动了动脖子 说道 麻麻的 热热的 只是这样 只是这样 少女又打开了另一个开关 现在呢 还是一样 少女彻底不理解了 这不科学啊 林奈观察着少女的表情 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林奈 唯 莫兹 莫兹 大人 我在呢 林奈 你能检测得出来 这丫头到底在做什么吗 莫兹 哦 当然呢 这小姑娘在给您做病症体检呢 林奈疑惑 体检 莫兹 是的 不过 她并没有扫描您的身体属性 而是在扫描您的健康状态 以及检查细胞和线粒体的状况 看起来 她应该是在检查您的身体 有没有哪方面的疾病 通过扫描对方目前的情绪波动 系统分析判断 叶瓦目前的心态状况为担心 再加上她的一系列操作 系统判定 这小姑娘应该对您并没有恶意行为 担心 林奈疑惑 这姑娘检查我身体有没有病做什么 莫兹 这个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搜索过人类的网络 一对夫妻在准备要孩子之前 一般来说 妻子都会带丈夫去体检的 林奈 想想也知道不可能 好了 林奈哥 少女结束了电脑的操作 走过来 将林奈身上插的各种管子拔掉了 林奈看了看夜晚 问 所以 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嗯 夜晚沉默了一下 说道 林奈哥 你知道超凡者的天赋 是有什么决定的吗 林奈想了想 基因 是的 基因 夜晚说 人类控制自然界中超凡之力的能力 主要来自于体内的TD细胞 一个D级修炼天赋的超凡者 身体里大概每一千毫升的血液中 就会有十一个TD细胞 C级天赋 至少有三十一个 再往上 则会更高 可是我刚刚检查过了 你体内的TD细胞 每一千毫升的血液里 至少有九十一个TD细胞 正常来说 如果按照这个数值 你的天赋至少是S级往上 林奈的眉毛一条 夜晚说 可是你吸收天地灵气 修炼魂力的转化效率 却只有一级天赋的水平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我猜想 也许是 你的细胞活性太低了 夜晚拿出了一个药剂瓶 看起来像是 某种基因药剂 这是我自己调配的基因药剂 可以激活细胞活性 也许能够对你的修炼有所帮助 安静 林奈并没有说话 而是沉默了好意会 盯着少女看 知道吗 我刚才就在想 你是真的不怎么会撒谎 嗯 少女顿时紧张了起来 林奈伸出手 轻轻按在少女的脑袋上 说道 看你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了 你平时的时候 一跟我对视超过两秒就会害羞 只有撒谎的时候 才会硬着头皮看我的眼睛 夜晚低下头 手指搅在了一起 不过 我也能感觉得出来你 没有恶意 而且是在为我着想 林奈忽然轻松地笑了出来 轻轻揉了揉少女的头发 接过她手中的基因药剂 走吧 我们回家 林奈转过身 已经走了 夜晚站在身后 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 随即过了好几秒才反应了过来 夜晚也停下了 林奈凝神地听沉默了好一会 看了眼身边的夜晚 说道 你也听到了吧 夜晚顿了顿 轻轻点了点头 嗯 是谁在那里 林奈眼神阴寒 出来 嗡 白死神之连 赫然出现在她的手中 林奈脚下一灯 如一头弹射出去的炮弹一般 轮着镰刀 冲向那个楼道的黑暗角落 一个躲在楼道黑暗角落里的身影 听到冲刺而来的风声 顿时一颤 黑影瞪大了眼睛 瞳孔中反射出白夜滑破黑暗的银白光影 她的肩上 还扛着一个麻袋一样 圆滚滚的东西 她也是没想到林奈会直接出手 而且 速度竟然这么快 林奈速度极快 轮动白夜 一连刀斜斩而去 那黑衣人 全身包裹的紧紧的 只露出一双眼睛 根本看不出她的长相 只见她瞳孔放大 当即做出反应 爆发了魂力 身体往后一样 刷 连刃贴着她的胸口滑了过去 黑衣人肩上 紧逼不放 再次向前攻去 黑衣人迅速掏出了一把魂力短刀 打开开关之后 刀刃充能 亮起魂力的光芒 在黑暗的环境下 十分刺眼 当 两把冰刃交锋在一起 碰见出火星 黑衣人能够感觉到 林奈只是一个一级超反者 自己的力量明显要高于她 但是 咔 她手中的魂力短刀 被林奈手中的白夜 轻而易举地削断 黑衣人瞪大眼睛 这特么什么武器 这么疯烈 噗哧 白夜在她的右臂 留下一道血痕 啊 黑衣人痛叫一声 白夜本身自带灵魂攻击 这一刀虽然只砍在她的手臂上 黑衣人却感觉 灵魂仿佛都受到创伤 这小子的攻击 有点诡异 黑衣人有些恼了 竟然被一个一级超反者打伤 这让她十分不爽 立马又抬起右手 武器 艳阳掌 只见泛着红光的炙热能量 在她的右手汇聚 朝林奈狠狠地拍了过来 林奈哥小心 夜晚双手结印 凝聚魂力 人法 水龙弹之术 一条龙形高压水弹喷射来 黑衣人见了 只好改变攻击目标 台长去接纳发水龙弹 碰 一声爆炸闷响 林奈与黑衣人分别扯开五六米的距离 两人身上的衣服 都因为刚才的水弹爆炸 而变得湿漉漉的 黑衣人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掌 已经冒起了黑烟 去 运气真差 这都能碰上人 黑衣人眼神一灵 没办法 那就杀人灭口好了 说着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管基因药剂 握着管子抬起手 毫不犹豫地 就往自己脖子里 狠狠一扎 林奈眼眸一眯 眼前出现了系统的分析面板 对方使用了 A88型基因公司 特制细胞活性药剂 临时攻击力正57% 临时力量正55% 临时体力正61% 临时爆发正40% 临时抗击打正100% 临时细胞活性正80% 临时肾上腺素分泌正90% 目标进入狂暴状态 临时理智3 临时智力3 好啊 黑衣人眼睛通红 全身魂力爆发 震荡出强烈的魂气 气势如虹地 朝林奈和叶瓦冲来 林奈能够感受到 这家伙原本就是5级左右的超反者 注射了基因药剂之后 他的战力 几乎已经可以直逼5.5级了 叶瓦眼神一灵 林奈哥 你让开 林奈一愣 只见叶瓦嘴中念咒 魔法 大火球 哄 一团巨大的炙热火球 向前方的走廊呼啸而去 还不等火球爆炸 叶瓦双手合十 再次施法 亦能 十万福特 又是如雷霆万军般的闪电 劈了出去 少女双手的施法速度 快得林奈肉眼都看不清楚 刚放完上一招 立刻又开始凝聚下一招 奥数 绝命火焰 无法 暴风星云烈 5级 9天 林奈 一顿猛如虎地输出 纵使有魂力护体 身上的衣服 也被烧得破破烂烂的 且已经被炸成了重伤 马德 这女人又是什么来头 怎么又会忍术 又会魔法 又会异能的 而且 她特么的技能 没有CD的吗 黑衣人暗骂了一句 知道今天是踩到了硬点子 实在倒霉 自己已经隐蔽了气息 竟然还是被这两个人感应到了 而且 这两人的能力都十分诡异 走为上策 黑衣人摸出两个绿色药丸 往地上一丢 碰 墨绿色的烟雾 从走廊弥漫而来 视野被完全遮挡 灵奈醋眉 这浓烟有毒 灵奈低头 看了一眼 刚刚黑衣人 掉在地上那个圆鼓鼓的麻袋 里面明显是装着什么东西 连刃轻轻一勾 就划破了麻袋的口子 从里面滚出来一具魔物的尸体 这是一具 狼人的尸体 所以 这家伙是来偷东西的 他偷魔物的尸体做什么 灵奈暂时没继续往下想 抬头看了看走廊弥漫的青烟 扭头问道 娃 你们黑天使 会怕这种毒烟吗 夜娃小巧的鼻子嗅了嗅 随即摇了摇头 不会 这种毒烟 只会对蓝星未免的种族有效 行 灵奈回过头来 眼瞳已经变成了灰影色 在她灰明之瞳的视野中 清楚地看见了 黑衣人逃跑的方向 那你正面追 我去绕她后 好 灵奈跟夜娃说好 然后就打开走廊的窗户 拎着白叶跳了出去 绕开了毒烟 黑衣人脚步极快地 在校园内穿梭奔跑 呼 幸好我跑得快 黑衣人刚松了口气 感到庆幸 可是下一秒 她就听到身后 传来踏踏踏迅捷的脚步声 在夜晚寂静无人的校园里 十分清晰 黑衣人惊愕地回头 她看见夜娃手中 正拎着一把消防斧 从毒烟中静止穿梭了出来 我草 黑衣人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那可是基因公司特制的 高强度化学毒烟 可以直接毒死一个 这女孩根本不是人吧 黑衣人一边跑 一边在准备从物品栏 掏出点什么道具来 谁知这时候 她迎面撞上一个 手持银白镰刀的身影 林奈扛着白叶 从拐角处悠悠地走出来 你 黑衣人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 林奈笑眯眯地说 我都等你好久了 林奈拎着白叶 上去就给了她一刀 黑衣人刚刚已经被夜晚 无数个技能狂轰烂炸成了重伤 此时本就已经是伤痕累累 此时面对林奈镰刀 突如其来的斩机 根本无力躲闪 胸口瞬间被豁开一道 触目惊心的伤口 我 我跟你拼了 黑衣人红着眼 抬起右手 又要一记艳阳掌灰来 不过夜晚 已经三步两步追了上来 拎起消防斧 一斧子狠狠劈在她的后背 不吃 皮开肉绽 血肉飞剑 消防斧虽然没有白叶锋利 但是少女一出手 不知道比林奈狠了多少个档子 一斧子就直接劈的 可以看见森森白骨 林奈 黑衣人熬的一声惨叫 这一掌的力量 还未完全凝聚 就趴击地一下 栽倒在林奈的面前 来了一个五体投地大力 林奈苦笑一下 那什么 这种一看就知道 很有问题的窃贼 最好要留活口 没事 夜晚淡定地 往了我耳边的发丝 我下手有分寸 她死不了 林奈 感受到林奈注视 许久神色复杂的目光 少女不经意抬头看了她一眼 瞬间又恢复了 那副怯生生的样子 不自在地问 嗯怎 怎么了吗 林奈 没什么 黑衣人这时 还想从地上挣扎地爬起来 林奈一脚 就踩在她的后脑上 连任架住她的脖梗 避免她在耍花招 跑啊 还能跑吗 黑衣人在地上动弹不得 林奈手腕一动 连任便轻巧地 划破了她蒙在脸上的面罩 露出一张面容硬朗 三四十岁男人的脸 林奈微微醋眉 她记得 自己在学校里见过这个人 好像是守夜人学校里 专门教授武技课的某个老师 老师偷魔物的尸体 林奈悠悠地说 大半夜的 跑到学校实验楼 来偷魔物的尸体 说说吧 你偷那些尸体做什么 男人没有应声 发出一个冷笑 哼 随即只见她嘴巴动了动 好像咬破了嘴里的某个东西 林奈面色一变 立马意识到 她这是在服毒 服下身 快速出手 捏住了她的下巴 强制让她张口 可惜已经晚了 男人已经翻起白眼 嘴里传出刺鼻的 化学药物的味道 只见男人的身体 一阵抽搐 嘴里也冒出白沫 不出几秒钟的时间 男人便断了气息 死亡了 夜晚见状 轻轻说道 是与暗 木元素融合调配的情化物 这种药物藏在牙齿里 一旦咬破 以人类的体质 哪怕是超凡者 毕命的速度 也不会超过五秒 林奈放开了男人 皱起眉毛 如此果断的自杀 有问题啊 正常来说 只是偷东西 还只是偷了一些 实验室的尸体而已 不至于自杀吧 林奈沉吟了一会 打开了系统通讯面板 喂 堂队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把你吵起来 不过 我这边出了点状况 我和瓦儿 在学校的二号实验楼 抓到一个偷魔物尸体的贼 被我们抓到以后 他就服毒自杀了 貌似 他是守夜人学校的老师 陈伟回到家中 说是家 其实就是一个被改造的桥洞 面积不超过十平米 大概就是一个柴火箭的大小 除了一张床 其余的东西 都是各式各样的电脑设备 被一大堆线路连接着 还有一大堆 作为黑客的工具 其实以他的财力 完全是有能力 住进更大的房子里 只是他不想罢了 陈伟认为 住在这样一个秘密基地里 超酷的好吧 陈伟打开了系统通讯面板 喂 老板 是我 陈伟双脚翘在面前的电脑桌上 懒洋洋地说 哦 还用问吗 当然成功了 我陈伟接单 什么时候有失手过 当然 我怎么可能被发现呢 你们老跟我吹嘘 守夜人的安全系统有多牛逼 可我只用了红膜传输 还没使用辅助工具呢 就已经成功害入了 一点阻碍都没有碰上 都跟你们说了放心了 你们老觉得我轻浮 其实我很谨慎的 你们跟我说 不许打草惊蛇 但凡我传输木马病毒的过程中 碰上一点点安全壁垒 我肯定就收手了 不会跟他们硬碰硬的 马德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我都这么说了 你们还不信 我的木马病毒 都已经种进去了 不信我截图发给你们看 那好吧 就这么说吧 要是我真的失手了 我肯不当场 就把我黑客空间里的 所有电脑屏幕全吃了 那 现在我已经得到 白死神使徒的属性数据了 而且 我还在他的个人系统中心 留了一扇后门 现在我随时都可以进入他的系统 甚至直接远程操作 他的系统都没有问题 怎么样 现在我已经证明我的实力了吧 放心 等到你们的计划开始 我轻而易举的就能控制他 我一会儿就把数据发给你 记得把尾款付了呀 此时 白死神使徒的数据了 站在阴影处 西装革履的高大男人 声音沉沉地问 怎么样 微胖男人双手在键盘上 快速操作了一番 说 按照陈伟到来的数据来看 林奈的属性 在使徒之中 只能说是一般般 西装革履的男人沉默一会 说 这也正常 108号尚未神明 都是按照实力来排列序号的 唯独白死神不是 所以 他的实力一直是一个谜 诸神文明留下的资料中 也并没有明确表示出 他的实力对比 108神是处于怎样的位置 是啊 微胖男人也道 也许白死神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只是他的序列号是零号 听起来比较唬人罢了 西装革履的男人说 如果他的实力 真的是序列零 那么众神之王就不是黑君 而是白死神卡洛斯了 滴滴 这时候 又一条消息通知传来 微胖男人看到这条消息 面色顿时一变 西装革履的男人问 怎么了 56号 死了 微胖男人声音沉重 是服毒自尽的 看来是他的行动暴露 被守夜人发现了 西装革履的男人脸 色阴沉沉地说 我早就说过 这个56号办公不怎么靠谱 随即他又沉默了一回 说 算了 无所谓 反正那帮守夜人也猜不到 我们想要大马 微胖男人转头 试探地问 那么 我们的计划 计划照常进行 西装革履的男人说 官方那边 2号空间门 马上就要开放自由通行了 现在一能黑客 已经成功在使徒的系统里 留了一扇后门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公司上面的重视 微胖男人正式提醒道 但是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老板 那个林奈的身边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女孩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 那是一个魔艺 而且来头不小 有她在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得手啊 西装革履的男人挑了挑眉 哦 天 还未亮 林奈摆弄着那具黑衣人的尸体 摸了她全身上下的口袋 试图从她身上找出点什么遗产 可惜 基本一无所获 只找到了一把魂能短刀 在这个时代 大多数人都将东西存放在系统的物品栏中 只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下载出来 所以在这个世界 杀人舔包的事情 也基本做不到了 嗨 可惜了 林奈一屁股坐在尸体旁边 咦 存放在系统里 对了 林奈突然想到什么 伸手掰过黑衣人的脑袋 手指拨开她的眼睛 用系统扫描她的红膜 读取她的身份信息 每一个人眼睛的红膜纹理 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 莫兹通过红膜纹理 就可以扫描出对方的身份 姓名 王雷 年龄 39岁 等级 5.0 状态 死亡 已失去生命体征 林奈在意识中问道 莫兹 你能不能破解她的系统安全壁垒 让我可以看看她系统物品栏里有什么东西 莫兹 欧回大人的话 这当然可以 我早就说过了 在我们高贵的4090XS面前 这些使用990T系统的渣渣 在咱们面前 根本就连底裤的颜色都藏不住 说着 莫兹便开始破解对方的安全系统 正在解码目标安全防护系统 碰到阻碍 目标系统安全防火墙已激活 我方正在击溃目标安全防火墙 当前进度3% 预计剩余时间35秒 击溃成功 对方安全防御系统已全面溃败 你已成功获得目标系统的访问权限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林奈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系统主页面板 这是这个黑衣人的个人系统主页 林奈眼睛一亮 心中顿喜 本来他只是尝试一下 没想到居然真的可行 林奈仔细看着面前的系统面板 黑衣人的系统面板 主页跟一般的系统面板差不了太多 都是物品栏 技能术 通讯录那些东西 林奈打开了他的物品栏 别说 存放的东西还真不少 就是有点穷 这系统账号的钱包余额只有7500金龙 林奈二话不说 直接先把钱转账到自己的系统上 然后继续搜刮他的物品栏 一把4级魂能手枪 三个充能好的魂力弹夹 五个普通魂能手雷 四个高级毒气烟雾弹 一柄血迹斑斑的黑魄石宽刃战斧 十几只颜色各异的基因药剂 还有各种超凡材料 黄炭石 黑叶草 红魔花等等 林奈查看那些基因药剂的属性 物品 S13型特制基因药剂 效果 零食魂力使用效率 正130% 零食精神正100% 零食魔法攻击正60% 零食能量恢复正100% 零食耐久力正120% TD细胞活性正200% 副作用 零食智力2 零食思维逻辑185 零食记忆力312 荷尔蒙分泌永久133 生育能力永久315 智力永久1 魂力上限永久100 体力永久50 TD细胞活性永久-15% 介绍 基因公司出品质量保证 林奈一头黑线 MOM 这玩意儿 感觉不太信用啊 林奈把所有基因药剂的效果都看了一遍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基因药剂都拥有非常强大的效果 但同样的 副作用也都十分可怕 基本上看了一圈 林奈已经将这些基因药剂 统统列入黑名单了 反正它是不用 而且据他所知 这种高副作用的基因药剂 在言国是属于禁药 是非法的 不过 管它是什么东西 林奈全都一股脑地 全部收进自己的物品栏中 林奈心想 这个黑衣人身上携带了这么多禁药 而且全部都是跟基因公司有关的 难道这个人跟基因公司有什么联系 当然 也不能这么快下结论 毕竟基因公司在市场上很多行业 都有垄断的地位 哪怕是守夜人 使用的很多枪线 药品 科技设备 也都是基因公司研发生产的 说不定它是通过黑市 导手购买到的呢 林奈思索了一会 拿出了那瓶染血宽刃巨斧 然后递给身旁的夜晚 给 嗯 少女坐在旁边的台阶上 双臂抱着膝盖 见到林奈递过来一把大斧头 微微一愣 留着当个防身的武器 林奈说 你在人族未免 最好还是别常用魔力 否则很容易被各种 乱七八糟的人和势力盯上 所以还是留点武器在身上吧 有的时候 武器比超凡之力还好用 少女听言 结果燃血巨斧 抱在怀里 嗯 这巨斧的体型 比少女的身形还宽 看起来颇有反差感 少女说 其实二姨临走之前 也是这么交代我的 所以 刚刚对付这个黑衣人 我也用的都是魂力 在人类未免 魔力能不用就不用 林奈苦笑 是啊 你连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用的都是魂力 说到这时 林奈突然想起来 问道 对了 你不是黑天使吗 为什么你会拥有 我们人类的魂力 叶瓦一脸单纯的说 我前两天刚刚修炼的呀 林奈 前两天 叶瓦 是啊 就在你刚来守夜人学校的那几天 唐队长给我找了一份 给你当教官的工作 我就想着 总不能拿魔力教你们吧 那样也太张扬了 所以我就 临时修炼了一点魂力 可能不是很强吧 但教大一的 这些学生应该够用了 林奈嘴角一抽 临时修炼的可还行 所以 你还学会了那么多超凡职业的技能 武技 忍术 魔法 异能又是跟谁学的 我看网上的教程自学的呀 夜晚说 那些技能的原理都很简单的 看几遍他们念的咒语 和手指结印的方式 基本就能学会了 因为 从他们结印的方法 和咒语的路数 也基本就能将他们魂力 在体内运转的线路 拆得七七八八 林奈 打扰了 林奈又检查了黑衣人的通讯录 要搞清楚 黑衣人背后 到底是什么势力在指使 通讯录也许就是最好的方法 林奈打开通讯录 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通话记录里 也只有一条记录 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 看来对方果然很小心啊 连通讯录都删干净了 咦 林奈看着这个号码 微微一愣 这个号码 他怎么这么熟悉 好像他的通讯录里也有 林奈立刻打开自己的通讯录 做比对 果然有 这个号码 不就是上次那个 想要拉拢自己的 那个基因公司的 微胖西装男人吗 林奈沉默下来 思索许久 眼睛渐渐眯起 看来真的是基因公司 没想到啊 还真是巧呢 又过了一会 天蒙蒙亮 太阳要升起了 林奈觉得实在有些困 任务做了一天 结果还没得睡觉 便把脑袋 靠在夜晚的肩膀上 小眯了一会 绝对不是想要占妹子的便宜 就是单纯觉得困了而已 夜晚有些脸红 林奈那碎碎的头发 不时波动 在他白嫩嫩的驳梗 让他感觉奇奇怪怪的 本来软软的身体僵硬极了 动都不敢动他 嗯 少女羞的低下了头 眼瞳也渐渐变成了新红色 红眼夜晚扭过头 气愤地瞪了一眼 肩上的林奈 这个灯徒子 流氓 色狼 还说没有坏心思 哪有人这么自然的 就靠人家女孩子身上了 人家跟你很熟吗 夜晚恶狠狠地抬起爪子 准备将林奈挠醒 不过纤细雪白的手腕 抬到空中 沉默了半天 最终又放了下来 哼 看你熬夜做了一天任务辛苦 下次再找你算账 少女的眼瞳 又渐渐变回了黑药色 唐红山赶到了 还带来了几个 守夜人学校的领导 林奈 嗯 林奈醒了 揉了揉眼睛 唐队 你来了 唐红山走过来 表情严肃 人在哪呢 林奈用下八指了指 旁边角落里 诺 唐红山和几位学校领导 立马来到那尸体旁边检查 几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过了好一会 几个学校领导互看一眼 然后纷纷都开始打电话 唐红山走到林奈面前 说 身份确认了 这个人叫王雷 的确是守夜人学校大一 5G课程的老师 林奈问 搞清楚他的动机了吗 唐红山 还没有 一个5G学科的老师 居然会大半夜的 跑到实验楼偷魔物的尸体 这让我十分不理解 而且被抓到后 如此果断的服毒 太不符合常理了 林奈点头 显然 他是不想让守夜人审问出背后 指使他的人是谁 以及偷魔物的尸体 到底想要做什么 没错 唐红山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很同意林奈的分析 随即 他回过神来 一脸怪异地看着林奈和夜晚 问道 话说 你们两个大半夜的不回家 跑到学校的实验楼 做什么 林奈 夜晚 看着都有些脸红羞懒的二人 唐红山沉默了好一会 缓缓说道 小两口子玩得真话呀 唐红山准备回去了 他本来是处于休假状态 不过现在看来是泡汤了 还得动身到守夜人总部 去跟大队长汇报一下 一个偷实验尸体的贼 本来是小事 但以王雷的行为来看 对方极有可能是守夜人的叛徒 或者说是内奸 这个问题就大了 唐对 林奈叫住了他 唐红山已经拉开了车门 正准备上车 听到林奈的声音又回过头来 嗯 林奈说 我觉得 这个王老师背后指使的事例 有可能是基因公司 基因公司 唐红山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为什么 林奈当然不能说自己把王为的系统破解了的事 这是他的秘密 990T是目前全世界各大公司 门派 势力 官方都在使用的系统 是人族目前拥有的最高科技之一 而林奈却可以轻松地破解这种系统 李易能黑客 还轻松 他很清楚 这种事情一旦说出来 他必然会被全人类恐惧 而且破解他人系统账号 入侵到他人系统中心 到装备这种事情 最好还是不能随便做 哪怕是莫兹 要破解990T也需要近40秒钟的时间 要破解对方的系统 对方也会收到安全系统的警告和提示 这种东西使用的多了 迟早要被人抓包的 简单的翻译就是 道号一时爽 一旦被超凡者协会的人 顺着身份证找上门来敲门 那可就不好玩了 所以只有杀人舔包比较安全一些 毕竟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破解死人的系统也没有后顾之忧 林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基因药剂 丢给唐红山 这是我在那个老师身上搜到的 这种精药 是只有基因公司内部会生产的吧 唐红山拿着那基因药剂 用自己的系统查看了一番 随即皱眉说 的确是基因公司内部的禁药 随即他又沉吟了一会 说 不过 这种禁药在黑市上也有所流通 就只凭借这一点的话 恐怕也不能断定 它是基因公司安插的卧底 这种事情可不能随便说的 林奈说 确实如此 但是我和娃儿 在抓住他之前 还有偷听到他跟一个男子通电话 隐约有听到基因公司的字眼 是吗 唐红山若有所思 随即说 好 我知道了 接下来一个星期 林奈照常地上学 训练 修炼 有了黑精和叶瓦调配的基因药剂的帮助 林奈的实力提升得格外迅速 短短一个星期 已经提升到了1.5级 至于唐红山 林奈这几天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所以也不知道 那个黑衣人偷尸体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了 实战训练课 依然是叶瓦作为教官 异度空间内 其他的同学早已经累倒 伤痕累累地趴在地上 如同狗一样喘息着 只有林奈还站着 单独对抗着夜晚制造的 能量风暴的训练 其余同学纷纷苦不堪言 这真的是大一学生 应该有的训练强度吗 太离谱了 只见林奈依然站在风暴的中心 对抗能量风暴的一波波冲击 教官 林奈动了动脖子 说道 其实可以把能量冲击的威力 再调高一层 我现在已经可以轻松扛过 三轮能量风暴的冲击了 再往上挑战挑战 应该也不是问题 其他同学 警号 这个 夜晚想了想 说 林奈同学 你的身体强度 已经远远高出其他同气学生了 再往上挑 你的同学们的身体 应该会受不了 林奈听言 这才回过头 看了一眼缩角落里 一大群用可怜巴巴眼神 看着他的同班同学们 嗯 林奈说 那好吧 不过 等一下课以后 教官可以单独给我开小灶吗 林奈微笑地望着夜晚 我还想再进行一些 其他更困难的训练 啊 夜晚低下头 避开目光 搅着手指 可 可以吧 角落里的其余同学面面相去 为啥上一堂实战训练课 我还能闻到狗粮的味道 是你闻错了吧 不 我觉得我没闻错 晚上最后一堂课结束以后 辅导员来到班级 宣布了一件事 学校给咱们班 发布一项一级任务 辅导员说 这项任务需要全班同学一起完成 时间为明天中午12点 大家记得到时候准时集合 至于任务内容 你们打开任务列表 应该就能看得见了 不少学生听言 都纷纷打开任务列表查看 林奈也打开系统任务列表 任务 运送物资 任务难度 一级 任务要求 进入二号空间门A1地区 将一批设备运送到指定地点 任务奖励 五百金龙 五点首页人积分 班上的同学看到任务内容 纷纷交投接耳议论起来 终于有进入二号空间门的任务了呀 前几天二号空间门才刚刚开放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应该不会吧 咱们才大一 学校肯定不会安排 咱们去太危险的区域 听说这A1地区 是官方已经探查过的安全区域 没有什么高界魔物 貌似官方是想在那里建立一个一届基地 咱们运送的这批物资 估计也是建设这个基地用的吧 原来如此 林奈读着任务要求 又打开了二号空间门一届的地图 仔细查看着 记住地图上的每一个重要地点 这种一级任务 对现在的他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挑战难度了 不过 每次任务之前 林奈都还是会做充足的准备 毕竟这是现实 不是网游 现实就是任务的状况千变万化 就好像上一次 他协助守夜人青角亡灵 本来他就是个指路的 也是一级任务 结果一下子就飙升到了C级 当然 这种意外的情况 终究还是少数 但也不能不准备 这个时代 大学生的死亡率 其实是很高的 除了正常任务 牺牲的大学生 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挂掉的原因 就是看到低级任务 便觉得肯 能轻轻松松完成 结果遇到突发情况 然后就傻眼了 傻也没准备 直接白给 陈伟坐在教室后排 手中完转着一柄科技小匕首 看着面前的任务面板 同时 他的眼前还出现了另外一个聊天面板 金主 明天按计划行动 需要你的时候 我们会给你信号 陈伟 知道了 金主 我劝你再好好检查一遍 布局的没问题吧 陈伟 哎哟 你咋能这么啰嗦啊老板 陈伟 撇嘴 放心吧 我比你们更小心 你们要是事情败露 至少还有公司的后台保着 我就一普通人 啥背景也没有 作为异能黑客 我要是被带到了 可是要上国际超凡折法庭的 金主 最好如此 辅导员交代清楚 明天任务的详情 就离开了教室 林奈正研究着任务地图 这时 有几个漂亮的女同学 纷纷围了过来 女班长楚孟瑶热情地说道 林奈同学 明天运送物资的任务做完以后 要不要一起在二号空间门的意境 到处探索一下 学习委员徐晓琳也道 是啊是啊 这是新开的意境 肯定有很多别人没发现的宝贝 如果能让咱们找到 那咱们就发了 林奈同学 我们可以一起组队吗 我是辅助系职业 可以给你加奶 加Buff的 林奈同学 林奈 嗯 各种同学十分热情围在她的身边 邀请她一起行动 甚至有女生故意靠得很近 跟她做一些肌肤接触 让林奈实在不太适应 以前在夜城大学的时候 无论做什么任务 她只有默默跟在队伍后面 颇受欢迎的林奈 面无表情 手中依然玩转着她的科技匕首 使徒天之骄子 哼 我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些天之骄子 陈伟的眼神冰冷 将科技匕首狠狠倒插在桌子上 第二天 正午 林奈和全班学生乘坐大巴车 来到二号空间门的入口 让她意外的是 夜晚居然也来了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两名老师 一名是舞者专业的吴老师 5.6级超凡者 另一名是魂枪手专业的陈老师 5.4级超凡者 吴老师说 今天的任务地点 是二号空间门疫景 介于这个疫景 我们官方还未完全探索完毕 安全隐患不定 所以今天的任务 由我和陈老师陪同完成 不过 我们的任务只是陪同保护 除非有学生遇上生命危险 否则我和陈老师都不会出手干预 至于夜教官 他虽然也要进入疫景 不过任务却与我们不同 他要去探索更深的区域 所以你们也不用指望他能保护你们 夜晚就坐在大巴车里 林奈旁边的位子 只隔了一条中间的走道 林奈凑过去低声问道 什么情况 你咋也接了任务 夜晚也低声说 我现在在人类卫命的身份 是守夜人的教官 当然要接任务呀 林奈 众人下了车 一辆巨型装甲运输车 停在众学生的面前 不少学生都露出惊叹的神色 这一辆装甲运输车 大概是他们这辈子 见过体型最庞大的车载单位了 这玩意有将近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车长有四十多米 高度就有八米 站在旁边想要抬头 看见车顶都必须把脑袋养成直角 简直宛如一辆一栋堡垒 林奈心想 这种运输车 在前世 起码是可以运在火箭那种 航天器材级别的吧 一个男生露出安心的表情 说 有老师的陪同 加上这种装甲运输车的钢铁外壳 看来这次任务还挺轻松的吗 另一个女生说道 是啊 虽然是第一次进入二号空间门意境 但这配置 应该比平时进入一号空间门的时候 还要安全的多了 陈伟站在队伍的尾端 嘴角微微一扬 呵呵 是吗 二号空间门的外面 驻扎了不少卫面军队 守夜人 以及各种正在施工的工人 还有正在忙忙碌碌 负责将各种建设材料 搬上装甲运输车的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 还有排队列的很长的冒险者队伍 这些冒险者 基本上都是已经从学校毕业 或者辍学的人 他们毕业以后 没有被公司看中 二号空间门的旁边 有一个任务大厅 大厅的主屏幕上 会不停刷新官方 以及各大公司门派发布的任务 冒险者们可以在大厅自由揭取任务 进入空间门意境探索 也曾经有过冒险者 在意境内找到某某西式领保 直接一夜暴富 当然 那都是个例 大多数进入意境的冒险者 基本都是炮灰 夜晚等待的时候 闲来无视 望着任务大厅看了一会 他伸出手轻轻拉了拉林奈的衣服 轻声问道 林奈 林奈 嗯 夜晚 那些冒险者 他们的等级 好像都普遍不超过二级 在那些冒险者队伍之中 夜晚甚至还有看到不超过一级的 这也敢进入二号空间门 万一遇上魔物 不是送死吗 林奈看了一眼 很细以为常地点了点头 淡淡地说道 是啊 夜晚细软的眉毛微微醋了起来 以他们的实力 完成那些任务 是不是太勉强了一些 哪怕遇上邪虫级魔物 他们都应付不了吧 话是这样没错 林奈淡淡地说 但这就是底层超凡者的命运 这些毕业了 仍然停留在一级 甚至连一级都无法突破的超凡者 说明他们的天赋真的很差 他们这样的人 注定不会有公司愿意收纳他们 没有正式的工作 没有学校的补贴 但他们却需要面临社会各方面巨大的压力 缴纳巨额的零器税 基因税 一解通讯费 所以他们只能在城市任务大厅 接一些零零散散的活 哪怕这些任务的危险性 是他们的等级完全无法承担的 那他们也只能冒这个险 因为他们如果不冒险做任务 他们根本活不下去 如果要说 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 那就是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可以在一镜捡到什么宝贝 一夜翻身 但那终究只是少数 指望这个 就跟指望买彩票中了五百万一样 这就是这个时代底层超凡者的宿命 林奈很平静地说道 底层人的日子是怎样的 他最清楚不过 自己的父母 不就是这样吗 若不是他们当初参加了卫面军 家里房子贷款 到现在都还没还完呢 林奈心想 如果自己不是被白死神选中 觉醒成为了使徒的话 也许现在 自己也在这对冒险者的队伍之中吧 夜晚听完 沉默了许久 原来人类的世界 也是这样的残酷 不多时 所有的货物已被装载完毕 林奈和一众同学都上了车 系好安全带 装甲运输车缓缓驶动 开进了那巨大而扭曲的 异磁元空间门 空间隧道 黑暗而扭曲 莫约十分钟 终于 重见光明 好吧 好像还是没有光明 夜城虽然是白天 但是二号空间门这边的异境世界 却是寂静的夜晚 准确地说 根据官方的情报显示 这个新的异境世界 一天的时间永远都停留在黑夜 入眼 是一座扭曲的黑暗森林 林奈虽然事先在官方网站上 看到过一些资料 先前有冒险队进入过这个异境了 知道这个异境的很多植物 都非常奇特 但依然为眼前的景象 而感到震撼 这里是一座广袤的黑暗森林 树木无比巨大 哪怕是一棵花草 都有大几米高 而那些大树乍看之下 尽起码有上千米高 而且树干扭曲 藤蔓蜿蜒如藤蛇 没有一棵植物是长得笔直的 全部都长得弯弯绕绕 每一棵树木都是扭曲生长 互相的树干藤蔓 缠绕连接在一起 茂密的树棺完全遮天蔽日 所有树枝花草都是黑暗色调 大树的颜色最为漆黑 最不济的花朵草质 也是暗紫色 给人一种诡异而恐怖的感觉 在这样的黑色森林里 真可谓是伸手不见五指 唯一可以用来照明看清方向的 就只有那些趴在漆黑树干上 散发幽幽绿光的小虫子了 应该是类似萤火虫的物种 女班长楚梦瑶透过车窗 看到外面世界的景象 露出复杂的神色 这一镜世界也太诡异了 其余的同学反应也都差不多 他们第一次见到 这一般怪异的世界 外面一切事物都无比巨大 仿佛来到了巨人的国度 而他们相比这个世界 就如同蝼蚁的比例 而且环境阴森 树影床撞 四周仿佛有不可名状的怪异 一直在暗中注视 让众学生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吴老师双臂抱胸 说 异境世界 本就不该用蓝星世界的概念去对比 这世上千千万万城市的异境 比这异境诡异得多了去了 只不过夜城一号空间门的异境世界 太过正常 你们才会觉得这里诡异 林奈看了眼车窗外的景色 的确如此 运输车开了一段路程 夜晚不要准备下车了 林奈哥 我走了 少女嘀嘀地说 你自己小心点 林奈清楚少女的实力 不过还是说了句 你也是 自己小心 嗯嗯 夜晚下车后 便往另一个方向奔去 娇小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黑暗的密铃之中 运输车继续驶动 林奈坐在位子上 闭上眼睛 安静假妹 亡灵之海 林奈来到亡灵之海中 剑石魂正在打做修炼 那柄大剑倒插在身旁 残缺的剑身 似乎又修复了一丢丢 感觉怎么样 林奈笑着问道 石魂睁开了眼睛 托你的佛 大概再过十万年 我就能修复三分之一的神体了 林奈 赤处 那我就争取再活个三十万年 尽量看到你完全恢复 往日神界英姿的那一天吧 石魂问 我的妻海有消息了吗 林奈耸了耸肩 哪有那么快 放心吧 我答应你的 一万年之内 我肯定给你找到 石魂沉默 这几天 我仔细想了想 总感觉你在忽悠我 林奈皱眉 一脸正气 怎么可能 我像是那种 满口跑火车 喜欢画饼忽悠的人 什么 石魂 林奈摸了摸下巴 话说回来 你这修复神体的速度 也太慢了 石魂说 没办法 之前我好不容易 修复得一点神体 还被你身边的 那个黑天使给打碎了 林奈 呃 石魂说 其实 现在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 你这亡灵之海 至少神界之气 还非常充裕 之前在非主物质世界的时候 我花了几十万年时间 吞噬了那么多其他亡灵和魔物 才恢复了那么一点点神力 林奈好奇 就没有更快一点的方式吗 石魂沉默片刻 说道 作为亡灵 我可以将灵魂复苏在冰刃之中 冰刃在战斗中引得鲜血 或收集战斗的意志 冰刃在战斗中得到锤炼 我的神体都能得到一些修复 林奈点头 原来如此 那我就知道了 好说 下次有战斗喊你出来就是了 夜晚在黑暗丛林中快速奔跑 他在一根巨大的树干上 他看了看四周死寂一般的环境 嗯 在这里 使用魔力应该没关系吧 夜晚缓缓吐了口气 背后忽然砰的变出一对 漂亮华丽的黑色羽翼 灯部飞起 瞬间震出一道道恐怖音爆 身影如残影闪现一般 一个呼吸间 就飞出去数公里的距离 少女来到这个异解 一方面是为了完成任务 赚取金龙 夜城只是一个小城市 五级已经是城市的中间战斗力量了 八级就已经可以坐到 守夜人局长这样的位子 九级便可以蔑视全城 所以 异境的很多深层危险的区域 是没有人敢进入的 官方只能花钱去请一些大佬 来探索更深的区域 以获得异境的情报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夜晚想要在这个世界 搜索一些天才地宝 超凡材料 这样 才能帮助林奈哥 炼制更多的修炼物资 这个异境世界 才刚刚被人类开启 很多深层的危险地方 都未被人探索过 这些地方越危险 就越容易找到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哥 这个时候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突然传来 夜晚顿然停止了飞行 双脚落在几根扭曲 巨大树枝盘绕成的枝干上 刚刚 那是什么声音 而且这种感觉是 神力 一股无形的恐怖力量 渐渐从四面八方靠近 将夜晚包围 夜晚猝眉 双眸逐渐变成了新红色 什么鬼东西 出来 夜晚手中燃烧着一团炙热黑火 冷灭盯着四周阴森的环境 这次又是哪个落魄的神奇亡灵 若是不知死活 想把主意打到本姑娘的头上 尽管出来试试 别躲躲藏藏的 哄 万象及魔异的气势 瞬间爆发 黑雨纷飞 暗焰熊熊 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树木草植 瞬间被黑岩焚烧清空 那些巨大如山的通天巨树 如同融化的雪糕般迅速消逝 暗处的无形之物 夜晚冷冷盯着四周 那个包围她的无形之物 继续与她对峙了好一会儿 似乎最终还是打了退堂鼓 默默离开 去 感应到对方离开 夜晚不屑地撇了撇嘴 胆小鬼 陈伟坐在运输车的客舱 她的位子正好是在林奈的侧对面 她偷偷瞟着右前方坐着的林奈 心想 这家伙从上车到现在 就一直坐那闭目假妹 到底是在干啥呢 难道是在跟人聊天 陈伟想了想 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她在林奈的系统里 留下了一个木马病毒 所以她可以通过那个木马病毒 来监视林奈在系统中的一切举动 包括她的聊天记录 通话记录 上网记录 大人 白死神办公室中 莫兹的声音传来 那小子正在偷窥您呢 嗯 林奈正坐在办公桌后面 随意地翻看着白死神办公室里的书册 听到莫兹的声音 才转过头来 就是上次那个 试图给您传说木马的那小子 骷髅头在墙壁里 嘴巴一张一合地说道 她现在正想要通过木马 偷看您的聊天通讯记录 林奈感到有些无语 上一次也是 莫兹说 这小子上次还通过木马病毒 试图窥探您的属性数据 林奈瞥了她一眼 那个木马不是已经被你俘虏了吗 所以她应该没有得到真的数据吧 当然没有 莫兹说 我随手用AI生成了一个假的数据给她罢了 林奈打了个呵欠 那这次 既然她这么想要偷窥 也随便生成一个假的聊天记录给她吧 她暂时不打算揭发陈伟 就逮住她这么一只小鱼苗 多没意思 要逮 就逮她身后的大鲨鱼 莫兹 好的 话说回来 林奈手撑着脸部 她那个被你俘虏的木马病毒 你养得怎么样了 她在这儿呢 大人您请看 莫兹说着 在林奈的面前放出一个画面 画面中 一个由数据包裹形成的异能木马病毒 正在一个球龙里 快速地转着圈圈 她现在可听话了 乖巧得很 莫兹的骷髅脑袋嘴角里得很开 我吊哀叫的 绝对听话 我给她取名为 小铃 哦 是吗 林奈来了兴趣 有多听话 莫兹 她现在已经背弃了她原本的主人 只会听从她现任主人 以及她现任主人的主人的命令 林奈 莫兹 哪怕您现在 让她去反咬她原来的主人一口 也绝对没问题 林奈歪了歪头 好奇地问道 是吗 那我可以用她去感染陈伟的系统 并且不被她的安全系统发现 莫兹说 当然可以 事实上 根本就不用主动感染 那小子一直都在接收 林传回给她的各种信息 但接收信息的同时 她的系统就已经被小林感染了 嗯 林奈想了想 那我现在也能看见她的聊天记录 和上网记录 莫兹 当然可以 您可以实时监视她操作系统的一举一动 说着 林奈面前的画面被突然一转 系统的界面完全换了一个画风 背景的壁纸 居然是一个穿着嗨丝的胡头 随意一滑 从画面上方立刻又掉下来 一大堆二次元纸片老婆 林奈 想想也知道 这肯定是陈伟的系统界面了 只见陈伟正在打开自己操作 异能木马病毒的面板 偷看着林奈的系统界面 林奈沉默 心想这算是套娃吗 我偷看她 偷看我的系统 发给她假的系统信息 正在偷看着陈伟 一脸呆滞的看着眼前的面板 面容震惊 这个林奈 平常居然都看这种东西 陈伟原来一直以为 只有她这种长相平平 天赋又差 母胎solo18年的人 才会看这种东西 没想到啊没想到 死 这小子居然真的跟夜教官有一腿 而且他居然还跟楚梦瑶 徐巧琳 还有 陈伟瞳孔放大 眼睛瞬间就红了 拳头也硬了 楚梦瑶可是她的梦中情人 虽说楚梦瑶一直都看不起她 但陈伟也认为自己迟早有一天 能让这个女人看清楚 她才是最牛逼的 不靠天赋 只靠自己本事 迟早有一天 能够征服这个女人 没想到这个混蛋 林奈 林奈目瞪口呆 看着莫兹自动 AI生成的聊天记录 人特么都已经傻了 你特么都发了些什么啊 我怎么可能会发那种 肉麻羞耻到 令人只有指头 都要缩紧的聊天记录 莫兹 MOM那些都是 AI自动生成的 不关我的事 林奈 你特么不就是AI吗 莫兹 碰 这时候 运输车的前方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好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 包括林奈在内 运输车内的所有人员 全都下意识地 随着车体的撞击 向前一样 有的人正在喝水 这一撞 整杯水都倒在裤子上了 如果没有安全带 可能整个人都已经飞了出去 石 什么情况 一个男生猛逼地问道 陈老师皱了皱眉 解开安全带 到车窗旁边去查看 碰 哦 哦 一头凶悍狂暴的魔物 突然一下子咆哮着 爬到车窗上 跟陈老师来了一个脸贴脸 车厢内的学生 都被吓了一跳 陈老师也是一惊 下意识地往后一退 那头魔物长得十分怪异 有着猪魔一样的脑袋和口气 但身体却毛茸茸的 爪子好似狼人 长着夜眼一样的翅膀 脑袋后面 是纯种恶魔一样的巨大弯角 长着六条腿 前面六条腿 像是狼人的四肢 后面两条腿 又好像昆虫类魔物 用来辅助弹跳的后腿 总之就是长得完全就是一头缝合怪 根本认不出 这是什么种类的魔物 有魔物袭击 陈老师很快镇定下来 没关系 大家不用惊慌 我们的运输车非常坚固 普通的魔物根本无法攻破 好歹也是五级的超凡者 有着丰富的探索异境的经验 在异境碰到魔物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根本不用大惊小怪 没错 另一位吴老师冷笑着 看着趴在车窗外 正在冲车内众人咧嘴呲牙的魔物 更何况 这只是一头斜虫级的魔物 如果不是隔着车窗 我两根手指就能把它们捏碎 可是老师 学习委员徐晓琳 小脸苍白 惊恐地指着窗外 他们的数量 好 好多 林奈的表情 顿然沉了下来 只见车窗之外 扭曲蜿蜒的树林之间 一双双星红的眼睛亮起 冷冷注视着他们 那些眼睛越来越多 并迅速在向他们的车子逼近 黑压压的一片 密密麻麻 数量多得令人窒息 乍看之下 起码有数百头 但实际上远远不止 林奈开启了灰明之铜 她可以透视看见 更多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看样子 数量起码有上千头了 死 这一下子 连两名负责保护的老师 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片A1地区 不是说被官方探索过 几乎不会有魔物出没的吗 怎么会突然冒出 数量这么庞大的魔物群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魔物群 即便是经验老道的两位老师 也有些慌了 老 老师 我们现在怎么办 女班长楚孟瑶紧张地问道 吴老师狠狠地咬住牙关 说 别慌 都说了 我们运输车非常坚固 这些魔物数量再多 也绝对攻不进来的 我们应该是不小心闯入了 这些魔物的栖息地了 只要离开这一带区域 他们应该就不会继续追击了 油门踩死 马力开到最大 全速前进 冲过去 负责驾驶的司机大叔听言 颤颤巍巍的应声 是 是 林奈却皱紧了眉头 她心想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以前她因为修炼天赋不行 所以更多的精力 都投入在文科上 所以林奈的理论知识 倒是很不错 全世界所有关于魔物的 种类介绍的书籍 她全都看过 却从来没有见过 发现陈伟正在与一个 被备注为金主的人聊天 金主 到你表演了 让我开开眼界吧 最好别让我失望 陈伟 呵呵 没问题 林奈抬头看了一眼 坐在侧对面 装作若无其事样子的陈伟 这小子想做什么 林奈又看了看外面那些 不断围攻运输车的魔物 果然 这些魔物是有人操控的吗 啪 这时候 车厢内的灯突然之间 全部暗了下来 车厢内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除了林奈之外 车厢内的学生 老师 司机 通通都露出恶然的表情 陈伟露出一个微笑 他正在用意识 快速操作着 面前别人看不见的系统面板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异能黑客 为什么是国际超凡者协会 最忌惮的职业 而林奈却趁着灯黑 不动声色地解开了身上的安全带 离开了座位 怎么回事 吴老师吼道 谁突然把车厢内的灯关了 吴老师 陈老师 司机大叔突然惊叫道 车子 车子失控了 接连不断出现一串串乱码数据 直到整个屏幕都被乱码数据占满 最后 画面上的数据全部消失了 还出现了一个 戴着多帽和小丑面具的人 双手竖起一对中指 满满的嘲讽之意 这是怎么回事 陈老师着急问道 司机大叔冷汗直流 说 是黑客 有意能黑客入侵了我们的车载系统 怎么可能 陈老师大惊 有谁能够破解 我们守夜人车载系统的安全密码呢 吴老师也急忙奔到前面来 他尝试操作其他几个屏幕 打开副屏幕画面 但很快 这些屏幕也都全部被乱码数据填满 最终变成了一个小丑人 对着他们比中指的嘲讽画面 吴老师双手在键盘上快速操作着 试图强行重启系统 但是仍然无法解决 被乱码数据占满的屏幕 马德 他愤怒地骂了一句 一双拳头狠狠地捶在桌案上 别急 赶紧把紧急杀毒系统打开 陈老师这时说道 我们的杀毒系统还是很先进的 只要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了 你先看看窗外吧 吴老师吼道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碰 碰碰碰 又有十数头魔物从天而降 从那高大的树干上跳下来 重重落在运输车的车窗上 那些魔物疯狂地用狼人般的利肘攻击车窗 虽然无法攻破 但也在车窗上留下了无数抓痕 那些飞扑而来的怪异魔物 就好像一群一群蜂拥而来的马蜂 不多时就将巨大的运输车铺成了马蜂窝 车窗被魔物恐怖的口气扑满 车窗的视野完全被遮挡 争宁恐怖的群兽吼声带来的压迫感令人窒息 车内的众学生冷汗沉沉 女生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还有的失声尖叫 别说他们这些实习生了 哪怕是两位五级的守夜人老师 都没有遇见过这般情况 运输车失控了 无法转向 最终一头狠狠撞在一块巨石上 哄 巨大的车体整个翻了起来 高速行驶的惯性 令气在空中来了个720度侧旋 最终还是轮胎着地 发出一声巨大闷响 地面都被砸出一个裂开的土坑 惯性带着车体 往前又划出几十米的距离 越野轮胎在土地上 刮出一道道惊人的痕迹 沙尘飞扬 很多趴在车窗上的魔物都被甩了出去 车厢内 警报声乱响 车内众人大多都绑着安全带 并没有飞出去 但也因为急速而沉重的撞击 而头晕目眩 运输车的外壳倒是足够坚固 但车内的车灯 车顶的设备装置都已经砸落了下来 包括很多人的背包 电脑 水杯 物资箱子里的工具等等 都因为刚才的翻车旋转 而飞得到处都是 嗨嗨 陈老师刚刚车子飞起来的时候 将魂力附着在脚底 才踩住了地面 他这会儿扶着旁边的桌子站了起来 大家都没事吧 众学生缓了一会 捂着自己 晕晕乎乎的脑袋摇了摇头 没 没事 我没事 就是有点晕 那些魔物呢 陈老师看向车窗外 发现那些 原本扒在车窗外的魔物 通通都不见了 心想到也正常 刚才那么猛烈的撞击 四十多米的车身 足足飞出去数百米远 那些魔物 应该都被甩飞出去了吧 这个时候 车厢内的灯 突然全部亮了起来 车厢内又恢复了光亮 楚梦瑶眼睛一亮 车载系统恢复了 陈老师正想说什么 这个时候 车内系统广播的一个声音 忽然响起 车里头的人听着 都给我老老实实地下车 双手抱头 不要抵抗 众人结实一惊 吴老师面色顿变 是谁 老师 你看外面 一个女生叫道 吴老师抬起头 看向车窗外 直接默约 二十几个戴着匪徒面罩的身影 朝着运输车 缓缓包围过来 领头的那个个头很高的匪徒 手里还拿着一个对讲机 显然 刚刚通过车内广播 将声音传进来的人 就是他 人类 陈老师有些梦了 是一届劫匪 人类之中 的确有这样的非法组织 他们组成团队工会 专门打劫进入 意境探险落单的 弱小冒险者 被称为一届劫匪 也有一些实力强大的 一届劫匪组织 会选择对大公司的运输队下手 虽然更有风险 但若是成功 得到的收获也会更高 但是 刚刚那群魔物呢 陈老师走到驾驶座前面 通过驾驶座视野 更广的窗户 往外看 然后他就惊了 刚刚那些包围攻击 他们车子的魔物 并没有消失 而是通通站 在那二十几个劫匪的后面 那些魔物 站在周围环境 各个树干上 石头上 却没有做出任何攻击的动作 反而安安静静地吐着气息 仿佛是一群听话的 等待主人号令的狼群 这些匪徒 难道他们可以控制魔物 陈 一届匪徒 组织屈指可数 显然 对方是在这里 早早埋伏好的 这一般级的 实习守夜人队伍里 甚至可能有内奸 陈老师和吴老师对视野 换了个眼神 纷纷都看出了 彼此的看法 都是相同的 没办法了 拨命吧 嗯 陈老师说着 就准备打开系统物品栏 下载出自己的魂力枪 吴老师也打开物品栏 要下载他的拳套 可惜 两人的下载武器的进度 在1%就卡住了 混蛋 吴老师气愤的咬牙切齿 连个人系统 都被异能黑客入侵了吗 到底是什么时候干的 肯定是班上的那个内奸 否则 外来的异能黑客 不可能那么清楚 守夜人安全系统的盲点 也不可能不被他们察觉 众学生一听这话 也都是愣了一下 随即 众人也都纷纷开始检查 自己的系统 天哪 我的武器 也下载不出来了 我的系统检测 杀毒发现 有一万多个病毒文件感染 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的也是 只有陈伟面无表情 当然了 他心中则在不屑冷笑 一群白痴 早在一个月前 你们全班的系统 就已经全被我给黑了 只不过 你们都不知道而已 在一阵惊慌失措的声音中 吴老师骂了一句 都他妈冷静点 别避避了 车内顿然安静下来 高个匪徒头领 拿着对讲机 欲气悠悠地说道 里面的守夜人 我劝你们 还是别归着了 没用的 你们的车载系统 都已经被我们入侵了 你们还真以为我们 拿着破车壳子没有办法 而且 武力反抗 也是没有用的 说着 高个匪徒头领 爆发了自身魂力 磅礴的魂气卷起 阵阵风浪 6.3级 同时 还有另外一男一女 两个匪徒 也都走了出来 也都分别展示了 自己的实力 分别是6.0级 和6.1级 这帮劫匪中 居然有三个6级大佬 吴老师和陈老师的脸色 煞食都变得十分难看 别说他们现在 全部人的武器 都无法下载 只有一些基础武器 在身边可以用 就算可以下载 也根本不可能是 三个6级超凡者的对手 我可以给你们 两句歌词的时间 考虑一下 高个子匪徒头领 语气玩味 而幽默地说道 否则的话 我们可就要强攻了哦 装甲运输车 高个匪徒头领 很好 莫反应是吧 两句歌词的时间 已经过了 说着 他摆了摆手 身后一个匪徒 走上前来 拿了一台电脑 还有一个工具箱 来到运输车门的旁边 将一根根管子 插在车门上 双手在电脑键盘上 快速操作 滴滴滴 卡 随后 高个子匪徒头领走上去 砰的一脚 车门便被踹开了 去死吧 开门的第一时间 吴老师爆喝一声 爆发魂力 挥拳而上 高个子匪徒 头领余光不屑地一瞥 猛地伸出手 轻而易举地 饿住了他的咽喉 不自量力的东西 高个子匪徒头领 显然也是舞者职业的超凡者 吴老师那点身体属性 在他面前并没有优势 砰 高个子匪徒 也并没有直接 捏碎他的喉咙 而是狠狠一脚 踹在他的小腹 吴老师 如断线的风筝般 横飞出去 直到撞到墙壁 才摔落下来 滚在地上 捂着肚子面如菜色 看样子是一时半会 站不起来了 去 高个匪徒 撇了撇嘴 然后面试的扫尸车那种人 还有人要上吗 撤那种学生 陈老师沉默片刻 也举起了双手 说道 我们投降 很好 你比他聪明多了 高个匪徒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我们不杀人 只是求财而已 老老实实地配合我们 你们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次的行动 上头老板交代过了 守夜人 毕竟是阎国一流的 几大势力之一 而且 他们的目标 是使徒 这一点太敏感 所以不能表现得太嚣张 目的性不能太强 不能让人怀疑到 基因公司的头上 只能装成是一届劫匪 把他们都绑起来 高个劫匪头领 大手一挥 身后的匪徒 纷纷涌进车厢 将三十几个学生 和两个老师 统统捆绑起来 高个子匪徒头领的目光 与角落里的陈伟 对视了眼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又默契挪开视线 没想到 居然这么顺利 看来这小子 的确有点东西 之前倒是小看他了 头儿 这时候 一个匪徒急急忙忙地 跑了过来 凑到他旁边 压低声音说道 出问题了 嗯 高个匪徒头领 怎么了 匪徒低着声 却十分着急地说 目标使徒 就是那个林奈 不在这车厢里 不见了 高个子匪徒首领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你说什么 是真的 您自己看 高个子匪徒首领 立刻转过身来 目光在被捆起来的 一众学生之中扫视 果然没见到林奈的身影 开什么玩笑 这次行动 就是为了抓林奈的 结果林奈不见了 那他们弄着半天 这是忙了个屁 高个匪徒首领 阴沉着脸 打开系统面板 匪徒首领 林奈人呢 他根本不在这里 陈伟 嗯 陈伟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他看向侧前方 林奈原本坐的位子 果然那里早已空无一人 陈伟 他刚刚就在车上啊 匪徒首领 那他现在人呢 陈伟 我不知道 刚刚黑灯之前 他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转眼就不见了 匪徒首领 他该不会看情况不对 跳车逃跑了吧 高个匪徒首领 咬牙切齿 这疫情这么大 要是他已经跳车了 这又该上哪找他去 陈伟 放心 他就在车上 我能锁定他的系统位置 他没有逃走 只是躲起来了而已 匪徒首领 原来如此 高个子匪徒首领心想 这小子还挺精的吗 看到情况不对 也不管老师同学 自己先躲起来了 不过没关系 虽然这运输车很大 几乎能够赶上 一辆货船的大小了 包含仓库 餐厅 厨房 能源是什么的 能躲的地方 还确实不少 但只要他 还在这辆车上 他就跑不了 匪徒首领 你把他的定位发给我 陈伟 好 高个子匪徒首领 接收到陈伟 发给他的定位信号 思考了一会 然后招手 叫来那个6.0级的男性匪徒 去把那小子抓过来 是 毕竟不能表现的目的性太强 要是所有匪徒都去抓 那就太显眼了 一个6级匪徒 抓一个1级超反者 足够了 哪怕对方是使徒 也是大炮打蚊子 林奈躲在运输车的仓库里 通过莫兹的系统 将车厢内的情况 看得一清二楚 三个6级匪徒 五个5级匪徒 剩下十几个 全是4级 除此之外 还有外面那群魔物 虽然都是邪虫级别 但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1000头蟑螂耗子 都足以令人毛骨悚然 更不要说1000头邪碎了 林奈心想 这情况不好搞啊 对方还真是下了大手笔 莫兹 大人 他们正在定位您的位置 需要我把他们引开吗 林奈陈吟 不用了 没必要 至少对方只有一个人 说着 从物品栏里 下载出一把4级魂力手枪 就是之前 从偷尸体的黑衣人那里 搅来的那一把 安装上魂能好的魂力弹夹 然后还在枪口 带上了一支消音器 如果连一个都对付不了 那他今天就死定了 毫无疑问 对方肯定不是普通的劫匪 看那劫匪头领 和陈伟的聊天记录就知道了 这场打劫求财 根本就是个幌子 对方完全就是冲着他来的 莫兹 可是他是六级 根据系统的战力估策 正面硬拼 您应该还不是他的对手 那就不硬拼了 林奈平静地说 这家伙是接受了陈伟给他的信号 才能那么精确地 在车上找到我的具体位置 那么小林应该能够感染他吧 莫兹眼睛一亮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吃呀 六级匪徒 拉开了仓库的钢铁大门 走了进来 厚厚的军靴 在坚硬的地面 踏出轻量的声音 这里是储存运输车货物的地方 小子 出来吧 别藏了 我知道你在这儿 六级匪徒冷笑 魂力在右手中凝聚 渐渐形成一柄幽蓝色的魂力气刃 乖乖出来 自己投降 还能少吃点皮肉之苦 我们没想要杀死你 只是我们的老板 想跟你谈谈吧 仓库 依然安静 没有一点声音 六级匪徒冷哼 既然我的劝告你不听 那就别怪我了 在他系统面板上可以看见 林奈就在他正前方 倒数三个集装箱后面躲着呢 哄 他爆发了魂力 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然而 集装箱后面什么都没有 六级匪徒震了一下 随即就听到 嗡的一声消音器的声响 这个世界消音器的声音 跟林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林奈躲在侧对面的死角老六位 双手持握着四级魂力枪 手指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四级魂力枪 通常来说 是给四级以上的超凡者使用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 四级以下的低阶超凡者 三级光束从枪口迸发而出 四级魂力枪的巨大后座力 让林奈不仅持枪的两条手臂 大幅度上扬 连整个人身体都被反作用力 推得向后退去 林奈猜到 四级枪的威力很大 所以是双手持枪 但是两条手臂 还是都被巨大的后座力 直接震马 嗖 林奈咬紧牙关 暗想 还好他的基础属性 可以比你三级家的超凡者 否则 如果他真是普通的1.5级 这一枪开完之后 估计两条手臂直接就废了 六级匪徒没有想到 林奈会在这里等着偷袭 消音器的声音响起时 他并没有来得及反应 深红色的光束 一击命中他的胸口 啊 六级匪徒痛叫一声 哪怕他是六级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硬挨一枪四级魂力枪 也足够让他受得 后背重重地 撞在集装箱上 林奈的眼前出现了系统面板的提示 提示 你的左右双臂 受到强大魂能反作 用力震荡 提示 你的双臂进入麻痹状态 持续时间15秒 林奈咬牙 见鬼 果然任何事情 都只有实践了才知道 没想到四级魂力枪的 后座力这么猛 本来 他是打算一枪偷袭 命中这个六级匪徒之后 趁着对方受伤 立刻再上去补刀 而现在 15秒的麻痹战斗的时候 生与死 可能就只在半秒钟的瞬息 15秒特马 都够人死30回了 六级匪徒这时已经缓过进来 捂着自己中枪的胸口 只觉得喉咙一甜 挖得吐出一大口鲜血 曹 使徒 果真有两下子 一个一级超凡者 居然能扣得动 四级魂力枪的扳机 真TM不可学 六级匪徒 低头将嘴里的鲜血涂干净 眼睛里充斥着恼怒 看来被一个一级超凡者偷袭受伤 令他十分不爽 不过 也就到此为止了 林奈心道 看来这家伙 也能看得出 自己双手麻痹的情况 六级匪徒 右手凝聚魂力气刃 朝他狠狠劈了过来 幽蓝色的魂器 凝结的气刃 异常锋利 破空而来 夹杂着撕破空气的噪音 对方的速度极快 六级舞者的身体属性 比他高出太多 带来的压迫感 令人窒息 林奈的双手都麻痹了 只能往后撤去闪避 但对方的速度 还是更快一筹 六级舞者的身体属性 完全将他压制 这一气刃 还是在他的肩膀 留下一道深深伤痕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左边的肩胛骨 被气刃毫不留情地切开 痛感迅速蔓延全身 一个1.5级 敏捷属性 居然就已经这么高了 六级匪徒阴沉沉地说道 老板说得没错 如果给你十年的时间 也许我们没人是你的对手 可惜 刷 六级匪徒再次一击 气刃又划破了林奈的胸口 这次虽然没有肩膀出的伤痕身 但也渗出了鲜血 林奈咬牙忍住疼痛 换出了白叶 可惜他的右手麻痹了 五指甚至差一点 都没能握住镰刀的刀柄 石魂 林奈施展了亡灵召唤 稀稀素素的亡灵 低语声响起 周遭的环境 在瞬息间变成黑白的色调 完全失去了所有的色彩 高大的鬼影灵魂 出现在林奈的身后 随即 那浑身燃烧着幽蓝色火焰的 巨大亡灵鬼影 钻入白叶之中 银白色的镰刀表面 附着上了淡淡的蓝色幽光 亡灵 石魂已附体 你的武器白叶 属性 你的武器物理攻击力加397 魔法攻击力加345 武器锋力值加10 力量加100 精神加50 魂力加300 神力加5 亡灵附身特殊效果 剑神领域 剑神领域 你周身10米范围内的事物 将变成黑白色调 你的感知正300% 敌人防御力-15% 敌人抗性-15% 敌人战斗意志每秒5 你对冰刃的掌握熟练度 将会提升到极致 你会下意识 自动格当领域之内 一切对你有威胁的攻击 提示 由于你的力量增强 你的肌肉强度提升 手臂麻痹状态已解除 六级匪徒挥动手刀气刃 步步紧逼 灵奈当即翻动右手腕 横起白叶 与之对抗 正 白叶与气刃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击尖锐刺耳的兵刃争鸣之音 六级匪徒顿时骇然 感到不可思议 你的右手没有麻痹 灵奈没有回答 抡起白叶 再一连刀斩去 六级匪徒能够感受到 灵奈这把武器上传出的 强大灵魂之力 不想与之对拼 他侧身一闪 退开几步 然后使用了技能 无法 气质边刃 只见他右手一甩 手中那凝聚而成的气刃 突然延伸得格外的长 宛如从一把半米长的短刀 变成了一条十几米长的气边软刃 嗖 边刃甩动 挥弓而来的速度特别快 比刚刚的手刀气刃 还要快上至少三倍 且肉眼难以捕捉 连攻击诡计都难以捉摸 但是灵奈几乎是下意识地挥起白叶 巨大的银白镰刀 看起来非常沉重 但在他手中 却灵活得如同鬼畜 叮叮叮 连续几声 便将挥扫而来的鞭刃 全部格挡在外 六级匪徒猛了 什么鬼 这小子怎么跟开了挂一样 反应这么快 灵奈几次防御之后 脚下一蹬 手持镰刀 再次攻了上来 六级匪徒没想到 灵奈不紧不跑 居然还敢主动冲上来 小鬼头 够有种 六级匪徒见状 再次凝聚魂力 无法 谁知刚凝聚到一半 他的脑袋突然开始剧痛起来 耳边传来刺耳风锐的嗡鸣声 大脑之中 好像有一根神经剧烈的颤动 六级匪徒眼前的视野 一下子就变得模糊了起来 系统画面里 全是滋拉滋拉的花瓶声音 系统是直接连接超凡者的大脑 所以 超凡者们才可以用意识操控系统的面板 等于说 超凡者激活了系统之后 系统就会变成人体的四肢五官等身体结构一样 变成人体的一部分一肢 都是由大脑操控的 所以 一旦入侵系统 直接进行干扰破坏 对方的大脑也会受到影响 这是 怎么回事啊 六级匪徒皱紧眉头 脑袋晕眩疼痛了好一阵 大概三四秒钟才缓过神来 但是 激烈的战斗之中 胜负生死 也许在半秒之间就已经分出来了 灵奈趁着六级匪徒的脑袋晕眩 手握白叶 速度快如敏捷的豹子 毫不犹豫地一刀斩去 银白镰刀快速挥斩 化作一道冷芒 刷 冷力寒光 瞬间抹过六级匪徒的脖梗 嗯 六级匪徒猛地瞪大了眼睛 他颤抖地抬起手 捂住自己的喉咙 却见一手掌的刺眼鲜红 他动了动喉咙 试图再做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 可惜 他的咽喉动到一半 就已经无力再动下去了 一捧血雾 从咽喉处爆开 六级匪徒的双膝 缓缓跪在地上 最终重重地倒了下去 到死他的眼睛 仍然还是睁得大大的 恐怕他到死也无法想明白 自己一个六级 究竟是怎么被一个一级干掉的 灵奈蹲下身 检查匪徒的情况 确认他已经停止呼吸 脉搏也已经停止 呼 灵奈沉沉地喘着气 捂着肩膀的伤口处 终于解决一个了 但是 左臂也彻底不能动了 左边肩膀的痛处 仍在不断刺激灵奈的神经 灵奈立刻从物品栏中 拿出紧急治疗药剂 扎入自己的脖杠 车厢内 三十几名学生 和两个五级的老师 都被绑起来 坐在角落里 高个匪徒手领抱着双臂 穿着军靴的脚 不时轻轻点地 心想这也太慢了 收拾一个一级超凡者 居然还要这么久 低声窃窃私语 喂 为啥我总觉得少了一个人 你们看见灵奈了吗 他去哪了 咦 对哎 他刚刚不是还在我旁边的吗 嘘 小声点 别被那些匪徒听见了 过了一会 匪徒们拿了相机过来 给被绑起来的众学生 和老师拍照 吴老师露出恶狠狠的表情 用力瞪着那个拍照的匪徒 不过被踹了一脚之后 就老实了 高个匪徒手领笑道 把这些人的照片拍好 发给守约人学校 让他们交赎金宝人 否则我们可就要撕票了 然后又抬手一挥 在被绑的众人面前 弄出一个账号面板 现在 都给我老老实实的 把你们系统的防盗安全模式解除了 把你们系统里的钱 还有值钱的东西 全部都转账到这个账号里来 要是让我发现 谁敢偷着私藏的话 哼哼 众人面面相去 面对这样凶恶残暴的亡命匪徒 他们当然不敢反抗 于是乎 众人都老老实实的 解除了系统的防盗安全模式 然后将身上的金龙和物品 都交了出去 对方连魔物都能控制 足以说明 这帮匪徒的背景势力 有多强大 还有什么事情 是他们不敢做的 拿自己守约人的身份 或者拿自己的家世背景 吓唬人家 傻子 才会做那样的事 在这样的亡命匪徒面前 做这种事 简直就是找死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陈老师这时问道 为什么你们能控制那些魔物 呵呵 为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 高个匪徒首领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当然是因为我们对魔物的研究 比你们守约人透彻了 你们这些守约人 在抵御魔物这一点上 还在使用三百年前 灵气复苏初期的老方法 那已经过时了 知道不 研究魔物 陈老师皱眉 难道你们是五行会的人 严国的几大势力中 只有五行会在进行 试图控制魔物的研究项目 事实上 那种事情 以前也有人曾经尝试过 但是后来都失败了 只有五行会 仍然一直在坚持这项研究 没错 这居然都让你给猜到了 高个匪徒首领笑呵呵地说 我们就是五行会的人 陈老师 这也承认得太干脆了吧 五行会 那是一个格外神秘的组织 如果放在古代的话 就跟魔道门派差不多 他们完全不接受官方的约束 肆意妄为 但实力势力却十分强大 会内高手众多 跟精英公司一样 他们在全世界都有势力扩展 哪怕是国际超凡者协会 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头儿 这时 一个匪徒走了过来 拿着个平板 给高个匪徒首领看 高个匪徒首领看了一眼 然后就渐渐露出一个宁笑 还真有要钱不怕死的呀 他二话不说 静止走到一个 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生面前 那金丝边眼镜男 立刻露出恐惧的神情 碰 高个匪徒首领 没说任何废话 直接往他肚子踹了一脚 金丝边眼镜男熬的一声 还未来得及惨叫第二声 就又被高个匪徒首领抓住了头发 用膝盖狠狠地往他脸上撞 动 动 动 如此狠辣地撞了 足足三下 那金丝边眼镜男眼镜已经碎了 镜框都已经歪了 倒在地上鼻血直流 你系统物品栏里 还藏了一百多块能量金石 是打算给你留着档材本是吧 高个匪徒首领冷笑 挺好 既然你喜欢留着 等你死后 我就用他们 给你买一口青花瓷翻盖的上流棺材 怎么样 说着 他伸出手 抓住眼镜男的喉咙 将他高高举起 不 不要 金丝边眼镜男双脚离开地面 彻底慌了 惊恐地拍着匪徒首领的手臂说道 你别杀我 求求你 高个匪徒首领 呵呵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 不 金丝边眼镜男声音颤抖地说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情报 你别杀我 这车里 其实原本还有一个人 刚刚翻车了之后 他就不见了 想来他是躲起来了 他是使徒 神明继承者 他身上肯定有很多钱 还有很多超凡材料 修炼资源 而且他也更值钱 你们去找他 别杀我 别杀我 高个匪徒首领沉默了下来 其余在地上蹲着的人 包括陈老师 听到金丝边眼镜男的话 都轻轻叹了口气 呵呵 那么你 现在肯乖乖地把东西交出来了吗 交 我交 金丝边眼镜男小鸡卓米 似得点头 随即一时一动 便把他藏在物品栏里的东西 转账交了出去 高个匪徒首领 听到接收到新物品的提示音 笑了出来 很好 哦 对了 告诉你一件事 我这个人吧 虽然跟你们守夜人是敌对的 但是 我最讨厌的就是叛徒 还有出卖自家兄弟的人 说完 高个匪徒首领的手腕 顿然用力 金丝边眼镜男的眼睛顿然瞪大 眼球几乎要凸出来了 嘴巴张大 想要发出叫声 但是却一个声音都无法发出 咔 扑通 高大匪徒首领松开了手 任由那个眼镜男摔落在地上 鲜血在地上躺开 旁人给他递来了一张纸巾 高大匪徒首领 用纸巾抹了抹手上的血子 仔细擦着每一根手指 就好像杀这个人 脏了他的手一样 这个时候 系统接收到一条信息 是那个六级匪徒发来的 刀锋 头儿 我解决那个使徒小子了 你过来仓库一趟 嗯 高个匪徒首领 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匪徒首领 解决了就把他带过来啊 你干嘛呢 刀锋 不是 头儿 遇到了点情况 你还是过来一下吧 或者你让红蛇过来一趟 匪徒首领 马德 你该不会是把那小子弄死了吧 高个匪徒首领 暗骂了一声 白手叫来那个六点一级 被称为红蛇的女匪徒 你去仓库看看 刀锋那家伙 不是犯什么病吗 然后给他看了聊天记录 红蛇扫了几眼 便点了点头 也不多说什么 转身往仓库去了 红蛇走到仓库 打开钢铁大门 见这里安安静静 刀锋 女匪徒试着叫了一声 却没见回应 他微微皱了皱眉 闻到了一丝血腥味 继续往前走了几步 便看见一滩鲜血 在地上流了出来 红蛇神色变得凝重 急忙几步奔上前去 然后就在集装箱后面 发现了刀锋的尸体 刀锋 他蹲下身 检查他的情况 被人一认封喉 已经断气了 怎么可能 这时候 红蛇发现 刀锋的胸口鼓鼓的 上身的衣服 里面好像揣着什么东西 红蛇解开 他上衣的扣子 瞳孔顿然放大 只见他的怀里 揣着一颗墨绿色毒气烟雾弹 嗡 一声消音器的枪响 四级魂力枪的红色光束 骤然射来 不过这一枪瞄准的不是红蛇 而是刀锋怀里的那颗毒气烟雾弹 碰 墨绿色的毒烟爆开 红蛇脸色顿然大变 连忙捂住口鼻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这么近距离 无论他反应再快 还是令他吸入了一点毒烟 高级毒气烟雾弹 基因公司出品 毒性足以放倒一个九级超凡者 女匪徒脸上的面罩 并不带防毒效果 根本防不住这种级别的毒烟 吸入的一瞬间 他就觉得头晕眼花 浑身无力 我们公司的毒气烟雾弹 他怎么可能会有 女匪徒感到非常不解 林奈趁着他虚弱 已经拎着一柄银白镰刀 从暗处迅速地冲了出来 他深知自己的等级差距过大 所以他很清楚只能玩偷袭 必须一击必杀 不能给对手施展技能的机会 是你 红蛇瞪大眼睛 见到林奈 感到无比惊恶 刀锋不是发系统消息说 已经解决他了吗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奈根本不跟他多避避 一连刀破空斩去 红蛇不愧是6.1级超凡者 吸入了一点毒烟 还是靠着意志力 躲开了林奈这一剂偷袭 幻术 红蛇乱 林奈打断了他的施法 莫兹 叫小林干扰他 兹 幻术并未来得及施展 红蛇就感觉脑袋里的神经 一阵刺痛 让他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毒烟加上系统病毒的干扰 林奈毫不犹豫 再次挥出白夜 这一次 连刃准确无误地插进 他饱满的胸口 从背后贯穿而出 你 红蛇瞪大了眼睛 低下头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胸口 被镰刀贯穿 林奈为了避免女匪徒一击不死 把白夜从他心脏的部位 扑斥一下拔了出来 又往他肺部扑斥插进去一次 然后手腕翻动 转了一圈 红蛇 烟红鲜血 从他的嘴角缓缓流出来 力气逐渐消失 女匪徒闭上了眼睛 最终身体前倾 倒在了林奈的身上 过了一会儿 高个匪徒首领在车厢等待 玩着手里的匕首 却又接收到了一条系统通讯消息 红蛇 头儿 那小子出问题了 你过来仓库一趟 匪徒首领 匪徒首领 你们两个在搞什么费劫 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红蛇 刀锋失手了 几乎把他打死 他好像快要断气了 我身上的急救药剂不够续命的 你赶紧过来一下吧 匪徒首领 高个匪徒首领 皱起眉头 怎么回事 不对 刚刚刀锋给他发消息的时候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他的大脑潜意识就认定 刀锋一个六级超反者 对付林奈一个1.5级 怎么样都足够了 毫不客气的说 六级和1.5级的差距 就好比天和地的区别 就算刀锋站在那里 不还手给林奈打 林奈都应该打不动才对 根本没有翻车的可能 大象要踩死一只老鼠 还能被老鼠反杀了不成 比国族踢货世界杯冠军 都离谱吧 但这次红蛇又给他发消息 明显就不对劲了 对方毕竟是使徒 全世界最有潜力的超反者之一 让他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头儿 怎么 一个五级匪徒走过来 问道 他俩怎么还没回来 高个匪徒首领没有说话 他眯起眼睛 看着聊天记录 沉默了好一会 这是绝对有问题 你 你 还有你们两个 守在这里 看着他们 高个匪徒首领点了五个匪徒 让他们留在车厢里 然后板着脸说道 其他人都跟我来 高个匪徒首领掏出一把魂力枪 咔嚓拉上了枪膛 脸色阴沉沉的 带着其他匪徒走了 车厢内只留下四个四级匪徒 和一个五级匪徒 一众学生感到莫名其妙 疑惑茫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陈老师 这些匪徒是怎么了 女班长楚孟瑶低声问道 为什么那个高个匪徒首领 刚刚还趾高气昂的 现在突然就变得一副 很生气的模样 陈老师陈寅一会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徐巧琳眼睛一亮 说道 哎 你们说 会不会是林奈做了什么 一个男学生 脸色古怪的说 不可能吧 就算他是使徒 一个1.5级 在一群四 五 六级的大佬面前 能做什么 你自己做不到罢了 不要说 别人做不到 楚孟瑶摇气 呼呼地瞪着他 我们感觉出来 林奈是个 很特别的男生 我 男生脸旁仗红 不再说话了 陈伟坐在角落里 表情阴郁 被绑在身后的拳头 紧紧握起 这帮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都帮你们把系统黑了 位置标记了 都还搞不定 什么猪队友啊 高阁匪徒首领 带着十几个匪徒 一同来到仓库 红蛇 刀锋 高阁匪徒首领目光 仔细扫射了一圈 到处都安安静静 红蛇和刀锋 也没有回应他 但是 高阁匪徒首领的鼻子嗅了嗅 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空气中 还残留着毒气烟雾蛋的气味 以及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这里发生过战斗 而且受伤的人 是红蛇和刀锋 全员警惕 高阁匪徒首领 握紧了魂力手枪 沉沉地说 还有 所有人都先吃一颗 高级毒烟蛋的解药 啊 身后一个四级匪徒 茫然地问 头儿 为什么呀 让你吃就吃 别废话 是 一众匪徒都拿出解药吃了 高阁匪徒首领 走在最前头 步伐不慢不快 但是很稳 用他的感知力 警惕着每一个角落 会发出的动静 从一个又一个 巨大的集装箱旁边走过 红蛇 头儿 你来了 我看到你了 刀锋 头儿 我也看到你了 红蛇 头儿 我就在你的头顶 你抬头看看吧 高阁匪徒首领 看到系统面板上的信息提示 顿时冷笑一声 跟老子玩闹鬼是吧 所有的恐惧 都来源于火力不足 高阁匪徒首领 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而且身后 还跟着一大帮兄弟 什么不止死活的 鬼怪亡灵 都给他掐死 于是 高阁匪徒首领 毫不犹豫地抬头看去 好 只见一头倒扒在天花板上的 石石鬼从天而降 张开恐怖锋利的大口 朝他扑了下来 哼 原来是一只小小鞋 碎疾的亡灵魔物 高阁匪徒首领 根本不躲 抬手便扼住了 那石石鬼的脖子 石石鬼嘶吼挣扎 挥舞着爪子 但高阁匪徒首领的五指 却宛如铁钳 随着他手臂轻筋 一点一点抱起 只听一声爆僵声响 扑哧 石石鬼的脑袋 滚落在了地上 黏乎乎的液体 飞溅一地 高阁匪徒首领 不屑冷哼 身后的四级匪徒 走上前来 奇怪问道 头儿 这运输车里 怎么会有石石鬼啊 我也不知道 高阁匪徒首领 也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蹲下去检查石石鬼的尸体 这时候 直接墨绿色的清烟 从石石鬼的尸体里 慢慢散了出来 很快就扩散开来 众匪徒一惊 下意识地后退躲闪 不过 等他们闻到那毒烟的味道的时候 就又安下心来 是他们基因公司特制的毒烟弹 幸好 他们刚刚已经都服用过解药了 头儿 还好你让我们服用了解药 四级匪徒说道 可是这石石鬼的尸体里 怎么会有我们公司 特制的毒烟弹呢 到现在 你们还没想明白吗 高个匪徒首领冷哼一声 都是那个林奈岛的鬼 红蛇和刀锋 恐怕都已经栽在他手里了 什么 四级匪徒震惊 这不可能吧 他俩可都是六级超凡者 怎么会 话未说完 吼 吼 又是几声暴力售吼 足足三十几头石石鬼 和暗影魔狼 从仓库的各个角落跑了出来 有的从通风管道跳出来 有的从集装箱里蹦出来 还有的从门外冲进来 众匪徒顿惊 怎么突然会跑出这么多的邪碎 头儿 别慌 一群邪碎而已 高个匪徒首领表现得很冷静 抬起魂力枪 便射杀了一头冲过来的暗影魔狼 在这里的都是四级以上的高手 还有好几个五级 以及他一个六级正常 怕一群邪碎 别笑掉大牙了 虽然 他也很不理解这些邪碎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数量还这么多 而且还这么有针对性的 被他们展开埋伏攻击 难道是那个使徒林奈 他难道也可以操控魔物 四 五头暗影 魔狼已经冲到高个匪徒首领的身边 向他扑来 五戒 闪电鞭腿 高个匪徒首领 抬起右腿 高高一扫 便将四头暗影魔狼扫飞了出去 最后又伸出手 扼住最后一头暗影魔狼的脖子 暗影魔狼咧嘴 张开森白全齿 高个匪徒首领 一开始以为这畜生是想咬他 结果却看见暗影魔狼的嘴巴里 居然含着一颗圆圆 正在滴滴滴 闪光的东西 不是毒烟弹 而是一颗浑能手雷 高个匪徒首领的瞳孔 顿然放大 操 哄 此刻 林奈在仓库不完局之后 早已离开了仓库 一路偷偷摸回了载人车厢 小林已经感染了那一帮匪徒 所有人的系统 所以每一个匪徒的身上 等于都被他安装了一个监控器 每一个匪徒正在做什么 林奈都能通过自己的系统 监视得一清二楚楚 吃呀 林奈将车厢的通风窗口 打开一条缝 楚梦瑶 徐巧琳 吴老师他们 仍然在下面被绑着 一群人坐在角落里 除此之外 经过林奈刚刚的那一番调虎离山 车厢内现在只剩下五个匪徒了 四个四级 一个五级 林奈摸出了一颗烟雾弹 当然不是基因公司的毒烟弹 而是系统商城里购买的普通烟雾弹而已 下面还有他的同学和老师 他们可扛不住高级毒烟弹的威力 哒 哒哒 烟雾弹从通风口丢下来 滚到那个五级匪徒的脚边 嗯 五级匪徒愣了一下 低下头看去 随即反应过来 不好 有人 碰 烟雾弹爆开 白色烟雾很快弥漫了整个车厢 可嗨嗨 吴老师 陈老师 还有楚梦瑶 他们都纷纷被烟雾 呛得咳嗽起来 楚梦瑶眼睛被烟雾熏得只能眯起来 又是怎么回事啊 林奈这时从通风口跳了下来 来到他们面前 楚梦瑶一脸惊喜 林奈 真的是你 林奈 你是生怕那帮匪徒不知道啊 楚梦瑶这才反应过来 一脸愧疚的说 啊对 对不起 那帮匪徒本来被烟雾遮挡了视野 这下子果然都反应了过来 那小子想救人 阻止他 几个匪徒拿出武器 冲了过来 林奈眼睛一眯 回头瞥了一眼 算了 没关系 反正也只有这几个人 无所谓就是了 然后 不紧不慢地先走到吴老师和陈老师的面前 老师 我先给你们松绑 说着 林奈换出了白叶 吴老师 撞 连忙说 不行的林奈 这绳子是特制的 专门捆超凡者的 我刚刚试过了 十几以下都绝对无法挣脱 你还是赶快 不等他说完 林奈将白叶稍稍举起 猛地屁下 擦 白叶轻而易举地 将捆住吴老师和陈老师二人的绳子斩断了 吴老师 呃 林奈愣了一下 茫然地抬头问 您刚刚说什么 吴老师 没什么 是那个林奈 就是他 这小子怎么回事 刀锋没解决他吗 抓住他 那五个匪徒 已经穿过烟雾冲了过来 好了 老师 这几个匪徒 就交给你们了 林奈悠悠地说道 刚刚我消耗了太多魂力 现在我就先在旁边看一会了 哦对了 你们的系统病毒 应该也已经被清除掉了 现在应该可以正常使用了 陈老师一愣 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 发现果然已经恢复正常了 吴老师早已忍耐许久 表情阴沉的丁正帮冲上来的匪徒 捏了捏自己的拳头 很好 老子已经忍了很久了 爆发五级舞者的魂力 橘红色的魂力气焰在体表燃烧 一个剑步便冲了上去 陈老师也从物品栏中 下载出他的五级魂力枪 那是一柄长枪 造型十分奇怪 口径很大 看着像是现弹枪的类型 但又带着个枪径 陈老师端起魂力枪 闭上一只眼睛 用枪径瞄准 枪径 追踪弹幕 大口径的枪口 喷射出一大团魂力光球 那光团分散成数百发追踪小子弹 如暴雨梨花般 向那些匪徒扫荡而去 林奈继续帮其他人松绑 白叶一扫 轻轻松松将众同学的绳子 全部斩断 我 林奈同学 幸好有你在 不然我们今天都完蛋了 徐巧琳哭着 伸开双臂 就朝林奈走过去 一副要抱抱的模样 楚梦瑶一把拽住了她 气愤地说 哎哎哎 你干嘛呢 想趁机占林奈同学的便宜是不是 我还没抱 不是 林奈同学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林奈 陈维咬了咬牙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吴老师和陈老师 联手对付那几个匪徒 也是费了一番力气 不过最终 还是把这五个匪徒 统统打倒了 吴老师的额头上 也挂了点彩 鲜血秘密流出 她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拿了一张纸巾 按住脑袋的伤痕 林奈从怀里摸出了黑金 握在手心 她能感觉到 黑金之中传出的能量 自己消耗的魂力 正在慢慢恢复 刚刚召唤了那么多亡灵 的确消耗了她不少魂力 左臂的伤势 也在逐渐好转当中 现在已经渐渐能够抬得起来了 林奈 这次多亏你了 陈老师走了过来 虽然她完全无法想象 林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1.5级 能在那么多个5级 6级的匪徒手上脱身 还能跑回来救他们 林奈说 别放松得太早了 吴老师 危机还没解除呢 话刚说完 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 没错 别以为这么轻易的 就想跑了 碰 车厢的铁门被一脚踹开 一具石石鬼的尸体 横飞了进来 摔到林奈的脚边 林奈低头看了看 石石鬼的尸体 重新化作为灵魂 在空气中渐渐消散 高个匪徒手领走了进来 脸上染了一层黑灰 身上的衣服 也被爆炸弄出了一点破洞 不过她表情阴冷 气势汹汹 看上去完全没有被 魂能炸弹所影响 林奈用系统 查看了她的生命值 发现她还几乎是满血状态 果然啊 想靠几头邪虫亡灵 和几个魂能炸弹的陷阱 就解决这个6.3级的匪徒头目 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高个匪徒手领的身后 其余的十几个匪徒 也都跟着走了出来 他们手持兵刃 法杖等武器 或者持着枪械 纷纷对准了林奈他们 这招调虎离山 玩得真不错呀 高个匪徒手领 脸色十分难看 显然有些火大 被一个一级守夜人 耍得团团转 这令她十分不爽 她冷冷地盯着林奈 说 我承认 你的确是有点小聪明 比我见过的那些空有天赋 没有脑子 只有傲慢的家伙 难缠多了 可是没有用 你们今天谁也跑不了 林奈面无表情 吴老师 陈老师 还有楚孟瑶 徐巧琳等其他一众守夜人同学 都纷纷掏出了武器 摆好了架势 凝聚魂力 陈老师的目光盯着那匪徒手领 现在最难对付的 还是这个6.3级 系统已经恢复了 所以他赶紧 先默默地发了一封求员信 回总部 请求守夜人总部的支援 就在这时 运输车外突然又传来 一声声惨烈的吼声 是魔物的惨叫声 那些惨叫连成一片 一声又一声 接连不断地响起 车厢内的众人都有些茫然 不知道外面又发生了什么 林奈仔细听着 是刚刚这帮匪徒操控的 那群袭击运输车的缝合怪魔物 可是 袭击这些魔物的人是谁 林奈仔打开了灰明之铜 他看见有一股强大而无形的力量 已经包围了这里 外面附近 那上千头待命的缝合怪魔物 都在遭受这股力量的攻击 正在一头接一头地迅速死去 不 与其说他们是死去了 不如说 他们是被什么东西给吞噬了 更加贴切 高个匪徒首领也听出来了 面色一变 怎么回事 难道是守夜人的支援赶来了 就算他们破解了 陈伟的木马病毒 往守夜人总部发回了消息 也不可能这么快的吧 你们快看窗外 楚梦瑶这时惊呼道 车厢的窗外 可以看见 从四面八方涌动而来的诡异黑物 已经包围了运输车 那黑物好似有生命一般 就是那黑物吞噬了那些斜碎魔物 一头头斜碎魔物 被黑物吞噬其中 发出阵阵丝毫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因为那些黑物看起来 根本就没有实体 过了没一会儿 嚎叫声就消失了 黑物之中传来了咔嚓 咔嚓牙酸的咀嚼声 那些魔物仿佛彻底 被黑物吃掉了一样 出现了这样诡异的一节生物 车厢内的众人 都有些不知所措 哪怕是对面的匪徒 也都露出了慌张的表情 高阁匪徒首领皱眉 这是什么鬼东西 二号空间门刚刚开放不久 哪怕是他们基因公司 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这二号一进世界 到底藏着怎样诡异的生物 但这种形态的生物 它还真是闻所未闻 林奈眯起眼睛 这股熟悉的力量 是上次任务 经过二号空间门时 他感受到的 从门内传出的那股神力 又是一位神明的亡灵 啊 徐巧琳这时惊呼 指着车厢的门框 声音颤抖 黑物 黑物从门缝钻进来了 起初只有一缕缕黑物 从车厢的门缝紧了进来 再后来 车窗 通风口 空调风口 各种缝隙 都有黑物丝丝丢屡的涌入 车内的众人 顿时都惊慌了起来 陈老师沉声道 不好 大家不要被这些黑物碰到 都退后 黑物已经涌进来 越来越多 众人不停后退 很快就已经没地方退了 吴老师说 先离开这个车厢 到里面的仓库躲一躲 话才刚说完 车厢的门已经被人打开了 陈伟已经第一个跑了出去 林奈暗暗则舌 这家伙逃命的时候 动作还真快啊 其余人等 见陈伟已经溜了 也都纷纷赶紧跟上 跑进了通道 头儿 我们怎么办 一个四级匪徒 转头问道 高个匪徒首领沉沉地说 废话 当然是跑了 不然等着被这些 诡异的黑物吃掉吗 遇到这样的情况 守夜人和匪徒 也只好停站了 纷纷跑进通道逃命 但是这运输车 始终是封闭的 总共就这么大 而且外面大片大片的黑物 已经将这辆运输车 完全包围了 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众人跑过通道 来到仓库 却发现仓库 也已经被黑物涌入 没办法 只好又立刻改变方向 从通道的拐口 跑向餐厅 这中间 已经有不少 黑物涌进了通道之中 好几个守夜人学生 和匪徒 都被黑物抓住 被拖了进去 啊 救命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师 林奈 救命啊 楚梦瑶哭喊着 但那黑物 就如一只只大手 很快就一点一点地 将它拽了进去 被黑暗吞噬 然后就再也听不见 楚梦瑶的声音了 林奈微微皱眉 比她想象的 还要麻烦很多啊 梦 梦瑶 徐巧琳停下脚步 脸色惨白地望着身后 被拖进 黑物之中的楚梦瑶 林奈从她身后跑过 一刻不停 跑过实面无表情地 说了一句 不想死 就赶紧走 徐巧琳全身颤抖着 两条纤细的双腿 也在打着白子 但求生的欲望 还是促使她挪动双腿 抹了抹眼泪 赶紧跟上众人 往车子的内部跑 终于 林奈等人 拼死跑进了餐厅 这个地方 是运输车的最中心 理论上来说 也是黑物 最难到达的地方 但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没剩多少人了 大多数人 在从通道 跑过来的时候 都已经被黑物吃掉 只剩下林奈 徐巧琳 吴老师 陈老师 还有高个匪徒首领 陈伟 还有另外两个五级匪徒 一共八个人 跑在最后 断后的吴老师 砰的一下重重 把门关上 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义能 赵 一个五级匪徒双手合时 使用了义能 白色光照 瞬间展开 包裹了整个餐厅 这样能够防止那些 黑物从门缝中 再挤进来了 陈老师 擦了擦头上的汗 真是惊险 这些黑物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话未说完 陈老师 就感觉到胸口 遭受一击重击 碰 陈老师惊恶抬头 只见六点三级的 高个匪徒首领 一拳打在他的胸口 这一击 无疑是使用了全部力量 破 毫无意外的 陈老师 直接飞了出去 在空中吐出一盆血雾 摔出去十几米远 还撞倒了好几张 餐厅的桌椅 直接晕死了过去 吴老师面色大变 冲那匪徒首领说道 喂 都这种时候了 你们还要继续打吗 高个匪徒首领 冷哼一声 阴侧侧地说 哼 我们现在被包围在这里 这个光照 挡不住那诡异的黑物多久的 虽然我无法感应出 那黑物怪物的具体实力 但我知道 那绝对是我们这里 所有人都应付不了的存在 既然迟早都要死在这 还不如 就让我在这里 把你们这些 该死的守夜人全杀了 以报我的血仇 吴老师微微一愣 随即慢慢皱起眉毛 跟我们守夜人有仇吗 哈哈 问得好 高个匪徒首领大笑几声 然后冷冷地说道 当然有 而且 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守夜人 完全不会记得的仇 动手吧 这句话 明显是对另外一个人说的 话音刚落 吴老师的身后 就传来徐巧琳啊 得一声惨叫 吴老师愕然转头 发现徐巧琳已经倒在了地上 是被电击枪击晕的 而使用电击枪的人 是陈伟 你 吴老师又惊恶 又愤怒地瞪着他 你就是那个那间叛徒 我 陈伟轻蔑笑了笑 我可不是那间叛徒 从加入守夜人的那一天起 我就在等待这一天了 吴老师待住了 你说什么 为什么 林奈在旁边帮忙翻译了一下 吴老师 他是说 他加入守夜人 就是为了打击报复来着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陈伟点了点头 果然还是跟聪明人交流比较轻松啊 别特么废话了 高个匪徒首领摆了摆手 干掉他 两个五级匪徒 是 吴老师心头一紧 连忙摆好架势 那两个五级匪徒一左一右冲了过来 对吴老师展开了围攻 吴老师之前 在车厢对付那五个匪徒的时候 就已经受了伤 此时 以一敌二 更是吃力 莫过十几个回合 他就很快招架不住 被人重重打飞了出去 摔在一张桌子上 将那张木桌子砸成了碎片 高个匪徒首领 深深地看了林奈一眼 有些意外的道 你居然不出手帮忙 林奈耸了耸肩 五级之间的战斗 我一个一点五级 能够帮什么忙 高个匪徒首领 一点五级 哼 你可太谦虚了 红蛇和刀锋 都是你干掉的吧 林奈说 那是他们粗心大意 被我暗算了 谈不上什么实力 现在正面对抗 没有偷袭的机会 我就没招了 哼 高个匪徒首领 再次冷哼一声 眼神沉了下来 他可不相信 没有实力 只靠暗算 能干掉两个六级 别开玩笑了 红蛇和刀锋 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绝不是那么容易 被人暗算就干掉的人 高个匪徒首领 觉得自己有些 摸不透林奈这个小子 看他这样子 一脸淡定轻松 好像一点都不慌张 这小子花样很多 绝不能轻敌大意 事实上林奈道 也不算说谎 之前 对付那两个六级 召唤了石魂 还有几十头亡灵魔物 已经消耗了他 大量的魂力 再加上肩膀的受伤 他现在根本 发挥不出多少实力 上去帮忙 就是找死 所以 还不如让吴老师 拖延一点时间 林奈则手里握着黑金 默默地在恢复魂力 以及肩膀的伤势 现在他的左臂 已经可以举得起来了 而且 林奈很清楚 自己现在不能消耗 太多的力气 去对付眼前 这几个匪徒 如果他在这几个匪徒身上 耗尽力气 那么 等到包围在外面的那些黑雾 那位神明的亡灵 冲破防护罩进来的时候 他就彻底没有抵抗的机会了 其实 我知道 你们不是五星会的 林奈淡淡地说 你们是精英公司的 对吧 高阁匪徒首领 面色顿势一变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简单 因为我黑了你们的系统啊 林奈说 不然你以为 刚刚红蛇和刀锋 为什么会给你发讯息 高阁匪徒首领皱眉 心想原来如此 是你 陈伟这事忍不住了 死死盯着林奈 你是破解了我的木马 帮助他们杀毒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你也是异能黑客 他可以接受自己的天赋 不如人 实力不如人 但绝对无法接受 自己的黑客水平 被人如此轻易地打败 算是我吧 林奈顿了顿 说 其实你第一次使用红蛇入侵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 你的系统早就被我反入侵了 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这不可能 陈伟眼睛红了 气愤咆哮 我当时试探 入侵你的系统的时候 没有触碰到任何安全防护 你怎么可能 察觉到我的异能病毒 林奈摸了摸鼻子 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 就当做自己失误了就好 陈伟 林奈歪了歪头 好奇地问 话说 你应该知道异能黑客这个职业 是国际超凡者协会 明令抵制的吧 你也该知道 作为异能黑客 被抓到的后果 陈伟冷笑 那又怎么样 像你这种 觉醒了神明序列的天之骄子 又怎么会懂 国际超凡者协会 呵呵 去他妈的吧 像我们这些天赋 下等的底层超凡者 他们真的拿 我们当然吗 每个月辟点的修炼资源 还不够打发要饭的 那些灵气税 基因税 通讯费 对你们这些天之骄子来说 当然不算什么 是你们的学校 背后的公司 都会抢着帮你们付了 而我们呢 林奈沉默着 陈伟的情绪很激动 用手指用力指着自己 说道 成为异能黑客 是老子最自豪的一件事 因为老子 没有靠什么狗屁天赋 全部都靠着是我自己的努力 经验要剂 基因要剂 以我的天赋 无论怎么努力 到现在 可能还是一级的水平 就算是普通大学 都只能是垫底的存在 老子不服 凭什么一个天赋 就把老子彻底否定了 而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生来 就注定会被人捧在手心里 接受所有人的爱戴和拥促 林奈面无表情 目光平静 也许你不会信 但你说的那些 我比你更能体会 而且体会的更多 陈伟瞪着眼 你懂个屁 行了 差不多得了 高个匪徒首领走上前 手按在陈伟的肩膀上 自己冷静冷静去吧 我还有一大堆弟兄 死在守夜人手上呢 也没你这么能避避 说着 他把陈伟推开 然后缓缓走向林奈 右手戴上了一只拳扣 红蛇和刀锋 是最早跟着我的人 今天他们都死在你手上了 高个匪徒首领盯着林奈 一字一句地说道 今天我们可能 都要死在这里 但是 我要亲手解决你 让你下去给他们陪葬 林奈笑了 那就来试试吧 他试着活动了一下 他把左边肩膀 动了动五根手指 看来 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去死吧 高个匪徒首领咆哮着 全身魂力火焰熊熊燃烧 朝着林奈一冲拳 轰了过来 林奈见高个匪徒首领 猛兽般敏捷地冲来 毫不犹豫地 丢出一个魂能手雷 高个匪徒首领 眼神一灵 这种东西 你以为对我有用 只见他徒手接住手雷 牢牢捏在手心里 只听咔嚓咔嚓的声响 高个匪徒首领手背上 用力的青筋清晰可见 手雷的铁皮外壳 竟然被一点一点地捏出裂缝 最后直接爆开 哄 爆炸声响 烟尘扬起 不过很快就散去 高个匪徒首领 却看起来一点伤都没有 只有身上的衣服因爆炸 又破了几个洞 林奈显然也根本没有打算 靠那个手雷定胜负 他趁着爆炸的烟尘 一跃而起 举起白叶 灰盏向笼罩住餐厅的保护光照 石魂 林奈再次召唤出石魂 附体了白叶 幽兰斯的光影附着在白叶之上 挥动起来像一道滑破天际的流光 高个匪徒首领瞪大眼睛 他瞬间明白了 林奈想要做什么 这小子疯了 他是想把外面的那些黑雾放进来 跟他们同归于尽 五级匪徒说 放心吧头 我这可是五级光照 他这个一级怎么可能 话未说完 林奈一刀破空斩出 嗡 白色的光照 瞬间被划开一道笔直的切口 黑雾迅速从切口处涌了进来 白色的光照 轰然瓦解 五级匪徒张大了嘴巴 表情直接僵在了脸上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这特么怎么可能啊 就算是头儿 也不可能一击破解他的保护罩吧 黑雾完全涌入餐厅 就如破扎而出的洪水 又如凶猛的野兽 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两个五级匪徒 很快就被汹涌而来的黑雾吞噬 惊恐的声音 也迅速淹没在黑暗之中 陈伟瞪大眼睛 望着那黑鸭鸭来的黑雾 转身惊慌逃跑 他不想死 可是 整个餐厅已经完全被侵入的黑雾所笼罩 逃又能够逃到哪里去呢 很快 他就被黑雾缠住 拖进了黑暗中 不不 陈伟伸手用力扒着地面 拼尽全力 想要从黑雾中爬出来 他的脸上充斥着不甘的神情 求生的欲望 在他的眼神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 零 乃 我 不 服 嗯 最终他的身影还是一点一点消失在黑暗中 连声音也渐渐听不清了 灵奈偏头看了他一眼 又回过头来 看着高个匪徒首领 现在 就剩下咱们俩了 黑雾逐渐逼近 围出来的圈子 越来越小 身边能够站的空间 已经不到十平米 高个匪徒首领眼神一沉 凶恶的道 那就来个了断吧 只见他双手捏掌 臂膀肌肉抱起 赤红色的魂力 在双手凝聚 武技 刺龙破冲 只见他的指虎挥拳而来 赤红色的魂力 变成龙的形状 咆哮嘶吼 这种时候 灵奈也没有空间可以躲了 挥起白叶 与之正面对抗 当 灵奈的镰刀 与高个匪徒首领的指虎 碰撞出沉重的声响 6.3级武者的力量 太过强大 灵奈只接了一招 还不到一秒钟 就感觉到胸口一闷 哇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这力量压制 跟六级硬拼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不过 灵奈依然咬牙强撑着 紧握镰刀的双手掌内 都渗出鲜血 这个时候 石魂那半透明的亡灵躯体 在灵奈的身后缓缓站起 并高高举起残缺的沉重大剑 是大力尘的一剑灰来 高个匪徒首领 瞳孔一缩 他没想到 灵奈的身后 还会站起一个亡灵怪物 正在与灵奈对拼的他 当然没有多余的手脚 去对抗这一剑 于是他下意识地连忙 撤开力道 往后闪躲 大剑的锋刃 只划破了他胸口的衣服 然而 高个匪徒首领这一后退 却直接退进了黑雾里 糟糕 高个匪徒首领反应过来 暗道不妙 面色顿变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黑雾就如一张张大手 牢牢地将他拽住 并拖了进去 高个匪徒首领的眼睛 布满血丝 最后都还在死死盯着灵奈 直到他的身体 一点一点被吞噬在黑雾之中 最终连他的脑袋 脸 眼睛 也完全淹没其中 消失不见 灵奈一手握着镰刀 当得一下插在地上 右腿半跪在地 胸膛一起一伏地喘着气 硬抗了六级武者一击 内脏感觉都差点被震碎 黑雾弥漫了过来 如一张张无形大手 已经触碰到了他的身上 开始拖拽着他的四肢 去 灵奈余光看着那些 已经爬到他身上的黑雾 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很快 黑雾就将他也彻底淹没了 整个餐厅被黑雾彻底吞噬 灵奈就好像彻底 消失在了黑暗中一样 但 沉寂几秒之后 神术 灰明之童 原本已经吞噬了一切的黑雾 突然一下子 从中间退散开来 灵奈双眸 已经变成了纯粹的银灰色 神力的银白流光 在他的周身汇聚缭绕 在黑雾缭绕的餐厅 尤为刺眼 那些黑雾宛若活物 仿佛看到了最恐惧的东西 一时间全部退避开来 雾气缭绕 却停在十几米的范围内 不敢再轻易靠近 灵奈的眼瞳 渐渐变回了正常的颜色 雾神 该影 还不打算献身吗 灵奈冷冷地问道 周围沉寂数秒 黑雾翻腾 漆黑如墨 终于 那一缕缕黑雾汇聚在一起 逐渐变成了一个实体的人形 咯咯咯咯咯咯 一个老人的笑声传来 那是一个全身裹着黑衣 外貌看起来 至少已经上了百岁的老人 眼窝凹陷 嘴巴干裂 褶皱的皮肤上有许多斑纹 一只削瘦的手中 握着一根黑幕法杖 满头滑发 随雾风飘扬 卡洛斯大人 好久不见了 那黑衣老人处着拐杖 缓缓从黑雾之中走了出来 满是褶皱的苍老脸庞上 挂着和蔼又诡异的微笑 灵奈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老人 第二代雾神 该影 盼神 罪名是偷窃神族机密 这家伙的辈分 可比石魂大多了 雾神该影 在亡灵之海住的时间 也远远比石魂要久得多 作为几千万年前的盼神 前任白死神 把他抓到亡灵之海的时候 卡洛斯甚至都还没出生 要算的话 就算是石魂他爹 可能都得叫他一声前辈 灵奈仔细打量着这雾神 心想 这家伙的神体 可重铸得比石魂完整多了呀 当初第一次见到石魂的时候 那家伙根本就是个亡灵怪物的模样 身体和他的大剑都是残缺不全的 灵奈记忆中的差不多了 果然是你 雾神该影 灵奈说 之前我在人族卫面 感应到二号空间门一境内 传来神力的能量波动 应该也是你吧 该影哈哈笑了起来 脸上的皱纹全部挤在一起 看上去 真是像一个平易近人的老人 捋着他下巴的山羊胡须 哈哈哈哈 没错 就是我 那个时候啊 老朽正在吞噬 一头亡两极的亡灵魔物 他跟我一样 都是遇到了空间震荡 从非主物质世界 突然一下子转移到 这个世界来的 那家伙的魔力不弱 我吞掉他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我这一大把年纪 又是亡灵的状态 差点没一下噎死 于是就打了个宝格 没想到 还被卡洛斯大人给听见了 哈哈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 灵奈 皱起眉头 灵奈暗暗心想 这老头子虽然表面笑眯眯的 看起来和蔼可亲的样子 但灵奈才不会被他这外表给骗了 他的实力 恐怕还在食魂之上 光看他的神体 重铸程度 就比当初的食魂要完整得多 连王两级魔物的亡灵都能吞噬 还有刚刚那几个五级 六级的匪徒 在他的面前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当初食魂跟唐红山 灵与希他们交手 唐队他们骑马 还能跟食魂过几招呢 而且这地方 已经完全被黑雾封锁 连拉扯的空间都没有 也不能像当初 对付食魂一样 靠走位拖延事件 用神力驱动的灰明之童 虽然可以破开黑雾 但灵奈就那点神力 恐怕还不到冲出去 就要神力耗尽 进入虚弱状态了 不好搞啊 灵奈握紧白夜 暗暗思考着对策 想着怎样才能脱离 现在这样的必白之境 雾神该隐看着灵奈 说道 说起来 我实在是很惊讶 莫想到 居然能在这里见到您 可是 我想不通 卡罗斯大人 您究竟是怎么躲过 诸神末日的 居然还能以肉身的状态 再主物质世界行走 灵奈 呃 不等灵奈回答 该隐上下仔细打量了 灵奈的身体 恍然大悟 您这是夺射了 一个人类的躯体 灵奈 算是吧 真是神奇 该隐感叹 这人类脆弱的繁体之躯 居然能够承载 您白死神的灵魂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又沉默了一会 灵奈说 其实 论辈分的话 我应该得 叫您一声前辈 嗨 谈不上 该隐笑眯眯地说 我早就退休了 还成了神界中 遭受同族唾弃的囚犯 而您依旧 还是现任白死神 所以您自然是大人 灵奈心 想不太对劲啊 刚刚不是在打架吗 这老头儿 咋还跟自己聊上了 话说 灵奈看着该隐 顿了顿 忽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试探地问道 咱俩应该没仇吧 这老头跟石魂不太一样 石魂和他一家子 被黑军定罪为叛神之后 都是被灵奈 哦不 被卡洛斯亲手带住 关进亡灵之海的 物神 该隐不同 这老头是几千万年前的老怪物了 那个时候抓他进亡灵之海的 是前任第二代白死神 又不是卡洛斯 记忆中 卡洛斯上任之后 还经常在亡灵之海 陪着老爷子唠嗑呢 物神该隐听到灵奈这问题 顿时愣了一下 然后一脸疑惑地说 当然没有啊 我和你哪来的仇 灵奈依然保持警惕 瞇了瞇眼 那你是想吞噬我的神力 好修复自己的神体 我们神族 又不是魔艺 该隐哭笑不得 要是神明能被吞噬 我这老头子 哪有可能活到现在 当年想要我死得神可多的脸 灵奈皱起眉梦 一脸狐疑 那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该隐 我来自首的呀 灵奈 您可不知道啊 该隐一声叹息 自从离开了亡灵之海以后 我可实在是太寂寞了 这神一老啊 就怕孤单 诸神闻明灭亡之后 亡灵们都无家可归了 只能在非主物质游荡 您都不知道 那是多么的无聊无趣啊 哪有待在亡灵之海的日子舒服啊 那里面观着的魔艺 神一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灵奈 你闹出这么大动静 吃了那么多人 就是为了来自首 灵奈感觉自己都惊呆了 呃 那倒也不是 该隐挠了挠头 一开始老朽 就是有点饿了 出来想找点吃的 正好发现了 那一千多头 长得特别奇怪的魔物 我当时还在奇怪呢 这些魔物 怎么都长得这负责性 是这几年魔界 又出新品种了吗 但我反正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反正填饱肚子而已 吃谁不是吃 长得再难看 也是一块肉啊 老朽就放出黑物 把这一千多头魔物 全都吃了 然后我发现 这新品种的味道还不错 灵奈 再后来 老朽又发现了 这人类的运输车里 也有食物 就打算进来 再吃个饭后甜点 该隐顿了顿 继续说 这个时候 老朽突然感应到了一丝 微弱而熟悉的神力 这才发现了 您居然也在这里 而且 您居然还不是亡灵状态 老朽当时就那个激动的 哎呀 这不就巧了吗 该隐说着 还用力拍自己的大腿 我心想 这不就终于找到组织了吗 灵奈 欧夏华仙哦 灵奈无法形容 自己现在的心情 她已经完全猛逼了 或者说是人傻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 竟然会是这样 这老头真的是神明 神明还有这样的 该不会是哪个魔艺 假扮得出来骗人的吧 该隐看着灵奈 一脸呆滞的表情 疑惑地歪了歪头 问道 您怎么了 大人 没什么 灵奈感觉有些哭笑不得 显然 那是不可能的 这老头的身上 没有魔力 确确实实是雾神 该隐的神力没有错 灵奈沉默片刻 可是你吃掉的那些人之中 有很多都是我的同学和老师 我是说 他们都是 我在人族未免这个身份的同学和老师 原来是这样 该隐想了想 说 没关系 我把他们都吐出来 就是了 说完 只见该隐握着自己手中的黑色法杖 在地上轻轻敲了两下 周围的黑雾 就好像有生命一样 迅速汇聚到她的身上 有些黑雾 钻进了她黑色的衣袍 有些钻进了她手中的黑幕法杖之中 灵奈看了看四周 高阁匪徒首领 还有她的两个手下 还有陈伟 吴老师 陈老师他们都被放了出来 不过他们 显然都仍在昏厥状态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灵奈呼了口气 本以为 碰到神明的亡灵 又会是一场恶战 谁他妈想到 会是以这种方式结尾 好了大人 快快快 您快点动手吧 带我回亡灵之海 该隐一脸兴奋期待 我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灵奈 大概过去了一个小时 楚梦瑶缓缓睁开眼睛 醒了过来 我还活着 她迷迷糊糊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刚一爬起 就有一个柔软的身子 抱住了她 哭腔道 梦瑶 还好你也没死 呜呜 楚梦瑶定睛一看 才发现是徐巧琳 巧琳 她正正地转过头 发现自己仍然在 运输车的车厢里 大家都已经没事了 其他同学 也都已经陆陆续续地 醒了过来 同时也是一脸猛逼 而那帮匪徒 则都已经被绑了起来 一个个在角落里蹲着 当然了 还有陈伟 陈伟也被绑得死死的 嘴巴上还被贴了一块胶布 在角落里 像是一头蛆一样 挣扎着扭来扭去 不停呜呜呜地发出声音 林奈 这次我们能够获救 全都是你的功劳 吴老师拍着林奈的肩膀 一脸兴奋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啊 言重了 吴老师 林奈一脸谦虚 咱们都是共同执行任务的队友 哪来什么就不救的 救了就是救了 吴老师一脸愧疚地说 哎 本来这次任务 我们俩的工作 是要保护你们这些新人的 没想到 反而被一个新人保护了 真是过意不去啊 又过了一会儿 守夜人的紧急支援部队 也赶到了 唐红山接到总部的消息 听说林奈他们的队伍 在二号异境 碰到异境劫匪之后 立马就带着杨小川 林雨昕 还有一对守夜人赶来了 碰 唐红山拎着执刀 一脚踹开运输车的大门 气吞山河般的吼道 林奈 队长我来救你了 哪里来的一介匪徒竟敢 啊 唐红山看见车厢内的情景 顿时愣了一下 是不是都没事吗 敌人呢 楚梦瑶 徐巧琳等一众学生的目光 都转过来 停在他的身上 唐红山一时有点脸红 赶忙放下刀 还有点怪不好意思的 唐队 林奈见到唐红山 走了过来 林奈 你没事啊 唐红山一脸狐疑 把指导收了起来 我接到你们运输队的紧急球员 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话说那帮一介劫匪呢 莫 林奈用下巴指了指角落 都在那里蹲着呢 林与夕刚刚一进来 就早已注意到了那一大帮人 笑了起来 原来你们已经都解决了呀 真是的 还吓了我们一跳 球员的信息上还说 你们碰上了三个六级超凡者呢 林奈摇头 球员的信息没错 这些匪徒之中 的确是有三个六级 林与夕 啊 这个事随后再跟你们慢慢说 林奈说 有个东西要给你们看 你们跟我来 唐红山 林与夕 杨小川三人面面相去 都跟着林奈走去 林奈走到角落里 这里放了一具魔物的尸体 就是之前这帮匪徒 控制的那种缝合怪魔物 这是什么怪物 杨小川一看这魔物 就感到怪异 猪魔的脑袋 恶魔的头角 狼人的四肢 我还从来没见过 长成这样的魔物 唐红山摸了摸脑袋 这魔物是混血繁殖的吗 难道他爹是狼人 他妈是猪魔 奶奶是叶眼 爷爷是恶魔 林与夕和杨小川 林奈淡淡地说 这头魔物 是被人人工制造出来的 人工制造 嗯 林奈抬手 把叶出现在他的手中 镰刀轻轻一挑 便划开了魔物的肚子 只见这头缝合怪魔物的体内 竟然安装了复杂的科技设备零件 线路 还有魔力发动机 杨小川瞪大眼睛 这竟然是一头科技魔物 林奈说 之前我们的运输车 就是遭到了上千头 这种科技魔物的攻击 我们还在疑惑 那些匪徒是怎么操控这些魔物的 现在就有答案了 唐红山表情严肃 这年头 竟然还有人在进行魔物的实验吗 那可是国际超凡者协会 明令禁止的这帮匪徒的背景 林奈摇头 他们不是什么意境匪徒 他们是基因公司派来的人 唐红山 林雨昕 杨小川三人听言 纷纷互看一眼 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基因公司 你确定 确定 林奈瞥了一眼角落里的这帮匪徒 说 留了这么多活口 带回去之后 应该能问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唐红山呆呆地看着林奈 沉默良久 伸出手来放在她的肩上 表情严肃地道 林奈 看来你这次又要立大功了 意境深处 夜晚一路飞行 往二号意境地深处探索 这座黑暗森林 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宝藏库 到处都是光环阴晕的仙草灵植 珍惜程度 比刚刚在森林外围区域 发现的那些天才地宝 还要高得多 那些黑色的植物 虽然看似古怪 但却都大有名堂 但同样的 这里显然 也到处都充满了危险 刚刚一路闯进来 夜晚就遇到了 至少上百头亡两级别的魔物 甚至她还感受到了 森罗级别魔物的气息 不过 夜晚一路上 也毫无保留地 释放着身上万象级的魔力 于是 这一路基本上是畅通无阻 那些原本想要靠近试探的魔物 在感应到夜晚身上的魔器等级之后 也都识相地退开 躲得远远的 没想到 夜城这样一座人族的小城市 这里的意境 居然会生长着这么多高等级的灵植 夜晚是黑天使 闻名的战争兵器 但除了战斗之外 各种杂食她也都有涉猎 能认得出有价值的宝贝 也是她儿时的必修科目之一 这种魔血玛瑙 是十四级的超凡材料 而且 通常是只有离魔界很近的地方才会形成 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万年黑餐 这可是提升人类魂力等级的好东西 可以拿回去晒干了 每天给林奈哥泡茶喝 就是不知道 林奈哥现在1.5级的体质 能不能受不了这种级别的补品 看来这一趟真没有白来 夜晚露出一个纯真开心的笑容 将这些天才地宝 全部收纳进自己的意识空间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个意境世界所产的超凡物资的等级 实在不像是一个 五线城市的意境该有的东西 它目前所到的这块区域 所见的东西 都是15级左右的超凡材料 都可以赶上一个 二线城市意境的产物了 夜晚若有所思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 城市的大小 规模 受重视程度 都是由各个城市 空间门所通往的意境所决定的 那些最受官方重视的一线城市 意境内的产物都自然非常珍贵 且危险程度也是顶级的 按理来说 不太应该啊 嗡隆隆隆 这时候 夜晚听到了一个微弱 而奇怪的嗡鸣声 声音很轻 甚至脚下的地面都微微颤动了起来 怎么了 夜晚微微皱眉 连忙闭上眼睛用精神力探知 除了声音之外 它还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能量波动 这股能量波动是 从地底下传来的 轰隆隆隆 轰隆隆 嗡嗡嗡嗡嗡 卡拉哥邦 大地突然开始剧烈震动了起来 地面赫然裂开 凹陷 土崩 地面的裂缝 从一条几公分的小缝隙不断扩张 直到那裂缝变成一道深深的峡谷 那些高大的黑色树木 也都因震动裂开的地面轰然倒塌 夜晚顿然一惊 连忙展开黑色雨翼 飞起到空中 这是怎么一回事 地震了 它低头看去 极强的远视力 可以让它看见裂开地面形成的黑暗峡谷之下 差不多一千多米深的地方 赫然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 无比恐怖 无比黑暗的次元裂缝 那个大小 恐怕已经不适合用裂缝来形容了 称之为次元黑洞 都绝对不为过 一股股恐怖的犀利波动 不断从地底深处的次元黑洞中传来 夜晚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下深流 不仅如此 它甚至觉得体内的魔力和魂力都在迅速地流逝 都被地底下那黑洞吸过去了 这一惊世界的地底之下 居然还藏着一个如此巨大的次元黑洞 夜晚知道 这地方绝对不能再久留下去了 这不是普通的地震 搞不好 很快连这个意境都会 它忽然想到了林奈 面色顿然一变 展开翅膀 奋力挥动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林奈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悠闲地靠在一棵黑色的大树旁 物资已经送到了指定的一届基地 一个个一届基地的工作人员 正忙碌地从运输车上卸下货物 小川 怎么样了 唐红山来到杨小川的身边 杨小川正坐在地上 腿上放着台笔记本电脑 电脑上插了一堆线路 连接在旁边的那一具 被解刨开来的魔物尸体上 操控这些魔物的科技装置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杨小川看着电脑里的数据 双手在键盘上快速敲打 神色复杂 你看这些一体的型号 根本就不是救严国的型号 哪怕是在黑市上 我都没有见过 这些魔物的体内 原本的肉体器官 基本都已经被掏空了 心脏 肺 肝 肾 消化系统 都换成了纯机械的一体 这里还有一个魔力动能转化器 可以完美地模拟魔一体内的 凝聚魔力的器官 唐红山冷亨 正常 基因公司本来就是跨国公司 他们从海外运来其他国家 型号的非法一体 也算正常 林玉希也在旁边点头说 基因公司这两年越发嚣张了 这些魔物的身体里头 这一大堆全是违禁品 这一下可算是 让我们抓到把柄了 林奈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 她禁止走到那个 被绑起来的高个匪徒首领的面前 慢慢地蹲了下来 盯着她 高个匪徒首领也抬起头来 面无表情地与林奈对视 虽说是面无表情 但实际上她眼神里的心虚 还是被细心的林奈查教了 林奈 别耍花招了 没用的 说着 她抓住了高个匪徒 被绑在背后的手 高个匪徒首领 一开始还挣扎一下 但林奈死死 捏着她的右手腕 然后一根一根地 把她五根手指掰开 从她手中夺走了一枚 蓝色的小刀片 锁着她手腕的特质软钢绳 已经被她割断了一半 林奈捏着那蓝色小刀片 在高个匪徒首领 面前晃了晃 你们基因公司的 高科技小玩意儿 还真多啊 不过现在是我的了 高个匪徒首领 无话可说 一脸绝望 林奈将蓝色刀片 收了起来 站为己有 高个匪徒首领 神色复杂地 望着眼前的少年 自己一个身经百战的 六级战士 去过未免战场 当过雇佣兵 在勾心斗角 尔与我诈的高五事件 摸爬滚打 十几年的超凡者生涯 居然被一个 十几岁出出茅庐的 年轻人吃得死死的 沉沉地吐了口气 高个匪徒首领 看他已经彻底放弃了 说 败给你 我也不算冤枉 林奈 客气 高个匪徒首领顿了顿 目光平静地望着林奈 我的系统物品 空间被人一洗而空了 是你干的吧 林奈淡淡一笑 你猜呢 没想到 你一个继承了 神明之力的使徒 居然还是一个异能黑客 高个匪徒首领 深深看了林奈一眼 林奈怂耸了耸肩 没有否认 算是默认了 所以等你被抓回去了以后 准备要揭发我吗 高个匪徒首领说 哼 我可不会干那么无聊的事情 不过 就算我不揭发你 肯定也有其他人会揭发你 到时候面对你的上级 你打算怎么解释呢 一能黑客的罪名 可比你想象的 还要严重多了 嗯 林奈挪了视线 下意识瞥了一眼 还在角落里 像个蛆一样 扭来扭去的沉尾 无所谓 反正也没有证据 高个匪徒首领挑了挑眉 哼 好吧 看来你有自信 能躲得过检查 他顿了顿 继续说 坦白说 以前我并不会高看一眼 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 认为像你们这种人 不过是幸运地拥有了 更高的超凡天赋而已 没了血液里的那点TD细胞 就啥也不是 但对于你 我是拜得心服口服 只可惜 我们是敌对的 林奈没有说话 高个匪徒首领叹了口气 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林奈 什么忙 杀了我 高个匪徒首领的眼神中 闪烁着果决 我可不想 被那些守夜人抓回去羞辱 不行 林奈没有任何犹豫地摇了摇头 高个匪徒首领 林奈没有 再跟他说下去 站了起来 转身便走了 过了一会 堂队 吴老师 陈老师 货物已经全部写好了 一个守夜人基地的 工作人员跑了过来 拿着一个平板 正记录着什么 辛苦你们了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我会帮你们上报系统的 陈老师 好的 麻烦你了 吴老师走回来 拍着手 被散在附近闲逛的众人说道 收工收工 任务完成了 都上车回家了 众学生发出一声 雀跃的欢呼声 纷纷都靠了回来 这次的任务 可算是惊险刺激 差一点连小命都保不住了 但幸好 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 而且作为实习守夜人 他们也是第一次 遇到那么多的魔物群 和实力那么强劲的 一届匪徒 回去学校之后 倒也算是不错的谈资 绝对可以在朋友面前 吹吹牛什么的 老老师 忽然 只听一个学生惊呼道 您快过来看这个匪徒 不少人听到情况 都震了一下 纷纷围了过去 随即又是一阵阵 惊恶的低呼 林奈跟唐红山 林玉西 杨小川 他们走在一起 听到声音 也都跟着走了过来 查看情况 只见那个高个匪徒首领 全身皮肤涨红 一条条血红色的青筋 格外明显 眼睛 鼻孔 而孔 嘴巴里都渗出了鲜血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睛却还是瞪得很大 鲜血不断从中流出 让旁人看着感觉怪圣人的 唐红山心头咯噔的一下 连忙奔了过去 检查他的鼻息 随即表情就沉了下来 他死了 林玉西问 他是怎么死的 林奈仔细审视了 几眼高个匪徒的死状 缓缓地说道 压缩体内的魂力 将其压缩到极致 在体内爆开 却不易于体表 这是一种 自杀式的通用武器 利用魂力 将自身的内脏 一点一点的全部震碎 达到自杀的效果 唐红山沉默片刻 也说道 是的 不过这种自杀的手段 极其痛苦 他会非常清晰地 感受着自己的内脏 被自己一点一点压碎的感觉 众人面面相去 用这种方法 都要自杀 这还真是个狠人啊 陈老师握紧拳头 真是可惜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自尽方式 他是这帮匪徒的头目 肯定知道 很多内幕信息 唐红山呼了口气 说 算了 没关系 抓到那么多匪徒 总可以问出点什么来 大地忽然微微颤动起来 起初并没有几个人察觉 但是随着地面的震动 敢遇见强烈 灵奈察觉到了不对劲 灵奈蹲下身来 并吸地厅 同时将手轻轻按在地上 感受着地下的波动 灵语西在旁边奇怪道 灵奈 你怎么了 灵奈眯了眯眼睛 你听到了吗 呃 什么 地震了 地震 灵语西到处看了看 真的假的 没感觉啊 话音刚落 地面就明显震动得更 厉害了 地上的碎石块 都因为地面的震动 而弹跳起来 像是一颗颗在砧板上 烤熟了的豆子 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 头顶黑色大树的叶子 也不断掉落下来 这下子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杨小川差一点没有被晃倒 惊道 我去 真地震了 这个时候 一个黑影急速从天而降 落在众人的面前 吴老师和陈老师都被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又有敌人偷袭 灵奈定睛一看 才发现原来是夜晚 玩 灵奈道 你完成任务回来了 灵奈哥 别说什么任务了 夜晚焦急地来到他面前 说 赶紧离开这里 这座异境 可能马上就要塌了 灵奈 哈 唐红山吴老师陈老师 陈老师正正地道 夜教官 你说 这异境要塌了 是什么意思 夜晚还没来得及解释 地面就震动得余剑强烈起来 大地出现了断裂 从远处开始 一直朝这边蔓延过来 仿佛要将整片大地一分为二 众学生都是至少三级的超凡者 却都觉得已经完全站不稳了 好几个都摔在了地上 杨小川半个身子已经趴下来 冷汗沉沉 开玩笑的吧 这威力 起码是个实际地震吧 夜晚表情严肃 不是简单的地震那么简单 这是空间震荡 异次元裂缝 就是空间震荡崩裂而形成的 而严重的空间震荡 是会导致整个异境崩塌的 陈老师听言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唐红山微微醋眉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所有人 赶快上车 离开这个异境 这一声 是唐红山凝聚六级的魂力发出来的 所以格外嘹亮 声波迅速传播开来 不仅在场的众人听见了 连异境基地里的守夜人 都摇摇晃晃地跑了出来 惊慌失措 唐队 怎么回事啊 唐红山表情严肃 这个异境出现了空间震荡 立刻用系统通知所有基地里的人 用最快的速度撤出来 离开这个异境 啊 那守夜人一正 那基地怎么办 基地里还有那么多物资 说什么屁话 唐红山骂道 空间都有可能会崩塌 还踏马基地物资呢 先保住这条小命再说吧 守夜人 哦 好的 唐红山大概也是被这人整无语了 回过头来又对林奈他们说 咱们也别磨叽了 赶紧上车逃命 林奈点头 很快 众人都慌慌张张地上了运输车 唐红山亲自驾驶 二话不说就将油门踩死 运输车的马力飙到最大 往空间门的方向全速驶去 很多人都还没来得及寄紧安全带 车子就往前冲出去了 差点没从座位上飞出去 这种特殊型号的装甲运输车 虽然体型庞大 躯体沉重 但马力却很足 尾端还带有魂能推进装置 真正飙起来的速度比不少职业赛车都要快 地震一直持续 而且好像还越来越强烈 林奈看向车窗外 只见远处很多地方 空间都出现了扭曲 甚至凭空出现了一次元缝隙 夜晚说的没错 果然是空间震荡 运输车一路狂飙 却摇摇晃晃的很不稳定 好几次都差点开进地面崩裂开的峡谷之中 车内众人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尖叫声 唐红山也是冷汗层层的 咬牙全神贯注 他知道 这种时候不能减速 稍微慢一点 可能命就要丢了 遇到敌人还能抵抗 哪怕对手再强 起码还能想办法逃跑 但这种毁灭及的自然灾害 哪怕是夜晚这种万象级别的魔艺 都没有办法 哼 天空突然崩裂 只见数千米的高空之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 随即就见一道扭曲狭长的空间裂缝 突然如落雷般垂直砸落在大地上 就仿佛天空被劈开了一道口子 唐红山瞪大眼睛 这种情况 他之前也见过一次 就是灵奈觉醒神明之力的那个晚上 但是这一次劈裂开的异次元裂缝 明显比那一天晚上还要巨大太多了 更恐怖的是 这条异次元裂缝居然正正好好 就笔直地落在唐红山他们的车子面前 唐红山急忙猛打方向盘 要是车子冲进一次元裂缝中 那就完了 只不定会跑到哪个陌生的位面去 闯进陌生的位面倒也还算好了 万一进入那种不稳定的空间裂缝中 搞不好 还有直接被扭曲的一次元空间撕碎的风险 运输车急速转弯 竟然还玩出了一个飘移 但那条劈开天空的一次元裂缝中 传出恐怖的能量波动 运输车内的设备受到影响 竟突然全部失灵了 而且运输车明显正在被那一次元裂缝中的犀利吸引过去 唐红山顿时惊慌起来 糟了 车内的警报灯不断闪烁 唐红山忙道 小川 快来帮忙 车厢内摇摇晃晃的 但杨小川还是努力奔到他身边 怎么回事唐队 系统出故障了吗 唐红山咬牙 肯定是被那一次元裂缝传出的能量波动影响的 你赶紧看看 能不能想办法恢复 好好 杨小川手忙脚乱 尝试了几次 不行啊 唐队 车载系统根本打不开 车内众人已经完全慌了 他们哪里想到会这样 这才刚刚脱离了危险 解决了那帮匪徒 竟然又遇上了空间震荡 这也太倒霉了吧 唐红山面色苍白 无论他怎么做 系统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一瞬间 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一次是真的完蛋了 林奈冷静地打开系统 与莫兹沟通 莫兹 你能修复车载系统吗 莫兹 这种情况 不过我们的4090XS 更新过这种插件 我这就来帮助他们修复 过了几秒钟后 车载系统突然恢复了 系统画面恢复了正常 唐红山震了一下 转头问杨小川 你弄的 杨小川茫然 不是我呀 算了 管他呢 唐红山咬着牙 猛地一打方向盘 运输车扭转了一个方向 马力全开 远离了那个益次元裂缝 唐红山和杨小川 都松了一大口气 这个时候 林奈忽然听到一声龙吟 那声龙吟 好像不是通过耳朵听到的 而是直接传进他脑子里的 林奈震了一下 转头朝窗外看去 瞳孔赫然瞪大 只见一头体型 超级巨大的黑色巨龙 从天空飞掠而过 那黑色巨龙张开翅膀 超级巨大的身躯 至少有好几公里长 双翼展开 几乎完全遮蔽了整个天空 一瞬间宛如夜幕降临 林奈几乎是呆滞了一秒 再一眨眼 车窗外那黑色巨龙 居然直接消失了 高空之上 依然是茂密扭曲的黑色树木 布满了整个天空 难见天日 而那头超巨型的黑龙 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林奈皱眉盯着天空 刚刚 那是怎么回事 运输车最终还是冲出了异景 回到了人类未免 唐红山抹了抹头上的汗 靠在座位上 松了一大口气 马德 还真是吓人啊 林奈走上前来 道 唐队 以前你碰上空间震荡的情况吗 相当于几千万年一次的大灭绝 正好被你给撞上了 唐红山说着 忽然顿了一下 转过头来 悠悠地看着林奈 但我觉得 你小子有当柯南的前置 你才执行几次任务啊 就遇到两次突发状况了 没准你能有幸 再见一次 林奈 没有应声 林奈转过头去 看着车后方的二号空间门 意境震荡 二号 一次原空间门的外表 也出现了异样 那裂缝之中的颜色不停闪烁 能够看得出 其中的空间 仍在处于不稳定状态 刚刚那头 在天空一闪而过的 超巨型黑色巨龙 到底是幻觉 还是真实的 林奈臣死着 没有答案 守夜人总部 庞局长站在窗前 神色凝重 高大的身躯 挡住了窗外的阳光 让房间显得有些昏暖 局长 刘鹤匆忙忙地 从外面赶进来 焦急地说道 出大事了 二号空间门 这是我已经知道了 庞局长说 从一个小时之前到现在 我已经接到800条汇报的电话了 他没事 林奈和唐红山他们 算是最早一批 从异境逃出来的人 都没受什么伤 那就好 庞局长叹了口气 一个城市出现两个空间门 我就知道 不是正常现象 是我大意了 不该这么早开放二号空间门 让冒险者进去探索的 这一个多星期以来 夜城对二号异境的投入非常之大 建立了异境基地 探索各个区域 都消耗了大量的金龙 如今却发生了 这样不可抗力的意外 刘鹤苦笑 也不能这么说 之前二号空间门 一直都很稳定 这样一座特殊的异境 谁都会想要进去看看 会不会逃到什么好东西 谁能想到 突然就出现了空间震荡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后悔也无济于事 庞局长没在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说说另一件事吧 听说 林奈他们在二号异境 除了遇到空间震荡 还碰上了一帮异境匪徒 是的 刘鹤正色起来 道 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帮匪徒是基因公司派来的人 根据审问那些抓到的匪徒 他们真正目的并不是打劫求财 而是想要绑架使徒 庞局长眯了眯眼睛 基因公司啊 几天后 早上八点 林奈躺在床上 还在睡梦中 一个令人心旷神医的柔和香味 忽然飘入鼻中 那是少女的体香 林奈哥 林奈哥 夜晚在林奈的床边 轻轻摇晃着她的肩膀 轻柔细语的温柔叫道 起来喝药了 林奈完全没有反应 依旧沉睡得很死 翻了个身 继续睡觉 唉 夜晚心红的眼眸玩味的眯起 嘴角稍稍扬起一个弧度 哼哼 不起是吧 红眼夜晚踢掉拖鞋 赤足踏上了林奈的床 林奈正沉睡着 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压在她的脸上 眉毛顿时微微皱起 朦胧梦中 好像有什么冰冰凉凉的东西 压迫着她的脸部 像是一团柔软却又沉重的布丁 那布丁不仅冰冰凉凉的 还带着一股特殊的香味 居然感觉还挺舒服 但是那布丁又好像十分调皮 不断地主动凑上来 好像逼着非要自己吃掉她不可 可林奈在梦中下意识张嘴的时候 那布丁又立刻逃走了 连续几次 那布丁不断挑逗着她 让林奈吃又吃不到 躲又躲不开 十分难受 又过了一会 那布丁整个压了上来 林奈感觉自己鼻子都快被压扁了 呼吸都被压破住 只好张开嘴呼吸 然后猛地从睡梦中醒来 睁开眼睛 这一睁眼 林奈就有些梦了 只见红眼夜晚站在她的床头 双臂抱在胸前 居高临下地弯着腰望着她 喂 你到底要睡到什么时候 快点起来了 怎么是你 林奈打了个呵欠 揉了揉眼睛 心想刚刚真是一个奇怪的梦 不过这红眼小妞 一大早地站在自己的床上干嘛 一大早地不要乱吓人 容易把人吓出毛病来 林奈又打了个呵欠 你怎么出来了 我拐巧青春的碗 去哪了 夜晚眯眼 七 我拐巧青春的碗 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呀 林奈 你二姨说的呀 夜晚 林奈揉着眼睛 这么早叫我起来大麻 夜晚依然居高临下 当然是叫你喝药了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从异境采摘回来的 那个要要连续喝上一个星期 才能真正展现效果 你乖巧青春的碗 温温柔柔地喊了你半天 都没能把你咬醒 还不是得靠我 才能把你叫起来 你对我做什么 幻术 林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刚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不会是你弄的吧 奇怪 这个梦也太真实了 咋感觉鼻子上 还有残留着冰凉凉的触觉 红眼夜晚 面颊微微一红 脸上 却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 我才没有对你 做什么奇怪的幻术呢 肯定是你这个好色的人类 又做了什么奇奇怪怪的梦吧 别废话了 快点起床 林奈笑了笑 表情玩味 夜教官平时都是这么喊人起床的吗 好 红眼夜晚踢了林奈一脚 然后跳下床去 林奈和夜晚面对面吃着早餐 玩 林奈低头吃着面包 忽然叫道 嗯 夜晚茫然地抬起头 嘴角还沾着一点点白色的奶油 现在是乖巧温柔的黑眼夜晚 前几天在一镜 我们从一镜逃出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 天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夜晚疑惑 没有啊 怎么了吗 少女歪头 你看见什么了 没什么 林奈心想 果然 跟其他人一样 居然夜晚也没有看见 那头超巨型黑龙 如此庞大的体型 再加上那声震耳欲龙的龙吟 哪怕那黑龙只是转瞬即逝 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察觉 也就是说 那黑龙只有她能看见 可是为什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 早饭后 夜晚返回房间 捣固着她的实验研究 这几天 夜晚一直在做各种超凡实验 林奈也不知道 她到底在实验什么 每次问起时 少女的反应都是嘀嘀咕咕的 说不出来 但每次林奈走到她房间 都会被她房间的场景震惊到 一个小小十平米的房间 都能被少女整成一个实验室 各种乱七八糟的超凡实验器材 铺的房间满满的 除了一张床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各种实验器材 少女一身白大褂 戴着口罩和护目镜 神情认真且平静 双手在电脑键盘上快速敲打着 旁边各种设备线路管子 连接着各种超凡材料 不时闪烁出 看起来很不稳定的魂力能量光运 林奈都有些担心 那些超凡材料 会不会突然炸开 少女操作了一回电脑 忽然感受到林奈的注视 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 脸红羞涩地缩了缩脖子 嗯 然后怯生生地问 怎么了吗 林奈哥 林奈挠了脑耳根 没事 回到房间 林奈简单统计了自己前几天任务的收获 这次运输物资的任务 本来是最低等的一级 但由于碰上了突发事件 按照那帮匪徒的实力 林奈的任务奖励再次提升到了C级 任务奖励 三万金龙 三百点守夜人积分 低级魂力等级药剂星号3 这些任务奖励 对于林奈来说并不算是最大的收获 最大的收获 是他解决那些匪徒之后 从那二十几个匪徒的系统空间里 搜来的物资 包括那三个六级匪徒 一共搜刮到了足足20W加金龙 加上之前两三次的任务 林奈身上可谓是 揣着30W金龙的巨款 这么大的一笔钱 换在一个月前 都是林奈想都不敢想象的 一金龙 就已经是普通人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林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平静 平静 这算个啥 只是个开始而已 接着 林奈继续清点 那帮匪徒身上 林奈还搜到了各种基因药剂 大概80加支 魂力等级药剂 大概90加支 当然了 那些副作用极大的基因药剂 对林奈来说没点屁用 只能看回头能不能倒卖出去了 魂力等级药剂 学生们日常的说法 是把这玩意叫做经验药剂 林奈这几天 基本上都是当白开水喝 虽然都是低级药剂 但配合上夜晚这几天 用万年黑餐给他熬制的药汤 林奈的等级 这几天可谓是进步神速 不到一个星期 他的实力已经来到了1.9级 离2级只剩下一步之遥 从1级到1.9级 大多数人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而林奈只用了两个星期 然后 还有搜刮到的各种小道具 武器 装备 超凡材料 黄碳石 白铁 黑夜草 红魔花 黄金 可惜 都是一些基础的超凡材料 没有什么太值钱的 10颗高级毒气烟雾弹 25个普通烟雾弹 30几个魂能手雷 10个魂力燃烧瓶 10个雷暴手雷 35张低级陷阱符 魂力短刀若干 12把2级魂力手枪 5把3级魂力手枪 2把4级魂力枪 还有一把5级魂能狙击枪 林奈拿出一张低级陷阱符 这东西 好像挺有意思 一张符咒 激活后就可以布置出一个简易的陷阱 嗯 很适合他这种老六 接着 林奈又抱起 那把5级魂能狙击枪 很重 林奈现在的力量 抱起他 居然都还会有点失利 这种魂能狙击枪 与普通的火药狙击枪的外表 大不相同 枪管的口径极大 完全可以塞入一个成年人的拳头 甚至还能多出空间 枪身上 也有许多用于充盈魂力的能量槽 弹夹也是圆柱形的 长得像个巨型的电池 而且 一个弹夹只能开出一枪 这就限制了这种枪的灵活度 和容错率 但是魂能狙击枪的威力 自然也相当惊人 如果能够准确命中 这玩意 抱着这玩意 却只有苦笑 因为这东西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根本就是一个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这东西的威力是很大 但是现在的灵奈根本无法驾驭 之前使用四级魂力手枪 只开了一枪 就直接把他的手臂给直接震抹了 更不要说是五级魂能狙击枪了 事实上 五级狙击枪正常情况下 是给六级以上的魂枪手使用的 魂枪手是枪械专精 在驾驭魂力枪的方面 也会有所加成 其他职业超凡者 哪怕是七级 使用五级狙击枪 也扣动不了几次扳机 因为魂能狙击枪 有着巨大的反阵力 到了这个阶段 已经不是普通的后座力那么简单了 因为驱动狙击枪的动能不是火药 而是魂能 巨大的反阵力 甚至会让没有经验的使用者 体内的魂力出现紊乱的情况 一个七级舞者 在没有经过相关训练的情况下 若是直接使用五级魂能狙击 一枪开下去 魂能枪巨大的反阵力 会令他根本打不准 还会被枪械传来的反阵所伤 远战的时候打不准 还会伤到自己 近战的时候 对于武者而言 根本用不着这种东西 所以魂能枪这种东西 等级越高 对于其他超凡职业 就越是鸡肋的玩意儿 带把高级枪出去 开一枪超过十米 根本打不准 还把自己的手腕震伤了 根本划不来 除了魂枪手之外 其他职业的超凡者 平时基本只会在身上 带上一把低级魂力枪 不会去购买高级枪的 一个四级超凡者 带个二级手枪 完全够用了 灵奈抚摸着这把狙击枪 心里考虑着 这东西应该怎么处理 接下来又是几天 灵奈依旧如往常 上学 放学 做任务 在家接受夜教官的私人特训 现在 灵奈已经可以勉强 扛过五轮能量风暴的 冲击训练了 就是过程略有些痛苦 第一次 扛过五轮能量风暴的时候 灵奈的鼻子 眼睛 而孔里都渗出了血来 然后当场就倒下 送到医务室去了 回去之后 整整一天都没能下来床 吃喝拉撒 都是夜晚给照顾的 恢复了之后 灵奈又开始挑战 第六重能量冲击 班上的其他同学 早早就已经跟不上 灵奈的训练进度了 这几天 唐红山也在考虑 要不要跟学校商量 把灵奈提前提升到 大二的班级去 现在在大一上课 夜晚作为教官 只好在异度空间 又制造出了一个结界屏障 把灵奈和其他同学 分隔开来 让灵奈单独接受训练 班上的同学 隔着结界看着灵奈 目瞪口呆 基本上都觉得灵奈疯了 她才这个等级 有必要这么摧残 自己的身体吗 等到等级长上来之后 不就自然能够扛得过了 而灵奈却并不这么觉得 上次任务的时候 她能够正面扛住 6.3级舞者的一击 很大程度都是因为 接受了夜晚而魂力 冲击训练的原因 还有使用4级魂力枪的时候 也是如此 夜晚看着强撑着 扛过五轮能量风暴的灵奈 忍不住劝道 灵奈同学 你也不要太勉强了 还是休息一下吧 如果按照人类的等级来计算 她制造的这种能量风暴 每增加一轮冲击的威力 不要比前一轮要高出一倍 6轮能量冲击 对于人类6级超凡者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灵奈仅仅还不到2级而已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不要说坚持了 恐怕不到10秒钟 就要被能量风暴给撕碎了 没事 话虽这么说 但灵奈最终 还是没能扛过第6轮能量冲击 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上汗流加倍 鼻孔耳朵里也再次渗出血来 哎呀 夜晚连忙奔过来 拿出一个药丸 塞进灵奈的嘴里 然后用纸巾 给她轻轻擦拭着鼻血 灵奈哥 你还是不要勉强了 其他同学面面相去 彼此眼神蕴含深意 纷纷露出暧昧的表情 灵奈哥 夜教官 你是不是说漏嘴了呀 好家伙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夜晚这时也才反应过来 啊 脸颊羞红 结巴地解释起来 那个 不是的 我只是叫错了而已 夜教官 你是不是来到我们学校之前 就跟灵奈同学认识了呀 夜教官你到底多大啊 以前就觉得你挺年轻的 夜教官 你跟灵奈同学是男女朋友吗 我夜晚一听 更加慌了 连连摆手 不是不是 你们不要误会 灵奈 嘿嘿 你们才知道吗 那天晚上凌晨三点多 任务回来之后 我就看见灵奈同学和夜教官两个人 单独进了实验楼 卧槽 还有这种事 细说细说 嗯 夜晚低下头去 脸颊更烫了 脖梗烧红的 好像马上冒出蒸气来 底下的同学正窃窃私语 小声兴奋讨论着 忽然感觉到周围的温度 好像一下子上升了不少 有人抬起头来 却一下子呆住了 只见夜晚的眼睛 已经变成了心红的颜色 表情玩味轻蔑 你们好像很闲嘛 是不是觉得 教官平时对你们太好了 就可以随便说教官的闲话 只见夜晚的周身 燃烧起熊熊暗色火焰 那火焰很快 蔓延成炙热的烈焰漩涡 将众人完全包围在其中 众学生 Sigma 灵奈叹息 干嘛要做死呢 下课后 灵奈看着训练室里躺了一地 浑身被烧成焦炭 魂力枯竭 无法站起的一众同学 默默地摇了摇头 打开系统面板 联系了医务室 喂 医务室的江老师吗 麻烦派35个担架 和35个医务员过来 我们搬全军覆没了 不是任务出事了 就是单纯的全军覆没了而已 今天上实战训练课的强度 稍稍高了那么一点点 哦对了 大一 九 搬申请休息一个礼拜 我的这班同学 应该一个礼拜 别想下床了 除了我以外 下午 灵奈一个人单独跑了一趟 夜城的黑市街区 他要消脏 从那帮异界匪徒身上 灵奈搜刮到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 装备 道具 但是很多武器根本都用不着 灵奈打算把这些东西全部卖掉 其实 系统商城也有出售闲置物品和拍卖行的功能 但是灵奈的这些东西都属于脏物 他得到这些东西的手段 本来就是不能公开的 要是全部丢到系统拍卖行上去卖 肯定会被人怀疑 想来想去 也就只有黑市比较合适 去黑市 必须要低调才行 灵奈稍微打扮了一下 穿上黑色卫衣 戴上冬帽 口罩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还戴了美瞳隐形眼镜 这样 他人就不能通过红膜检测出他的身份了 来到黑市街区 灵奈穿过街道 在一家家店面前走来走去 最终来到一家 名为黑沙雪茄体验店的店门前停了下来 走进店面 内部的装潢设计 跟常规的雪茄体验店 没什么区别 不过灵奈知道 这只是表象而已 真正的东西都藏在后面 吧台后面 一个看起来50多岁的男人 正坐在那里 擦着一个威士忌的杯子 那男人皮肤有黑 眼睛很小 且眼睛间距很宽 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 长得就跟个鲨鱼似的 什么事 男人上下打量了林奈一番 虽然林奈戴着口罩和兜帽 但还是能看出她的年纪不大 玩味的笑起 小同学 不会是来体验雪茄的吧 林奈淡淡地说 听说你这收获 卖点东西 男人眼睛一瞇 哦 会来到黑市的 大多数都是没有工会 没有公司的一金冒险者 或者流浪傭兵 看林奈这个年纪 男人不认为 他能拿出什么值钱的好东西来 不过男人还是懒洋洋地说道 好吧 想卖点什么 拿出来看看 林奈一抬手 将系统物品 空间内的东西倒出来 十几把魂力枪 哗啦啦地倒在吧台上 把男人都看呆了 一时有些猛逼 这么多魂力枪 男人拿起其中一把魂力枪看了看 又抬头看了看林奈 怀疑道 你这不会是从 卫免军的军火库里偷出来的吧 林奈说 的确 然后又饶有兴趣地问 哪来的 林奈面无表情 这我不需要告诉你吧 你就说 收不收就行 男人望着林奈 咧开嘴笑了笑 嘿嘿 确实 来这里卖东西的人 身上的东西多多少少来源 都有点不干净 接着 他又拿起一把魂力枪 把玩了一会儿 说 这些魂力枪 基本上都在七成星以上 这些二级魂力枪 我可以用两千金龙 一把的价格回收 三级魂力枪五千金龙 居然还有四级魂力枪 你小子道红不浅啊 这种等级的魂力枪都能搞到 林奈微微醋眉 价格低了点吧 男人认真的说 价格不低了 黑市就是这个价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随便转转 我保证 没有一家店出的价格会比我高 林奈看男人这态度 估计他说的不是假话 事实上 男人给的价格 也比他想象的 要稍稍高一些了 他嘴上说觉得低 其实也只是故意装装样子罢了 我还有其他东西 林奈说 这把台放不下 男人挑了挑眉 深深看了林奈一眼 行 跟我到里面来吧 嗯 男人打开吧台后面的一扇门 两人来到里面的房间 这是一个标准的雪茄屋 两边是很古典的柜子 中间放着三张古谱的皮质沙发 还有一张很大的茶几 男人在沙发坐下 坐吧 小兄弟 哦对了 还没自我介绍 你可以叫我黑莎 至于你 要是不想暴露身份 就随便给个称号啥的 林奈想了想 说道 我叫唐红山 行 唐先生 黑莎拿出一根雪茄 笑眯眯地递给她 来一根 林奈摇了摇头 她不抽烟 更不会抽雪茄 就算会抽 她也绝对不会在外面 接一个陌生人的雪茄 这个时代 什么都得小心 黑莎笑了笑 把雪茄收了回来 自己拿雪茄钱剪掉头 点燃抽了一口 有什么好东西 就都拿出来看看吧 唐先生 林奈抬手一挥 一口气将物品空间里的东西 全部都下载了出来 一时间 各种超凡材料 还有花花绿绿的基因药剂 就跟倒糖果似的 哗啦啦地 倒了满满一桌子 黑莎倒吸一口凉气 那些超凡材料 都是基础材料 倒是没有什么 但是那些基因药剂 黑莎拿起一支基因药剂 仔细查看 以她的经验 很快就认出 这些基因药剂 都是基因公司内部 才会生产发放的 你是基因公司的人 林奈点了点头 没错 黑莎说 那就难怪了 她看林奈的眼光 变得复杂了许多 这么年轻 就能够加入基因公司 恐怕天赋不低啊 这年轻人的超凡职业序列后 估计起码在一百号之前 而且 就算她是基因公司的 普通的底层员工 每个月也只能拿到 一两支基因药剂而已 这个叫唐红杉的年轻人 居然能一下子 拿出这么多来 黑莎有点摸不准 林奈的背景身份 搓了搓手 说道 这些基因药剂的质量都不错 这些超凡材料 我也可以回收 这些加起来 我愿意出价 嗯 三十万金龙打包全部 你看怎么样 林奈心中暗暗一跳 没想到 这些基因药剂 原来这么值钱吗 从那二十几个匪徒身上 她才一共搜来 二十多万金龙 没想到 可以 林奈面上 做出面无表情的样子 神色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样东西 林奈说着 又将那把五级狙击击枪 放在桌上 轰龙 黑莎眼睛一亮 轰龙 是这把五级狙击击的名字 黑莎抱起那巨大的魂能重拘 抚摸着枪身 没想到 你还藏着这么好的宝贝 四级手枪 我可以出一万金龙收购 至于这把五级狙击击枪 嗯 我可以出价十万 十万 还是黑市的价格 如果是正规的系统商城售价 这样一把至少八成新的 五级魂能狙击击枪 至少可以售卖到 二十万金龙的价格 不 林奈却摇了摇头 说 这把狙击击枪我不卖 呃 黑莎愣了一下 你不卖 我要自己用 林奈说 而且 我想要向你购买一些 五级狙击枪的配件 什么配件 降低魂能反阵力 和后座力的配件 以及增加魂能冲击 稳定性的配件 林奈想了想 又补充道 我的超凡职业 不是魂枪手 无法随时给魂能枪充能 所以我 还要买二十个备用的 魂能电池弹夹 黑莎摸了摸下巴的胡渣 如果你的职业不是魂枪手 其实我是不建议 你使用魂能狙击的 弹夹和配件的成本太高了 改装狙击 安装配件 的确可以降低 五级狙击枪的魂能反阵力 但安装那些配件都特 烧钱 而且非魂枪手的职业 无法给电池弹夹充能 也就是说 一发狙击打掉 一个狙击电池弹夹就废了 必须要持续消耗才行 一管五级魂能狙击电池 还特别贵 所以 这玩意儿不是土豪的话 根本玩不起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建议 如果你直接想要用的话 我也能帮你改装 改装费我就不收你钱了 就当交个朋友 黑莎如此说着 想了想 又问道 对了 方便问一下 你的等级是多少 有胆子使用五级魂能狙的 最最起码 是个六级以上的大佬了吧 到达六级 魂能狙击 再经过一些改装的话 的确是可以勉强使用了 当然也只是勉强而已 这么年轻就达到六级 基因公司 到底是给她为了多少金烟药水啊 林奈淡淡地回答道 一点九级 黑莎 黑莎一脸猛逼地望着林奈 那表情就仿佛在说 你他妈在逗我 林奈也平静地看着她 那表情是在说 你看我像是在逗你吗 一 一点九级 黑莎还在怀疑 当当自己听到的数字 有没有出现误差 嘴角抽了抽 小同学 你怕是想不开吧 以你不到二级的体质 五级狙击枪的魂能反振力 足以将你的身体 瞬间震成血水 林奈说 这你不用管 你尽管帮我改装就是了 黑莎 行 深吸了口气 黑莎对于林奈的看法 又改变了许多 原以为是个大佬 现在看来是个傻子 这样的少年 他见得多了 年少轻狂 少年时期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 就以为自己 是那个万中无一的天选之子 各种能力拉满 没有不能驾驭的东西 算了 无所谓 反正只要对方给钱就行 黑莎去拿来了一个工具箱 从里面拿出了一大堆配件 摆在林奈面前 这个 是枪口补偿器 可以增加弹道距离稳定性 使枪械更容易控制 这个 是魂能稳定器 可以减少射击时能量迸发的反正力 这个 是枪手专用符文刻印 用来附魔在枪身上的 可以增强蓄能威力 并增加魂能稳定性 这个 是脱腮板 可以降低后座力 这个 是蓄能电池辅助线 黑莎介绍了一大堆配件 然后看着林奈 说道 一套配件下来 不包括蓄能电池弹夹 是15万金龙 价格得先跟你说清楚 别到时候 说我黑你 林奈感到有些肉疼 这一套配件改装 已经完全超过一把 轰隆本身的价格了 不过考虑到 自己目前还没有 远程杀伤的能力 一架狙击枪 还是很有必要的 林奈大手一挥 豪横地说道 知道了 装吧 黑莎看到林奈的决心 便不再多说什么 反正他只是个黑市商人 做买卖的而已 二话不说 便开始低头给林奈的 这把轰隆组装起来 一个小时以后 改装后的五级轰隆魂 能狙击枪 放在林奈的面前 外观变化了不少 看起来体型更加庞大 也更显野性了 虽说是狙击枪 但外形几乎已经接近炮了 林奈又问 蓄能弹夹呢 黑莎又把一个大箱子 放在林奈的面前 伸手轻轻拍了拍 二十管蓄能电池弹夹 一管电池一万金龙 林奈瞪大眼睛 一管电池一万 魂能狙击枪 一枪就要消耗 一整管魂能电池 那不就意味着 这魂能狙击 开一枪就要打掉一万金龙 这特么土豪都烧不起吧 黑莎苦笑 五级狙击枪的电池 就是这个价格 这个弹夹 系统商城上也有卖的 你可以自己打开系统商城看看 系统商城上售卖的那些正版型号 比我这个还要贵 所以我刚刚才劝你来着 这东西如果不是魂枪手 使用起来的成本太大了 魂枪手可以给电池充能 所以一万金龙的电池 对于他们来说可以反复使用 而其他职业却不行 况且没有控枪数 你很难控制得住 威力这么大的狙击枪 虽然他威力真的很大 如果能够精通 远程射杀比自己等级高一两级的敌人 是轻轻松松的事 但如果掌握不了 也着实也很鸡肋 灵奈沉默 他打开系统商城查看 果然就如黑莎说的一样 没关系 这二十发我要了 考虑片刻后 灵奈手放在那箱子上轻轻抚摸 但你这电池不是正版的 威力应该不会打折扣吧 放心 黑莎拍了拍胸脯 我黑莎卖的东西绝对可靠 这种盗版电池唯一的缺点 就是蓄能次数寿命短 不过嘛 反正你也不是魂枪手 也不能给这电池充电 所以这个缺点 对你来说等于没有 行 灵奈点点头 付了钱 黑莎给了灵奈一张他的名片 说以后 如果有好东西 还可以来找他 走出店铺 灵奈心想 这还是他第一次 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啊 滴滴 系统面板这时 忽然弹了出来 有人来电 是唐红杉 灵奈接起电话 喂 唐队 唐红杉道 灵奈 两个小时之后 来守夜人总部集合 灵奈 知道了 电话挂断 两个小时后 灵奈来到了守夜人总部 见到了唐红杉 之前那帮异界匪徒 已经基本都招供了 唐红杉说道 他们承认 他们都是基因公司派来的 不过 他们说 他们并不是基因公司的正式员工 而是拿报酬办事的雇佣兵 只有他们的头 跟基因公司的交情比较深 灵奈知道 唐红杉所说的那个头 就是那个高个匪徒首领 可那家伙 现在已经死了 灵奈问 基因公司那边什么情况 唐红杉说 基因公司 夜成分公司那边的负责人 并不承认这件事 他们要求 让我们给出证据 灵奈想了想 那陈伟那边呢 这个陈伟 根据那帮匪徒的招供 好像也不是基因公司的正式员工 不过听说 他跟基因公司的某个主管 已经做过好几次交易 唐红杉说 不过 那小子的嘴巴也很硬 无论我们怎么逼供 他都是一样的态度 不肯承认 是吗 灵奈心想 他倒是没想到 这陈伟居然还会帮背后的金主 隐瞒信息 唐红杉说 陈伟的情况特殊 他是一能黑客 国际超凡者协会 已经介入了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 找到陈伟他们背后的那个主管 并且抓到证据 灵奈一听 眼睛微微眯起 嘴角不易察觉地 扬了一下 便说 那这事就交给我吧 嗯 唐红杉一脸茫然 交给你 守夜人总部附十层 囚禁室 这里 是临时关押守夜人 抓来的犯人的地方 其实 简单来说 也可以说是牢房 陈伟已经被关在这里 一个多星期了 囚禁室的面积不大不小 有十平米 单人间 环境其实也不算太差 至少没有老鼠蟑螂啥的 而且还算干净 四四方方的铁皮墙壁 一张床一个马桶 头顶一个监控 实时盯着他 不过考虑到 他一能黑客的身份 这几天守夜人 又新安装了两个监控器 加上一个 系统安全 信号警报器 防止他利用黑客的能力 破坏牢房的铁门 陈伟躺在床上 撇了撇嘴 心想以为 这就能困住我 真是天真 太小瞧一能黑客了 从监控器的视角 看起来陈伟全天 基本上都躺在床上 翘着二郎腿摆烂 除了吃喝拉撒之外 其他时候 都是老老实实的啥也不做 但事实上 陈伟闭着眼睛 在他的脑海中 有一个巨大的网络地图 守夜人总部的 每一个网络节点 终端位置 设备的线路分布 都在他脑海的 网络地图中 一览无遗 这是他一个 星期以来的成果 守夜人总部的 安全系统网络 就是这么不堪一击吗 可笑可笑 陈伟玩味的仰起嘴角 再次夸赞自己 真是个天才 接下来 就只要破解 囚禁是牢门的密码 再破解安全通道门的密码 电梯的密码 防火墙的密码 还有 安全警报系统发现 一旦被发现 哪怕破解了密码 也没用了 守夜人总部高手众多 一旦有人发现 他想越狱逃走 立马就会有人追上来 以他三级的实力 在那些五 六级大佬的面前 根本跑不了多远 就会被抓回来 所以这就需要 花一点时间了 陈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小心翼翼地 用异能探索着 守夜人总部的网络 用异能病毒感染 那些防火墙 终于让他 拿到了所有门锁的密持 呼 陈伟呼了口气 虽然完成了 但汗水还是渗了出来 这种东西不能失误 否则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成功之后 他心情振奋 很好 现在 就只需要等到晚上 守夜人的轮班规律 他早也已经通过监控 掌控的一清二楚了 马上 他就可以出去了 陈伟兴奋地握紧了拳头 他打开通讯面板 找到之前那个 精英公司的金主 陈伟 我已经破解了 守夜人的安全网络 晚上就能逃出来了 凌晨两点十五分 你派人过来接我 你确定 陈伟 我有必要骗你吗 陈伟 这帮守夜人的安全系统 我都已经摸透了 不过 就算我趁着手 被空荡逃出来 大概只要五分钟的时间 他们也会发现我已经逃了 所以我需要你派人 在守夜人大厦出口接应我 金主 行 凌晨两点十五分 我只让人等你一分钟 如果你在约定的时间 一分钟内没有出现 我们公司就直接放弃你了 你也别怪我们不仁不义 陈伟 撇嘴 放心吧 我一秒钟都不会迟到 时间我都已经计算好了 此刻 夜城某处 另外一个房间 微胖男人结束通讯 回头看向身后那西装革履的高大男人 老板 他说他有把握能逃出来 西装革履的老板抱着双臂 考虑了一会 说 那就再相信他最后一次吧 毕竟这小子也是个人才 即使是异能黑客 能够破解手夜人安全系统 并在地下十层囚禁牢房越狱逃出来的 这世上都没几个 微胖男人道 行 那我晚上派小生去接他 夜 渐渐深了 凌晨 2点08分 在囚禁室床上 装作已经睡着的陈伟 突然睁开了眼睛 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 陈伟翻身起床 眼瞳内闪烁科技的电子闪烁 面前的系统面板 一连串的数据代码 急速运算 滴滴滴 咔 囚禁室的三个监控器 一个安全检测器 在一瞬间 通通被他害入屏蔽了 陈伟走到囚禁室铁门边 眼瞳又是一阵闪烁 铁门的电子锁 滴滴两声便被打开了 电子锁打开了 这囚禁是 还有一个物理锁 陈伟拔下自己 一根头发丝 捏在手中 凝聚异能 让那根头发丝 瞬间变得挺直 坚硬 将那根头发插进锁心 不到两秒钟 就听见咔的一声脆响 物理锁也被他打开了 陈伟一脸轻蔑 像我这样的天才 真是很难不自负呢 如果我的超凡天赋 有A级以上的话 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 能算得了什么 哼 陈伟打开牢门 迅速跑了出去 现在2点08分 他只有7分钟的时间 要重复10层 通过紧急通道的电梯 逃到一层 再打开守夜人 总部大门的门锁 不过陈伟 事先早已计算好了时间 对于他来说 7分钟的时间 绝对足够了 几个巡逻的守夜人 都被他轻松地避开 身形矫健如黑影般 迅速来到安全通道 进入电梯 陈伟先黑掉了电梯的监控 然后又用系统 控制着电梯上升 比想象的还要顺利 陈伟笑了笑 滴 电梯到了 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身影正靠在门口 好似已经等了他很久了 随着大门的打开 陈伟的瞳孔逐渐放大 最终表情完全震惊 林奈靠在墙边 打了个呵欠 揉着心松困倦的眼睛 这么晚了 还出来散步啊 你 陈伟喉解滚动 眼睛里透出恐惧 身体下意识地往后退 大晚上的 你不睡觉 还得让我陪着你不睡觉 真是麻烦 林奈抱着双臂 懒洋洋地看着他 神情玩味 现在 黑客游戏结束了 2点15分 一辆黑色轿车 停在守夜人 总部大厦外的马路对面 车窗被缓缓放下来 一个年轻男人 坐在驾驶室里 看着守夜人大厦的安全出口 他自然就是 微胖男人派来接应的小绅 小绅打开通讯 汇报着情况 那小子还没有出现 嗯 我再等25秒 如果他还没能逃出来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 凌晨两点多 夜晚的街道空空荡荡的 陈伟看起来很慌张 一路朝马路这边跑来 小绅一愣 随即说道 老板 他真的逃出来了 我知道了 陈伟一下子就看见了 停在马路对面的黑色轿车 认出了那是基因公司的车牌号 他迅速奔来 打开车门 钻进车内 小绅二话不说 一踩油门 车子直接窜了出去 很快开远了 陈伟坐在车后坐 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口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陈伟问道 逃出来的时候被人发现了吗 嗯 陈伟咬了咬牙 又是那个林奈 我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居然在我逃出来的时候 正好撞上他 做完任务返回总部信号 我还留了一手 用了两颗毒气烟雾弹 才成功逃脱了 是吗 小绅听言 有些担心 又通过车的镜子 检查了车的后方 担心有尾巴跟上来 放心吧 他没有防备 吸入了我的毒烟弹 陈伟说 高级毒烟弹的威力 你也清楚 他人被惊动 追出来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找不到我们了 小绅点了点头 虽然如此 但小绅还是抱着 小心谨慎的态度 将车子一路开到了城外 离开了夜城 脱离了城市监控的范围之后 在郊区换了一辆 早已准备好的 外形 品牌都完全不一样的车子 才重新开了回来 开回夜城的时候 还在外面 荒芜人烟的平原 路上绕了至少六个小时 确保不会有任何尾巴的可能 小绅当年 在卫免军的时候 是侦察兵种出身 他的超凡职业 最擅长的也是侦察与反侦察 十级以下 没有人可以这么长时间 跟踪他不被发现 然而整个夜城 都没有一个十级超凡者 这也是微胖男人派他出来 接应陈伟的原因 等开回基因公司的秘密基地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小绅带着陈伟 见到了基因公司夜城分部的主管 也就是之前被微胖男人称之为 老板的那个西装男 房间很昏暗 除了陈伟和小绅 还有三个人 除了主管 还有那个微胖男人 和一个高瘦男人 主管坐在办公椅子上 椅子缓缓转了过来 见到陈伟 他表情冷漠 这一次 你失败了 你向我保证过 绝对不会失败的 陈伟耸了耸肩 谁都会失败 人有尸首马有尸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失败不是很正常的吗 哦 主管说 你居然会说这种话 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其实应该怪你们才对 陈伟大大咧咧的说 你们找来的雇佣兵 实力实在是太弱了 十几个 雍兵 居然败在了一个二级 不到的少年手上 嘖嘖嘖 你瞅瞅 你们找的都是些什么人 主管眼神一灵 放在办公椅子手上的手 隐隐用力 你还好意思说 你不是自称 叶城第一能黑客吗 结果入侵人家的系统 不但没有成功 竟然还被人给反入侵了 如果不是你的失误 我们会失败吗 陈伟笑了笑 没有反驳 好像没有一点愧疚 嗡嗡嗡 这个时候 微胖男人的系统 电话响了 微胖男人一打开面板 来电显示 让他顿时瞪大了眼睛 怎么了 主管扭头问 是谁的电话 老板 微胖男人皱眉 是林奈打来的 之前他试图拉拢林奈 进入基因公司 跟他互换了一波电话号码 后来他加入了守夜人 本以为 这个电话号码 再也用不上了 但他这个时候打来 主管眉毛一挑 微胖男人说 老板 之前那帮一介匪徒被抓 他们招供了之后 守夜人一直都在怀疑调查我们 我看这小子 恐怕也是因为 今晚成为越狱的事情 才打电话来的 没关系 主管很淡定 说道 我们有公司的后台 只要没有证据 就算是严谷官方 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接吧 别心虚 打死不承认就行了 是 微胖男人听言 接起了电话 林奈的声音 从系统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喂 微胖男人沉默片刻 然后就露出老油条一样的笑容 哦 是林奈同学啊 没想到你居然还会打我的电话 是觉得在守夜人待不下去了 考虑跳槽过来 微胖男人 哼 林奈同学在说些什么 为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呢 林奈不理会 继续说道 之前那帮袭击我们的一届匪徒 也是你们派来的 对不对 他们都已经招供了 他们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求财打劫 只是借着这个幌子 想要抓走使徒 也就是想要抓走我 微胖男人眯起眼睛 笑道 林奈同学 做事情要讲证据啊 你们守夜人 可是受官方雇佣的 更应该讲证据 不是吗 林奈 证据 证据不就在你们眼前吗 微胖男人 没有理解林奈的这句话 微微醋眉 你说什么 他缓缓抬起头 只见眼前的沉伟 面喊冷笑地望着他 微胖男人的瞳孔渐放大 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碰 这时候 外面有人匆匆忙忙闯了进来 慌张地说 老板 有好多守夜人 将这里包围了 主管猛地站起来 什么 这个基地是严格保密的 即使是基因公司 业成分部的正式员工 也没有几个知道这里 能知道这里的 只有几个他的心腹而已 主管也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他转过头来 愤怒地瞪着陈伟 是你 他拿起桌上的一把左轮枪 对准了陈伟 你敢背叛我 主管没有犹豫 手指一动 直接扣下了扳机 碰 左轮枪口 喷射出紫色的火蛇 夹杂着魂力光束 这时 只听见啪一声声破窗 而入的声响 玻璃碎裂 唐红杉从窗外越了进来 撞破了玻璃 一身抖动的风衣 盖住了外面的月色 手握一柄白茫茫的直刀 刀刃从窍中拔出 闪烁刺眼寒芒 他挡在了陈伟的面前 抬起直刀 只听丁的一声火花剑射 左轮枪的子弹 被他轻松挡了下来 守夜人 主管面色一沉 没想到对方竟然来得这么快 来人 拿下他 四 五个西装革里的保镖 不知从何处冲了出来 唐红杉不慌不忙 甚至根本就不用他动手 又是啪啪擦几声 撞破玻璃的脆响 老张 钉子 阿光 林玉西 还有其他几个人 守夜人 纷纷从外破窗而入 六七个守夜人 很快就将主管的那几个保镖 完全制服 包括小身 微胖男人和高瘦男人 也都分别被钉子和老张等人 按倒在地 用长刀架着脖子 嘿嘿 别乱动哦 老张手握直刀 横在微胖男人的脖梗前 面容音效 舔了舔嘴唇 我们守夜人 可不喜好乱杀人 但是如果敌人拼死抵抗 那我们也没办法 知道不 微胖男人面露恐惧 咽了口唾沫 小鸡啄米式的点头 知道 知道 主管面色难看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他不理解地看向陈伟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陈伟认为自己做一能黑客 帮助守夜人 做这么一点点事 国际超凡者协会 就会放过他了吗 陈伟一脸微笑 抬手捏了个手印 一戎 退 只见他脸部的皮肤 就如舌泪褪皮似的 一点一点地脱落下来 最终变成了另一个人 阿南扯掉了脸上 剩下的一点点皮肤 没想到 真的全被林奈给说中了 这世界 果然还是年轻人的脑子聪明 不过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应该又能批到 一大把休假时间了呢 嘿嘿 主管一脸呆滞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陈伟居然是被人假扮的 房间内的局势已经稳定 林奈悠哉悠哉地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当然没有翻窗户 而是走的正门 打开房间的门 缓缓走到主管他们几个的面前 作为一切计划的布局者 林奈显得很从容 唐红山看了眼林奈 这个自己不到一个月前 刚刚拉入守夜人的少年 心中感慨万千 很是复杂 原本他还在考虑着 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林奈 从守夜人大一 调整到大二 或者大三的水平了 但现在看来 以这个少年的成长速度 可能夜城这个小城市 很快也要容不下他了 基地里充斥着打杀的声音 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很显然战斗是完全一边倒的 由一方已经被迅速制服 一边是精心准备的突袭 一边是毫无防备 基本都在睡觉 还有几个正在打牌抽烟 所以 这场突袭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非常轻松 很快 杨小川从外面进来了 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到唐红山面前汇报道 唐队 基地里的人已经全部制服了 我找到了很多 正在被制造的科技魔物的半成品 这里就是他们制造科技魔物的实验基地 主管的脸皮微微一颤 唐红山面无表情地看着主管 说道 来的时候 我们调查过你的资料了 夜城基因公司分部的主要负责人 江文涛 江主管 根据我们的调查 你们基因公司的上层表示 并不知道你利用职权 在夜城研究科技魔物事情 故人绑架使徒 也是你的一意孤行 当然 我不知道 他们的这番话是真实的 还是纯粹只是把你卖了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主管当然无话可说 他咬着牙关 偏头看着林奈 突然猛地抬起手臂 用左轮枪对准了林奈 林奈面无表情 好像完全不在乎 那对准他的枪口 主管手指一动 眼看就要扣动扳机 这时候 唐红山动了 武技 心毛划闪 一刃闪过 左轮枪被削成两半 江主管的右手掌 也被削成两半 啊 江主管跪了下来 捂着断成两半的右手掌 鲜血直流 唐红山摆了摆手 抓起来 一切比林奈想象的都要顺利 几天后 林奈接到林雨昕的消息 说那位江主管 已经完全招供了 他完全将一切责任 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意图绑架使徒 雇佣艺能黑客 制造科技魔物 都是他一个人的行为 与公司无关 基因公司外国总公司那边 也给了一个回应 此人是临时顶上来的叶城主管 总公司内部现已开会做出决策 决定将该员工开除 严国守夜人和超凡者协会 都可以随意处置他 林奈直言好家伙 这回应的模板 咋这么言熟 则则 果然无论是在哪个世界 资本的嘴脸 都是莫名的相似啊 又过了几天 这一天 来到林奈的班级 这几人其中 竟然还有几个 都是外国人的长相 进来之后 抬手敲了敲敞开的门 任客老师放下手中的粉笔 茫然地看向他们 你们是 我们是国际超凡者协会的 领头那位梳着油头的男人 拿出自己的证件 然后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是来找林奈同学的 我们有几件事情要问他 班上同学的头一时间 全都齐刷刷地转了过来 目光集中到了林奈的身上 林奈看起来毫不意外 好像知道这群人一定会来世的 站起走了出去 找我有什么事 来到一个空着的教室 林奈大大咧咧地坐下来 几个超凡者协会的负责人 面面相去 领头那个梳着油头的青年 面色看起来不太友善 正想开口说什么 但旁边一个红色长发 身材娇好的漂亮年轻女性 拦住了她 并冲她摇了摇头 接着 那红发女人坐到林奈面前 微笑望着她 白死神的使徒 神兵继承者林奈同学 你好 不用紧张 我们只是想问你几个 简单的问题而已 林奈一个战术后仰 手臂环抱在胸前 你看我像是在紧张的样子吗 红发漂亮女人 说的也是 林奈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问啊 红发女人拿出一台平板 手指在上面轻轻滑动 我们听说 在两个星期之前 你们夜城守夜人 在意境执行的那次运输物资的任务 意外遭遇了一届匪徒 林奈 是的 红发女人 对方 还有一个异能黑客 据说奈的异能黑客 使用异能病毒的本领十分高超 直接入侵了你们全班同学的主业系统 并破坏了你们当时的车载系统 导致你们全班的武器无法下载 林奈 对 那么问题就来了 红发女人放下平板 目光注视着林奈 当时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没有被她的异能病毒控制 林奈 好像是 红发女人 为什么 林奈皱眉 这种事情你问我 你不是应该去问那个异能黑客吗 陈伟那家伙 不是已经移交给你们国际超凡者协会了吗 是这样没错 红发女人眼眸微眯 目光注视着林奈 她打算用眼神攻势 让这个青涩的年轻人露出些许破绽 陈伟她说 我的异能病毒是被你破解的 她并没有成功害入你的系统 反而被你的系统给反噬了 同时 你还帮助你的同班同学破解了病毒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为什么能够破解病毒 你只是一个刚加入不久的守夜人 你的系统的安全防火墙 还只是普通版而已 只经过一次守夜人的升级 也未购买过更高的版本更新 为什么只有你没事 林奈并没有被红发女人的眼神 吓到 所以 你现在的意思 是在怀疑我购买安装了非法盗版的安全防火墙系统 还是怀疑 我在外头还有个异能黑客的副业 红发女人说 我们并不是怀疑 我们只是想你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林奈说 我想知道 如果我是异能黑客 那我会怎么样 红发女人深深地看了林奈一眼 说 如果是的话 按照国际超凡者律法 我们有权对你进行拒捕 哪怕你是使徒 神明力量 继承者 也毫不例外 这是国际法 严国也无权干涉 又道 那么 你是怎么帮助你的同学破解异能病毒的 林奈 谁说那病毒是我破解的 嗯 红发女人一愣 我啥也没干啊 林奈贪手 一脸无辜 我是后来才转学到这个班级的 陈伟在那之前 就已经把全班学生的系统都给黑掉了 估计是他还没来得及黑我的系统吧 在红发女人身后的由头青年冷哼道 那帮一介匪徒的目的 就是要绑架你 他们会在没有黑掉你的系统之前行动吗 那我不知道 林奈平静地说 陈伟自己操作失误了吧 由头青年 你班上其他同学和老师的系统呢 他们的系统 为什么突然恢复了 林奈无语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啊 我对系统这种东西一窍不通 一个月前我才刚刚激活的系统 在此之前 我甚至都不知道 有系统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 难道你要我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一边修炼 一边上课 一边做任务 还要一边学习异能黑客的技术 你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吗 由头青年和红发女人都沉默了下来 仔细想想 好像确实不可能 他们来之前 已经详细调查过了林奈的资料 完完全全没有背景 父母都是战死的未面军 最底层的超凡者 而林奈 也的确从来没有接触过系统的机会 在她觉醒成为使徒之前 甚至都还只是一个0.5级的学渣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异能黑客 0.5级的魂力 连控制异能病毒都做不到吧 红发女人沉默了许久 还是说道 为了调查的严谨 我们要检查你的安全系统 希望林奈同学能够配合 还不等林奈说话 红发女人又补充了一句 请你放心 林奈同学 我们的行为是绝对合法的 不会窥探你的个人数据 只是用设备检查你的安全系统 看看你是否有存放异能病毒而已 我们已经向严国方面上报过了 还请来了官方的见证人 她会替你监督我们的行为 红发女人说着 指了指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 那中年男人对林奈点了点头 林奈瞥了一眼 然后完全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耸了耸肩 行 那你们检查吧 随便查 那几个人便拿出了一个个箱子 箱子打开 里面是各种林奈看不懂的设备 那些外国人从设备中 连接了各种花花绿绿的线和管子 连接到林奈的身上 然后打开屏幕开始测试 测试的结果 让几个外国人面面相去 完全没有病毒反应 她真的不是异能黑客 林奈打了个喝歉 检查完了吗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红发女人沉默了好一会 看来的确是我们误会了 可她不理解 怎么可能呢 他们检查过陈伟的系统 确实是被病毒破坏过了 还有那几个匪徒的系统 也同样遭遇了异能病毒的破坏 连系统物品空间都被洗劫一空 如果不是林奈干的 当时在异境里 又有谁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吗 林奈抬头 所以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红发女人 可以 林奈站了起来 直接离开 几个超凡者协会的外国人 互看了一眼 面面相去 没有人阻拦她 眼睁睁看着林奈离开了教室 由头青年眼神一沉 说道 就这么让她走了 算了吧 别乱来 红发女人沉沉地说道 这里终究是在阎国 她是使徒 受到这地区官方势力的保护 没有证据 我们没有理由带走她 去 由头青年低骂了一句 没再说什么 林奈离开教室 回头瞥了一眼 暗暗吐出一口气 果然啊 还是惹上麻烦了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那种情况 如果她不用莫兹破解陈伟的病毒 入侵那些匪徒的系统 她一个人对付那几个六级匪徒 胜算可以说是 微乎其微 不过看来 以后要入侵他人系统的时候 还是得小心一点才是了 否则肯定还会被人盯上 下一次 这些超凡者协会的家伙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糊弄过去了 在这个世界 高层势力时时刻刻都盯着下层的人们 那些天赋高超 最后却沦为资本公司傀儡的例子 比比皆是 哪怕是夜晚这样的战争兵器 实际上也不过是黑天使文明几个集团公司 培养出来的工具罢了 在没有成长起来 拥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太过高调 是傻子的行为 林奈暗暗想着 又沉沉吐出一口气 迈不离去 首页人总部 会议室 刘鹤整理好眼前的资料 距离二号异境出现空间震荡的事件 也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周了 虽然二号异次元空间门 到现在都还未关闭 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空间门 通往二号异境世界 不过根据信息部门的观察 这两周以来 二号异境一共出现了 16次小型空间震荡 三次大型震荡 这个异境世界 还坐着许多守夜人的高层干部 众人都纷纷惋惜叹气 一个城市出现了两扇空间门 一开始大家都还很兴奋 以为夜城可以就此一飞冲天 爬上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行列 根据从黑天使一族的夜晚那里得来的情报 这个二号异境深处 还有许多珍贵的天才地宝 超凡物资 富饶程度 完全可以比你许多拔尖的二线城市 如果能够正式开采的话 夜城的整体实力和等级 肯定都要往上拔高一大层 结果没想到 这个二号异境竟然如此不稳定 太可惜了 庞局长双手合拢 放在下巴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暂时封闭二号空间门吧 暂时不要让冒险者进入了 刘鹤点了点头 是 这个时候 唐红山敲了敲门 走进了会议室 刘队 庞局 你们找我 唐红山看了一眼会议室里坐着的领导 暗暗地抽了口凉气 怎么又是这么多高层领导 这个级别的会议 怎么也轮不上他吧 小唐 你来了 庞局长指了指一个空位 坐吧 是 唐红山坐下了 只是坐在这么多个高层领导中间 他这个小队长总觉得有些不自在 这种级别的会议 刘大队长会把他叫过来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今天这场会议 肯定跟他有一定关系 刘鹤说 老唐 今天把你叫过来 是有一件事 想跟你讨论讨论 唐红山疑惑 到底是什么事啊 刘队 刘鹤 是关于林奈的事 唐红山茫然 林奈 他怎么了 林奈是你的队员 我们都知道 他才加入守夜人 仅仅一个月 但他现在的守夜人积分 是800分 刘鹤拿起一台平板 手指在上面滑了滑 之前亡灵入侵的任务 以及物资的任务 加上后来找到基因公司 将主管的秘密基地 也是他的功劳 他的总积分 已经达到800 按照守夜人的规定 800分 就已经具有成为小队长的资格 唐红山顿时一愣 对了 他才想起来 的确是有这个规定 800分 按照夜城守夜人的内部规定 已经可以申请成为小队长了 别看林奈完成800分 好像很容易 实际上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很多守夜人干了很多年 都没能达到这个分数 就比如说老张 到了这个岁数了 都还只有700多分 林奈仅仅一个月 就达到了800分 对于夜城这样一个小城市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诡异的奇迹了 这其中当然有运气原因 林奈的几次任务 都从一级变成了C级 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实力 否则换一个路人 碰到这种突发情况 直接就死在C级任务里了 唐红山听出了刘鹤的意思 开始有些兴奋地搓起手手 说道 领导们的意思是 想让林奈升至小队长 刘鹤点头 他毕竟是你的队员 所以我们想问问你的意见 嘿嘿 我当然是同意了 唐红山说 林奈那孩子绝对没得说 他当小队长 我觉得他绝对有足够能力 等一下 这时候 一个地中海领导插话了 虽然林奈现在的实力 的确进步神速 但是当小队长 也不是光凭实力 就可以胜任的吧 我们应该经过 更严谨的考核和审核才行 另一个大肚奶的领导 也点头附和着说道 的确如此 要知道一个守夜人 就只是一个战士而已 只用想着如何战斗 和执行命令就可以了 小队长可不一样 那是掌握着 整个小队命运的人 是领导者 除了实力 更需要灵活的头脑 和丰富的经验 同时还要拥有 指挥和服众的能力 这个孩子 才刚刚加入守夜人 一个月而已 我看这个决策略有不妥吧 唐红山听到这话 露出略微不满的神情 怎么就不妥了 总不能只拿一个人的年龄 和资历来说话吧 其实我很赞同 几位领导的观点 这时候 刘鹤说道 事实上作为小队长 更多时候 经验和临场指挥能力 会更加重要 实力反而是其次 会议室的众领导 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刘鹤继续说道 但这几次C级任务 林奈的表现 已经完全证明了 他有这个能力 胜任这个职位 第一次轻角亡灵的任务时 林奈和几个守夜人队员 负责轻角式灵怪 当时找出式灵怪的计划 完全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 包括 当他发现自己的队友 被式灵怪附体时 并没有莽撞的点破 而是等待时机 等待机会 在设计将式灵怪引出 救了自己的队友一命 足以说明 这孩子的机敏和冷静 庞局长也看过那次任务的报告 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 如果是性格较为莽撞的人的话 应该当场就点破了 那样的话 杨小川现在恐怕 就是就是 唐红山笑了 也跟着附和道 那个时候 我们都在车上 林奈那小子 演技是真牛 不仅骗过了那个是灵怪 还把我们几个自己人都给骗了 连到家那个信查的家伙都没发觉 我都怀疑 就算有人站在上帝视角 都根本看不破他的伪装 刘鹤乐了 小马道 你这家伙 林奈虽然是你的队员 但你也不能尬吹 怎么可能会有人站在上帝视角 还会被骗 那得是有多么纯真无邪的人 唐红山摸了摸下巴 嘿嘿 那可不一定 接着 是第二次意境匪徒的任务事件 刘鹤 没在这个话题多聊 继续看着手上的资料 顿了顿 说 坦白说 这次的事件 我到现在都无法想象 林奈一个不到二级的超凡者 是怎样以一人之力 越级解决那二十几个匪徒的 就是就是 唐红山更得意了 扫视会议室里的那几个领导 别的不避避 我就想问 当时车上那帮匪徒 三个六级 五个五级 十几个四级 你们之中 谁有本事在一点五级的时候 一个人收拾这么多人的 站出来我康康 唐红山洋洋得意的说完 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他抬头一看 发现会议室里的一众领导 都阴沉沉的瞪着他 一脸咬牙切齿的模样 Sigma 糟糕 一不小心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唐红山尴尬的笑了笑 那个 我绝对没有嘲讽诸位领导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在座的诸位领导 都这么英明睿智 高明远见 高才着实 肯定不会因为 林奈这孩子的资历和年龄 就对他产生偏见吧 众领导没说话 仍旧瞪着他 地中海的领导 手中握着一只钢笔 八级一声 钢笔被折断了 唐红山 行了 刘鹤在他的脑后扒了一下 无奈说道 别太得意忘形了 庞局也沉默了一会 他看着面前的资料 说 虽然说 这个世界上能够越级挑战的 天才我见过不少 但一个一级 越级对战那么多六级 五级 四级 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了 不得不承认 如果当时那种情况 遇到的是我们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没有任何办法 众人都沉默下来 连庞局长都这么说了 他们当然 也不好再说什么 还有最后这次 找到精英公司秘密基地的计划 也是林奈一手制定 并且指挥的 刘鹤说 冷静 智谋 战力 指挥能力 应变能力 他都绝对称得上优秀 甚至是卓越 我觉得 林奈虽然年纪还小 资历也浅 但凭借这些光辉战绩 已经完全达标了 成为小队长的资格 唐红山抱着双臂 点点头 同意 诸位领导 还有什么意见吗 刘鹤抬头 目光环视一圈 询问会议室那种领导的意见 众领导面面相去 没有人在反对 我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 很好 刘鹤笑了笑 那么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哥 林奈打了个响亮的宝格 往后一靠 摸了摸自己略有些撑的肚子 此刻 她和夜晚一起 正在学校附近的某大型娱乐广场 吃着热腾腾的麻辣火锅 考虑到面前这位魔艺少女惊人的食量 林奈很机智地选择了自助 两个小时之后 林奈已经完全吃不下了 而少女还在独自战斗 看着一桌子堆叠成山的盘子 林奈陷入了沉思 而火锅店的店员早已目瞪狗呆 话说 玩儿 林奈闲来无事 问道 你家乡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二姨说 黑天使文明最高层的几个公司 已经彻底闹翻了 那战已经越来越激烈了 两边公司都死了不少人 看样子是哪边都不肯罢休 林奈 所以说 这一战要打很久吗 夜晚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不过黑天使卫免的世界更广 各个公司的储备物资也更多 如果没有一方公司愿意退让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时间长的话 一场战争打个几十万年 也不是没有可能 林奈暗暗则舌 一手拖着脸 嘴里咬着汽水罐子的吸管 看来无论是哪个未免 战争永远是历史的主旋律啊 这个时候 火锅店里来了几个客人 那是几个外表默约时 七八岁的年轻人 他们结伴行 看着像是某高校的大学生 被簇拥在最中间的 是一个容貌美艳的女孩 打扮青春靓丽 一身米色连身裙 扎着一头清爽的马尾 看起来楚楚可人 但那一对勾人魂扑的桃花眼 却颇有魅意 仿佛令人看人 一眼就能完全深陷其中 女孩一步入火锅店 就感觉店里所有男性的目光 几乎全都落 被她吸引了过去 而且挪不开了 好几个男生看着女孩发呆 手中的筷子都不动了 被身边的女伴训斥 才回过神来 林奈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女孩长得很漂亮 但也不至于如此吧 她打开了灰明之铜 眼瞳逐渐变成了银灰色 这个感觉是 魔艺 林奈微微一恶 她转过头 夜晚也正好看向了她 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 魔艺 还不是一般的魔艺 有趣 林奈摸了摸下巴 起了几分兴趣 她通过莫姿的系统 扫描了女孩的红魔之后 得到了女孩的面板信息 姓名于圆圆 年龄18岁 种族 人族魅魔 魂力等级5.4 魔艺等级 师妹 社会职位 山海大学大义学生 林奈眯起眼睛 居然是双种族 原来是个混血儿吗 魅魔是一个很特殊的魔艺种族 他们喜好接触人类 可在与人类双阿修的过程中 提升实力 他们之中 有一部分是跟人类 达成了友好协议 在人族的白名单之中 这一类魅魔 他们在人类系统中有登记 可以自由在人类未免行走 可以跟人类交往 谈恋爱 甚至结婚生子 但他们也受公约的限制 双阿修可以 但必须你请我愿 吸哀精气也可以 但不能吸得太过分 要控制住一个指标 不能把人吸到调集的程度 更不准闹出人命 也有一部分魅魔 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定 所以他们 仍然还在人类的黑名单之中 这类魅魔的行为 就比较肆无忌惮了 闹出人命 把人炸成干尸 都是常见的事 守夜人 每年都要抓住 许多黑名单的魅魔 无论是黑名单 还是白名单的魅魔 都是最经常出现在 人类未免的魔艺种族 林奈兴想 这女孩是魔艺混血 还是山海大学的学生 说明 她是属于白名单的魅魔 不过 山海市离叶城很远 夜晚明显也发现了 她戳了戳林奈的胳膊 林奈哥 那个女孩 嗯 我看出来了 林奈点头 半魔半人的混血 不过应该是白名单里的魔艺 没事 夜晚听言 也就闭上嘴巴 不再多说什么 继续埋头消灭着火锅的食物 于圆圆 从走进火锅店起 就在肆无忌惮地 施展魅惑之术 店里男性的荷尔蒙 在她的魔气影响下 全都被调动了起来 一个个的视线 落在她的身上 无法挪开 不过很快 于圆圆就停止了释放魔气 因为 她感觉到这里并没有什么 高质量的目标 咦 不对 好像有一个 于圆圆的目光落在了 角落座位的林奈身上 明媚的眼眸顿时一亮 圆圆姐 我们坐 那边怎么样 旁边的男学生 黑黑笑着表着殷勤 但于圆圆全然没有理她 哒哒哒地来到林奈的面前 林奈正低头吃粉 忽然看见一双粉色的板鞋 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紧接着一个 青春明媚的少女声音响起 你是林奈吧 林奈正了一下 抬起头 见到那个魅魔少女 出现在她眼前 夜晚也狐一地看了看少女 又看了看林奈 乖巧纯真的眼中 透着茫然 显然也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 于圆圆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我认识你 你是那个蓄烈浩灵的神明 白死神的使徒 前段时间 我还看你上了新闻了呢 说你以1.5级的实力 打败了二十几个六级的一介匪徒 没想到刚来到夜城 就能碰到你 哈哈 我的运气 还真是好呢 少女的声音很大 本来火锅店里 并没有人认出林奈 这下子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林奈的身上 不少人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她就是那个白死神的使徒 卧槽 真是林奈 是咱们夜城三百年来 唯一出现的 那位神明继承者吗 我去 我第一次见到真人 卧槽 活得使徒 议论的声音 迅速不断响起 遇见嘈杂 还有客人已经拿出手机 对准林奈拍照录像 林奈 林奈嘴上挂着一半的火锅粉 撕溜一下子 将火锅粉全部缩入嘴中 你也不用这么大声吧 林奈苦笑 前段时间 她的确上了新闻 还登上了热搜的头条 虽然夜城是小城市 但无论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1.5级的超凡者 越级干掉了6级超凡者 都绝对是足以轰动全国的事件 不 应该说是全世界 上次的二号疫情事件过后 唐红山跟林奈说过 全世界各地 都已经有很多势力 外加一群5级 4级 啊 于远远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嗓门 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不好意思 我这人一激动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了 嘿嘿 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叫于远远 山海大学的学生 我在网上看了你的新闻之后 就对你特别感兴趣了 没想到第一天就让我碰见你了 我的运气还真好 林奈看了看她 说 你应该不只是山海大学的学生吧 刚刚释放魅惑之气的人 应该就是你 于远远正了正 随即 她嘴角扬起 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 果然不愧是林奈同学呢 没错 我是人魔混血 是白名单的魅魔哦 有人类官方发放的卫面 准许通行证的 滴滴 这个时候 系统亮起提示 是唐红杉发来了一条消息 唐红杉 林奈 你在哪 有事找你 林奈站起来 拿纸巾擦了擦嘴 抱歉 我还有别的事 要先走了 然后转头道 玩 我们走吧 嗯 夜晚嘴里还塞着鼓鼓的食物 听到林奈的话 她恋恋不舍地看了眼 还在沸腾的火锅 也站了起来 哦 夜晚小跑着跟上林奈的脚步 离开了火锅店 于圆圆看着林奈的背影 摸了摸下巴 露出饶有兴趣的眼神 圆圆姐 男学生走了过来 说道 这个林奈 应该也会是咱们全国新生赛的对手吧 嗯 应该是的 于圆圆笑道 日落黄昏 暮色渐沉 被夕阳染红的天空 又逐渐转为淤青般的身子 天际之间 橘红与身子 形成了一道如油画般的分割线 最终深深的黑色 彻底接管了天空 林奈与夜晚一同走在路上 街道车水马龙 路人形色聪聪 大多面色麻木 这便是这个超凡世界 大多数底层人的样貌 林奈在街头驻足 夜晚也停下了脚步 扭头看着少年俊秀的脸庞 林奈望着那些麻木不仁的人 忽然又想起了那天 陈伟和高个匪徒首领的话 她从未忘记 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 是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 爬出来的人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森林法则体现的淋漓尽致 比的就是 谁更凶猛 谁更狡猾 谁更果决 晚上 林奈和夜晚一起见到了唐红山 本以为是 只有唐红山一个人 没想到其他人也全都在 一个酒馆的包间里 十几号人在这里喝酒吃菜 基本都是唐红山 那一守夜人小队的成员 不过 除了唐红山和林语夕以外 其他人基本都已经把自己喝趴了 老张 钉子等人 直接躺在了桌子底下 杨小川则抱着一张桌子腿 满脸醉意的 要跟桌子腿打架 林奈和夜晚 都是一脸猛逼 林语夕见到他们 笑眯眯地招呼两人坐下 他们这都怎么了 林奈看了看四周 横七竖八一地的人 还能怎么了 喝趴了呗 林语夕翻了个白眼 一群人的酒量太差劲了 林奈疑惑 那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 林语夕 我还是个孩子呢 不能喝酒的 说着 她从旁边拿出了一罐 AD盖奶 林奈 唐红山看起来 倒是也喝了不少 浑身也是酒气十足 不过她看起来 一点醉意都没有 一脸淡定 稳稳地拿着杯子 看起来仍然稳坐钓鱼台 林奈问 唐队 今天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啊 唐红山没说话 将一张黑色卡片 放在桌上 然后缓缓推到林奈面前 林奈 这是什么 唐红山一边仰起脖子喝酒 一边悠悠地说道 你升级了 之前你完成了几次C级任务 你的守夜人积分 已经达到了800 所以 你现在已经从正式守夜人 提升至精英守夜人 林奈将那张黑卡拿起 唐红山接着说道 精英守夜人 可以申请成为 守夜人小队的队长 经过高层领导的一众讨论 领导们都认为 你有资格担任小队长的职位 嗯 小队长啊 林奈看着那张黑卡 成为小队长之后 林奈多少也算是个头儿了 会拥有更多的权力 更高的待遇 同时也可以接到 更高级别的任务 林奈 还是你厉害 林雨昕叹了口气 在一旁羡慕地说 你才刚刚加入一个月 就已经跟队长一个级别了 真是可惜 本来我还想着 等到我大三之后 任务累积到800积分 就申请小队长自立门户 然后就把你从唐队这里挖过来的 嘻嘻 没想到你升级的速度比我都快 一个月的时间积分 居然比我这个学姐都高了 唐红山在旁边摸了摸鼻子 呃 我觉得你就算计到了800分 申请小队长 应该也不会通过 林奈 林雨昕一脸不满 气呼呼地说道 唐队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我笨吗 还是说我没有带新人的能力 嘿嘿 我没这个意思 没这个意思 唐红山善笑着打着哈哈 她连忙插开这个话题 又看向林奈 林奈 今天我把你叫过来 也是想要问问你的意思 你想成为小队长吗 林奈私存片刻 正想要说话 还未说出口 唐红山便诱导 我的意见是 你可以先不用着急 林奈愣了愣 林雨昕也一脸疑惑 咦 为什么呀唐队 你在会议上 不是一直力挺林奈 觉得她完全可以 胜任小队长一职吗 唐红山目光平静地说 我的确是这么说的没错 林奈你现在完全有能力 担任一个小队长 我觉得 你不应该在夜城 这么一个小地方 担任这个小队长 你有很好的潜力 作为使徒 你留在一个五线城市 实在是太浪费 你的才能了 你应该去更能展现 你才华的地方 去接触更好的同学 收纳更精英的队员 林雨昕张了张嘴 唐队 你的意思是 哪个使徒 是待在五线城市发展的 林雨昕听言 抿了抿嘴唇 看了看林奈 似乎显得有些不舍 唐红山又将另一张卡片 放在林奈面前 这个 你可以看看 林奈拿起那张卡片 用自己的系统读取 很快就在眼前 出现了一个面板 她略有疑惑 全国高校新生赛 她又看了看时间点 就在下个月 而且举办地点 居然就在夜城 唐红山说 这是每年都会举办的 高校新生赛 全国所有高校 都会派出大一的 精英学生参加比赛 这个比赛 为的就是找出好的苗子 如果能够拿到好的名次 就会得到重点培养 如果能拿到前几名 奖励更是极其丰厚 今年因为特殊原因 比赛的举办地 临时选在了夜城 这个特殊原因是什么 你应该也能猜得到 就是二号空间门 虽然 现在已经被官方关闭了 距离比赛 还有半个多月 不过这几天 应该有不少各地高校的学生 已经提前过来 办理集训入住了 林奈听言 心想这么说来 之前在火锅店 见到的那些山海大学的学生 应该就是来参加 全国高校新生赛的咯 唐红杉满脸慈祥的微笑 看着林奈说道 林奈 我觉得 你应该去试一试 林奈仔细看了 这高校新生赛的赛制 一共五轮比赛 能够挺到最后一轮的 都有大量的资源扶持 前三名的奖品 基本都是国宝级别的 神奇奖励了 林奈看到那前三名的奖品图片 暗暗则折 心想 这不是以前在电视上 看到过的某个国宝吗 暗影猎手 追魂 林奈一眼 看到了第一名的奖励 那是一把外形好似碎发枪的 短型火枪 通体漆黑 这是一把没有等级的魂力枪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可随着使用的实力提升 而提升威力 据说除了魂力以外 枪内还蕴含着极其少量的神力 传说这东西 是超远古时代 诸神文明遗留下来的宝物 考古学家说 这把枪 可能会是某位尚未神明使用过的枪械 只可惜 这把枪在诸神末日的时候 遭到了破坏 枪身有所受损 威力肯定也大不如最初始的状态 但依旧是目前位列于 世界十大名枪 排名第十 也就是说 只要握着这把枪 哪怕使用者不是神明继承者 普通人也可以使用少量的神力 林奈皱眉 这种国宝 居然拿来当一个新生赛的奖品 唐红山笑了 这你就不懂了 高效新生赛 是每年最受上层领导关注的比赛 甚至也是最受其他国度关注的比赛 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能够脱颖而出的前几名 几乎没有例外 都是国家 未来的栋梁之才 当然会重点培养了 所以这些宝物交给一个新人 并不是浪费 只是提前交到了该交的人手上而已 不过 如果有一天 你要离开盐国 那么这些国宝 也是不允许被带出去的 嗯 林奈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林奈忽然感觉到 意识之中 亡灵之海的石魂 突然躁动了起来 嗯 怎么回事 林奈将意识沉浸了亡灵之海中 问道 石魂 你搞什么 那把枪 石魂沙哑低沉的声音 有些颤抖地响起 那是我儿子的枪 哈 林奈猛逼 他又多看了几眼赛事面板上 那把暗影猎手 追魂 你确定 林奈问 我孩子的枪 我当然不会认错 石魂非常肯定地说道 那是我的儿子 枪神 科特的灵魂武器 就跟我的巨剑 还有你的武器白夜一样 我们的神魂 是与武器相互绑定的 也就是说这把枪内 一定残留着 我儿子的少量神魂 林奈摸了摸下吧 是吗 也就是说 只要拿到了这把枪 就有可能 找到你的儿子 在哪 石魂沉默了好一会 说道 我也不知道 也许有可能吧 林奈心想 白夜也是白死神的灵魂武器 但现在白夜 就在白死神办公室里放着 我也没法找到 白死神在哪呀 不过 石魂 好不容易看到 一件跟自己儿子有关的东西 也是现在能够找到的 唯一线索 所以石魂 肯定是把找到 他儿子的希望 完全寄托在这把追魂身上了 林奈当然 也不好点破 于是便道 行 那我尽量帮你 把这把追魂拿回来 接着 他又看了看比赛的日子 是下个月10号 那么就是说 还有17天 对了 国际超凡者协会那边 是不是已经找过你了 唐红山这时又问 嗯 林奈也没隐瞒 单单说道 他们怀疑 我是异能黑客 那最后结果呢 当然是他们什么都没检查出来 唐红山听出林奈的言外之意 没检查出来 那么就说明 他的确藏着 不能被人检查出来的东西 不过 唐红山并没有多问 只是拿了两个杯子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也他倒了一杯酒 林奈 你的将来 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 我 雨昕 小川 还有老张他们 都属于普通人的范畴 所以我们自由 没有人会闲着 没事干成天盯着我们这帮普通人 而你的未来 是会备受关注的 你掌握着神明的力量 这股力量令人振奋 它会是我们人族 对抗异族魔物的重要武器 但这股力量 也令人畏惧 畏惧他的 除了魔异之外 还有我们人族内部的自己人 你 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 唐红山将一杯酒 交给林奈 目光如水 平静中带着暗流涌动 静静地看着林奈的眼睛 林奈接过酒杯 我明白 唐红山轻轻点头 他知道这个少年是个 聪明机敏的人 以他的心智 根本不需要自己 这个前辈 去提醒他什么 之前几次事件 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 当 两人碰杯 两个男人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喝完酒吃完饭 林奈和夜晚 先行离开了 林奈夕坐在一旁 闷闷不乐的双手拖着脸 嘟着嘴说 唐队 你干嘛要让林奈离开夜城啊 我们才刚认识没多久呢 唐红山捏着一只酒杯 继续喝着 淡淡地说 就算我不说 他也迟早要离开的 他是使徒 注定跟我们 不会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该留在这里 林奈夕其实也知道 唐红山说的道理 顿时就不说话了 趴在桌子上 将脑袋扭了过去 林奈和夜晚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两个黑影 站在远处的楼房之上 远远地观察着 这两个人的身影 那个就是林奈 一个黑影说道 是的 好 我去把他叫来谈谈 慢着 另一个黑影 制止了他的行动 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可能不是一般人 哦 黑影问道 怎么个不一般法 不知道 但我能肯定不一般 他在夜城的资料 都是守夜人 给他造的假履历 真实的背景 还未查明 另一个黑影说 他的实力应该很强 不要擅自轻举妄动 那我们怎么办 不用着急 他们又不是一直待在一块 等他们分开了 我们再找机会 跟这个林奈好好谈谈 行吧 走过繁华的街道 林奈在路边 看到了一家射击馆 林奈伸出手指 戳了戳身旁的夜晚 嗯 夜晚停下脚步 茫然地看着他 夜教官 你对枪械有研究吗 林奈指了指 夜晚脸颊上泛起红蕴 两只手的手指脚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听到林奈这么叫他 他都有种奇异的感觉 可 可以啊 作为战争兵器 怎么可能对枪械不了解 哪怕是黑天使文明 枪械也是重要的武器 无论是人类还是魔艺 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热武器的研究 两人一同进了射击馆 林奈在前台交了钱 前台小姐姐便递给他一张房卡 七号射击室空着 林奈接过房卡 谢了 来到七号射击室 这里就是一个 基本射击训练房的标配 远处分别有10米 30米 50米 100米的射击训练靶子 每个靶子被射爆之后 房间的系统会自动更换 旁边的架子上 放着十几把样式不同的枪械 火药枪械和魂力枪械都有 从手枪到步枪到限弹枪 到狙击枪 应有尽有 林奈站在枪架前挑选着枪械 玩 你说 我要想精通地掌握枪械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夜晚歪着脑袋 想了想 不一定 得看天赋吧 有的人天赋高 很快就能学会了 有的人 没有这个天赋 哪怕勤学苦练 也很难有所成就 林奈 你就说当初 花了多长时间吧 夜晚 我 算了 你别说了 林奈忽然想起 夜晚战争兵器的称号 摆了摆手 我还是不自取其辱了 夜晚 林奈最终从枪架上 拿下一把一击狙击枪 只副在漆黑的枪身 轻轻抚摸 感受着枪械的质感 夜晚好奇地问 话说 林奈哥 你为什么突然想要练习枪械了 林奈说 我现在还没有远程杀伤的技能 多个远程攻击的能力 就多条路子呗 夜晚 那你就先开几枪 给我看看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会指点你的 行 林奈心想 以他现在的力量 肯定无法驾驭轰龙 先从这把一击狙击枪 开始试试吧 林奈端着 那把一击狙击枪 来到射击区域 趴扶到狙击镜前 瞄准最远的一百米的靶子 深呼吸后 手指扣动扳机 碰 一枪射出 完美拖把 甚至子弹都不知道 射到哪儿去了 连弹孔都找不到 林奈 夜晚 林奈挠了挠头 怎么回事 我明明是瞄准狙击镜里的中心点 打出去的啊 夜晚说 魂力枪械和火药枪械不太一样 除了后座力以外 魂能的震荡 也会极大的影响射击的准确度 说着 少女走了上来 站在林奈身后 帮助她扶正姿势 柔软的身躯 紧紧地贴了上来 少女特有的清新体香 浸入鼻尖 夜晚认真起来的时候 反倒不会在意 那些有的没的了 手把手地帮助林奈 调整好每一个持枪的细节和动作 林奈 一级狙击枪在人类的世界里 如果本身不是魂枪手的话 大概要在三级 才能驾驭狙击枪带来的魂能震荡 夜晚这样的姿势 嘴巴正好贴在林奈的耳朵旁边 柔声细语 不过林奈哥 你的身体属性 基本已经超过了三级 驾驭一级狙击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 只要多加练习就好了 使用魂力枪的时候 需要凝聚魂力在你的手腕上 用你的魂力去抵消开枪时 枪械带来的魂能震荡 林奈 嗯 夜晚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咦 林奈哥 你的身体干嘛 一直这样肱长 稍微起来一点 这样更好瞄准 林奈 好了 就是这样 夜晚推开两步 再试一次吧 林奈深吸了口气 再次扣下扳机 然而这一枪再次射偏了 甚至偏得比刚才 还要更厉害 夜晚一脸茫然 奇怪 明明姿势是对的 为什么控枪反而更差了呢 林奈心想 不变差 才有鬼了 沉默了好一会 林奈忽然小声嘟囔了句 好像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一些 夜晚一正 嗯 没什么 林奈再次做了几个深呼吸 双手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让自己进入状态 好了 再试一次吧 麻烦你了夜教官 再帮我调整一次吧 林奈本以为 就算他现在掌控不了轰隆 掌握一把一级狙击枪 应该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然而很快 他就发现自己错了 魂能狙击的控制难度 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才勉强能够控制一级狙击枪 将子弹射中一百米远的靶子上 林奈心想 这样不行啊 难道除了魂枪手 其他职业想要控制魂能枪 就如此困难 要是能找到石魂的儿子 枪神 科特就好了 找到枪神 科特的亡灵 只要成功与他签订契约 林奈就可以掌握枪神的部分能力 到时候 控制人类发明的魂能枪 还不是信手拈来的事情 但现在 就只能先自己慢慢练习了 亡灵之海 练习了一晚上枪械 林奈身心俱疲的入睡 进入梦境 再次来到亡灵之海 这片灰暗死寂的汪洋大海之上 已经又多出了一座海岛 那座海岛 当然是雾神 该隐居住的地方 不过与石魂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不同 雾神这老头很老实 即便林奈还没有跟他建立契约 也完全不必要用锁链束缚他 而且 与以往那沉闷 死寂 压抑的亡灵之海不同 今天的亡灵之海 到处都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就在雾神该隐居住的海岛上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命的 亡灵育友联欢晚会 只见雾神该隐 坐在高处的一块石头上 欢乐地拍着手掌 下面的一帮暗影魔狼 石石鬼 骷髅魔狼 分别都穿上迷你超短草裙 乖乖地站成一排 手舞足蹈地给他表演才艺 有的表演狼嚎高音 有的表演跳火圈 有的表演恶狼翻滚 有的表演决斗相扑 总之可谓是五花八门 好不精彩 令人大开眼界 林奈来到海岛上 看到这一幕 直接都惊呆了 愣愣地张大嘴巴 手中的亡灵犯人手册 都趴击一下掉在地上 而雾神该影像个欲罢牢头似的 老头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不时还兴奋地吹着口哨 那边那头暗影魔狼 别那么拘禁啊 快学个狗叫来给大家助助兴 我知道你是狼 听狼狗叫才有意思啊 快点的别羞涩 来到这里 大家都是一家人 放肆一点才好呢 林奈 星号 林奈目瞪口呆 他知道雾神该影 是个挺抽象的神 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老头 还能给他整出这么离谱的花活来 亡灵海岛上 一片鬼哭狼嚎 该影老头玩嗨了 直接站了起来 还不时拍着 坐在他旁边的石魂的肩膀 石魂老弟 你也没那么拘谨吗 跟着我们一起 牛起来啊 石魂一脸冷漠 林奈终于看不下去了 轻咳了两声 咳嗨嗨 该影转过头 见到林奈 眼睛一亮 白死神大人来了 大人你来得正好啊 要加入我们的联欢晚会吗 林奈 不用了 那什么 该影 我有事想跟你聊聊 物神该影听言 聊事啊 那行吧 说着 他摆了摆手 都先歇一歇吧 等我和白死神大人聊完了再说 可以看得出来 那些石石鬼 暗影魔狼早已经累得够呛 听到这话 都快感动哭了 如是重负般趴在了地上 该影来到林奈面前 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 笑眯眯地说 大人 找老朽 有何要事相谈啊 林奈沉默片刻 组织了一下语言 正要开口说话 该影又道 大人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只要不是 想要借老朽的神力 或是契约老朽的灵魂 其他的事 我一定帮忙 林奈 我就是想要借你的神力 林奈不想绕弯子了 直接进入主题 不见 雾神咧着嘴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笑眯眯地回答 他的表情依旧慈祥 笑容让他脸上的皱纹 再次挤成一团 林奈 作为交易 你可以提条件 我可以帮你实现愿望 雾神想了想 嗯 可是老朽没啥愿望啊 林奈忽然发现 想要忽悠这个雾神 恐怕比当初忽悠识魂的时候 要困难多了 莫兹说过 诸神都是高傲的 不会轻易地与人立下契约 将灵魂卖给他人 将雾神抓回亡灵之海的过程 虽然非常轻松 甚至根本就是这老家伙 自己主动投案自首的 但这老油条跟识魂不一样 识魂有着非常强烈的信念 几十万年的仇恨 在他心中堆砌 还有失去的妻子 孩子 都是林奈可以利用的点 而这个雾神就不同了 这个老油条 可谓是油盐不吃 甚至压根都没啥欲望 看似慈祥温和的笑容之下 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内心 林奈不满道 你在我这亡灵之海白吃白住 总不能不给一点房租吧 雾神委屈巴巴地说 怎么能说白吃白住呢 您瞧瞧 自从我来了之后 这亡灵之海变得多有生气啊 不像以前总是一副 死气沉沉的样子 您看看身后这些亡灵之海的居民们 他们都笑得多开心啊 林奈回过头 看向那些石狮鬼和暗影魔狼 石狮鬼和暗影魔狼 手臂勾搭着石狮的肩膀 你看看 他现在不也开朗多了 石狮面无表情 一脸嫌弃 但石狮又是个有包袱的神 又不好 直接推开老前辈 林奈额头爆出几根青筋 行 老奸巨华的家伙 林奈面带微笑 心里却已经在盘算着 要下令让亡灵之海的居民 全部孤立这个油嘴滑舌的老头子 让他这个活了几千万年的老神明 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人类心思的险恶 让他知道 什么叫亡灵冷暴力 监狱霸凌 让这老东西 再尝尝几十万年孤独终老的感觉 不过这时候 该隐又画风一转 笑眯眯地说道 其实啊 卡洛斯大人 如果您真想要借我的神力 也不是不行 林奈挑了挑眉 条件是什么 他知道这个老家伙 肯定不会吃亏 条件嘛 我暂时还没想好 该隐笑呵呵地说道 等到我想好的时候 大人再来实现 也不迟 林奈眯起眼睛 这个老头子果然老奸巨华 先是拒绝 再提条件 还不肯说 想要的是什么 泽泽 好一波拉扯 他先预知了神力 等到将来 他在想要做地起价的时候 林奈就算不想满足他的条件 也不好拒绝了 相比之下 果然还是实魂比较纯真可爱 卡洛斯大人请放心 我知道您在顾虑什么 该隐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慈祥模样 老朽不会提出太过分的条件 也不会提出 让您为难的条件 这样吧 如果您还是不放心 我们就再加一个约束 无论将来我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都只能是您力所能及 并且不违背您原则的事情 这样您觉得如何 林奈沉默下来 这样的话还差不多 如果到时候 物神真提什么 让他非常不满的条件 他也有可以拒绝的理由 成交 林奈说 于是乎 林奈成功地与物神该隐签订了契约 契约的实现是100年 林奈当场试用了一下 物神该隐的能力 物神该隐是掌管云雾之神 主要可以控制三种颜色的迷雾 一种是白雾 主要能力是隐秘 可将自身存在感降到最低 而且施展白雾所消耗的魂力是最低的 第二种是红雾 主要能力是让敌人产生幻觉 且雾气中带有毒素 算是毒弓加之换攻击 第三种是黑雾 施主杀戮的迷雾 浓度最高 直接破坏力最强 可以实体化 也是消耗魂力最大的迷雾 林奈沉沉吐了口气 这样一来 高效新生赛他的胜算 又会在网上多涨几成了 接下来几天时间 林奈基本上每天都和夜晚 一起泡在射击馆里 首页人学院那边 林奈已经矿课好几天了 主要是她觉得 在学校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学到的东西了 实训课的课程 她已经远远甩开同年级好大一节 至于理论课 就更不要说了 林奈以前天赋不好 所以更多学习的重心 都放在理论课的学习上 普通大学四年的超凡者理论知识 她都已经基本掌握 所以现在倒不用花时间 再去恶补理论知识了 林奈心想 如果当初的自己因为没有天赋 直接选择摆烂的话 现在自己的时间 肯定就要浪费更多的时间 在理论知识上 这样看来 老话说 机会总是有准备有积累的人 才能接得住 倒也算不错 时间过得飞快 距离高校新生赛 还有一个星期 这一天 林奈照例带着夜晚 一起进了家附近的设计馆 大热天 街上越来越多人 开始穿起了短袖 女孩的短裙短裤 也渐渐成了城市里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天气 有五个穿着厚厚的冬帽衣袍 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打扮十分怪异的人影 趴在设计馆对面的花圃里 用望远镜 摇摇窥视着林奈和夜晚的身影 周围经过的路人 都纷纷投来一样的目光 心想这几个人神经病吧 这么大热天 穿着这么厚的袍子 不热吗 黑色衣袍的男人 放下望远镜 骂了一句 不行 这小子成天跟那个小妞混在一起 马上就要高校新生赛了 这样下去 我们根本找不到机会接触他 旁边 穿着白色衣袍的男人 沉默了一会 说 看来没办法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这样吧 我们分开行动 几个去引开那个女孩 剩下两个人去接触林奈 黑色衣袍的男人问 这样行吗 你不是说 那个小妞的实力可能很强 白袍男人说 这里是夜城 实力再强 应该也不会超过十几 我们既边人的能力 就算打不过他 拖住他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黑袍男人说 行 那就这么着吧 显然这几天的敦服 也弄得他有些不耐烦了 射击管内 林奈哥 这几天一直有人 在跟踪偷窥我们 夜晚递来一块毛巾 我知道 林奈接过毛巾 擦了擦脸上的汗 喜欢窥 就让他们窥着呗 反正也不会少块肉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再说 嗯 夜晚想了想 觉得也是 这帮人既然会被他们发现 就说明他们的实力 还不足以 到能够造成威胁的地步 那 这个给你 林奈这时递来一杯奶茶 啊 夜晚挣了一下 抬头愣愣地看着林奈 辛苦夜教官 这么多天帮我特训 林奈面含笑意 看着少女 我记得 你喜欢这个 夜晚面颊微微一红 双手接过奶茶 谢 谢谢 奶茶杯子冰凉凉的 炎热的夏天 捧在手里 很舒服的感觉 少女低头 小嘴对着吸管 准了一口 微微的冰凉 甜得细腻 少女的心间 微微荡漾 林奈并不知道 少女心情微妙的变化 她看着自己物品栏里的 那把五级轰龙 陷入沉思 经过十天的特训 她现在已经基本可以 掌控二级狙击枪了 在五百米的范围内 射击基本不会有太大偏差 林语希告诉她 这样的学习能力 已经是很恐怖的速度了 况且她还不是魂枪手 证明林奈 在枪械这方面 的确是有天赋的 但林奈还是觉得太慢了 马上就要高孝心 升赛了 这样的速度 什么时候才可以使用 得了轰龙 夜晚似乎看出了 林奈心里所想 说道 林奈哥 其实如果你想快速掌握 高级别魂能狙的话 我或许有一个办法 哦 林奈问 什么办法 夜晚 你可以是试用神力 神力 林奈一愣 可以吗 这个想法 林奈不是没有想过 魂能枪的动能 来源于魂力 虽然同属于能量的一种 但魂力与神力的频率 却完全不同 林奈尝试过 用神力控制魂能枪 但结果 却是两股力量碰撞以后 反而让魂能枪的震荡 更加紊乱了 可以的 夜晚说 枪械课上的时候 我有试过 用魔力控制人类的魂能枪 简单的摸索之后 我就发现了两种能量 可以相通的方法 只需要稍微改变一下 控制技巧 就可以了 林奈心想 这姑娘嘴里的简单的摸索 恐怕还真不是什么简单的摸索 但如果神力 真可以控制魂能枪 那当然是最好 绝对是她的一条捷径 好 那就试试吧 林奈想着 凝聚出神力 端起了一把三级魂能狙 说吧夜教官 该怎么做 我全凭你调哀娇 一直到深夜 林奈和夜晚 两人终于从射击馆出来了 他们出来了 正在远处敦服的黑袍人 和白袍人见状 立刻抬手做出手势 目标人物出现 在他们身后 还有穿着黄 灰三色衣袍的男人 也都露出 准备干活的认真神情 话说 那个林奈他不是 白死神的使徒吗 黄色衣袍的人疑惑 他又不是魂枪手类型的职业 为啥一直抛在射击馆里 谁知道呢 黑袍人摆了摆手 别管那么多了 准备行动 林奈和夜晚准备回家 夜间小路上静悄悄的 这条路晚上很安静 基本没什么人 只有知了在路边的树丛里 独自鸣叫 林奈看向路边的一家公共厕所 说 娃儿 我去上个厕所 你等我一会儿 少女停下脚步 站在原地 好 林奈便往厕所去了 进到公共男厕所间 林奈站在尿池边上截手 这时候 他耳朵微微一动 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嗯 林奈没有回头 只是余光扫向了身后 两个身影 无声无息地接近了他 一个穿着白色衣袍 一个穿着黑色衣袍 两人都戴着兜帽 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密不透风 林奈没搭理他们 莫 莫地撒完尿 拉上裤子 转过身来 见到身后站着的两人 林奈做出一副 被突然吓一跳的模样 我去 你们谁啊 不知道上厕所的时候 站别人后面 会吓死人的吗 林奈同学 黑袍人声音不含一丝情感 她的脸上戴着面具 也无法看清 她的长相和表情 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 林奈歪了歪头 打量了他们一番 话说 这么大热的天 你们把自己捂得这么严实 不热吗 黑袍人 白袍人 其实是有点热 黑袍人瞪了自己的同伴一眼 随即她又回过头来 望着林奈 紧量用冷烈的声音说 林奈同学 我们没别的恶意 就是想跟你谈他而已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林奈走到洗手台前 打开水龙头 淡淡地说 既然如此 你们起码要先自爆家门吧 这是最起码的礼貌不是吗 黑袍人眼眸如万年不化的冰川 缓缓开口 只说了三个字 五行会 夜晚安安静静地 站在街道旁的路灯底下等待 三个黑影接近 在不远处暗中观察 话说 这妹子长得真漂亮 黄袍人感慨了一句 然后说 不过她看起来 年纪还不如林奈大吧 实力再强 应该也强不到那句 别掉以轻心 紫袍人说 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 这女孩是守夜人学院的教官 虽然这个身份可能是伪造的 但是能当教官 说明她的实力 起码也有五六级的水平了 灰袍人说 那就按原计划行事 把她引开吧 黄袍人和紫袍人点了点头 说着 黄袍人双手合十 凝聚魂力 异能 变 扑的一声 烟尘散去 只见黄袍人变成了林奈的模样 就连身上的衣服 也完全复制了林奈的打扮 紫袍人仔细看着面前林奈的模样 检查是否有漏洞 随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 很好 接下来 我们就假装绑架了林奈 然后就能把这个小妞引开了 三人点了点头 都觉得 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杀杀杀 夜晚正乖巧地站在原地等待 一动不动 看起来有些呆呆萌萌的 这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杀杀风声 嗯 少女茫然扭头 随着风声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紫色衣袍的人 和一个灰色衣袍的人 扛着被五花大绑的林奈 身法迅捷 从另一边溜走了 林奈被他们扛在肩上 身上被绳子绑紧 嘴巴被胶部封住 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好像在向夜晚求救似的 林奈哥 夜晚疑惑 沉默片刻 少女的眼眸一闪 眼前出现了一个透明面板 夜晚 林奈哥 刚刚有两个可疑的人 绑着一个假扮成你的人逃走了 看样子 他们是想要把我引开 过了几秒钟 林奈回了消息 林奈 我这边也碰上了两个奇怪的人 他们非要跟我在厕所里聊天 应该是一伙的吧 夜晚 那我要进去找你吗 林奈 不用了 我陪这俩再捞个五块钱的吧 看他们大热天的跟踪我们十几天 也挺不容易的 夜晚 那我 林奈 那三个假装绑架我的 就交给你了 夜晚 担忧 这样可以吗 万一你 林奈 放心 我有分寸 我这边这俩人没啥威胁 夜晚 那好吧 夜晚关掉面板 脚下黑白色的帆布鞋猛然一蹬 轰的一下子 少女便轻轻松松一跃跳上路边的一棵树顶 接着少女沿着路边的树顶 一路踩着树叶 训捷跳跃前行 朝那几个可疑人物追去 五行会啊 早有耳闻 林奈靠在洗手台边上抱起双臂 悠悠地说道 你们的臭名昭彰可是流传甚广 甚至晚上天黑了都能防小孩啼哭呢 黑袍人微微昂头 轻蔑而不屑地说 那些不过都是愚蠢的世人对我们的偏见罢了 我们五行会不遵循世间语者定下的愚蠢规矩 他们便定义我们为异类 然而 时间自然会证明 我们五行会的领袖才是真正的智者 行的才是真正的智头 而天下那些语者的看法 我们并不会在乎 林奈挠了挠耳根 I'm on 好中二的话语啊 啊 所以说 你们今天想找我谈什么 林奈问 我们已经注意了你很久了 白死神的使徒 黑袍人沉沉地说 我们的首领觉得 你是一个聪明人 你不该留在守夜人那样 古板而腐朽的组织里 那个组织只会埋目你的才能 所以我们今天是想乘邀 你加入我们五行会的 林奈笑了 谢谢 不过不用了 我在守夜人待得挺好的 林奈 以你的潜力和才能 本该有远大宏伟的未来 但如果你选错了路 你的将来可能会万劫不复 甚至死得比普通人更惨 黑袍人声音冷冽 你真的以为守夜人是真心待你吗 哼 那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组织罢了 只不过现在 他们还没有对你露出獠牙而已 不仅是守夜人 那些个号称正道的公司 不过都是一个个道貌黯然的家伙 你总有一天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的 但真等到那一天了 你也就晚了 你知道至今为止 有多少使徒和天赋异禀的超凡者 成为了这些正道大公司的傀儡 这些正道公司 他们一旦阴险起来 手段比你想象的要卑劣下走得多 他们现在带你有多真诚 将来他们捅你一刀的时候 就会有多很多 林奈微微眯了眯眼 她的脑海中 迅速闪过了一张又一张面孔 唐红杉 林雨昕 杨小川 老张 丁子 谢谢你的提醒 林奈淡淡地说 不过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也知道自己应该相信谁 黑袍人沉默 看来 你是不会听圈了 本来 分会长还说 你是一个聪明人 可以邀请你 加入我们伟大的计划 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使徒 可笑可笑 黑袍人说着 体表隐隐燃烧起魂力的火焰 6.5级的实力 展露无遗 愚蠢的家伙 世间凡人皆被愚昧和虚假所统治 只有我们五行会 才能带领愚蠢的反者们 走向进化之路 黑袍人展开双臂 昂起头 虽然他戴着面具 但林奈还是能够感受到 他一点虔诚的模样 既然你无法沟通 那我们就只好使用强硬的手段 让你清醒过来了 林奈眼眸一眯 那些五行会的家伙 给他的感觉 好像那些众人 接醉我独醒的魔教一样 他目光又撇向 另外那个白色衣袍的人 白袍人的体表 同样也燃起了魂力火焰 这个家伙的等级 同样也是六点五级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呀 林奈耸了耸肩 又是想要绑架我的 既然这样 早点直接进入主题不就行了 何必都那么大的圈子呢 林奈觉得自己这个使徒 就跟个人助力似的 走到哪里都有小想要绑架他 黑袍人看着林奈这副淡定的模样 冷笑道 哼 你不会以为 外面那个女孩 可以进来救你吧 别妄想了 她早已经被我的人给引开了 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你 林奈摇了摇头 那你就想多了 我这个人 丢出两颗蛋丸一样的东西 诺 送你的礼物 黑袍人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抬手接住 低头一看 张开手掌 原来是两颗基因公司特制毒烟蛋 黑袍人瞪大了眼睛 草 连忙将两颗毒烟蛋甩了出去 碰 青绿色的毒烟蛋 很快弥漫了整个厕所 夜幕之下 几个身影在城市的屋顶与树顶之间 迅捷穿梭跳跃 领头的是三个人 在他们的后面 还跟着一个少女 紫袍人和灰袍人 扛着灵奈跑了一路 身后少女的脚步声 已经遇见接近 那个小妞追上来了 紫袍人扭头看了一眼 微微醋眉 灰袍人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面色沉沉地说 居然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果然是一个高手 保守估计 恐怕至少有八级的实力 紫袍人说 没关系 我们三个联手 再加上我们五行会的最新科技 就算是九级超凡者 我们也能暂时困住他一会儿 那就在这里动手吧 好 于是乎 两人也不跑了 在一块空地上停了下来 被他们扛在身上的甲灵奈 也恢复了原形 变回了黄袍人的模样 夜晚见他们都停下了 娇小的身躯从空中坠下 落在他们的面前 黄袍人 猎阵 紫袍人和灰袍人 好 三人一个闪身 分别围在夜晚周围的三个角落 少女疑惑地看着他们 不知道这些人想要做什么 黄 灰袍人分别啪的一下 双手和十 爆发了魂力 展露了6.5级的实力 五行风禁阵 开 只见乙黄 灰袍三人为中心 地面上闪烁出一个红色的五行图案 紧接着 一道结界光柱 从地面崩发而出 将夜晚围困其中 这还没有完 三人又同时 分别掏出了一个法杖一样的 长棍状物品 但只要仔细地看 就会发现 这几根法杖是科技的产物 法杖上布满了高科技的线路纹理 三人将法杖往地上一插 再次双手和十 科技锁 开 纳米墙 开 在科技法杖的加持下 原本的魂力结界光柱 又被增幅上了一层厚厚的科技纳米墙壁 五行封禁阵 原本是需要五个人发动 即可发挥最大的威力 不过他们三个人 加上这道 他们五行会最新研发的那米科技墙壁 也可以达到五个人的效果 就算是九级超凡者 想要突破出来 也至少得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到那个时候 黑袍人和白袍人 肯定也已经早就得手了 计划非常顺利 黄 灰袍人 纷纷都露出计划得逞的笑容 看来这个少女虽然实力不错 但是看起来呆萌呆萌的 脑子好像也不太好使 这么轻易地就中了他们的陷阱 夜晚站在结界墙内 抬起一根白皙纤细的手指 轻轻触碰了一下那结界墙壁 哦 只是轻轻一碰 结界墙壁就震荡出一道强烈的魂力涟漪 如果是一般人 或许就直接要被震晕过去了 夜晚暗暗思索 纳米结界墙吗 如果用魔力 应该可以轻易将其粉碎 但这里是人足未免 能不用魔力 就尽量不用 如果用魂力的话 放弃吧 小美女 灰袍人一脸自信 微笑着说道 这道结界墙壁 是我们五星会的无法精髓 融合了我们五星会 最新研发的纳米科技所 就算你是九级超凡者 也无法轻易破解 紫袍人附和 没错 你就老老实实地在里面待着吧 我们知道 我们打不过你 但你也别想出来 不要白费力气 在里面待够一个小时 我们自然会解开结界锁 放你出来 夜晚并没有回答他们 他只是闭上了眼睛 在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个 类似异能黑客的网络面板 任何一个人类的异能黑客 若是能够看见 他脑海中的面板 就会知道 他们平时玩的那些异能网络 都只不过是黑天使文明 玩剩下的小儿科 嗯 黄 灰袍三人面面相去 这小美女 难道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连尝试都不尝试一下 正感到疑惑 只听见那米结界墙 传来嗡的一声闷响 三人愕然地抬起头 只见那米结界墙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瓦解 如同在炙热高温下 快速消融的冰山 坚固不可摧的结界墙 慢慢粉碎成纳米大小的碎屑 三人张大了嘴巴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 眼前所见的这一幕 这 怎么回事啊 黄袍人赶忙上前 检查着插在地上的法杖的状况 戏 系统出问题了 夜晚睁开眼睛 默默地从身后逃出一把武器 那是一柄巨大的燃血宽刃巨斧 就是上一次 林奈送给少女的那把 宽大的俯身比少女的腰 还要宽个三四倍 握在少女的手中 显得颇为不和谐 夜晚纤细白皙的胳膊抬起 举起大斧头 无情地挥斩而去 哄 结界墙被一斧头 劈出竖刀裂纹 那些裂纹逐渐扩散 蔓延 最终整个光柱彻底轰然粉碎 五行风镜阵的光芒 彻底暗淡下去 黄 灰袍三人 黄 灰袍三人 已经完全傻眼了 待在原地目瞪口呆 这 这女人是怪物吧 夜晚手中握着宽刃巨斧 朝着三人缓缓走来 由于宽刃巨斧的腹柄过长 少女的手垂下去 燃血的斧刃拖在地上 与地面摩擦 发出尖锐刺耳的滋啦滋啦的声响 此时那声音在黄 灰袍三人耳里 听来极其恐怖 三人下意识地 纷纷后退一步 面露惨白之色 他们现在甚至都还没搞清楚 眼前这个女孩的真正实力 刚刚女孩劈出那一斧头 根本没有爆发魂力 也就是说 女孩是纯粹凭借力量 用蛮力一斧头 将结结墙给破碎的 这他们真的是人吗 怎么办 紫色衣袍的人咬了咬牙 沉沉地说道 要不咱们还是快跑吧 不行 灰色衣袍的人直接否定 分会长把任务交给了我们 要是我们办砸了 回去之后 你们打算要怎么交代 紫色衣袍的人 可我们也打不过这个女孩啊 黄色衣袍的人眼神一灵 说道 既如此 那就尽量拖延时间吧 说着 黄袍人双手截出手印 凝聚魂力 契约召唤 狂暴野猪 只见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召唤阵势 一头全身长着剑子肉 嘴里长出两根弯尖锐獠牙的野猪 出现在他的面前 去吧 狂暴野猪 黄袍人喝道 让他知道 知道我们的厉害 狂暴野猪两只鼻孔里 喷射出如火焰般的气息 气势汹汹地冲向了夜晚 夜晚见状 沉阴片刻 回想着刚刚黄袍人截印的手势 随即他也开始双手截印 魂力凝聚在他的周身 七月召唤 仿狂暴野猪 黄袍人紫袍人灰袍人 狂暴野猪 只见少女的面前 也出现了一道召唤阵 一头比狂袍野猪体型更大 个头更高 肌肉更壮 獠牙更锋利 全身还包裹着钢铁铠甲的仿 狂暴野猪 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狂暴野猪一个急杀停了下来 被眼前这头 比他体型更大更凶猛的 仿狂暴野猪 惊得一个裂剑 巨大的黑影 盖在他弱小无助的身躯上 在眼前这头 更巨大的仿狂暴野猪的面前 他就仿佛变成了 小鸡仔一样的瘦肉 没人知道 他的心里阴影有多大 啪击 仿狂暴野猪一巴掌挥下去 便轻而易举地 将这头弱小的野猪的脑袋 拍进了地里 牙齿都陷入地下拔不出来 黄袍人傻眼了 这特么什么情况 他也是召唤师 也能召唤狂暴野猪 等等 不要慌 紫袍人冷静地说着 嘴中默念皱纹 易能 鬼藤缠绕 一根根紫色的鬼藤 从地下钻出 爬向夜晚 迅速缠住了夜晚的双腿 还有一些鬼藤 缠绕上了夜晚的腰 还有一些 则束缚住了少女的手腕 夜晚低头一看 表情仍然没怎么改变 薄红润的嘴唇轻轻念动 易能 紫袍人心头咯噔一下 不可能吧 防 鬼藤缠绕 少女说着 同样又有更加粗壮的紫色鬼藤 从地下拔地而起 如果说紫袍人召唤出的鬼藤 是树木的柳枝 那么夜晚召唤的鬼藤 就有一整根树干般粗细 而且 一根根还是带着锋利尖刺的 紫袍人已经要一口老血喷出来了 这女孩是复制机器人吗 为什么也能用她的能力 而且施展出来的鬼藤 还是她的进化版 这让她特么的 怎么接受 十几条树干般粗细的鬼藤钻出 地面都因此震荡起来 如同一片森林 直接拔地而起 江皇 灰袍三人完全笼罩 灰袍人见状 匆忙之下 连忙施展魔法 魔法 火焰海啸 火焰汹涌 将周围的鬼藤焚烧逼退 然而 毫无意外的 夜晚双手合十 魔法 防 火焰海啸 轰隆隆隆隆隆隆 足足十米高的火焰海啸 如排山倒海般 向三人翻滚汹涌来 甚至还有火焰飓风 烈烈卷起 黄 灰袍三人瞪大眼睛 瞳孔里满是炙热 红色火焰海啸的倒影 现在他们心里清楚了 这女孩根本就是个挂臂 这特么还玩得大啊 快跑 三人惊恐大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 转身分散逃跑 林奈一个月身 月至路边高耸 树木顶端 轻若无物地踩在一片 随风摇曳的针尖树叶上 她的手中 还握着一柄银白色的巨大镰刀 月光在她的背后 在她的身影 撒下一层银纱 搜 搜 两个身影跟随着她 同样弹跳着月上树顶 踩在树枝上 分别站在她面前的左右两侧 冷冷与她对视 林奈看着眼前的黑袍人和白袍人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真没想到 你们这面具还是防毒的 看来还是我失算了呀 哼 黑袍人冷冷说道 偷袭一次不成 你就不再有机会了 没错 白袍人说 现在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耍什么花招 林奈微微一笑 那就来试试呗 说着 她将镰刀一甩 双手一合 亡灵召唤 误神 该赢 一辆家常版的奔驰轿车 缓缓行驶在夜城的城区街道 带着墨镜的司机 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少爷 小姐 我们已经给你们订好了夜城 最顶级的酒店 这个五线小城市 实在是太破旧了 居然连个七星级酒店都没有 真不知道 为什么官方这次 非要把比赛地点 选在这种破地方 没办法 您就稍微委屈一下 住个五星级的好了 后座上 穿着休闲式的白西装 那搭是一件米色的打底衫 气质不凡 一看就是出自富贵豪门 女孩花容月貌 不过看起来 却打扮得颇有些脾气 一身街头风的穿搭 其间的头发 还扎着两条小脏便 看起来倒像是街头的女混混 花英文打了个呵欠 手肘靠着车窗 望着窗外城市的夜景 住的地方我无所谓 只要能拿到冠军 让我住在桥洞下面都行 花灵泽依然面含微笑 嫩嫩 我也觉得 小妹你肯定能拿下冠军 要加油哦 花英文没有说话 握紧了小拳头 洁白无瑕的额头 爆出一条青筋 她最受不了的 就是哥哥那一副 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 恶心心 哼 等着吧 这次我一定会在 新生赛上赢过你 花英文鼓起嘴 偏过头去 在心里暗暗说道 奇怪 墨镜司机开着车 忽然发现前方的路段 出现了很大的白雾 这大晚上的 还是夏天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大的雾呢 花灵则看着前方 也觉得有些奇怪 前方的一整块区域 好像都被白雾所笼罩了 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可是城市里的其他地方 完全是万里无云 知呀 奔驰车停了下来 不行啊 少爷 小姐 前方的雾太大了 这样容易起事故的 墨镜司机担忧地说道 花灵则沉默了一会 她尝试用精神力 视野探知白雾内的事物 然而 令她意外的是 她的精神力 居然无法穿过白雾 完全被那白雾 隔绝在外 花灵则露出一个玩味的眼神 有意思 这显然不是天然的白雾 而是超凡者的能力 前面应该是有 超凡者在交战 花灵则顿了顿 又说 而且 我还感觉到了一股特殊的能量 应该是神力 神力 花英文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她也试着感应了一下 的确是神力 但是 她却无法看清 白雾之中究竟有什么 难道前面有使徒 花英文的语气 有些兴奋起来 花灵则笑着说 可能是吧 听说 白死神的使徒 好像也是我们这些 高效性生赛的选手 我知道 是那个叫林奈的 我在热搜上 看过她的名字 花英文眼睛亮起 有趣 没想到这么快 就可以见到那个使徒了 除了大博以外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其他使徒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少女越想越兴奋 我要去看看 会一会这个林奈 说着 花英文便拉开车门下车 然后猛地 直接一个弹跳跃起 迅捷地跳上路边的屋顶 然后一跃进入茫茫白雾之中 唉 小姐 不行 危险啊 墨镜司机连忙拉下车窗 朝外头叫道 然而 花英文早已经跑没影了 少爷 这可怎么办 墨镜司机焦急回头问道 呵呵 没事 花林则一脸淡定地 翘着二郎腿坐在后座 一手捏着一只红色玫瑰花 手指轻轻捏着花瓣把玩 看起来她早已习惯了 小妹的性格就是这样 让她提前适应 适应夜城的环境也挺好 黑袍人与白袍人 深陷白雾之中 失去了方向感 这大物是怎么回事 白痴 还用问吗 肯定是那小子放出来的 这物有点诡异啊 嗯 我也感觉到了 黑袍人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这白色的大物 可以隔绝他们的感知 不仅仅是视力 连听力 嗅觉 在这白物之内 都被大大的削弱了 精神力也无法探知出去 不仅如此 白袍人手中拿着某个探测仪器 连科技设备也无法辨识方向 黑袍人面色沉重 看来这个林奈 的确有两下子 别掉以轻心 这家伙不知道躲到哪去了 这小子最擅长的 就是偷袭暗算 当心别着了他的道 黑袍人说着 发现并没有人回应他 喂 你听到了没有 黑袍人转头一看 愕然发现 白袍人已经不见了 可恶 走散了吗 在这样的白物之中 所有感官都被削弱 就算紧跟着 都有可能走散 刷 一道白芒闪烁而出 银白色的死神之连 突然横流而来 直到很近的距离 黑袍人才勉强听到 连任划破空气的声音 反应迅速地闪过 定 火星四剑 黑袍人长袍的袖子中 展出一条铁链 挡住了林奈这一击 两人魂力碰撞 发出炒豆子般的剧烈声响 林奈并没有选择 跟黑袍人应拼 只是一记偷袭 然后又迅速后撤 将身形隐秘 进白雾之中 定 定 当 黑袍人被林奈 几次三番地扬弓偷袭 但每次都还算 能够勉强应对 哼 就这 黑袍人握紧铁链 警惕着四周 提防着林奈 又会从什么地方偷袭而出 过了熟悉 一头暗影魔狼 突然从白雾中窜出 哼 黑袍人甩出铁链 将那暗影魔狼 鞭挞在地 紧接着 又陆陆续续有十几头 暗影魔狼 从暗处扑越而出 但也都被黑袍人打倒 林奈非常耐心 不断地放出 暗影魔狼偷袭攻击 不断地试探 黑袍人 也保持着绝对的专注力 不给林奈任何 有机可乘的机会 两人僵持住了 十几分钟过去 林奈的偷袭 也并没有造成什么有效的结果 没用的 我是6.5级 你还不到2级 你奈何不了我 顶多就是拖延一点时间 黑袍人冷冷说着 他不怕林奈偷袭他 他就怕林奈趁机逃跑 黑袍人 已经在渐渐适应着白雾的环境 不断用精神力向外突破 终究是等级压制 而且还是压制了 足足三倍的等级 黑袍人觉得自己的感知 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 一开始 他只能用精神力 感知到3米内的事物 慢慢的 已经可以感知到5米 10米外的事物 很快 他就发现了林奈的身影 就躲在他左前方 10米外的墙壁后面 黑袍人嘴角渐渐扬起 原来你躲在这里 这次我看你怎么躲 黑袍人准备要反击了 武器 铁自鞭 黑袍人一个闪身 朝躲在墙后面的林奈 冲了上去 甩出沉重的铁链 然而 他才紧紧奔出几步 就猛然察觉自己 踩到了什么东西 他愕然低头下去 只见地上贴着一张陷阱符 糟了 黑袍人心头咯噔一声 脚下的陷阱 浮力克亮起光芒 砰得一声爆开 化作一张巨网 游下至上将黑袍人罩在其中 黑袍人在网子里挣扎着 但网子却收缩得越来越紧 将他勒得喘不上气来 连魂力都无法施展 他逐渐这时候才意识到 这小子根本是故意的 用白雾迷惑困住他 阻断他的感应 再几次三番的阳弓 放出亡灵生物偷袭 再到故意让自己感知到他的存在 分明都是在一步一步 引导自己踩在陷阱符上 这个狡猾的家伙 果然是个老鹰别 林奈这时才慢悠悠地 从墙后面走了出来 一手拎着他的那把白叶镰刀 悠哉悠哉地走来 而他的另一只手 则是 拖着另一口网袋 网袋里头 是同样被抓住的白袍人 林奈将网袋 网袋在往黑袍人的面前一丢 然后踹了白袍人的屁股一脚 将他俩踹到一起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黑袍人愕然看了白袍人一眼 好像在说 你他们怎么也被抓住了 白袍人反过来也看了他一眼 好像在说 你还好意思说 你自己不也一样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两个6.5级 居然败在了一个2级 不到的毛头小子手上 林奈一脸轻松拍了拍手 好了 搞定 就是不知道 网儿那边怎么样了 嗯 这个时候 林奈忽然感知到 有另外一个超凡者闯进了白袍之中 还有一个 林奈感到有些疑惑 除了眼前这两个人 还有刚刚引开玩的三个人之外 这帮家伙 还有其他同伙 花银文在白袍之中 迅捷奔驰 跳跃前行 这白袍 居然能够压制我的感知力 花银文微微醋眉 连我的听力和嗅觉都被削弱了 看来得小心点才行 好 正想着 一头暗影魔狼 突然从白袍中扑了出来 花银文眼神一领 果然有偷袭 少女身形往后一弯 静坐出一个铁板桥的姿势 展现出了完美的身体柔韧度 暗影魔狼从她头顶飞跃而过 不过并没有完 周围又立马奔出六 七头暗影魔狼 对少女展开了围攻 花银文冷笑 召唤生物吗 她摆起了某种武术的架势 一手捏拳在前 一手握掌在后 七头暗影魔狼再次猛坡上 五计 腾魔音速拳 少女的出拳速度 快到令人无法看清 几招之下 轻轻松松地 将七头暗影魔狼尽数放倒 原来只是如此弱小的 低阶亡灵生物 花银文走过去 看了看地上 化作灵魂散去的暗影 魔狼尸体 这种程度的偷袭 还想暗算本小姐 话未说完 花银文便发出了一声惊呼 原来是她踩到了一张陷阱符 巨网赫然从地下张开 瞬间将它往在其中 混蛋 是谁 居然敢暗算本小姐 这东西 怎么越来越紧啊 别不要再缩小了 花银文越是努力挣扎 网子就越见收缩 渐渐的 她的身体 已经被网子 缩紧成了一条毛毛虫状 修长雪白的双腿肌 被一格一格的网子 勒出一道道 清晰可见的血痕 花银文咬紧牙关 即便已经被勒成毛毛虫了 还是不服气地 想要用魂力挣脱 但网子 瞬间发出 噼里啪啦的电光 变得她的身躯 一阵发颤进卵 然后就 再也没有力气 使用魂力了 白雾渐渐散去 林奈拖着黑袍人 和白袍人走了出来 往旁边一丢 奇怪地看了看 这个莫名其妙 闯入她白雾的少女 她转头看向 黑袍人和白袍人 指着问道 这是你们的同伙 两人都没有说话 林奈仔仔细看了看 少女的打扮 又看了看那两个 黑白袍人的衣服 呃 感觉似乎不像 所以说 你谁啊 林奈蹲下来 望着少女问道 花银文的身体 还在发颤 好半天才缓过进来 她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林奈 声音虚弱 是你放的陷阱服 林奈 当然是我放的呀 我正在屋里跟人打架呢 突然感觉到 有人莫名其妙地闯进来 我还以为是敌人呢 我寻思着 这么大的白雾 除了敌人以外 应该没有路人 那么投铁王里闯吧 花银文 你快点把我放出来 林奈歪了歪头 你没有告诉我你是谁 我干嘛把你放出来 万一你 也是来绑架我的怎么办 花银文 你 小姐 这时候 一辆奔驰车快速驶来 停在林奈的面前 一个带着墨镜的司机大叔 慌忙下车 奔到花银文的身边 小姐 你没事吧 然后 看向林奈 你这无理的家伙 怎么能把一个女孩子 绑成这样 还不快点 把我们家小姐 出来 你们家小姐 林奈看了看旁边的奔驰车 心想 原来这个打扮得像个小太妹一样的女孩 还是个大家千金 她又看了看面前这个墨镜司机 疑惑道 话说 你为什么大晚上的要带着墨镜 墨镜司机大叔 吃呀 奔驰车后座的车门打开 花银泽从车上走了下来 林奈同学 你好 花银泽一脸微笑地走来了 没想到 我们是以这样的形式见面 林奈抬头 打量着这个打扮华贵 气质不凡的俊巧青年 你又是谁 花银泽一脸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花银泽 京都大学大一学生 是参加这次高校新生赛的选手 你旁边这个女孩 她叫花银文 是我的妹妹 但她并没有恶意 只不过刚刚在远处 感应到了神力的能量波动 所以才想要进来看看 传闻中那位白死神的使徒 到底是什么样子 林奈听言 看了看地上的花银文 男男说道 误会啊 果然是从外事来的 高校新生赛的选手 其实刚刚林奈 大概就已经猜到了 这个花银文实力不弱 至少在六级以上 年纪却看起来很小 夜城之中 不可能有在她这个年纪 能够达到六级的 所以只有 可能是外地来的 被束缚在网子里的花银文 听到哥哥的解释 脸颊都羞得烧红了 刚刚才说 要过来会一会 白死神的使徒 谁想到一下子 就被人家给撂倒了 还被哥哥给看到了 实在是太丢人了 林奈同学 花银泽苦笑道 可以把我这个 莽撞的妹妹放出来了吗 妹妹就妹妹 干嘛还要加一个 莽撞的妹妹 非要加深人家 对我的印象标签吗 花银文气愤不已 林奈站了起来 悠悠地说 好吧 竟然是误会 她收回了陷阱符 束缚着花银文的网子 顿然化作蓝色的光影消失 回到了林奈的手上 小姐 小姐 您快起来 这地上梁 墨镜四季大叔 连忙将花银文扶起 花银文站了起来 看了眼林奈 小虎牙轻咬嘴唇 我刚刚只是没有防备 嗯嗯 林奈给了个台阶 你只是不小心踩到了陷阱符 运气不好罢了 花银文 怎么感觉 这个台阶还不如不给呢 花银泽这时 视线投向地上 那两个被束缚在网子里的 黑袍人和白袍人 刚刚她就一直在注意这两个人了 话说 林奈同学 这两个人 是 林奈耸了耸肩 哦 他们是五行会的 刚刚想要绑架我来着 花银泽眼眸微动 五行会的 原来如此 他们想要绑架你 只来了两个人吗 还有三个吧 林奈算着时间 应该也差不多快回来了 救命啊 花银刚落 一个惊恐的惨叫声传来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 身上的黄色袍子 被砍得破破烂烂的面具男人 朝着这边 亮亮呛呛连滚带爬地跑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 拎着巨型宽刃大腹 一路狂奔追逐的清纯少女 跑了一阵 黄袍人见到林奈 顿时瞪大了眼睛 林奈 她低头一看地上 黑袍人和白袍人 正在网子里躺着呢 黄袍人露出一副 怀疑人生的表情 她跑回来 本来是想要向 黑袍人和白袍人求助的 谁想到 他们也已经被人干掉了 黄袍人结结巴巴地指着林奈 你怎么可能 哦 话未说完 黄袍人就发出一声 极其惨烈的叫喊 原来是背后追逐她的少女 已经追了上来 一斧头劈了上去 将她的后背豁开 顿时血肉分离 鲜血飞溅 惨不忍睹 林奈 花灵泽花银文司机大叔 呼 夜晚吐出一口气 手中那把宽刃巨斧上的鲜血 不断滴在地上 躺出一条血色小溪 终于追上了 只用魂力要追三个六级 果然有点累呢 林奈哥 你这边也结束了吗 夜晚的另一只手 还托着一个麻袋 麻袋里头鼓鼓的 明显装着两个人 但看起来一点都不挣扎 麻袋也是鲜血淋漓 林奈都怀疑 里头的俩人 是不是都已经被砍了手脚了 林奈 嗯 是啊 花灵泽望着夜晚 微微有些恶然 她回头问道 林奈同学 这位也是 我们这一届新生赛的选手吗 啊 哦 不是 她是我的教官 林奈摆了白手 夜晚听言 红韵攀上面颊 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教官 花灵泽面露古怪之色 这么年轻的教官 可是看上去 好像只有高中生的样子 好了 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林奈把白袍人和黑袍人 也塞进夜晚的麻袋里 把他们一家人 彻底整整齐齐的装好 花灵泽听言 回过神来 礼貌的笑笑 好吧 那么 我们就等到高校赛的时候再见了 花英文咬了咬嘴唇 她看着林奈 想告诉她 等到高校新生赛的时候 自己肯定会战胜她 但想到刚才败得那么惨 最终还是没好意思 把话说出口 面对花灵泽表现出的热情和友善 林奈没太感冒 这个世界上 戴着面具的笑面虎太多了 只看面貌的话 谁也不知道 一个人背后是什么样子 所以 她只是轻轻摆了摆手 算是做了道别 然后说 我们走吧 玩 便拖着麻袋和少女一同离去 花灵泽看着林奈和夜晚的背影 露出玩味的表情 看来 这次高校新生赛会很有趣 林奈一路拖着麻袋 忽然停下了脚步 少女见林奈停下了 也停了下来 回过头疑惑地望着她 林奈哥 怎么了吗 不对劲 林奈拖着麻袋的手 稍稍用了用力 说 这个麻袋 突然变得很轻 变轻 夜晚一愣 林奈解开了麻袋 麻袋里头 仍然躺着黑 白 黄 灰袍五人 不过他们一动不动 看起来就像是死了一样 林奈伸出手 摘下黑袍人的面具 面具之下 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林奈的手指轻轻一碰 那张脸 就如脆弱的泥巴般碎裂 然后一下子 她散成一堆沙土 经蝉脱鞘之术吗 林奈捏起一撮沙土 在手指间搓了搓 没想到 这几个五行会的 居然还有这一手 还是大意了呀 夜晚见状 立刻说道 林奈哥 他们应该没有跑远 要不我去追吧 说着 少女立马就准备一跃 跳上屋顶了 林奈按住了她的肩膀 算了 没必要 这帮人不像基因公司 基因公司作为国际化的大企业 就算他们做一些非法勾当 起码还不敢明目张胆 不敢被人抓住把柄 五行会本来就是魔道组织 生存在黑暗角落里的势力 不受国际超凡者协会的约束 守夜人也拿他们没办法 而且夜晚不方便施展魔力 要用魂力的话 想要再把他们抓回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 毕竟是五个六点五级 夜晚听言 身体渐渐松弛下来 也只好罢休了 林奈没再说话 拿起那张黑袍人的面具 若有所思 那个黑袍人说 想要邀请自己加入他们 参加他们伟大的计划 这帮家伙的计划 会是什么呢 林奈喃喃自语 五行会啊 时间过得飞快 很快 又是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林奈这几天 依然在夜晚的特训下 辛苦修炼 在黑天使破冰二姨给的黑金 还有一大堆夜晚 炼制的丹药 药剂的帮助下 林奈的实力等级 终于突破了二级 在1.9级的时候 林奈稍稍地遇到了一点瓶颈 在1.9级卡了半个多月之久 现在突破二级以后 体内停滞在节点的魂力 一下子通畅了许多 形成了一个大爆发 磅礴的魂力 将它的等级从二级 一下子推到了2.3级 然而突破二级以后 林奈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胸口一阵剧痛 那痛楚好似刀脚 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迅速蔓延 很快痛楚 遍布了她的全身 林奈 啊 夜晚听到了林奈的低吼 连忙来到她的房间 林奈哥 夜晚来到林奈身旁 而林奈好似已经痛到 听不到她说的话 体表浮现出一道 一道银白色的光纹 少女露出吃惊的表情 那银白色的纹里 如同婉转的流光 又好似有生命的枝叶 很快蔓延着她的全身 散发出阴晕而磅礴的光雾 不只是身体 林奈觉得自己的大脑 也有不断的记忆在涌入 那好像是白死神的记忆 夜晚看着林奈痛苦的样子 有些不知所措 林奈哥 你别吓我啊 林奈吃力地睁开眼睛 想办法帮我止痛 她觉得身体被能量充盈 已经快要爆开了 夜晚听言 立刻凝聚了魔力 将黑色的气息注入林奈体内 魔力进入林奈体内 少女察觉到了 林奈痛苦的原因了 是她体内的神盒 之前神盒一直处于休眠期 可是刚刚林奈哥突破二级之后 就好像一下子复活过来了一样 险些把林奈哥的身体撕碎 夜晚表情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 不过大概又过了几分钟 神盒又慢慢地沉寂下来 再次休眠 林奈体表的银白色纹理 也渐渐暗淡 最终消失了 林奈哥 你刚刚到底怎么了 夜晚担心地在一旁扶着林奈 将她扶到床上 林奈没有说话 低着脑袋 喘着气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 眼前一片花白闪烁 她忽然看到了一个画面 自己身体内的深处 一个长得像是海胆一样的物体 不断颤动着 那是一个不规则的球状 上面长满了一根根尖锐的根须 不时散发出诡异的黑光 但是那东西很小 看起来仅仅只有一颗米粒那么大 神盒 林奈的白死神记忆恢复了一些 看到那小海胆一样的东西 下意识就说出了这东西的名字 神盒是什么 林奈想要继续搜索记忆 然而 记忆又一次中断了 脑袋刺痛 马德 给我记忆就给我记忆 就给我一半是什么鬼 搞不清楚 这个神盒究竟是什么 但是林奈能够感应到 刚刚自己会那么痛苦 都是这个小东西惹的祸 不过现在 这个小东西 已经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夜晚听到林奈说出神盒两个字 压抑地张大了嘴巴 林奈的意识慢慢清醒过来 眼瞳也清明了 夜晚连忙又问 林奈哥 你怎么样了 嗯 没事 林奈沉默了一下 手掌放在自己的胸口 那个小东西 好像已经稳定了下来 夜晚看起来很不安的样子 他想要询问林奈 为什么会说出神盒两个字 但又颇有顾虑 林奈哥 你刚刚说什么 神盒 少女试探着问道 嗯 林奈抚摸着胸口 我感觉到体内有一个东西 刚刚我好像 得到了白死神给我的记忆 下意识就认出了 那东西的名字 夜晚很是吃惊 林奈哥居然能够感应到神盒 那 那现在 那东西怎么样了 少女追问 林奈沉应一会 说 我能感应到 这东西里 好像储存着一丝丝神力 可能是使徒储存神力的地方吧 也有可能是白死神的使徒特有的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好像可以从这神盒里 抽取一点点神力出来了 不过 我只要尝试抽取一点点 身体就会再次感到爆炸般剧痛 夜晚更是诧异 林奈哥居然可以使用神盒内的神力 这一下子 有点超出少女的知识范围了 不过 林奈哥想要抽取神力 身体就会感到爆炸般的痛楚 这一点倒是比较好解释 林奈哥现在的身体还太过雷弱 毕竟只是凡人之躯 抽取太多神力的话 这具身体根本扛不住 放心 我没事了 林奈看着少女担忧的模样 笑着揉了揉她的脑袋 不过刚刚突破之后 我有点饿了 给我下个面吃呗 少女思存着 或许情况并没有她之前 想象的那么糟糕 回头问问二姨吧 或许她能知道些什么 好 少女站了起来 扶了扶洁洁白的裙边 林奈哥想要吃什么口味的面 林奈 我尔喂的面就行 啊 夜晚一脸呆萌 意思就是 我尔煮的面都行 林奈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 嗯 好的 少女光着脚丫 登登登的去厨房煮面了 呼 林奈沉沉的呼了口气 她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现在她突破了二级 终于可以学习她的第二个职业技能了 打开主页面板的技能术 林奈看见自己的第二等级技能 已经被点亮了 营月斩LVE 效果 释放一道极快的荧光气刃 气刃的形状 角度 随着镰刀的攻击方式而改变 该技能对亡灵生物的伤害加倍 点击进入详细属性介绍 鬼影部LVE 效果 持续性消耗技能 使用时移动速度正300% 灵巧正300% 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 会出现迷惑敌人的残影分身 点击进入详细属性介绍 嗯 林奈有些疑惑 不是说生一击 只能点亮一个技能吗 为什么她会有两个 嗯 大概是使徒都有两个技能吧 林奈大致看了一下她的两个能力 一个是伤害技能 一个是提升身法的持续性技能 都很好理解 接着 林奈又查看了自己的基础属性 基础属性 生命 200 力量 193 敏捷 235 精神 241 智力 12 体力 185 防御 190 抗性 188 魂力 1300 神力 15 点击查看详细属性 林奈看着自身的属性 虽然她现在是2.3级 但如果光论身体属性强度的话 她现在的身体属性 基本可以跟5级左右的超反者抗衡 当然不包括 者类的超反者 这里头 有一大半原因 是因为她开局 吞下的那一万多头亡灵 剩下的一半原因 便是这段时间以来 接受夜晚特训的结果 加上她白死神的能力 剑神和雾神的亡灵 加上一些战术的话 现在打败一个普通的6级超反者 已经不是太大问题了 但如果是参加高校新生赛的那些选手 基本上都是全国各地的顶尖苗子了 肯定不可能是D级 C级天赋的超反者 B级 A级 甚至S级的超反者 都肯定有不少 之前她遇上的那个花银纹 便是6级超反者 而那个花铃泽 实力更是达到了6.5级 这些来自一线城市高校的学生 很多才刚刚大一 就已经达到了许多人一辈子 也达不到的高度了 过了一会 夜晚便做好了面 捧着两碗热腾腾的挂面 来到林奈的房间 林奈和夜晚坐在一起 吃完一碗面后 林雨昕正好打来了电话 喂 林奈 你好了没有 快点下来吧 林雨昕在电话里说 该赶去比赛现场了 今天第一天报道 可不能迟到呀 吃完面 林奈与夜晚一起下了楼 一辆绿色的大型越野车 就停在楼下的花铺旁边 林奈一下来 发现唐红山 老张 丁子 杨小川 阿光 阿南他们居然都在 你们都来了 林奈意外 那当然了 今天你要参加新生赛 咱们搁几个 肯定得亲自来送你啊 阿光从前面转过身来 说 林奈 你可得多乘几轮 我可都跟丁子吓了住了 说你至少能扛到第四轮 林奈奇怪 你们今天都不用执行吗 阿光 我们都在休假呀 林奈心想好家伙 基本就没看他们执行几次任务 一个多月全在休假 林奈 这是我收集的 今年一些厉害选手的资料 杨小川说着 递过来一个平板电脑 你可以看看 谢谢 林奈接过平板 果然有足足十几页的选手信息 全国各个名牌高校的种子选手 都有特别标注 林奈手指滑动着平板 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 花灵泽 南 京都大学 6.5级 职业分类 异能者 超凡序列号十一花的魔术师 花银文 女 京都大学 6.0级 职业分类 舞者 超凡序列号三四级一格斗家 于圆圆 女 山海大学 5.4级 职业分类 幻术师 超凡序列号十四 万幻装艺师 祝 此人拥有一半魅魔血统 魔艺等级 痴魅 万幻装艺师 这是什么超凡职业 林奈感到疑惑 听起来导向是化妆师 化妆师也能成为超凡职业 林玉希坐在林奈旁边 探头看着林奈手中的平板 叹了口气 说道 今年其他地区高校的新生实力 又变强 这群人 大一就拥有了六级的实力 真是离谱啊 林奈 你要当心 唐红山伸出手 拍了拍林奈的肩膀 你在叶城碰到的敌人 大多都是C级 或是D级天赋的超凡者 而这些会被学校推举 来参加全国新生赛的选手 至少也都是B级以上的天赋了 同样是五级超凡者 A级天赋的五级 和D级天赋的五级 可谓是天壤之别 你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知道吗 林奈疑惑 原来全国新生赛 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的啊 废话 那当然了 每所学校的名额 都是有限的 老张说 全国那么多所高校 那么多新生 要是全都参加 谁都来掺一脚 那岂不是主办方 连盒饭都出不起了 嗯 林奈想了想 看向一旁的林雨昕和杨小川 所以说 雨昕和小川去年有参加吗 林雨昕和杨小川听言 皆是面色一红 林雨昕略有些尴尬地说 参加了 不过我俩是炮灰 去年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杨小川也说 是啊 跟那些一线二线城市的 种子选手比起来 我们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大一的时候 我们当时才三级而已 你想也能想象到 面对这些五级六级的 根本就没得打 所以啊林奈 你可是我们的希望啊 林雨昕伸手拍了拍林奈的肩膀 一脸认真 起码得多挺几轮 为我们夜城争口气 要是你能挺进最后一轮 肯定就是我们夜城的大明星了 林奈苦笑一下 心想我可不想当什么大明星 不过嘴上还是说 好 我尽量吧 一艘无比巨大的天空母舰 挡住了日光 遮蔽了天空 缓缓来到夜城的上空 这艘母舰的外形 奇异而充满了科技感 形状扁圆长 上面居然还能清晰地 看到一座座房屋 每座房屋都用特殊的 铁管相连在一起 与其说是母舰 但看起来更一座 漂浮在云雾之间的海岛 此刻 刘鹤 庞局长 还有好几个都城来的大人物 正坐在天空岛的母舰上的 某个房屋的某个房间 庞局长的面前 是一盘棋局 他此刻正是其中一方直骑者 他的对面坐着一位 身穿黑色军装的老人 老人看起来 至少已经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了 皮肤的皱纹和病角的老年般 暴露了他的年纪 但老人的眼睛 依然是血量而凌厉 被梳理得整齐的苍苍白发 并没有遮挡住 老人害人的杀意和气势 老人双指稳稳地捏起一颗白玉棋子 利落地落在棋盘的某处 庞局的眼皮顿然一跳 沉默片刻之后 庞局苦笑抱拳道 纪老 我认输了 棋局落幕 纪老杀意退去 露出一个和蔼可亲临家老人般的微笑 小庞啊 最近齐力退步这么多 是来到夜城之后 活得太安逸了吧 庞局长 纪老说笑了 我的齐力本来就远不如纪老宁 唉 你也真是可惜了 纪老淡淡地说 如果不是当年未免远征时 你被魔医所伤 现在 你起码是个山海市级别的负责人吧 庞局长有些尴尬 只好跟着裴笑脸 刘鹤站在一旁 看得冷汗沉沉 虽说只是下棋 但老话说 下棋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性 那是绝对不假 他跟庞局下过几次棋 基本都是大坝规 而庞局在这个老人面前 居然连一百手都没撑过 老人的棋风 实在是太过灵力了 攻击的气势一波接着一波 完全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仿佛一出手 就是要将人置于死地 也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季老绝对是一个杀意很重的人 季老说 这次新生赛的名单列出来了吗 拿来给我看看吧 旁边的刘鹤听言 立马拿来一台平板 递了过去 季老 您看 季老灰黑的眼睛 静静看着平板 手指在上面轻轻滑动 看了一会儿 季老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扬起满意的笑容 今年有挺多不错的好描子 是的 刘鹤说 今年的新生赛阵容 可能是近十年来 不 甚至可能是近百年来 最强的一届 林奈 季老翻到了林奈的信息 视线在上面多停留了几秒 手指在这个名字上 轻轻抹撒着 我之前可是在新闻上 看到过好多次这孩子报道了 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旁居笑道 季老您放心吧 之前虽然一直没有出现过 白死神的使徒 但根据林奈的资料战绩来观察 白死神至少也是十二主神的实力 即使在使徒之中 也绝对是排在前列的 季老说 没有新兴的人 他们占据了自己无力拥有的东西 只能说是一种悲哀 这样的人 往往都会死得比普通人要更惨 旁居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季老继续翻看其他选手的信息 京都花家的两兄妹 今年也到了参加新生赛的年纪了吗 那两个小娃娃 居然也已经这么大了 时间过得还真快啊 精英公司今年也派出了不少苗子出赛 看来他们今年是打算争取 抢夺一下国宝了 嗯 超凡序列号03 而且居然还是出自一个小地方的高校 真是少见 还有道家的 儒家的 佛家的 翻着翻着 季老的眼睛忽然又是一亮 哦 今年居然还有另一位使徒参赛吗 是的 旁居立刻说道 是神明序列号27雷神 天影的使徒 季老沉默了好一会儿 饶有兴趣地说道 一届新生赛 居然有两位使徒参赛 还有超凡序列号03的选手 哈哈 看来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越野车离开了城市 开到了一片山区 林奈看着车窗外 附近山林翠绿的景色 露出疑惑的表情 唐队 比赛的地点 是在山里吗 当然了 你以为呢 我还以为会是在哪个体育馆 全国有几千所高校 就算每个高校的参赛名额有限 总共的参加学生 也起码有两三万人 唐红山转过头来 你认为啥样的体育馆 够两三万人一起比赛的 说的也是 林奈觉得导演合理 所以我们这是要去哪 这片山区 仍然属于夜城的管辖范围 林奈不记得 这片山区 有什么可以用来比赛的地点 唐红山 马上就到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 越野车又在崎岖的山路开了一段 过了一会儿 前方路段出现了两个 穿着迷彩服的士兵 他们端着两把魂力枪 驻守在前面的路口处 停下 一名士兵做了个手势 示意唐红山把车窗放下 唐红山放下车窗 拿出一份证件 送选手入场 其他人都是家属 一车都是 士兵看过证件 便冲唐红山进了个礼 然后便示意放行 老张吸了口香烟 吐出白雾 然后踩住油门 往前驶去 林奈还是有些困惑 因为前方看起来 还是什么都没有 不过 很快他就明白了 越野车开过两个士兵 穿过路口 忽然就见前方的空间 出现了淡淡的波纹扭曲 空间顿变 如同子弹穿入水中 荡漾起的连衣 终于渐渐平静 眼前的世界 一切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入眼是一座座庞大 如奥运村一样的建筑群 有比赛的场馆 有食堂 有商店 有医院 还有训练馆 一辆辆车子 在这里穿梭通行 许多其他学校的选手 似乎早已经到了这里 已经聚在那里 互相聊起天来 林奈顿然明白了 原来是结界 从结界的外面 根本看不出来 这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番世界 林奈看着车窗外的情景 这个地方 让她感觉有点像是 前世军训的训练营 许多持枪的士兵站岗 还有很多教官走来走去 许多学生互相攀谈 有的学生在小卖部买东西 林奈问 外省来的参赛选手 已经都到了吗 唐红山微微汗手 其实 外省来的选手 早在一个星期以前 基本都已经抵达叶城了 也早已来过这里 因为他们需要在这里分配入住 你是叶城本地的学生 所以才不用那么麻烦 你的房间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直接带你过去就行 林奈眉毛一挑 入住 我们还需要住在这里 唐红山 是的 林奈 这么说 我们的比赛 需要进行好几天的时间咯 唐红山 没错 去年的比赛 从第一轮到第五轮 总共进行了一个多月 每一年的赛制都不一样 所以 比赛时间当然也都大不相同 林奈疑惑 还会有什么特别的赛制吗 唐红山笑了笑 我只能说 肯定跟你以前经历过的比赛概念 完全不一样 除了第五轮比赛 是固定的传统1v1类台赛之外 前四轮的比赛 赛制和比赛内容都是不固定的 而且是严格保密 这也是为了防止一些选手想要取巧 查询过往的比赛记录 提前准备 我们就没法陪你了 后面就要靠你自己了 然后拿出一张卡片 你的房间是313 加油哦林奈 我们会在后台监控室 看你的精彩表现大 是啊 老张手肘靠着车窗 千万不要第一天就回家了呀 比赛可是有记者实时拍摄的 你要是败得太惨了的话 咱们小队的面子可就挂不住了 林奈接过卡片 那要不然你们 直接准备帮我办庆功宴吧 哟 小伙子星星可以啊 嘿嘿 等你拿个好成绩 让老张带你去洗澡 或者 你早点淘汰 在我们休假还没休完前回来 我带你去找女大学生 开黑也行 你不知道 最近我又认识了好几个漂亮妹妹 林奈 众人在嬉皮笑脸 叽叽喳喳喳的时候 只有夜晚 安安静静地坐在后座 透过车窗望着林奈 没有说话 夜晚双眸如水 也望着林奈 那是她特有的眼神 很安静 但很抓人 林奈也朝她看了过来 与她对视 少女这才捏了捏一脚 说道 林奈哥 加油 林奈笑了笑 抬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好 林奈双手插在上衣的口袋 走上了宿舍楼 来到313 第一 林奈用卡片打开房门 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间 看起来像是一个标准的酒店单间 基本的设施 用具一应俱全 林奈刚一打开灯 一个机器人便飞了出来 同时在林奈的面前 亮起一个面板 请选手在机器人的监管下 喝下眼前的兴奋剂 检测饮料 那机器人伸出一只机械手 抓着一只一拉罐样式的饮料瓶 拿到林奈面前 林奈一笑 这比赛的组委会响的还真周到 她接过一拉罐 打开养伯 喝了下去 提示 你已喝下盐国特制兴奋剂 检测饮料 检测无异常 提示 24小时之内 部分Buff類药剂将对你完全失效 机器人滴滴两声 从红灯变成绿灯之后 就飞行着离开了 房间内只剩下她一人 林奈无事可做 打开房间的冰箱 从里头拿出两罐饮 和一袋汉堡 吃了便躺在床上休息 歇了大概两个小时 房间的门铃响了 林奈走去开门 门外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年轻男老师 旁边还跟着好几个 跟林奈年纪相仿的学生 他们全都好奇地打量着林奈 男老师 你好 你是林奈同学吧 我是都城守夜人总校派来的负责人 负责各地区守夜人分校 派出选手的集合工作 现在马上要选手集合了 请跟我们一起去大操场吧 林奈 哦 好 这时候 两个女孩从男老师的旁边跳出来 开心地道 林奈 太好了 你也有参赛 林奈一看 原来是跟她同班的楚孟瑶和徐巧琳 她已经矿了大半个月的课了 所以跟她同校的学生中 有哪几个 还有被派出来参赛的 她是一概不知 楚孟瑶和徐巧琳 开心来到林奈身边 叽叽喳喳地跟林奈说着话 两个女孩都很感谢林奈 在上次任务中救了他们 他们俩在上次的任务之后 基本都成功林奈的头号粉丝了 不过 林奈其实并不太会应付女孩子 基本都只是他们说什么 她嗡嗡嗡地敷衍 不过楚孟瑶和徐巧琳 两人倒也不介意什么 两个女孩开开心心地跟在林奈身后 像是她的小跟班一样 集合完毕 男负责人带着林奈等人来到了大操场 接着 各所学校分别入场 有点像是林奈前世学校的运动会 但没有运动会那么多抽象的形式感 不会让你走什么整齐的不资 也没有不能说话 不能交投接耳的要求 只是简单的每个学校的负责人 带着每个学校的参赛选手 来到各自学校的位置而已 这也是正常 这样的比赛 实力和成绩才是代表了一切 你没有实力 形式摆弄得再好看也是笑话 不过一些比较受人注目的学校入场时 难免会引起不少学生交流讨论 嘶 那就是京都大学吗 他们的参赛选手居然有这么多啊 那肯定的啊 作为都城的学校 他们选手更加优异 参赛名额肯定也是更多的 那边是都华大学吧 京都大学的死对头学校 泽泽 我本来还想今年努力努力撑到第三轮的 现在看起来是无望了 来了来了 你看 是白死神的使徒 那个叫林奈的家伙 听说他在不到二级的时候 就一个人打败了十几个五 六级的一届匪徒呢 去 那种新闻你都相信啊 你自己不觉得离谱摸 想想也知道 是记者为了吹嘘使徒 故意写出来夸大其词的报道 就是 我还有见一些自媒体上说 他不仅干掉了十几个匪徒 还干掉了一千多头魔物呢 只能说现在的记者 为了博眼球 啥都能写得出来 某看台上 记老 旁菊 刘鹤等人通过透明的玻璃 远远看着走上操场的林奈 白死神啊 记老难难道 首次出现的神明使徒 让我看看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吧 后台 夜城大学的负责人 也就是当初开出了林奈的那位王副校长 一脸庄重地理了理自己的领带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看向自己身后 那人数可怜巴巴的两名学生 准备好了吗 王副校长一脸严肃 马上就要轮到我们出场了 都把胸膛挺直起来 不能给我们夜城大学丢人 知道不 我们学校虽然没有那些名牌高校有名气 参赛的名额也少 但绝对不能丢了气势 你俩都是 我笑得绝对精英 我相信 你俩一定能给我们学校争一口气 王副校长身后 两个戴眼镜的男生一脸怯怒 看起来完全没有信心的样子 他们的实力都只有二级出头 今年的参赛名单 他们也都看过了 一大群五级六级的大佬 以他们的实力 拿头的自信去赢 若不是今年 他们夜城是东道主 估计他们夜城大学 连两个名额都没有 所以他们现在唯一想的就是 希望到时候 在赛场上遇到的对手 能够手下留情 尽量不要受伤就好了 你俩干嘛呢 王副校长一脸不满 别愣着了 快点给我点反应啊 两人面面相去 只好不太情愿地说 是 别捏捏的 没吃饭吗 大声点 是 再大声点 有没有信心 有 哼 这还差不多 王副校长一脸满意地点了点头 后台其他学校的参赛选手 纷纷扭过头来 宛若看棒球一样地看着他们 接下来 夜城大学 主持人在主席台上 用麦克风念叨 请带领参赛者到Y3区域 王副校长再次理了李领带 挺直了腰背 带着两个参赛选手出场了 两个选手在王副校长的裹挟之下 挺直腰板 努力跨着整齐而夸张的不姿 全场的参赛者 原本都在焦头接耳地自顾自说话 一听到夜城大学四个字 顿然都全体默契地沉默了下来 但这沉默只维持了两三秒钟 很快众人又开始互相窃窃私语 而且讨论的声音比刚刚更大声了 咦 这个夜城大学 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你记错了吧 这是一所五线城市的二本大学 没什么名气的 不对不对 我记得 他有上过热搜的来着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那所传说中 把使徒开除了的传奇学校吗 卧槽 对对对 我也看过那个热搜 我居然给忘了 啥 这就是那个开除了使徒的夜城大学啊 66666 真是百文不如一见啊 今天居然见到这所传奇学校的真变目了 牛逼牛逼 讨论的声音愈见愈大 而且不断扩散开来 很快 几乎所有学生的注意力 都被集中到了王副校长他们的身上 而且都要惊叹一句 卧槽 真是那所开除了使徒的夜城大学 是啊是啊 听说他们今天带队的负责人 就是当初拍板开除使徒的那个副校长呢 知道自己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力量都不行 直接选择开除了使徒 让学生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他真的 我哭死 越来越多的嘲讽之音 传入了王副校长和身后两个男生的耳朵 两个男生早已憋红了脸 脑袋再次缩了回去 低着头避开其他选手的目光 王副校长也是一脸尴尬 但他仍然厚着脸皮昂着头 表现出一副淡淡的微笑 一副油颜不尽老油条表情 仿佛那些声音不是在嘲讽他 而是真的在赞扬他一样 而此刻 林奈正站在守夜人学院的队伍最后面 抱着双臂 正好也看到了 从走道上经过的王副校长一干人 不过他毫无反应 甚至还无聊地张嘴打了个呵欠 他们守夜人学院这边的阵营 包含了全国各地守夜人学院的代表 所以聚集在他们阵营的选手会比较多 林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会去主动交际的人 于是就一直站在队伍的最后面 其他学校的阵营 倒是有不少选手转头过来打量他的 看起来 他们都对林奈这个白死神的使徒十分好奇 嘿 忽然的一声招呼 打断了林奈的发呆神游 林奈茫然地扭过头去 只见一个身形有些微胖 但是面容看起来很开朗的男生 你就是林奈吧 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了 微胖男生笑嘻嘻地拍着胸脯自我介绍 我叫孟飞飞 是槟城守夜人学院的种子选手 哦 你好 林奈应声 简单地冲他点了点头 那个就是当初开除你的夜城大学吧 孟飞飞乐道 真是笑死我了 他们现在应该连肠子都会轻了吧 林奈歪了歪头 没有太大的反应 嗯 可能吧 咦 你咋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的样子 孟飞飞一脸奇怪 林奈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当初开除你的老仇人 如今被人这般打脸 你不会觉得很爽吗 老仇人 林奈挪了目光 瞥了一眼远处如小丑一样的王副校长 哦 没啥感觉 如果这种级别的都能当他的仇人 那他的档次也太低了一些 孟飞飞愣了一下 随即挠了挠后脑勺 嘿嘿 也是 你是使徒 眼光自然会比较高 我就不一样了 我这人记仇 牙子必报 谁对我坏我都记着 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就算他们是蝼蚁 我也要把他们抓到盒子里 好好玩弄 最后捏死 当然了 谁对我好我也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孟飞飞咧开嘴角 露出一个阳光开朗的笑容 竟有一个酒窝 林奈也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挺好 对了兄弟 这次的比赛 你有啥目标没有 孟飞飞的性格 明显就是个自来熟 前十 还是前三 还是第一 名次我倒是无所谓 林奈想了想 我就是想要第一名的那个奖品 孟飞飞一脸吃惊 你想要追魂 为什么 你不是白死神的使徒吗 那你也不是魂枪手啊 林奈 我是受一个朋友之托 那把追魂 对她来说很重要 是吗 孟飞飞挠了挠头 嘿嘿 其实我也想要那把追魂 因为我的职业是魂枪手类型的 我的超凡序列是33号 阴眼居魂 对我们魂枪手类型的职业来说 那把国宝枪无疑是神器了 当然 我也知道自己 没有拿到冠军的能耐 这次参加比赛的大佬 实在太多了 我的目标就是 打到最后一轮 能够参加几场类台赛 跟各地几个大佬 一对一交交手就满足了 一个又一个的名牌大学 陆续登场 来到各自阵营的位置 林奈抱着双臂 大致看了一眼 基本上从各个学校的名额人数 就可以辨别出一所学校的实力了 大多数学校都只有一个名额而已 人数最多的便是京都大学 都华大学 山海大学 然后是守夜人学院 除此之外 还有儒家 道家 佛家 墨家 兵家 法家 阴阳家 农家 明家 杂家 鬼谷等公司的直属学院 这些都是严国内顶尖的 一流门派公司势力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一些门派公司 是空占一流的名头 实际上已经是逐渐落寞衰败了的势力 这个时候 前方又传来一阵轰动 好像是又有哪个颇受关注的种子选手入场了 喂喂 你们快看 又一个使徒 是雷神 天瘾的使徒 妈咽 今年居然有两名使徒参加比赛吗 这小哥哥 长得有点帅呀 他是鬼谷学院的参赛代表吗 怎么他们这个学校 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连个领队的老师都没有 这么重要的比赛 他们学院没派个老师出来 带一下吗 那是因为 鬼谷公司从上到下 从老板到员工 一共就只有三个人 老板还兼职老师 员工兼职学生 啊 三个人 鬼谷不是一流势力吗 怎么就只有三个人 是只有三个人啊 但不妨碍人家是一流势力啊 人家人数是少 但都是绝对的精英 鬼谷学院内部的三人 无论学生还是老师 全部都是神明智力继承者 原来是这样啊 林奈在一旁默默看着 听着 心中暗道 雷神 天瘾 除了自己以外 原来今年的选手之中 还有其他的使徒 他目光朝操场跑道的方向头去 只见一个面孔冷漠的年轻人 在万众瞩目之下 默默走过了跑道 这个年轻人 留着一头黑色长发 长着一副艳势脸 眼神冷冰冰的 给人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但长得倒是还挺帅 虽然他穿着现代装 但气质看起来 就像是古代的侠客一样 雷神 天瘾 神明序列号27 林奈摸了摸下巴 不知道实力怎么样 此刻另一边 一个银白色头发 红色眼瞳 长相眼神都颇为邪性的年轻人 双臂抱胸 看着鬼谷家的使徒少年 露出一声冷笑 两个使徒嘛 咯咯咯咯 很好 都是我的猎物 他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 眼神中满是期待 过了一会 所有高校的参赛学生 都已经集中完毕 操场上 足足占了有三万多人 林奈一眼看去 心想这么多人 一天应该要打很多场比赛吧 高台之上 京都大学的校长作为代表 走到演讲台前 各位参赛的新生选手们好 操场上三万人 顿时都安静了下来 目光齐刷刷投了过去 京都校长居高零下 目光扫视台下三万多人 淡淡地说 我知道 今天来到这里的 都是各地的天之骄子 你们之中肯定有不少 心高气傲之人 对自己非常自信 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每年都有 但我要提醒你们 全国新生赛将会是你们 有生以来参与的 最特殊的比赛 在这里 紧紧的战斗力强 并不代表你就能走得更远 因为这里比拼的是 全方面的综合实力 当你们踏入这个节节的 第一课起 你们的比赛 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 说场面话 所以我们就直入主题 众所周知 我们的新生赛 一共有五轮 但是很可惜 你们之中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人 可以挺进下一轮 剩下的人 你们马上就可以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了 当然了 如果淘汰的选手 想继续待在这个节节里 看完接下来的赛程 也没有问题 我们有选手的特殊天眼式观赛位 前提是你得自费 我们可不会为了一个第一轮 就被淘汰的废物买单 这话一出 大操场上顿然响起一片喧哗 低声一轮不断 孟非非听言感到嘖舌 嘖嘖道 第一轮就淘汰掉九成的人吗 可真够狠的 林奈倒是没有什么意外 这道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否则这么多人 一场一场逼得比到什么时候 就是不知道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淘汰这两万七千人 不远处 京都大学的阵营里 花银纹握紧了拳头 一副愁愁马 智的样子 花银泽站在一旁 看起来完全没有所谓 看来她是很有信心 根本不担心第一轮淘汰的问题 于远远站在山海大学的队伍里 正吹着小曲子 拿着小镜子给自己补装 京都校长继续说 下面我来说赛程安排 今年的比赛 五轮一共三十天的时间 前四轮都是淘汰赛 几近最后一轮的选手 会得到官方的重点培养 前十名更是有丰厚的奖励 接着 是第一轮的比赛内容 京都校长顿了顿 林立的眼神 扫过大操场的所有人 声音冷冽 第一轮的比赛内容就是 干掉你们身边的人 留下自己 听到这个规则 几乎所有人都露出恶然的表情 然后下意识地 看向自己身边的人 大操场上有不少人 流露出诧异的神色 有的人皱眉沉思 还有的人满脸轻蔑不屑 且 我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的规则呢 说得那么神灭 隔壁松城高校的阵营里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 满脸轻笑 摊了摊手 不就是大逃杀吗 林奈没有说话 继续静静听着 京都校长并没有 搭理下方操场的嘈杂 继续冷冽地说道 现在我说具体规则 这个节界所笼罩的范围 总面积大概是十平方公里 这就是你们的活动范围 比赛的时间是三天 也就是七十二个小时 一会儿 你们所有人的系统邮箱上 都会被发放到一个 这样的小珠子 京都校长说着 抬起了右手 空间物品栏里 只能随身携带在身上的某处 一旦这颗珠子被人破坏 你们的命就没了 将被直接淘汰 擦 京都校长说着 捏碎了手中的珠子 同样的 只要打败一个敌人 捏碎对方的生命珠 你的击杀积分 就会增长一分 七十二个小时之后 活下来的人 便可以晋级下一轮 而你的积分 将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比赛 花灵泽听着京都校长的讲话 将手指抵在下巴上 撕存道 还真是大逃杀啊 这样一来 的确就不是纯粹的拼实力了 肯定会有很多实力不强 但是逃跑能力 隐蔽能力强的老六 一路靠狗挺到下一轮 但是如果不杀人的话 就算狗到下一轮 没有积分 恐怕后面的比赛 也会过得很艰险 刚刚我说的 只是这一轮的基本规则而已 我还没有说完 京都校长这时继续说着 他冷笑一下 你们应该 对这种大逃杀的规则 很熟悉吧 那么 接下来就说点不一样的 一会儿 京都校长神情玩味 说道 同时 为了比赛能够进行得更快 我们会通过系统 向小队发布特殊任务 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那么整个小队的所有成员 将全部淘汰 听到这里 林奈顿时微微醋眉 全场的学生中 也有不少人对这个规则感到不满 为啥还要跟人组队啊 万一我分配到的队友 是两个垃圾怎么办 就是 我可不想被两个废物给拖来 团队生存的话 那击杀敌人所得到的积分 又该怎么算 京都校长站在机密的高台上 但他的听力似乎很好 听到了某些学生的抱怨 淡淡地说 团队击杀敌人 你们团队的所有人 都将得到一个击杀积分 所以不用担心 积分需要跟队友评分的问题 听到这话 操场上众选手不满的声音 才逐渐小了下来 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都是为了朝最后一轮的目标去的 都是为了给自己 争取到更好的修炼资源和奖品 而不是来交朋友的 谁会愿意莫名其妙地 跟一个分配到的队友 评分积分呢 还有谁有疑问吗 京都校长说 现在提出来吧 下面沉默了一会 远处 清城大学一个女生举起了手 问道 有什么限制吗 京都校长说 限制就是 不能杀死其他参赛选手 一旦失手杀死你的对手 那么你就当场淘汰 掌握得住分寸 也是比赛的内容之一 我们的裁判 之中有全国最好的治疗系超凡者 并有天眼摄像头监视节节之内 每一个选手的情况 所以只要你吊着一口气 我们都能给你拉回来 所以不用担心受伤的问题 道具上没有限制 正规市场上 可以购买到的武器和道具 烟雾弹 震撼弹 陷阱服 爆破服 都可以在比赛中使用 女生听完 点头退了回去 不再有任何疑问了 白发红彤的邪性少年 听到这话 冷哼了一声 沉沉地说道 去 不能杀人吗 真没意思 好了 你们的比赛 将在半个小时之后正式开始 京都校长说 现在 你们就按照系统 给你们分配的队伍 到各自的集合点去集合 天眼市 唐红山 林雨昕 夜晚 老张等人就在这里观看比赛 算是他们作为家属的VIP位 除了最后一轮的比赛 有全国直播之外 前面的比赛都是内部进行的 只有各个高校的领导 内部的人员可以看到比赛的全过程 没想到第一轮就是大逃杀的模式 林雨昕看着面前的天眼屏幕 对这种模式 她并不陌生 去年的新生赛 好像就有一轮采用的是这种赛制 没想到今年第一轮就使用了 林雨昕又说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要分配组队呢 这不是个人赛吗 是啊 太奇怪了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老张皱眉 也不知道赛事组委会在搞什么飞机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唐红山说着 她拿起手中的平板 看着上面刚刚传过来的内容资料 一脸严肃 我也是刚刚才拿到的 这轮比赛的真正规则和内容 很快 林奈就收到了系统邮箱发来的生命珠 林奈将生命珠从系统中下载出来 捏在手中感受了一下 感觉挺脆弱的 跟玻璃珠的质感没太大区别 似乎只要从高处掉在地上 就会直接摔得粉碎 这样一来 看来碰到战斗的时候 还得小心些了 一个不小心 生命珠碎了 直接就游戏结束 林奈如此想到 旁边的孟飞飞 一下一下跑着生命珠 看起来完全不担心这东西碎掉 思考着 这东西不能放在物品栏 该藏哪好呢 很快 她眼睛一亮 有了 然后便将那生命珠 揣进了自己的裤装里 林奈 嘿嘿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想要拿到生命珠 也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到时候 说不定还能给我偷袭反杀的机会 林奈 你觉得我这个思路 是不是很牛逼 林奈 挺好 我觉得这个思路 简直就是天才 孟飞飞得意洋洋地说 林奈 我建议你也这么敢 要知道战斗的时候 只要瞬间地犹豫 就有可能造成反杀 林奈 真的 你相信我 孟飞飞笑嘻嘻地说 以你的实力 再加上这个套路 绝对就万无一失了 林奈神色复杂地 看着手中的生命珠 沉默许久 最终叹了口气 算了 我那应该 没有足够的空间 再塞下这个珠子 孟飞飞脸上的笑容 顿然渐渐消失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在装逼 而且还在羞辱我 你应该感觉错了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在说实话 行 至少这个B装的可以 我学会了 很快 两人的分组也出来了 林奈看了看 系统面板上 显示出的两个名字 是两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一个是松城高校 雷宇 一个是江海大学 黄雁廷 各大高校的学生 也都渐渐开始分头行动 寻找自己的队友去了 分开之前 孟飞飞冲林奈说 提前说好啊 虽然咱们都是守约人学院的 但如果咱们碰上了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 林奈表示 一样 两人分道扬镳 15分钟后 林奈来到了系统地图 给予的指定坐标 事实上 林奈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指定坐标 她先是跟踪了几个学生 去看了他们组队的情况 林奈拥有莫兹的系统 可以直接透视查看 这些学生的实力属性 她发现 几乎每一组的选手 组内实力都是相近的 这么说来 应该不是随机分配 林奈一边观察 一边私存着 她总觉得 这个分组比赛 有点奇怪 高校新生赛 是个人赛才对 这么做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15分钟后 林奈终于来到了指定地点 两个队友早已在这里等待 一个队友 是戴着鸭舌帽的男生 一脸轻面 应该就是雷雨 实力5.5级 另一个是个 染着黄头发的女孩 相貌中上 但身材不错 应该是黄雁亭 实力5.4级 怎么才来 雷雨抱着双臂 一脸不满地看着林奈 林奈不紧不慢地缓缓走过来 单单说道 反正距离正式开始 还有30分钟 我就去做了一些别的准备 切 你们到时候 别拖我的后腿就行了 这个叫雷雨的 看起来是个很高的人 这时候 雷雨看着林奈 眉头深深皱起 好像看出了些什么 怎么看上去 有点眼熟 随即她想起了什么 瞳孔放大 你是那个白死神的使徒 林奈 林奈也没否定 淡淡地说 是我 雷雨愕然片刻 神色复杂地 看了林奈一回 随即没太好气地说道 没想到 你竟然是那个林奈 我还以为 只是虫名呢 算你运气好 本来我还打算 第一轮的时候 就去找你 把你这个 如日中天的使徒 淘汰掉呢 没想到 竟然跟你分到了一组 真是可惜 而旁边的黄雁亭 得知林奈 就是那个使徒 林奈之后 眼睛顿然一亮 原来你真是 那个传闻中的 白死神使徒啊 太好了 林奈同学 你的鼎鼎大名 我是早有耳闻哦 我可是你的崇拜者呢 说着 黄雁亭主动靠了过来 她的笑容很魅 拉着林奈的胳膊 故意贴得她的身体 很近 旁边的雷雨见状 撇了撇嘴 低声催了一句 七 心好火 林奈没给什么表情 不动声色地 将手臂抽了回来 黄雁亭的表情 顿时变得有些尴尬 两条手臂 将在空中抬也不是 放下也不是 随即眼神 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心中暗道 哼 装模作样的东西 雷雨说 好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 赛事组在搞什么飞机 个人赛 居然搞了个组队模式出来 但既然我们组队在一块 那就各自简单抱 一下自身的实力和职业吧 起码到时候 遇到战斗之道 该如何配合 我先开始 我叫雷雨 5.5级 舞者 超凡序列号 九八雷全尸 擅长进战 旁边的黄雁亭听言 也跟着说 我叫黄雁亭 5.4级 毒尸 超凡序列号 101黑木毒王 擅长远程施展毒术攻击 轮到林奈 他说 我叫林奈 2.3级 百死神使徒 擅长进战 和召唤契约生物作战 林奈是2级超凡者 这一点新闻热搜上 不知道写过多少遍了 今年参加新生赛的选手 也都有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其实 我觉得压根就不用 你俩帮忙 我一个人就够了 不过既然已经跟你们 分配到了一组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带你们飞吧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松城高校雷宇的实力 尤其是你 林奈 雷宇指着林奈 一脸挑衅的模样 你最好记住我 等到后面几轮 咱们再碰面的时候 我一定会亲手打败你 因为 只要干掉了你 今年新生赛的 最受关注的黑马选手 就变成我了 哦 好 林奈有些无语 不知道该怎样评价 他的这名队友 感觉智商不怎么高的样子 所以才说 这赛制挺离谱的 个人赛 搞个分配组队出来 分配到这样的极品队友 万一被队友坑害了 还没地方诉苦去 这时候 系统发来了提示 全国高校星 升赛第一轮正式开始 剩余时间72小时 队员 雷宇 黄雁廷 林奈 队长 雷宇 团队任务发布 在24小时之内 获得两个击杀击分 否则全员淘汰 雷宇一看队长是他 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认为肯定是计算机认定 他是这个小队中最强的一个 所以才认定他是队长 没想到 我竟然是队长 雷宇咧开嘴角 冲着林奈和黄雁廷说 放心吧 既然如此 只要你们听我的话 我肯定会把你们都带上岸的 在他眼里看来 这个组队任务 简直太容易了 24个小时 只需要获得 两个击杀分就可以了 这个结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 活动着三万多人 随便找两个弱的选手干掉 实在是太容易了 雷宇本来还以为 组委会这样安排 给出的团队任务 肯定会是什么非常棘手 且刁难人的任务呢 现在 看起来比他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然而 雷宇不知道的是 此刻林奈和黄雁廷 眼前都出现了一个 单独的信息面板 提示 林奈同学 你的任务内容已更新 你的任务更新为 内鬼任务 任务内容 24小时之内 阻止你的队友 获得击杀积分 并且不被队友 察觉你内鬼的身份 一旦你的队友 获得两个击杀积分 或是内鬼身份被察觉 你的任务失败 你将被直接淘汰 任务成功 获得两个击杀积分 任务提示 你的队友 并不知道对内存在内鬼 林奈的睫毛不易察觉的 微微一颤 内鬼任务 原来如此 林奈好 明白了什么 她的眼睛 瞥向雷宇和黄雁廷 队友并不知道 队伍里存在内鬼吗 有点意思 黄雁廷的面前 也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信息面板 提示 黄雁廷同学 你的任务内容已更新 你的任务更新为 窃杀者任务 任务内容 24小时之内 偷走并毁掉 你的两个队友的生命株 并且在毁掉之前 不能被他们之中 任何一人发现 24小时之内 未完成此任务 或是窃杀被发现 即使为任务失败 你将被直接淘汰 任务成功 获得两个击杀积分 任务提示 你的队友并不知道 队内存在窃杀者 黄雁廷微微张大了嘴巴 窃杀者任务 不是团队模式吗 怎么会给我下达单独任务 愣神片刻 黄雁廷便反应了过来 原来如此 这才是这次比赛 组队模式的真正意义吗 黄雁廷并不知道 在他看到官方给他系统 弹出的任务提醒 愕然的那两秒钟的时候 林奈在他的旁边 已经默默地将他的反应 全看在了眼底 林奈很擅长观察 这是从他前世的时候 就养成了习惯 因为他的性格更加内敛 并不善言辞 所以他的心思也更加细腻 更容易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 观察周围每一个人的神情 状态 微表情和动作语言 林奈沉默思索 这个黄雁廷的反应 看来他也接到了 某种特殊的个人任务 林奈记得 刚刚系统给出的提醒是 他的队友并不知道 队内存在内鬼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 队内的内鬼 只会有他一个 但并没有说 队内的其他人 并不会接到其他个人任务 这样想来 林奈就大概想明白 为什么以个人为名义的比赛 会出现组队的模式了 压根不是为了考验 你们的团队性 让你们学会团队合作 这种无聊的问题 这个时代 谁会把信任 交给一个随机匹配到的队友身上 那么 黄雁廷接到的任务 会是什么呢 林奈私存片刻 再去看了看雷宇 雷宇明显是在场 看起来最单纯的那一个 他根本不知道 林奈和黄雁廷 此刻心中在想什么 仍然在巴拉巴拉地说着 他作为队长的安排 说着一会儿 还是说 他其实已经看到了 系统发放的任务 只是为了伪装自己 才做出若无其事 大大咧咧的样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雷宇 倒是没他想象的那么单纯了 林奈深吸了口气 再次警惕了起来 毕竟是全国性质的比赛 来到这里的 都是各地的天之骄子 不能以外貌取人才是 不能太大意了 否则肯定会吃亏 然而 林奈想多了 实际上 雷宇真没接到个人任务 此刻 他还完全以为 组队任务 就是他们三个人的任务 还处在兴致勃勃地 为自己当上了队长 能够指挥白死神的使徒 而感到兴奋的状态 内鬼任务 后台天眼是 林玉希 老张 丁子等人皆是一脸猛逼 只有夜晚柔和的黑色眼眸 望着大屏幕 一言不发 安安静静 目光清澈如水 他似乎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丁子使劲揉了揉自己的脖子 咋舌道 马德 这组委会还真能整活啊 这是什么离谱的比赛题目 杨小川还处于茫然阶段 问道 不是组队大逃杀模式吗 赛事组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任务 这不是明摆着 让各自的小队内讧吗 你这笨小子 老张伸手按在杨小川的脑袋上 嘴里叼着香烟 无奈说道 什么组队模式 完全就是赛事组给出的烟雾蛋罢了 其实本质完完全全 还是个人赛 林玉希仔细看着三个人的任务 喃喃念叨 团队任务 内鬼任务 窃杀者任务 原来如此 所有的小队 都会被分到这几个任务吗 是的 唐红山表情肃然地说道 三人组成的小队中 分别为一个队长 一个内鬼 和一个窃杀者 由计算机安排 最适合每个队员的角色 说是组成小队 但其实他们互相的任务内容 是完全犯冲的 杨小川张大了嘴巴 瞪大眼睛 也就是说 每一个小队里 最后最多只会有一个人 是能完成任务活下来的 没错 唐红山沉沉地道 所以 说是小队 但其实小队内的队员 反而互相才是 最大竞争的对手 这杨小川震惊 完全没想到 今年的第一轮比赛 竟然是这样的 季老 庞菊 刘鹤 此刻则在另外一间天掩饰 跟他们在一起的 还有各地名牌大学的校长 儒家 道家 墨家等学院势力派来的代表 反正都是各地想当当的大人物 同时 房间里还有一个熟悉的人物 茶艺招 他还是老样子 一身黑白色的朴素衣袍 看起来与世无争的 室外高人面孔 默默地坐在角落的桌子 并没有跟其他学院的 代表人攀谈聊天 而是泡了一壶绿茶 默默地在一边喝着 饶有兴趣地看着比赛 没想到 今年第一轮的比赛内容 就是这样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赛制 儒家学院的代表 是一位老者 鹤发童颜 看起来一副先锋倒鼓的气质 儒家老人捋了捋 自己长长的山羊胡须 说道 把选手三人分为一组 但这三人 却又互为最大的敌人 有趣 不知这一轮比赛的题目 是谁想出来的 白发老人的目光 投向赛事组委会的 那几个裁判员 一名年轻裁判 善笑着说道 严院长 这是纪老自己想的主意 哦 严院长有些意外 看向了纪老 旁边墨家学院的代表唐庄 哈哈笑了两声 说 纪老 没想到 今年居然是您亲自出题吗 您还真有雅兴 纪老摆了摆手说 只是一时无聊想到的罢了 规则倒是挺有意思的 严院长摸着山羊胡须 这仿佛是他思考时独有的动作 但是这样一来 每一组的三个队员里 只有队长是完全不知情的 无论是内鬼 还是窃杀者 至少他们是主动的那一方 而队长则从一开始 就完全没有任何信息和提示 这样是不是对每一队的队长 有点不太公平 这事实上本就没有完全的公平 运气也是公平的一部分 纪老淡淡地说道 而且事实上 我也并不认为 对队长是不公平的 严院长 这话怎么说 纪老说缓缓说道 队长看似被动 但其实他想要从一支小队中 脱颖而出是最简单的 他根本就不需要 击杀其他小队的敌人 来获得积分 只要他的警惕心足够 意识到身后的两个队员有问题 那他就可以直接 把他的队员全部淘汰 自己活下来 获得自己队员的积分 墨家代表唐庄苦笑了一下 哦 呃 这有点为难人了吧 谁又会想到 参与一个新生的比赛 居然队友之中 还会存在卧底呢 纪老瞥了他一眼 这说明 你还没有看明白 这轮比赛考验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这不是比赛 而是在日常中 你的至亲至爱 有一天突然对你下手 你难道就能想得到吗 这 唐庄张了张嘴 他本来说 如果是生活中 他肯定会防着所有人 但仔细想了想 要论他的至亲至爱 可能就是 他的女儿了吧 如果他的女儿对他动手 他或许还真不可能有所防备 然而 在超凡者世界的历史上 却有着各种 为了修炼资源 与亲生骨肉自相残杀的案例 唐庄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好像也明白 纪老这么做的意义了 这群新生 都是大一 都是来自各地的天之骄子 他们才刚刚 真正步入超凡者的世界 他们之中有很多都狂妄自傲 自认天才 谁都不服谁 却还没有真正在超凡者界 摸爬滚打过 也许通过这次的比赛 他们才能明白 这个世界的险恶 林奈看着自己的任务要求 感到有些头疼 内鬼任务 其实就是 要求他打假赛了 问题是 对于队伍 实力比较强的队伍来说 想赢是很容易 但是想输难啊 就像那个雷鱼所说的 可能他都不需要林奈他们出手 自己就能把大多数 垃圾学校的队伍给干掉了 毕竟大多数的学校 参赛学生的实力 还仅仅只在二 三 四级之间 五级 六级的 都是顶尖的种子选手了 所以林奈等于是光打假赛还不够 估计到时候 还得帮助对方逃跑才行 同时还不能被两个队友 发现他有问题 虽然还不知道 黄雁廷的任务是什么 但如果林奈猜测的没错 每个小组对内三个人 每个人的任务 应该都是互相冲突的 这意味着对内同组的成员 反而才是最大的对手 该怎么做呢 林奈还没有个很好的头绪 同样的 黄雁廷走在旁边 也是正苦苦思索 该怎样下手 按实力来算的话 他的实力 在这个小队里 应该算是最末端的 林奈的战斗力未知 他的真实实力 是否真的是像网上报道的那样 强大还有虚考证 雷宇的等级 天赋 超凡序列号 都要高过于他 黄雁廷轻咬嘴唇 隐隐握紧拳头 我唯一的优势 就是他们两个 都对我没有防备 只要先搞明白 他们的生命珠 都放在身上的什么地方 再想办法偷过来 他就能从这个小组之中 直接获胜了 这时候 雷宇好像忽然感知到了什么 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谁躲在那里 雷宇一声爆喝 毫无欲照地猛然跳起 只见他抬手捏拳 右拳凝聚出 强烈的雷光 朝旁边的一棵大树砸去 哄 直进一米多粗的大树 咔嚓咔嚓两声 被雷光包裹的重拳 轰出一个大洞 轰然倒塌 藏匿在树上的三人 没想到自己会被发现 轰然倒塌的大树落叶纷飞 三人摇摇晃晃 无法在树干上站稳 惊恐地从树上跳了下来 雷宇的宁笑 在他们的眼中 宛若叮住猎物的恶狼 哼 来参加比赛 还躲躲藏藏的 你们到底是来比赛的 还是来玩捉迷藏的 三个学生 分别从树上跳落在地 皆是一副惊慌惶恐的模样 刚刚雷宇出手 他们已经感知到了雷宇的实力 五点五节 这是他们根本不可能战胜的存在 林奈扫了这几人一眼 好家伙 一个二点一级 一个二点二级 一个二点四级 这玩个毛 就算雷宇一个人上 让他们两只手加一只酒 估计他们都必败无疑 雷宇看着眼前 这弱小无助的三人 露出轻蔑的冷笑 心想运气还真不错 遇上的这三个 一看就是送分的 没想到任务 这么轻易就完成了 雷宇想着 抬起右手 蓝色的电光 在他手上凝聚 展露出五点五级的实力 咧着嘴 好了 别说我雷宇欺负你们 你们一起上吧 三人面面相去 各自都咬了咬牙 他们深知 正面打势 绝对打不过的 既然这样 亦能 一个学生爆喝一声 假意攻击 雷宇健壮 捏拳也准备出手 准备先打倒这个学生 然而这时 另外两个学生 趁着这时候 分别摸出了一个震撼弹 和一个烟雾弹 咔哒一声 丢了出去 碰 翁 雷宇一愣 没想到这三个人 还会搞出这一出 震撼弹和烟雾弹 几乎同时爆开 强光加上音波震荡 加上浓烟 阻挡了雷宇的视野 让他产生了短暂的晕眩 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趁着这短暂的瞬间 三个学生 都很默契地同时转身 分头逃跑 一下子就跑得没影了 马德 因我 雷宇很快就缓了过来 眼前的视野画面 渐渐恢复正常 低骂了一句 三个蝼蚁一样的角色 以为这样就能跑得掉 这种低接震汗谈 可以给他造成 微弱的视野障碍 和听力障碍 但是根本不能挡得住他太久 雷宇爆发五级魂气 全身笼罩在蓝色的光气之下 不算太笨 要是这三人真的 投铁一块往上忙的话 林奈都不知道 该怎么救他们了 雷宇已经追出去了 黄雁廷还在思索 应该怎么偷取生命珠的问题 根本没有心思 在这场单方面 虐杀的战斗上 喂 这个时候 林奈的声音忽然响起 黄雁廷惊了一下 心虚地回过神来 林奈静静地 在旁边看着他 你在走什么神 没什么呀 黄雁廷心虚地 看着林奈的眼睛 甘笑两声 林奈知道 他肯定也在想任务的事 但目前还不知道 他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便没有戳破 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发呆了 我们也赶紧跟上去吧 黄雁廷松了口气 哦 好 雷宇一路追击 不过追了一半 他就感觉到 有点古怪 以他的实力 就算这三个学生分开跑 他也至少 能够追到一个人 可是周围的环境 不知道怎么的 忽然就起了 很大的白雾 能见度 变得极低无比 十米开外的东西 根本看不见 渐渐地 白雾无声无息地靠近 变得越来越浓郁了 甚至连那几个学生 逃跑的脚步 都渐渐消失了 周围的环境 安静地可怕 雷宇在白雾中一路奔跑 却只能听到 自己的呼吸声 搞什么 雷宇皱眉 停下了脚步 不过他很快也意识到 这白雾并不是天然形成的 而是有人施法所为 难道是 刚刚那三个学生 不 不可能 这三个学生 都只有二级 以他们那点 微弱的魂力 不可能施展出 这么大范围的迷雾之术 怎么了 身后 林奈和黄雁廷 也已经跟了上来 没追上那几个人吗 雷宇一脸不爽 三个 本来可以轻而易举 拿到的积分 就这么跑掉了 这领开游戏发脑 去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起了好大的白雾 这三个小 实力没多少 跑得倒是挺快 哦 林奈看了看四周 说 这白雾好像不太对劲 不像是天然形成的云雾 废话 这还用你说 雷宇冷哼 显然 是我们中埋伏了 有人想用白雾困住我们 再对我们展开偷袭 林奈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我觉得也是 黄雁廷看了看四周 也有些担忧 说道 能够制造出 能困住我们几个的白雾 对方的实力 恐怕至少是六级了 要是我们在这白雾中走散了 他真的对我们展开偷袭的话 虽然他的任务 是要偷窃队友的生命珠 但保住自己的命 也同样重要 要是出来一个六级大佬 突然杀出来 把他们三个全干掉了 那任务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哼 有什么大不了的 雷宇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要是真那么厉害 干嘛还要放出迷雾迷糊我们 直接出来 把我们解决了不就行了 可见也不过是一个 只会装神弄鬼的货色罢了 林奈再次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我觉得也是 雷宇这时冲着四周大吼一声 喂 到底是谁 有种的 就给老子出来 你雷宇爷爷就站在这里 想要抢老子的生命珠 就直接过来抢 别他心好的 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没用玩意儿 说着 他拿出自己的生命珠 捏在拳中举过头顶 似乎是想要把对方引出来 黄雁廷一看到雷宇的生命珠 眼睛顿然一亮 林奈瞥了他一眼 察觉到了他的眼神变化 哦 出啦 躲躲藏藏的 算什么好汉 雷宇非常暴躁地吼着 但是四周还是安安静静 除了一片白茫茫的大雾 什么东西都看不见 黄雁廷劝说 算了吧宇哥 看来对方是只想要偷袭 不会轻易现身的 而且 这白雾好像有着隔绝声音的作用 你的吼声那么大 居然都没有一点回音的 切 雷宇放下手臂 将生命珠 揣回自己裤子的口袋里 黄雁廷视线一下子 就锁定在了他的裤子右侧口袋上 不敢出来是吧 那我反倒放心了 雷宇冷哼 我们在他制造的迷雾中 要团队交手的话 肯定是我们烈士 这样都不敢出来 说明他们的实力 也没有多强 林奈再再次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我觉得也是 雷宇神色古怪地看了林奈一眼 你能不能给点有用点的意见 你就会这一句 林奈耸肩 因为我觉得 你说的都挺对的呀 雷宇又是冷哼一声 心中不屑 他更加觉得 林奈这个使徒 是个水货了 网络上那些吹嘘他的媒体和记者 果然都是为了博眼球的吹捧炒作而已 还有在这次高校新生赛 来到夜城之前 也几乎所有的学生和老师 都在劝告他 要当心本次大赛的两个使徒 等着吧 等到我拿到这次大赛的冠军 把身上的生命珠藏好了 林奈说着 拿出自己的生命珠 好意提醒了一句 嗯 雷宇转头 什么意思 林奈说 我在想 制造这场大悟的人 会不会是想要趁着大悟能见度低 悄悄窃走我们身上的生命珠 否则的话 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现身呢 说着 林奈还转头看了一眼黄雁廷 你说对吧 黄雁廷身子心虚的一将 表情不太自在地说 嗯 说得有道理 雷宇撇了撇嘴 有这个胆子就来吧 我倒看看 谁有本事 从我雷宇的身上偷走东西 这时 突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一个身影忽然从天而降 坠落下来 砸在林奈 雷宇 黄雁廷他们的面前 扬起大量沙尘 哥哥哥 看来我的运气真不错 雷宇 这妖巧啊 居然让我逮到你了 一个光头男从烟尘中走了出来 右侧的眉毛有一道明显的疤痕 让他看起来煞气十足 盯着雷宇的眼神冷面 看起来是跟雷宇有丝绸 在光头的身后 还跟着另外两个学生 林奈一看 这个光头的实力是5.5级 跟雷宇相当 而他身后的两个学生 都是5.3级 也都不弱 雷宇一见着光头 顿时冷笑道 哟 这不是农家学院的张龙吗 你这个手下败家 上次还没有输够吗 还嫌你们农家学院的脸 没有被你丢光 张龙听到这话 那小麦色皮肤的光头脑袋上 明显爆出了几条青筋 冷冷地说 上次是你运气好 这次我要爆上次的一件之仇 哈哈 哈哈 雷宇大笑 所以说 这大物就是你们搞出来的把戏 知道正面交手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才搞出这种装神弄鬼的东西 张龙没听懂雷宇在说什么 皱了皱眉 哦 对付你 我还需要玩这种花里胡哨的 雷宇抠着鼻孔 说道 我看你 还是不要不自量力了 你们农家学院 虽然现在落寞了吧 但好歹 曾经也是一流势力旗下 创办的直属高校 要是连输给我两次 我怕你回去以后 被你同校的校友耻笑啊 哈哈 张龙面色一沉 显然被他给惹恼了 你找死 咆哮了一声 爆发全身的魂力 5.5级的魂力火焰 在他身上熊熊燃烧 朝着雷宇冲了过来 雷宇嘴角一扬 也是瞬间爆发了魂力 全身雷光骤闪 抬手一拳轰去 5级 雷光拳 哄 两人明显都是近战型的超凡者 两人的拳头对碰在一起 发出一声魂力震荡的巨响 磅礴的魂器向外四散 让旁边的黄雁廷等人 都有些无法站稳 琳奈在一旁看着这几人 突然想到 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组人 虽然说 光靠着雾神的白雾 也能一直困住雷宇他们 一直拖延到24小时结束 但那样也太浪费时间了 不如 雷宇和张龙两人对了一招后 又迅速分开 看起来 两人的战礼算是平分秋色 你们还在愣着干什么 张龙冲身后两个学生吼道 还不一起上 那两个学生听言 看起来虽然有些不太情愿 但也跟着加入了战局 琳奈一看这两个学生的神情 便猜到他们 肯定也接到了赛事组委会 发布到系统上的个人任务 看来她猜得没错 每一组小队 实际上三个人的任务 都是完全冲突的 而黄雁廷的任务 她大概也猜出来了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要偷走队友的生命珠 才算完成 琳奈说 走吧 我们也上去帮忙 说着便当着黄雁廷的面 将生命珠揣进口袋 然后冲了上去 哦 好 黄雁廷看到她塞进口袋里的生命珠 暗暗一笑 这样的混战 加上这样可以压制感知的迷雾 真是连老天爷都在帮她 两边迅速在迷雾之中 陷入3v3的混乱团战 不过很明显的 六个人之中 有四个人都没有在好好打团战 只有雷宇和张龙 完全是薄命的在打 两个人有救仇 下手都非常狠 一招一招拳拳到肉 魂气震荡 而且 他们两个的实力 本来就势均力敌 十几个回合之后 两人就全都鼻青脸肿 伤痕累累的了 身上的衣服也都是破破烂烂 满身的血子 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 黄雁廷根本没有心思要打赢团战 他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林奈和雷宇的身上 想要找时机 偷走他们身上的生命珠 雷宇和张龙两人 实在太难接近了 两人都是近战型的超凡者 近身搏斗得非常激烈 战斗时的魂气 又在他们的周身 形成了恐怖的气场 一旦靠近 恐怕东西没能偷到 他还得被波及 于是黄雁廷看准了一个机会 无声无息地靠近了林奈 在黄雁廷看来 林奈作为使徒 实力实在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强大 甚至都还不如雷宇 对于一个5.3级的学生 竟然都能周旋那么久 看来网上的那些传言 说他曾经干掉了好几个6级 真的是媒体记者的吹捧噱头了 黄雁廷也感到有些迷茫 他以前从未接触过使徒 但按理来说 全世界只有109个人 继承了神明之力 居然只有这种程度吗 还是说 他以前把使徒想象得太厉害了 不过其实想想也是 毕竟只有2.3级而已 能跟一个5.3级周旋那么久 好像也不算弱了 只是跟网上的传言对比了起来 就有点令人失望了 林奈与那个5.3级的选手对了几招 假装败退下来 对方明显也不想使出全力 也都在收着招呢 黄雁廷来到林奈的身边 假装帮他 我来帮你吧 嗯 林奈当然知道他的心思 但还是轻轻硬爆 白雾越来越浓郁 三米之外的任何事物 都已经看不到了 张龙与雷鱼两人 打着打就打没硬了 这样的环境下 混战可能都会走散 黄雁廷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林奈看起来正集中精力 应付面前的两个人 黄雁廷已经无声无息贴到他的背后 黄雁廷抓准时机 手指弹出两根银线 钻入林奈的口袋 那两根银线跟蛛丝差不多细 即使是平常状况下 肉眼也都难以察觉 更不要说在这样大物的环境里了 这银丝本来催了剧毒 是他作为毒师 用来下毒暗杀的秘密武器 但同样作为偷东西的话 也是不错的道具 黄雁廷感知到 银丝已经粘住生命珠 心中一乐 手指回拢 将林奈的生命珠 从口袋里抽了出来 得手了 黄雁廷心中兴奋地想到 他伸出手 想要接住那生命珠 然而 生命珠飞到空中 却突然被另一只手牢牢抓住 黄雁廷脸色顿变 抬头一看 发现林奈正悠悠地看着他 你想干什么 我 黄雁廷百口莫辩 提示 选手黄雁廷 任务失败 直接淘汰 提示 裁判将马上带领你离场 请勿影响后续比赛内容 否则将按照 严国赛制公约 进行严厉处罚 黄雁廷看到眼前系统面板的提示 脸色都白了 不只是黄雁廷 实际上 林奈也收到了这样的提示 提示 你的队友黄雁廷已被淘汰 这时候 突然有两个年轻的裁判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从天而降 跳到黄雁廷的身边 黄雁廷同学 你已经被淘汰了 请跟我们退场 两个年轻裁判说着 分别抓住黄雁廷的两条胳膊 他们并没有跟面前的林奈 产生任何交流 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 看来是规则不允许 两个裁判一下子闪身出现 抓起黄雁廷之后 又一下子闪身在迷雾之中消失 可以说是 来得快走得也快 林奈看着这两个裁判 消失的身影 暗暗咫舌 这两个裁判 在他的白雾中 居然还是来去自如 无疑 这两个裁判的实力 对于他们这些选手来说 是碾压的 则则 果然还是全国赛制的比赛 随便两个裁判都这么强 张龙与雷宇 已经完全陷入私人恩怨的战斗中 丝毫没有意识到 跟自己的队友 已经分散了 张龙 你就这点长进 还想报仇 雷宇大笑 张龙气喘吁吁 身上的伤势 看起来也比雷宇稍微重一点 看起来确实已经陷入劣势 但他还是咬牙嘴硬 你懂个屁 我才只是热身而已 雷宇宇宁笑 嘿嘿 你的实力 要是有你的嘴一半硬就好了 提示 你的队友黄雁廷 已被淘汰 嗯 雷宇看到系统面板 弹出的这个提示 眉头顿然微微一皱 怎么回事 黄雁廷被人打败了 算了 就算他一个人 也已经足够了 来吧 速战速决 雷宇看着面前的张龙 捏了捏拳头的鼓响 让我送你回家 哄 魂气震荡 雷宇的双手捏拳 青蓝色的雷光 在他手中凝聚 噼里啪啦的直作响 武技 雷崩拳 张龙的表情 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这家伙 居然还有这么强的魂力吗 张龙咬了咬牙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武技 破冲拳 看着张龙迎面来的拳头 雷宇露出了笑容 他能感觉得出来 张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只不过在硬撑着而已 去死吧 雷宇冲斥着雷光的一拳 视如破竹的轰去 就在这一拳 要轰在张龙身上的时候 雷宇突然看到了张龙的身后 睁开了一双银灰色的眼睛 茫茫白雾之中 本该什么都看不清 然而那双银灰色的眼瞳 却诡异地刺眼 雷宇一脸茫然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目光却不由地 被那双奇异的眼睛吸引 那银灰色的眼瞳 就好像无尽深渊的漩涡 令他下意识地 就深深陷入其中 不对 雷宇待至了好几秒的时候 猛地回过神来 但只是恍神的这几秒钟 张龙的破冲拳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一拳轰在了他的胸膛上 碰 雷宇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低下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 击中在他胸口的拳头 全身凝聚起来的魂气 赫然溃散 扑的一声 雷宇喷出一大口血雾 向后栽了出去 重重倒在地上 昏缺了过去 口袋里的生命珠 当当一声掉了出来 滚落在一边 打中他的张龙 完全是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这一击 张龙本以为他已经必败无疑了 怎么感觉 雷宇反倒是突然走神了似的 反而被他给打中了 张龙挣了好一会 随即也回过神来 管他是怎么回事 反正自己赢了 张龙连忙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 捡起地上的生命珠 将其捏碎 提示 你淘汰了雷宇选手 获得一击杀击分 张龙得意地狂笑起来 之前的憋屈得到了释放 抬脚踩在雷宇的身上 老子终于报了 我的一剑之仇了 既然你报了仇 那么你也可以安心回家了吧 一个声音传来 张龙心头咯噔的一下 四下扭头 谁 白雾 渐渐散去 林奈的身影 从白雾之中走了出来 手上还托着两个 惊昏过去的选手 分别是张龙的两个队友 是你张龙看着林奈 周梅道 我好像见过你的照片 你是那个白死神的使徒 是我 林奈点点头 谢谢你了 好心人 帮我解决掉了我的队友 不然我还得陪他们玩 24小时无聊的内鬼游戏 张龙神情古怪 人未听懂林奈的话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林奈挠了挠耳根 嗯 听不懂没关系 等你下去治疗的时候 裁判会跟你解释的 说完 林奈便放开他的两个队友 爆发了自身2.3级的魂力 张龙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慌张起来 刚刚他与雷雨的战斗 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的魂力和体力 现在 哪里会是林奈的对手 于是乎 他干脆直接放弃了正面硬拼 咯搭一声 丢出一颗闪光弹 然后转身逃跑 然而 林奈开启了灰明之铜 已经牢牢锁定了张龙 这种低阶闪光弹队 已经开启 同树的他 根本造成不了任何的视觉阻碍的效果 张龙亮亮腔腔地逃跑 林奈一个闪身 便跃到了他的面前 张龙愕然 他知道自己肯定跑不掉 但没想到闪光弹 居然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张大嘴巴指着他 你怎么 碰 林奈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一个势大力尘的肘击 便砸在他的脖梗上 张龙闷哼了一声 直接昏厥了过去 搞定了 林奈俯下身去 取出张龙的生命珠 提示 你成功完成了内鬼任务 获得二击杀击分 提示 你击败了张龙 王星号星号 陈星号星号 获得三击杀击分 几个裁判再一次跳出来 把昏过去的张龙他们带走了 林奈心想 比自己想象的轻松啊 看了看四周 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总算清静了 只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他就已经把团队任务给完成了 大多数选手 现在应该还在团队里 互相勾心斗角吧 等到第一天过去的时候 所有人的团队任务结束了 应该才算是真正开始 担任大套杀的时候 你干得不错吗 使徒同学 一个突兀的声音 忽然从身后的上方传来 林奈听到这声音 缓缓转过身去 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 站在旁边的一棵大树上 那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 长得丝丝纹纹 白白净净 像是一个书生 很有儒雅的气质 上身是干净的白色衬衫 配上西装裤 一只手背在身后 脚尖轻点在那棵绒树顶端的一根枝叶上 林奈不认识这人是谁 令他比较惊讶的是 连他这样的感知 居然完全都没有 察觉到此人是何时出现的 你解决团队任务的速度 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斯文儒雅的男生站在高处说道 你应该是所有参赛选手之中 完成速度仅次于我的了 不错不错 不愧是我关注的男人 林奈 你 是谁 林奈一脸怪异地 看着这个斯文儒雅的男生 哦 对了 不好意思 忘记做自我介绍了 斯文儒雅的男生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说 我教楚门 是儒家学院的学生 实力等级6.0级 擅长收集情报资料和侦查 每次战斗的时候 我都会根据对手的情报 找到敌人的弱点 来打败对手 楚门 林奈难难着 若有所思 一脸疑惑 你就这么 把你自己的能力 和擅长的东西给说出来了 他通过莫兹的系统一看 发现这家伙 还真是6.0级 居然没有骗他 参加比赛 每个选手 都是尽量保留自己的实力 不到迫不得已 绝对不会像他人 透露自己 留了多少底牌 这家伙倒好 主动说出来 可还行 楚门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我觉得没有必要骗人 这都是最基础的情报而已 上网一搜 就能搜得到了 林奈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所以你出现在这里 是来监视我 观察我的弱点呢 是的 楚门说 顺便因为你刚刚的表现很精彩 所以才想出声 跟你打个招呼 林奈沉默了好一会 觉得有些猜不透 这个战术顶上的斯文男生 他望着高处的楚门 嘴角忽然不易察觉的异样 一个呼吸之间就来到树顶 瞬间来到楚门的身后 偷窥别人 居然还敢出声 胆子还真不小 林奈的声音在楚门的耳边出现 白夜也出现在林奈的手中 破空一盏 刷 楚门仿佛完全没反应过来似的 竟然浑然不躲 白夜从他的身体里穿了过去 林奈瞳孔一缩 眼前的楚门仍然站在原地 可他的身影却一点一点变得透明 暗淡 最终彻底消失 假的 幻影 林奈这下子明白了 怪不得他刚刚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气息 原来这家伙本身就是一个幻影 林奈站在树顶 目光扫视着四周 人到哪去了 呵呵 你的速度还挺快的 另一个楚门的声音传来 林奈猛地回过头 只见不远处的另外一棵树顶端 楚门手中拿着一个笔记本子 和一支笔 在上面飞快沙沙沙地写着 刚刚那一速度 从地上瞬间来到树顶 根据计算 达到了每小时150千米左右 不过这应该不是你的最快速度吧 林奈皱起眉头 楚门寄完 将笔记本啪的一声和尚 抬头冲林奈笑了笑 我这个人 要收集情报资料 从来都不偷偷摸摸的 只要你阻止得了我 林奈脸颊一抽 你这话的意思是 你打算一直这么跟着我 当然了 楚门笑着说 我以前小的时候 就经常喜欢把一些小虫子小动物抓起来 关在一个笼子里 时刻观察它们的变化 一举一动 习性习惯 你可是我在这场比赛里 最重点关注的几个对象之一呢 尤其你还是使徒 平常我可不容易 收集到使徒的资料 当然要好好跟在你的身边观察才是了 林奈 刷 林奈没有啰嗦 身形再次一闪 白叶再次挥斩而去 一道冷芒 直朝楚门的腰间斩去 然而 果然 这个楚门 依然还是假的 林奈回过头 看着身后这个楚门的幻影 一点一点的消失 其实 我并不准备在这里 跟你绝处胜负 林奈同学 楚门的声音再度传来 林奈目光朝声音的来源头去 这次的楚门 出现在了另一侧的高墙之上 我们在这里打斗没有意义 我暂时没有收集到你的完整资料 所以我没有把握能打败你 而同样的 你也打败不了我 因为你现在面对的 都是我的幻影 你找不到我的本体在哪里 楚门手中 依然是他的那本笔记本 手中拿着笔 不知道又在那上面记录着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暂时休战吧 这样对你我都是白费力气而已 当然了 作为使徒的你 也许会感到很不服气 这也能理解 所以 来吧 要不要再试试看 这个楚门 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林雨昕看着天眼监控的画面 顿时感到有些着急 居然连林奈都拿她没办法 唐红山点燃了一支烟 看起来是早就知道此人的大名 眯起眼睛 缓缓说道 她是儒家学院 今年期待最高的种子选手 据说她是一个S级天赋的超级天才 出身儒门世家 饱读师书经典 却更善于数学计算 每次在与对手战斗之前 她都会做足准备 收集对方的资料 进行深刻的研究分析 探查出对方的每一个弱点 而且据说 她从小到大 从未输给过任何同龄人 杨小川瞪大眼睛 一脸吃惊 从小到大 从未输给过任何同龄人 那 那林奈被她盯上 岂不是完蛋了 棒 林雨昕一拳头砸在她的头顶 气呼呼地说道 说什么没出息的话呢 她没输过同龄人 林奈就输给过同龄人是吧 林奈 还能越级对敌呢 还是越三四个等级对敌 她的这点事迹 在我们林奈面前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这家伙的能力 是有点邪门 她的超凡职业叫什么 唐红山眼神严肃 缓缓说道 超凡序列号十二 幻影执笔者 林奈开启了灰明之铜 在她的视野之中 她可以透视看到 眼前这个楚门的身体里 并没有灵魂 纯粹就是一具虚无的空壳 于是 林奈又以自身为原星 四下扫视了一圈 却并没有看见 那个真正的楚门在哪里 看来她的真身 并不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 你这一铜树 叫做灰明之铜 对不对 楚门看着林奈的眼瞳 变成了银灰色 你应该可以通过那双眼睛 看到我这具身体里 并没有灵魂 只是一具肉眼可见的欢迎 林奈 你还真是对我下过功夫啊 楚门 那当然了 要了解你的对手 才能更好地击败你的对手 你一切公开的战斗记录 我都调查过了 我还花钱买了你的现场 实战录像 仔仔细细地研究过一千多遍 不仅了解 你的使徒能力 甚至连你的战斗小习惯 我也都清清楚楚 林奈愕然 一千多遍 你还真有时间啊 对我而言 这不算什么 甚至是最简单的事 楚门笑眯眯地说道 我的一天能做的事情 本来就比其他人多很多 林奈好奇 哦 楚门说 我可以分出上百个幻影分身 同时一起做不同的事情 因为这上百个幻影分身 无论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记住了什么 学习了什么 最终得到的这些知识和经验 都会跟我的本体共享 所以 别人可能一天只能看一本书 我一天 却可以看一百多本 别人要学一样东西要花一年 我大概就只要一天便足够了 林奈目瞪口袋 你是不是名人吧 名人是谁 楚门疑惑 林奈忘记了 这里是一世界 不是地球 这个世界 没有活影 当然也不知道名人 同样的 幻影分身 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楚门掰着自己的手指 一副很耐心的态度 跟林奈解释 就比如我现在 就在用上百个分身 同时监视着不同的选手 这些选手 都是我关注的种子选手 除了你以外 还有京都大学的花林泽 鬼谷的木巡 则成高校的白辽 道家的白水 墨家的卢小达等等 我可以用这些分身时刻 跟着他们 记录他们的战斗资料 习惯 日常 然后 他们大概会嫌我烦吧 但他们偏偏就是赶不走我 因为我本来就只是一个 幻影分身而已 哦对了 如果因为我的打扰 能够让他们 在比赛中发挥失常 提前淘汰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这也算是我的战术之一 不过一般这种情况 发生的概率 不超过0.3% 所以我顶多也就只能是 烦他们一下子 林奈嘴角抽了抽 这他们是个什么离谱的人啊 楚门笑着说 所以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尝试驱赶我了 你打我也没有用 反正你就算打死我 我也只是个幻影而已 林奈深深吸了口气 随即说道 好啊 你要想跟着我就跟着吧 吃药 你能够跟得上我的话 说完 林奈突然一跃跳上了 旁边房屋的屋顶 接着 她又是几个连续闪现 身法极快 跳过一座又一座的房顶 几个呼吸过去 她就窜出去了一千多米 林奈刚想回头看看身后 那个楚门是否有跟上来 然而 她却听到了前方传来 楚门的声音 想用速度甩开我吗 楚门的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 她的前面 站在一栋楼屋的顶端 副手里 这样的速度 可是不够的要 林奈皱眉 只听楚门说道 我早已经计算过 你的属性数据了 你虽然是2.3级 但以你现在的速度来看 你的敏捷属性 应该可以比你 5级家的选手了 但很可惜 我是6级 甚至我就算是在6级 这个阶段的选手之中 都算是敏捷属性比较高的 连一些舞者职业都不如我 你这样的速度 要甩开我 还是远远不够的 林奈无语 暗想这家伙 还真是把她的属性 研究透彻了呀 连她的速度属性 都被她给计算出来 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有点棘手啊 林奈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现在是晚上 如果使用白死神的衣袍 提升夜晚的移动速度 再加上鬼影布 应该是可以甩开这家伙 但是 这家伙本来就是 来收集自己情报的 这样做 会不会反而如了她的意 楚门问 怎么样 放弃了吗 林奈没有说话 略微思索之后 缓缓站了起来 既然用速度甩不掉 那就换一种方式好了 亡灵召唤 雾神 该影 林奈双手 截了个亡灵召唤的手印 身后一个白发老者的虚影 缓缓站了起来 白雾四起 哦 雾神的能力吗 某个天台上 真正的楚门 正在这里翘着二郎腿 躺在躺椅上 戴着墨镜晒着太阳 喝着饮料 同时接收着 所有幻影 分身传回来的信息 以前就听说过 白死神是负责囚禁诸神 和魔翼死后灵魂的神明 这样看来 似乎是某一代雾神的灵魂 正在他的掌管之下 而且这位雾神 还把神力给了他 神明都是骄傲的 居然会有神明 真的会愿意 把自己的力量 交给另外一位神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对神明的了解 从来都是来自于 上古诸神文 名留下来的系统里的资料 我又从来没有接触过神 如果他真的是 囚禁神明灵魂的存在 那么岂不是代表着 他可以运用 所有神明的力量 哦不 又不是所有神明 都甘愿被他驱使 说的也是 楚门一脸惬意地 躺在躺椅上 跟他对话的是 另外一个楚门 站在天台护栏上 凝神远望 不过这个 站在护栏上的楚门 看上去就像全身 蒙上了一层阴影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 暗蓝色的色调 不过这个白死神的使徒 显然在保存实力 肯定还有别的能力 没有施展出来 如果真的让他 晋级到后面1v1的环节 我们不一定有把握 能战胜他 楚门摘下自己的眼镜 用眼镜布轻轻擦拭 不着急 再观察观察吧 灵奈依靠白雾的掩护 一路跑出去 三公里左右的距离 灵奈回头看了看 这下子 应该甩开他了吧 没有 还没有甩开哦 楚门的声音 再次从头顶上方传来 灵奈恶然抬头 只见楚门 再次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身姿潇洒地 站在路边的那棵 杨柳树的顶端 副手而立 灵奈猝没 这怎么可能 他的白雾 除非是实力差距过大 否则几乎可以 隔绝一切感知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跟上来的 楚门说 不要那么惊讶 实在不行 你就坦然接受吧 让我跟着你 反正这一轮 我又不会对你下手 只是想要看看 你的表现而已 灵奈 你还真是个 难缠的根屁虫啊 楚门微笑 过奖了 过奖了 灵奈 你特么以为 我是在夸你是吧 灵奈也是无语了 长得这么这么 丝丝温温一表人才 居然是个变态 跟踪狂家偷窥狂 怎么样 楚门说 还要再试试吗 反正 我现在也无聊 正好可以继续陪你玩 灵奈没有说话 仔细思考 刚刚发生的一切 不可能 这家伙绝对不可能 纯粹是靠着速度 跟上自己的 她肯定在我的身上 留下了某种东西 灵奈在自己的身上 仔细检查了一番 最终 她在自己一脚的背后 发现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人写上去的儒字 坏了 真不妙 站在杨柳树上的楚门 一拍额头 居然这都能被你给发现了 灵奈没有应声 只是感到有些疑惑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 写上去的 脑海中 一个又一个画面 飞快浮现 刚刚跟这家伙 接触过的瞬间 留下她追踪的印记 可是这家伙 不是幻影吗 既然是幻影 为什么可以在我的身上 留下实质性的东西 灵奈感到不解 却又想不出结果 但不管三七二十一 灵奈都先撕掉了 自己被写上如字的 那一块衣角 用魂力将其融化为灰飞 你是不是已经 有点开始烦我了 楚门推了推眼镜 笑着说道 千万不要 被我影响了心态哦 否则就中了我的技了 你还是好好比赛吧 不用太在意我 哦 那倒不会 灵奈抬头看了看她 我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楚门露出一个玩味的表情 是吗 灵奈 来打个赌怎么样 楚门 好啊 我最喜欢打赌了 赌什么 灵奈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这轮比赛结束之前 如果让我逮到你的真身 就算你输 楚门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饶有兴趣地问 赌注是什么 如果你输了 灵奈悠悠地说道 我要你这个儒家学院的 王牌种子新人 过来给我当小弟 楚门正住了 嘴巴微张 好一会儿没说话 灵奈耸耸耸肩 我输了 随你的便 楚门笑着说 那好 如果你输了 我也要你这个使徒 给我当小弟 灵奈笑了笑 可以 后台天掩饰 唐红山 林雨昕等人 皆是一脸恶然 我去 灵奈这家伙疯了 阿光忍不住说道 怎么会跟人打这种赌注 万一说了咋办 难不成她一个 序列号林白死神的使徒 真的要去人人使欢 给人当小弟 丁子和阿南他们 也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灵奈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老张挠着下巴的胡渣 说道 呃 我觉得灵奈 应该不会做自己没把握的事吧 阿南问 但是这个儒家小子的技能如此诡异 而且他也只会放出分身来跟灵奈接触 灵奈要怎么找出他的本体呢 老张 这个吗 林雨昕撕损半天 摇了摇旁边夜晚的手臂 说道 娃儿 你能看出 那个叫楚门的能力 是怎么一回事吗 我夜晚望着天眼屏幕 歪了歪脑袋 大概能看出吧 隔壁的天眼是 哼 这个叫灵奈的 白死神的使徒是吧 还真是狂妄 居然想要我们儒家学院 今年的王牌弟子 给他当小弟 严院长 你 其他几个学校的负责人 纷纷坐在儒家的严院长旁边笑着劝他 算了算了 严院长 年轻人好胜气胜 没什么好计较的 就是啊 就是啊 再说了 您该不会认为 您的子弟会输掉这场赌局吧 显然 其他学校的负责人 都是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态度 他们其实也很想看看 儒家学院这位今年的王牌新人 跟白死神的使徒比起来 到底哪一个更强 严院长气的白胡须都有些乱了 重新整了整自己的胡须 才冷哼着说道 当然不可能 我弟子的实力我最清楚 林黛这小子 竟然敢口出如此狂言 他就等着付出代价吧 这场赌局 他输定了 银城大学 江泽之 淘汰 历城大学 吴立文 淘汰 明庆大学 蒋文豪 淘汰 24个小时 很快就过去了 各个小队 都决出了最后的胜者 当然也有一些小队 三个人没有一个完成任务 急内鬼被发现 窃杀者被发现 队长也没能完成两个击败 于是全员淘汰 这样全员淘汰的队伍 还存在着很大一部分占比 于是刚开始的三万多人 大逃杀比赛 到了一天以后 便只剩下七千多人了 孟非非站在一棵大榕树底下 抱着她的狙击枪 看着两个裁判跳了出来 将她的两个 已经昏厥过去的队员 带离了场外 呼 可算完成任务了 孟非非擦了擦额头 流下来的汗 小声嘟囔地说道 赛士组还真是会整活啊 搞出个什么内鬼任务 真是离谱 我这个演技这么差的人 差点就给露馅了 这时候 孟非非忽然沉默下来 耳朵动了动 听到了一些人的脚步声 和说话声 有人来了 孟非非左右看了看 随即轻巧一跃 跳上了附近的一棵大树 利用枝叶繁茂的大榕树 作为掩体 身穿吉利服的她 完美地与树上绿叶的颜色 融合在了一起 孟非非在茂密的树叶之中 露出一双眼睛 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只见四 五个穿着同样黑色款式服饰的学生 一起走了出来 孟非非暗想 还好自己躲起来了 现在组队任务已经结束了 他们这些人还会凑在一起 肯定是自主组队的了 要不是她躲得快 一个人要应付这么多个 想想都知道有多吃亏了 这几个人 显然都是来自同一所高校的学生 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 至少有一米九的个头 浑身充满爆发感的剑子肉 眼神凶狠的青年特别扎眼 这个青年 块头又高又壮 皮肤却异常的白 那是一种如同磁白般不合肠里的白 留着一头很短的寸发 浑身却散发着一种害人的血腥气 一看就知道 很不好惹 孟非非不敢动弹 生怕一栋树叶 就把下面的人给惊动了 这一次 我们的任务 可不仅仅是要晋级 一个矮个子的学生说道 白兽 老板说过了 我们要想办法 拿到参加本次大赛 那两个神明使徒的基因 尤其是那个灵奈 她是第一次出现的白死神的使徒 她的基因非常有研究价值 白兽 也就是那个皮肤很白的肌肉男 她双臂抱在胸前 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是你们的事 与我无关 我来这里就是参加比赛的 我对比赛之外的事情没有兴趣 你 矮个子学生气呼呼地说道 这是基因公司总部 上面给我们的命令 你要违抗吗 白兽依然面无表情 像是一头冷漠的巨人 我说了 那是你们的事 矮个子学生愤愤不平 你违抗命令 就不怕 我跟主管告 白兽不等他说完 伸出粗壮的手臂 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将他高高地拎了起来 矮个子学生 很可悲地 以这种形式与他平视 声音颤抖起来 你要干什么 白兽盯着他的眼睛 我说了 最好不要尝试命令我 除非 你想被我撕成碎片 咕咚 矮个子学生 喉咙动了动 咽了口唾沫 龙玉的血腥味汹涌而来 压迫的他 有些喘不上气来 他知道 白兽不是在吓唬他而已 这个疯子一样的大个子 真的敢这么做 哦 我知道了 矮个子学生 终究是怂了 白兽松开了手 矮个子学生 扑通地摔倒在地上 疼得揉着自己的屁股 还没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心中有火 却又敢怒不敢言 旁边其他三个学生 也都不敢坑一句话 他们都是来自各地基因公司 直属学校的学生 按理来说 他们的天赋实力都不算差 但依旧不敢在这个大块头面前造刺 因为他们曾经亲眼见过 这个野熊一样的大块头 像撕碎一块羊肉一样的 轻松撕碎一个活人 白兽冷冷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也没再搭理他们 直接转身走掉了 四个基因公司的学生 纷纷松了口气 一个脸上长满痘印的学生说道 你说你 惹这个家伙干嘛 矮个子学生颇为不满 上头的任务是 发布给我们的 凭啥就他可以例外 马德 真是不公平 长满痘印的学生说 行了 你还是知足吧 他没有直接把我们几个干掉 取走我们的生命猪就不错了 你还真的指望能跟他走在一起 茂密榕树上 孟非非保持着绝对的安静 丝毫声音都没有发出 这是他作为狙击手的基本功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隐蔽都是最重要的 孟非非看着下面这几个人 若有所思 这帮基因公司的 要使徒的基因做什么 泽泽 不过想想也知道 以基因公司的尿性 肯定不是啥光明磊落的事 说下 矮个子学生四个人 本来准备要走了 这个时候 一个更加恐怖的杀意 忽然席卷弥马来 孟非非心头咯噔一下子 是谁 如果说 刚刚白兽身上的血腥味 浓郁的令人感到窒息 那么此刻出现的杀气 就仿佛连周围的空气 都被一把把尖锐的刀尖充斥 不断在他们的身上搁来搁去 下面那四个学生 也都是同样的感觉 矮个子学生额头上 躺下痘大的汗珠 下载出了自己的武器 握起一柄直刀 看着四周 别装神弄鬼的 出来 咯咯咯咯 阴侧侧的笑声传来 在他们的眼前 黑色的影子中 隐约有什么东西膨胀起来 一个怪异的人形怪物 正脱了剪翘 慢慢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一个白发红彤的年轻人 从那阴影中缓缓出现 手中正捏着一把锋锐的匕首 一脸阴郁地看着他们笑 白发红彤的男生 长相很瘦 脸旁都能看到 全股的轮廓 他应笑着说 你们是基因公司的人 你们想要取使徒的基因 是想要做什么啊 跟我分享分享呗 四个学生都下意识地 往后退了一步 即便还没有交手 但那股急剧压迫感的恐怖杀意 就已经能让他们感觉到 眼前这个家伙 绝对是个无比危险的人物 矮个子男生警惕地道 你是谁 我们取使徒基因做什么 关你什么事 我呀 白发红彤的男生 微微仰起下巴 舔了舔自己 有些发干的嘴唇 我的名字叫白聊 是泽成高校唯一的代表选手 泽成高校 矮个子男生他们面面相去 互相都从彼此的眼中 看出疑惑 很显然 他们根本没有听过 这个学校的名字 也不知道泽成是什么地方 别想了 那是一个无限城市的高校 你们肯定没听过的 白聊的笑容 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就是他勾起嘴角眼眸 挤成一条线的样子 格外令人毛骨悚然 不过没关系 等这次新生赛结束 我会让你们所有人 都记住我白聊的名字 四个男生看着他那笑容 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矮个子学生喉咙动了动 下意识握紧刀柄 喂 快点 告诉我 白聊盯着他们问 你们基因公司 想要使徒的基因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矮个子男生 已经没有刚才的底气 去呛声说什么关你什么事了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哦 原来是这样 白聊悠悠地说道 这么说来 你们只是一帮小喽啰 那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花音落下 他的身影瞬息化作一道黑影 紧紧一眨眼 就来到矮个子男生的面前 扑哧 矮个子男生瞪大了眼睛 他的胸膛已经被一刀刺入 刀尖从背后穿了出来 隐匿在树上的孟飞飞 瞳孔赫然放大 妈爷 这是什么鬼速度 作为狙击手 别的不敢说 眼力这方面 孟飞飞绝对敢自称 能在整个新生赛里 排得上前三的存在 可是居然连他都无法看清 刚刚白聊那 一下子就怎么瞬间 就到矮个子男生面前呢 矮个子男生 惊恶地低头 看着自己的胸膛 颤抖不已 你 白聊笑眯眯地说 放心 你死不了 就是会有点痛苦罢了 说完 他一下子将锋利的尖刀拔出 啊 矮个子男生 发出痛彻心扉的叫喊 那不是简单的拔刀 在白聊拔刀的一刹那 他的身体放 被几千把样式不同的刀刃 千刀万剐了一板 孟飞飞通过敏锐的动态势力 勉强能在那一瞬间 看到数以千百计的黑色影刃 在矮个子的身体里来回穿梭 那种感觉无法形容 痛楚让矮个子男生 瞬间昏缺了过去 倒在地上 基因公司 真是不堪一击啊 白聊看了眼矮个子男 不懈地揣了揣他的身体 然后握着染血的锋利刀锋 又悠悠地转过身去 看向剩下那几个人 那三个人早已面色惨白 在看到矮个子男生惨壮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 他们完全不可能是 眼前这个男人的对手 三人没有犹豫 几乎是同一时间 纷纷转身落荒而逃 白聊的身形再度化作一道黑影 手中的尖刀 分成三把旋转的黑影刀刃 几乎是同一时间飞出去 黑影刀刃急速转动 穿过了三人的身体 刀刃穿过他们身体的时候 再次发出了千刀万剐 如同分尸一般的声响 三人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纷纷躺倒在地 三把飞出去的刀刃 又打着旋转 飞回了白聊的手里 白聊手指转着快速转动的刀子 真没意思 另一只手抬起 五指虚空一捏 四个人身上的生命珠 便全部飞了过来 落在他的手中 一下子四个击杀分 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白聊捏碎了四颗生命珠 看了看地上的四个人 遗憾的口气摇头说道 就是太可惜了 不能抹脖子 少了很多趣味啊 白聊最喜欢的 就是抹杀对方的咽喉 看着对方呼吸不上来 一点一点气绝的样子 树上的孟飞飞 煞时躺出了冷汗 马德 这是什么变态啊 一滴汗水从树上滴落 巴大 白聊停住脚步 赫然扭头 眼神极其凌厉地看向树上 嗯 孟飞飞心头咯噔一下 糟糕 林奈在几栋房屋和树顶之间 快速跳跃穿梭 身后 楚门的分身也跟得很紧 一直就像是他的尾巴一样 如影随形地尾随着他 林奈前脚刚踏在一棵树上 楚门后脚就会跟上来 林奈回头瞥了一眼 暗想这家伙还真是执着啊 这已经过去一天一夜了 还跟得这么紧 话说 你的本体要接收那么多分身 传回来的信息 你的大脑不会一下子运转到爆炸吗 林奈悠悠地问道 楚门淡淡地笑了笑 说 当然不会 人类大脑的潜力 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大得多 林奈叹了口气 楚门 怎么样 想到找出我本体的办法了吗 如果你只是这样 在这个场地里瞎逛的话 你可就输定了 你还有不到40个小时的时间哦 林奈瞥了他一眼 就不劳你费心了 说着 林奈又继续往前跳去 飞跃到了另外一棵树上 楚门不太理解 林奈一直这么围着这个比赛范围圈子 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 到底是在干什么 本来 他是想一直跟着林奈 多搜集一些他战斗的资料 现在 他却反而不去寻找对手 楚门暗暗一笑 如果是为了找到我 那就太天真了 这种漫无目的地寻找 是绝对不可能把他找出来的 林奈也干脆不去管这个分身楚门了 自顾自地在场地里瞎跳 正从一棵树 跳到另一棵树上 然而 踩到这棵树顶端的时候 林奈忽然察觉 哄 陷阱符发出光亮 随即赫然炸开 林奈反应很快 连忙向后空翻躲闪 这种陷阱符 是系统商城上购买的 最常见的普通陷阱符 威力并没有基因公司特制的陷阱符要大 但若是被炸一下 也绝对够强 林奈刚一个翻身躲过爆炸 在空中稳住身形 脚尖点在另一棵树上 却发现 这一棵树上也设有不少机关 很显然 这附近有人设下了连环陷阱 So 哗 十数只弓箭 以及一张黑压压的大网 赫然朝林奈铺天盖地地照了下来 林奈看到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网子和弓矢 心中暗想 这陷阱布置得不错呀 角度刁钻 一般的选手 就算能躲过第一下陷阱符的爆炸 也逃不过这第二波陷阱 不过林奈当然不是一般的选手 他身形再次后翻 腰身一仰 轻松避开那些飞射而来的弓矢 然而这些弓矢 只是封锁他走位的工具而已 头顶的巨网已经盖住了他 所有可以闪避的角度 林奈余光向前扫去 连忙换出白叶 刷 刷刷 白光顺闪 几道光刃轻松将那盖来的巨网 斩成数块小网片 林奈从高大的橡树上落下 脚下稳稳落在地面 然而落下之后 林奈才发现地上土里 还埋了一张陷阱符 不 应该是至少十几张陷阱符 哗 林奈脚下直进十几米范围的地面 赫然下陷 脚下俨然是一个黑暗的地洞陷阱 林奈暗到大意了 该死 居然还有第三波 而且脚下那不是普通的地洞 周围的土壤流沙宛若活物 迅速缠绕而来 缠住林奈的四肢 令他无法轻易活动 仿佛一只只大手 将他活生生地拉进地洞之下活埋 林奈尝试用力量挣脱 但他越是用力 那些流沙便缠绕得越紧 令他完全使不上力气 很快他的四肢就完全无法动弹了 最终只露出一个脑袋 还在外面 成功了 等了半天 终于来了个人 还是陈鱼妹妹有办法 三个选手 分别从周围的树丛里跳了出来 两个男生 一个女生 分别从三个方向 朝林奈走来 林奈冷静下来 瞧了瞧包围来的这三人 两个男生都是5.3级 那个女生是5.6级 他再次尝试了一下 脑袋以下的身体 完全无法动弹 连想要凝聚魂力 都非常困难 这底下的流沙 居然可以压制他的魂力 这家伙居然能躲过我们这么多波连环陷阱 还算是有点东西了 是啊是啊 咦 这家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他 他不是之前上热搜的那个白死神的使徒 林奈吗 林奈 哦 唯一的那个女生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挺漂亮的小萝莉 扎着一个法式公主头 穿着洛莉塔的裙子 一听见林奈是使徒 顿时对林奈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原来你就是林奈啊 陈鱼在林奈的脑袋面前蹲了下来 仔细观察着林奈的脸庞 白嫩嫩的小手 捏了捏林奈的脸庞 林奈 旁边的男生看起来有些酸酸的 忍不住说道 陈鱼妹妹 她现在可是在咱们的对手 陈鱼眨巴着眼睛 压根没去大力身后的男生 依旧揉着面前林奈的脸部 小哥哥 你有女朋友没有 等这次比赛结束以后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居约会会 身后两个男生 不要 林奈却很果断地拒绝 为什么 陈鱼一脸很伤心的样子 林奈一脸认真地说道 因为你爹瓷瓷 恶心心 陈鱼嘟起了嘴 一脸难过 身后的一个男生 忍不住了 陈鱼妹妹 我们还是 赶紧把他身上的生命珠拿到手 把他淘汰了吧 这家伙可是个使徒 得赶紧解决他 免得节外生枝啊 嗯 好吧 说的也是 陈鱼想了想 又看向林奈 既然你不肯跟我约会会 那人家 就只好把你淘汰了 林奈 陈鱼浅浅地笑了笑 说 没有用的 我通过流沙 魂力节点凝聚的 就好比你的气管 被外力压迫了呼吸 就无法畅通了一样 所以只要你中了我的流沙陷阱 量你有多强大的魂力 只要你施展不出来 就等于是空斗 林奈心想 原来如此 既然他可以感知到 地底下流沙的变化 就说明 这些流沙的活性 终究还是靠他的魂力来维持的 那样的话 好了 现在你就乖乖把生命珠 交出来扒尘于吐了吐舌头 俏皮地对着林奈说 你长得这么好看 我都不忍心对你用刑呢 林奈微微抬手 眼瞳逐渐变成纯粹的银灰色 那你就自己来拿吧 神术 灰明之童 陈鱼正了一下 那双银灰色的眼瞳 如同一个无底的深渊 一刹那间 便将他的灵魂 完全吞噬进其中 陈鱼感觉体内的魂力 在急速地流逝 林奈的面前 闪烁出面板的提示 提示 能量持续消耗中 神力一 提示 正在吸收未知能量 魂力加417 提示 能量持续消耗中 神力一 提示 正在吸收未知能量 魂力加428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陈鱼的脸色 就变得无比惨白 作为5.6级超凡者 体内的魂力 短短几秒钟 就被彻底抽干了 到底就做了什么 陈鱼魂力被吸的见底 整个人也摇摇晃晃 眼前一片虚影 一个亮墙摔倒在地上 白皙的膝盖 磕在地上渗出鲜血 而林奈 感觉吸掉陈鱼的魂力之后 困住她的流沙 明显松动了 哄 林奈爆发魂力 身躯抱起 握着白叶 从地下蹦了出来 陈鱼身体的魂力 已经被抽得不到 十分之一了 变得非常虚弱 脸色并开的苍白 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只剩下旁边两个男生 瞪大了眼睛 混蛋 你 你对我们的女神做了什么 哎呀呀呀 两个男生愤然地冲了上来 林奈一个顺身 从他们面前闪身而过 来到他们背后 抡起镰刀的脸柄 干脆利落的一击 抡在一个男生的后脑勺 同时 另一只手挥起手刀 披在另外一个男生的后颈膊 嗯 两个男生闷哼了一声 眼前一黑 双双同时倒地 昏迷了过去 林奈从他们身上 翻找取走了生命珠 接着又缓缓走到陈鱼的面前 陈鱼单膝跪在地上 白嫩嫩的膝盖 磕出了鲜血 躺得一地都是 魂力已经消耗见底的她 能够勉强维持着意识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 陈鱼看着林奈 眼皮直往下坠 咬着嘴唇 你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扑通 最终还是闭上眼睛 倒了下去 林奈在她身上 翻找一番 找出了她的生命珠 将三人的生命珠 同时捏碎 神出鬼没的裁判 跳了出来 将他们三人扛走了 呼 林奈呼了口气 暗想还真是危险啊 如果不是她拥有神力 还真就有的麻烦了 全国新生赛有着 来自全国各地 所有一流高效的种子选手 虽然只是第一轮 但在这样大逃杀的赛制里 依然有可能在第一轮 就碰上极强的对手 这样的赛制之下 一些本来有可能 走到三四轮的选手 都有可能在第一轮 就碰上强劲的种子选手 然后被淘汰 所以 还是不能轻敌大意才是 刚刚的力量 就是传说中 使徒的神力吧 楚门的分身 从树上跳了下来 笑眯眯地说道 亲眼所见 果然比资料上还要惊人 居然能在几秒钟之内 把一个五级超凡者的魂力吸干 要是没有提前的情报 防备的话 就算是我 我都不敢保证 可以扛过你这一招 灵奈打了个呵欠 被你这样的 变态情报狂盯上 还真是一件头大的事 楚门看了看她 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但你看起来 好像一点都不头大的样子 灵奈没在应声 她闭上嘴巴 凝神地听 鼻子耸了耸 喂 你刚刚有没有闻到什么 哦 楚门也沉静下来 认真嗅了嗅 嗯 好像是有什么味道 她没有废话 身形一跃 迅捷地跳了出去 楚门见状 也立刻跟上她的脚步 灵奈在屋顶之间 嗖嗖几个跳跃 便见到了目标 孟飞飞浑身是血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全部都是刀口划痕 亮亮呛呛地 扶着墙根走了过来 最终体力不支 脚步没有站稳 往后一道 靠在旁边的一棵树旁 坐了下来 孟飞飞 灵奈狐疑 从高处跳了下来 卧槽 这个疯子还追来 孟飞飞看到一个人影 从高处跳下来 吓得她当即一个机灵 当她看清楚来人 是灵奈的时候 才终于松了口气 那个 原来是你啊 妈咽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那个 变来太白毛疯子 又追来了呢 灵奈疑惑 白毛疯子 你说的谁 楚门也跳了下来 来到灵奈的身边 看了看孟飞飞 问道 这是你朋友 算是我的同事 灵奈说 今天刚认识的 是其他地区守夜人学院的学员 哦 出门看了眼孟飞飞的伤势 说道 她伤得很重 需要紧急治疗 是吗 灵奈思索片刻 点了点头 那好吧 那我就把她身上的生命猪捏碎 让裁判 来带着她去场外疗伤好了 喂喂喂 孟飞飞哭丧着脸说 乃哥 别啊 我可好不容易 从那个白毛疯子的手上逃走 咱们一个学校的兄弟 你有点同情 心情不行 灵奈 当时分开的时候 不是你说的吗 要是比赛碰上了 可不会手下留情 我这不就是嘴上这么说说的吗 孟飞飞委屈巴巴的道 这才第一轮而已 这要遇上了 我咋 还能对咱同事守夜人的兄弟动手啊 再说了 你是使徒 我也打不过你啊 灵奈歪了歪头 哦 所以说说吧 是怎么回事 你被谁打伤成这样的 灵奈用莫兹系统 查看了孟飞飞的身体属性 神情欲见严肃了起来 孟飞飞的伤势的确很重 生命值已经掉到了5%左右 魂力也消耗了只剩10% 身上的伤口都是短刀的伤痕 而且很深 每一刀的位置 看起来仿佛都是冲着他的命来的 但每一刀的位置 却又都偏移了那么一点点 避开了他的要害器官 显然 对方是一个用刀水平 极其精湛的高 瘦 每一刀都没有杀死他 却仿佛是在折磨自己的猎物 孟飞飞喘着虚弱的气 咬牙说道 是一个叫白聊的家伙 他顶着一头白毛 红色眼睛 实力在6级以上 白聊 旁边的楚门一听到这个名字 顿然一笑 那你能捡回一条命 运气还真是不错了 林奈转头看他 你知道这个人 当然了 他可是我本次大赛里 重点关注的几个人之一 楚门拿出了他的小本本 随便翻了翻 他是责成高校的 是一所无名的五线城市的大学 但他或许会是今年最强的黑马 因为他的超凡能力 排在序列号03鬼影暗刺 同时他也是S级天赋的超凡者 这个白聊生性残忍 手段狠毒 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且喜好折磨自己的猎物 据说他早在三年前 就已经在暗网上 偷偷接收赏金刺杀任务了 只要给钱 他可什么人都傻 楚门说到这时 顿了顿 抬头看了看林奈 还有啊 实话实说 通过我按照资料数据的计算 他的实力 应该是仅次于本届大赛的 另一位使徒 也就是雷神使徒 鬼谷学院的牧巡 嗯 就是说 他的实力 应该还要在你之上 林奈听到这话 倒也没什么太大感觉 如果按资料数据的 纸面实力来说 他应该算是 整个新生赛的最后几名 毕竟他的等级才2.3级 楚门继续说 所以啊 你这个朋友 能够从他的刀口上落下来 我倒是十分好奇 你是怎么做到的 孟非非黑黑傻笑一声 当然是他在我身上 翻找了半天 没找到我把生命珠藏哪了 随后趁他不注意 我一个偷袭 接着配上一个死亡翻滚 再撒出一把暴雨梨花钉 加上寒沙摄影 把那混蛋扎得是痛不欲生 满地找牙呀 然后我就趁机逃走了 林奈 楚门歪头 好奇得到 所以 你把生命珠藏在哪了 你谁啊 这怎么能告诉你 孟非非一脸严肃 这可是咱的秘密 那个部位 只有咱最亲密的人才能知道 是不是耐哥 林奈 棒 林奈面无表情 一拳头砸在孟非非的头上 疼得孟非非熬得惨叫一声 给我说实话 孟非非揉着脑袋 黑黑善笑着说 耐哥 我就开个玩笑 我作为狙击手 当然肯定得有一手逃命的独家本领 随即他又转头看向楚门 话说 耐哥 他到底是谁啊 哦 一个喜欢收集别人资料的 便挨太跟踪狂 林奈说 别跟他说太多话 他在套你资料呢 孟非非 哦 楚门 孟非非虚弱地喘着气 想试着站起来 但是他的身体状况 实在是太差劲了 没起到一半就又坐下了 楚门看了看 说 他伤得很重 需要治疗 否则以后得留下后遗症了 我身后的口袋里有药 你能帮我拿一下不 林奈看了看他裤子后面的口袋 从中帮他取出一只药管 拿给他 孟非非拿着药管喝了下去 林奈看着他的属性面板 生命值果然正在缓慢地回升 耐哥 这次谢谢你了 孟非非喝完了药 把药管往旁边一丢 喘着气 我欠你一个人情 改天一定还呀 林奈 不用改天了 你现在就还吧 孟非非 刚刚 那几个布置陷阱的选手 倒是给了我一些启发 林奈回头看了看 若有所思 或许根本就不用到处去寻找目标 淘汰别人 只用在原地等着他人自投罗网就好了 楚门在旁边也是私存片刻 摸了摸下巴 可是这种等待 终究效率很低吧 运气不好的话 说不定还钓不到几条鱼呢 对啊 所以得需要一个诱饵 林奈摊手 钓鱼前都得先撒打窝呢 楚门 所以你说的诱饵就是 他的视线慢慢挪向了孟非非 林奈也看向了孟非非 孟非非 奈 林奈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柔声细语地笑着 超凡者的感知都是很灵敏的 尤其是对受伤者的魂气和血腥味的感知 你说说 你现在的状态 不是当诱饵的最佳人选吗 孟非非 时间 一点一点地过去 淘汰的选手 越来越多 虽然说十个人赛的大逃杀模式 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选手 愿意跟认识的校友 组队凑在一起 无疑 在个人赛中私下组牌 是保证生存率比较好的手段 对手看到你两三个人凑在一起 如果不是实力碾压的话 肯定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且 这轮比赛也没有规定 说是不能私自组队 也有一些选手 互相组队在一起之后 各自心怀鬼胎 反而被昔日关系很好的朋友偷袭 盗走生命珠 这些人后悔也来不及了 总之 这就是比赛 规则以内皆可行 显然这一轮 考验的也不仅仅是战斗力而已 南哥 我感觉到 前面好像有一股子血腥血 一个肥头大耳的选手 从茂密的树丛中探出脑袋来 鼻子用力嗅了嗅 好像有人受伤了 哦 真的吗 南哥眼睛一亮 太好了 咱们又可以减漏了 旁边另外一个干瘦的青年笑道 嘿嘿 还是南哥有办法 咱们就躲着 不去找人抢猪子 就等着到处找打完架受伤的减漏 这个计策 简直是太聪明了 那当然了 南哥冷笑 显得很得意的说道 我玩吃鸡类游戏那么多年了 你们记住 这种大逃杀的游戏规则下 永远比的不是谁的实力更强 而是比谁更毛六 嗯 肥头大耳和干瘦青年 都绕以为是的点了点头 觉得这话特别有道理 走吧 南哥说 大耳 你感知力强 你带路 肥头大耳的青年 好 嗖 嗖 嗖 三人快速穿梭过一片树林 和一片房区 最终找到了他们的目标 只见孟飞飞 正在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躺着 浑身衣服破破烂烂 地上躺满了鲜血 看起来已经昏迷了 就这样躺在大马路中央 也没有人管 找到了 南哥一乐 咦 南哥 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干瘦青年胡一道 这人就这么躺在大马路中央 会不会是勾引咱过来的陷阱啊 陷阱 你白痴啊 南哥敲了他脑袋一下 指了指地上的孟飞飞 你自己没感知啊 你看那些血 像刀具不 你感知一下那小子身上的魂器 气弱游离 一看就是真的受伤惨重 而且随时都是有可能隔屁的那种 这种咋可能是陷阱 谁家的演员能有这么经验 孟飞飞 就是就是 肥头大耳的青年用力点了点头 南哥的话 你也敢质疑 干瘦青年 南哥说 别他妈废话了 这小子应该是跟人血战了一场 逃走以后体力不支 在这里晕过去了 裁判没有把他带走 说明生命猪应该还在他的身上 我们赶紧把猪子拿走以后撤 这里的血腥味 应该很快就会吸引更多的选手过来 肥头大耳的青年 嗯嗯 南哥率先跳了下去 来到孟飞飞的身边 干瘦青年和肥头大耳青年也紧随其后 咦 奇怪 这小子的珠子藏在哪了 南哥翻遍了孟飞飞身上的所有口袋 都没有找到珠子的踪迹 干瘦青年挠了挠头 会不会是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了 南哥想了想 点了点头 嗯 有可能 说着又伸出手 解开孟飞飞的衣服扣子 将手伸了进去 有了 南哥摸到了一个球状的物体 将其掏了出来 哥哥哥哥 孟飞飞终于憋不住了 哥哥哥笑了起来 别闹 呀 南哥 干瘦青年大耳青年 呃 孟飞飞看着他们一脸惊恶的表情 颇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羞涩一笑 别 别这样 看着人家嘛 瞧瞧你 都偷了人家的东西 人家不追究哦 南哥呆滞的低下头去 看了看手中的玻璃球 那并不是什么生命珠 而是一颗白色的球状物体 上面还写了一串文字 flash bomb 南哥猛地瞪大眼睛 不好 是遥控制盲弹 这是线 锦字还未说出口 手中的白色球状物 便嗡的一声 发出刺眼的闪光 南哥 大耳 甘瘦青年 三人 纷纷都被制盲弹闪瞎了眼 啊 南哥紧闭双眼 捂着不断流泪的眼睛 亮亮腔腔 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林奈从暗处跳了出来 从他们三人身后一一闪过 喷喷 喷利落的三级手刀 拍在他们的后颈膊 轻轻松松地将他们全部放倒 哈哈 孟非非从地上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而起 看着地上昏却过去的三人 乐呵呵地冲着林奈邀功 怎么样南哥 我这演技还可以吧 嗯 勉勉强强算是及格 如果最后不笑场 那就更好了 林奈一边说着 一边从他们三人身上找出生命珠 然后同时捏碎 孟非非看到 那三颗生命珠被林奈同时捏碎 与其幽怨地道 南哥 我这么努力地表演当诱饵 还出卖了色相 你好歹 也给我点工资吧 林奈 我不是已经预知你工资了吗 孟非非 哪儿呢哪儿呢 林奈 你不是刚说要还我人情了吗 孟非非 别废话了 快点躺下 林奈皱眉 我听到脚步声了 马上又要来客人了 说着 她拿出了几张陷阱符 在周围布置了起来 孟非非叹了口气 往后大自行在地上一个躺平 唏嘘道 哎 生活不易啊 碰 碰 碰碰碰 一记记拳脚沉重的闷响 数招之后 花银文轻松打倒了 三个想要围攻她的选手 三个选手倒在她的脚边 一片痛苦的哀嚎 脸上皆是轻一块紫一块的 有的捂着自己的胸口 有的捂着自己的小腹 有的捂着自己的裤裆 去 就这点本事 也想强本姑娘的生命珠 花银文冷冷地说着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 啪啪啪啪 一阵鼓掌声传来 花银文抬头一看 只见于圆圆从拐角出一边鼓掌 一边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漂亮妹妹打得真不错呢 你就是京都花家的花银文吧 花银文不认识于圆圆 警惕起来 你是谁 我是山海大学的于圆圆 于圆圆笑着回答 花银文盯着她 你也想抢我的生命珠 我不仅想要抢你的生命珠 于圆圆看了眼 躺在地上的三个选手 我还想要他们的生命珠 于圆圆的眼眸顿然一寒 哼 原来是想要当老六的 那你得有这个本事才行 花银文说着 双手捏拳 摆起了格斗的架势 于圆圆眼瞳 渐渐变成了粉红色 笑叶如花 声音如幻音 好妹妹 你就不可以把这三颗生命珠 让给我吗 嗯 花银文看着于圆圆的眼睛 赫然陷入一种迷失的状态 原本坚毅的眼神 一下子就变得涣散了 捏着拳头的双手 也渐渐松弛 不过 花银文也很快 缓过神来 是幻术 眼前的于圆圆赫然动了 她趁着花银文中 她幻术的瞬间 爆发了5.4级的魂力 冲刺来到花银文的面前 一记刺拳冲来 花银文瞪大眼睛 连盲双臂架起 在面前格挡 碰 花银文被于圆圆这一击打的后退两步 她没想到自己一个舞者 居然被于圆圆来了个先发之人 区区5.4级 也敢来抢我的猎物 花银文缓过进来以后 立刻冷哼了一声 调动其体内的魂力 6级的魂力等级 展露无遗 她脚下一灯 如同一头脚尖的母豹般 迅捷地跟于圆圆缠斗在一起 眼前这个于圆圆显然 是个幻术师 花银文本以为 自己作为舞者 只要一近身 正面战斗肯定是碾压她的 没想到于圆圆的身法 居然极其诡异 而且体术能力居然并不弱 一个5.4级 在双方都不使用技能的情况下 居然靠基础属性 跟她一个6.0级的进展 打了个55开 不太对劲 花银文微微醋眉 这股力量是魔力 于圆圆笑道 猜对了 她左右双手一抬 十根手指头的指甲赫然伸长 变成十道黑色的魔力气刃 哇 花银文瞪大眼睛 连忙靠着身法往后躲闪 但还是有几道魔力气刃 在她的肩膀 胸口 以及右手臂留下一道道对称的伤痕 花银文低头一看 伤口处散发着淡淡的黑气 这是典型的磨炼 花银文微微醋眉 连忙拿出一支抗魔药剂 扎入自己的皮肤 身体受魔气侵蚀的反应 才渐渐缓和下来 你是磨炼 浑血 花银文看着于圆圆 道出了自己的猜测 于圆圆一根手 只卷着自己的头发 答对了 所以我不仅仅有着 5.4级的人类超凡者等级 还有着痴魅级别的磨炼等级哦 怪不得 花银文心想这就难怪了 就想着奇怪 她一个5.4级的幻术师 怎么可能在与她近战的情况下 还不落下风 原来这女孩 还是一个魔艺 怎么样 现在你想认输了吗 于圆圆玩味地说着 悠悠抬起了她纤细的右手 一根手指纹弄着一团黑色的魔力 一根手指纹弄着一团粉红色的魂力 其实我也不想跟你硬碰硬 以你我的实力 我们都应该可以走到后面几轮 于圆圆说 所以只要你把这三颗击杀击分让给我 我就放过你 怎么样 你想得美 花银文气愤不已 她最讨厌的就是被人轻视了 说得好像自己怕了似的 别以为你拥有两种力量 有什么了不起 花银文再次摆起了架势 冷冷地说 想要珠子 就拿你的实力来抢吧 于圆圆耸了耸肩 真是个固执的小姑娘 那好吧 于圆圆单手捏起双指 幻术 弥香 一股让人肉眼无法看见 却又令人心旷神医的香气 迅速弥漫开 来 花银文嗅到了那香味 顿时愣了一下 这是香水的味道 不过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香水味 花银文只觉得一个谎神 自己仿佛坠入了一个无比温暖的牛奶池中 温暖的触感浸泡她的肌肤 柔腻的牛奶仿佛填满了身体 舒服得令人眼皮直坠 想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她好像完全进入水中 却又不会感到窒息 所有的一切温暖地包裹着她 花银文觉得 这个时候 就算有人一刀过来杀死她 她可能都感觉不到痛苦 不对 花银文努力地睁开眼皮 这也是幻术 不能被迷惑了 花银文咬破了嘴唇 鲜血的腥味浸满口腔 让自己稍稍清醒了一点 她抬起双指 点在自己的眉心 然后又迅速点在自己胸口和腹部的穴位 武技 清新 花银文眼睛睁开 赫然清醒了过来 这一次 于圆圆并没有趁机攻击她 而是来到地上那三个选手的身边 搜出了他们的生命珠 捏碎了 爷 于圆圆开心地冲花银文比了个V的手势 我赢了 你 花银文气愤不已 脚下一蹬 混蛋 白起一记刺拳打了上去 于圆圆连忙侧身闪避 惊讶地说 哎呀呀 你怎么还打呀 珠子都已经没了 少啰嗦 花银文脸颊都涨红了 一拳一脚 非常迅猛地朝于圆圆招呼了过去 于圆圆没办法 也只好接招 两个女孩子便在树林房屋间跳来跳去 腾挪缠打起来 哄 随着陷阱服的爆炸声响起 又有两个纯真无邪的学生 被林奈设下的诱饵所吸引 走进了他安置好的陷阱阵中 然后就是被一道道起爆式陷阱服连续轰炸 最终被陷阱网罩了起来 然后被林奈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拿下 别说 这一招还真是好使 十几个小时过去 林奈已经接连套路了二十多个 这样天真无邪的学生了 而且 除了安置激活陷阱服所使用的魂力之外 其余几乎连一丝魂力都没有使用 反正陷阱与网罩住之后 拿根棍子往上抡就是了 两个年轻的裁判 都干脆蹲在这附近不走了 坐在高高的橡树上抽起了香烟 这个林奈 就特么离谱 是啊 一般人也想不出他这种损招 不过还真挺有用的 他都已经干掉多少个天真无邪的选手了 嗯 这应该是第二十七个了吧 马德 今年这些选手也太不小心了 这么明显的陷阱 居然一个都看不出来 你站在上帝视角看 当然明显了 换你是选手 谁能想到 居然还会有这种老六 说的也是 年轻裁判沉沉吐了口烟圈 拿起手中的雷达看了看 眼神突然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不过有一条大鱼 好像接近过来了 这条鱼 恐怕就不是那么好钓的了呀 林奈再次在周围布置好了陷阱服 楚门在一旁看着 忍不住道 你不会打算 就这么一只钓鱼 钓到这一轮比赛结束吧 是啊 林奈一脸理所当然 招数不怕救 有效就行 一直有鱼往网子里钻 还有不捞的道理 说的也是 楚门玩味道 但是你可别忘了 我们的赌约 我知道 林奈淡淡的说 还有二十个小时吗 我记着呢 放心 要是我输了 我肯定不会耍赖 楚门笑笑 看起来很有自信 认为自己一定不会被找到 那就好 孟非非躺在空地中间 睁开眼睛 看了看蓝蓝的天空 她懒洋洋的打了个呵欠 挠了挠脖子 这演员还真不好当啊 睡了一天 脖子都快僵了 这个时候 孟非非忽然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一开始 那股气息只是令人压抑 但很快的 随着那个人的靠近 那股恐怖的气势 铺天盖地的包裹而来 令人胆寒 这是 孟非非 眼瞳赫然放大 是那个白发小子的杀气 哥哥哥 原来你逃到这里来了 熟悉的声音响起 只见白聊的身影 缓缓从地上的阴影处钻了出来 那如同噩梦一样的笑容 再次出现在孟非非的面前 孟非非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无比 先前战斗的画面 在她脑海中 一下子涌现了出来 身体顿时如筛糠时的 站立起来 这家伙是个绝对的疯子 从之前那次战斗中 她就已经知道了 刚刚居然让你给跑了 没想到你的狙击手 逃跑能力 居然还算是一流的吗 白聊伸出舌头 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阴侧侧地盯着她 能从我的白聊下逃生的猎物 除了我师父之外 你是第一个 不过这一次 你绝对逃不了了 说着 白聊身形化作一团黑影 如同鬼魅 手中白刃向孟非非划刺而去 不过刚要接近孟非非 白聊突然就感觉到不对劲 嗯 她低头一看 脚下一道阵法赫然亮起 双脚赫然被两条锁链捆住 无数弓箭从四面八方射出来 一张巨大欲望 从天而降 陷阱符 白聊冷笑 这下子她明白 孟非非为什么会躺在这大马路中间了 原来如此 这种小儿科的手段 想对付我 这可是我当年刚刚成为杀手时候的把戏了 只见她的身形 化作一团黑色幽物 从宫屎和巨网的包围中穿了出来 下一刻 她的身形又随幽物的凝聚而出现 凝笑着来到孟非非面前 我去 孟非非惊忙一个后滚帆 乃哥 救命啊 她的后滚帆只躲过了白聊的一击 下一瞬 白聊的第二击立刻跟了上来 直刺她的咽喉 叮 一柄银白色的巨大镰刀赫然出现 挡在了孟非非的面前 锋利的白刃与银白色的镰刀碰撞 金属撞击 摩擦建设出星星点点的火花 嗯 白聊一抬眉 就看见林奈出现在她的眼前 是你 白聊看见林奈 眼神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 白死神的使徒 林奈 哈哈哈哈 没想到 咱们这么快就碰面了 真是太好了 林奈微微醋眉 白聊的笑声 有一种近乎癫狂的感觉 而且 这家伙身上散发的杀意 令她感觉很不舒服 癫 擦 白聊握着匕首的手腕一番 用了个巧劲 手中的刀刃贴着镰刀 滋滋摩擦旋转 看得出来 她绝对是一个玩刀子好手 林奈瞪大眼睛 只见白聊腰身猛的一扭 手中匕首扯出一道鬼影般的白光 林奈急忙脖子一后仰 才避开她这一击 刀刃几乎是贴着她的脖梗划过去的 然而 这还没完 白聊的攻击一波接着一波 手中的匕首 如同毒蛇土性一般的 不断挥刺而出 节奏极快 林奈用白夜抵挡 连连后退 这时候 白聊突然换了攻击的节奏 一刀从反方向挥转来 不吃 林奈的胸前赫然被划出一道血痕 林奈微微醋眉 好快 这家伙的实力 恐怕是她目前所见过的对手之中 最强的了 哈哈哈哈 见血了 白聊看到血 好像更加兴奋了 手中的匕首 在她手中翻飞极快 又展开了一波攻势 林奈不想再跟她这么近战下去了 运转体内魂力 回名之童 她的眼瞳 渐渐变成了银灰色 释放出强烈的精神力冲击 白聊的刀子本来又要挥出 但对上了林奈的挥名之童 她的动作一下子就变得迟缓了下来 这就是白死神的能力 挥名之童 白聊忍受着精神力的冲击 并没有后退 她的刀子直挺挺地刺过来 仿佛要跟林奈玩命一般 果然是个疯子 林奈可不打算跟她这个疯子玩命 挥起镰刀一条 然后猛地向后翻身 撤出去十几米的距离 跟白聊拉开了安全的距离 不远处 楚门站在高高橡树的树干上 拿着她的小本子和笔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场较量 没想到第一轮 就能看到他们两个交手了 楚门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 这下子 肯定能够计算出很好的数据 没想到 林奈和白聊 居然第一轮就碰上面了 季老笑了起来 脸上的皱纹舒展开 一个是白死神的使徒 一个是拥有林三 超凡序列号的超凡者 这场比试一定会很好看 哈哈 旁边的一位男助理 忍不住低声说道 可是季老 咱们这次大赛 最终目的不是筛选出 能够加入暗月的人才吗 万一他们其中 有人在这里就淘汰了 那岂不就 季老摆了摆手 放心吧 以这两个人的实力 只要不死战到底 全身而退的本事 还是有的 而且他们所在的附近 还有好几个实力强大的高手 他们若是不想被人趁虚而入 肯定不会选择 硬拼个两败俱伤的 男助理看着天眼画面的地图 还是有些担忧 那万一呢 嗯 对不起季老 没有万一 男助理连忙道歉 季老面无表情 淡淡地说 要是真的有万一 那也就只好再随便 给这些选手 发放一个紧急任务 把他们强制分开了 你以为我真的没有准备 嗯 男助理挠了挠头 左右看了看 坐在其他位子的 各地名牌高校的校长 再次压低了声音 可是这样 对于比赛来说 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了 公平 季老亲哼一声 每一年的高校新生赛 本来就是为了给 暗月筛选成员的比赛罢了 这个世界 从来不会理会 弱者的抱怨和眼泪 只有有潜力的人 才有资格追求公平 另一边 唐红山 林雨昕他们 看到这一幕 则是紧张得要死 这个白聊 就是那个序列后 林三的选手吗 林雨昕担忧到 他跟其他的选手好不一样 唐红山 自己也有点担心 但他还是拍了拍 林雨昕的肩膀 安慰着他 别担心 林奈肯定能应付 就算打不过 自保逃跑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林雨昕还是不太放心 又看向一旁的叶瓦 瓦 以你对林奈的了解 你觉得他是不是 这个白聊的对手 嗯 叶瓦看起来 那是那般的 一脸端庄单纯 想了想 老老实实的道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林奈哥的真实实力 到底达到了多少 你们不是天天同 居住在一块吗 都不知道 林雨昕一脸吃惊 同居 叶瓦脸颊顿红 扭捏了起来 别乱说 我只是 借住在林奈哥那里 偶尔帮助他修炼而已 没有别的关系 林雨昕笑嘻嘻地说道 我也没说 你们有别的什么关系 叶瓦 唐红山无奈 行了雨昕 你不要捉弄叶殿下了 林雨昕吐了吐舌头 叶瓦继续看 天眼屏幕林奈的比赛 但就在这时 叶瓦脑袋里嗡 得一下子 仿佛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啊 他细软的眉毛微微皱起 眼眸轻闭 脑海中突然闪烁 而过很多东西 瓦 林雨昕惊讶 你怎么了 叶瓦愣了许久 听到林雨昕 在旁边一直叫他 才回过神来 没 没什么 叶瓦重新做好 但是却显得有些心神不宁的 刚刚那个感觉 怎么那么熟悉 是那边的人 来到这个位面了吗 叶瓦记得 二姨应该给了守夜人 高层一个位面壁垒的锁 那边的人 如果没有密持 应该进不来才对 叶瓦闭上眼睛 重新感应了一下 但是 刚刚那个感觉 却已经完全消失了 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夜晚心中暗响 夜城 一号空间门附近 天空之上 空间门上方的一片蓝天 虚空微微发生扭曲 最后被缓缓切开 一道细长的口子 那是一道 被新切开的易次元裂缝 一个斩着黑色羽翼 全身包裹在黑色金属 外骨骼之下的身影 从那道易次元裂缝中 缓缓钻了出来 驻守在一号空间门附近的守夜人 还抱着步枪在附近巡逻 却对头顶发生的一切 根本毫无察觉 那道细长的易次元口子 很快又渐渐合拢 闭上了 蓝天还是蓝天 就好像什么事情 都从未发生过一样 报告 我已抵达人类未免 地点 夜城 空间坐标 119.28 26.08 Over 黑色羽翼的骨骼战士 发回了这样的讯息 他那巨大的黑色翅膀 在天空缓缓煽动 放心吧 Boss 我一定会把我们完美的尖端兵器 完完整整地带回来 林奈手持镰刀 与手持匕首的白辽 隔着十米的距离 冷冷对视 林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刚刚被白辽抹了一刀 现在还在往下躺着鲜血 这家伙的刀法 确实够狠 够快 够准 而且角度也非常刁钻 虽然他已经反应 很快的闪避 但还是逃不开匕首的攻击范围 幸好他用镰刀组了组 借助金属与刀刃的摩擦力 才没有让这一刀 划得太深 否则的话 仅仅在刚刚几招之间 一般的选手 可能就已经直接失去战斗力了 孟非非早已经躲到一边去了 则则则 这种大老级的对决 果然不是我该参与的 孟非非擦了一把冷汗 白辽盯着林奈 忽然笑了出来 说道 你很幸运 白死神的使徒 林奈 哦 怎么说 白辽嘴角裂起 眼眸几成一条缝 因为这场比赛不能杀人 所以至少 你能保住一条命 但是会伤得有多重 我可就不保证了 说着 白辽的身影再度化作一团优物 消失不见 寻找这家伙的踪影 人呢 灰明之童的视野中 居然无法找到 这个家伙在哪 林奈顿了顿 忽然意识到什么 在他身后的影子里 白辽赫然出现了 他从林奈的影子之中 钻了出来 手中捏着白色的短笔 狠辣地朝着林奈的脖子 抹杀而来 死 林奈倒吸一口凉气 全会从影子里 这根本不是速度 而是瞬移 这个白辽 他的能力应该跟影子有关 如果猜测没错的话 他的肉体 可以完全与幽影融为一体 在影子之中 来回穿梭不受限制 扑哧 林奈再次闪避 但依然只躲开了 致命部位的攻击 肩膀再次被白辽一刀划开 皮开肉绽 鲜血绽放 好快 楚门反光的眼睛片 后面的眼睛 微微眯起 这样的影子穿梭 配合上如此精湛卓越的刺杀刀技 即便是等级高出白辽许多的高手 恐怕都有可能在轻敌 不经意间 被他直接抹猴秒杀 这个白辽 显然也是一个越级对敌能力极强的家伙 强 太强了 楚门心里很清楚 刚刚那一击 如果是他的话 在没有情报的情况下 他也一样无法躲开 林奈横起镰刀 与白辽钉的对了一招 再次迅速拉开距离 肩膀 又多了一出伤口 与胸口的鲜血一样 往外躺着鲜血 林奈抬头看了看树顶的楚门 撇了撇嘴 这家伙老在这里 看着收集资料 自己也不好出招 不能让这个 便哀态跟宗资料狂占了便宜 林奈双手结印 嘴唇轻动 亡灵唤醒 雾神 该隐 白雾 白茫茫的迷雾 迅速弥漫开来 将白辽 梦飞飞 楚门 以及附近的一整片树林 都完完全全笼罩了起来 白辽看了看四周的白雾 手指转了转手中的匕首 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 哦 有趣 这白雾能够屏蔽感知吗 没错 林奈的声音响起 他手持镰刀 白辽笑了 裂出森白的牙齿 意思就是 你刚刚只是不想 让树上那个戴眼镜的家伙 看到你的实力 所以不使用更多白死神的能力 对吗 那个家伙我知道 大名鼎鼎的儒家学院的楚门 擅长收集情报资料的数据狂人 被他盯上 的确是一件很烦人的事 我就说呢 好歹也是神明的使徒 怎么能够在我的攻击下 毫无还手的余地呢 林奈奇怪地看着他 话说 那楚门的分身 没有跟着你吗 楚门的家伙不是说 除了自己以外 他也关注本次大赛的 另外一位雷神的使徒木寻 以及超凡序列号林三的白辽吗 白辽不屑 当然是被我甩掉了 那个儒家的眼镜男 用一个分身就想缠着我 怎么可能 林奈 是吗 这个白屋的战场 的确很不错 我也不太想在他的面前战斗 白辽顿了顿 抬起手中的匕首 伸出舌头舔了舔刀锋 不过 你可能也要失望了 因为我刚刚 也没使出真正的本事 说完 他的身影再次化作一团优异 林奈这次 已经猜到他的能力了 立刻低头看向脚下 在他背后的影子里 白辽果然从影子里钻了出来 锋利的刀刃刺向林奈的腰间 又是一技偷袭 当 林奈早有防备 横起镰刀去挡 白辽笑了 被你看穿了呀 不过很可惜 你只看穿了一半而已 林奈醋眉 只见白辽脚下自己的影子 居然开始扭曲了起来 然后那些影子 如同活物一般的站起 一部分影子 变成了一根跟头发丝一样粗细的线刃 眨眼间切割而来 瞬间切断了林奈衣服的几块布片 还有一部分的影子 变成了一把利剑 朝着林奈的胸膛穿刺而来 该死 林奈暗骂一句 镰刀挡开面前的白辽 向后闪躲 林奈逆身于白雾之中 与白雾融为一体 没用的 林奈回头一看 白辽再次从他的影子里钻了出来 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冰冷的匕首 几乎贴在了他的脖梗 林奈反应迅速 身形一弯 这一刀贴着他的脖梗的肌肤滑了过去 白辽 没有用的 就算我感应不到你 那又如何 你的影子已经被我标记了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的影子都会跟到哪里 那么我也就能跟你到哪里 白辽咧着笑着 你是绝对逃不掉的 叮 刀 又是几次金属撞击声 两把冰刃 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 白辽的匕首 玩得十分精湛花哨 每一次攻击的角度 都令林奈意想不到 论起玩刀刃 林奈认知的人中间 唐红山 老张他们 几乎可以说是被这家伙玩爆的 这个白辽的匕首技巧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在他的面前 林奈使用白辽的技巧 就好像小学生碰上大学生的水平 你的魂力很强 身体属性很强 白辽轻蔑地说 作为一个二级超反者 你的数值已经可以跟五 六级的对手相抗衡了 但你对冰刃的使用实在是太烂了 林奈沉默下来 他承认 白辽说的的确是对的 他从来没有这儿 巴金地练过武器的使用 对于白叶 这把白死神的镰刀 林奈使用起来的时候 也是纯粹地靠着野鹿子 靠着几次实战的经验来挥舞的 林奈沉默了好一会 轻叹一口气 随即淡淡地道 那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叫个玩兵人厉害地出来 陪你玩玩好了 白辽挑眉 嗯 林奈后撤一步 双手合十 亡灵召唤 剑神 石魂 只见一个高大的幽蓝色身影 渐渐在林奈的身后显形 接着 那幽蓝光影钻入了林奈手中的白叶之中 白辽微微醋眉 刚刚那是什么 他只看见了一瞬间的蓝色光影 然后就不见了 白雾之下 他并没有看得很清楚 林奈握住白叶 感受到白叶传来隐隐颤动 他单单笑了笑 好了 现在来吧 这次主动朝白辽攻了上去 白辽轻笑 不自量力 他很自信 不管林奈搞了什么鬼 再冰刃的方面 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白辽握着匕首迎了上去 定 当 争 然而这一次 几个回合过去 白辽发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无论他怎么进攻 匕首无论从何种刁钻的角度挥刺而出 甚至于控制隐刃去偷袭 穿梭到林奈身后的影子里去偷袭 林奈都将他的攻击 通通一一尽数 完美地挡了下来 白辽皱眉 他任何一个角度都是过了 无论是从正面 侧面 背面 林奈对于手中武器的掌握熟练度 就好像直接翻了十几倍 不 是几百倍 这怎么可能 白辽紧皱眉头 难以置信 十分钟之前 林奈使用镰刀的水平 毫不客气地说 就是纯粹地凭着力量举起来往前轮 其他的劈 撩 砍 斩 这些动作 也都是纯粹在凭着野路子的经验在做而已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冰刃熟练度非常普通的人罢了 然现在 白辽在与林奈冰刃近战的时候 竟然反而感受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压力 几招下来 竟然隐隐有被压制的迹象 白辽不理解 这家伙 怎么突然一下子 从白银直接跳到王者了 白辽清楚地记得 当年自己练习匕首 练习刀子 可是从小到大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每天艰苦地训练 才练到如今这个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个林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改变 而且 在如此近战的情况下 像用那把看起来沉重巨大的镰刀 挡住小巧训捷的匕首的攻击 白辽唤醒了自己的影子 以及林奈的影子 十几道幽影 全部延伸而来 全部变成了影刃和利剑 将林奈团团包围其中 然后一起进攻而去 可是林奈不慌不忙 轻轻松松地挥舞镰刀 将靠近他的这些影刃 尽数格挡 没有伤到他一分一猴 白辽剑连续的攻击都没有成果 耐心终于有些崩溃 不由得有些恼了 这家伙 难道开了带挂不成 怎么样 林奈手持镰刀 指着他笑笑 还要来试试吗 白辽目光一寒 随即顿了顿 又露出一抹邪魅慎人的笑 嘿嘿 林奈 你这是在玩火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逼我杀了你啊 林奈眯眼 如果你能杀得了的话 哼 白辽冷冷地吐了口唾沫 手指快速舞动起自己匕首 那你就去死吧 匕首在他的手掌中心 飞快转动 舞动如风 所有的魂力 都被他集中在了刀刃上 引记 引夜风御刃 这一招 是白辽自己最喜欢的一招 需要极强的刀杆 以及非常精确的魂力控制能力 看起来 就好像是普通的飞刀旋转飞出 然而事实上 刀法本就是淳朴的 所有花里胡哨的技巧 都是为了最后刀刃 能够成功划刺对手致命部位的那一击 而这一击飞刀 是可以削断瀑布的 白辽曾经用这一刀 越即杀死了他最亲爱的师父 他的师父很强 远比他现在还要强 但生命就是这样的脆弱 无论你再强 一刀让你挠死亡 你也就挂了 嗡 白辽出刀了 速度极快 如同一刀幽影 甚至林奈连他的抬手都没有看清楚 都无法确定 他的手是否动了 林奈心头咯噔的一下 瞪大了眼睛 以他开启灰明之铜的势力 竟然都无法完全捕捉到 这一刀飞来的诡计 白辽暗暗一笑 这是他用这一招 使用的最完美的一次 以前他还从来没有使用的这么完美过 在他的眼里 林奈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这一招 本就是冲着林奈的咽喉去的 虽然这次大赛 并不允许伤人性命 但白辽也不在乎了 然而 想象之中 那声轻微的 划破咽喉的扑齿声 并没有响起 只见林奈的双眼看起来 明显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这一刀 但他的身体 却已经行动了起来 飞刀一进入林奈周身的剑神领域 他握着白夜的手 便下意识地抬起 镰刀弯曲的锋刃 看似很随意地向上一条 电 清脆的金鼠声响起 连刃精准无误地勾住了飞来的匕首 并且完美地化解了白辽的旋转力道 白辽瞳孔赫然瞪大 这 这怎么可能 毫不客气地说 他的这一招隐夜风御刃 在同级之内 几乎是必杀之人 连他自己都不可能躲得过去 哪怕是他学校的老师 都没有几个 能在这一刀活下来 然而 却被林奈如此轻而易举地接住了 你看起来很惊讶 林奈看见白辽脸上露出的表情 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然而这还没完 白辽的匕首 仍然在白夜的连刃上 飞快旋转着 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刀 再送你一个惊喜吧 林奈握着白夜 手腕一抖 连刃上的匕首 在刃间旋转得越来越快 速度逐渐加快 刺了 刺了 火星四箭 引记 放 影夜风御刃 嗡 林奈将白辽的匕首甩出去 还给了他 一道白芒刺眼夺目 破空而出 速度竟比 刚刚白辽使用的那一飞刀 还要快 白辽眼瞳缩紧 瞳孔中 倒映出影夜风 预刃旋转的残影 完全已经呆滞了 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噗哧 飞刀形成了一束白光 从白辽的身体 一瞬间穿过 白辽的动作 在这一刻凝滞 他张大了嘴巴 脖梗僵硬地滴下来 愕然地看着自己的右手臂 他的右手臂 与肩膀的连接处 出现了一道淡淡的白线 而他的右手臂 正在和身体分离 最终扑通掉在地上 而切口平滑如镜 几秒后 鲜血才从切口处崩溅而出 啊 白辽痛叫了一声 捂着自己的右臂 跪倒在地上 眼睛里长满了血丝 满面争鸣 林奈暗想 这一刀果然可怕 这一刀并没有 往白辽的致命出去 否则他现在必然已经死了 白辽的确接不住这一刀 这次比赛 不允许杀死选手 否则将会直接被淘汰 林奈可不想这么早地就回家 当然了 这一刀实际上 并不是他使出来的 而是食魂使出来的 林奈只能算是 带打面前操纵的机器人而已 你 白辽抬起头来 满眼血丝 白色头发也乱了 身体颤抖 看起来如同猙獰的魔鬼 你怎么可能会引夜风御刃 谁教你的 这还用教吗 林奈回忆着 上次夜晚跟他说过的话 耸了耸间 一脸理所当然 这么简单的东西 不是看一看 就大概知道技巧 和魂力运转的原理了吗 白辽 林奈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怎么 你该不会练了很多年吧 白辽 林奈 不会吧 不会吧 林奈 这笔章我记住了 白辽咬牙切齿 捡起自己断掉的手臂抱在怀里 身体慢慢钻入影子之中 逃走了 林奈眼睛一眯 立刻奔上前去 想要留住他 但是可惜 白辽钻入影子之中后 影子也渐渐消失 实际上 就算影子不消失 林奈也无法进入影子的世界里 把他揪出来 毕竟他还没有得到 暗影之神的力量 林奈笑了笑 溜得倒是挺快 天眼市 纪老 庞局 还有各地重点学校的校长 都坐在天眼市的屏幕前 关注着林奈与白辽的这场战斗 然而 这场战斗 却因为白雾的缘故 根本看不清两人的战斗情况 顿时让几个领导直皱眉头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起这么大的窝 这个节节内 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自然现象 赶紧把白雾清了 纪老还要看林奈和白辽 两个种子选手的对决呢 张助理很是不满地 冲着那些裁判说道 一个身材高大 脸上带着疤痕的裁判长 走到纪老身边 微微躬身 低声细语地解释道 纪老 这白雾并不是 我们设置的天气变化 哦 纪老疑惑 那是为什么 难道是某人的超凡能力 对 这场白雾 是林奈使用的能力 脸上有疤痕的裁判长道 根据我们裁判组的观测 他释放的这种白雾 不仅是遮蔽视野 还有阻断音波 电波 以及各种感知的效果 所以即使是热感摄像头 也无法捕捉到 白雾内发生的具体情况 即便是高阶超凡者 除非是等级压制 特别多的超凡者 否则进入这种白雾 都会被阻断大部分的感知 既老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旁边都华大学的校长 惊讶地道 这种施展迷雾的超凡术法 应该是雾神的能力吧 为什么白死神的使徒 可以使用雾神 能力 京都大学的校长嘲讽孝道 白死神是掌管众神亡灵的神明 也有一部分神明成为亡灵后 遗愿未消 愿意将力量交易 给白死神签订契约 老郑啊 作为都华大学的校长 你咋连这都不知道呢 都华校长当然听出了 他言语中的言语 抱着双臂冷哼道 知道谁不知道 但那些都处于理论传说 白死神的使徒第一次现实 谁知道那些传说 都是不是真的 其他学校的校长 都纷纷发笑 京都和都华是死对头 两校的校长也是一样 他们都已经习惯两人半嘴了 庞局在旁边暗想 上一次在二号疫情内的那场黑色大雾 应该就是雾神施展出来的能力 这样说来 林奈应该就是在那一次 把雾神的亡灵给收服了 山海大学的校长 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皮 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 真是可惜 本来我还真想看看 这两个选手到底谁更强一些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赌什么 就赌这两人 谁会赢 嘿嘿 那我肯定压白聊啊 虽然他是一个五线城市来的选手 但我早就在关注他了 超凡序列号03 其实并不会比神明序列要弱多少的 是啊 我也压白聊 主要是等级差距太大了 两人差了四级左右 这样的差距 并不是一个神明序列 就可以弥补的过来的 况且 以他二级的使徒等级 也并不能施展太多的神明之力 我觉得林奈也不弱 别忘了 这小子当初在夜城二号疫情任务的时候 可是一个人打败了十几号六级 五级 四级的匪徒呢 我们这些人比都谁清楚 这个可不是虚假新闻 哈哈 老周 你也别忘了 当初那些匪徒都是些什么货色 C级天赋的六级 跟S级天赋的六级 有什么可比性吗 就是 就算他灵奈可以月级对敌 白聊他也一样拥有月级对敌的能力 而且 白聊这小子最有优势的点在于 他曾经做过赏金猎人 手上沾的命是最多的 无论是人的命 还是魔物的命 他都不知道杀了多少 他有着最多的实战经验 且亲身经历过死亡的磨炼 这是其他大一的新人绝对无法比拟的 各个学校的领导 代表 校长 议论纷纷 众说纷纭 大部分人终究还是看好白聊的巨多 茶医周依旧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茶 没有跟其他学校的代表说话 听到他们谈论着林奈与白聊 嘴角微微上扬起一个弧度 林奈啊 张助理看了看身边的纪老 小声问道 纪老 您比较看好谁呢 纪老顿了顿 说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不会死战到底 我想 就连他们自己 都没有能够绝对战胜对方的把握 这才仅仅是第一轮而已 晋级的名额又不冲突 这俩小子都是聪明人 没有必要死磕 如果因为硬碰硬而受了重伤 影响到后面的比赛 就反而不值得了 张助理点了点头 果然还是纪老说的有道理 纪老继续看着天眼屏幕 也不知道这白雾什么时候才会散去 十几个裁判 分别实时监测 天眼摄像头看到的比赛场地里的每一个画面 这时候 有一个裁判突然眼睛一亮 说道 纪老 白雕在26号区域现身了 嗯 纪老皱眉 他不是跟林黛在11号区域交手吗 怎么会突然跑到26号区域去了 裁判员说 他是从影子里出来的 而且好像是受伤了 纪老一愣 是吗 好 快 把画面镜头给我转到白雕那里 是 裁判员说着 立马操作了起来 主屏幕上立刻出现了白雕的画面 只见白雕的身体 她的衣服沾满了鲜血 捂着自己的右臂 咬牙忍着痛楚 走起路来亮亮呛呛的 纪老和其他几个学校的领导人 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因为他们都发现 白雕的右臂被人斩断了 难道说 白雕的胳膊怎么断了一只 这不会是林黛干的吧 白雕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显然 这一战是白雕输了 这家伙现在的模样 明显是靠着隐秘书落荒而逃的 众人皆是一脸骇然 毫无疑问 白雕绝对是输了 他居然真的输给了林黛 纪老呆滞了数秒 虽然他面上没有表露出太多 但心中是难以掩饰的震惊 他猜到了 这一轮就算他们两人碰面 应该也不会有人淘汰 这两个人 就算不能打败对方 自保的能力都还是不错的 但纪老本以为 落荒而逃的一方应该会是林黛 没想到 纪老深深地吐了口气 感慨着说道 难以置信 就算是神明的使徒 也从来没有见过 能够跨越四个等级 打败序列号前十的超凡者的 简直就是个怪物 张助手冷汗层层地看着屏幕 是啊 真是离谱 这白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纪老沉默许久 忽然好像决定了什么 说道 小张 小张一愣 转过头来 纪老 有何吩咐 给孙元帅打电话 纪老表情严肃 一字一句地说道 让他马上坐飞机来夜城一趟 到现场来看比赛 然后 你告诉他 如果他不来 他一定会后悔 哦 好的 小张愣了半天 随即连连点头 拿车手机开始拨号 楚门的分身 待在白雾的范围附近 等待了半天 却并没有等到林奈出现 白雾也一直都没有散去 奇怪 还没有结束吗 楚门也感到了有些疑惑 他低头翻了翻自己的小本子 在他的资料本子上的数据分析显示 林奈与白辽两个人交手 胜率为6比4 准确数据是61.98比38.02 林奈6 白辽4 用时估测 是大概会在16分钟左右 如果按照这个计算来看的话 他们两个的战斗 应该已经早就结束了才对 当然了 这也只是通过目前所收集到的 所有数据 计算出来的概率而已 楚门心中很清楚 不管是林奈还是白辽 他们肯定都还有 未曾拿出来过的底牌 所以这个数据 也只能仅供参考 但他也预测 现在只是第一轮 这两个人 估计也不会使出什么真本事 估计就是见面两人 互相试探试探 然后就差不多得了 所以这个数据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孟非非坐在旁边的树干上 嘴里叼着草树枝 望着望远镜 看着白雾的情况 仍然是什么都看不见 一个人影都没有 哼 嗯 孟非非打了个呵欠 已经开始犯困了 他们还没打完吗 楚门耸了耸肩 不知道 孟非非垂下脑袋 看了看地上的楚门 对了 儒家的 你不是很擅长计算分析吗 那依你的分析 他们俩谁赢的概率高啊 楚门 林奈 孟非非惊讶 真的假的 楚门淡淡地说 数据不会骗人 虽然他们 也没有给出完全的数据 但通过部分的数据 进行模拟演算的话 也不会相差太多 孟非非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数据什么的 他根本不懂 果然 他还是不习惯 听这些读书人的讲话方式 孟非非 话说 你们儒家的人 不是一向以文科著称吗 你怎么反而是一副 理工男的模样啊 楚门抬起一根手指 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平静地说 你这是刻板印象罢了 现在时代早就变了 我们儒家学院的学员 不但文学好 数学好 物理 化学 外语 历史 材料学 计算机学 生物学 炼金学 工业学 信息网络 我们都是全国所有院校的头筹 孟非非 牛逼牛逼 读书人果然就是恐怖如斯 楚门没在应声 她的神情逐渐严肃认真了起来 望着那仍然不散的白雾 按照她资料上 对于林奈的性格 行为 智力各方面的分析 林奈同学的花样套路很多 如果在她的身边 发现出现这样反常的情况就说明 这家伙 肯定又在 谋划着某种套路了 楚门抬手看了看万上的手表 距离第一轮的比赛结束 还有五个小时 他们打赌的时间限制 也只剩下五个小时了 莫非 某处 某洞楼的天台上 楚门的真身停止了打坐 慢慢睁开了眼睛 看来为了以防万一 给赶紧离开这里了 楚门缓缓站了起来 她并不能猜到 林奈想要干什么 她只是有这一层预感 她预感危险正在靠近 你想去哪 果然 林奈的声音响了起来 楚门心头咯噔一下子 连看都没有回过头看 毫不犹豫的蹬腿就跑 六级的魂力 完全爆发 楚门不留一点余地 全速闪现逃跑 速度快地在夜幕之下 只看到连连残疑 但没能跑出几个呼吸 就听到身后的嗖嗖风声 林奈穿着白色的死神冬帽衣袍 转瞬间就追上了她 阻拦在她的面前 蹭 白光破空划过 楚门被迫停下了脚步 因为她垂眸一看 只见白叶镰刀 已经横在了她的咽喉之前 冰冷的锋刃 贴着她脖梗的肌肤 寒冷刺骨 楚门苦笑不已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 林奈笑了笑 淡淡地说 首先当然得先甩开你的 那个分身 否则我一找到这边来 你就肯定得到信息 转移阵地了 接着 她抬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再然后 就是靠着灰明之童 楚门挑了挑眉 灰明之童 是的 林奈说 可能你的资料还有局限 不知道我灰明之童的 视野范围吧 我的灰明之童 基本可以透视 看到整个比赛场地 当然了 我的透视不是纯粹的透视 只能看到这一定范围内的灵魂 以及人体基本的形而已 楚门饶有兴趣 所以呢 通过这个 你能观察得出什么 你怎么知道 哪一个分身是我 林奈说 因为你的分身 是没有灵魂的 只是一具光有曲窍形状的幻象而已 事实上你的每一个分身 在我的视野里 都不太一样 因为你的每一个分身 和你的本体的距离 都不太相同 楚门眼眸一跳 她好像明白了什么 林奈继续笑了一下说 你的分身 也是靠着魂力来操控的 应该也只能 在你本体的一定范围内 才可以控制吧 超出一定范围 分身应该就会自动消失了 所以 距离跟你本体 比较近的分身幻象 曲窍的颜色就很深 而跟你本体距离越远的分身 曲窍颜色就越浅 这样就基本能够 辨别你本体所在的大概方向了 楚门无话可说了 没想到 这样一个小小的差别 林奈居然都能发现 你说了 林奈一脸玩味 别忘了我们的赌约 从今天开始 你是我的小弟 楚门完全没有料到 会是这个结果 她原本都已经计划好了 反正幻影分身 一直都跟着林奈 就算林奈能找到 她真身在哪 一旦林奈靠近 她就撤退换个地方 反正在这个 十平方公里的场地内 跟她绕圈圈就好了 谁想到 林奈居然趁着 跟白聊交手的空档 跑来绕她的后 真是防不胜防 林奈放下手中的白叶 玩味地望着楚门 那 你是儒家学院的学员 全国名牌高校 书香门第 一诺千金 该不会打下的 毒耍赖不讲信用吧 楚门苦笑不已 我当然讲信用 以后 你就是我大哥 这样可以了吧 嗯 不错 不错 果然是真君子 林奈欣慰地拍了拍 她的肩膀 又拿出一张纸来 那么口说无凭 立下字句吧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楚门 还有字句 楚门接过字句 拿起仔细看了看 我 乙方 楚门 自愿认 甲方 林奈为大哥 乙方需无条件执行 小弟的义务 对于甲方的要求 只要不违背原则 且力所能及 便必须无条件执行 合同的最下方 有一个契约的印记 这是系统商城贩卖的 契约印记 只要在这个地方按下指纹 那么立下契约者 便不可违逆合约的内容 楚门苦笑 真没想到 失算啊失算 说着 他伸出食指 在契约印记处 留下了自己的指印 林奈微微一条眉 其实 他只是说着玩的 没想到这个楚门 居然真的会签 毕竟 两人原本只是 口头上的约定而已 口头上的约定 你要想赖账 随时都可以 但定下契约印记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契约印记会判定 被契约者的内心 也就是说 一旦林奈提出的要求 的确没有违背 楚门内心的原则底线 且也是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的话 他就真的必须要 听从林奈的指令 没想到这个楚门 居然还挺讲信用的 楚门签完 将契约交给林奈 林奈仔仔细检查了契约 确认过契约上的指印后 深深地看了面前 这个儒家的学生一眼 嗯 很好很好 居然是真的签了 没有耍花样 林奈大大咧咧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 作为大哥 我肯定也不会亏待你的 楚门 时间 只剩下最后三个小时 方圆十公里内 仍然存活下来的选手们 进行了最后三个小时 最激烈的厮杀 三个小时结束后 第一轮的比赛终于结束了 全体提示 本轮比赛已结束 本轮晋级的选手总计 1998名 请所有生存下来的选手 马上来到原来的大操场集合 看到系统 弹出比赛结束的提示面板 所有生存下来的选手 皆是松了一口气 还有几个本来 正在互相厮杀的几个选手 也都纷纷停了手 几个人都浑身是血 却还在互相瞪着眼 一起往大操场走去 哼 算你走运 我才要说呢 你的运气还真好 正好让你赶上比赛结束了 下一轮 我必 亲手把你淘汰 我才要说呢 下一轮 你必倒在我的手上 你就嘴硬吧 看看你那张脸 都被我做成什么样了 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吧 我才要说呢 看看你那衣服破的 都只剩下一条裤衩了 中选手录 陆续续的来到大操场集合 第一轮比赛之前 弱大的操场被完全站满 连个停车位大小的空档都找不出来 第一轮结束 直接淘汰的不剩十分之一了 他接过了身边张助理递给他的平板电脑 手指在上面滑动 扫了几眼晋级选手的名单 嗯 基本上各大名校的种子选手都还在 都华大学的校长看着下方的选手 说道 今年的第一轮 晋级了1998名选手吗 农家学院的校长摸了摸下巴 说 倒是比我想象的要多一些些 法家学院的校长点了点头 是啊 想想去年 四万多的选手 最后只有1500人晋级到第二轮 多少人晋级都无所谓 儒家学院的严院长 气愤地捏起拳头 楚门这个笨小子 居然真的跟那个林奈签订了那种契约 简直是他的脑袋是进水了吗 本来只是口头约定而已 签了那种契约 不就真的要让人摆布了吗 其他学校的代表 都是一副笑呵呵看热闹的态度 严老 别这么伤火嘛 是啊是啊 这孩子言出必行 不也显得你们儒家学院信守承诺吗 他这是在给你们儒家学院长脸啊 严院长转过头去 气呼呼地 瞪了这些其他学校的代表一眼 嘿 奈哥 孟非非再次见到了林奈 他们都是属于守夜人学院的势力阵营 很容易就在大操场找到了对方 奈哥 能够再次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我还以为那个疯子 真的会把你怎么样呢 孟非非巴拉巴拉地说着 在林奈的身边左看右看 仔细打亮他的脸庞 哦 嗯 还好还好 感觉也没受什么重伤 所以奈哥 你跟那个疯子较量 最后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了 你们俩最后到底谁赢了 林奈这时候 正好看见了一个白聊的身影 于是抬起下巴指了指 喏 你自己看吧 孟非非转头看去 白聊捂着空荡荡的染血手臂 一个人孤零零地 走到责成高效的位子 周围的选手倒也没怎么关注 他那条断掉的胳膊 因为这一轮三天的比赛下来 身负重伤的比比皆是 断胳膊断腿的也不在少数 这并不稀奇 孟非非张大嘴巴 几乎都可以塞下一个鸡蛋了 我去 奈哥 你把他的膀子都给卸了 孟非非一脸兴奋 牛逼牛逼 奈哥 太牛逼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第一号崇拜对象 白聊这时也正好目光投了过来 他那双阴沉沉的眼神 看到了一脸兴奋的孟非非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孟非非见到白聊的眼神 还是有心理阴影的 下意识打了个哆嗦 下意识躲到林奈后头去了 泽泽 这封屁玩意真吓人 林奈 这时候 林奈的目光也与白聊对上了 两人隔着十几米 摇摇对视 林奈眼神平静 像是毫无风浪的海洋 白聊的眼神 像是要吃人的狼 阴冷彻骨 他盯着林奈看了一会 嘴角竟然还能微微咧起 脸上阴狠狠的表情 忽然渐渐转化为病态一样的凝笑 很好 很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碰上 这么令我感兴趣的猎物了 嘿嘿 哈哈哈哈 嘿嘿嘿 过了一会 大操场正面高台旁边的主屏幕打开 所有晋级选手本轮比赛 获得的击杀积分 都以排名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 大部分选手的积分 都是在五分以下的 总共有1998名选手晋级 但大部分选手 除了寻找自己的名字之外 基本上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排名前十的选手的名字上 击杀榜排名前十的选手 自然会得到其他所有选手的重点关注 以及所有赛事组领导的重点关注 第十名 林奈 2.3级 守夜人学院 35个击杀积分 第九名 苏清雪 6.3级 阴阳家学院 39个击杀积分 第八名 博水 6.0级 道家学院 40个击杀积分 第七名 猴子 6.1级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42个击杀积分 第六名 芳吾 6.4级 兵家学院 43个击杀积分 第五名 同意 6.2级 都华大学 48个击杀积分 第四名 花林泽 6.5级 京都大学 50个击杀积分 第三名 白寿 6.6级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57个击杀积分 第二名 白寥 6.5级 第一名 木寻 6.9级 鬼谷学院 131个击杀积分 在这个榜单上 几乎是清一色的6级以上 只有林奈画风特殊 2.3级突然出现在榜单上 十分眨眼 不过更眨眼的 是排名前二的击杀积分数 白寥 超凡序列号03 99个击杀积分 木寻 神明序列号17 雷神使徒 131个击杀积分 可以说 这两个人的击杀积分 相比于其他选手而言 是完全的断层式的 林奈饶有兴趣的摸了摸下巴 这个白寥 在遇到他之前 居然干掉了这么多人吗 不过这个排名 倒也在林奈的意料之中 毕竟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为了观察 楚门那些分身幻想的规律 基本上都在跟楚门 一起玩跑圈圈的游戏 完全没有去找人获得积分 能够进入前十 全靠之后 一直用陷阱扶唠到的那么多鱼 众选手们 看着排名都纷纷震叹 卧槽 鬼谷的木寻 131个击杀积分吗 还是个使徒 实在太可怕了 我只能说 心疼那些倒霉碰上他的选手 第二名的白寥的击杀积分也很多啊 99个击杀积分 也不愧是超凡序列号03的选手了 感觉这次的比赛 也只有他有能力 跟鬼谷的木寻一较高下了 是啊是啊 咦 可是你们看 那个白寥他受伤了 他的一条手臂怎么断了 这是被谁打伤的 居然有人能打伤他 那估计也只能是木寻大佬了吧 难不成他们在这一轮的时候 已经碰过面了 很有可能 这两个大佬打起来 肯定也都不愿意死磕 毕竟两人都是种子选手 估计是打到最后 木寻大佬斩断了白寥的手臂 白寥败退逃走了吧 林奈抱着双臂 看着屏幕上的排名分 他发现 楚门的分数 竟然排在最倒数的末端 楚门 第1998名 儒家学院 两个击杀分 居然是最后一名可还行 林奈有些意外地看向不远处 儒家学院那边的楚门 这家伙该不会一整场比赛 除了开局的团队任务外 都没有再出过手 全程都在控制着 分身满地图跑吧 楚门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一脸轻松淡定 眼镜反射 出白茫茫的反光 对于他而言 这一轮的排名并不重要 他一向擅长后发制人 虽然牺牲了排名 但他却拿到了很多情报 楚门看着主屏幕上的排名 自信微微一笑 可以说 前100名选手的基本资料数据 都已经在他的脑子里 和本子里了 演讲台上 京都校长走了出来 望着下方操场上的学生 拿起话筒说道 恭喜晋级的所有选手 你们从三万选手中脱颖而出 成功晋级到第二轮 第二轮比赛 将由明天正式开始 今天剩下的时间 各学校的选手 可以在比赛场地的区域 自由活动 休息 调整状态 有受了重伤的选手 也可以找赛事组委会 要求治疗 我们会提供最好的医疗药品 以及治疗系超凡者 帮助你疗伤 哦对了 在下一轮比赛开始之前 你们可以和你们 各自学校的老师 代表 同学碰面 一起吃饭 或者商量 战术都可以 不过时间 仅限于今天凌晨零点之前 凌晨零点之后 所有选手 都必须回到各自的宿舍 熄灯睡觉 否则将会被取消 比赛资格 现在 全员解散 京都大学校长 宣布解散之后 林奈同其他选手 一同解散 分别走向各自的宿舍区 那个 跟你说个事啊 孟非非忽然凑到林奈身边 压低了声音 一副很神秘的样子 嗯 林奈一脸疑惑 孟非非用手掩着嘴 那个则成高笑的白聊 虽然你赢了他 但你最好还是 小心这点比较好 林奈挑了挑眉 什么意思 这家伙以前 是赏金杀手 手上沾了很多人命的 孟非非提醒道 虽然他正面打不过奈哥尼 但也难防他 暗地里下阴手 林奈之前 也已经从楚门那里 得知过这个事情 有些奇怪的道 话说 他是赏金杀手 这是官方知道吗 孟非非说 知道 不过他明面上 接的赏金任务 都是杀一些恶人 比如海盗 毒外笑 黑哀到大佬 非法工会的头目之类的 所以官方 当然不会管他什么 但实际上 根据我的小道消息 这家伙接的赏金任务 才远远不止明面上的那点 就他手上的人命 起码有好几百条了 他的03序列职业 鬼影暗刺 是最擅长 暗杀偷袭的超凡职业了 而且这家伙的性格 就阴险得很 而且还记仇 一旦盯上一个猎物 就会像毒蛇一样 一直盯着你 直到找到 下手一击致命的实际 以前 他就这样 干掉了很多 比他强大的对手 就算有些正面 能打得过他的 都有可能不小心 在生活中 没有防备的时候 被他杀掉 林奈听言 远远看了一眼白聊的背影 是吗 是啊 孟非非叹了口气 所以啊 这家伙 在某种程度上 比第一名 那个牧巡还要可怕 林奈心想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的确得小心一点 嗯 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家伙 还是敌人 如果不早点斩草除根已绝后患 的确是个隐患呢 林奈摸了摸下巴 这么说来 这家伙 肯定已经盯上我了 肯定的呀 孟非非认真的说 你卸了他一条膀子 这估计还是他第一次 被人打得这么惨 以这家伙的性格 他肯定记仇啊 我知道了 林奈打了个喝歉 我要去吃饭了 明天比赛见 孟非非一听 嘿嘿傻笑着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奈哥 其实我也是一个人 跟我同校的都淘汰了 要不我们一起 林奈 他打开了系统面板 系统消息 早就被顶到了99家条 一打开 就能看到各种同学 老师给他发来的恭喜 包括楚梦瑶 徐晓琳这些老同学 当然刷屏最多的 还是林雨昕他们 林雨昕 哈哈哈 林奈你太棒了 我们在观战时 看到你战胜那个白辽了 也看到你赢过 那个儒家的资料男了 群里 老张 丁子 阿光他们也已经在研究 庆功宴吃什么好了 当然 还有夜晚 不过这姑娘 只发了个表情包 夜晚 猫猫探头恭喜点JPG 林奈浅浅一笑 也给他们回了个消息 林奈 下一场比赛结束前 可以自由活动 来一号餐厅找我吧 夜晚 好 林奈一个人来到餐厅 随随便便点了几道菜 过了一会 夜晚 唐红山 林雨昕他们就来了 林雨昕一脸开心 哈哈 林奈 恭喜你晋级了 声音之大 令餐厅内的不少 其他桌的选手 都将目光投了过来 阿光挖着鼻孔淡定地说 哎 这有啥好激动 我没出现 林雨昕气呼呼地瞪着她 当初你参加全国新生赛的时候 不也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吗 阿光 不远处的餐桌 茶艺舟 江舟 还有另外一位 道家学院的选手白水 就坐在这里 茶艺舟抱着双臂 远远看着林奈他们 悠悠地说 小舟 坐在旁边的江舟一愣 啊 茶艺舟 你跟林奈他们几个 守夜人成员也算认识 要不要过去 跟他们打声招呼 江舟微微张了张小巧的嘴唇 我 由于许久 她还是抿了抿唇 还是算了吧 旁边的白水 奇怪地问道 小舟认识 那个林奈 嗯 之前我们去夜城的时候 跟那里的守夜人合作过 正好就是他们 这一小队的成员 茶艺舟 拿起面前的饮料 对着吸管吸着 白水 你要注意那个林奈 她可是你之后 强有力的对手 白水笑了笑 说道 不用您说 我也知道 能在击沙榜排名前时 肯定不容小须 另一边 京都大学的餐桌 花林泽手中 把玩着一只玫瑰花 手指将花瓣 一片一片地摘掉 汇报一下吧 各自的战况都如何 一名男生道 会长 我们基本上都是 十个击沙分以上 一名女生道 会长 我们学校晋级的选手 应该是所有学校中最多的了 嗯 还不错 花林泽悠悠地说 不过也不能大意 前几轮比赛 本来就只是为了淘汰名额而已 最关键的 还是要看 能有多少人 进入最后一轮 你们都能明白 我的意思吗 众学生 是 会长 花银纹坐在旁边 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 将下巴贴在餐桌上 鼓着个小脸 也不吃菜 第一轮她的击沙分 仅仅只有22个而已 排在100名开外 花银泽笑眯眯地 将脑袋靠下来 望着她 小文 别不开心吗 只是第一轮而已 后面的比赛 还有的是机会呢 花银纹气呼呼地回邓道 下一轮 我一定会赢过你的 花银泽 嗯嗯 我信 白聊捂着断掉的手臂 咧着嘴 来到赛士组的医疗室 我要治疗 医疗室内 坐着五 六个高阶治疗系超凡者 他们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个年长的中年人 指了指一张白床 坐吧 十分钟后 白聊从医疗室里出来 在高阶治疗系超凡者 高超的治愈术下 他已经接好了手臂 不过右臂 暂时还不能达到 原来的那般灵活 至少还得休养好几天的时间 这好几天 他都得一直来 接受这些高阶超凡者的治疗才行 这是因为 他的那把武器白聊的缘故 白聊本身就是 附魔过的特殊刀刃 由白聊切开的伤口 会对对方身体细胞 造成破坏性的伤害 这是他师傅留给他的武器 就连赛士组的高阶治疗系超凡者 都没有办法一时间完全治愈 这本是他的大杀器 但白聊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 居然会被自己的刀刃锁伤 白聊一个人回到房间 却发现 有一个人 已经在他的房间外面等他 白聊同学是吧 你好 一个穿着西服 文质彬彬的男子走了过来 小薛说道 没兴趣 坦白说 我并不信任 你们这种国际资本公司 小薛倒也不急 淡淡地笑了笑说道 其实我们以前已经有过合作了 只是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 哦 我曾经在杀手网站上下过单 让你暗杀一名墨家的高级负责人 白聊眉毛顿然一提 沉默许久 那个任务是你下单的 对 就是我 小薛微笑 白聊冷笑 怎么 所以说 你现在是打算拿这个来要挟我 我没这个意思 小薛说 我们公司是很爱惜人才的 其实 就算你不想真正加入我们 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继续合作的机会 正好 你不是也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吗 我们想找你做笔生意 就看你接不接了 白聊立刻想了起来 饶有兴趣 你们想要使徒的基因 没错 小薛说 只要你能够完成 我们给你平常任务 价格的三倍 不过我们也有要求 那就是 不能让赛事组委会的人发现 不能让言国官方察觉 白聊摸了摸下巴 三倍啊 听起来 确实有点诱人 而且 目标是林奈和木巡 也的确让他很感兴趣 好 白聊干脆地说道 我接 选手餐厅 林奈一干人坐在一起 围在一桌吃吃喝 哥 老张吃饱了 往后一靠 摸着自己的肚皮 你别说 这全国新生赛的伙食 真是越来越好了 是啊是啊 林语系一边吃 一边含糊地说 听说是为了让选手保持状态 赛事组特意请得 全国最好的高阶美食系超凡者 平时 都只有京都大佬级别的官员 才可以吃得到呢 阿南笑嘻嘻道 咱们都沾了林奈的光了 否则以往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都没什么机会在这里吃饭 餐厅是自助模式的 对选手以及选手的家属团 无限供应 而且是不要钱的 当然了 只有晋级的选手 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众人一个接一个都吃饱了 不过很快的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表情从诧异 到震撼 再到一脸猛逼 夜晚坐在林奈的旁边 吃相看起来文静端庄 气质得体 不紧不慢地切着面前的食物 一盘接着一盘 旁边的小盘子 已经堆成个山堆一样高了 好似永远填不满的黑洞 唐红山等人都愣愣地瞪大了眼睛 很快 其他桌的选手 家属 老师 也都被他们这一桌堆叠出的盘子山吸引 目瞪口呆 毕竟少女吃剩的盘子 几乎快要堆到天花板的高度了 不想被吸引注意 都不行 嗯 夜晚鼓着嘴 感受到餐厅里那么多的视线 顿时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脸颊攀上一抹红韵 羞涩地放下了手中的餐具 那 那个 我也吃好了 咱们走吧 不行 林奈将新的一盘菜 放在夜晚面前 官方赛事组的羊毛 不薅白不薅 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无限供应的 大渊肿餐厅 这怎么能放过 唐红山 可是 夜晚用余光偷偷瞟着餐厅里 其他烤生的眼神 便觉得脸上发烫 但要耐不住林奈的叮簇 少女又只好硬着头皮 继续埋头吃起来 这个时候 夜晚再一次感觉到了 之前在天眼室的那个感应 耳朵里就仿佛耳鸣一般 嗯 少女低下头去 眉头紧错 又是那种感觉 第一次 有可能是巧合 第二次 还会是巧合吗 林奈看到少女有点不太对劲 小声问道 你怎么了 吃撑了 不 不是 夜晚抿了抿唇 我感觉到 一股熟悉的能量 进入了人足未免 好像还在定位我的位置 那股能量 是来自黑天使文明的能量 什么 林奈顿时挑眉 旁边的唐红山听言 皱眉道 你是说 有黑天使进入人类卫免 夜晚抿了抿唇道 按理来说 应该是不可能的 上次二一给的那个卫免锁 就算是黑天使文明的其他公司 再没有密持的情况下 应该也无法进入才对 嗯 唐红山摸着下巴的胡渣 若有所思 以防万一 唐红山还是联系了一下 守夜人和卫免军的总部 询问了一下卫免壁垒 和空间门的情况 是吗 空间门没有情况 卫免壁垒 也一切正常是吧 知道了 唐红山挂断电话 然后耸了耸肩 我问过了 一切正常 卫免壁垒并没有任何 一族来访的记录 夜晚低头私存了一会 那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晚饭吃完 林奈跟唐红山 林与希他们分别后 冲夜晚眨了眨眼睛 使了个眼色 然后便离开了 十分钟后 夜晚跟了上来 林奈哥 少女疑惑 单独把我叫出来 有什么事啊 当然有事了 林奈微微将头往前倾去 故意靠近少女 看着她 啊 你可是我的教官 我明天就要进行第二轮比赛了 你这个作为教官的 肯定要给学员一点帮助吧 夜晚的眼神单纯且迷茫 帮助 嗯 林奈一本正经 比如说 单独帮学员做做指导指导 临时安排一下战术 或是放松放松 排解一下压力之类的 排解压力 少女的脸颊莫名烫了起来 粉嫩的脖梗 也泛起可爱的红韵 小脑袋里 立刻浮现了许多联想和画面 林奈为了让少女更好地融入人族世界的生活 于是一股脑袋塞给了她很多电影 动漫 漫画 小说 然后笑眯眯地摸着少女的脑袋 告诉她 要好好看好好学哦 人类世界的教练老师 都是这么跟学员相处的 当然也只会跟最喜欢的学员 才会这么相处哦 少女一脸懵懂地拿过那些作品 然后研究了起来 她只觉得看不懂 但是大受震撼 只是每次看完 都觉得自己变得好奇怪好奇怪 好像脑袋 烫得都要冒烟了 所以 之前林奈一直喊她教官的时候 少女才总是会感觉到羞涩怪异 其 其实我哪里会安排什么战术 夜晚低头 不敢再去看林奈 搅着自己的手指 林奈哥你的战术思想 已经很成熟了 不需要别人多说的 说的也是 林奈点了点头 那夜教官就帮我在比赛前放松放松吧 夜晚脑袋低得更低了 脑袋烫得晕晕乎乎的 仿佛能够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 声若闻吟 要怎么放松 林奈 你说呢 夜晚 你 你不要再捉弄我了 少女似乎意识到什么 有些气愤的努气嘴 看着林奈 她知道 林奈是在跟她开玩笑的 但她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 哇 教官 林奈凑到夜晚的耳边 低声细语 你现在黑眼睛的时候 也有勇气抗议了呀 夜晚柔软的身躯 微微一颤 好了 不闹你了 林奈笑笑 走 先跟我上楼 说着 她拉起夜晚的手 就往宿舍楼走 夜晚 来到宿舍楼下 在楼下站岗的裁判 深深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把他们拦住了 林奈拿出自己的选手证明 我是选手 裁判看了看证明 又看了看夜晚 她呢 林奈 我女朋友 夜晚 林奈 同时还兼职我的教官 裁判 第二轮还没开始 规则上没有说 不能带家属进宿舍吧 林奈问 是没有这个规定 裁判一脸疑惑地看了眼夜晚 这么年轻的教官 长相还真幼稚 进去吧 不过提醒你 在第二轮开始之前 不要消耗太多的体力 裁判推了推眼镜 好意提醒道 还有 凌晨之前 记得让她离开 林奈比了个OK的手势 然后就拉着 如同木偶一般的少女上楼了 回到宿舍 林奈把房门一关 房间内只剩下两人 少女通红的小脸 生细如文英的脆了一口 你老是占我便宜 别人会误会的 也没误会啊 林奈拿出冰箱里的可乐吸了一口 打了个气格 二姨 不是已经把你都交给我了吗 少女大休 她不是那个意思 无所谓 林奈说着 将客厅的茶几搬开 然后坐到了地毯上 有件事 得找你帮个忙 夜晚微微一愣 什么事 就上次 我跟你说的那个神盒 林奈扶了扶自己的胸口 我现在还是能隐隐感觉到她的存在 夜晚一听 立刻紧张了起来 你没有觉得什么不是吧 放心 没事 林奈说 而且 我现在感觉自己 好像可以控制她的开启 休眠 夜晚惊愕 真的 嗯 林奈吐了口气 之前那次因为神盒 我感觉自己的神力 在那之后 似乎提升了不少 但是我后来再次稍微尝试 开启了一点点 她的能量 就差点把 我的身体撕碎了 还好有破冰给的黑金 还有你给我的那些能量抑制药剂 我才能勉强控制住她的能量 夜晚试探 那你这次是想 我感觉 这一段时间 她好像又积攒了不少能量 林奈说 我想再开启她试试 不过 我想要你在旁边看着我 如果 没能控制住她 还得要你帮忙用魔力 帮我把她压制住 夜晚一听 沉默了一下 心想 这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不过想到 如果是自己 在这里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少女汉兽 好 林奈闭上眼睛 深深呼吸 手中捏着黑金 开始在意识之中 打开体内神盒的活性 果然 神盒一开启 林奈顿时就感觉到 源源不断的神力涌了出来 同时 林奈也感觉自己的魂力 也在跟着提升 但这一次 很意外的 林奈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感觉到任何不适 甚至连黑金都没有使用 神力很柔和地 遍布了她的全身 不过林奈也能感觉到 这些神力涌出来 只是暂时的 她仅仅只能转化 其中的一部分 并不能完全转化为 她自身的力量 等到神盒休眠 这些神力 也会回到神盒之中 夜晚一副乖巧模样的 跪坐在林奈的面前 仔细瞧着她 发现林奈并无异常 少女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少女并没有挪开视线 她很少有这么近距离 盯着少年看的机会 虽然现在 夜晚也已经在人族卫面 待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以往跟林奈在一起 夜晚还是不太好意思 只是林奈的眼睛太久 最多也只敢偷偷描描一 夜晚认真望着林奈的脸庞 观察她的眉毛 她的眼睛 嘴唇 鼻梁 猴杰仔细瞧着她脸庞 帅气的棱角轮廓 以往可没有这么好 光明正大肆无忌惮盼 盯着看的机会 嘻嘻 不知不觉 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看着看着 少女不由地入了迷 忘记了时间 直到林奈缓缓睁开眼睛 见到少女有些失神的眼睛 疑惑 你怎么了 夜晚这才回过神来 结结巴巴 没什么 林奈苦笑 我让你帮我盯着 你该不会睡着了吧 没有 少女脸红到 接着 少女怕林奈又要调侃她 拿她开玩笑 赶紧转移了话题 那个 你这次感觉怎么样 嗯 这次我感觉一点事都没有 那个神河好像很安分 林奈扭了扭脖子 感受了一下 她现在又休眠了 夜晚问 那你这次的收获 嗯 林奈凝聚了一下魂力 果然比之前精纯了许多 我的魂力等级 提升到2.5级了 夜晚微微张开 樱桃小嘴 前几天才刚刚2.3级 这才不出几天 就又提升了 而且是 直接提升到2.5级 这样的速度 就算是人类之中 S级天赋的超凡者 恐怕都很难做到 林奈伸手拍了拍少女的头 啊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夜教官 对我的赛前帮助 少女不好意思的小声道 我又没做什么 就是盯着你看了半个小时而已 林奈 嗯 少女 没什么 嗯 林奈眯了眯眼 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夜教官该帮我做做赛前 放松压力的工作了 夜晚 惊 哎 很快 夜就深了 时间已经逐渐接近凌晨 林奈把夜晚送到门口 笑眯眯道 今天谢谢夜教官的按摩服务咯 夜晚小声脆了一口 你就知道欺负我吧 下次让他出来给你按摩 嗯 林奈摸了摸鼻子 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红颜女人 如果让她来的话 估计用脚的成分会大一些 而且 肯定没有乖巧的碗 这么力道温柔了 还是算了吧 我走了 夜晚鼓起勇气 指示林奈的眼睛 第二轮加油 林奈眼睛迷成一条弯弯的缝 嗯 凌晨过后 赛事组 后台 一位身穿黑色 力领制服 面貌刚毅的中年男人 走进了这里 男人的面相不怒自威 气场十足 看他肩膀的星星 就可以看出他的等级极高 当他一进门 天眼室内的所有赛事组裁判 工作人员 通通都屏住了呼吸 孙大帅 你来了 季老在张助理的陪同下 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孙大帅刚毅的脸庞 挤出一个笑容 季老 你亲自邀请我来 我肯定要及时赶到啊 不过我实在不明白 今年这高校新生赛才 打到第二轮而已 你就叫我过来 这是为何 要知道 我今年的工作 可忙得很啊 本来都打算 等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抽空看看比赛的录像就算了 哎 你要是真的那么做了 你一定会后悔的 季老一脸认真的说道 今年有一个实力强劲 潜力无限的好苗子 你一定会感兴趣 孙大帅 是吗 是谁 那个鬼谷的牧巡吗 季老摇头 不 是这次大赛的另外一个使徒 白死神力量的继承者 林奈 林奈 孙大帅想了想 我之前在卫冕军的报告上 看过这个名字 不过 据我所知 这个林奈 现在应该才2.3级吧 其实对他而言 这个比赛略有些不公平 毕竟他是前几个月 才刚刚觉醒的 估计还跟不上 其他选手的进度 不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季老笑呵呵地说 这个孩子会 超乎你的想象 孙大帅点头 最好如此吧 我也不想白跑一趟 对了 第二轮的比赛开始了没有 季老说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转头看了眼墙壁上的时间 已经凌晨了 那帮选手 应该也都差不多 该回宿舍睡觉了 小张 准备让人开始准备换镜吧 旁边的助理小张 立刻应道 是 然后走到操作台前 双手手指在上面飞快敲打键盘 第二轮比赛准备开始 换镜开启 脸上带着疤痕的裁判长 听到命令传来 与其他几个裁判 纷纷互相交换眼神 示意 点头 接着 他们便齐齐啪的一声 双手合十 死亡幻境 开 瓮 在八个裁判的同时施法下 一道无形的能量冲天而去 最后在天空的中心 形成一道向四面八方 扩散的彩色光芒 很快 便将整个比赛场笼罩其中 夜晚走后 林奈躺在床上 打开了系统商城 又补充了一些小道具 陷阱服 烟雾弹 震撼弹之类的 奇怪 为什么今天感觉 比平时容易困呢 林奈渐渐闭上眼睛 渐渐睡去 不只是她 整个比赛场地的小镇 所有的选手们 无论他们想或是不想 都逐渐沉睡过去 时间 一点一点的流逝 很快 来到了凌晨三点 林奈睁开眼睛 不过并不是在 县市中睁开眼睛 而是在白死神办公室中 睁开眼睛 不太对头啊 林奈回忆着白天的时候 京都校长在大操场上说的话 以及那些裁判 都在强调凌晨零点以前 所有的选手都要回到宿舍 难道是今天晚上有问题 林奈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京都校长说 今天让你们好好休息 明天正式开始第二轮的比赛 凌晨以后 不就是明天了吗 林奈再次闭上眼睛 宿舍房间里 房间门被无声无息地推开 窗户也被轻轻打开 几个黑衣人跳进了房间 他们显然都是专业的前行者 在如此安静的环境下 却完全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 无声无息地来到林奈的床前 为首那个黑衣人 缓缓抬起了右臂 在她的右手上 竟然拿着一把血量的长刀 没有任何犹豫 狠狠向床上熟睡的林奈劈了下来 刷 林奈赫然睁开眼睛 擦 床铺被一刀斩成两半 而林奈一个挺身 伸手很灵活地从床上翻了下来 石魂 林奈一手撑地 一手换出白叶 眼神阴冷地盯着这些黑衣人 立刻唤出石魂 附身在自己的白叶上 几个黑衣人没想到林奈会突然醒来 纷纷也都掏出刀来 在这狭小的房间里 冲她展开围攻 不过 林奈有石魂附体 手中的白叶挥舞得凶猛有力 却又滴水不漏 叮叮当当几声金属翠响 将几个黑衣人的攻击 尽数抵挡下来 你们是谁 林奈冷冷地看着这几个黑衣人 她一开始 觉得是赛事组委会给他们的考验 也就是第二轮的比赛内容 但交手后发现 这几个黑衣人出手招招 都是致命招 完全是奔着她的命来的 可是在这个比赛小镇里 怎么可能有杀手 能够如此大张旗鼓地 冲到选手的宿舍里来杀人呢 几个黑衣人没有回答 林奈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 只能看见他们的眼神很冷 好像完全没有感情的死事 几个黑衣人爆发了魂力 又再次对她展开了第二轮的攻击 林奈瞳孔微微一缩 这几个黑衣人 竟然全都是八级以上的 其中还有一个达到了九级的实力 如果赛事组是想考验 选手们的警惕性的话 那这也太过了一些吧 六个八级 一个九级 这根本不可能是新生赛选手的水平 可以对抗得了的存在 九级黑衣人冲在最前 一刀挥舞而来 林奈抬起白叶 正面对抗 当 两人的武器碰撞在一起 仅是一瞬间 林奈立刻感觉到 一股令人窒息的魂力压制 就算有石魂附体 可以自动格挡周身一切 对他有威胁的攻击 但本身实力差距那么大 就算挡住了 身体在对方魂力的压迫下 也根本扛不住 林奈直挡了一招 嘴角立刻就渗出了鲜血 胸腔内的器官 好像被压迫得要直接爆掉一样 喉咙也堵着一口血要喷出来 跟当初在二号意境的时候 与那个匪徒首领交手的感觉 还要更甚 林奈甚至可以听到 自己身体的骨骼 因为恐怖的魂力压迫 而逐渐碎裂的声音 其余的黑衣人 也趁着这时 纷纷出手 出刀毫不留情地 朝林奈的腰间 胸膛 腿一步斩来 石魂那幽蓝色高大的虚影 在林奈的身后出现了 他横起大剑 帮助林奈架住 背后那些人的攻击 林奈余光一扫身后 无法分神再去思考 这些家伙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目的是什么了 他只知道 这种时候 完全没有可能留守了 神术 灰明之童 林奈直接开启 神力模式的灰明之童 眼睛瞬间变成了 纯纯的银灰色 连眼瞳的轮廓 都快要看不清了 在他那双银灰色的眼瞳中 释放出恐怖的精神力 面前的九级黑衣人 立刻感觉到 身体的魂力 竟然正在被抽走 不过他的眼神 也只是稍稍诧异了一下 便又恢复了冷静 九级黑衣人的身影 渐渐虚化 最终竟然彻底消失 人呢 林奈目光警惕地扫尸四周 刷 一刀从侧面破风偷袭而来 他似乎也有些意外 刚刚第一次偷袭 那一刀没能成功 也许是这小子警惕性很强 所以没有睡得很死 毕竟第一刀 他也没有使出全力 但这一刀他这么快 以这小子二级的实力 应该不可能反应地过来才对 去 林奈抬眉 眼神一领 他抖动手腕 挑起白叶 用了个巧劲 拨开黑衣人的长刀 随即 林奈身上2.5级的魂力 顿然爆发 迎越斩 随着镰刀挥动 一道莫名刺眼的白光 闪烁而出 七个黑衣人 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睛 根本什么都没看清 等到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各自手中的长刀 全部都断成了两截 所有人手中长刀的断处 切口一致 方向整齐 一道白色光线 在空气中流有余晖 而黑衣人手中的长刀 全部断成两半 刀刃当当当当地 纷纷掉在了地上 一个黑衣人皱眉 这是什么 刚刚是怎么回事 旁边另一个黑衣人 左看右看 你们刚刚看清了吗 发生什么了 没有 也没见过他使过这招 这小子手中那把镰刀很锋利 一般的武器 没有魂力加持会 被他轻易削断的 别玩了 直接解决他吧 嗯 几个黑衣人 掏出几个手雷状的球体 往地上丢出去 林奈看到 那一颗颗球形手雷 丢到了自己的脚边 死 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哄 爆炸声 巨响轰鸣 林奈破窗而出 在夜幕中跳下楼 他的宿舍楼 处于十楼 夜风贯耳 呼呼直笑 几个黑衣人纷纷跟上 在空中跟上他 速度却比他下落的速度还快 八级 九级的超反者 属性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完全是天壤之别 开什么玩笑 都闹出这么大动静了 那些裁判到底去哪了 林奈正想着 那个九级黑衣人 已经重新拿出了一把长刀 朝他直面而来 其余六个黑衣人 也如同说好了一样 对林奈同时展开攻击 当 当 当 黑夜之下 八个人从高楼坠落 冰刃在空中不断碰撞 火星四箭 林奈的反应和速度 根本跟不上这些黑衣人 完完全全都是靠着 食魂剑神领域的自动格党 才能勉强接触这些人的攻势 但即使如此 被七个八级超反者的魂力夹击 林奈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要被撕裂了一样 他们的每一次攻击 林奈都觉得自己体内的器官 骨骼 在他们魂力冲击的包夹下 支离破碎 比当初第一次接受夜晚的 能量风暴训练的时候 还要难以忍受 林奈感觉到 体内的神盒 好像也在这样的包夹冲击下 一点一点有要苏醒的迹象 但这个时候 林奈也没有空挟 去管那个神盒怎么样了 九级黑衣人找到空档 一刀刺出 精准插进了林奈的腹部 噗哧 这一刀 直接从腹部贯穿 从背后穿透而出 虽然林奈有自动格挡 但他终究也是只有两只手 以及一把镰刀 对抗正面时 侧面和背面 还是得流出空档 林奈咬着牙 脸色却很快变得苍白 双手却还是紧握着白叶 鲜血 很快从林奈的腹部渗出 冰凉彻骨的感觉 很快蔓延全身 其余几个黑衣人 也都在这时纷纷出刀 噗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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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楼落下 到达地面 仅仅只有四五秒的时间 林奈躺在血泊里 身上插着七柄长刀 仿佛已经完全动弹不得 他半眯着眼睛 吃力地抬起眼皮 看到那几个黑衣人 缓缓走了过来 围在他的身边 冷冷地凝视着他 几个黑衣人 并没有注意到 林奈还有意识 以为他已经死了 九级黑衣人问 花了多长时间 一个八级黑衣人 拿出秒表看了一眼 一分四十六秒 另一个黑衣人 没想到我们这么多个 高阶超凡者 围剿一个二级 居然花了将近两分钟 真是离谱 他应该已经死了吧 肯定死了 硬扛了我们这么多招 以他二级超凡者的体质 估计内脏骨骼已经全碎了 没有直接暴体 而亡已经是奇迹了 但这小子的意志力 的确很坚挺 任务完成了 我们走吧 嗯 几个黑衣人 准备转身 不要离开 这时候 一个黑衣人 看着躺在血泊里的林奈 忽然注意到 有点不太对劲 喂 你们等一下 嗯 九级黑衣人 转过头来 怎么了 你们看 只见躺在血泊中的林奈 全身散发出淡淡阴晕 如魂气般的白色气物 散发出迷 例如沙网般的银色光芒 九级黑衣人眼皮一跳 已经死了的人 怎么可能 还会有这强的魂气 不过他很快感觉到 这股能量 明显不是魂气 只见林奈的体表 慢慢浮现出 一道道银白色的纹路 转眼之间 他们就如有生命的绚丽流光 迅速扩散到全身上下 然后骤然释放出 阴晕浩荡荡的能量 这是什么 几个黑衣人面面相去 只见林奈睁开了眼睛 眼瞳是纯白的银灰色 保持着神力版 灰明之铜的状态 眼神如同万年不消的冰山 寒冷彻骨 他缓缓站了起来 抬手五指一捏 白叶便被他换了回来 飞回到他的手中 怎么回事 这小子没死 大家注意 这小子不太对见 九级黑衣人喝道 然后下令让所有黑衣人 分散开来 林奈眼眸中 仿佛根本没有本我的意识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在梦游的人 但此刻他身上汹涌 而出的神力 却早已远远超出了 他目前本体的上限 将所有人笼罩其中 此刻 其他选手的宿舍房间 白叶一个挺身 从床上蹦起来 背靠着房间的墙壁 让自己的后背 不会被人偷袭 他阴冷地看着这几个前来 偷袭他的黑衣人 你们是谁 白叶摸出了他的匕首 舔了舔嘴唇 谁派你们来杀我的 他的仇家可不守 这一时间 他也想不起来是谁 但有哪个仇家 可以派人 潜入全国新生赛的场地 近来对他下手的呢 七个黑衣人 并没有说任何废话 战斗的过程 几乎是完全一边倒 实力的差距过于巨大 白叶最终被七柄 长刀贯穿了身体 像是被七把刀 钉在墙上的衣服似的 状况极惨 死亡的阴影 笼罩了他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 就好像走马灯似的 在他的脑海中 一幕幕闪烁而过 死去的父母 被他杀死的师父 小时候 在垃圾场里的生活 跟着几个大孩子 一起抢面包的生活 剧烈的疼痛 和呼吸上的困难 已经根本不算什么了 每一根神经 都好像在努力挣扎 但绝望和无助 已经完全席卷了 白叶的意识 以前 在完成刺杀任务的时候 白叶总是喜欢冷笑地 看着那一个个赏金目标 在被他杀死前 那绝望的表情 没想到这一次 那种绝望的心情 他却亲身体会到了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白叶吃力地想要 把眼皮抬起 但眼皮已经越来越重 完全不受他的控制 意识模糊 最终失去一切感知 彻底沉睡 另一个房间 孟非非也是同样 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就被七个黑衣人 给偷袭 你们是谁 孟非非哇哇叫着 从床上蹦了起来 抓着床单 掩着自己的身体 几个握着长刀的黑衣人 纷纷停手 定睛一看 发现这家伙 居然还是裸睡 只穿着一条裤衩子 你们还不滚出去啊 孟非非战红了脸 羞懒地叫道 再不出去 我就喊人了呀 我又不是娘妈 你们夜闯我的房间 有啥用啊 还是说 你们的口味 就真那么重啊 几个黑衣人 对视一眼 纷纷亮出长刀 抽刀上 我去 孟非非瞪大眼睛 没想到这些人 居然玩真的 连忙一个死亡翻滚 从床滚到地上 然后手往裤衩子里一掏 掏出一个烟雾弹 拇指弹开拉环 往地上一丢 烟雾迅速弥漫房间 不过几个黑衣人 都是高手 等级完全压制 这种烟雾弹 完全起不到作用 九级黑衣人 挥一刀刺来 白忙穿刺迷雾 直戳孟非非的胸膛 扑呲 孟非非恶然低头 剑长刀 完全目入胸膛 鲜血染红床单 心脏被完全贯穿了 孟非非不可置信 开玩笑的吧 花灵则眯着眼睛 审视着房间里的 这几个不速之客 来者何人 报上名来吧 花灵则右手一翻 原本她的手上 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一眨眼间 就多出了一张画着 归图案的扑克牌 几个手持长刀的黑衣人 皆没有回答她 几人二话不说 在的比赛小镇 有全国各地的高手驻场 高手如云 怎么可能会有外敌侵入呢 但眼前这种危机时刻 她也没时间想太多 双指捏起玫瑰扑克 甩手将扑克射出 扑克牌飞旋如闪电 原本只有一张扑克牌 眨眼间变成了十几张扑克牌 几个黑衣人完全不拒 长刀挥起一盏 寒芒贯彻 所有扑克牌 尽数被切成碎片 九级 花灵则面色一变 这样级别的大佬 显然不是她可以抗衡的 实力差距太大了 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派来的 绑架 还是暗杀 不管是怎么样 只能强撑到赛世祖发现 等赛世祖的裁判过来救援了 换季 花之舞 花灵则捏起一只玫瑰 房间内无风 花瓣却一片片吹落 随风飞舞起来 神术 灭雷魄 轰隆 剧烈的爆炸声 充斥了整个房间 烟尘未散 房间已经因为爆炸 而变得破破烂烂 墙体里的钢筋清晰可见 连着阳台的那扇墙壁 已经被一整面轰塌 森冷夜风 嗖嗖灌了进来 沐寻一身利落的漆黑素衣 一百随寒风抖动 手持一柄年代久远 布满窗痕的青铜骨剑 面无表情地望着那七个黑衣人 手中的青色骨剑 裹挟着雷铃闪烁的电流雷光 在黑夜中无比刺眼 电流的声音 噼里啪啦地直作响 九级黑衣人轻笑 不愧是鬼谷传人 雷神力量的继承者 雷神神术的威力够大的 居然能正面扛我一招 沐寻嘴角一出鲜血 抬手用手背抹了抹 依然面无表情 但是也仅此而已了 九级黑衣人抬起长刀 橘色的魂器在他的长刀上凝聚 其他几个八级黑衣人 也跟着纷纷动手 沐寻神色一凝 眼瞳中倒映出几个黑衣人 高高跃起的身影 这一夜 对于许多选手来说 算是一个噩梦 也是重生 但也有很多选手睡得太死 被黑衣人潜入房间的时候 甚至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在睡梦中 直接被人杀死了 比赛小镇 到处都不时响起选手们 恐惧惊悚的惨叫 赛事组 天眼市 这一晚 各地大学的校长 高校代表人 本来都在各自的宿舍睡得好好的 突然被人叫醒 还被人通知各地的校长 全部立刻到天眼市集合 各地学校的负责人 皆是满怀疑惑 谁也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匆匆忙忙穿着衣服 就来到了赛事组的天眼市 庞局长和刘鹤 也是睡觉被临时叫醒的 庞局 这到底什么情况 刘鹤都忍不住问道 搞得这么突然 还非得大晚上把我们叫过来 我也不知道 庞局顿了顿 可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来到天眼市 其他学校的校长 负责人 代表 基本上已经都到了 他们一个个皆是表情震惊 骇然地看着天眼大屏幕 庞局和刘鹤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 也跟着朝天眼屏幕看去 这一看 两人也直接惊了 大屏幕上 显示的画面 是目前已晋级的 所有参赛选手的房间 几乎每一个镜头 都可以看到 各个选手 正在与几个黑衣人 激战的画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鹤一脸诧异 只见那几个黑衣人 下手极其很辣 朝朝都是冲着选手的命去的 而且一看就都是 高阶超凡者 几乎所有的选手 都没来得及抵抗 几秒钟就被直接杀死 甚至有些选手 根本没有察觉到 他们进入自己的房间 就已经死在了梦中 裁判长 这些黑衣人到底是谁 槟城大学的校长 惊恶地大叫起来 指着屏幕 他们这是在杀人啊 面带刀疤的裁判长 双手背在身后 淡淡地说道 这就是第二轮比赛的题目 槟城校长猛了 比赛的题目 没错 季老的声音悠悠传了过来 只见季老和孙大帅缓缓走来 身后还跟着张助理 主委不用担心 你们的选手们 不会有事的 张助理解释道 你们看到的这些画面 实际上都是幻境而已 当然了 是极其真实的幻境 所有的一切感官 环境 声音 能力 都会与现实一比一的还原 幻境 是的 旁举表情微微变化 好像明白了什么 原来如此 故意没有通知学校 也没有通知选手 选择在夜间突然袭击 看来这一轮 是要筛掉一些警惕性差 反应力也差的选手 对于一个战士而言 无论处于何种环境 都必然需要保持绝对的警惕性 和面临危机时的反应力 当危险到来的时候 你的反应 哪怕快上0.1秒 都可能就回你的一条命 再快上0.5秒 可能就能保住你的胳膊 其他学校的校长 负责人 代表们听到这话 也都顿然是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然而 季老却浅浅一笑 错了 这一轮比赛 考验的可不仅仅是 警惕和反应而已 旁局微微一正 刘鹤挠了脑脑袋 苦笑着道 啊这季老 那这一轮考验的 到底是什么 您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告诉我们吧 季老微微抬手 望着那一个个天眼画面 语速不紧不慢地 轻轻吐出了两个字 死亡 啊 孟非非猛地睁开眼睛 从床上坐了起来 沉沉地喘着粗气 刚刚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非非喘着几口气 很快让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审视 打量着这个房间 还是她原来的宿舍房间 墙上的挂钟 咔哒咔哒地摇荡着钟摆 时间依旧停留在凌晨3点0刻 是吗 孟非非只感觉背后渗满了冷汗 连衣服都湿了 不 很显然 那是不可能的 孟不可能那么真实 她抚了抚自己的胸口 小腹 背后 安然无恙 完全没有伤口 但刚刚那种死亡的感觉 窒息 绝望 崩溃 无助又是那样的真实 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到底是搞什么鬼 孟非非使劲挠抓着自己头发 就在这时候 地面忽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天花板上的吊灯 剧烈晃荡起来 桌柜上的杯子花瓶也全都因为地面震动而摔到地上 碎了 孟非非诧异 地震 这也摇得太夸张了 这架势起码也是个实际地震了吧 这一次 孟非非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身子一跃而出 从窗户跳了出去 从十楼落下 每落一层 就在一层的阳台轻踏一脚 以削减下坠的重力 作为一个5.9级超反者 从十楼跳下来 还是比较轻松的 孟非非稳稳落地 地面也停止了震动 不过在她的眼前 居然赫然出现了十几个小型的一刺猿裂缝 一头头诡异恐怖的魔物 从中爬了出来 足足有三十多头 面目争鸣骇人 发出暴力的嘶吼 而且 全部都是往两极的 孟非非都傻眼了 特么抖的老天爷 你特么在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呢 魔物们全部盯上了孟非非 嘶吼着朝她爬行包围过来 见鬼 孟非非咬住舌头 渗出鲜血 立马从系统空间中 下载出了她的狙击枪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来吧 死亡 查一周副手而立 若有所思 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 有意思 墨家学院的代表人唐庄满脸疑惑 忍不住发问 季老 你说 这一轮的考题是死亡 这是什么意思 季老缓缓解释道 能够来到全国新生赛的选手 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 而且现在已经是第二轮 能够顺利地通过第一轮 已经说明他们 拥有一定的戒备心 警惕性 反应力 侦察力 隐蔽手段 以及交好的战斗力和自保能力 可是 对于这些新人来说 他们最欠缺的东西 就是 他们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死亡 听到这时 已经有不少人恍然了 其实赛前 也有不少人在猜测 今年的比赛题目会是什么 却从来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内容 一个战士要想蜕变 必须经历过绝望 直面死亡 季老淡淡地说道 否则 就算他有再好的天赋 觉醒出再有潜力的超凡序脸 也永远都是一个新兵 众校长面面相去 法家学院的代表问道 季老 那么这一轮 是要怎么计算成绩呢 如何判断选手们 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这显然也是所有人 最关心的一点 季老说 这一轮测试的其实是 选手们 在明知必死绝望的状况下 能够激发出多少潜力 求生的欲望 以及面对死亡的情绪表现 系统会自动判定 每一个选手 在每一个死亡场景的 死亡过程中 展现出的潜力 给出最后的评分 当然了 也会有很大一部分的选手 这一轮会直接零分 如果是一些选手 根本连黑衣人的夜戏暗杀 都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就死在床上的话 那就没有评分的必要了 这话一出 不少学校的校长 都接连叹起气来 因为他们 已经在天眼屏幕上看见了 自己学院的选手 是被黑衣人潜入房间后 直接毫无意识地杀死 看来他们的选手 这一轮式肯定要被淘汰了 季老校咪咪地转过头 看向旁边的孙大帅 孙大帅 今年的比赛题目 你觉得怎么样 很对我的胃口 孙大帅看着屏幕画面 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我的确没有白来 这时候 有几个负责人 突然奇怪起来 咦 不过为什么 有一个画面 一直是谁的啊 是啊 这个画面 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是黑的 我还以为 是死亡场景转场了呢 但是已经保持这个 黑屏状态 好几分钟了 这个画面 是卡了吧 季老和孙大帅听言 也都纷纷被讨论的声音吸引 看了过去 果然有一个画面是黑的 那个画面是谁的 怎么回事 一个年轻裁判 连忙操作了一下 回答道 报告 是首页人学院林奈的画面 林奈 季老眉毛一动 奇怪地问 她的画面 为什么是黑的 其余学校的领导听言 也都看向林奈的画面屏幕 果然是黑屏的 因为所有屏幕 都在播放画面 只有一个黑屏 就格外的眨眼 而且 毕竟林奈是这次比赛的 重点种子选手之一 很多学校的领导 都十分关注的 林奈 孙大帅听到这个名字 那不就是那个 白死神的使徒吗 嗯 季老顿了顿 冲那些裁判下令道 赶紧查一查 这个画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是 几个裁判 纷纷忙碌起来 操作着工作台 季老 显示器没什么问题 画面之所以全黑 是因为林奈使用了 某种释放黑物的能力 这种黑物 不仅遮挡了视野 还把我们的天眼信号 完全屏蔽了 就跟刚刚第一轮的时候一样 五 季老 又是物 季老都无奈了 这个林奈 还真是跟他们赛事组 相性相克 第一轮的时候 就因为他的物 根本无法看到 他与白聊的战斗 这一轮结果又是 嗯 等一下 林奈的这个画面 直到现在都还被黑物笼罩 什么都无法看清 那岂不是就说明 林奈到现在都还没死 季老立刻问道 第一个死亡场景 已经过去多久了 裁判长回答 第一个死亡场景 开启到现在 已经过去七分钟零八秒 季老愕然 七分钟了 他居然在第一个场景 还没死 要知道 七分钟的时间 其他的选手 有些快的 都已经经历了七八个 死亡场景了 就算是沐巡 白聊 花灵泽 他们这些重点种子选手 面对七八个黑衣人 能够抵抗一阵子 也都已经进入第二个 第三个死亡场景了 而林奈居然在第一个场景 还没有死 其他几个校长 听到这话 也都吓了一跳 卧槽 第一个场景 还没有死 这小子活了这么久吗 不是 每一个选手 面对的黑衣人的实力 都是一样的吧 不然的话 这比赛就不公平了 这 面对六个八级 一个九级的围攻 他一个二级 居然能撑这么久吗 这不科学吧 裁判 会不会是你们搞错了 是你们的机器 坏了吧 离谱 同样是七分钟 我学校的选手 都已经换了十几个场景 用十几种不同的方法 死了十几遍了 哎 脸上带疤痕的总裁 判长听了 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于是他又重新检查了一遍 确认机器并没有问题 总裁判长说道 季老盯着那一片漆黑的屏幕 摸不着头脑 偏偏那画面还是一直黑的 什么都看不清 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办法联系那七个裁判吗 季老想了想又问道 总裁判长摇头 不行 尝试过了 那黑物屏蔽了信号 消息传输不进去 季老这下也没办法了 无奈得道 那就再等等看吧 然而 十分钟过去了 十五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天眼市之中 一个接一个选手的画面 都已经消失了 因为这些选手 已经经历了所有的死亡场景 经历了二十多种不同的灾难 暗杀 溺亡 坠落 焚烧的死亡方式 结束了这一轮的比赛 他们的成绩 当然也已经被计算出来了 最后 只剩下不到十个画面 还亮着 这十个画面 分别是木巡 花灵泽 白兽 白辽 楚门他们这些超级种子选手 仍然还在各个场景之中 顽强抵抗着 又过几分钟 这几个选手的画面 也都彻底熄灭了 只剩下林奈的那个画面 孤零零地放在那里 满屏幕的 仍然全是一片漆黑的黑雾 众校长领导 皆是目瞪狗呆 这 还没完呢 林奈那边 到底是发生什么 人家都过了 二十多个场景了 他还卡在第一个呢 见了鬼了 即老咬了咬牙 他看了那么多届 全国新生赛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的情况 刘鹤有些担心 庞局 你说 不会有什么事吧 庞局抱着双臂 镇定道 能出什么事 都说了是幻境了 不要瞎担心 刘鹤说 可是 这么久都没消息 也太反常了 庞局没再说话 连季老都搞不明白的事 他就更搞不懂了 孙大帅在旁边看了半天 这是说道 季老 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吧 难不成就这样 一直卡在这 儒家学院的严院长 捋了吕山羊胡须 问道 不知道 那几位进入幻境的裁判员 现在实体正在哪里 总裁判长说道 他们都在隔壁的休眠室 说着 他打开了工作台上的某个开关 旁边一扇门 缓缓打开 通过厚厚的玻璃 可以看见 七个裁判 围坐在休眠室之中 每个人皆是双眸紧闭 以打坐的姿态 坐在那里 看上去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但他们的灵魂 都在幻境之内 无法与我们产生联络 总裁判长如此解释道 严院长捋着胡须道 即使是幻境 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风 曾经我就有见过 施数者控制不当 幻境崩塌的案例 这种一直无法取得联络 让老朽实在有些不安啊 裁判长顿时眉头一挑 这样的概率很小 小到几乎没有 严院长缓缓地说 的确 但即使是0.00001%的概率 也是存在的 不是吗 季老听后 表情严肃了起来 林奈的身份非同一般 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哪怕只是极小概率事件 也不能大意马虎 算了 强行切断林奈所在的死亡场景 让七个进入幻境的裁判醒过来 季老摆了摆手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等到那几个裁判醒过来 他一定要好好问个清楚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裁判长听言 接受了命令 是 死亡场景被强行切断了 休眠房中 七个黑衣裁判 因为离开了幻境中的场景 一个接一个 缓缓睁开眼睛 从休眠中醒了过来 啊 然而刚一醒来 几个裁判 就纷纷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看他们的表情神态 就好像做了噩梦 被惊醒一样 面色苍白 胸膛一起一伏地 喘着沉重的粗气 难以想象他们 究竟经历了什么 总裁判长 立刻打开门奔了过来 这我没问他们 你们怎么了 在幻境里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八级裁判 一脸惊悚 声音微微颤抖 刚刚才 刚才 声音断断续续的 半天没蹦出一句话来 季老 孙大帅 还有其他 都对此十分好奇的校长领导们 都来到了这边的休眠室 怎么回事啊 季老神情严肃 你们刚刚 是不是困在林奈的 死亡场景中吗 那个惊魂未定的裁判 一听这话 好像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事的 立刻道 啊对对对 所以呢 季老严肃地问 为什么林奈的场景 画面是黑的 你们七个人在第一个场景 花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都没有杀死他 为什么会拖延了这么久 这个七个裁判 面面相去 为首的那个九级 裁判组织了一下语言 说道 是这样的 我们本来 按照正常计划 潜入了林奈的房间 与他展开战斗 后来 我们一起追下楼 本来已经成功 杀死了他 但是后来 林奈选手的身上 突然发起光来 踢到突然出现了 许多银白色 如纹身一样的光纹 好像有磅礴的神力 从他身体涌出 然后一团黑雾 就扩散开来 把我们全包裹住了 季老面露骨怪 银白色纹身一样的光纹 那是什么东西 再后来呢 季老周没追问 几个裁判 再次互看了一眼 再后来 九级裁判 露出了有些刚大的神情 我们不记得了 什么 季老邓卓言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不记得了 那你们醒来的时候 又是惨叫 又是流冷汗的 像是在噩梦里 被人屠杀一百条街的模样 又是怎么回事 九级裁判结结巴巴 季老 我们确实不记得了 但是 他只是觉得 脑海中仿佛有断断续续的画面 意识中 他们被黑雾笼罩 然后 在混沌之中 好像看见了一个 全身包裹在银白色衣袍之下 手持巨大银白镰刀的身影 不过 当时那般混沌的场景 他看不清那人的脸 也无法确定那个身影 是不是灵难 因为那个家伙的眼睛 不是银灰色的 而是血红色的 想到这时 九级裁判 就再也记不起来 之后的事情了 只觉得大脑一阵刺痛 就好像做了梦醒来之后 还没有过去一会儿 明明梦中的事情 令你震撼惊悚 你却完全记不清楚 梦境中的事情了 季老觉得这事 简直荒唐 他派出这几个裁判 进入幻境 本来是要让选手们 一个都记不清了 季老颇为不满地 扫射着七个人 几个裁判 尴尬的都没说话 九级裁判 沉默着低下头 他隐约记得 在幻境黑雾混沌之中 他们好像与那个白衣人 发生了战斗 一个个支离破碎 混乱无比的镜头 在他脑海中不断闪现 却完全无法拼凑起来 九级裁判 想到了那个白衣人 手中的银白镰刀 下意识伸手辅住 自己的胸口 冷汗不知道 为什么再次 从额头上留了下来 对了 那把银白色的镰刀 好像在幻境之中 刺穿了他的心脏 林奈缓缓睁开了眼睛 入眼依然是雪白的天花板 漆黑的房间 这是他的选手宿舍 林奈坐了起来 挠了挠头 看了看四周 好像什么都没有 发生过一样 刚刚那个梦是什么鬼 林奈检查了自己的胸口 后背 完好无伤 果然是梦啊 林奈打了个 长长的喝歉 心想看来 自己这几天 真是训练的有些过头了 竟然在梦里 都是轮着镰刀砍人的画面 滴滴 这个时候 系统有人发来了消息 赛事组总裁判长 at全体成全 请所有参赛选手 现在马上到大操场集合 林奈见到这个消息 露出疑惑的表情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 这个时间点突然集合 林奈不知道赛事组 在搞什么名堂 但是 既然是赛事组通知的 林奈也只好翻身下床 穿好了衣服 来到大操场 林奈穿着拖鞋 一来到这里 跟其他的选手一碰面 林奈就惊了 这都怎么了这是 一个个学生互相搀扶 脸色苍白 身体发颤 双腿肉眼可见的 打着白子 还有几个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 没走几步 就要蹲下来 找个地方干呕 甚至呕吐 还有的学生明显是 刚刚大哭了一场 眼睛都肿得跟个桃子似的 有一个胖子 一米八高的大男生 直到现在都还在 一颤一颤的抽气乌液 用那胖胖的胳膊 抹着眼泪 还哭嚎着 妈妈我要回家 有几个学生 已经精神恍惚了 一边走路 一边疑神疑鬼的 警惕着四周 时刻小心着 有没有危险出现 一点风吹草动 好像都能下得汗毛倒数 林奈正正地看着这一切 她突然想起了 前十跟同学一起去鬼屋 刚从鬼屋出来的时候 她的几个比较胆小的同学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反应 林奈一脸茫然 什么情况 怎么一个个 都跟刚从十八层地狱里 爬出来的一样 难道是我睡过头了 错过了什么大事 林奈正感到疑惑 一只手突然拍在她的肩膀 回过头 只见孟飞飞脸色发白 声音虚弱 乃哥 快 扶我一把 双腿打着白子 好像根本站不稳了 林奈惊讶 你这是怎么了 还能是怎么了 当然是昨晚的第二轮比赛倒的呀 孟飞飞苦着脸 赛事组真是魔鬼啊 二十五个场景啊 足足二十五个啊 那帮混蛋 换着法子 杀了我们二十五次 而且 一次死得彼此惨 尤其是二十次的时候 被熔岩怪物吃掉 我特么的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点一点 被那怪物的岩浆味叶融掉 真是太不荡然了 而且赛事组 居然趁我们睡着的时候 偷袭我们 而且连裤衩子都不给人穿啊 太卑鄙了 不讲武德 林奈听得一愣一愣的 满脸皆是茫然之色 比赛 什么比赛 什么死二十五次 他怎么一点也听不懂 孟飞飞狐疑 乃哥 为啥你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吗 林奈没有应声 沉默了下来 他仔细回忆了一下 难道 昨晚那个并不是梦 昨晚的时候 那七个黑衣人 突然闯入他的房间偷袭 与他发生战斗 最后被那几个黑衣人 联手杀死 后来 体内的神盒 好像有源源不断的神力 涌了出来 再后来就记不得了 林奈暗想 那不对啊 这样看来其他人 都经历了二十五个死亡场景 为什么我就 只经历了一个 过了一会 大操场的学生骑了 不过一眼望去 除了林奈穿的拖鞋裤衩 不时还打个喝欠 一副还没睡饱的样子 其他人的状态 都不怎么好 有些学生 现在还在那里呕吐 过了一会 大操场的灯亮了起来 京都大学的校长 从演讲台走出来 拿起话筒 看着下面的众学生 想必大部分选手 都应该已经猜到了 没错 昨晚你们经历的那场噩梦 就是第二轮比赛的题目 嗯 看来昨晚的一切 给你们大部分人 都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底下众学生 都用颇为优怨的眼光 投向高台之上 京都校长继续说道 你们都是新人 对于你们而言 你们之中可能有不少人 天赋一柄 有些还是稀有 序列能力的拥有者 毕竟你们是从全国各地 被选出来的 将来前途无量 但是 作为新人 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那就是 从来没有经历过 死亡是什么样子 你们没有经历过 未免战争 没有被磨住的毒刺 一箭穿心的经历 没有感受过 被魔物撕碎成两半 又被高阶治疗者 强行救回来 是什么感觉 也没有过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 所以对你们而言 死亡也许是最陌生的 最可怕的 任何生物 在面临生死赛跑的时候 大多都会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巨大潜力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 不会爆发出潜力 而是直接被吓破胆了 但同样的 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生死时刻 身体潜力爆发的同时 你们大脑的判断力 却远不如平时了 通俗点来讲就是 慌了 这一场比赛 就是要让你们将来 就算需要面对 这样的生死时刻的时候 你们也能够保持一定的阵点 京都校长抬手 打来的响指 大操场的主屏幕亮了起来 上面列出了第二轮比赛 每一位选手的分数 林奈和孟非非等人 抬头看去 每一个选手的分数 都是由选手们 在25个场景里的表现 来评分的 评分的标准 不仅仅是选手们 在场景里存活了多久 还有计算选手们 在场景中的心态变化 京都校长说到 系统会计算你们的存活分数 加心态分数 加你们上一轮的积分 计算出你们的总得分 得分30分 就算及格30分以下的选手 很遗憾 你们这次 全国新生赛的路程 就止不于此了 林奈粗略看了看那个积分榜单 这一轮的分支是100分 但大多数人 在这第二轮的得分 几乎都不到20分 还得靠着上一轮 大逃杀模式的 击杀积分加持 才能勉强过30分的及格线 甚至还有许多人 这一轮直接是0分的 不少人看到 本轮比赛的第一名 都不由地发出惊叹 第一名 白辽 35加40加99 等于174分 99分 是他上一轮的击杀得分 即使如此 在这一轮中 他还是获得了 35加40 总共75分的成绩 光论这一轮成绩的话 几乎是断层性的 第二名的沐勋 才仅仅是30加18 等于48分而已 白辽嘴里 嚼着一块口香糖 漫不经心 心中冷笑 对于他这样一个 曾经完成过 许多单子的杀手而言 这样的死亡考验 对他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他比谁都清楚 生命的脆弱 也敢于直面生死 孟非非看了看 自己的分数 23加7加17 等于47分 嘿嘿 还不错 过关了就行 林奈在旁边 却望着屏幕沉默不语 那个 你怎么了 孟非非一问 然后在屏幕上 试图寻找林奈的名字 开始的时候 孟非非以为林奈 肯定会在前几名 但是 一眼扫过前50 都没有发现 林奈的名字 最后 是在倒数最后一列 看到了林奈的名字 林奈 甲 加三五等于 总分数 孟非非 孟非非有些梦了 那 那个 为啥你的分数 是问号啊 林奈摊手 耸耸耸肩 我也想知道 京都校长 本轮比赛 参赛选手 一共1998名 达到30 及格分的晋级选手 一共687名 晋级的选手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等到晚上18点的时候 会开始第三轮的比赛 哦对了 达到60分 优秀分的选手 官方会发放给你们一些修炼资源 作为奖励 马上就会以系统邮箱的形式 发放给你们 现在 全体解散 宣布解散后 所有学生陆续离去 不少人哀声叹气 他们都是在这一轮 淘汰的选手 林奈这一轮的分数 全是问候 不过即使如此 光靠着上一轮的击杀击分 他也是足以晋级的 离开的时候 几个裁判 来到林奈面前 林奈同学 请你等一下 林奈停下脚步 看了看 为首那个裁判 陈寅一会 道 我记得你 你是出现在梦里的 那个九级黑衣人 九级裁判 是我 林奈 有事吗 九级裁判 上一轮 你的比赛成绩 出了一些异常情况 有些事情 我们赛事组 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请你配合 林奈 行 跟着九级黑衣人 来到赛事组的后台天眼室 林奈在这里 见到了许多裁判 还有很多学校的校长 负责人 庞局长和刘鹤也在这里 刘鹤还冲林奈眨了眨眼睛 算是打了招呼 脸上带着疤痕的总裁判长 来到林奈面前坐下 林奈 昨天晚上 你还记得在死亡幻境里 发生什么事了吗 嗯 林奈歪头想了想 有几个黑衣人 潜入了我的房间 我就跟他们打了一架 然后还指了指 那个九级裁判 哦 我还记得 就是他们几个 九级裁判 和身后的几个八级裁判 总裁判长继续盯着他 然后呢 林奈摇了摇头 不记得了 总裁判长意外 不记得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 我就记得 我被你们几个裁判 用长刀刺穿了心脏 林奈看了看他们 奇怪 不是你们制造的幻境 进入幻境里 要来杀我的吗 你们问我 我还问你们呢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总裁判长沉默 不知道该说什么 请你尽力回忆一下 嗯 我的确记不起来了 总裁判长张了张嘴 还想要说什么 这时候 他的系统 弹出一个透明的消息框 是记老发来的 记老 算了 不必追问 总裁判长点了点头 然后对林奈道 好吧 林奈同学 你可以回去了 林奈 那我这一轮的成绩怎么办 总裁判长 无所谓了 你上一轮的分数 其实已经足够 直接通过这一轮 林奈 那后面比赛 不会被这一轮的积分影响吗 总裁判长 放心 这一轮并不是积分 只是成绩分数而已 后面几轮比赛 用不上这一轮的分数了 林奈 那还有60分的 修炼资源奖励呢 怎么算 总裁判长 我们会按照你为60分的成绩来计算 修炼资源也会发给你一份 林奈点了点头 那他就放心了 坦白说 他其实不怎么缺修炼资源 上一次 从那帮异境匪徒身上 掠夺来的修炼资源 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花完呢 但多一份奖励 不要白不要啊 一夜过去 天 渐渐亮了 林奈睡到中午才醒来 醒来之后 他一直在思索在死亡幻境里发生的事情 在那之后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别人都经历了25次死亡场景 而我却卡在了第一个场景 林奈思存 天都没想出个结果 不过还挺可惜的 其他人经历了25次不同的死亡危机的考验 虽然那些选手经历了25次死亡之后 看起来精神上仿佛受了很大的创伤 就好像第一次杀人 也需要许多天才能缓过来 但至少 他们都经历过了 而林奈 却属于是逃课的状态 林奈想了想 离晚上第三轮比赛 还有一下午的时间 他打开系统面板找到夜晚 林奈 我叫官 来我房间一趟好吗 夜晚 夜晚 怎么了 小心翼翼 林奈 当然是有事要拜托叫官你了 夜晚 哦那好吧 过了一会 夜晚来了 林奈把少女拉进房间 把门关好 少女好奇得到 林奈哥 我听说 你们昨天晚上已经进行过第二轮的比赛了 嗯 林奈 不过就是发生了一些意外 夜晚歪了歪脑袋 什么意外啊 林奈 恩 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 玩 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死亡训练 夜晚疑惑 死亡训练 林奈想了想 形容了一下 就是让你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 以此提升人在死亡压迫之下的抗压能力 夜晚听言 摇了摇头 没有 我们黑天使的身体状况跟你们人类不同 我们在面临生死危机时 不会大量分泌向你们人类的肾上腺素 所以不需要这种训练 不过我知道 你们人类超凡者的确有这种训练方式 嗯 林奈摸了摸下吧 那你可以制造出这种真实幻境 帮我模拟一下吗 当然可以 夜晚作为万象级别的模异 制造这种幻境并不是难事 但他顿了顿 说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有效 林奈疑惑 为什么 夜晚说 因为像你们昨晚的那一轮比赛 是所有选手并不知道那是死亡幻境 每个人都觉得 如果被杀 是真真正正的会死 所以才会爆发出那样大的潜力 才有那样的真实感 才能真正感受到死亡的压迫 可是 林奈哥你已经提前知道了 这是假的 效果肯定就远远不如了 林奈沉默片刻 叹息一声 说的也是 看来 逃课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啊 夜晚想了想 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或许我有一个办法 林奈 什么办法 夜晚看着林奈的眼睛 暂时把你关于这件事的一部分记忆消除 这样你就不会知道 这是假的了 林奈一听 顿时笑了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那好 就这么办吧 顺便 林奈还想搞清楚 昨晚她失去意识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不定能够再次复刻昨晚的情况 把她体内那个沉睡的东西 再次唤醒 林奈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身处 一座废弃的钢铁城市废墟 高大的楼洞倒塌了 各种绿色植物声 长在破烂的建筑之间 一片废土的场景 黑夜 圆月悬挂在天空 这里是哪里 林奈皱眉 她已经被夜晚 暂时洗去了部分记忆 自然不会记得她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林奈只记得 自己应该在全国新生赛的比赛小镇里 刚刚比完第一轮 林奈换出了白夜 警惕着四周 缓缓朝前方走去 夜晚的身影 在她身后不远处 缓缓显行 我 我有点下不去手 这有什么下不去手的呀 这是幻境而已 她又不会死 可是 少女的眼睛 一会儿变成黑药石般的纯黑 一会儿变成邪魅的星红 同时不停地自言自语 好像在跟自己说话一样 哎呀 真磨叽 又不是真的要杀了她 你这么心疼她大妈 我 我没心疼 算了 你下不了手 让我来 夜晚的眼瞳彻底变成了新红色 她望着林奈的背影 眼眸妩媚的眯起 哼哼 正好让姐姐我看看 你这阵子的长进如何 夜晚说着 抬手打了个响指 便改变了自己的外貌 同样是一个绝色清澄的顶级美女 也同样是黑天使 但外表从头到脚都换了一遍 就算是二姨来了 也绝对认不出她是夜晚 林奈走在坍塌的钢铁建筑废墟之中 忽然看见 前方出现了一个高挑的人影 嗯 林奈眯起眼睛 定睛一看 只见一个身穿黑色纱裙 红色眼眸 风姿绰约的美女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 林奈保持绝对的警觉 你是 夜晚一脸没笑 可爱的小帅哥 你有喜欢的人吗 林奈正住 啊 脑子一时间没转过来 这话是什么意思 夜晚笑盈盈 如果没有喜欢的人 你是不能从这里通过的哟 林奈 嗯哼 如果说不出一个 喜欢的人的名字的话 夜晚脸上的笑意 渐渐冷冽下来 眼神锋利 是会被我杀死的哦 说着 她悠悠地抬起 纤细白皙的右手 暗红色的烈焰 在她手中渐渐凝聚 林奈心头咯噔一下 这个力量是 魔艳 只见少女 轻葱白嫩的玉脂 在空中轻轻一点 哄 地面猛然开裂 巨大的地火 喷涌而出 高达五米以上的 恐怖火焰 形成炙热的火木 如同海啸一般 排山倒海地 朝着林奈涌来 林奈眼睛猛地瞪大 眼瞳中 倒映出炙热的烈焰火光 卧槽 万象极魔叶 鬼影不 林奈立刻施展技能 一个闪电 般的快速闪身 身形在夜幕之下 如同鬼影 看起来林奈的身体 还留在原地 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鬼影 实体已经向右瓶 移出了十数米 躲过了那恐怖地火 咆哮的攻击 夜晚新红色的眼眸 闪烁出几分惊讶的色彩 哎呦 身法不错吗 小帅哥 你是黑天使 林奈眼神沉了下来 跟晚同样的种族 是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的 夜晚 小帅哥真聪明 这都答对了 林奈冷冷到 你想要干什么 夜晚 跟你玩个游戏啊 林奈皱眉 游戏 夜晚笑叶如花 就是如果你说不出 喜欢的人的名字 就杀了你的游戏 林奈神色古怪 这家伙认真的 夜晚眯着眼睛 盯着他 同时已经再次抬起了右手 那暗红色的烈焰 缭绕在他的四周 快说 不然我杀了你 林奈一脸犹疑 他摸不透眼前 这个陌生黑天使 到底是什么心思 你到底想做什么 有什么目的 就直说吧 别拿这种东西 当幌子 哼 回答错误 夜晚眼神一灵 手中烈焰一甩 暗红色的火焰 迅速凝结成 一根根火焰荆棘 然后一根一根 如群蛇出洞 全部朝林奈飞刺而来 林奈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一招 他曾经在夜晚的身上见到过 所以当然知道 这一招的厉害 不过 林奈也没有多想 因为他并不了解黑天使 他以为这一招 是在所有黑天使 种族之中 很常见的一招呢 林奈依靠鬼影部 在城市废墟之中 快速藤魔闪躲 在钢铁残骸之上 留下无数的鬼影 数百根火焰荆棘 如盘踞穿梭的藤蛇 在他身后 快速追逐着他 少女根本站在原地 动也没动 只有一根石 只控制着那些火焰荆棘 林奈根本没想 跟这个陌生少女对战 万象级别的魔艺 便夜晚一个等级 别说他了 就算把夜城 所有的守夜人加起来 算上庞局长 刘大队 唐红山等等 巴拉巴拉的一干人 都不可能有半点胜算 这打个毛线 所以林奈打 从一开始想的 就是走为上策 想逃 夜晚冷哼 竖起的白嫩 双指再次移动 林奈被数百根火焰荆棘追逐 面前的大地 又突然崩裂而开 恐怖的地火 汹涌而出 在他面前 形成了一道十数米高的火墙 死 林奈反应很快的 连忙停下脚步 扭身又往右侧突围 但夜晚 早已看穿他的意图 手指一抬 右侧也立刻升起火墙 阻挡了林奈的去路 毕竟每天都是 待在一起训练的 林奈的很多小习惯 夜晚也都一清二楚 很快 林奈就被火墙 完全包围了 去 林奈被地火 逼得无路可走 一个凌空后翻 双脚双脚如脚尖 猎豹般出地 眼神渐渐沉了下来 没办法了 神术 灰明之铜 林奈用神力运转 灰明之铜 眼瞳赫然完全变成了 纯粹的银灰色 混沌般如黑洞的能量 从他那双银灰色的 双眼中涌出 在他这双眼睛的 视野范围内的所有东西 仿佛都产生了微微的扭曲 银灰色的双眼 如同黑洞漩涡 好像要将世界的一切 都吸入其中 林奈双眸 死死盯着夜晚 然而夜晚 根本不打算回避 星红的双眼 直勾勾地与他对视 林奈感觉自己的精神力 仿佛遭遇了某种反噬 此前百事不爽的神术 灰明之铜 这一次却碰了钉子 哇的一声 林奈喷出一大口鲜血 同时身体被反噬的力量 横推出去十几米远 夜晚笑笑 再次伸出手 五指虚空一捏 十数根火焰荆棘缠绕过来 束缚住林奈的身体 将他捆绑得死死的 捆绑的方式 还非常的不雅观 林奈总觉得这种方式 好像在哪里见过 夜晚手指轻轻一勾 便用火焰荆棘 将林奈拎到自己面前 同时 在他的手中 也用黑色火焰 凝聚出了一根 长长的带刺的鞭子 啪 夜晚在林奈脚边的地上 狠狠抽了一下 发出清脆的响声 林奈 好了 夜晚来到林奈面前 收着他长长的鞭子 现在愿意说了吗 要说实话哦 不然的话 林奈 林奈再次睁开眼睛 醒了过来 他的记忆也已经恢复了 在幻境中 他被夜晚以不同的各种形式 杀了三十多次 但不知道为什么 林奈死了三十多次 还是觉得心情十分平静 完全没有那种 初次击杀魔物 初次杀人时候的心悸感 也许是因为 觉醒了白死神的缘故 林奈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而且 体内的神盒 这一次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林奈哥 你醒了 少女的声音传来 林奈转头一看 发现夜晚 黑眼睛 就跪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 眼巴巴地望着他 嗯 林奈又摸了摸胸口 那个东西 夜晚顿了顿 分析道 也许能够安全激活神河的规律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模式 林奈要以为是的点了点头 嗯 这时 林奈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 刚刚在幻境里 我怎么觉得 你家在私货 夜晚 刚刚在幻境的一切都是他做的 不管我的事 林奈 宿舍 某个房间 这次的比赛 你们表现的都还算不错 精英公司的负责人 抱着双臂说道 房间里 是本次比赛各地 所有精英公司旗下的成员选手 一共二十几个人 白兽也在其中 不过 白兽看起来神情 不屑与其他选手坐在一起 一个人孤零零地 靠坐在窗台 手中捏着一个黑色握力器 正一下一下地坐着 负责人 这次比赛 你们不仅要包揽 拿到前世民的国保奖励 还要拿到 那两个使徒的精英数据 房间内的选手 是 乘二十一 负责人 有没有信心 房间内的选手 有 乘二十一 负责人笑笑 你们是该有信心 目前我们基因公司 是所有学校的里头 剩余人数最多的 只被淘汰了四个人而已 而且这四个人 还都是被白兽淘汰的 放心吧张哥 一个黄毛学生 捏着拳头 说 我们会干掉那个白兽 替被他淘汰的四个同学报仇的 哦 白兽你们不用管 负责人淡淡说道 我已经 与这个人达成了协议 他会帮助我们拿到 那两个神明使徒的基因 后面的几轮比赛里 你们可能 还会有合作 这话一出 众人皆是大眼瞪小眼 露出十分不信任的神情 张哥 这样能行吗 那小子可以信任吗 听说那个白兽 可不是什么善查 在他的眼里 可没有合作道义可言 张哥冷笑 他不是善查 我们同样也不是 本来就是互相利用而已 等到时候 如果遇上什么危险的事情 就让他去做就好了 有一个人替我们承担风险 不是也挺好的吗 众人听言 绕以为是的点点头 说的也是 接着 张哥拿出了一个黑色箱子 打开 里面躺着 足足一百多只 深红色的基因药剂 这是公司 最新研发的基因药剂 最新的型号 不会被赛事组的兴奋剂 检测系统检测出来 你们每人拿上三只 这是最后的底牌 威力比你们在前面几轮用的基因药剂 还要强很多倍 不到关键时刻 不要乱用 对了 三只基因药剂 可以叠加使用 每叠加一只 药效就会翻三倍 不过副作用 也同样会翻三倍 要怎么使用 你们自己计算 众选手 是 乘二十一 除了白兽以外 其余众人都纷纷过来 拿走箱子里的三只基因药剂 负责人眯着眼睛 道 不要忘记了 全国新生赛 是你们得到公司重视的最好机会 能不能往上爬 全靠你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 什么时候 如果想认输了 就想想 你们以前没天赋的时候 被人当狗一样 踢来踢去的日子 知道了吗 众选手 是 乘二十一 这次的声音 明显比前几次还要嘹亮得多 张哥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又扭头 看向白兽 白兽 过来拿你的基因药剂 白兽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 手中仍然在一下一下 捏着握力气 我不需要那种无聊的东西 你们自己分吧 张哥无言 白兽 我知道你的实力 但这次比赛中的禁敌有很多 白死神的使徒灵奈 雷神的使徒木寻 超凡序列后 林三的白聊 还有儒家的楚门 京都的花灵泽 还有 白兽打断了他的话 用不着这种东西 我也能收拾这些家伙 张哥不说话了 他知道白兽的脾气 不想做的事情 再怎么说都没用 不过房间里 除了白兽 还有一个人 没有过来拿基因药剂 喂 猴子 别睡了 张哥颇为不满地 看着那个 躺在床上的青年 那是一个身材干瘦的男生 全身瘦的皮包骨头 他就是在第一轮比赛时 击沙榜排名第七的猴子 不过 一般身边的人 都叫他猴子 猴子闭着双眼 嘴巴一张一盒 睡得很香 呼噜打得震天响 无论旁边的人 怎么叫他 咬他 都没法将他叫醒 其他学生 都有些尴尬 张哥 这咋办 哎 张哥叹息 一个白兽 一个猴子 最强的这两个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很快 时间来到了晚上 林奈吃完晚饭后 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闭目修炼 过了一会 有人来敲他的门 林奈去开门一看 是之前那个九级裁判 又是你啊 林奈一眼认出了他 是我 九级裁判 觉得有些尴尬 毕竟之前 在幻境里 他没能完成任务 反而被他给 林奈同学 马上要开始 第三轮比赛了 请跟我来 奈汉手 随后跟着裁判 一起离开宿舍楼 来到了另外一栋建筑 进到电梯 九级裁判手指 在电梯上按下密码 电梯便缓缓下降 看来这一次的比赛地点 是在地下 林奈看了一眼 楼层的数字 -18楼 很快 来到了比赛的地点 在这-18层的地底下 有一个很大的地下空间 完全可以说 是一个地下基地了 晋级到第三轮的 一共有687名选手 不过目前到场的人 还不多 在地下广场集合的 只有一百多号人 应该还要等一会儿 林奈靠在角落里 暗中观察其他选手 不过他发现 其他选手很多 也都在偷偷观察他 过了一会 一个替着圆寸头 五官端正 满脸正气的男生 走了过来 这个男生的长相一般 但他的外表 如果放在电视剧里 就是那种 肯定会是正派的那种角色 你好 林奈同学 蓝生向他伸出手 我是兵家 卫面军学院的 种子选手 芳无 芳无 林奈回忆了一下 想起来了 他在之前的排行榜上 看过这个名字 他是第一轮 击杀榜排名的第六名 这么说 肯定也是一个 很强的对手 你好 林奈也伸出手 和他握了握 芳无一脸认真的说 下一场 我们来场男人一样的对决吧 林奈愣了愣 啊 芳无 我听我们卫面军的长官说 你可能会是我 这次比赛之中 最大的对手 我这个人 没有把潜在的威胁 留到最后的习惯 所以 我会在下一轮的比赛中 把你淘汰 你要小心了 说完 芳无便转身走开了 林奈留在原地 挠了挠脸 这孩子还真时尚 准备干掉我 还过来 跟我说一声 可还行 他就是这样 一个斯文的声音突然传来 林奈偏头一看 是楚门 你认识他 林奈问 谈不上认识 但他也是 我在这届新生赛 重点关注的选手之一 所以我当然有他的数据资料 楚门说着 拿出了一个小本本 大哥 你需不需要先看一看我的资料 或许可以帮助你了解对手 林奈听到楚门喊他大哥 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毕竟他很少被人这样称呼 当然了 孟非非那个不算 那家伙本来就是个自来书 见谁都喊个 而楚门 他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也能听得出来 他说的是很正经的话 就反而让林奈有些不习惯 行 你给我看看吧 林奈到 楚门将他的小本本递给他 林奈接过 打开本子 随便翻了翻 上面果然全是这次比赛 各个种子选手的详细资料 甚至竟然还有每个选手的 属性数据分析 林奈翻开了自己的那一页 顿时眉毛一条 楚门的计算能力果然惊人 只通过观察他的战斗 就已经将他的身体属性数据 力量 敏捷 体力 魂力 生命 完全算了出来 甚至连个位数都分毫不差 林奈皱眉 这都是怎么算出来的 楚门推了推眼镜 当然是根据公式的计算 数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人是会撒谎的 但数学永远不会骗人 如果那个你想要学的话 其实我可以跟你解释 其实这东西并不复杂 说着 楚门竟然真的跟林奈解释 其他自创的公式来 林奈 算了 你别说了 我听得头大 楚门 好的 林奈将小本子还给了楚门 楚门奇怪道 您不打算看一眼方无的数据吗 不用了 林奈打了个喝歉 他通过莫兹的系统 本来就可以直接查看 别人系统显示的身体数据 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 楚门听言 便也没在追问 过了一会 比赛选手渐渐都到齐了 孟非非差点迟到 呼吱呼吱地跑了进来 哎呀 吓死我了 我还有要赶不上了 林奈看了看她 你去干什么了 孟非非擦了擦头上 躺下来的汗 咧着嘴 嘿嘿 去保养改装了一下枪线 毕竟我可是狙击手嘛 不爱护自己的枪怎么行呢 这时候 刀疤总裁判长走了出来 站在所有的选手的正对面 现在 即将开始第三轮的比赛 说着 刀疤总裁判长 抬手打了一个响指 嗡嗡嗡 地面 发生震动 众选手露出惊恶的表情 只见在他们的面前 钢铁地板缓缓下降 一扇门在地面打开 露出一个长宽十米左右 深不见底的方形大坑 孟非非站在最前面的那一排 忍不住探头往下看了一眼 方形大坑之下黑洞洞的 看着像是一个巨大的 方形电梯警通道一样 完全看不到底 谁也不知道 这下面到底是什么 会通往哪里 这一轮是竞速赛 刀疤总裁判长 站在大坑的对岸 缓缓说道 规则很简单 你们现在有687名选手 但这一轮 总共只有200个竞技名额 一会儿 你们将从这条通道下去 前200个抵达终点的 就算竞技 都听明白了吧 有谁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孟非非举起了手 刀疤总裁判长 看了他一眼 问 孟非非 那什么 这条通道下面是通道哪里啊 不会有什么致命的毒蛇陷阱之类的吧 刀疤总裁判长冷笑 你猜 孟非非 又一个学生举手 不小心杀人性命算犯规吗 当然 刀疤总裁判长 跟第一轮的规则一样 你可以伤人 但如果失手杀死你的对手 你将直接被击为淘汰 白辽战在人群的最后面 手中完转着一把小匕首 撇了撇嘴 又是这样 真无聊 都没有问题了吧 刀疤总裁判长目光扫射着所有人 没有人吭声 好 刀疤总裁判长宣布 那么现在我宣布 第三轮比赛正式开始 后台 天眼室 金公司的负责人张哥 还有另外一个负责人 李哥在自己学校的天眼室官 看着比赛实况 这场比赛 是竞速赛啊 张哥道 有200个晋级名额 不知道 这一次我们的人能晋级多少 李哥抱着双臂说 不管晋级多少 大多数人都是炮灰 我们的主要战力 还是白兽和猴子 只有他们两个有能力 撑到最后一轮竞争那个第一名 拿下最后那个第一名的特殊奖品 这里的特殊奖品 指的并不是 放在明面上的那把奖品追魂 每一届全国新生赛的第一名 都还有另外一样额外的神秘奖品 这件奖品 是不对外公开的 除了赛事组 就只有最后得到奖品的 第一名会知道 正巧的是 张哥和李哥 以及背后的基因公司 都已经通过某种渠道 提前知道了 这一届比赛的那件 隐藏奖品是什么 张哥有些苦恼 恐怕有点难啊 其实以白兽和猴子的实力 如果放在前几届 我都敢说 他们百分百能拿到冠军了 但这一届 高手实在是有点多啊 李哥眯了眯眼睛 我倒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在最后一轮擂台比赛以前 把那些有威胁的选手 统统干掉就好了 这太冒险了吧 咱们基因公司前阵子 才刚刚被言国官方 抓过一次把柄 那次虽然把责任 推卸给了叶城的主管 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你怕什么 李哥冷哼 只要我们不违反比赛的规则 不就完了 反正这场比赛 唯一的规则 不就是不能杀人吗 其余的一切 可都没有禁止呢 张哥无话可说 那你自己下令吧 出了事情 上头要是追究下来 可不关我的事 胆小鬼 李哥撇了撇嘴 行 那就我来 说着 他便打开了系统面板 给基因公司的几个选手 下达了命令 那个 话说 你怕不怕高啊 孟非非站在那大坑的旁边 往下看了一眼 神色复杂 也不知道 这深坑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林奈 不知道 顶多无非就是些机关陷阱吧 孟非非有些担忧 按照赛事组前两轮的尿性 这次不会又给咱们 整出傻花活来吧 林奈没应声 在他的身后 几个基因公司的选手凑在一起 盯着林奈的背影 他们都收到了 来自负责人的命令 虎熊哥 这咋办 一个学生叹息 负责人居然要我们去跟那些 种子选手自爆 宝白兽和猴子 他们进决赛 虎熊一脸阴沉 握紧了拳头 很显然 他对这个命令也十分不爽 虎熊 要是就这么被淘汰了 啊 虎熊眼神伶俐 老子可不想再回到臭水沟去生活了 以前老子就尽给人家当踏脚石了 现在进了基因公司 还想我给人家当踏脚石 做梦 那个学生苦涩的道 可要是违抗命令的话 白兽和猴子他们 也天天违抗命令 他们不也没事吗 虎熊冷哼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有价值 他们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所以公司也会保障 不舍得废掉他们 否则的话 像我们这种证明不了价值的 就连个小小的负责人 都能站在我们头顶上拉屎 让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得干什么 几个学生沉默思索 都觉得虎熊说的有道理 虎哥 你说的有理 我们都听你的 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好 虎熊冷冷道 不想当别人踏脚石的 就都跟着我 我们要向公司证明 我们的价值 不比白兽猴子他们差 随着刀疤总裁 判长宣布比赛开始 一个接一个选手 纷纷往深坑里跳了下去 因为这坑实在是太深了 只能看见一片漆黑 很快他们的身影 便彻底消失在黑暗中 不见了 灵奈拍了拍旁边 孟飞飞的肩膀 终点见 说完 她便纵身一跃 也跟着跃入 无尽的黑暗深渊之中 哎 孟飞飞看着跳下去的灵奈 有些无奈 我还没跳过这么深的坑呢 说着 她也一跃跟着跳下 灵奈急速垂直下落 黑暗之中 她打开了灰明之铜 这个深渊的确深不见底 即便打开灰明之铜 也无法看见终点在什么地方 但这场竞速赛 肯定不可能是 这么一直落下去 那么简单 灵奈私存着 这时候 她忽然察觉身后 好像有好几个人 正在一直跟着她 灵奈扭头 黑暗的隧道 伸手不见五指 但通过灰明之铜 灵奈可以勉强看清 是那几个精英公司的选手 这几个家伙想干嘛 灵奈心中暗暗思索 刷 一道冷芒忽然滑来 灵奈立即反应过来 躲闪而过 那是一把飞雪而来的锋利短刀 十分极限地 从她的胸前擦滑而过 破开了她胸前的衣服 灵奈定睛一看 果然是白辽 白辽正跟她一起 以同样的速度 呈自由落地往下坠 几乎与她平行 黑暗中 白辽的眼睛 像是散发幽光的恶狼 舔着自己的嘴唇 嘿嘿 反应不错吗 灵奈面无表情 看来你的胳膊接好了 上上轮比赛 才刚刚吃过扁 这一轮就又不长记性了 白辽表情一沉 但随即又很快撇起嘴角 更让我兴奋 灵奈 那我还真无法理解 你的乐趣 嘿嘿 你怎么会懂呢 白辽眼神 还是一样的疯狂 双手交叉抬起 每只手 分别抓着三把匕首 随着她交叉一甩 三把匕首 齐齐朝灵奈射来 灵奈换出白叶 同时换出剑神附体 在镰刀之上 在剑神领域的作用下 灵奈轻而易举地 将那些飞来的匕首 叮叮当当地 尽数格挡在外 白辽健壮 脚步一蹬隧道的墙壁 亮出她的白辽 趁着这时 向灵奈的驳梗划去 但她的突袭 没有成功 灵奈横起白叶 轻而易举地 将她的白辽挡了下来 白辽眼眸一眯 我就不信 看你能挡下多少 说着 白辽手腕一翻 身形扭动 双手交错幻影 匕首如银蛇土性 不断向灵奈攻来 那把白色的匕首 在白辽的手中 仿佛可以拥有一万种变化 黑暗的垂直隧道 不断响起 叮叮叮的冰刃碰撞之音 不时亮起星星点点的火花 在瞬间照亮两人的脸庞 又迅速暗淡消失 灵奈与白辽两人 一面迅速下落 一面在下落的空中 互相过了十几招 白辽越打越觉得不对劲 第一轮比赛的时候 也是这样 无论她怎么进攻 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进攻 灵奈都好像跟开了挂一样 能够非常精准地 将她的每一记攻势 都轻松化解开 根本不像是人类的反应 白辽记得 第一轮的时候 灵奈一开始表现出 使用冰刃的水平 完全是小白级别的 后来 一下子就好像升华了似的 难道这家伙以前 真的是在保存实力 叮 又是一记格挡 灵奈轻而易举地 将白辽的匕首挡住 仿佛已经完全看透了 她的进攻套路 你再是一万次 也是一样的结果 灵奈轻轻说着 手腕翻动 白叶弹开白辽匕首 同时横着一挥 刷 白辽的胸口 被破开一道深深的血痕 皮肉绽开 鲜血绽放 白辽却掠出猙獰的笑容 好像根本不在乎这点疼痛 她的身体 因为白叶横斩的力量 向后飞去 狠狠地撞在隧道的墙壁上 但她用匕首在墙壁上一插 发出刺拉刺拉的刺耳声响 像是坐了的刹车 然后白辽又扭转身体 双腿一蹬 重新冲了过来 灵奈眯了眯眼 真是个疯子 这家伙 还真是不怕疼啊 这个时候 灵奈低头一看 发现隧道的下方 不止出现了一个亮点 而是有好几个亮点 原来隧道的下方 出来的分叉口 看起来 应该会分别通往不同的地方 灵奈不想再跟白辽浪费时间 凝聚魂力 集中在手中的白叶 白叶锋利的连刃 仿佛披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银纱 魂迹 银月斩 白叶横斩 划开一道笔直的银白光刃 黑暗的隧道 在这一瞬间 完全被白光照亮 白叶眼睛 适应了黑暗的环境 突如其来的白光 直接刺得他 睁不开眼睛 他下意识 抬起匕首一挡 当 白光划过 手中的白叶 被白光刃弹飞了出去 脱手飞出 咔的一声 插进隧道的墙壁里 同时白光刃在白叶的右胸 再次留下了一道 触目惊心的血痕 这个时候 深渊一样的隧道 也终于到底了 灵奈跳入了隧道的 其中一个光点之中 刹那间 灵奈只觉得 眼前一阵波纹震荡 空间扭曲 眼前的世界 从石到虚 从黑到白 这是 传送门 灵奈努力睁着一半的眼睛 大约半分钟以后 眼前一切变得敞亮起来 他来到了一片森林 灵奈睁开眼睛 低头一看 脚下的符纹 传送阵势 渐渐消失暗淡 这个地方 灵奈审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啊 这里不就是夜城的城外郊区山林吗 记得唐红山开车 送他来比赛小镇的时候 就是经过了这一片山林 这里应该还在节节之内 不过 白聊倒是没有再跟过来 估计是传送到其他地方去了 灵奈顿时感到有些无语 绕了那么大圈子 还要让人从那么深的隧道跳下去 原来就是传送到这里 滴滴 灵奈这时 接到了赛士组给他发来的地图 地图上 标记出了本次竞速的终点 在山林的另一侧 大概要翻过一整座山 也就是说 要在前两百名内 抵达那个终点 就算获胜了 灵奈看着眼前的这个地图面板 微微皱眉 这个距离不算太远 对于一个五级左右的超凡者来说 翻过这一整片山林 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 看来不能耽误时间 灵奈如此想着 没有任何犹豫 脚下一灯 整个人便飞跃而出 一灯跃出了十几米远 在灵奈走后 六个人影在他身后出现了 虎熊抬手一挥 走 咱们跟上 一个学生担忧道 虎哥 这一轮的赛制 好像有点紧啊 看地图的话 这一段山路 大概也就十几分钟 速度属性快的选手 可能几分钟就到了 咱们要是为了对付灵奈 没能晋级 不就亏大了 虎熊瞥了他一眼 你就那点出息 如果我们能拿到灵奈的基因数据 就算没晋级 我们也能得到公司的大力栽培 那学生苦着脸 可是 怕就怕 咱们既拿不到灵奈的基因数据 也失去了晋级的机会 虎熊沉吟 显然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虎熊说 咱们就先跟着 见机行事 有机会的话 咱们就上 如果实在不行 咱们就正常比赛 众人纷纷点头 显然都比较认同这个抉择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学生问道 李哥下达的命令 是让咱们跟那几个种子 选手自爆 我们 哼 虎熊眼神一领 这种命令 你们谁愿意执行谁执行去 老子才不会做那么蠢的事 So 随着一道人影从树林闪过 一阵风也刮过树林 直被树叶都弯折了腰 荡下片片落叶 住在树上的鸟 都被惊得飞起 林奈速度极快 在树林之中奔驰穿梭 跑了一阵之后 林奈忽然开始 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这一片地区 好像刚刚来过了 头顶的鸟再度受惊 传来鸟鸣 还有扑打翅膀的声音 林奈果断停下了脚步 她打开地图面板 一看 果然不对 刚刚她跑了那么久 地图定位上自己的位置 竟然完全没有变化 林奈又看了眼路边的那棵松树 上面有一道划痕 是她刚刚经过时候留下的 现在却再次见到了 林奈叹气 我就知道 赛士族肯定还得整点活 沙沙 这个时候 不远处的树丛里 传来轻微的沙沙声 林奈敏锐地察觉到了 是谁 林奈亮出了白夜 魂气溢散而出 树丛里的人也没有藏 直接走了出来 是之前那个 有些直愣愣的兵家寸头青年 哦对了 她叫芳吴 是你啊 林奈松了口气 心想 只要不是白良那个神经病就行 是你 林奈 芳吴见到林奈 眼神赫然变得认真起来 太好了 看来是老天爷 都想让我们进行一场 男人之间的决斗 林奈 芳吴双手握拳 摆好了架势 好像是某种军用格斗术的姿势 神情肃穆 白吧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是不是真的像长官所说的那样厉害 林奈心想 得 又来的脑子不太正常的 林奈问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执着 这节比赛 直面实力比我强的 还有很多吧 芳吴沉默没有说话 她回想起了上一轮比赛结束的时候 在兵家的休息准备室里 她的偶像孙元帅跟她说的话 孙帅 没想到您会在百忙之中 亲自来到夜城看我的比赛 芳吴站姿挺立 一脸肃然认真 我一定会代表卫冥军 好好表现给您看的 孙帅愣了一下 啊 芳吴看着孙帅的表情 心头顿时咯噔一下 一脸茫然 难 难道不是吗 哦 你误会了 孙帅摆了摆手 是纪老那个家伙 硬要拉我来夜城 说是今年有一个选手 非常值得注意 我才赶来这里的 后来我看了这个选手 上一轮的比赛 还有录像 觉得确实不错 有我当年的风范 芳吴张大嘴巴 表情呆滞 如遭雷击 孙帅都还没有这么夸过我呢 呵呵 你可要注意了 孙帅爽朗地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那小子是守夜人的人 你代表了我们卫冥军 可千万不能让我们卫冥军 输得太难看 芳吴没说话 暗暗握紧了拳头 孙帅已经默认我会输了吗 我会努力战胜她的 芳吴抬头望着孙帅高大的身影 认真地保证道 行 孙帅再拍了拍她的肩膀 不过也要量力而为 别把自己弄伤了 芳吴 芳吴沉默了半天 没有吭声 林奈疑惑不解地望着她 我 当然有必须要打败你的理由 芳吴一字一句沉沉地说着 凝聚了魂力 6.4级的实力 展露无遗 你最好先搞清楚状况 林奈耸了耸肩 道 这一场是竞速赛 而且按照地图上显示的路线 大概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路程 这一轮只晋级200人 我们在这里稍微耽误两分钟的时间 可能就要被直接淘汰了 听说 你是兵家的种子选手 如果你在这里淘汰了 你打算怎么回去 跟你的同校师生教官长官交代 这芳吴张了张嘴 忽然哑口无言 陈寅权衡片刻 芳吴凝聚的魂力渐渐散去 摆起架势的双拳 也慢慢放了下来 说的也是 林奈挑眉 心想 这家伙还真好骗啊 他难道还没有意识到 这段赛场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人 别躲了吧 林奈扭头看向另外一边的树丛 出来 这话一出 那片树丛沉寂了几秒 随即一个人影出现 从旁边的一棵大树上方跳了下来 身姿优雅地落地 花灵泽一身休闲的白西装 踏着黑皮鞋打扮滑贵 林奈觉得他看起来 林奈一点都不像是来比赛的 简直就像是要去哪个时装周 走秀表演的 真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投听你们讲话的 花灵泽依然是他那一脸 标准的礼貌微笑 我只是正好 也被传送在这附近 路过这里而已 林奈望着他 所以 你应该没有什么 必须要打败我的理由吧 啊 花灵泽愣了一下 随即失效 当然没有 我只是来参加比赛的 不会针对任何人 而且我这人从来不喜欢 跟人结仇 林奈松了口气 那就好 我还以为这个比赛 都没有正常人了呢 芳吾 比赛时间有限 既然各位都不想在这里比试 我就先走一步了 芳吾说着 冲林奈拱了拱手 神色庄重地说道 林奈同学 等我们晋级到下一轮 有机会再决一胜负 说完 他身形一跃上树顶 然后用跳跃前进的方式 开始向终点奔跑 花灵泽和林奈 则站在原地没动 花灵泽看向林奈 你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吧 这座山林 好像被人设下了某种阵法 都不意外 对于赛士组而言 这是基本操作了 花灵泽 你有找到破解的头绪吗 林奈摇头 暂时还没有 花灵泽这是余光威挪 扫向林奈身后的一个方向 那边还有几个人 好像一直都在跟踪你呢 花灵泽道 不用把他们揪出来吗 林奈早就发现了他们 一脸无所谓的态度 悠悠地说 算了吧 他们要跟着就跟着呗 把他们揪出来有什么用 无非就是在打一架 这场是竞速赛 还是别浪费那个时间了 花灵泽浅浅地笑笑 说得也是 躲在暗处的虎熊几人 盯着林奈和花灵泽 两人的背影 几人听到他们正在说着话 却听不清楚 他们嘀嘀咕咕地 正在说些什么 虎哥 这两个人说什么呢 一个学生不解得道 不知道 虎熊摇头 也在努力竖起耳朵倾听着 这两个家伙 明明只有他们两个人 说话还这么小声 旁边的学生遗憾地说 可惜这个花灵泽和林奈没有打起来 否则等到他们两败俱伤 我们就可以借机下手了 另一个学生问 可是为啥他们两个老站在原地不动啊 这场比赛是竞速赛 他们就不怕来不及吗 虎熊伸出手 在他的脑袋上扒了一下 骂道 蠢蛋 你现在还没发觉吗 刚刚咱们跟着这个林奈跑了一路 完全就一直是在兜圈子 这座山林 明显是被人设下了迷宗阵法 显然赛事组委会的人 给咱们设下的题目 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学生这才反应过来 所以说 不管是我们还是他们 都已经在这座山里迷路了 是的 虎熊沉沉道 不过正好 反正我们这些人 也都不擅长解密动阵 不如就让这两个人 替我们解开这个难题 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过关就好了 这几个白痴是在干什么 精英公司的负责人李哥 坐在天眼室 看到这一幕显得颇为气愤 这个虎熊 居然敢不听我的命令 李哥咬牙切齿 若不是现在是比赛进行中 无法给他发送消息 否则李哥肯定要好好骂他一段 张哥叹息 我就知道 肯定是你下的那些命令 把虎熊他们给刺激到了 李哥冷冷地说 这帮白痴 明明就只有炮灰的实力 却还没有炮灰的自知 嘿嘿 所以我打一开始就不认同 你的命令吗 张哥扣了扣鼻孔 悠悠地说 其实我倒也能理解他们 毕竟咱们以前 不也是这样的心态吗 换作是你 在做了半辈子的下等人之后 突然摸到了一丝向上爬的机会 却又被人打成了炮灰 你会怎么做 李哥撇了撇嘴 没再说话 芳吾在树林中 跳跃前行了一阵 终于发觉了不对劲 怎么还没到 正常来说 如果按照地图上的 这个路程来计算 那他早就应该到了才对 可是都已经15分钟过去了 芳吾再次打开系统地图 认真的仔细查看 发现地图上的定位标记 他仍然是在原先的起点位置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应该没走错路才对啊 芳吾有些担心起来 主要这场是竞速赛 而且重点是对目前比赛的状况 心里根本没底 因为根本不知道 有多少人已经抵达了终点 万一真的被淘汰了 回去以后 要怎么面对父母 怎么面对教官 怎么面对市长 怎么面对同学 怎么面对孙帅 怎么面对学校门口 经常跟他打招呼的老大爷 芳吾开始焦虑了 So So 这时候 两个身影快速跟上了他 分别是林奈和花林泽 呦 原来你还在这里啊 林奈一跃跳到他旁边的树干上 是在故意等我们吗 芳吾 果然 我们都迷路了 花林泽说 这座山林 应该被设下了特殊的迷宫阵法 我们都被困在这里了 迷宫阵法 芳吾喃喃了几声 眼睛一恍然 原来如此 你不会跑了这么久 才刚刚意识到吧 花林泽疑惑地看着他 话说 这种战术阵法 你们兵家不应该是最擅长的吗 芳吾听言 顿时感觉脸上一热 结结巴巴地道 我在卫免军 属于战斗型兵种 出谋划策的事情 是指挥官应该做的 我作为一个战士 只需要听从命令 执行命令就好了 战斗系兵种在兵家 应该也有战术考试吧 林奈看了他一眼 你这一颗考了多少分 芳吾 今天天气挺不错的 林奈和花林泽都抬起头来 天空 乌云密布 没过几秒 便哗啦哗啦地下起雨点 林奈 下雨了 芳吾 花林泽若有所思 我记得 刚刚还是万里乌云的大晴天 这才没多久 就突然下起雨来了 林奈说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就像之前我们经历的死亡幻境一样 估计我们现在遭遇的天气 都是赛事组故意安排的吧 芳吾看着他们两个 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很是不理解 都要急坏了 不是 你们就一点不担心被淘汰吗 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 花林泽眨了眨眼睛 为什么要急 如果淘汰了 就是技不如人 实力不够的话 淘汰了就淘汰了呗 林奈也是一脸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是啊 淘汰了就回家睡大觉了 多舒服 芳吾震惊了 错愕地望着他们 你们就不怕 淘汰了回去之后 无言面对父母 无言面对教官 无言面对师长 无言面对同学 无言面对 林奈 花林泽伸手拍在他的肩膀上 微微笑道 行了行了 我们知道 你背负很多了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赛事组肯定是公平的 以我们的实力 目前都暂时对这个迷宫阵法没有头绪 相信其他选手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状况 芳吾听言 表情这才放松了一下 缓缓吐了口气 说道 好像说的也有道理 随即他又问 可是 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这附近兜圈子 应该怎么离开这里呢 林奈心想 如果用莫兹4090XS的系统 或许能准确定位出 破解这种阵法的路线吧 不过林奈并不打算这么做 现在毕竟是比赛 头顶还有天眼摄像头盯着 如果随随便便就破解了这种阵法 难免会被人猜疑 上一次 林奈就把超凡者协会的人给引来了 虽然说 他们最终 没有证据 倒也拿自己没什么办法 但这种引人注意的事情 还是能少做就少做 林奈望着四周的树林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种弥宗阵法 其实多数无非就是障眼法而已 花灵则同意地点了点头 是的 其实就跟魔术的原理是一个样的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都是假象而已 虽说是障眼法 但骗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眼睛 而是我们的脑子 障眼法 骗脑子 方无微微醋眉 不是说是障眼法吗 为什么又说是骗脑子呢 林奈 花灵则笑了笑 耐心地解释道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其实是大脑中的画面 但这个画面 却是通过眼睛来得到的信号 然后才投射到你的脑海中 所以 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眼睛得到了错误的信号 大脑的判断力 就也会受到影响 方无皱起眉头 明思苦想 似乎脑子正在努力转着 仔细思索花灵则的这番话 哦 行了 你还是别为难他了 林奈叹了口气 又看了他一眼 道 我记得 你的超凡职业是花的魔术师 所以 作为魔术师的你 能想到什么解决办法吗 花灵则 我试试看吧 说着 他拿出了一只品种不明的白花 随着他嘴唇轻动 默念某种皱纹 手中的白色花瓣飘然飞起 最后变成了十几只白色的纸鸽子 扑打翅膀向前方飞去 那么 接下来就请闭上眼睛吧 花灵则说 只有耳朵去捕捉纸鸽子的叫声 和飞行的声音来判断方向 林奈和芳无听言都点了点头 三人都闭上了眼睛 靠着声音跟随鸽子在树林中前行 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虎熊等人偷偷探出头来 虎哥 他们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 可不可行 试一试就知道了 虎熊说着 闭上眼睛向前跟去 其余几个学生见状 也都只好纷纷效仿 然后跟上了虎熊的脚步 没过了多久 大概向前穿梭前行了十分钟左右 林奈 芳无 花灵则三人便听到了前方的纸鸽子 传来咕咕咕的提示音 林奈睁开了眼睛 果然 花灵则的方法是有效的 这条路 他们刚刚明显是没有走过的 现在他们已经渐渐脱离了树林 来到了开阔的地方 林奈深深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花灵则 这个来自京都的少爷 不简单 看来这次的全国新生赛 的确是藏文卧虎啊 全真的有用 芳无很是惊讶 花灵则淡淡地笑笑 显露出他的自信 芳无打开系统的地图面板 我们现在的位置 已经离终点很近了 刚刚我们跑了半天 地图上的定位都一直不变 现在我们已经跑出那片树林了 嗯 花灵则说 前面应该就差不多 该到我们比赛的那座小镇了 那我们赶紧加速吧 芳无兴奋了起来 终点静在眼前 他加速向前穿梭跳跃 林奈心想 按照赛事组的尿性 这事儿估计还是没那么简单 很快 三人便遥遥看见了那座比赛小镇 他们当初来这里比赛的时候 都是从这条山林小路上来的 芳无立刻眼睛一亮 再次加速奔了上去 咦 奇怪 芳无来到小镇的大门口 顿时放慢了脚步 他看着四周 我记得刚来的时候 这里应该有守备的士兵 所有比赛的选手 都要经过身份验证才能进入 这些人现在都走了吗 林奈说 直接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直接大步走了进去 同时 他打开了意识中的地图 发现他们现在距离终点在地图上 显示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一步之遥 却又好像隔了千里 别抢我的玩具 还给我 几个打闹的小孩突然从小镇里 一路追逐打闹跑了出来 林奈顿时挑了挑眉 芳无则露出一脸猛逼的表情 他挣了好一会 随即就想要上去拦住那几个小孩 喂 小朋友 这里正在比赛 你们是怎么 话未说完 林奈就抓住了他的胳膊 芳无扭头看他 你干嘛拦着我 这里现在普通人随便闯入 是有危险的 林奈没说话 抬着下巴指了指 你看 芳无疑惑地看了林奈一眼 然后朝林奈所指的方向看去 随即顿时露出惊恶的表情 眼前的小镇 完全已经换了一副模样 古色古香的房屋 青砖灰瓦的街巷 穿着古代的衣装服饰 来来往往的行人 各种摆摊叫卖的商贩 旁边还有一家简陋 却颇有韵味的客栈 到处都是浓郁的古代气息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芳无已经完全傻眼了 这次别说是他了 连花林泽走进小镇大门 都挣了好一会 林奈环视了一圈 说 好家伙 这次倒好 赛事组直接给咱们整穿越了 芳无急得抓耳挠腮 系统的地图显示 他们应该已经 要抵达终点了才对 但现在原来的比赛小镇 却变成了这番模样 他连忙拦住了一个路人 问道 那个 你好 请问 这里是哪里啊 那路人瞥了他们一眼 你们是外来人 芳无愣了一下 随即挠了挠头 说 呃 算是吧 这话一出 原本热闹的小镇街 居然一下子安静下来 林奈注意到 那些听到这话的小镇原住民 全都齐刷刷地向他们 投来冷冷的眼神 包括那些原本正在 热情叫卖的地摊商贩 此刻他们 也好像瞬间换了一副表情 全都转过头来 阴侧侧地望着他们 让人有一种 汗毛倒树的阴森感 面对这样敌视的眼神 芳无的表情 也一下子僵住了 他的余光扫向小镇上的 那些路人 显然也察觉到了 这些路人的不对劲 林奈按住他的肩膀 走 说完就抓着芳无 芳无一个闪神离开了这里 走远了 三人钻进一个小巷子 刚刚那些人是怎么一回事 芳无还在回想着 刚刚那些人的眼神 我不就是问个路吗 怎么一脸 把我当成杀父仇人的模样 林奈后背 靠在巷子的墙壁 不时观察外面的情况 你难道还打算 跟一群NPC讲道理 芳无一愣 NPC 是啊 林奈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你看这些人的打扮 像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人吗 芳无皱眉 所以说 这里就跟上一轮的情况一样 是赛事组创造出来的幻境 或者是虚拟世界 我不知道 但八成应该差不多 以赛事组的尿性 他们做得出来这种事 林奈顿了顿 悠悠地说 看来刚刚山里的迷宗阵法 只是一个开胃菜 现在 这才是这一关 给我们的真正考验 林奈心里又想 刚刚那个眼神阴冷的路人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给他一种很眼熟的感觉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但是又想不起来了 芳无一脸苦恼 可是 我们到现在 根本没有一点头绪啊 这一轮是竞速赛 但我们现在连终点 在哪里都不知道 系统地图上标注的终点 就在这个小镇 可是无论怎么移动 离这个终点 都总是差一点 我们连目标是什么都不知道 又该怎么竞速 花灵则说 先在这个小镇 到处转转吧 既然地图给我们 标注的终点就在这里 那么通关的要点 肯定就在这个地方 说着 他又看了看林奈和芳无 通关名额有两百个 为了能够顺利通关 我建议 我们三个这一轮先合作 你们的意思呢 林奈目光投向他 与他对视 随即眼眸微微一眯 好啊 我同意 芳无看着眼前这二人 沉默斟酌了一会 也说 好吧 那我也没意见 林奈靠在巷子内 观察着小镇街道上的情况 分析道 这座小镇里的人 似乎很排斥外来者 我们几个的服饰太招人耳目了 必须得换一身行头 嗯 我赞成 花灵则点头 我觉得比赛的事情不用着急 至少我们已经通过了第一关 从弥宗阵法中闯了出来 来到了这座小镇 其他人说不定 还在那座山林里兜圈子呢 嗯 我觉得也是 林奈说 天快黑了 我们可以先找个住的地方 花灵则 如果要找客栈的话 最好找一个 可以看到小镇入口的地方 这样方便 我们观察 说不定之后 还会有其他选手来到这里 林奈 而且最好住在高楼 视野开阔的地方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需要随时观察 这座小镇的情况 花灵则 嗯 而且我提议 今晚我们三个人就住在一起 毕竟这个小镇 好像到处都充斥着一种古怪 而且我有预感 这里肯定潜藏着某种危险 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 所以我们最好晚上 还是不要分开 林奈又思索了一会 最好还是留有后路的那种房间 等我们住下之后 最好还要一起规划一下 可能遇到危险的逃跑路线 芳吾目瞪狗呆 他张了张嘴 本来也想发表一下意见 但看着身边二人 忽然觉得 自己还是别丢这个人了 林奈看向芳吾 你不准备说点什么 芳吾欲言又止 嗯 我是武将 出谋划策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就好了 林奈与花灵泽两人再次对视 两人皆沉默了一会 又是一个劲敌啊 花灵泽暗想 也不知道此人 未来是会成为朋友 还是敌人 林奈思索着 那么 就这么办吧 林奈说 芳吾 你去弄三件衣服来 随便弄点这地方的钱过来 好 芳吾正准备要去 却忽然顿了顿 古怪的转过身来 为什么是我去 林奈 你不是武将吗 芳吾 那我该去哪里弄衣服 最简单的方式 电视剧看过吗 林奈比了个手势 随即抽取三个幸运路人 打晕了拖进巷子里 扒光他们 衣服和钱不就都有了 芳吾皱眉 神情很严肃地说道 作为军人 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 这特么的是NPC 林奈都无语了 现在我作为指挥官 命令你执行命令 芳吾 好吧 看着离开的芳吾的背影 林奈捏着眉心 无奈道 她这么单纯的人 居然能够挺到第三轮 也真是奇迹 花灵则笑了笑 别小巧了她 林家芳吾 她可是储存古武术世家的传人 虽然脑子有点一根筋 但她的体术格斗能力 大概是这一届比赛之中 最强的一个 别忘了 她可是第一轮的击沙榜第六名 林奈没说话 轻轻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 芳吾把衣服弄来了 三人分别把衣服换上 林奈穿上了一身 行动方便的黑衣 看着像是古代的侠客 花灵则是一身白衣 还拿着个扇子 一看就是颇有气质 和财富的花花公子哥 芳吾穿着很朴素的灰色布衣 像是他们俩的随从 三人在小镇里绕了一圈 这次换上了当地的衣服 果然没有人再朝他们 投来敌视的眼光了 街头摊贩的叫卖声非常真实 林奈甚至都有些恍惚了 感觉就跟自己真的 穿越到了古代似的 对于其他人来说 穿越这种事可能有些离谱 但对她来说 好像穿越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本来她就是从地球 穿越到蓝星来的 也算轻车熟路 走着走着 花灵则忽然停下脚步 盯着路边 一个卖发簪视频的女孩子 直勾勾地看 那女孩很快察觉到 花灵则那毫无掩饰的目光 顿然脸上一红 羞涩地低下头去 林奈从她身边走过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悠悠地道 怎么了 这种时候 你该不会还有闲情意志 炮NPC吧 怎么可能 花灵则摇了摇头 我只是觉得 刚刚那个女孩有点眼熟 林奈笑了 我见过很多富家公子哥炮妞 都是这个开场 不只是那个女孩 花灵则沉浸道 其实我刚刚见到很多路人 都觉得眼熟 只是我记不清 在这里见到过 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只是巧合 但后来这种感觉 越来越强烈了 总觉得这街上走的很多人 好像我都在哪里见过 可能我跟他们不熟 但我确信是见过 林奈顿时挑了挑眉 刚刚她也有一瞬间 曾有这样的感觉 太阳在西边苟延残喘 已经快要坠入地平线了 小镇街道 被写一样的夕阳染得飞红 林奈说 先别想这个了 太阳要下山了 先找个住的地方 花灵则轻轻点头 嗯 三人在小镇转了一大圈 一番挑选之后 找了一家看起来比较大 比较气派的客栈 三位公子好 请问三位是要住店 还是吃饭啊 林奈 花灵则 方无三人一踏入客栈 就听见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 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笑呵呵地迎了出来 林奈一看到这人 就直接梦了 愣了好半天 老张 没错 眼前这个客栈老板 竟然跟老张长得一模一样 老张听到林奈的话愣了一下 茫然地道 哎 这位公子 怎么会知道 别人姓张 林奈醋眉 沉默深思 刚刚一瞬间 他还以为是赛事组安排的 让老张假扮成NPC了 但看眼前老板这个反应 林奈忽然又觉得不可能 嗯 老张没有那么好的眼界 花灵则也转头看了一眼林奈 询问道 怎么了 林奈同学 林奈摇了摇头 没什么 随即冲到酷似老张的老板 单单笑了一下 麻烦你给我们安排一间客房 要最大的 一间客房 老张神色古怪 你们三个人 住在一间客房 放心 银子少不了你的 林奈从袖子里 摸出一个大银钉 直接丢给了老张 老张一看银子 顿时就没开眼笑了 再无意 好好好 我马上给你们安排 随后扭头喊了一嗓子 骂道 小杨 你好了没有 怎么这么久 是不是故意偷懒啊 信不信我扣光你下月的月钱 来了来了 老板 对不起 一个青年从帘子后面 匆匆忙忙跑了出来 林奈一看这人 差点一口喷出来 这特么不杨小川吗 几位公子 快跟我上楼吧 杨小川一脸善笑着 招呼着林奈几人 林奈看了看老张 又看了看杨小川 忽然 得实在是有些出戏 差点就没绷住 一个人长得像 有可能会是巧合 这两个人 显然就不可能了 不过林奈还是装作若无其事 淡淡道 嗯 你带路吧 杨小川 好嘞 芳无跟着杨小川走上楼去 林奈和花林泽 则慢吞吞地跟在后头 花林泽低声 怎么了 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林奈苦笑了一下 说 这个客栈的老板 跟刚刚那个跑堂的小二 都跟我守夜人的队友 长得一模一样 花林泽听言 眉毛一动 随即说道 原来如此 刚刚那些街上的人 有好几个 我都觉得很眼熟 现在你一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这小镇上的人 好几个都是我以前 同一个学校的同学 或是家里曾经雇佣过的佣人 不过很多都不熟悉 只有过一面之缘 所以才说不出他们的名字 林奈心想 原来是这样 现在她有点明白 这个小镇是怎么一回事了 看来 这座小镇的居民 都是我们这些选手 以前见过的人的平行世界分身 林奈如此说道 看来是这样的 花林泽说着 忽然又想到什么 对了 刚刚跟踪我们的那几个人 他们去哪了 林奈知道花林泽是说 那几个基因公司的选手 耸了耸肩 不到啊 刚刚在山林 巡路走出迷宗镇的时候 我在一路上 走丢了吧 虎 虎哥 一个基因公司的学生 眼看着天快要黑了 忍不住道 你确定这条路没错吗 这要是到了晚上 我们就更难找到出去的路了 我哪里知道 虎熊咬牙切齿 他没想到 这个林奈居然这么狡猾 林奈肯定是早就已经发现了 他们的跟踪 才会在一路上 留下了那么多陷阱符 害得他们被陷阱符 弄得浑身是伤 现在还跟丢了 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 都先不要慌 虎熊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只是障眼法而已 我们只要不让脑子被眼睛影响 就能够走出去 可是我们跟着您走了这么久 也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呀 身后的学生 小声嘀咕了一句 这个时候 另一个学生看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忽然大叫起来 虎哥 你看 虎熊听言 睁开了眼睛 只见那座熟悉的小镇大门 出现在不远处的地方 哈哈 你们看看 我就说了 跟着我走 绝对没有错的 虎熊笑了 摆了摆手 走 这下到终点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太慢 肯定是在两百名之内的 嗯嗯 身后的几个学生 也都很有信心 毕竟这个迷宗 阵法这么困难 连灵奈和花灵泽 他们要解开 都花费了一番功夫 其他人肯定也不会 那么轻易解开 虎熊一干人 还完全没有 察觉到小镇的怪异 开开心心地进入了小镇 还骄傲地昂起头颅 一副斗圣归来的公鸡的模样 然而一走进小镇 走到大街上 他们才完全呆住了 热闹的街镇 摆摊叫卖的商贩 来来往往 穿着古代服饰的路人 虎哥 这里是哪里啊 一个学生瞠目结舌地问道 怎么回事 虎熊皱着眉头 打开了自己的系统地图面板 地图上显示的位置 并没有错误 只差一点点 就要终点了 可是 这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副样子 这些穿着古代衣装服饰的人 又是从哪里来的 虎熊一脸猛逼 甚至他下意识以为 自己是来到了某个古装cosplay机会街 但想想又不可能 夜城郊区这一片的山林 因为全国新生赛的缘故 全部都被封锁了 还设下了结界 普通人根本进不来 怎么可能会有人在这里 搞什么古装cosplay机会 这个时候 太阳已经下山了 遥远山头的最后一点血红夕阳 已经被山头吞没 小镇里完全没有任何现代设施 夜幕刚已降临 无尽的黑暗笼罩了整个世界 很多街道上摆摊卖东西的摊贩 也都准备收拾回家了 不好意思 问一下 一个学生拦住了一个路人 这里到底是哪里啊 那个路人缓缓转过头来 毫无表情地望着他 那是一张看起来毫无血色的脸 在这样的环境下 更显得阴森 学生愣了一下 看着那人的脸 好像认出了他 江涛 你不是上一轮就被淘汰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 江涛并没有应声 他的身子完全转过来 死死地盯着这个学生 你是外来人 原本嘈杂的小镇街 立刻安静了下来 附近所有路人证明 都停下了手头的事 纷纷朝虎熊他们 投来阴侧侧的目光 还有一些人 还从猪肉摊子里 抽出了踢骨刀 虎熊终于察觉了 这些人的不对劲 煞时间汗毛倒数 身体一下子紧绷起来 警惕地握紧了拳头 江 江涛 你怎么了 之前那个学生还没反应过来 被江涛的模样 吓得后退一步 怯生生地问道 他们是外来人 外来人又要来抢我们的东西了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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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那些镇上的民众 一察觉到虎熊他们是外来人 原本脸上热情洋溢的笑容 这个就如同没有灵魂的形式走肉一样 面无表情 嘴里还喃喃着 毫无感情波动的话语 所有人都朝他们包围了过来 虎 虎哥 几个学生背靠背地站在一起 看着包围上来的这些古代镇名 都被吓坏了 虎熊眼神一沉 他现在也意识到 眼前这个不寻常的情况 大概是跟这一轮的比赛有关了 不过 他并没有从这些人身上 感受到魂力波动 找死 虎熊爆发了体内的魂力 5.8级的实力 展露无遗 魂力凝聚成形 仿佛真的有一头猙獰凶残的老虎 在他身后立了起来 只听他发出一声如猛虎般的狂吼 魂气向四周震荡开来 啊 那些古代镇名全都被这股强劲的魂气 冲击撞飞出去 一个个的惨叫着 全都摔出十几米远 有的摔在地上 还打了好几个滚 就如同被汽车撞飞一样 有的比较惨的 撞在大树上 墙上直接啪击一声 流下了一滩血泥 有的撞断了手腿 被魂力的气浪一路推出去 可以清晰听见 骨头断碎的咔嚓声 不自量力 虎熊冷冷扫尸了一圈四周 原本以为 这些诡异的镇名会有什么威胁 结果这些人好像都是一帮普通人 甚至连一级超凡者都不是 你们不得好死 一个躺在血泼里的镇名气若犹斯的抬起头 伸手指着虎熊 圣女会审判你们这些罪恶的妖魔的 说完 他便眼睛一闭 像是死去了 提示 你杀死了镇名 星号33 提示 你的罪恶值 加33 虎熊看到眼前系统面板给出的提示 微微醋眉 其他几个学生 纷纷围了过来 虎哥 这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啊 咱 咱们这是杀人了吗 虎熊冷横 杀什么人 这些家伙 无非就是一群NPC而已 NPC 几个学生都愣住了 你们还没看出来 虎熊走到一个尸体的旁边 用脚将他翻了个身 这个长得跟江涛一模一样的人 他的体内没有一点魂力 就是个普通人 很显然 他不是真正的江涛 有一个学生反应了过来 立刻道 虎哥 你是说 这个小镇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赛事组故意给我们设下的关卡难题 肯定是这样了 虎熊沉沉地道 否则我想不到什么别的原因 我估摸着 这里应该就是一个类似游戏里的场景 而我们 就是玩家 必须从这个场景里走出来 才算通过这一关 几个学生听言 都恍然大悟 刚刚那些镇名 还真是诡异啊 一个学生神色复杂 前一秒还好好的 后一秒就好像鬼附身了一样 真是怪恐怖的 有什么好恐怖的 所有的恐惧 都是来源于火力不足 另一个学生撇了撇嘴 这些人的战斗力这么弱 根本不用怕吗 你 你们看 又一个学生突然惊叫起来 指着那些镇名的尸体 只见那些原本死去的镇名尸体 竟然一个个又动了起来 他们的手脚 好像不受关节的限制一样 不规则地扭动着 最终一个个缓缓从地上爬起 复活的镇名身上 还沾满了血 面无表情 宛若丧尸 外来者 杀了他们 杀 虎熊心头咯噔的一下 因为他察觉到 这些复活的镇名 不只是普通的复活了而已 刚刚这些镇名的身上 没有任何一点魂力能量反应 就是一群纯粹的普通人 而现在 这些镇名的身上 竟然涌出了黑色的魔器 而且 魔器的强度等级 已经达到了斜碎级别魔艺的标准 这些镇名 他们被魔化了 一个学生惊愕地说道 虎熊面色一沉 握紧了拳头 哈 那些复活的魔化镇名 发出行尸走肉一般的嘶叫 全都再次朝虎熊他们蜂拥而来 无法 虎尸吼 虎熊再次使用无法 将那些镇名震飞了出去 以他5.8级的实力 这些斜碎级别的魔化人 依然会被他轻易震飞 不过这一次 那些魔化的镇名 显然没有直接被杀死了 他们亮亮呛呛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再次嘶吼着 展开了第二轮的围攻 虎熊低声骂了一句 身体缓缓倒在地上 再次被他杀死了 客栈 某个房间内 林奈 花灵泽 方无三人 在这里住下 房间只有一张大床 不过三人都不是挑剔矫情的人 哪怕是花灵泽 也没有那些大少爷矫情的通病 晚上随便打个地铺就行 花灵泽在房间安顿好之后 便拿着一个望远镜 站在窗口 一直在观察外面小镇的情况 他们挑的这个房间事业极好 这座客栈 基本可以说是这个小镇最高的建筑了 从这里的窗户 完全可以观察到 客栈四周大部分街巷交叉路口的情况 还可以清楚地看见小镇的出入口 我看见了几个熟人 花灵泽拿着望远镜 忽然这样说道 哦 方无好奇 是谁啊 是这次比赛的其他选手 基因公司直属学校的几个学生 花灵泽拿下望远镜 他们与小镇上的阵明发生冲突 已经打起来了 真的 方无一听 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 拿过望远镜 我看看 林奈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实际上 他已经开启了灰明之铜 正在观察整个小镇的情况了 他发现 这座小镇上的那些镇明 他们身体里 都拥有淡蓝色的灵魂 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 无论他们是不是NPC 至少他们在这个世界里 不是空壳的傀儡 而是活生生的人 林奈也看到了虎熊他们 认出了就是之前在山林里头 一路跟踪他们的那几个家伙 这些人还真是莽撞啊 林奈在心中暗暗苦笑 方无拿着望远镜认真的看着 看了一会 南南道 真是其他选手 那个长得虎背熊摇的学生 我知道他 他是基因公司的虎熊 第一轮的成绩 在前30名之列 实力也算不错 看来除了我们之外 其他所有的选手 也都是被穿越到 这同一个世界的吗 有可能吧 花林泽笑笑 而且 除了基因公司的这一批人之外 我还没有发现 其他参赛的选手 说不定 我们是第一批通过山林的 迷宗阵法 来到这个小镇的人呢 是这样的话就好了 方无松了口气 毕竟这一场比赛是竞速赛 他一直很担心 如果没能达到前200名 不能晋级就糟了 现在看来 他们的进度 似乎还是非常领先的那一批 林泽心里暗想 那些镇民果然不对劲 被基因公司的那些选手杀死之后 似乎被某种力量给附身了 竟然出现了魔化复活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暂时按兵不动的好处了 如果刚刚在街上的时候 再没有掌握情报 没有了解清楚 这座小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前提下 贸然跟那些镇民发生冲突 恐怕这个时候 被整座小镇的镇民围攻的人 就是他们了 那些镇民 居然被杀死之后还能复活 芳吾看着望远镜 惊讶地道 而且他们复活后 为什么看起来 好像都被魔化了一样 不仅如此 花灵则瞇了瞇眼 按目前的情形来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些镇民每一次复活 魔性应该都会变得更强 不会吧 芳吾听到这话 皱紧眉头 要是这样的话 这座小镇不是很快就会 是的 林泽抱着双臂 淡淡地补充道 按照虎熊他们的做法 他们再这样杀下去 整个小镇的镇民 都会变成一群 等级极高的魔化人 直到他们 被这些升级魔化的镇民 围剿杀死为止 芳吾听后 神色顿时紧张起来 握紧了双拳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芳吾放下了望远镜 回头看着林奈和花灵则 我们要不要去阻止他们 林奈却一脸无所谓 躺在躺椅上 翘起了二郎腿 有什么好阻止的 他们既然如此莽撞地 在小镇里到处杀人 就让他们玩去呗 芳吾担忧 可是照他们这样杀下去 这座小镇的镇民们 不是很快 全部都要变成魔化人了 而且等级 还会越杀越高 到时候连我们都会被他们牵连 很难过关了 林奈笑了笑 指了指 身上穿的古装黑衣 我们又不是外来人 为什么会被他们牵连 芳吾愣住 你是说 林奈枕着一条手臂 淡定地说 这些镇民只会对外来者下手 而现在 我们对他们来说是自己人 又怎么会被牵连呢 花灵则听言 也露出了轻松的笑意 说得对 芳吾神色复杂 虽然他觉得林奈说的 好像有一番道理 但是 那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 芳吾有些无奈地问 林 看了他一眼 只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睡觉 虎哥 这些家伙又复活了 金银公司的几个学生惊恐地发现 好像有越来越多的魔化阵民 跑了出来 夜幕之下 黑暗的小镇 只有几个挂在路边屋檐的血红灯笼 作为照明 他们疯狂涌来 那画面 真像是某些古代僵尸游戏的场景 虎熊也冒出了层层冷汗 这些镇民本身并不可怕 关键是他们根本杀不死 而且还不怕死 而且每次杀死他们 他们都会得到更强的魔化之力 渐渐地 已经从一开始的邪祟级别 升级到了痴魅级 甚至有一些 已经在往亡两的级别进化了 马德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虎熊又一众拳击出 打飞了一个镇民 提示 你杀死了镇民星号1 提示 你的罪恶值加1 虎熊也不知道 这个不断弹出来的罪恶值 到底有什么用 骂道 咱们得离开这儿 其他几个人 也早就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 虎哥 这些镇民好像对咱们的怨念和恨意 越来越深了 废话 换你被杀这么多次 你他妈怨念也深 虎熊说着 掏出了两个烟雾弹 往地上一丢 白色烟雾一下子一散开来 撤 虎熊吼了一句 然后便带着其他五人一起撤离 然而那些魔化人镇民 好像并不受迷雾的影响 仍然向他们追来 罪恶深重的外来者 你们跑不了的 圣女会处死 你们这些可恶的妖魔 等着接受圣女神圣火焰的进化吧 半夜 芳吾躺在地铺上 呼呼大睡 林奈在躺椅上 忽然睁开了眼睛 一头暗影魔狼 犹如一道幽影 从窗外鬼影一般钻了进来 乖乖来到林奈的身边 怎么样了 说说吧 林奈轻轻说着 暗影魔狼在林奈的旁边低下头 但她看起来并没有开口说话 可林奈却好像已经领会到了 她想要说什么 圣女 林奈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 她来 这个小镇里还潜藏着某个boss 八成就是这些镇民口中的圣女 这个圣女 会不会就是通过这一关卡的关键所在 果然啊 我就知道 花灵泽的声音忽然传来 林奈愣了一下 回头一看 原来花灵泽也醒了 你说是睡觉 果然还是在偷偷收集情报 花灵泽一脸玩味 林奈笑了 那你呢 你不是也没睡 花灵泽 是啊 身处于这样的环境 又怎么可能睡得着呢 说着 她抬起一根食指 一个指鸽子 立刻从窗外飞到了她的手指上 哈 嘟噜 芳无清朗的呼噜声 从地铺上传来 林奈花灵泽 嗯 其实有的时候人单纯点也挺好的 林奈看了一眼熟睡的芳无 如此感慨 花灵泽耸肩 谁说不是呢 林奈回过头 所以你那边得到的情报是什么 花灵泽抚摸着停在手上的指鸽子 应该跟你一样 虎熊他们 已经杀了很多镇鸣了 估计他们已经彻底 被这座小镇上的人给恨死了 有一些魔化镇鸣 在被他们反复杀死之后 已经进化到了亡两级 对了 那些魔化镇鸣口中的那个圣女 你认为会是什么人 林奈想了想 八成是这一关的大boss吧 嗯 花灵泽点头 又用手指勾了勾指鸽子的头 可惜了 我刚刚派出鸽子 本来想让他寻找一下 她的侦察能力 估计还有解谜的能力 林奈抓起旁边桌子上 果盘里的干果 往嘴里丢去 不然的话 咱们现在早就通关了 说的也是 花灵泽走到窗台边 望着外面小镇的夜景 然后 她那万年不变的淡定轻松的表情 顿时就呆滞住了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林奈奇怪 你怎么了 花灵泽的表情变得很是复杂 沉默半天才再次缓缓开口 自己过来看吧 林奈一脸疑惑 从躺椅上翻身下来 来到窗台边 林奈看到外面的小镇 瞪大了眼睛 怎么回事 她记得 这座客栈原本的位置 是在小镇的大门口旁边 他们之所以挑选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 这里可以随时观察到 小镇出入口的情况 而现在 小镇的大门居然不见了 而且 整个小镇的面积 就好像直接放大了几百倍呀 林奈一眼望去 全是密密麻麻古色古香的 各式古代房屋建筑 在夜幕之下虽然寂静 却显得格外繁荣 根本看不到尽头 也看不到边界 这已经根本不是一个 小镇该有的大小了 如果放在古代 这起码是一个京城的面积 这特么是怎么回事啊 林奈五指下意识 捏紧了窗台的窗框 花灵泽苦笑摇头 我估计 咱们现在就是想要出城 离开这里 都不是那么容易了 林奈沉默了半想 随即 她拿起了黑衣外套 你去哪 花灵泽问 这种情况 你难道还坐得住 林奈瞥了她一眼 扣扣扣 这时候 有人来敲了他们的房门 林奈和花灵泽 皆是同时警惕起来 谁 门外 传来老张轻轻的声音 几位客官 你们睡了吗 林奈和花灵泽 互看了一眼 林奈去打开了门 老张那张油光水滑 一点笑意的脸庞 在昏暗的烛灯下 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手中捧着一个烛灯 在黑暗中 跳动着微弱的火焰 老板 林奈顿了顿 试探地问 有事吗 没什么 我就是想来提醒一下几位客官 今夜最好不要出门 尤其是凌晨之后 千万不要离开房间一步 老张笑呵呵地说 有几个外来者闯入了小镇 今夜城镇内肯定会非常危险 林奈心想 老张说的外来者 恐怕就是虎熊他们了 难怪 林奈顿了顿 刚刚我听到外面有打架的声音 因为就是那些外来者干的吧 老张 是的 镇上有许多人都被他们打伤了 那些外来者 简直就是一群可恨的妖魔 林奈尽力装作本地人一样 跟老张聊着天 那镇民们都没事吧 没事 大伙都受圣女的庇佑 那帮妖魔终究是低等的邪门之物 他们伤不了 我们有着圣女祝福的肉身 老张依然咧着一嘴笑意 他们罪孽深重 圣女一定会在今夜好好惩处他们的 林奈 我知道了 谢谢老板你的提醒 那我就不打扰 几位休息了 老张黑黑笑着 退了出去 林奈关上门 看来那些镇民口中的圣女 今夜就会出现 花灵则问 你怎么看 林奈表情严肃 压低声音 把芳吴叫醒 快走 离开这里 嗯 花灵则疑惑 为什么 刚刚那个老板 明显就是在试探我是不是本地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 他在试探 我们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林奈沉沉道 我应该八成是漏线了 毕竟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这间客栈已经待不下去了 赶紧把芳吴叫醒 我们撤 花灵则深深看了林奈一眼 点了点头 好 不用叫了 芳吴从地上挺身起来 淡定地穿好衣服 赶紧走吧 林奈疑惑 你什么时候醒的 刚刚老板敲门的时候 芳吴说 作为一个士兵 在睡觉之前 我就跟自己的脑袋下过指令 无论我睡得多沉 哪怕是外界 有一点不对劲的动静 我都会醒过来 接着 他又撇了撇嘴 我承认我的脑子没有你们好 但你们也不要把我当成笨蛋 林奈笑了 也是 毕竟是晋级到第三轮的人 如果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 基本上第二轮就淘汰了 那好 我们走吧 林奈说 可是 我们去哪啊 芳吴担忧地问 咱们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一轮的终点 对这一轮的内容 也是一头雾水没有头绪 现在连退路都被封断了 我们连这个小镇都走不出去 而且刚刚那个老板不是说 凌晨以后外面会很危险吗 林奈叹息 那也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三人穿好衣服 离开了客栈 当然不可能从正门下楼离开 而是跳窗离开的 在林奈 花灵泽 芳吴三人走后 房间的门又一次嘰呀一声 被轻轻推开了 老张从外面 提着竹灯走了进来 看了看空荡荡的床铺 和空荡荡的地铺 姚蚁 面无表情 林奈 芳吴 花灵泽三人如三道黑色缩影 在古代城镇四通八达的街道 快速穿梭 白天热闹繁华的城镇 如今连一个人都没有 连生狗叫都听不见 一路过去的房屋 连一盏亮的窗户都没有 路上只有挂在一栋栋屋檐下的 血色灯笼那点微弱的灯光 还有悬在天空的那轮圆月 足为照明 这也太安静了 房屋鸭低声音 比我那乡下老家的 晚上还要安静 真是诡异的地方 林奈观察四周 问道 花灵泽 现在几点了 花灵泽抬起手腕一看 还有十二分钟 就到凌晨零点了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一个冷力的女生传来 林奈三人打了一个机灵 林奈回头一看 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林与希一身古代寻补 仿女补头一样的装扮 腰间还夸着一柄长长的佩刀 眼眸清冷地望着他们 与希 林奈愣了愣 花灵泽看她 你又认识 林奈 嗯 还是跟我守夜人 同一小队的队员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林与希眼神一沉 手放在腰间的 佩刀握柄上 林奈眼珠子一转 立刻装出一副 跟对方很熟络的样子 一本正经瞎编道 与希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林奈啊 如果是正常人 一听林奈这话 一定会下意识地去回忆 林奈是谁 我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人 然而 眼前的林与希 显然不是正常人 林奈 林与希听到这个名字 脸上露出了诡诀的笑容 我就知道 这个时间会到街上来的 肯定不对劲 你们 果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林奈 芳吴 花灵泽心里 都顿时咯噔的一下 看来 林奈又有什么地方说漏嘴了 不是 林奈还不死心 想要强装到底 你真不认识我了 我是你家隔壁的那个呀 小时候 我们还在一起玩来着 呵呵 林与希冷笑 我当然认识你 但是 林奈明明已经死了 死了的人 又怎么会在这座小镇出现呢 林奈眼瞳顿时放大 这个世界的林奈 死了 还敢说 你们不是外来者 林与希抽出腰间的佩刀 抓住他们 话音刚落 四周黑暗处 不知道又从哪里 跳出来十几号人 林奈余光一眼扫去 好家伙 唐红山 丁子 阿光 阿南 甚至还有楚梦瑶 徐巧琳 全个么的 都是熟人 抓住他们 唐红山等人 一个个全都抽出指刀 朝林奈 他们围攻而来 林奈感知了一下 唐红山他们的实力 都保留了 原有的魂力等级 六级的唐红山 四级的林与希 五级的丁子 阿光 阿南 喂 林奈 方无见到这十几号人 围攻而来 顿时紧张道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林奈眼神一沉 杀 丁 林奈握着白叶 正面架住了 唐红山一记指刀 唐红山的这一刀很重 他的力道很强 作为六级武者 他的身体属性 几乎可以直追普通的七级 林奈向后横移出数米 花灵泽和方无 也已经跟其他人交战了起来 唐红山乘胜追击 直刀斩出一道光弧 向林奈斜斩而来 这一刀的速度极快 如同一道青色闪电 不过 林奈的速度更快 他施展出鬼影布 身形看似未动 却已经一个横移挪开了数米 在原地留下一道道弥宗鬼影 唐红山的刀从鬼影身上切了过去 斩了个空 似乎愣了一下 林奈的身形带出一道道鬼影 已经急速闪烁来到唐红山的身后 手中的镰刀正要斩向他的腰间 但他这时一想 这些家伙如果死后 肯定又要复活 他忽然停了手 抬脚狠狠踹在唐红山的背上 将唐红山踹得一个裂剪 花灵泽和方无 已经干掉了周围四五个敌人 提示 你杀死了镇明星号二 提示 你的罪恶值加二 罪恶值 花灵泽微微醋眉 这是什么东西 那些敌人倒地之后 很快又复活站了起来 并且身上散发出魔物的气息 林奈开启灰明之铜 他发现 除了眼前的唐红山他们之外 四面八方已经有更多的敌人 再朝这边涌过来了 而且 林奈抬头看了看天空的圆月 已经快要凌晨了 五技 破甲连弓 方无一翻拳脚 又打倒了两个人 他的职业序列是27兵道之王 使用的五技 也是一系列的军用格斗术 擅长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对手 但这一次的敌人根本打不完 刚刚打倒一批 又很快会再次站起来一批 花灵泽的战斗方式 则更显浪漫 他的身姿潇洒 动作飘逸 每次遭遇攻击 身体就会变成万千花瓣 四散而开 然后又在机米之外的地方汇聚 同时还控制着这些花瓣 攻击着那些疯狂的敌人 花灵泽一边应付着敌人 一边还有空拿出怀表看时间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三 二 一 凌晨零点了 花灵泽抬头一看 凌晨一到 小镇内所有挂在屋檐的血色灯笼 在一瞬间全部熄灭 这一下子 真的彻底失去了 唯一的照明光亮 悬在天空的圆月 变成了血月 同时 空气之中一层血蒙蒙的东西 笼罩而来 小镇的所有一切事物 仿佛都被蒙上了一层血色的面纱 然后 林黛他们就看到 地面 树木 房屋 石牌楼 一切的一切 好像都染上了一层 粘稠恶心的血浆 同时 这血浆还在不断沸腾冒跑 整个小镇 在一瞬间变得 面目全非 房屋瞪大眼睛 这是怎么了 林奈沉沉地道 道凌晨了 接着扭头一看 唐红山他们 唐红山 林雨昕 丁子等人的身体 也纷纷都发生了疾变 魔化之力 在他们的身上逐渐加强 一直提升到了王梁的等级 花灵泽倒吸了一口凉气 撕 哪怕是一头王梁 他们恐怕都 难以对抗了 更不要说这么多头王梁 林奈毫不犹豫 双手合十 王林召唤 只见她的脚下 闪烁出一道道阵法 几十头暗影魔狼 石石鬼 骷髅魔狼 被她召唤了出来 想着能拖延一下就拖延一下 然而林奈想多了 她召唤的这些 都是一群斜碎到 痴魅级别的魔物王林 跟王梁级别的魔物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群小学生 跟大学生的区别 唐红杉全身沐浴 在黑色的魔器之中 手持一柄直刀 随便几下 就将那些亡灵生物 轻松斩杀 很快 她来到芳吾身边 一刀斩来 芳吾反应迅速 一记空手接白刃 双手接住了 唐红杉这一斩机 不过这个时候 林雨昕和丁子 都纷纷从身后偷袭而来 扑哧 扑哧 两柄长刀 从芳吾的后背 刺穿进她的身体 从她的胸前穿透而出 芳吾瞪大了眼睛 低下头去 不可思议地望着 自己被刺穿的身体 浑身颤抖起来 扑哧 林雨昕和丁子 都将长刀拔出 而芳吾捂着胸口的鲜血 无力地跪了下来 最终缓缓闭上了眼睛 倒在地上 失去了意识 林雨昕面无表情地 走到她的面前 抬手一挥 便有一团黑色 如丝茧一样的东西 将芳吾包裹了起来 林奈和花灵泽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想要救人 已经来不及了 怎么办 花灵泽看向林奈 林奈隐隐握紧了拳 眼神沉了下来 没办法 看来是没得救了 我们赶紧撤 花灵泽 嗯 然而话刚说完 一股无形的恐怖压力 笼罩在两人的身上 林奈和花灵泽 一时间都感觉身上 仿佛被压了千斤的大山 当场被压倒在地 林奈握紧白叶 当得一声插在地上 用白叶当作拐杖 强撑着没有倒下去 花灵泽就有点惨了 这家伙终于没有办法 一直保持那风度翩翩的气质了 被那无形的威压 狠狠地按在地上 呈现一个大字形贴在地面 连手指都没办法抬起来 林奈咬牙按道 好重 唐红杉 林雨昕 丁子 阿光 阿南等人 此刻好像见到了什么特别神圣的东西 纷纷昂起头来 一脸虔诚的模样 圣女 圣女降临了 圣女来惩处这些罪恶的妖魔了 圣女 林奈听言 也努力地抬起头来 这一看 她就震住了 夜晚 只见一个俏丽无双的身影 全身裹在一个宽大的黑色袍子之中 宛若一个魔道仙子一样 飘然而至 从天而降 是的 这群证明口中的那个圣女 竟然就是夜晚 林奈一脸呆滞 花灵泽望着夜晚 微微一愣 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圣女 好强的威压 根本动不了了 不过 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 林奈 夜晚从空中飘然而至 一袍随风飘涌 落在林奈他们的面前 眼眸心红 面容轻浪 花灵泽见过一次夜晚 就是第一次跟林奈见面的时候 这不是之前在你身边的那个女孩吗 花灵泽扭头问 林奈 呃 只见夜晚冷冷望着林奈和花灵泽 什么话都没说 缓缓抬起纤细的五指 一缕缕黑暗之气 便汇聚而来 缠绕在他们的身上 花灵泽见状 知道这个时候 再不奋力反抗一下 恐怕就再没机会了 只见砰的一声 她的身体化作无数散开的花瓣 向四周飘散而开 通通包裹其中 最终 花灵泽在那些黑气的压迫下 无可奈何地又现出了真身 最终被黑气缠绕包裹在地上 再也无法动弹 林奈折舌 看来 无论是在现实世界 还是在这个世界 夜晚的实力都是那般的离谱 夜晚这次看向了林奈 在她的威压之下 林奈居然还没有彻底倒下来 依然靠着一柄白色镰刀强撑着 你是第一个 抗住我威压的外来者 夜晚面无表情地冷冷开口 有趣 林奈撞她笑了一下 还有更有趣的 你要看看吗 说着 林奈的眼瞳赫然变成了银灰色 神术 灰明之童 夜晚的表情一直很平静冷漠 直到林奈的那双眼睛亮起 她那永远如止水样平静的双眼 才终于有了一丝波澜 这是什么 夜晚感觉到自身的力量 居然被她吸了过去 吸染的眉毛微微促起 林奈趁着这时 愤然抱起身体 召唤出了雾神 施展出白雾 白色的阴晕迷雾 很快扩散开来 而林奈的身影 没入迷雾之中 渐渐消失 等到夜晚回过神来的时候 林奈的身影 已经在迷雾之中不见了 圣女大人 给那家伙逃了 唐红山等人 也被林奈刚刚释放的 灰明之童所影响 这会儿才缓过神来 我们去追她 算了 夜晚抬手示意 他们不必追击 然后指了指地上的花灵泽 和芳无二人 把他们两个先抓回去关好 唐红山等人恭敬的道 是 一个阴暗的空间里 虎熊吃力地缓缓睁开眼睛 我 没死 他记得 之前他们被一群魔化阵明围剿 本想暂时先逃出小镇避避风头 没想到这个小镇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变大了好几倍 根本找不到出口在哪里 最后就被那群疯狂的魔化阵明抓住 他睁开眼睛 仔细看了看他身处的这个地方 像是一个影毛 除了他之外 其他几个基因公司的学生 也都被关在这里 被黑色如碱丝一样的东西包裹着 捆在墙壁上 虎哥 你醒了 一个声音传来 虎熊转头 见另外一个学生也已经醒来 嗯 虎熊哼吃了两声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受死了 不知道那学生有些担忧 话说虎哥 那些疯子镇明抓住了咱们 为什么不直接把咱们杀了 他们 他们不会是想拿咱们当祭品之类的吧 我乃知道 虎熊倒 这座小镇的镇明精神状况 显然都不太正常 虎熊觉得 这里的人 好像都被洗脑的邪教徒一样 根本不能用常理来推断 知呀 这个时候 隐牢的门被打开了 又有两个人被丢了进来 是花灵泽和方无 两人都像虎熊他们一样 被人用黑暗的剪丝牢牢捆死 挂在了墙上 都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 洗清你们的罪念 丁子如此留下了一句 便转身离开了 花灵泽和虎熊对视了眼 哈哈哈哈 虎熊大笑起来 这不是京都花家的大少爷 花灵泽吗 你这个不可一世的天才世家子弟 怎么也被抓到这种地方来了 花灵泽瞥了他一眼 并没有搭理他 原来这些人也没有死 看来那些镇鸣 虽然会不断攻击外来者 却不会直接杀死外来者 虎熊见花灵泽没有理会他 撇了撇嘴 自讨了都没去 方无面色苍白 这时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好疼 这是哪 花灵泽感到有些诧异 方无 花灵泽问 你没死 我当然没死啊 方无苦笑 刚刚我被那两人用直刀 从背后刺穿身体 但他们并没有刺中我的要害 就是身体被穿了两个窟窿而已 花灵泽没说话 沉默了下来 若有所思 刚刚林雨昕和丁子两个人偷袭 按理来说不可能失手才对 但他们还是并没有直接杀死方无 这么说 这些人是故意留守不杀死外来者的咯 林奈助力在小镇某座房屋的瓦片屋顶之上 这座房子 可以说是整个小镇最高的一座房子 可以看到很远地方的布局 林奈开启了灰明之铜 透视扫描着周围的一切 很快 他就找到了花灵泽和方无被关押的位置 虎熊他们居然也在 而且 方无居然也没有死 林奈微微醋眉 这一关 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到底怎么样才能过关呢 林奈再次打开了系统的地图 他微微一愣 在地图面板上 显示终点的那个红点 闪烁得比白天时候更厉害了 林奈摸了摸下巴 难道这一关 必须要在凌晨之后才能通过 刷 一道破空之音忽然传来 林奈听力抄群 立刻弯腰闪避 一柄飞刀从他腰间飞过 插在旁边的屋檐上 刀柄还由于力道 发出阵阵微颤 咯咯咯咯 反应挺快的嘛 一个阴瑟瑟的声音传来 林奈转过头 冷冷盯着身后偷袭他的人 你还真是阴魂不萨啊 白辽 白辽的身影跃上屋顶 手指间玩弄着一把小匕首 仍旧是那一副轻浮的表情 没想到 咱们又见面了 看来我们 还真是有缘 林奈 你还真是甩也甩不掉的狗皮膏样 白辽舔了舔舌头 嘿嘿 多谢夸奖 林奈 话音落下 白辽二话不说 如一道缩影般 持起匕首 便向林奈攻来 林奈也毫不废话 亮出白夜 定 当 两人在屋顶间迅速交战几轮 在夜幕下 只能见到两道黑影 不断交替闪烁 不时碰撞出剧烈的火花 但这样的战斗产生的动静 很快就吸引来了 镇上许多魔化人的注意 无数魔化人朝这边汇聚过来 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就感觉不对劲 这声音 到底来了多少人啊 他开启灰明之铜 双眼四下一扫 这不扫不要紧 一眼扫去 林奈心头顿时咯噔的一下 卧槽 怎么这么多 在林奈银灰色的透视视野中 附近 至少有好几百号魔化人 正朝这边包围过来 不 不只是人 还有很多形状明显不是人形的 机变怪物 这些魔化阵明 早都不知道 已经变异成什么东西了 看着好似野兽 又好像根本不是野兽 这些魔化人还有怪物 似乎原本是来追白疗的 但现在 林奈一时间 好像有点知道 白疗想要做什么了 只见白疗一刀再次挥刺而来 被林奈用白叶格挡 好 碰 一只巨大的带着鲜血的爪子 攀上了屋顶 很快 一头不可名状的恐怖魔化怪物 爬了上来 这头魔化怪物 明显是那些证明魔化变异而来 他的脸上 还带着些许人类的痕迹 至少他还拥有人类的眼睛和鼻子 那是一张悲痛的哭脸 让人看着毛骨悚然 同时 他身上的血肉器官 已经完全扭曲在了一起 四条用于爬行的腿 也早已不是人类腿的形状 完全变成了一种不可名状之物 其他魔化阵明 也很快通通地爬上了屋顶 朝着林奈和白疗他们 嘶吼狂奔而来 嘿嘿 那么 这些凡人的东西 就交给你来解决了 白疗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 翻动匕首一弹 便拨开了林奈的武器 接着 他的身体向后倒翻 从屋顶跃了下去 掉落进影子里 身体慢慢陷入影子之中 林奈心道果然啊 这家伙就是想来个祸水东腻 借刀杀人 他朝四下一看 房屋下的地面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魔化人所挤满了 简直就好比生化电影里的丧尸围城 好 那头巨大的魔化怪物 已经冲到林奈的面前 巨大的燃血爪子狠狠拍来 在林奈的身上盖上一层黑影 林奈灵巧地往旁边一躲 这一爪子拍在瓦片屋顶上 屋顶就如豆腐一样 轻而易举地被怪物的爪子 碾成了碎粉 白聊看到这一幕 露出笑意 祝你好运哦 再见 说完 她的身体完全钻入影子之中 然后借助影子快速逃走 林奈落在另外一个屋顶上 周围那些爬上屋顶的魔化人和怪物 已经再次包围了过来 林奈毫不犹豫 握紧白叶 凝聚魂力 魂技 银月斩 白叶划出银沙般的白光气刃 从好几头魔化阵鸣身上划过 穿透了他们的身体 一排的魔化阵鸣 发出啊的一声惨叫 然后纷纷倒下了 林奈知道 就算杀死了这些家伙 他们也很快就会复活 而且魔性还会变得更强 但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提示 你杀死了阵鸣信号八 提示 你的罪恶值 加八 林奈心道 罪恶值 这是什么东西啊 正当林奈思考的时候 那几个死去的魔化阵鸣的尸体上 又飞出了一个灵魂一样的东西 飘荡了过来 最终被林奈手中的白叶吸收 提示 对了 白死神可以收割所有魔物和神医的灵魂 但眼前这些人 其实也还算人类 只是被魔化了而已 这些魔化人也算是魔物 林奈的眼睛顿时一亮 早说啊 好 那头巨大的魔化怪物 再次飞跃到林奈的面前 庞大而肥胖笨重的身躯 如同一口臃肿的破步麻袋 但却又十分的灵活迅捷 与他那看似沉重的体型十分不搭 林奈眼睛一眯 他的身形跃起 巨大的镰刀电光火石般横扫而过 刷 他把怪物的腹部切开 仿佛麻袋被切开了一道口子 黑色恶心的液体煞食溅洒而出 呜 怪物痛呼一声 沉重坠落在屋顶 将脆弱的砖瓦房屋整个压塌了下去 就像在整条小镇街道上响彻回荡 提示 你的罪恶值加一 提示 你收割了灵魂 你的灵魂点数加一 果然可以 只是令林奈有些疑惑的是 为什么这次显示的是灵魂呢 以前 好像是灵魂吧 不过这个时候 林奈也顾不着想这么多了 周围的魔化人已经再次围了上来 林奈再次使出银月斩 荧光气刃所扫当过之处 再次倒下十几号魔化人 而且 林奈仔细一看 刚才那几个被他斩杀的魔化人 被他收割了灵魂之后 果然没有再复活了 原来如此 林奈露出笑意 他从房屋上跃下 稳稳落地 周围那些无脑的魔化阵明和怪物见状 依然纷纷汹涌而来 宛若疯狂的丧尸 林奈看了看四周 源源不断汹涌来的魔 怪物 好吧 说起来 亡灵之海也好久没有新的客人了 既然你们都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来做客 那我怎么好意思拒绝 现实事件 天眼市 季老和孙元帅 在张助理的陪同下 一同来到了天眼市 天眼市内 裁判们仍旧轮流坐在监控前 观察着每一个画面 选手们的一举一动 比赛进行得怎么样了 季老一进来 便关心地问道 像季老和孙元帅这样的人 当然也不可能每一分钟 都一直坐在天眼市的屏幕前观看比赛 毕竟比赛选手们存在的那个世界 跟这个现实世界 两边的时间是共同进行的 第三轮比赛已经进行11个小时了 一名年轻裁判回答道 是吗 时间过得还真快 季老说 我们就喝个茶的功夫 就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那么 各个选手的成绩怎么样 目前有几个选手抵达终点了 年轻裁判露出有些尴尬的表情 道 这个成绩不怎么样 目前只有一名选手成功通关 抵达了终点 年轻裁判原以为季老肯定会很失望 然而 季老倒是不恼 反而还笑了 是吗 11个小时内 居然已经有一个选手 找到破解幻境的秘密了 还真是不错 所以 这个人是谁 年轻裁判说 鬼谷学院的牧巡 这个名字 让季老和孙大帅都不是很意外 季老沉默一会 摸着下巴的胡须 果然又是鬼谷啊 旁边的孙大帅也感慨着说道 是啊 虽然说 鬼谷的学员不多 每一代都只有两名学员 要好几届才有机会 看到一次鬼谷学员参加比赛 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以前所举办过的每一届 全国高校新生赛 只要有鬼谷传人参赛 他们都必然会拿到最后的冠军 不仅如此 季老迷起眼睛 补充了一句 甚至每一次 都是断层式的第一 孙大帅轻轻点头 嗯 看来今年 也不会有例外了 能够这么快地通过这一关 足以说明 他有勇有谋 今年的这一届冠军 又没有什么悬念了 季老沉默着没有说话 他原本看到 今年这一届比赛的 选手名单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丝期待 京都花家的花灵泽 序列号03的白辽 儒家的楚门 墨家的卢小达 还有同为使徒 神明序列号0的 白死神继承者 林奈 或许都有可能成为 强有力的竞争者 但从前三轮的表现看来 除了第二轮比赛 林奈的情况有些特殊 鬼谷牧巡的比赛成绩 仍然全部都是 断层性质的第一 可惜了 如果林奈的实力 能够达到四级以上 或许真有可能 打破历届比赛 鬼谷学院的统治 话说 季老 一个年轻裁判员 这事终于忍不住说道 您这一轮比赛的难度 会不会设计的太难了一些 这一轮的设计 虽然是解谜和破解幻术 离开幻境 但我看很多选手 到目前为止 都几乎是毫无头绪 毕竟一开始宣布的 规则是竞速赛 很多选手都压根 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 照这样下去 什么时候 才能有两百个选手过关 季老哈哈笑了起来 我压根就没觉得 能有两百个选手能过关 啊 年轻裁判惊了 事实上 能够通过那片树林 抵达小镇 就已经算是抵达终点了 季老说道 我只是想要看看 能够发现 这个幻境世界的秘密 从这个幻境世界 逃离出来的人 有多少而已 原来是这样 年轻裁判员挠了挠头 孙大帅朝旁边的季老头 去一个悠悠的目光 说 话说 季老 你可真够损的 让这帮才大一的小子 破解一个这么难的幻境 这个幻境 是京都大学幻术学院的院长 红叶制造的吧 这帮大一的小子 恐怕在实战上 还从来都没有 碰见过多少次幻境 之前那个死亡幻境 都可能是他们 平生所见的第一个 你一下子 直接丢给他们 一个这么难的难题 你让他们怎么解 季老白手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可没有为难他们 这个幻境 是有一个后门的 只要细心一点 能够发现了 就能轻松破解 你看牧巡 不就发现了 后门出来了吗 孙大帅瞪着眼 那是因为他是牧巡 鬼谷传人 这能一样吗 季老白了他一眼 行了 别说了 好歹今年的阵容 可以说是几十年来 最强的一届比赛了 我想试试这些小子的能力 还不行啊 季老顿了顿 接着说道 其实 我敢说 目前已经抵达小镇的 这些选手 肯定心里都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身处的是一个 幻术所制造的幻境 而不是真实世界 问题就是 应该要怎么逃出来 给他们一点时间吧 我相信 除了牧巡之外 一定还有其他人能发现的 孙大帅抱起双臂 不说话了 他在心里嘀咕着 方无能够通过 这一幻境的概率有多大 好吧 好像不太可能 对了 季老忽然想起来什么 拍了拍裁判员的椅子 林奈的情况怎么样了 切换到林奈的镜头 给我看一下 是 好的 年轻裁判员应道 立刻开始操作键盘 寻找林奈的画面 操作了一会之后 年轻裁判员 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季老看到他的表情 奇怪问道 怎么了 找到林奈的画面了没有 这 年轻裁判员皱了皱眉 又继续敲着键盘 切着画面寻找 又仔仔细细查了一遍 把每一个选手的镜头 都切了过去 竟然还是没有找到 年轻裁判员顿了顿 干脆直接改成 使用选手的ID输入查找了 结果竟然是 查不到此选手 ID去向 年轻裁判员 自己都有些猛逼了 季老 没有啊 嗯 季老皱眉 没有 什么意思 年轻裁判员 林奈的画面找不到啊 季老 到底什么情况 季老醋眉 怎么又是林奈 第一轮的时候 他就用白雾 阻挡了天眼监控的视野 最终 他跟白聊在白雾内战斗 究竟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第二轮的时候 更离谱 直接整个死亡幻境的画面 都全黑屏了 还导致那一关直接卡住了 无法通往接下来几轮的死亡幻境 结果第三轮 又给我整这一出 没完了是吧 季老一脸无奈的神情 这小子 该不会又用白雾 将天眼信号给屏蔽了吧 年轻裁判员操作着键盘 也是神色古怪 这次的情况 好像还不太一样 季老 哦 年轻裁判员 这一轮比赛 我们是通过幻境世界出现的生命原质 来标记锁定每一个选手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的 但从刚刚开始 林奈选手的生命原质反应 就好像突然间完全蒸发了一样 消失不见了 真是太奇怪了 刚刚明明还在的 什么 季老醋没 开什么玩笑 生命原质反应消失了 那岂不是就说明 说到一半 他没再说下去 随即他顿了顿 又问道 从其他几个选手的画面那里呢 能找到林奈现在在哪吗 我试过了 年轻裁判员说 之前刚刚来到小镇的时候 林奈是跟芳吾和花灵泽他们两个在一起的 但在后来 芳吾和花灵泽被镇名所抓 他们分开之后 林奈就不知去向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啊 孙大帅站在一旁 就算他像白鸟一样 可以躲到暗影的世界里 也一样能够锁定得到 林奈一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他没有破解幻术离开幻境的话 怎么可能在一个幻境里 不明不白的消失呢 这年轻裁判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季老挠了挠下吧 坦白说 我倒是开始有些习惯了 这孩子还真是每一轮都能整出一点意外 这个时候 旁边另外一个屏幕前的中年裁判员监视 好像突然也发现了什么 露出惊恶的表情 季老 孙大帅 出大事了 季老转头看了过去 疑惑道 又怎么了 中年裁判员说 幻境之内的证明数量 突然之间正在急速骤减 嗯 季老一愣 什么叫急速骤减 中年裁判员 就是 死了 死了 季老微微一饿 随即眉毛拧成一团 什么死了 这些证明在幻境中信仰之力的作用下 都是会不断复活的 而且 他们本来就是死的 哪来死这一说 中年裁判员立刻拖动鼠标 打开了一个界面 您看这个 季老走了过来查看 只见界面上 显示着小镇内的证明人数 原本 小镇内总共有一万五千人 但现在 却只剩下一万三千人了 而且 果然数量 还在持续地下降 一万三千零一十九 一万三千零一十六 一万三千零八 才没一会儿 都快要跌破一万三了 看着屏幕面板上 不断跳动减少的数字 季老也露出骇然的神色 什么情况 这两千人都去哪了 中年裁判员很尴尬的道 就是不知道 所以才 季老想了想 这些镇民的死亡 该不会也跟林奈有关系吧 他立刻说道 锁定一下 这些镇民都死在哪了 中年裁判员 呃 恐怕锁定不了 季老 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是离奇的地方 中年裁判员 抿了抿干涩的嘴唇 说 这些镇民的尸体 通通都不见了 哈 季老一脸猛 不仅骤减两千人 连尸体都没找到 什么鬼 难道这些镇民 是人间蒸发的吗 刷 刷 林奈手持巨大的白叶镰刀 你的罪恶值加13 灵魂点数加13 随着不断吸收灵魂点数 林奈发现 自己的身上 汇聚了许多暗色的气壮物质 那些物质 看起来不像是魔器 倒是有点像是 某种反物质能量 林奈低头看了看 身上的这些奇怪的能量 若有所思 暂时没去管 这些物质是什么 反正这些东西 似乎对他暂时没什么危害 他回头看了眼 他一路杀过来那一地的尸体 该隐以灵魂状态 飘在他的身后 正式放出些许黑物 将那些证明的尸体 一点点慢慢吞噬掉 林奈摸了摸鼻子 心想这就是传说中的 一个管纱 一个管埋 没想到 你居然还能吸收 反物质的能量 你的潜力 还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啊 林奈同学 一个陌生的声音忽然传来 嗯 林奈转头 一个容貌陌生的女孩 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你是谁 林奈挑眉 女孩笑了笑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反正你也不认识我 林奈心头咯噔的一下 这个女孩 刚刚并没有开口说话 然而 自己却能听见她的声音 心灵传音术 林奈皱眉 心中暗响 女孩笑笑 是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林奈一饿 自己心里想的东西 也会被她听见 这家伙居然有探知他人 心理的能力 这个时候 莫兹的声音响起了 莫兹 大人 不用紧张 她的这种能力 在超凡序列号中 排名第零五念能骇客 虽然 她有心灵感知的能力 但只有她通过心灵感应 向你投来问答 并且 你的心灵回应的时候 她才能探知到 你的一部分 与她相关的心理活动 而且 只要您察觉了这一点 并且刻意去阻拦她的念能探知 她便无法跟您 直接建立心灵沟通的桥梁 莫兹 您可以理解成 心灵电话 只有您同意接通 她才能跟您心灵沟通 林奈听到莫兹的提示 暗暗松了口气 原来如此 你一定吓坏了吧 女孩依然是微笑 别担心 我没有恶意 也不是来跟你战斗的 这么跟你说话 只是不想让我们的对话 被赛事组听到而已 林奈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你有什么事 女孩微微抬起下巴 我是来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为守夜人这种 没有前途的官方组织卖命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吧 接着 在女孩传出来的心灵感应中 林奈看到了一个五边形的图案 林奈看到那个图案 眼眸一眯 你是五行会的人 女孩笑笑 是的 林奈促眉 五行会可是非法工会 是不被允许 参加全国高校新生赛的 在某种程度上 五行会可以说是与基因公司齐名的事例 据说这两个事例都在偷偷秘密 进行着许多不被认可 被严令禁止的的研究 区别就在于 基因公司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 在明面上是合法的 就算他们想要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也只能是偷偷地做 不会明目张胆地干出 违反各国法律的事情 而五行会的存在就显得神秘得多 没有人清楚他们的底细 林奈用莫兹的系统 扫描了女孩的系统资料 姓名 同意 等级6.2 学校 都华大学 林奈露出疑惑的表情 她记得这个名字 同意 这个名字 好像也在第一轮比赛的击沙榜之上 而且 她竟然还是都华大学的 那可是比肩京都大学的名校 这样一所名校 居然有学生成为了五行会的成员 还是种子选手 我好像记起你来了 林奈深深看了她一眼 你是都华大学的同意 第一轮在击沙榜的第五名 同意汉手 对 是我 林奈眼眸深邃 没想到一所名校的种子选手 被地理的身份居然是五行会的成员 同意笑了笑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跟我同样在都华大学的 光是我知道的 就还有十几个都是五行会的成员 林奈挑了挑眉 你这样 跑来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不怕 我举报你 林奈盯着她的眼睛 面对这样的威胁 同意一脸风清云淡 毫无所谓的态度 首先 我们现在的交流是心灵交流 就算是天眼监控 都听不到我们的对话 你并没有证据 其次 我并不是真正的同意 这个人只是被我控制的一具躯体而已 林奈听言 嘴唇微微一张 没再说话 她开启了灰明之铜 扫描了眼前这女孩的身体状况 果然 眼前这女孩子身体里的灵魂状况 与正常人的确有些不太一样 看来是被人灵魂附体了 家 我们吧 林奈同学 同意一脸认真 再次发出了邀请 加入我们伟大的计划 你是使徒 我们的伟大计划 需要你的帮助 林奈不以为然 松弛了身体 悠悠地道 你应该知道 之前已经有几个神经病 曾经来找过我一次 我已经拒绝过你们一次了 同意 是的 我知道 那几个人没有礼貌 组织已经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顿 而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林奈起了兴趣 哦 有多少诚意 同意道 权力 女人 金钱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提 林奈一听这话 顿时笑了 你倒是比之前那几个人上到多了 不像之前那几个 开口闭口 都是一副走火入魔 骗人传销一样的话语 是的 所以他们已经挨骂了 当然 嗯 好 那作为诚意 就先给我来个八百亿吧 林奈随口变道 可以 同意点头 她的回答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林奈没想到对方这么痛快 反而把她给整不会了 深深看了她一眼 你认真的 钱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同意笑笑 让我先来跟林奈同学介绍一下 我们伟大的计划吧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 真正的取得神明的力量 林奈 什么意思 现在人类之中 获得神明之力的 一共有109人 这些人都是使徒 继承了诸神文明各大上位神明的力量 同意的声音不缓不慢 但是 他们的力量 其实都是神明施舍给他们的而已 他们能掌握的神力 都是微弱的 大多数使徒 就算穷极一生 都只能掌握不到1%的神明之力 甚至更少 而我们的计划 就是要突破这种弊障 同意那张娇嫩可爱的脸上 给人一种令人发寒 无法窥探的神秘感 我们要从那些已经灭亡的神明意志的身上 真正的取得神力 而不是靠那些神明的意志 施舍给我们神力 甚至 我们可以自己创造一位 属于我们人类的神明 灵奈 人造神 同意 是的 灵奈深深吸了口气 望着这个外表娇小可爱的女孩 你们还真敢想啊 只有敢想 才会是伟大的计划 同意微微展开双臂 否则 就跟那些贫乏愚蠢的人 没什么区别了 灵奈 诸神文明几亿年的历史 你拿人类文明几万年的科技水平 去试图窃取神明的力量 你们还真是勇气可嘉 因为诸神文明已经灭亡了 同意笑道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灵奈 我知道 你现在肯定还不相信 同意微笑道 没关系 很快你就会相信了 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详谈吧 说完 同意的身体 居然一点一点的淡化 然后逐渐变得透明 最后彻底在空气中消失了 灵奈神色变得严肃 她望着同意消失的那个方向 许久没有说话 影牢 花灵泽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 影牢内 只有两个阵明看守 此刻他们正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完全没有注意他们 花灵泽嘴唇轻动 默念着某种皱纹 只见他的身体烹得 瞬间变成一大片 飘飘洒洒的花瓣 从黑简的束缚中脱离了出来 接着 那些飘转的花瓣 又快速聚集到一起 逐渐变为实体 又变为花灵泽的模样 那两个阵明 这时听到动静转过头来 瞪大眼睛 你 话还未说完 花灵泽双指一抬 喝道 聚 千万片小巧鲜艳的花瓣 再次聚拢而来 将那两个阵明完全包裹住 一层一层包得严严实实的 最后变成了一个涌的形状 让他们动弹不得 原本那个阵明 还想要张口喊些什么 但被花瓣包裹之后 嘴巴也被堵住 就只剩下呜呜呜的声音 花灵泽吐了口气 旁边墙上 还被捆在黑简里的虎熊等人 看到这一幕 也瞪大了眼睛 正想要开口说什么 花灵泽转身边一台纸 射出树道花瓣 将他们的嘴全部堵上了 虎熊睁大眼睛 脖梗青筋毕露 呜呜呜 花灵泽没再去搭理他们 准备回头把芳吐也放下来 不过还不等他出手 只听 砰 得一下子 芳吐身上束缚的黑简 竟然硬生生被他震断 他从墙上掉下来 稳稳落在地上 花灵泽有些诧异 用蛮劲强行震脱的 刚刚那个黑简的强度 他已经尝试过了 连那米花瓣刀片 都无法切断 这个芳吐竟然可以用蛮力 将这个黑简强行震断 芳吐拍了拍手上的灰 怎么了 好歹我也是兵家的种子选手 也是代表兵家来这里夺冠的 不要太看不起我啊 花灵泽笑了 说的也是 芳吐看了看四周 这个黑暗的房间 不过 虽然我们现在挣脱了束缚 但要怎么样 才能从这里出去呢 这个地方 并不像是一般的监牢 这是影牢 四面都用暗影元素 形成的结界墙壁 完全密不透风 没有一点空隙 而且非常坚固 你的武技破坏力比较强 花灵泽说 你试试看能不能强行 破坏掉这个牢笼的主体 行 芳吐说着 走到那暗影墙壁的旁边 摩拳擦掌 接着 他沉沉吐出一口气 摆好了架势 武技 破甲拳 芳吐凝聚全身力量 一拳轰在了墙壁上 暗影墙壁纹丝未动 甚至好像 还将他的力量吸了进去 不行啊 芳吐露出郁闷的表情 这不是一般的金属墙壁 他的任性太强了 恐怕至少要九级超凡者 才有可能强行破坏这种墙壁 花灵泽皱眉 是吗 顿了顿 又道 要不然你再换个武技试试 芳吐摇头 没那个必要 我对力道的感知很敏感 一招就能知道这东西的分量了 而且我敢说 这种墙壁 就是咱们整个新生赛的所有选手一起上 恐怕都无法动弹他分毫 花灵泽叹息 那就没办法了 好不容易解开了束缚 没想到 居然被困在这个影牢 结果还是出不去 咦 芳吐这时一愣 他发现 面前的墙壁上 突然出现一道白色的光线 那道光线 从墙壁的右边 一直斜着延伸到墙壁的左边 将整个墙壁切开 嗡 白线赫然放出夺目光芒 将整面墙壁一分为二 接着 整个暗影牢房 赫然瓦解 花灵泽和芳吐 皆是一脸错愕 呆置住了 暗影牢房瓦解消失了 只见一个肩上 扛着银白色大镰刀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黑灵奈见到他们 抬起双指 打了个帅气的招呼 哦 你们已经挣脱 那个黑箭了 那倒挺好 也省得我再来一刀了 芳吐 花灵泽左右看了看 问道 刚刚那个影牢 是被你一刀切开的 是啊 灵奈说着 将肩上的白叶 往地上一插 不然呢 花灵泽 看向旁边的芳吐 芳吐神色复杂 看着灵奈手中的镰刀 你这是什么武器 怎么可能一刀 就切开那种墙壁 这个以后再说 灵奈转身 走吧 先离开这儿 你是特地来救我们的 芳吐听到这话 顿时愣了一下 她忽然有些感动 他们与灵奈 也才相识不久而已 虽然开始的时候 说好了 这一轮要一起合作 暂时结为队友 但芳吐本来以为 所谓的合作 其实就是暂时休战 不要浪费力气 彼此打斗 没想到 灵奈真的会冒风险 回来救他们 芳吐一脸认真 感动地说 没想到你这么够义气 灵奈同学 谢谢你了 呃 灵奈挣了一下 挠了挠头 哦 我想你是搞错了 芳吐 啊 灵奈伸出五根手指 一个人五块魂金 可以先赦账 芳吐 花灵泽 不仅如此 灵奈这时又笑了笑 我还有一笔买卖 要跟你们做 你俩可都是我的目标客户 花灵泽深深地看了灵奈一眼 对她的好奇更深了 什么买卖 嗨嗨 灵奈轻咳两声 给他俩分别递了一张名片 花灵泽拿过名片 轻声读着上面的文字 售卖高效新生赛 第三轮通关秘诀 一份五十块魂金 有一者请联系 芳吐一脸骇然 瞪大眼睛 五十块魂金 这 这也太多了吧 魂金这种东西 只有少数一镜内 才有产出 数量稀少 但对于超凡者提升实力 绝对是绝佳的补品 就算有钱 也很难买到 各大名牌高效 每个月 也只会发放少量的魂金 作为修炼资源 给一些重点培养的种子选手 当然了 这种魂金 比起灵泽的黑金 还是差了很多 灵泽耸耸耸肩 作为通关秘诀 这个价格很公道了 毕竟你们两个 肯定都想要冲击冠军吧 就算没指望 要冲击冠军 作为名校的种子选手 在第三轮就被刷下来 是不是也太没面子了 芳吴忍不住道 可是五十块魂金也太 灵泽认真地看着她 芳吴同学 你好好想清楚 如果你这一轮 你想让你的教官失望吗 你想让你的父母失望吗 你想让你的长官失望吗 你想 芳吴 在灵泽的一顿破爱之下 芳吴最终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道 好我买了 花灵泽略带着几分怀疑地看着灵泽 你真的已经知道 如何破解这一关了 当然 灵泽自信地笑笑 如果不成功 全额退款 花灵泽沉默了一会 似乎正在考虑 好 那我也买一份 说着 花灵泽就一百手 将系统空间里的五十块魂金 转账给了灵泽 灵泽看到盗账的魂金 感叹道 果然不愧是 花家的大哨 家底就是阔绰 芳吴见花灵泽已经转账了 也咬了咬牙 把五十块魂金 给灵泽转了过去 作为兵家的种子选手 芳吴的家底 当然也不少 不过五十块魂金 也已经完全将他的家底 给掏空了 灵泽看着系统空间里 多出来的一百块魂金 满意地笑笑 谢谢两位客户的光顾 好了 现在你该告诉我们了吧 花灵泽看着灵泽 双臂抱在胸前道 你到底发现什么了 当然是关于这个 世界的秘密 灵泽收了钱 便也不再隐瞒 微微仰起头 看着天空上的血液 你们应该 早都意识到了吧 这个世界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是一个幻境世界 就跟我们第二轮比赛 时候碰到的死亡幻境 是一个样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 遇到的那些熟人 其实都是我们心中 所想的反射 在这个世界 投射成实体的样子而已 而并不是真实的人 这一场 虽然是竞速赛 但我们的地图上 显示的终点 应该是在现实世界里才对 我们待在幻境世界里 当然永远都到不了终点 花灵泽听了这些话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 我也想到了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里是幻境 不过问题就是 要怎么破解这个幻境 回到现实世界 芳无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还是没说出口 原来 这里是幻境吗 灵泽看到芳无的表情 问 芳无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啊 哦 没有芳无一脸 认真的点头说道 是啊 我也早就想到 这是幻境了 刚刚我就在思考着 要怎么破解 这个幻术来着 花灵泽 灵泽笑了笑 继续说下去 你们还记不记得 这一轮比赛 刚刚开始的时候 总裁判长说的话 芳无疑惑 总裁判长说过什么话 他说了一条规则 旁边的花灵泽 想了想 说 选手之间 不能互相击杀对方性命 否则就算直接淘汰 是的 灵泽贪手 那么问题来了 这里既然是幻境 那么在幻境中 就算死去也是假的 为什么总裁判长 还要刻意提出 这么一条规则呢 芳无的眉头皱起 可能是为了要增加 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灵泽摇了摇头 然后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刚刚凌晨血月出现以后 我通过灰明之童 发现了那些证明身体里的 灵魂的小秘密 花灵泽 什么秘密 灵泽 那些证明 其实都是一群亡灵生物 花灵泽一愣 真的 嗯 灵泽说 还记得之前 我们被那些证明包围的时候 其中一个证明说的话吗 这个世界的灵泽 已经死了 但事实上 那些证明 才是真正已经死了的人 他们都是一群亡灵 只是通过我们这些选手的意识想象 才变成了实体化的证明 花灵泽沉默了下来 旁边的芳无眉头紧皱 挠着头 试图理解灵泽说的话 花灵泽顿了顿 又抬起头来看了灵泽一眼 道 所以你说了这么半天 通关的秘籍到底是什么 灵泽眼眸 微微一咪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通关 花音落下 灵泽突然拔起 插在地上的白叶镰刀 一记银月斩 毫不犹豫地横辉而出 只见一道细长的白线 从花灵泽和芳无二人的身体划过 花灵泽和芳无亥然的表情 都僵硬在了脸上 他们低下头去 身体已经被拿到白线 分成了两半 你 芳无微微张嘴 正想要说话 但他的身体 已经犹如燃烧的指前 随着无色火焰的燃烧 一层层变得粉碎 从他们身上剥离 然后如同焚烧的灰烟 向着天空飞去 两个人就这样 在灵泽面前 一点一点粉碎消失了 灵泽眼睛眯成一条缝 果然是这样 这个幻境 只有死去的人才能离开 所以 之前那几个镇鸣 抓到花灵泽和芳无之后 才没有杀死他们 只是把他们关了起来 所以之前灵雨夕和丁子 用长刀刺穿芳无的身体 还刻意避开了要害 灵泽笑了笑 拿他们两个是错 还能赚到一笔魂金 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哄 这个时候 一声巨响传来 周围的房屋被赫然掀翻 轰然倒塌 灵泽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姿色绝伦的倩影 出现在她身后的空中 是叶瓦 她容貌清冷 气质绝美 如同仙女将士 一身宽大的黑袍 随叶风抖动 烈烈作响 又见面了 灵泽拎着白叶 缓缓转过身来 面无表情地望着天空之上的叶瓦 叶瓦冷冷盯着她 我没找你 你反而还敢送上门来 你找我 灵泽眼眸子 偷出几分玩味 找我做什么 你说呢 叶瓦心红的眼睛闪烁寒意 周身摩其浩荡 那些阵鸣 都是被你所杀的吧 他们本来就是死的 怎么能叫杀 灵泽顿了顿 又歪头道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叶瓦 你跟那些阵鸣一样 都只是亡灵而已 只不过在这个幻境世界 利用我的意识实体化 叶瓦没说话 看起来是默认了 不过 你这个圣女 应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灵泽似笑非笑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应该就是制造这个幻境的 那位幻术师的意志本体 夜晚又沉没了好一会 眼眸 眯成一条缝 有点意思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你的幻术天分不错 要不要来京都 到专业的幻术学院进修 你可以来京都大学幻术学院 找红叶鬼风 灵泽疑惑 红叶鬼风 这名字还真奇怪 红叶鬼风 你有意见吗 没有 所以你要不要来找我京修 灵泽果断摇头 不要 红叶鬼风 缓缓举起一只细嫩如葱白的小臂 黑色的气息 在他手指间凝聚起来 居然拒绝得这么果断 真是不给人面子 那我可就要好好教训你了 灵泽笑笑 我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 如果你杀死我 我就会通关 红叶院长还要怎么教训我 呀 原来你连这个都知道了 红叶嘴角微微一扬 随即表情变得冷烈 但我可以不杀你 在这个幻境好好折磨你 比如说 把你绑起来 控制住你 不让你死去 然后烧掉你的衣服 用蜡烛油滴在你的身上 听你惨叫的声音 再用鞭子在你身上 留下一道一道的痕迹 反正在这个幻境里受折磨 你也不会受伤 最多就是精神方面 受到一点创伤而已 灵泽 说着 红叶手指一扬 黑色的气息如藤蛇般 朝灵泽缠绕而去 灵泽见状 立刻跃起 躲过夜晚的攻击 这个冒牌货 虽然是夜晚的外形 但真正的实力 可比夜晚要差远了 哪去了 红叶目光扫视四周的黑暗 寻找着灵泽的身影 灵泽的身法很快 依靠鬼影部 和白死神衣袍的双重加持 在黑夜之下的速度 如同鬼魅 一眨眼就不见了 这是什么鬼速度 夜晚皱眉 这样的速度 居然出现在一个 二级超反者身上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可恶 这小子 吸收了他的反物质力量 身上的生命原质 被屏蔽掉了 无法感知他的存在 刷 灵泽的身影突然出现 握着巨大的银白镰刀 横斩而来 红叶耳朵一动 捕捉到了身后冰刃 滑扑空气的声音 他身形微微一滴 避开了灵泽的银月盏 夜晚正想要回头反击 但这一回头才发现 灵泽的身影 在快速移动下 拖出了无数的鬼影分身 一时间让红叶眼花缭乱 灰明之铜 灵泽这时 开启了灰明之铜 眼瞳逐渐变成了银灰色 释放出强烈的精神冲击 红叶鬼风 对上了灵泽的那双眼睛 星红的眼眸 与银灰色的眼眸 冷冷对视 哼 这种雕虫小技级别的精神冲击 在我面前 是不是有点太扮门弄斧了 红叶丝毫不拒 完全只是灵泽的眼睛 作为幻术学院的院长 红叶的精神力强度 根本不是灵泽 这种等级可以比拟的 灵泽只觉得精神冲击 瞬间就遭到了反噬 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惨白无比 捂住了自己的脑袋 好像大脑错乱了一样 红叶鬼风见状 连忙收敛精神力反弹的能量 虽然这是幻境世界 身在这个幻境里的人 肉身受伤 并不会带回现实世界当中 唯一与现实相通的 就是精神的反馈 毕竟在这个世界的记忆 也会带到现实中去 也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世界精神 或者大脑受到重创 回到现实中 也是有可能留下病根的 灵泽是个好苗子 红叶当然不舍得把他毁了 所以赶紧收敛了自身的精神力 要是灵泽脑子受伤了 被他一个精神冲击 直接变成了傻子 记老还不知道 要怎么找他算账呢 呵呵 红叶院长 你上当了 灵泽却反而笑了出来 嗯 红叶细软的眉头 顿时皱了起来 只见眼前的灵泽 身体竟然一点一点变得透明 最后消失了 这是鬼影 红叶暗道不妙 居然被骗了 这时候 真正的灵泽赫然在他的身后出现 刷 银月斩 斜着滑斩 穿透了红叶的这具身体 红叶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 自己这具身体 已经在逐渐瓦解了 从被银月斩切开的那一道直线 开始被无色的火焰燃烧 最后一点一点的消失 他看了一眼灵泽手中的 那柄银白色镰刀 白叶 红叶嘴角一扬 原来如此 这就是白死神的灵魂武器吗 看来我还真是大意了 哼 几秒的沉寂之后 红叶的身体赫然在空中爆炸 释放出恐怖的能量 将灵奈都直接推飞了出去 而整个幻境世界 也随着红叶意志体的消逝 天空出现了一道道虚空裂痕 就像裂开的玻璃 随着裂痕逐渐扩散 变大 变成蜘蛛网一样 密密麻麻的裂纹 最后蔓延至整个世界 幻境世界 冬塌了 现实世界 赛事组 某个房间 噗啊 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 容貌妩媚 身材性感的红发美女 猛地睁开眼睛 一口血雾喷吐了出来 在面前的墙壁 撒下一层鲜艳的油画 红发美女沉沉地喘着气 好一会才缓过进来 随即她却忽然一笑 真有意思 几个裁判员 被红发美女的情况给惊动了 连忙跑了进来 红叶院长 您怎么了 您没事吧 这 这是发生什么情况啊 红叶鬼风 纤细葱白一般的手指 轻轻抹掉嘴角的鲜红 然后摆了摆手 一脸云淡风轻地说道 我没事 幻境破碎了 一点点反噬而已 五分钟我就能恢复过来 幻境破碎了 几个裁判面面相去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去通知纪老吧 第三轮比赛结束了 红叶如此说道 还有 跟纪老说一下 我有事要跟他谈谈 天眼室 由于幻境坍塌 天眼室的所有监控画面 一瞬间全部都黑掉了 几个裁判员都是愣了一下 然后 众裁判立刻快速敲打键盘 进行紧急操作 尝试重启画面 然而没有用 屏幕再无任何反应 纪老手只点着桌面 问道 怎么回事 这一次又怎么了 刚刚不知道怎么的 天眼室的信号 突然就变得特别差 好像幻境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遭受了某种东西的干扰 等到信号恢复 画面才刚刚变回正常 还不到几秒钟 所有屏幕就全部黑了下来 纪老都无语了 以前那么多届高效新生赛 天眼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如此状况 偏偏今年 什么状况都让他们给遇上了 一个年轻裁判员 操作了好一会儿之后 并不能恢复黑掉的屏幕 无可奈何地道 纪老 天眼系统无法重新连接 可能是幻境内出现了什么问题 纪老微微醋眉 难难道 幻境内 纪老 另一个裁判员从外面跑了进来 见到孙大帅也在 连忙也跟孙大帅进了个礼 孙帅 纪老转头瞥了一眼那个裁判 你不是负责在红叶的 冥想房间外站岗的裁判吗 你不守着他 跑过来做什么 纪老 是这样的 裁判员说 红叶院士已经醒了 他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 幻境已经解除 第三轮的比赛结束了 纪老一愣 什么 结束了 按照他原来的计划 本来还想让那些选手 在那个幻境世界里多待一会儿 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他想看看 除了沐勋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选手 可以找到幻境的漏洞秘密 从幻境之中逃出来 怎么这么突然就解除了幻境 裁判员说 因为第三轮比赛的幻境 已经被一个选手给破解了 所以 整个幻境提前强制瓦解了 比赛也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纪老和孙大帅听到这话 同时露出骇然的神情 除了他们之外 整个天眼室的裁判 工作人员 技术人员 助理 其他官方官员 也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纪老挣了好一会 才缓过神来 然后连忙确认 你说的破解幻境 是指破解整个幻境 不是说单纯的发现 幻境的漏洞秘密 逃离幻境 破解幻境和逃离幻境 可差了太多了 逃离幻境 只需要发现那一扇后门就可以了 这一扇后门 是红叶特意给选手们留的 只要在幻境中死去 就可以从幻境中脱离出来 然而破解幻境 才是真正的破解了这个幻术 是必须要发现 整个幻境的核心规律 然后破坏掉这个核心点 才有可能直接摧毁整个幻境 而这个幻境 可是红叶鬼风院士 亲自创造出来的 那可是京都大学幻术学院的院长 国家级别的幻术大师 他的幻术 怎么可能被一个新生选手给破解 这怎么可能 一个中年官员突然说话了 他一本正经 很是严肃认真的看着那个裁判员 你是不是搞错了 红叶院士可是二世纪的幻术大师 虽然说 这次比赛所用的幻术 也仅仅不过是低等级的幻境而已 但也不可能是一个新生选手可以破解的 呃 这是红叶院士亲口说的 裁判员挠了挠头 随即他又拿出一个平板 递给了纪老 这是红叶院士给出的这一轮的成绩单 纪老 孙帅 请你们过目 纪老立刻将平板拿了过来 看着上面的成绩表 这一轮 成功通过山林 抵达小镇的 一共有208人 发现小镇秘密 从幻境中脱离出来的 一共有4人 分别是 木巡 花灵泽 芳吾 楚门 孙帅看到芳吾的名字 顿时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看错了 连着确认了两次 才确定真的是芳吾 而且不是崇命 虽然芳吾是他兵家的人 但孙帅打从一开始 就没指望芳吾这小子 能够通过这一关 毕竟作为芳吾的首长 这个孩子的性格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 他的性子直愣 让他来解决这种弯弯绕绕的事情 实在是有些为难他了 而且 芳吾虽然是个很厉害的舞者 是个完美的战士 但他最不擅长的东西 就是破解幻术 没想到他竟然通过了 唯一那个破解幻境的人 既老念到这个名字 眼眸顿时一领 灵奈 这个名字一说出 整个天眼是赫然安静了下来 仿佛连跟真落在地上的声音 都听得见 一众官员大佬面面相去 面上皆是不可思议 孙大帅从季老的手中 拿过平板电脑 仔细确认 季老 您是说真的 那个中年官员诧异的道 红叶院士的幻境 真的被一个大一的学生给破解了 这 这不合理啊 季老淡淡说道 这是红叶说的 不是我说的 话说 红叶鬼疯这个女人 应该跟林黛这个小子 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吧 孙大帅一手拿着平板 摸了摸下巴 思索着道 他该不会是刻意放水了吧 寄老无语地白了他一眼 想想 也知道不可能 林奈的家底绅士 他早就全部都查过了 而且 在全国新生赛这种比赛上 初题老师要是帮选手作弊 那可是大罪 没有哪个初题人会冒这种风险 而且 红叶跟林奈非亲非故 为什么要帮他作弊呢 总不能就因为这小子长得好看吧 孙大帅咧着嘴 嘿 我就是开个玩笑 这太不可思议了 那个中年官员 好像仍然在恍惚不可置信的状态中 一个大一的心声 竟然破解了一个院士级别大佬创造的幻境 这件事情 就算我们写到报纸上去 发给外国有人看 那些老外 估计都会认为 我们是在吹牛 对了 季老 先前那个裁判员说道 红叶院士让您过去一趟 他说 他有事找您 另外 某个大型教士 林奈 芳吴 花灵泽 孟非非等一干人同时 猛地睁开了眼睛 从幻境中清醒了过来 恍若大梦初醒 虽然芳吴 花灵泽 沐寻等人 是先一步离开幻境的 但他们醒来的时间 却是跟其他人完全一样的 教室内的众选手 皆是一脸骇然 显然还没有完全 从刚刚的幻境中缓过进来 还有一部分选手 醒来之后 仍然沉迷在刚刚的世界里 就好像做了噩梦 醒来了 还没有脱离出来 啊 救命 都给我走远点啊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卫星星 我们回到现实了 还特么发疯呢 刚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刚刚那是梦吗 蠢蛋 显然不是啊 我们从那个幻境世界里出来了 灵泽也醒来了 不过 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现实 而是沉在自己的亡灵之海之中 灰暗无际的亡灵之海 灵泽站在海上的孤舟之上 望着一个个亡灵生物 被铁链绑在海上的礁石上 只是那一个个亡灵生物 都有些奇怪 它们没有实体 看起来就是一团灰色的光团 灵泽心想 但是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奇怪 灵泽伸出手去 手指触碰了一下 受到触碰 那人形光团立刻消散 就好像充满水的气球 被戳破了一般 散落开来 然后被亡灵之海吸收其中 灵泽挠了挠下巴 难道因为是幻境里的亡灵 跟真实世界的亡灵不太一样 喂 耐哥 一个声音传来 灵泽缓缓睁开了眼睛 回到了现实 坐在她旁边的是孟飞飞 她正使劲摇着灵泽的肩膀 见灵泽终于醒了 孟飞飞松了口气 我去 吓我一跳啊耐哥 我还以为你一睡不醒了呢 灵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平静随口跟她聊道 刚刚那一关 你过得怎么样 嗨 别提了 孟飞飞一脸苦笑 往后依靠 我从那片山林里出来 破解迷宗阵法 到了那个小镇 已经是晚上凌晨了 一进小镇 就被一群疯了一样全身 散发黑气的阵鸣追着跑啊 妈爷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小镇里的人 全都走火入魔 被魔族入侵了呢 后来才发现 那里特么的是幻境世界 顿了顿 孟飞飞又问道 耐哥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你抵达终点了没有 灵奈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哦 没有 她知道幻境崩塌的那一刻 仍然在那个幻境世界里 应该不算是抵达了终点 连耐哥 你都没能到终点啊 孟飞飞叹气 那这一关真是太难了 不过刚刚幻境里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幻境突然就崩塌了 灵奈沉默着没有说话 花灵泽和芳吾 都坐在灵奈前面的位子 芳吾一脸猛逼 喂 小花 我们刚刚 是不是算是抵达终点了 我们过关了 芳吾还有些精神恍惚 揉捏着自己的脸 刚刚在幻境世界里待久了 现在回到现实 都有些怀疑 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不是幻境了 花灵泽一脸忧怨无奈 小花 这个称呼 是个什么鬼 我觉得 应该是的 我们刚刚确实是逃脱了幻境 不过以后能不能 不要这么叫我 哦 对不起 芳吾挠了挠头 嘿嘿笑着 以前小时候 我们大院里 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小男孩 细皮嫩肉跟小女孩似的 跟你一样也姓花 我就下意识这么喊了 花灵泽 花灵泽没再跟他说话 回过头去 深深地看了一眼 坐在后排的灵奈 没想到 竟然真的被他给说中了 这个幻境 居然是需要死去 才可以脱离 花灵泽暗暗叹息 之前被那些阵鸣抓住的那个时候 他就早应该想到的 所以 我们应该算是前两百名抵达终点的吧 芳吾还在担心自己 有没有进前两百名的事 低声道 我看周围的那些人 好像都没几个过了关的样子 花灵泽抱着双臂 淡淡地说 我估摸着 应该根本没有两百个人通过这一关 哎 芳吾愣了愣 花灵泽说 这一关幻境的难度 远远不是大一的学生 有能力破解的 然后又说 还有 你没发现吗 参加这一轮比赛的 一共有六百多人 但现在在这个大教室里的学生 才回过头去 仔细数了数 果然 真的是只有两百个人 这个时候 大教室的门被推开了 总裁判长从外面走了进来 原本吵闹的大教室 煞时间安静了下来 恭喜你们 在场的所有选手 总裁判长低沉粗厚的嗓音道 你们通过了第三轮 晋级到第四轮 众选手听言 纷纷都露出惊喜之色 这时候 不少人才意识到 这个教室里的人是两百人 而不是参与第三轮比赛的六百人 总裁判长冷冷地说 这一轮 真正脱离幻境的 其实一共只有五个人 分别是 木巡 花灵泽 芳吾 楚门 林奈 不过 这一轮设计之初 原来就没有指望 你们之中 能有两百个人 从幻境中逃离出来 所以只要是前两百个 抵达小镇的选手 就算是抵达了终点 通过了这一轮 听到总裁判长前面的话 众选手本来有些紧张 直到听到后面的话 才都松了口气 不管怎么样 晋级了就行 孟飞飞诧异地说 奈哥 原来你也逃离了幻境啊 那你怎么跟我说 你没有抵达终点呢 林奈耸了耸肩 没有解释 不过只有五个人 发现了幻境的后门吗 倒是比他想象的 还要少一些 而且 花灵泽和芳吾 还是得了他的密集 才通过的 那么真实通过的人 就只剩下三个了 他自己 还有木巡 楚门 你们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总裁判长缓缓宣布道 一天以后 进行二百斤六十四的 第四轮比赛 现在 解散 众人渐渐从大教室散去 孟飞飞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拍着自己肚皮 一脸满足地说 没想到 我孟飞飞居然也能 晋级到第四轮 嘿嘿 这个成绩 回去之后 足够给学校交差了 林奈 你不是 想要第一名的把追魂吗 这才第四轮就满足了 嘿嘿 想要归想要 咱也得清楚 自己的竞争力不是 孟飞飞嘿嘿笑着 这个成绩 已经很不错了 等到人群 都走得差不多了 不那么拥挤的时候 林奈和孟飞飞也起身了 不过刚走到门口 一个高大的身影 便凑了过来 是脸上带着刀疤的总裁判长 近两米的个头 很有压迫感 她居高临下地望着林奈 林奈抬头看了她一眼 有事 林奈同学 跟我们走一趟吧 总裁判长缓缓说 有领导想要见你 林奈还没说话 旁边的孟飞飞顿然一惊 张大嘴巴 我去 那个 你犯了啥事了 林奈没搭理她 抬头看着总裁判长 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 总裁判长说 孟飞飞 好事你老板的那臭脸干啥 总裁判长瞥了她一眼 面无表情 我天生这张脸 你有意见吗 孟飞飞 M 没有没有 林奈汉手 那走吧 某个会议室 关于这件事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会议室的首座 当然是纪老 纪老拿着几张报告 来回反复地看 同时抬头看向会议室里 一圈的官方领导 用眼神询问他们 红叶坐在会议室的另一头 手指弯弄着自己的红色长发 优雅地翘着二郎腿 妩媚慵懒地说道 我没意见 纪老微微点头 然后又看向其他人 你们呢 平时那么会说 今天都哑巴了 纪老 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再观察观察 一个中年官员忍不住道 虽然到目前为止 三轮的比赛 这两个孩子的表现都很优秀 但毕竟才过了三轮而已 另外一个身材臃肿肿的官员 也跟着说 是啊 本来定下的规则是 比赛的前十二名选手 可以入选进入暗月 但现在提前 把他们两个内定了 万一他们在后面两轮 突然暴冷被淘汰了 那么这个名额 又该怎么算 是啊是啊 京都大学的校长 也跟着说道 反正就剩下两轮比赛了 也根本不差这两轮的时间 我也建议 还是等比完了再说吧 旁边都华大学的校长 咧起了嘴 轻蔑笑道 老金 我怎么觉得 你是怕他们两个提前入选 急了你们学校学生的名额呢 京都大学校长没说话 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 好了 别说了 季老目光扫视了会议室一圈 你们担心 之后的比赛会有暴冷 那你们倒是说说 你们觉得 谁有可能把他们两个淘汰 众人 京都校长摸着下巴 呃 这个 比如说 林黛跟穆勋运气不好 在决赛之前提前碰上了 两个必须淘汰一个 季老没有说话 旁边的孙大帅 倒是忽然咧嘴一笑 缓缓开口了 倒是的确有这种可能 但是你们真的认为 暗月挑选12名成员 真的就一定会是 挑选战到最后的那12名吗 众人皆是一正 面面相去 高校新生赛 本来就是通过每一轮的比赛 寻找有资格加入暗月的选手罢了 孙大帅抱着双臂 缓缓地说道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暗月的限定名额是12名 但事实上 就算某一个选手打到了决赛 甚至拿到了第一名 但他的能力 经过我们的考核 并不符合暗月的标准 那么他照样进不了暗月 相反的 就算某一个选手 早早就被淘汰了 但他的能力 我们认为非常有价值 那他也一样 是符合暗月的标准 目前来讲 林奈和沐寻都符合这个标准 而且很显然 他们两个的实力 跟其他选手相比 是完全断层的 京都校长沉沉吐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 季老和孙大帅都这么说了 众人也不再多说什么 纷纷都表示了同意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我也没有 林奈跟着总裁判长 来到某一栋楼 又坐着电梯 来到某一个楼层 弯弯拐拐十八绕之后 林奈在这里 看到了另外一个学生 沐寻 林奈之间 就见过沐寻一次 就是在新生赛第一轮之前 全体集合的时候 那时候印象深刻 是因为他是鬼谷学员 入场的时候 甚至连个带队的老师都没有 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出来 今天再见面 沐寻还是穿得 跟那个时候一样的黑色衣服 一头扎起来的黑色长发 一副艳势脸 眼神冷冰冰的 宛若万年冰川 给人一种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沐寻这时也转过头 正好看到了林奈 两个人目光平静相视 林奈 你好 沐寻面无表情 没有搭理他 转身便往前走 林奈怂了怂肩 嗨 又一个问题少年呢 不过也挺好 待人冷冰冰的 总比上来就要打药杀的强 总裁判长走上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 两人跟在总裁判长的身后 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 最后来到了一间 很大的会议室前 总裁判长推开门走了进去 记了 我把人带来了 林奈跟在总裁判长身后 走进了会议厅 会议厅的中间 一张很大的会议桌 周围坐着八个人 其中有好几个他熟悉的面孔 京都大学的校长就不用说了 之前几轮比赛前的讲话都有他 还有都华大学的校长 以及好几个官方领导 高层大佬 都是以前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 其中 还有一个红发的美女大姐姐 林奈发觉 从她一走进这里开始 她就一直用那双妩媚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一开始 林奈还以为是错觉 但那红发美女的眼神 实在是太毫无遮拦了 把她看得 心里都有些毛毛的 林奈表面不动声色 内心暗暗惊奇 毕竟 这都是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大人物 说心里没有一点感觉 肯定是假的 所以 这是要干什么 纪老冲着总裁判长微微汗手 然后道 你出去吧 总裁判长微微攻身 是 接着 她便转身退了出去 并顺手带上了会议室的大门 林奈看了一眼 这位坐在中间位置的老人 虽然她以前从来没有在电视上 见过这位老人 但就凭她能在这群大佬面前 坐这个位子 肯定是个地位极高的大人物了 纪老露出一个很刺向和蔼的微笑 皱纹书展开 看起来就像是很寻常的林家老人 呵呵 林奈 沐寻 你们好啊 不用紧张 放松一点 知道我们叫你们来做什么吗 沐寻面无表情 淡淡地回答 大概吧 林奈摇头 沐寻没有说话 林奈想了想 检查国家每年新鲜血液的情况 记老笑了一下 缓缓说道 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么想的 其实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 不过事实上并不只是如此 每年的全国新生赛 是为了给一个特殊的组织筛选成员 这个组织叫做暗月 你们一定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的名字 因为这个组织是极其保密的 直接受严国最高议会的直接调遣 组织内部的成员 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哪怕是对身边最亲密的人 也不能透露半点信息 林奈心想 原来如此 怪不得一个新生赛 每年都搞得比世界超运会都隆重 原来还藏了这一层目的 记老继续说 每一年都会有12名选手 从几万名学生之中脱颖而出 经过各方领导的内部评判考核 成为暗月的成员 你们两个的比赛成绩 是目前为止所有选手之中最好的 经过我们一众领导的一番研究 无论你们后面的比赛进行的怎么样 你们都已经具备了进入暗月的资格 所以今天才把你们叫来这里 说着 记老伸出手来 将两张黑色的卡片放在桌上 这是你们作为暗月成员的身份ID卡片 只要你们将身份信息录入其中 你们就是暗月的一员了 你们今后将直接接受 严国最高议会发布给你们的任务 在所有地区得到严国的最高权限 并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 紧急临时号令当地一切事例 公司 学校的权利 看着桌上的两张黑色卡片 林奈瞥了一眼旁边的沐寻 沐寻的表情看起来毫不意外 就好像他来之前早就已经料到 记老把他们叫来会是因为暗月的事情 他缓缓走上前去 拿走了其中一张卡片 滴的一声 身份录入成功 恭喜 沐寻同学 你已成为暗月93701号成员 你已解锁严国所有地区最高身份权限 你已解锁严国所有地区最高购买权限 你已生之一等功名 记老微微汗手 然后道 对于作为暗月的后续事情 我会在全国新生赛结束之后再告诉你们 等到比赛后 所有成员的名单都出来了 我会再把你们集中起来 应声了句 然后淡淡说道 那我先回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记老点了点头 沐寻转身便准备离开 记老又扭头看向林奈 见他一直没有动静 问道 林奈同学 林奈摸了摸鼻子 说 嗯 我应该有选择拒绝加入的权利吧 众人 这话一出 会议厅内的一众大佬皆是呆滞住了 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听错了 直到几秒钟后 他们见到会议厅里的其他人 脸上也是同样恶然的反应 拒绝加入 这年轻人在开玩笑吗 沐寻正走到门口 握着门把 正要开口出去 听到林奈说的话 他的脚步顿时停了一下 脸上的万年不变的冷漠表情 终于有了第一个细微的变化 不过 他也只是顿了一下而已 很快他便转动门把 推门离开了会议厅 会议厅里的其他人 包括记老和孙大帅在内 全都一脸骇然地望着林奈 红叶鬼风 则是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表情 仔细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仿佛对林奈更加感兴趣了 林奈疑惑 怎么了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记老沉默许久 古怪地看着他 但是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 加入暗月 是多少人做梦也求不到的机会 林奈笑了笑 您这话太老套了 电视剧里厉害的组织抛橄榄枝 都是这一套 而且一听就是假话 记老 嗯 怎么说 林奈 您刚才不是说 暗月是个最高机密的组织吗 那除了每年 受到邀请的那些选手之外 也没人知道暗月啊 既然都不知道 那又哪来的做梦可求这一说 记老 记老一时竟无言以对 哼 坐在一旁孙大帅这时 突然冷哼一声 似乎是有些不满 缓缓眯起眼睛 身上的气势赫然显露 凝视着林奈 我想听听 你为什么想要拒绝 孙大帅下意识认为 林奈就是在白谱 因为他见过很多 像林奈这样的天才少年 神明继承者 私下里肯定有不少 势力庞大的公司 势力 曾经邀请过他 更何况 还是一位以前 从未没有出现过的神明使徒 林奈 我知道 加入暗月 肯定有一大堆的好处 甚至会有不小的权利 但是 他顿了顿 眼神平静地反问道 我想问 如果我加入了暗月 是不是无论上面 给我下达任何命令 我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这个问题 林奈在曾经加入守夜人的时候 就已经问过了 如今 他又问了一遍 孙大帅一脸古怪 这不是废话吗 服从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 林奈摇头 那我选择拒绝 我放弃这个 加入暗月的机会 孙大帅 季老奇怪地问 我记得 你是守夜人学院的学生吧 你加入的守夜人 不也一样 需要你服从命令吗 哦 并没有 林奈耸奸 当初加入守夜人的时候 我拿到了一条附加权限 当有任务 是我不愿意执行 或者违反我原则的时候 我有权利拒绝任务 我也是因此 才加入守夜人的 季老一时无言 林奈是夜城的守夜人 那么他的局长 应该就是小棠 这小子 居然批了下面的人 这种无理的要求 季老一时有些无奈 但他也无权过问 各地的守夜人局长 都有对自我管辖区域的 自主治理权 所以 对旁局的这个做法 他倒也不能说什么 只是有些惊讶罢了 你可是要考虑清楚了 季老神色复杂 加入暗月之后 除了修炼资源之外 你还会直接升级为一等公民 得到无数的最高权限 全国各个地区所有的意境 都可以随意进出 这才是最珍贵的 要知道 连你们夜城守夜人的旁局长 都还只是二等公民呢 你确定吗 林奈点头 我确定 旁边的孙大帅冷哼一声 抱着双臂道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想当初他加入暗月的时候 还清楚地记得 是季老亲自给他颁发的奖章 他可是激动的几天几夜 都睡不着觉 季老想了想 他觉得 如果林奈这样的人才 放弃的话实在是可惜 作为使徒 毕竟是全世界 唯有109位的其中一个 思想上有些读术一致 也不是不能理解 这样吧 季老陈英一会 决定退让一步 我想要给你一点考虑的时间 你不用这么快答复我 你可以等到全国新生赛结束之后 你再告诉我你的答案 又或者 你可以提出一些条件 只要合理 官方都会尽力满足 林奈道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不管是谁发布给我任务 我都要拥有 可以合理拒绝任务的权利 季老 孙大帅冷笑 小子 你知不知道 条件 是需要有足够的本钱 才有资格来谈的 你是不是以为 自己是使徒 所以觉得你很特殊 你以为 只有你继承了神明之力吗 说着 孙大帅赫然爆发了自身的实力 整个会议大厅 仿佛都被一股恐怖的漩涡笼罩 林奈微微醋眉 他无法形容 那是一股什么样的感觉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 如此强大的力量 甚至光凭感知 都无法探知到 眼前这个男人的等级 只见孙大帅 那高大强壮的体表 涌现出深红色的阴暈气体 那股气流汹涌 如恐怖的风暴中心 给人一种无穷无尽的压迫感 孙奕成 等级 三十级 职位 阎国卫免军最高统帅 职业 神明继承者 神明序列号十五 战争之神 阴部 林奈微微醋眉 果然啊 是第六代战神的使徒 三十级 是他目前完全无法忘记的存在 孙帅慢慢收敛了自身释放的神力 他抱着双臂 冷冷地说 看到了吗小子 不是只有你是个特殊的人物 你的神明之力 的确拥有一定的潜力 但在你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一切都是狗屁 有多少神明继承者 连十级大关都达不到知道吗 我记得 你的修炼天赋 仅仅只是一级 一级天赋的 修炼速度是什么样的 你心里没点逼数 坐在旁边的红叶鬼风 忽然捂着嘴吃吃笑了起来 然后说 哥哥哥 行了孙帅 你这种地位 还吓唬一个孩子干嘛 孙帅撇了撇嘴 粗声粗气的道 我就是想让这小子 知道知道天高地厚 人都必须清楚自己的分量 分量足够 才有资格提条件 人家沐寻都没有二话 你还能避避这么多事 林奈面无表情都望着孙帅 我并没想讨价还价 你最好清楚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 把加入暗月 是做什么光荣的事情 在场的众人 不少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小子疯了 居然敢这么跟孙帅说话 孙大帅眼眸一眯 你说什么 话音落下 只见黑影瞬闪 孙大帅高大的身形 宛若瞬间移动盘 从会议桌的位子上 一瞬间来到了林奈的面前 孙大帅的个子很高 林奈需要微微仰起头 才能看着他 一般人若是这样 站在孙大帅的面前 被孙大帅这样盯着 恐怕直接就被他的威压 吓得跪倒在地 瑟瑟发抖了 不过林奈的眼神毫无所惧 你说什么 孙大帅冷冷盯着他 你最好再说一遍 林奈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 把加入暗月 当做是什么光荣的事 哄 孙大帅全身神力轰然汹涌 磅礴的气流 把林奈的衣服 都吹得烈烈作响 但林奈依旧没动 脸上的表情 也没有丝毫变化 过了一会 孙大帅收敛了 自身汹涌磅礴的神力 哈哈哈哈 行 小子 有种 孙大帅竟突然大笑了起来 然后饶有兴趣地盯着林奈 说 既然如此 小子 那就跟我来打一个赌吧 你敢不敢 林奈看着他 露出几分疑惑的表情 打什么赌 孙大帅列出一嘴爽朗的笑容 要是你能在这次 全国高校新生赛中 拿到冠军 我就答应你的条件 林奈更疑惑了 答应我什么条件 孙帅 如果你能够得到冠军 我就特批 让你成为特殊的暗月成员 加入暗月的同时 拥有完全自主选择的权利 可以无条件地选择 接受任务和不接受任务 并且其他待遇 和正常的暗月成员一样 但是 如果没有取得冠军 一切都按照正常的来 旁边一个会议桌旁的中年领导 惊恶地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站起来说什么 但旁边的季老伸手拦住了他 季老看着孙帅的背影 心里也有些无语 这个孙一称 明明我才是暗月的总负责人 你这小子 特么擅作主张 许诺搞特批 算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 孙帅抱着双臂 这样没话说了吧 林奈歪了歪头 茫然道 可是我没有说要加入暗月啊 孙帅 林奈 我只是说 如果答应这个条件 我可以考虑一下 孙帅 孙帅脸旁的肌肉微微抽搐 小子 你故意的是吧 没有 林奈皱眉 不解的问 加入暗月 不是你们邀请的吗 难道有规定说 只要在比赛中 被你们挑中的人 都必须要加入 孙帅 红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完全不顾及 自己美女领导的形象 主要是他头一次看到孙大帅 露出这样一副 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 而且还没发缓口 实在是有些忍俊不惊 孙帅脸色已经沉了下来 他盯着林奈看了好一会 说道 行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再加一道筹码 说着 他从身上摸出一块 木黄色的牌子 重重拍在桌上 林奈瞥了一眼 只见那张木黄色的牌子上 写着一个令字 这是黄兵令的令符 孙帅缓缓地说 拥有它 你就等同于 拥有皇级兵家将领的头衔 不管你身在何处 你都可以随时在当地 无条件调动一只 一百人的未面军超凡者战士 只要你这次比赛拿到冠军 这东西就是你的了 这一次 连京都校长都吓了一跳 错得到 孙帅 这不太合适吧 孙帅 闭嘴 京都校长 孙大帅继续盯着林奈 眼眸眯起 说道 但是 如果你输了 那你不但得加入暗院 还得从你们守夜人学院转学 无条件到我兵家学院的旗下 这不是邀请 就是纯粹地打赌 怎么样 你敢不敢 林奈故意做出一副有些犹豫的模样 这样是不是不太符合规定 说着 他的眼光头像济老 京都校长 以及其他那些领导 孙帅却大手一挥 大大咧咧地说 你不用管符合不符合规定 你就说敢不敢赌吧 只要你敢赌 其他问题我来解决 林奈想了想 你们兵家学院 在这次比赛里 有成绩比较突出的选手吗 孙帅 你问这个干什么 林奈 就问问 孙大帅哼了一声 骄傲挡着头 当然有了 刚刚的第三轮比赛 一共有五个人逃出了幻境 其中有一个叫芳无的 就是我兵家学员 同时也是我的下属 林奈 那您知道 他是怎么通过第三轮的幻境的吗 嗯 孙大帅顿了顿 摇了摇头说 刚刚幻境崩塌之前 天眼式的信号突然出现了异常 所以没有看见 原来如此 林奈点了点头 好吧 这个赌我接了 当然前提是 其他领导没意见的话 孙大帅转过头去 看向身后的其他领导 你们有意见吗 众领导 没有 没有 很好 那就这样定了 孙大帅伸手按在林奈的肩膀上 他的手掌很大 捏着林奈的肩膀也很用力 孙帅冷笑着说 小子 林奈 你是第一个敢跟我打赌的学生 倒是够有种 但胆量一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等你转到我兵家学院 我再好好的调啊教你 林奈 离开会议厅 下了楼 林奈抬起头 看了看蔚蓝无际的天空 京都大学校长 都华大学校长 还有那些一大堆高级领导 甚至是孙帅 都是以前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人物 现在却能跟他们面对面 嗯 还能在他们面前 稍微摆摆谱 虽然如此 林奈的心情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觉得 随着他越往上走 今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 逼不得已的事情出现了 现在 他还可以讨价还价 以后呢 或许孙大帅说的是对的 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一切都是狗屁 林奈默默感慨了一会 正准备离去 一个妩媚慵懒的女生 在身后响起 喂 站住 林奈停住 疑惑回头一看 才发现 是刚刚会议厅里那个 一直盯着自己看的红发美女姐姐 红发美女姐姐 迈着妖娆的步子 走到林奈面前 笑眯眯的道 知道我是谁吗 林奈狐疑的看着眼前 这个红发美女 还以为是自己以前认识的人 但再怎么仔细看 也完全没有印象 于是只能摇了摇头 红发美女 刚刚在我的幻境里 杀了我两千多号证明 吸走了 我那么多的反物质之力 现在就不认得我了 林奈立刻反应了过来 你是刚刚第三轮幻境的创造者 嗯 没错 算你反应 还不算慢 红叶笑眯眯的 伸出一根手指 柔软的指腹 在林奈的脸上轻轻拍着 放心 我没打算 找你把那些反物质之力要回来 后面的比赛 你要好好表现哦 孙一诚那个家伙 可老计仇了 你要是这样 加入兵家 指不定要被他怎么摧残呢 说完 红叶便扭着妖娆的身姿离开了 留下林奈 在原地一脸猛逼 回去之后 林奈跟正在餐厅吃饭的夜晚 唐红山 林雨昕等一众人碰了面 夜晚看到林奈 眼睛便亮了起来 不过少女的性格便是如此 不管她心里是怎样波动 都不会直接表现出来 尤其是在其他人都在的时候 林雨昕 阿光 丁子等人 倒是第一时间 就兴高采烈地赢了上去 林奈 你回来了 林雨昕一脸兴奋 听说你晋级了 快点跟我们说说 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林奈疑惑地问 比赛的情况 你们没有在家属天眼室看到直播吗 丁子摊手解释道 这一轮 我们只看了你们前妻 在山林中的情况 后面的画面就被掐了 赛事组说后面的幻境画面 属于保密范畴 不让公开 林奈若有所思 这样吗 接着 林奈便把刚刚那一轮比赛的情况 大概说了一遍 哈哈 我就知道 你这小子行 阿光勾着林奈的肩膀 居然破解了20家国家级幻术大师的幻境 等比赛结束以后 媒体一采访情况 你小子 肯定又要名声远扬了 林奈很平静 很谦虚 也很诚实地说 其实倒也没什么 那个幻术大师使用的是 最低级别的幻术 破解了也算不上什么本事 破解了就是破解了 阿光大大咧咧地道 重点不是破解了什么级别的幻术 重点是破解了谁的幻术 谁能说打败了瘸腿加手臂 脱臼加高烧家长睁眼的拳王 就不算是打败了拳王 林奈 就是这个理儿 阿光挖着鼻孔 反正只要媒体一顿发力 吃瓜群众才不会在乎详细情况 他们也不会动脑子思考 他们只在乎结果 对了 林奈 老张在旁边问 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我看其他学校的选手 老早都回来了 要不是我们从裁判那里得知你 平安晋级了 我们还以为 你被淘汰了 不好意思回来见咱呢 林奈顿了顿 说 比赛结束之后 我被带去见了几个领导 领导 阿光愣了愣 什么领导 很多我都在电视上见过 但我一时说不出名字 林奈想了想 不过我记得 除了京都校长和多华校长 还有一个兵家的孙大帅 还有一个老人 我听他们称呼 他为纪老 众人都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唐红山 一脸骇然的模样 孙帅 纪老 你说真的 孙帅和纪老 亲自跟你见面了 林奈 嗯 死 众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倒抽了好几口凉气 却谁也没说话 林奈奇怪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说奈老弟 你不知道孙帅和纪老是谁吗 老张赶紧点了一根香烟 压了压惊 然后才缓缓说道 孙帅那可是 现金兵家 独一无二的领军人物 卫免军的最高统帅 也是现金战争之神的使徒 是咱们严国的 最强战力之一 至于纪老 更是一位极其神秘的人物 手底下掌握着 无数的神秘组织 包括咱们守夜人 其实也只是他老人家 手底下的 其中一支势力而已 林奈挑了挑眉 原来如此 所以说 纪老和孙帅 到底是找你去做什么了 他们肯定不会 平白无故地找你见面吧 唐红山在一旁紧张的 问道 嗯 孙大帅跟我打了个赌 林奈想了想 没有说暗月的事情 纪老说 暗月是最高机密的特殊组织 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都不能透露半点信息 林奈倒是不怕纪老他们处罚 就是怕牵连了唐红山他们 毕竟有的时候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 也是一种危险 唐红山一愣 顿时有些疑惑 打赌 赌什么 他说 如果这次我没有拿到冠军 他就要我从守夜人 转学到兵家学院 林奈耸耸耸肩 啊 林奕西惊讶道 他这是要抢人啊 丁子问 那如果你赢了呢 他的赌注是什么 林奈淡淡地说 一块黄兵令 众人更是惊讶 黄兵令 是兵家专属的军用调动令牌 是皇级将领才能够拥有的兵令 可以调动一百人的卫面军超凡战士 阎国卫面军的调动等级 从下道上一共分为四个等级 黄兵令 玄兵令 帝兵令 天兵令 黄兵令可以调动的超凡者战士 是一百人 相当于百夫长 玄兵令 可以调动的超凡者战士 是一千人 相当于千夫长 帝兵令 可以调动的超凡者战士 是一万人 而天兵令 则可以调动十万人 再往上 就是孙大帅这样元帅级别的了 严格来说 哪怕是黄兵令 都必须是身经百战 立下赫赫战功 战力与谋略并存的兵家战士 才可以拿到 所以 孙大帅会拿这样的一件东西 出来当赌注 倒是让众人都很是吃惊 恐怕有点难度 其余人听言 也都同样点了点头 看来都是一样的观点 连一向对林奈无脑看好的林玉兮 这一次 都露出十分担忧的神情 林奈好奇 怎么说 林奈 你可能是被孙帅给吭骗了 唐红山叹了口气 如果你是去年参赛 或者是前年 大前年 大大前年 甚至往前推十年之间 我觉得 你都是随便拿冠军的 但今年 今年怎么了 林奈问 今年 有鬼谷的弟子参赛 唐红山苦笑了一下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 刚刚在会议厅门口见到的那个冷冰冰厌世脸的少年 你们很了解他吗 唐红山摇头 不 我们完全不了解他 甚至在这次比赛之前 我们都从未见过他的真实实力 林奈奇怪 那你们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了 唐红山拿出一个平板 随手在上面快速滑了滑 似乎在查什么资料 然后递给了林奈 林奈不解的拿过平板一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卧得天 这好像是某个记录赛事资料的官方网站 上面显示着 历届全国高校新生赛的冠军选手 然而恐怖的一件事情是 无论是哪一届比赛 只要有鬼谷学院的学员参赛 鬼谷必然将是冠军 从来没有一届例外过 林奈不由的折舌 好家伙 这是直接垄断了 这个记录保证吗 当然保证了 这是国家超凡资料馆 专门记录超凡者界一切事件的发生 所有冠军都是鬼谷学员 他们就没有一次失手过 是的 没有 唐红山叹了口气 从三百年前 零气复苏开始 前面的28次 每一次参赛全部都是冠军 而且还是实力完全碾压性的冠军 林奈 三百多年 只参加了29次 唐红山 是啊 鬼谷的传统很奇怪 鬼谷每一代都只收两名学员 所以他们参赛的次数很少 而且 这两名学员从一开始 就互为最大的对手 两名学员毕业之后 将会进行生死决斗 直到其中一个学员被打败或是死亡 老鬼谷老师就会退休 而胜利的一方学员 就会成为老师 然后继续招收鬼谷的学生 林奈摸了摸下巴 果然是奇怪的传统 所以说啊 孙大帅之所以会跟你打这个赌 肯定是因为这一届 有鬼谷弟子参赛的缘故 阿光叹息 你被吓套了呀 林玉希着急道 那怎么办 总不能真让林奈 转学到兵家学院去吧 唐红山无奈 那没办法 是林奈亲口答应的 如果他真的输了 恐怕 林奈这时忽然问 那要是这个牧巡 成为第一个成为鬼谷学员中 没有得到第一的 他会不会被逐出师门啊 唐红山愣了一下 随即摇头说 那就不知道了 毕竟他们从来都没有调出第一股 林奈凹了一句 没再说什么 他心想这一次 如果你被逐出师门 那我也只能说一声 sorry了 唐队 有没有关于这个牧巡 以前的战斗记录视频 或是网界这些鬼谷学员的战斗视频 林奈问 我想看看 杨小川这时举起手 我有 不过都是官方发布的视频 林奈点头 也行 反正我也就是随便研究研究 跟唐红山他们分开之后 林奈便拿着一大堆录像带 回到房间研究观看 顺便还以需要赛前指导 赛前放松 赛前心理引导 赛前安慰等理由 把叶教官叫到了房间里来 夜晚一边给林奈按摩 脸颊红红的小声嘟囔道 为什么坐赛前放松 还要换成这样的衣服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身 哥特白丝女服装 脸颊总是感觉烫烫的 因为感觉这样的话 精神会比较振奋 下场比赛的状态 也会比较好 林奈一脸认真地看着她 叶教官应该也不会希望 下场比赛开始的时候 你的学生一副唯米 不振精神不佳的样子吧 夜晚 好了 不开玩笑 林奈伸出手 按住夜晚给她捏肩膀的小手 把她拉到身边 你过来 看这个 嗯 夜晚感觉自己的小手 被林奈的大手突然抓住 顿时感觉晕晕乎乎的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林奈拉到了旁边 跟她一起并排坐在沙发上 林奈拿起遥控器 播放着之前几节高校赛 各个鬼谷学员的表现 鬼谷能够如此稳定 每一次参赛 都能拿到冠军 还从不失手 肯定是有点东西在里面的 不可能是运气 林奈可不打算轻敌 你是黑天使的战争兵器 这样的战斗 对你而言 应该是小儿科 林奈道 你能通过这些视频 看出什么道道吗 夜晚面上的红韵慢慢退去 看着画面上的战斗场景 沉默了一会 说 鬼谷的所有学员 他们都是神明力量的继承者 哦 是吗 夜晚点头 嗯 看起来 应该是他们鬼谷特有的武学招式 而且 从这些战斗的视频来看 他们使用神明的力量反而很少 大部分都是在用鬼谷的技法 嗯 林奈沉默下来 私存了一会 以前高中的时候 他就听说过鬼谷的名号 鬼谷也被称为纵横家 道 如 佛 末 法 农 明 杂 阴阳 纵横 这是最古老的几大势力 这其中 其实已经有不少势力 如今可能已经逐渐没落 像法 浓 明 杂的学员 如今也已经越来越少 鬼谷却是个例外 因为哪怕鬼谷最强盛的时期学员 也都是两个人 而鬼谷的纵横之术 也是传世闻名的 林奈掩柱子转了转 忽然想到什么 对了 娃儿 我记得你之前只要看过一遍技能 就能完整地复制下来 甚至模仿的技能威力 还能比对方还要强大 对吧 嗯 夜晚有些不好意思地捏着手指 其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如果是一些复杂的技法 还是需要多看几遍才能学会的 林奈 人家学一个传世绝技 可能要花十几年 你就多看几遍 还说不夸张呢 那么 接下来就又要拜托你了 夜教官 林奈握着夜晚的手 一脸认真地说道 夜晚正住 哎 夜城山郊 比赛场地结界外 一辆绿色越野车 缓缓驶上山道 两个负责驻守山口的 卫面军战士见状 立刻站出来阻拦 请停车 越野车停下 两个士兵走上前去 敲了敲车窗 不好意思 前面路段现在被封锁了 现在禁止通行 请你绕路吧 车窗被缓缓放了下来 坐在驾驶座里的 是一个外貌 看起来35岁左右的男人 有着阴沟一样的鼻子 下额胡须刮得很干净 但还是能看见清晰的皮青 眼窝深邃 湛蓝色的眼睛 仿佛有着某种奇异的魅力 像是雪原上的白狼 为什么 男人仰起下巴问 前面的场地被租用了 方圆十公里的山林 都被封锁了 其中一个士兵认真的道 所以这里不能通行 是吗 男人深邃的眼眸 突然闪烁出诡异的蓝光 两个士兵接正了一下 眼睛赫然瞪大 接着 他们就好像失了魂一样 往后退开 接着 其中一个士兵 拿起腰间的对讲机 面无表情说道 安全访客 允许通过 道路的闸门被打开了 男人咧嘴微微一笑 将车窗又放了下来 越野车重新启动 顺利地通过关卡 开进了结界 啪 马德 谁特么让你们自作主张的 李哥瞪着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虎熊他们一干人 虎熊脸上挂着一个清晰的红印 眼神看起来也是颇为不服 身后几个选手也都没敢吭声 不听老子的安排是吧 自作主张是吧 想抢攻是吧 李哥一脚一脚 狠狠踹在虎熊的身上 丝毫不留情 竟然直接将他踢倒在地 你们这些蠢货 那个林黛之前显露出的能耐 你们还不清楚吗 就凭你们这点实力 除非你们 把保命的基因药剂一口气全磕了 否则就算你们一起上 都不可能是人家的对手 明明都知道这点 还特么傻愣愣地跟着人家 你们都是基因公司的选手 跟人家无冤无仇的 如此目的性之强地跟着人家 你们是生怕人家察觉不出来 我们基因公司要对他下手吗 老子的计划都被你们给暴露了 房间里很安静 只有李哥的谩骂声 还有每一脚踹出去的声音 周围的其他选手都露出几分不忍之色 猴子躺在房间的橱窗上 翘着二郎腿睡觉 好像永远也睡不饱的样子 白兽在一旁整理着自己的东西 完全没有在乎这边的情况 虎熊终于忍不住了 猛地从地上抱起 推开李哥 红着眼睛怒道 你特么就是个领队 凭啥让你来发号施令 李哥皱眉 你说什么 公司上头发布的命令 是要让我们拿到两个使徒的基因数据 同时拿到第一名的神秘奖品 虎熊冷哼 你给我们这种命令 无非不也就是想让我们 当你们完成任务的垫脚石吗 到时候任务完成了 你作为领队 就能得到公司的奖赏 而我们这些垫脚石去拼命的 反而毛都捞不到 李哥面色一沉 冷冷地说 哼 是又如何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不也就只有一个垫脚石的实力 给你机会完成任务 你玩得成吗 虎熊沉沉地道 我会完成的 说着 他抬手抹掉脸上的血迹 往地上沸了一口浓血 总之 之后的比赛 我不会再按照你发布给我的命令 去做 李哥 你找死 说着还要往前挥拳 张哥连忙拉住了他 哀行了行了 然后他扭头看了眼虎熊 顿了顿 说道 其实 你要是真想试试的话 下一轮的比赛 你就有一个机会 虎熊眼睛一亮 下一轮比赛的规则出来了 嗯 张哥说 下一轮是较真擂台战 按照上一轮比赛的排名 排名靠后的选手 可以挑战排名靠前的选手 以拿到晋级的机会 这种擂台赛 你就有正当的理由 接近那两个使徒 找到抽取基因的机会 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就看你自己了 虎熊想了想 握紧了拳头 道 好 如果失败了 公司要处罚 也无所谓 散会之后 张哥拍了拍李哥的肩膀 得意地笑着 看到没有 哥这才叫会说话 同样是让他们去拼命 你那种方式人家 肯定不服气 跟你对着干 像我这样一挑拨 下一轮 这个虎熊铁定 就会全力以赴拉人 去自爆了 李哥撇了撇嘴 没有说什么 这时候 一个人从外面 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压低了声音道 李哥 张哥 黑天使的雷罗先生来了 张哥顿时一愣 雷罗 他已经来了 他进节节了 对 怎么可能 我们还没去接他 他是怎么进节节里来的 进这种小儿科的地方 还需要你们来接吗 一个后时的中低音响起 那个眼神 如白狼一样的男人 走了进来 他穿着宽大的风衣 将冬帽摘了下来 露出那张刚毅的脸 和湛蓝色的眼睛 李哥一看到这人 顿时露出谄媚的笑意 雷罗先生 不是约定好了 咱们去接你的吗 您看您这么进来 万一一个不小心 被赛世祖的人发现了 哦 你们太慢了 我懒得等 雷罗双手插着风衣口袋 走了进来 来到窗台 边望着外面的风景 淡淡地说道 而且 我根本不介意他们发现 我只是来带走 属于我们黑天使的东西 如果那些人族的小蝼蚁 有哪些不自量力 敢来插手 碍事的话 大不了我就多费点功夫 一并解决掉就是了 这个 李哥和张哥互看了一眼 张哥干笑了两声 说 雷罗先生 我知道您的实力 但您应该也没忘吧 当初我们公司 跟您交易的内容 我们给你未面访问的密持 让您可以取回您想要的东西 但是 我们想要的东西 您也得帮帮我们 嘿嘿 放心 这点随便动动手指的小事 我还不至于骗你们 雷罗瞥了他们一眼 小事一桩 张哥笑音音地说 您记得就好 随即顿了顿 又忍不住提醒道 呃 不过啊 虽然咱们都知道您的实力 但我觉得 您最好还是不要太掉以轻信 雷罗 嗯 我是说真的 张哥说 这次阎国的全国新生赛 阎国方面很重视 这方圆十公里的比赛场地内 有不少都城那边调来的高手 比如说 阎国兵家卫冥军的孙大帅 他是战争之神的使徒 三世纪的超凡者 雷罗听言 瞥了他一眼 你是说 孙一诚吗 他也在这个地方 是的 张哥说 行 我知道了 雷罗沉默了一会 摆了摆手 用不着你们操心 张哥笑呵呵 好嘞 一切看您的形势 次日 中午 十二点 阿光来到林奈的房门前 伸手敲了敲门 林奈 你起了磨啊 一起去吃饭拜 等会儿裁判 要通知去集合了 吃呀 隔了一会儿 房门打开 林奈一身睡衣出现了 打 何欠 早 早 阿光话刚说完 一看她的脸 便惊到 卧槽 你这黑眼圈 咋了这是 林奈揉了揉眼睛 哦 没什么 昨晚修炼 加上研究比赛的对手 弄得有点晚 则则 天才加上努力 牛逼牛逼 阿光说 不过待会儿就比赛了 你这状态 不会受影响吧 林奈 没事 一会儿 找赛事组的治疗师 要几个精神祝福就行 也是 阿光歪了歪头 问 对了 你见到叶殿下没有 早上我们几个本来想找她 一起去吃饭的 但却怎么也没找到她 电话也联系不上 哦 你说她 林奈严霸扭头 玩 一起去吃饭 只见屋子里的某个房门内 传来夜晚羞涩的声音 知道了 阿光 夜殿下在你这 阿光张大嘴巴 随即露出一个玩味的表情 你们 昨天晚上 不会一直待在一起吧 林奈 是啊 玩帮我做赛前放松 顺便助我修炼 阿光 泽泽 真是让人嫉妒啊 不过兄弟 你现在还是在比赛呢 别以为每人影响了状态啊 林奈愣了愣 随即说 你误会了 真是修炼 阿光绕以为是的点了点头 我懂 修炼吗 林奈 换好了衣服 林奈 夜晚 阿光 一起下了楼 今天的小镇格外热闹 一辆辆大巴车 开进赛事小镇 从大巴上面 下来许多记者媒体的工作人员 林奈好奇 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媒体 不是说 直到最后一轮比赛前 都不会有媒体出现吗 可能是今年赛事规则有些变更吧 阿光好像也不太了解 往年的时候 都是打到决赛 才会有观众和媒体进场的 不是规则变更 这时候 唐红山的声音响起 林奈回头 只见唐红山 林玉希 老张等一众人走了过来 唐红山看了那些媒体一眼 说 是每一次 只要有鬼谷学员参赛 都会是这样的一番情况 鬼谷 林奈问 这跟鬼谷还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老张深深吸了一口烟 吞云吐雾的道 鬼谷学院每一次参赛 都能拿到冠军 但是鬼谷平均十年 才会有一位选手参赛 每一次只要有鬼谷的选手参赛 收视率都要比正常 要高出至少三到四倍 官方当然不愿意 放弃这样的热度 所以 每一届只要有鬼谷的弟子参赛 赛事组就会在第四轮 提前放媒体进来 给观众做个预热 也算是弄点热度话题吧 林奈若有所思 原来如此 每年的全国高校新生赛 不单单是选拔优秀的学生而已 无论门票费 转播费 代言费 广告费 都会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 官方也不是做慈善的 有钱钻 当然不可能不赚 阿光勾着林奈的肩膀 嘿嘿 有媒体的话 你可得好好表现啊 这可是一战成名的大好机会 去年就有很多打到决赛的选手 先不论官方的扶持和奖励 比完赛直接接了一大堆广告和代言 钱就先赚妈了 林奈看着远处那些媒体 悠悠地说 我对成名可没有什么兴趣 很快 众人一起吃完了饭之后 便一起去了比赛场馆 这一轮比赛的场馆 是一个超大的体育馆 号称龙巢体育馆 你好 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明 几个裁判员在门口把他们拦住 林奈和唐红山等人 纷纷都出示了证明 等到夜晚出示证明的时候 少女忽然震了一下 意识之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她 少女的目光头去 看到站在后面的其中一个裁判 那是一个看着很年轻的裁判 外貌很陌生 但又颇有一种熟悉感 年轻裁判戴着鸭舌帽 露出一双湛蓝色的眼睛 瞳孔血量如狼 正好与夜晚相互对视 还冲她裂齐嘴 露出一个森冷玩味的笑意 夜晚心头咯噔的一下 这个眼神 林奈看了眼身边的夜晚 低声道 怎么了 没 没事 夜晚摇了摇头 把身份证明交给了裁判 少女又看了一眼 刚刚那个年轻裁判 容貌 完全不一样 但是那个眼神 通过安检之后 众人一起进了场馆 进了场地 阿光等人再次感叹 这里的面积之宽阔 四周全都是看台 至少可以容纳十万人 中间是一个超大的场地 由这个大场地 又设立了十个小型的 五道战斗场地 场地足够宽广 即便适用于超凡者的战斗 也绝对是够了 各大电视台的媒体 已经在场馆的周围 开始布置摄像机了 我去 这还是我见过最大的场馆了 杨小川忍不住惊叹 所以说 今年这第四轮比赛 就是要进行擂台赛了吗 林语希好奇得到 唐红山抱着双臂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否则的话 把选手们带到 这样一个场馆做什么呢 下午十三点半 选手们全都到齐了 总裁判长从通道里走了出来 拿着麦克风开始讲话 马上要进行的是 第四轮的比赛 下面我宣布比赛规则 首先 第四轮的比赛 有一个初始的排名 这个排名是按照 前三轮比赛的成绩来排列的 大家可以先看大屏幕 只见体育馆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目前已晋级 所有选手的排名 从第一名到第二百名 所有的媒体记者一看到这个 立刻都纷纷将摄像机 对准了大屏幕 这种赛前的数据分析 可是他们媒体 发不出去的一大看点 当然 是不可能放过的 有几个媒体记者看到排名 已经开始互相讨论起来 果然啊 还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今年排名第一的 还是鬼谷学院的学员募巡 是啊 本以为今年的参赛选手 阵容如此豪华 说不定会有一点改变 但现在看来 这一届还是鬼谷垄断冠军了 鬼谷YYDS 鬼谷拿下今年的冠军 就是连续29冠了吧 泽泽 真是可怕 既然这样 今天的新闻就讨论一下 这一届第二名的归属好了 媒体记者叽叽喳喳 讨论了好一会 林语希望着大屏幕 皱眉道 林奈的排名33 为什么这么低啊 林奈第三轮 不是唯一一个破解了幻境的吗 老张耸了耸肩 没办法 如果按照前三轮的比赛排名的话 林奈第二轮的成绩 等于是作废的 自然会拉低一点排名 林奈没有说话 望着大屏幕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个时候 总裁判长又说 其实 这一轮的排名并不是很重要 尤其是对于已经排名在 前64名的选手而言 接着 下面我宣布这一轮的详细规则 这一轮为较真类台赛 200斤64 排名前64的选手 默认晋级到最后一轮的决赛 排名65至200名的选手 每人皆有一次选择 挑战前64名选手的机会 意思就是 排名靠后的选手 如果你觉得 前64名哪个选手比较弱 不配晋级 你就可以挑选他 把他给打下来 战胜他之后 你们俩的名次互换 被人挑选打败下来的选手 你倒也不用灰心 因为你排名降低之后 也同样拥有一次 像一只64名选手挑战的机会 赢了 你就可以再次回到前64名的排列 我建议65至200名的选手 你们在挑选对手的时候 最好考虑清楚 因为你们一旦输了 便会被直接淘汰 直到最后 只剩下64名选手为止 总裁判长说完 目光扫是一众选手的观众台 有谁有什么疑问的吗 现在可以提 一个选手举手 问 嗯 前64名的选手 可以被挑战几次啊 是被人挑战过一次之后 如果赢了 就不会再被挑战了吗 不 被挑战的次数并没有限制 总裁判长淡淡地说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实力被人公认比较弱 排名靠后的选手 就算是全部一直都选你一个 那你也必须得应战 那名选手 我们有最优秀的治疗系超反者团队 以及充足的药品供应 总裁判长说 只要你不是挂掉了 或者被特殊物质所伤 我们都可以很快 让你恢复到最佳状态 然后重新开始准备比赛 众选手面面相去 林玉希低声讨论道 咦 这样的赛制 是不是意味着 林奈眯着眼睛 轻轻点了点头 嗯 排名前64名的选手之中 有些战力明显较强的选手 有可能根本一场比赛都不用打 就可以直接晋级到下一轮 这一轮的比赛 排名65至200名的选手 想要晋级 他们挑选的对手 肯定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弱的 而那些实力强的 比如牧巡 白辽 花灵泽 白兽这样的 估计根本就没有人敢选他们 因为只有一次的挑战机会 一旦失败 就等于被淘汰了 选择了他们 跟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 老张眼珠子转了转 手中家的香烟飘着青烟 那倒还不错 感觉林奈你这局可以直接歇了 虽然你的排名是33 但前几轮下来 那些选手 肯定都已经知道了你的实力 估计没啥人会选择你的 总裁判长继续道 下面 由排名65到200名的选手 通过各自的系统 选择你的对手 从第200名到第190名 先开始选择 10个场地将同时开始比赛 虎熊坐在基因公司这边的位置上 看了一眼远处的林奈和穆勋 穆勋 作为鬼谷弟子 几乎是不可能战胜的 林奈的话 虽然是白死神的使徒 但他还仅仅只是二级超凡者 倒还有几分机会 虎熊咬了咬牙 他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摊开的手掌 他的手掌中 捏着三只深红色的短型基因药剂 这是他最后的王牌 作为新药 暂时还没有人测试过 如果一口气全部使用 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喂 无名 虎熊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沉沉的道 呃 旁边一个学生 突然听见虎熊叫他的名字 弱弱地问 虎哥 有什么事吗 你想晋级不 想啊 当然想了 那你一会挑选对手 直接选择我 我让你晋级 啊 无名惊了 那您 我自己会打上去 虎熊面无表情 用不着你管 无名有些茫然 他不知道虎熊这么做是为什么 但有人能让他晋级 当然是最好的 哦 好的 校正擂台赛即将开始 请以下选手到各自的擂台进行准备 一号擂台 明家学院 王斌VS都华大学 许雷 二号擂台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无名VS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虎熊 三号擂台 儒家学院 装文VS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赵凯 四号擂台 儒家学院 奇妙VS杂家学院 周山 五号擂台 楚门翻着自己的笔记本 说 奇妙 你这一场的对手 是杂家学院的周山 他的数据 我都给你看过了 你大概能理解多少 MOM 站在他面前的学生挠了挠头 大 大概理解了一半吧 楚门 没关系 不懂的话就实话实说 奇妙 那其实基本都不太能理解 主要是 楚门给出的一大堆数据和公式 真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 楚门点了点头 不理解是正常的 无所谓 你也不需要理解 你只要记住 我给你标注的弱点 然后按照我说的 去做就行了 五分钟之内 应该就可以拿下他 真的假的 奇妙有些紧张地搓着手 我跟他的等级 相差了整整一集呢 楚门一脸风轻云淡地说 等级不是最关键的 一击至胜 让对方的实力无法发挥出来 你就能获胜 奇妙握了握拳 似乎有了些信心 好的 楚哥 我知道了 楚门点头 接着又看向他的另外一个同学 庄周 你的对手是基因公司的赵凯 等级上来说 你的实力应该在他之上 但基因公司的人 无法用以往的数据分析 你尽量跟他打拉锯战 把比赛的时间拉长 说不定 你会有两三成的获胜机会 庄周愣了一下 真假的 楚哥 那个赵凯我之前观察过了 感觉没多大能耐啊 对方是在保存实力 楚门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或者应该说 基因公司的人 目前都还在保存实力 打了你就知道了 很快 选手们纷纷上场了 体育馆中间的十个擂台上 分别站满了二十名学生 十个擂台同时进行比赛 分别由十个裁判进行督战 楚门一边看着比赛 一边低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认认真真地画画些些 你还在收集对手的资料啊 林奈的声音响了起来 楚门回头一看 林奈和其他几个守夜人的学生 还有唐红山等人 都一起来到了前排的观赛点 这个观赛点的位置 是最开阔的 今天偌大的比赛场 只有少数的一些媒体和记者 并没有观众 所以 众人都能自由地根据 想看的比赛擂台 更换观赛的位置 楚门看到林奈 立刻神情肃穆起来 站了起来道 大哥 其余儒家学员 儒家的领队 其他几个儒家学院的学生 都很是惊讶 毕竟楚门是他们很敬重的班长 可是 楚门什么时候有一个大哥了 唐红山等人 之前都在天眼监控室 看到了林奈和楚门 在比赛中的打赌 所以对此倒也不太惊讶 儒家学院的领队 忍不住嗨嗨了两声 压低声音说 楚门 这是在外头 你作为咱们儒家学院的种子选手 这么大声地喊一个外校的人 大哥 咱们学校很丢面子 楚门愣了一下 想了想 似乎觉得也是 哦 好的 知道了 儒家学院的领队 缓缓呼了口气 楚门转头又道 大哥 下来一起看比赛吧 儒家领队 林奈走了过来 坐到楚门的旁边 又看了看儒家学院这边的阵营 你们儒家学院 好像剩下的人还挺多的 其实不多了 楚门说 我们儒家这次参赛的 一共有100名选手参赛 算是所有大学参赛人数最多的 但到目前为止 只剩下了6名选手 林奈说 6名选手也不少了吧 毕竟已经到了第4轮 剩下的200名选手 基本都只剩下重点学校的学员了 是啊 咱们守夜人 目前也只剩下4个人了呢 孟非非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坐到他们两个的旁边 然后笑呵呵地跟楚门打招呼 嗨三弟 你好啊 三弟 楚门歪了歪头 显然不理解孟非非 为什么这么叫他 孟非非笑嘻嘻地解释道 嘿嘿 你以为我比你先认识的那个 你喊那个叫大哥 论先来后到的原则 我肯定是二哥 而是你肯定就是三弟嘛 哦 楚门茫然地看着他 所以 你是谁来着 孟非非的笑容渐渐消逝 很快 前十场的擂台赛结束了 1号擂台 都华大学许雷获胜 2号擂台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无名获胜 3号擂台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赵凯获胜 4号擂台 儒家学院奇妙获胜 5号擂台 林奈注意到了2号擂台 比赛结果 是那个虎熊 那个上一轮比赛 一直跟踪着他们的人 上一轮比赛的时候 林奈就察觉到了 这些基因公司的家伙 似乎对他很有想法 不知道想要做什么 不过上一轮比赛的时候 这些家伙并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所以这一轮 林奈就重点关注了一下 林奈通过莫兹的系统 可以看得出虎熊的实力 远远不止如此 可他这一盘却故意输掉了 这是什么操作 孟飞飞听到那些比赛结果 惊恶地张大了嘴巴 说 卧槽 小厨子 你预测比赛预测的也太准了吧 时长比赛预测全部正确 楚门推了推眼镜 没有说话 孟飞飞忍不住追问 不是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楚门 基本操作罢了 数学不会骗人 根据他们各自的资料数据 进行简单的计算 就能得出结果 牛逼牛逼 孟飞飞嘖嘖拍手 这你要是去赌球赛 不是稳稳地报复 林与希看着大屏幕比赛面板的结果 发现上面有好几个 都是基因公司的学员 不由地问道 今年到了第四轮 居然剩下了这么多名基因公司的学生 嗯 是的 楚门淡淡地说 今年的基因公司 其实一共只派了29名选手参赛 但他们目前剩下的选手 却有21人 林与希有些惊讶 29名剩21人 这个存留率 这么夸张的吗 要知道 比赛进行到这一步 他们的实力很不稳定 楚门说 他们每一个选手的数据 几乎每一轮都不太一样 实力忽高忽低 林与希深深看了他一眼 问 你的意思是想说 他们可能用了静药 孟飞飞抠着鼻孔 悠悠地道 我觉得 把可能俩字去了 可能会比较准确 楚门缓缓地说 基因公司本来就是研究人类基因 强化的极限 制作基因药剂而闻名的 他们使用的基因药剂 都是威力十分强大的 当然了 副作用来说也是非常可怕的 林耐心想 对于这一点 他应该是最清楚的 之前他缴获了一大堆基因药剂 大部分都倒卖给黑市了 不过还留了一部分 现在还有几支基因药剂 在他的物品栏里放着呢 不会吧 旁边的阿南疑惑得到 全国高校赛 不是严禁使用基因药剂吗 而且 每名选手在比赛之前 不是都会做兴奋剂检测的吗 也许是他们研究出了什么新药 可以避过检测吧 老张冷哼 不然我都无法解释 他们今年的成绩 为什么会这么好 过了一会 赛事组的广播又响了 注意 注意 马上开始第二轮的叫真擂台赛 请以下选手 到各自的擂台进行准备 一号擂台 墨家学院 燕文VS京都大学张运文 二号擂台 都华大学张家磊VS农家学院 钱小峰 三号擂台 金公司直属学院 虎熊VS首页人学院 林耐 听到广播喊到林耐的名字 众人皆是正了一下 原本还以为听错了 结果一看大屏幕 居然真的是林耐 啊 那个 居然有人选择挑战你 孟非非诧一道 林耐微微眯起了眼睛 她看向了面板 找到了自己对战的名字信息 金银公司 虎熊 原来如此 第一轮的时候 故意输掉 落到下位区 来得到选择对手的机会吗 不少现场的媒体记者 听到这个信息 也都有些意外 然后他们反应了过来 纷纷兴奋起来 拿起摄像机和照相机 开始卡卡卡拍摄 好家伙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到 白死神的使徒上场了 快点拍下来 虽然没能看到沐勋上场 但这好歹也是另外一个使徒 肯定能登上今天的头条了 这种挑战赛 不都应该挑个软柿子捏吗 也不知道 这个叫做虎熊的选手 是怎么想的 可能是觉得 林耐毕竟是二级吧 也正常 是啊 林耐才是二级 可能实力也并没有那么强 你们看她的排名 也才33名呢 媒体记者们并没有看过 前面几场比赛的情况 所以他们只能通过 选手目前的排名 到底是怎样的 林耐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手腕 说道 我去了 夜晚昂着脑袋 水一般的眼眸望着她 林 林耐哥 加油哦 林耐笑了一下 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轻声应道 嗯 唐红山认真看了看她 要注意 精英公司的人 可能不像其他学校的选手那么单纯 林耐抬手比了一个OK的手势 然后便脱掉外套 下到场地去了 孟非非看着林耐的背影 摸了摸下巴 问道 小厨子 按照你的资料 奈哥这把赢下来 应该没啥问题吧 楚门悠悠地说 我不知道 应该有六成的胜率吧 孟非非惊讶地张大嘴巴 才六成 楚门 我这么说 是因为我还不了解 基因公司的底牌 没有完全掌握他们的数据 所以无法计算 说着 她从物品栏中 下载出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放在腿上 打开了某个数据软件 楚门推了推眼镜 镜片后面的眼眸深邃 不过通过这一场的比赛 估计就能得到不少有用的资料了 双手放在嘴边喊着 小奈加油啊 你要是赢了 搁几个当场给你来场脱衣热舞 给你助助威 林奈 一些媒体记者听到这话 立马将摄像头对准了他们 咔嚓咔嚓地拍了起来 虎熊冷笑 哗众取宠的家伙们 林奈看了看对面的虎熊 思条漫里地说 又是你啊 上一轮就偷偷摸摸地 跟踪了我们那么久 这一轮又跳我做对手 看来 你还真是对我很感兴趣呢 想做什么 只说呗 虎熊咧起嘴 等你被我打趴下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擂台中间 年轻的女裁判看了严手表 然后说道 两位选手 我再附述一下比赛规则 比赛没有战斗的招数限制 武器和道具方面 只要是经过赛事组登记在内的 也没有特别限制 战斗 直到一方站不起来 或是认输 或是被逼出场外为止 比赛便算是结束 但是不能伤人性命 一旦出手击杀对手 自动被计为淘汰 年轻女裁判 说完顿了顿 现在即将开始比赛 有谁的身体 需要紧急疗伤 要提出暂停的吗 林奈摇头 没有 虎熊冷笑 不需要 年轻女裁判 好 那么现在 比赛正式开始 说完 她便打了一个手势 然后跳下了擂台 女裁判刚一离开擂台 虎熊便立刻爆发了自身的魂力 成橘色的魂器火焰 在她周身熊熊燃烧 5.8级超反者的实力 展露无遗 而林奈这边 也爆发了魂力 2.5级 光论等级上来说 是完全碾压的 哼 虎熊一声爆吼 一开场 就如凶猛的野兽狂猛地 攻了上来 一记裹挟着魂器的拳头 便朝林奈的正面打去 魂器卷起裂锋 隐隐带着唬笑的声音 林奈见状 侧身一个躲闪 避开她的重拳 只觉得刚猛的魂器裂锋 从她脸侧刮了过去 刮得她右脸隐隐生疼 不过林奈的动作 没有一丝一毫的停止 闪躲开的同时 猛地一记肘击 加上一记快拳 快速而迅猛地 打在虎熊的肋骨 虎熊闷哼一声 后退猎切两步 一口胃液 从口中吐了出来 肋部的剧痛 让她差点跪倒在地 哦 观众台上 众选手们看到 林奈如此干脆利落的一击 顿时都响起了呼声 林奈由于使徒的身份 不只是媒体记者们 关注而已 无疑也是全场 目前剩余下来的选手们 关注的焦点 大多数选手 早就已经不看其他擂台了 全部聚集到 林奈这边的看台上 观看林奈的比赛 一是为了观察 接下来几轮可能会遇到的对手 二也是为了想看看 白死神的能力强度 到底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泽泽 动作真快啊 一个男生感慨着说道 仅仅二级 身体属性就起码是五 六级的水平了 他还不是舞者型的职业 真是不可思议 另一个女生说 是啊 这个虎熊也太不自量力了 选谁不好 非选一个使徒 话别说得太早哦 一个女生传来 男生和女生愣了一下 回头看去 于圆圆坐在高处的台阶上 手掌抵着自己的下巴 你们要好好观察 那个叫虎熊的 男生不解地问 圆姐 为什么呀 那个虎熊 看起来实力很一般嘛 因为他是基因公司的人 于圆圆说 你们要特别注意 一下这些家伙 他们可能不像 其他选手那样光明正大 诶 女生惊讶 他们会耍什么 卑鄙手段吗 之前的几轮比赛 都没感觉出来啊 于圆圆眼神玩味 也许你们看完这场比赛 就能够看出来了 擂台上 林奈看着 被他一击 就跪倒在地虎熊 你的本事 应该不止如此吧 林奈 既然选择了我 就别藏着眼着了 直接来吧 嘿 虎熊抹去额头的冷汗 嘴角裂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如你所愿 说着 他的咬鸡鼓起 嘴里明显做了一个咬的动作 似乎咬破了嘴里的什么东西 林奈挑了挑眉 注意到了这个微小的细节 只见虎熊调动体内的魂器 双指快速点在自己的眉心 又点在自己的小腹 砰砰 哈哒 一股汹涌的魂器自体内震荡而出 比先前的气势 瞬间要强了好几倍 林奈打开系统 一扫描他的身体情况 果然 虎熊的各项身体属性 正在急速飙升 目标身体得到 某种药物强烈刺激 目标临时魂力使用效率 正190% 临时力量加200 临时体力加200 临时敏捷加210 临时防御加300 临时抗性加300 临时爆发 正175% 临时攻击正150% 临时耐力正170% 临时TD细胞活性 正280% 林奈眼神一宁 好恐怖的药效 看来这家伙 是把基因药剂浓缩之后 以胶囊的形式 藏在嘴里了 这怎么可能啊 看台上 山海大学的校长 突然猛地站了起来 惊愕地看着擂台 这个虎熊 他的魂力等级 怎么可能从将近6级 一下子飙升到6.9级 观众习想起了一片 错愕惊叹的声音 他们看不到虎熊的身体状况变化 但他们能够感受到 虎熊爆发出的魂力强度 6.9级 这应该是咱们 这届大赛选手中 最高的等级了吧 跟鬼谷的牧巡等级 都一个样了 难道这个虎熊 从一开始一直都在保存实力 天哪 唐红山等人看到此景 顿时也都紧张了起来 卧槽 老张夏的嘴里的烟头都掉了 那家伙的实力 怎么一下子攀升了那么多 叶瓦尔同样 也能察觉到虎熊的身体变化 不仅仅是魂力等级提升了而已 各项身体属性的 强烈上升波动 他也能够感受得到 在叶瓦尔的视野之中 他虽然看不到虎熊的详细属性 但他也能看到 虎熊体内的能量颜色变化 从青绿色 一下子变成橘红色 然后又逐渐变成了深红 他好像使用了 某种特殊药物 叶瓦尔很清楚 那种颜色 是只有使用某种基因药物时 才会出现的反应 他的身体属性大幅度提升了 真的假的 孟非非疑惑 刚刚我一直盯着 那个虎熊 也没看见 他有什么嗑药的动作 夜晚顿了顿 说 我猜测 他可能是把药物 藏在了自己的嘴里 一旦咬破 药物就会发挥作用 林语希恍然 原来如此 孟非非挠了挠脸 还有这种操作 唐红山神情严肃起来 这下子 林奈有麻烦了 擂台上 虎熊周身涌出的魂气 越来越强 气旋如漩涡 很快完全席卷了整个擂台 场下的女裁判 又不由地抬手挡在眼前 不让气流 遮挡自己的视野 林奈的一百 被吹得烈烈作响 却也不慌不忙 依旧面色平静地站在原地 虎熊冷面 哼 故作镇定是吧 还是看啥了 林奈 这才是第四轮 你就磕这种 高负作用的基因药剂 就算你赢了 后面的比赛 打算怎么办 虎熊掠出一个冷笑 我根本没有打算 晋级到最后一轮 我的任务 在这一轮就会结束了 林奈挑了挑眉 受死吧 虎熊咆哮一声 右手掌击出 无法 虎狮猴 只见一团橘红色的魂气 冲击波 从他手掌击发 朝林奈狂袭而来 咔哄哄哄 橘红色魂气凝聚成形 变成一头虎头的形状 空气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不仅是如此 魂气冲击经过的地面 都完全被强大的力量给撕裂 裂出一道狭长的地方 橘红色的魂气冲击扑面来 光论威力而言 这一招起码是七级以上超反者 才能激发出的技能 林奈也不敢怠慢 施展了鬼影步 身法如闪光火石般地扭开了魂气冲击 这一招的威力 直接让大半个擂台的地面完全裂开 林奈躲开之后 这一击直接冲到了隔壁的二号擂台去 台下的女裁判见状 顿时面色一变 小心 女裁判立即出手想要 将这一魂力冲击拦下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二号擂台的两名选手正打得好好的 突然感觉背后一热 炙热的魂气汹涌而来 回头一看 两人都猛逼了 三 Delta 三 我 C 哼 曹子都还没有完全叫出来 两名选手就被热浪 黄喜而来的魂气冲击推翻 双双重伤倒地 负责二号擂台的裁判 也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也是呆滞了好一会 接着他连忙跃上擂台 查看二人的情况 捏了捏两名选手的人中 接着举手示意 二号擂台两名选手的比赛暂停 两名选手都需要紧急治疗 好几个抬着单架的医护人员 赶紧跑了过来 把两名选手给抬走了 林奈扭头看到这一幕 一时间只觉得嗓子有些干干的 好家伙 看来的确不能小瞧了基因公司的科技力啊 还敢分析 虎熊的吼声再次在耳边响起 回过头来 只见虎熊已经四会星 一般再次冲测上来 他的身体由于药物的关系 皮肤已经变成了橘红色 四肢胸膛的肌肉抱起 一根根球节的青筋 充斥着恐怖的爆发力 哼 虎熊侧身抬腿 一只鞭腿凶猛的劈向 林奈侧脑 林奈表现得很冷静 不慌不忙 再次施展鬼影步躲开了 我看你还能躲过多少 虎熊眼睛眯成一条缝 沉沉地说道 嗖 碰 碰 虎熊的攻势十分迅猛 药物的作用 让他的身体强度提升到了极致 每一剂鞭腿提来 仿佛周围的空气 都要被热浪融化一样 在空气中留下一道道炽热的痕迹 擂台因为他的攻击 所带出的魂器破坏 又多出了好几道裂痕 不过林奈的身法 也如鬼魅般鬼异训 十几轮攻势下来 速度和敏捷大幅度提升的虎熊 竟然仍是丝毫都没有摸到林奈一下 精英公司这边 张哥和李哥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没想到这个林奈的敏捷属性 这么高的吗 张哥说 虎熊经过一号药剂的强化 居然都打不到他 别急 李哥沉沉道 我看这个林奈 也只有这两下子了 反正以虎熊现在的攻击力 只要摸到一下 这林奈非死也极惨 而且 虎熊还有两颗胶囊 没有咬破呢 你就这点能耐 只会躲 不出招 虎熊终于停了下来 盯着林奈说道 好歹是使徒 这么一直躲下去 不太好看吧 林奈没受他激将法的影响 悠悠地说 你这支基因药剂的药物作用 大概只能维持十分钟吧 现在药效已经在慢慢减退了 而且很快 副作用就会上来 虎熊顿时面色一变 这家伙怎么会知道 你 你怎么会对我们公司的 新药的效果这么清楚 虎熊皱起眉 压低了嗓音 用只有他们两个 能听见的声音质问道 林奈 如果我说 我是你们这新药的发明人 你信吗 虎熊 你放屁 林奈笑了笑 既然你不信 还问什么 虎熊眼神冷冽 他知道 林奈肯定不会说实话 林奈说 现在你还有三分钟 要不你再试试看 能不能抓到我 虎熊握紧了拳头 没办法了 只好再把第二颗 浓缩胶囊咬破了 但一下子服用两颗 浓缩胶囊 后果 虎熊由于片刻 眼神一下子坚定下来 这是他唯一往上爬 获得财富 获得权力 成为人上人的机会 绝对不能放过 虎熊正准备要咬下 装在后槽压上的 另外一颗胶囊 谁知这个时候 林奈突然动了 施展鬼影部 主动朝他攻了上来 虎熊没想到 林奈会突然主动发起攻势 原本正在分心的他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林奈开启灰明之铜 一对瞳孔 逐渐变成了银灰色 锁定了虎熊的双眼 在他鬼影部的重重幻影之下 仿佛一瞬间 有十几双灰明之铜 同时盯着虎熊 虎熊根本无法分清 哪一个是林奈 身体动不了了 虎熊心头咯噔的一下子 很快他就意识到 是灰明之铜的精神 攻击起了作用 在灰明之铜的注视之下 虎熊只觉得自己 仿佛一瞬间 坠入了一片灰色 深渊一般的汪洋大海 身体瞬间觉得失重 无力 如同坠入幻梦 这是标准的中了幻术的反应 虎熊的身体属性 和魂力强度 在药物的作用下 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但他的精神力 却并没有怎么提升 面对林奈 灰明之铜的精神冲击 他的抗性 并没有怎么提升 林奈趁着灰明之铜 控制住虎熊的那一瞬间 利用鬼影布闪烁 来到他的面前 一记息撞击在他的小腹 虎熊闷哼一声 下意识地瞪大眼睛 张开了嘴巴 接着林奈伸出手 闪电般扼住虎熊的下额 咔嚓 一声清脆的鼓响 虎熊的下巴脱臼了 这一系列的动作速度太快 几乎是在电光火时 转瞬即逝之间完成的 甚至连观众台上 各个学校的选手 老师们都还是一脸呆滞的状态 没有完全看清 更不要说台下的那些 媒体记者们了 哄 下一刻 虎熊摆脱了 灰明之铜的精神控制 爆发了魂气反抗 但林奈早已撤开 你 警号百分号 信号信号 虎熊恼怒地望着林奈 一手捂着自己的下巴 一手抬起指着他 似乎很努力地 想要说些什么 但他的下额脱臼了 下巴无法合上 根本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来 他的身形亮亮呛呛的 显然药物的副作用 已经开始显现了 林奈知道 现在的虎熊 已经没有任何威胁 他抬起手 弹开手掌 在他的手掌中 有两颗胶囊 是刚刚捏碎虎熊下巴的时候 顺便拿出来的 观众席之上 楚门手指在笔记本键盘上 快速敲打下最后一串数据 然后合上了电脑 露出淡淡一笑 看来胜负已分了 很快 虎熊身上的药效消失了 药效退去 剩余的 只有可怕的副作用 这样状态下的虎熊 已经完全不是林奈的对手 林奈三两下 便轻松击败了他 将他丢出了擂台 三号擂台 林奈胜 胜负已分 女裁判员举手示意 哦 打得好 欢呼声响起 这欢呼声毫无意外 是来自于林雨昕 唐红山他们这一边的观众席 林雨昕满眼星星 兴奋的都跳起来了 阿光和丁子 更是像猴子一样 跳到了座椅上 现场蹦起了热舞 吹起口哨庆祝 林奈 牛逼 哦 这是阿光拍打嘴巴 发出猎人员嚎叫的声音 在擂台上的林奈 看到这一幕 不少其他看台的选手 都被动静吸引过来 看向了这边 阿南有些面红耳赤 捂住自己的脸 觉得有些丢人 楚门微微张开嘴巴 一时无言 孟飞飞戳了戳 坐在旁边的老张 小小声地问 唉 你们夜城的狩猎人 平时都是这么庆祝胜利的 老张稳稳坐在位子上 瞇着眼睛 洗了口烟 缓缓地吐出来一口清烟 习惯就好 咔嚓咔嚓咔嚓 拍照的快门声不断 媒体记者们 将摄像头和相机 都对准了林奈 拍下一张照片 同时还把观众席上 热舞庆祝的阿光 和丁子他们拍了下来 观众席上 众选手议论纷纷 喂 你们刚刚看清楚 是怎么回事了没有 一个男生满脸茫然 还在回忆刚才的战斗 他根本没有弄明白 这场战斗到底 是怎么结束的 为什么一开始 战尽优势的虎熊 突然一下子就暴毙了 而一开始 只能被逼得到处闪躲 根本无从反击的林奈 却突然一下子暴肿 把虎熊踢下了擂台 另外一个男生说 我也没看清啊 我就眨了一下眼睛 怎么突然虎熊的下巴 就被林奈捏碎了 一个女生说 七 这都看不出来 很明显啊 那个虎熊那种高爆发程度的无法 肯定及其消耗体力 林奈一开始 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而已 等到虎熊体力消耗殆尽了 当然就不是林奈的对手了 好像有点道理 不对吧 刚刚也没有看见 虎熊体力不支的样子 他的速度一点都没有减弱 这个 大多数的选手 并没有真正看明白 这场比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还没有看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比赛就莫名其妙地逆转 然后结束了 只有少数的选手 看出了其中的道道 阴阳家学院 阴阳家的二号种子选手 李萧竹说 没想到这个林奈 除了实力之外 战术 头脑 临场判断 也是如此的优秀 旁边的阴阳家一号种子 苏清雪沉静地说道 相比于林奈 那些基因公司的人 或许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是啊 李萧竹说 我就知道 今年基因公司的人 能够剩下那么多选手 肯定耍了某种把戏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之前那么多轮比赛 居然一直都没有被人发现 京都大学 花灵泽摸着下巴 思索着这场战斗 说 看来 林奈已经看穿了 基因公司那些人的把戏了 坐在他旁边的花银文 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把戏啊 小妹 你要注意基因公司的那些人 花灵泽说 当心死在他们手里 死 花银文愕然 没想到哥哥会说出 这么严重的话 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次比赛的规则 不是不允许出现击杀的吗 否则就要被取消比赛资格的 花灵泽笑了笑 说 那如果说 那些家伙一开始 就没抱着晋级为目的去比赛呢 花银文愣住了 花灵泽看了一眼 基因公司那边的阵营 悠悠地说 虎熊输了 他们还剩下20名选手 这20名选手 就相当于20名自爆炸弹啊 山海大学 什么 一个男生愕然 袁姐 你是说 基因公司剩下的那些人 有可能想要把自己 当成自爆卡车 去找那些种子选手 同归于尽 另外一个女生道 这不太可能吧 于远远正低头给自己的右手 涂着指甲油 缓缓地说 基因公司做出这种事 你认为会是什么 很让人惊奇的事情吗 几人面面相去 都无话可说了 如果是基因公司的话 还真有这个可能 他们是完全没有道德下限的 于远远看着远处 基因公司的阵营 说 基因公司那边 目前剩下的选手 最有竞争力的 就是那个白兽 还有那个猴子 其他选手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应该全部都是炮灰 嗯 或者称他们为 赶死自爆卡车 更为准确 女生惊讶道 您是说 他们会为了保证 白兽和猴子进入决赛 用其他的选手 为他们扫屏 有可能造成阻碍的对手 男生结结巴巴 这样也太疯狂了 他们这么做 赛事组委会的人 就不会管管吗 谁都知道 基因公司不干净 但他们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明明知道 他们不干净 但你们却找不到证据 这样官方 也拿他们没办法 别忘了 基因公司 可是富可敌国的 于远远说着 抬手展开五指 看着自己涂好的指甲 然后亮给其他人看 一脸期待地问他们 好看吗 其他人 鬼谷学院 木逊一个人 孤零零地 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 这个位置 是离比赛场地擂台 最远的地方 他面色沉静 怀里抱着一柄 墨绿色秀迹斑斑的青铜剑 正用一块白布 轻轻擦拭着健身 比赛结束了 林奈走下擂台 不过虎熊仍然还 躺在擂台之下的地上 躺低不起 实际上 林奈并没有下手多重 只是随随便便 将虎熊打出了擂台而已 但虎熊却一直躺在地上 爬不起来 身体如筛糠一样的颤抖 脸色一会轻一会白 嘴里还吐出了白沫 看起来极其痛苦 林奈知道 那是药效的副作用 他这是怎么了 女裁判走了过来 检查了他的情况 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招手叫来了 其他几名裁判 交谈了一番 然后又让人 把医疗师叫来了 好几个人抬着担架 把虎熊抬了下去 总裁判长看到这一幕 眼眸闪烁寒光 沉沉地道 这个虎熊 好像不太对劲 站在他旁边 一个嘴里叼着牙签的男裁判员也说 是啊 像是磕了药一样 总裁判长顿了顿 交代道 一会儿医疗师给他们治疗完之后 再给他做做全身检查 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 牙签裁判员点了点头 好 精英公司阵营 李哥咬牙切齿地说 我就说了 你让这个棒锤去自爆林奈 准没什么好结果 这下子 赛事组委会的人 肯定要盯上咱们了 张哥一脸无所谓地说 你别着急啊 怕什么 随便让他们盯 让他们随便查 反正我们的新药 以他们的系统版本 是绝对查不出来问题的 接着 他又去看剩余的那些选手 你们看到了没有 不是我不给虎熊机会 机会我已经给他了 是他们自己没抓住 而且这下子 他什么都没唠叨 回去还得背个公司的处分 原本跟着虎熊的那几个学生 听了这话 都有些尴尬 现在明白了吧 你们根本就没有本事 跟人争冠军 但你们按照我们的安排 完成了自爆任务 除掉几个种子选手 就算被淘汰了 起码还能得到公司 给予的一笔不菲的任务奖金 张哥冷冷地说 但你们要是 谁还想一意孤行的 就站出来 再去试试 我保证你们比虎熊还惨 而且什么都捞不到 没有人说话 很好 张哥说 没人有意见的话 接下来就都听我的 杨磊 到 一个男生站了起来 下一场轮到你了 张哥安排他的任务 你去把那个法家学院的 第一种子选手 给我爆掉 直接磕两个胶囊 上台就动杀招 不必留情 杀 杀人嘛 杨磊顿时紧张起来 但比赛规则 张哥冷笑 擂台比武 总有失手 你就一口咬定 是失手杀人 按照比赛规则 你也就是算淘汰了而已 法律不会追究你 放心吧 杨磊 好 好吧 林奈回到了观众席 林奈 不愧是你 真牛啊 连那种作弊的都能打过 阿光立刻蹦上来 勾着林奈的肩膀 嬉皮笑脸地说道 林奈的态度 很是平静谦虚 也是运气比较好 对方的属性增幅重 没有提升多少精神力 否则灰明知 瞳孔不住她的话 我就很难找到机会了 钉子说 嘿嘿 别谦虚了 那种机会你能抓住 已经很不容易了 唐红山这时看着林奈 问 林奈 你刚刚为什么要捏碎虎熊的下巴 林奈摊开手掌中的两个胶囊 给他们看 这是什么 杨小川不解 这就是刚刚那个虎熊 突然爆发那么强活力的秘密 林奈把事情解释给他们听 这要真的这么厉害 阿光听完顿时咋舌 拿着那一颗小小的胶囊 市面上普通的基因药剂 能提升超凡者10%的战斗力就不错了 这玩意儿 直接能翻倍啊 维持的时间很短 而且副作用是极大的 且是不可逆的 林奈说 唐红山拿着那两个胶囊 神情严肃 我去向赛事组举报 现在举报 估计没用 林奈耸了耸肩 他们应该会说 这是虎熊的个人行为 与他们基因公司无关 老张摸了摸下巴 想了一会 说 我觉得林奈说得对 那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阿光一脸不满 唐红山想了想 说 既然这样 那就等一会儿 他们的选手上了台之后 再抓一个现行 众人听言 纷纷点头 都觉得可行 夜晚望着众人围着林奈 也想上去表达一下胜利的恭喜 不过少女羞涩的性格 实在不是那种 会在很热闹的氛围里 插话说的那种人 少女一个人坐在位子上 正低头捏着衣角 脑袋里组织着语言 想要上去主动说些什么 然而这个时候 少女的脑袋嗡的一声响 之前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 夜晚抬头望去 隔着很远的一个观众看台 一名戴着冬帽的裁判 正趴在正对面的看台上 远远望着他 一双湛蓝色的眼睛冷灭 而带着几分嘲弄 那个人 少女稍稍握紧了拳头 注意 注意 马上开始第三轮的教证擂台赛 请以下选手 到各自的擂台进行准备 一号擂台 农家学院 蒋一楼VS都华大学 于明亮 二号擂台 法家学院 张一鸣VS山海大学 孙小 三号擂台 杂家学院 启光梦VS守夜人学院 孟飞飞 孟飞飞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一脸苦恼地挠着脑袋站了起来 唉 就知道逃不掉 果然还是有人选择我啊 果然还是被人当成软柿子呢 旁边的钉子拍着她的肩膀 兄弟 加油了 都是代表咱们守夜人的 可别给守夜人丢脸啊 嘿嘿 我尽量 尽量 孟飞飞嬉皮笑脸地说着 走下了擂台 随着她一步步来到场地 蓝海脸上那原本大大咧咧的模样 慢慢退去 眼神也从原本的轻浮散漫 变得犀利有神起来 蓝海的嘴角微微咧起 把我当成软柿子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本届大赛最大的黑马 长什么样子 林奈回到位子上坐好 她已经把两颗胶囊 交给了唐红杉 而唐红杉 已经偷偷去找赛事组的裁判了 这时候 林奈忽然感觉 旁边有人拉了拉她的袖子 回头一看 是夜晚 少女抿着嘴唇 黑药石一样的眼睛 眼巴巴地望着她 看起来有什么事想要跟她说 怎么了 林奈疑惑地望着少女 压低了声音 少女拉着林奈 去了角落一个没人的地方 林语希好奇地望着 林奈和夜晚离开的背影 疑惑道 咦 这还在比赛呢 他们俩去干什么呀 说着就站起来 想要跟过去 不过被钉子一把按住了 嘘 不能看不能看 少儿不移 林语希一听 小脑袋里不知道冒出了什么东西 表情复杂 哦 随即反应过来 回过头不满的奴起嘴道 什么少儿不移 我年纪还比林奈和娃儿大一岁呢 你说真的 林奈挑了挑眉 你是说 你在这个场馆里 感应到了其他黑天使种族的气息 夜晚轻轻点头 嗯 林奈不解 可是 你二姨临走之前 不是留下了一刀未免锁吗 没有秘持的话 就算是黑天使文明 也没法轻易破解 来到人族未免吧 话是这样说没错 少女抬起脑袋 望着远处 刚刚那个可疑的裁判 早已经不见了 林奈 你确定吗 夜晚 嗯 嗯 林奈摸着下巴 思索片刻 所以 来的是谁 你认识吗 夜晚想了想 应该认识 但我不确定是谁 看来 对方是冲着你来的 林奈顿了顿 说道 等一会儿唐队回来了 我跟他商量商量 不 不要了 夜晚立马说 这件事情 还是不要连累到其他人了 如果是冲着我来的 那么对方的实力 不是唐队他们可以帮得上忙的 所以 我不想再牵连到你们 林奈笑了 唐队不行 还有刘鹤大队 还有旁局吗 夜晚 他们也帮不太上忙 林奈 其实 我只是想跟你道个别 夜晚微微弯下腰 冲着林奈 深深鞠了一躬 林奈哥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不过 可能得离开了 林奈没说话 沉静地看了他一会 然后才问道 如果你现在逃走的话 有几分把握能逃掉 夜晚抿着嘴唇没说话 林奈 既然你没把握逃走 我觉得 你要是现在离开 才是害了我们 夜晚一正 为什么 你想啊 林奈说 你肯定不能被他抓回去 对吧 嗯 夜晚咬着嘴唇 二姨已经跟其他参与 研发战争兵器的那些股东公司 正式开战了 如果我被他们抓回去的话 二姨他们恐怕 所以 如果你逃走被他逮到了 你们肯定要发生战斗 黑天使那边的公司 竟然会派出这个家伙过来抓你 他的实力肯定也在你之上 到时候 你的自动防御 红眼模式启动 全力以赴跟他打一架的话 林奈说到这顿了一下 盯着他的眼睛问 如果你们这个级别 在这里火力全开打一场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夜晚想了想 哦 整个夜城应该会消失 林奈一时噎住 这么恐怖的吗 我还以为 就是咱们这个赛事小镇 和附近的山林 被夷为平地而已 夜晚沉默着 想说只有夜城消失 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骨策了 所以说啊 你现在不能轻举妄动 林奈拍了拍他的肩膀 敌人不动 我们不动 既然他已经发现了你 如果他真有那么大把握的话 干嘛不直接动手 夜晚想了想 觉得好像也是 我们现在不能慌张 林奈沉静地说道 先联系你二姨破冰再说吧 夜晚 嗯 第三轮教阵擂台赛结束 一号擂台 胜者 都华大学 于明亮 二号擂台 胜者 法家学院 张一鸣 三号擂台 胜者 守夜人学院 孟飞飞 观众台上 响起一阵阵恶然惊叹的声音 尤其是杂家学院那边的阵营 几个老师几乎都快要疯了 启光梦 杂家学院今年的一号种子 没想到 居然败在了守夜人 一个无名小将的手中 而且 他们这一场的比赛过程极短 仅仅止不到15秒 比赛就结束了 这个启光梦 不是今年杂家学院 力推的一员大将吗 怎么会败给一个无名小卒啊 是啊 他第一轮的时候 还拿到第15名的成绩呢 说明他战斗力方面还是不错的 可惜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成绩太差 才掉到64名以后 泽泽 杂家学院已经沉寂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出来了一个 有希望冲击一下十枪的学生 居然就这样倒在了第三轮 这个孟飞飞是谁啊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啊 不到啊 许多媒体记者 立马将相机对准了孟飞飞 咔嚓咔嚓 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照片 孟飞飞抬起自己的手枪 吹了吹枪口飘出的硝烟 微微昂头 摆出一个孤傲高手的身态 他15秒比赛就结束了 不过他愣是在台上 摆pose 站到其他类台的比赛都结束 不为别的 就是给记者们一个拍照的机会 楚门翻动着手中的本子 一只原子笔 在他手指间灵活翻转 不时在本子上快速记录着什么 孟飞飞啊 看来不会有错 他就是那个15岁 就破格进入守夜人的天才隐形神居手 虽然 之前一直不见他露面 但上一次槟城的意境未面征途 十几个亡两级的摩翼首领 在万军丛中莫名其妙地被人拘死 到最后 摩翼军队连狙杀他们首领的人族狙击手 再哪都没找出来 应该就是他干的 所以他才没有名气 也从来没有人认识他 真是没想到啊 楚门推了推自己反光的眼镜 看来这次的比赛 真不能小瞧任何人 孟飞飞仍旧站在擂台上 摆着那个端枪的pose 直到其他选手都被担架抬走了 裁判员终于看不下去了 走过来说道 孟飞飞同学 请你下来 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该轮到下一组了 哦 好的 孟飞飞这才跳下擂台 返回了观众席 林奈和叶瓦这时候也回来了 孟飞飞一脸得意端着枪回来 那个 看到我的枪法了没有 帅不帅 啊 林奈愣了一下 随即说 哦 不好意思 我刚刚去上厕所了 没看见 孟飞飞如遭雷击 嘿嘿 你老是喜欢记录比赛的数据 肯定刚刚一直在很认真的 看比赛吧 楚门正低头专心在笔记本上 不知道写着什么 听到旁边孟飞飞的话 抬起头来扶了浮眼镜看她 啊 孟飞飞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 你在写什么呢 哦 楚门说 儒家的周子熙是我的同学 我刚刚一直在关注她的比赛 帮她记录战斗的数据呢 一会儿还要帮她纠正一些 她的错误习惯 你刚刚问我什么来着 孟飞飞 楚门 对了 你比赛怎么样了 赢了还是输了 孟飞飞 过了一会 唐红山也回来了 林娜与她对视一眼 互相点了点头 注意 注意 马上开始第四轮的校正擂台赛 请以下选手到各自的擂台进行准备 一号擂台 冰家学院 阮胜VS墨家学院 王周明 二号擂台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杨磊VS法家学院 韩卫 三号擂台 明家学院 谢涛 VS佛家学院 杨晨 四号擂台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张文龙VS山海大学 前晨晨 新一轮的比赛又开始了 张哥抱着双臂 看了看旁边的战备席 都去吧 按照我说的去做 公司不会亏待你们的 杨磊和张文龙 两人都站了起来 是 两人都站上了擂台 这一轮又有基因公司的人出战 林娜望着场下的比赛 问 楚门 这两个人的对手 是什么样的角色 楚门翻着资料 说道 法家学院的韩卫 是法家的第一种子 超凡序列号四零词控者 法家这十几年来势力 也在不断衰退 虽然仍然位列久留的席位 但出名的学生 一直在逐渐减少 这个韩卫 也是好不容易 才培养出来的天才 他翻了下一页 说 这个山海大学的前晨晨 是山海大学的第二种子 是个召唤师 实力同样也是相当不错 阿难道 你们说 这次基因公司 还会嗑药不 丁子骂道 这还用问吗 这帮孙子 也只会耍这种卑鄙手段了 二号擂台 年轻女裁判员 看了看万上的手表 然后对台上的两名选手道 现在即将开始比赛 有谁的身体 需要紧急疗伤 要提出暂停的吗 韩卫面色平静地道 不用 杨磊 不用 年轻女裁判点了点头 好 那么 比赛现在 比赛暂停 这时候 总裁盼长的声音突然响起 石道光柱突然落下 将十个擂台上的比赛选手 全部罩住 这 杨磊和韩卫 立刻察觉自己的身体 动不了了 像是被定身在了原地 除了大脑还能思考 所有擂台的选手 连眼珠子都无法动弹一下 怎么回事 李哥站了起来 皱着眉头 张哥沉着脸 没有说话 总裁判长走了出来 脸上的刀疤 令他显得很有威压感 冷冷地道 突击检查 我们要临时检查赛场上 每一名选手的身体状况 查看是否有服用兴奋剂 或者是否有携带违规道具和武器 现在 各个裁判员 上台搜身 十几个裁判员走上擂台 开始检查 每一个选手的情况 哈哈 这一下子 他们跑不掉了 阿光很是兴奋地说道 林奈却沉默了一会 淡淡地说 不 可能还是不行 啊 林语西一愣 转过头 去狐一地望着他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李哥 再被战戏也担忧起来 难道赛事组的人发现了 张哥眯了眯眼睛 说 之前那轮比赛 在擂台上的时候 林奈捏断了虎熊的下巴 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 林奈那小子 发现了什么 估计是他们 向赛事组举报了 那怎么办 李哥愕然紧张起来 没事 张哥嘴脚裂出一个弧度 我早就想到了 杨磊站在擂台上 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叼着牙签的 男裁判员走上来 开始搜他的身 叼着牙签的男裁判员 捏住他的下巴 让他的嘴巴强行张开 检查他的口腔 不过 一番检查之后 牙签男裁判员 顿时愣了愣 似乎有些惊讶 而基因公司的 另外一名选手 张文龙那边也是一样 裁判一番检查以后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检查完毕 仲裁判员都下了擂台 牙签男裁判员 来到总裁判长的面前 摇了摇头 意思是什么都没搜到 总裁判长沉默了一会 没有说话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见他摆了摆手 检查完毕 无异常 定身阵法结束 比赛正常继续 林雨昕等人一脸诧异 无异常 怎么会这样呢 孟非非不解得道 那帮家伙 看来 他们是知道 上一场被人起疑了 唐红山有些无奈的道 所以这一轮 才没有将胶囊 藏在嘴里 可是 有一个问题 楚门翻着笔记本 说 如果他们不作弊的话 以杨磊和张文龙的实力 却挑选了两个 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 不 林奈目光平静 缓缓地说 他们肯定还是要作弊的 只是他们 没有藏在嘴里而已 没有藏在嘴里 林雨昕好奇地问 那还能是藏在哪里呢 孟非非思索 M该不会是 她第一反应 就想起了第一轮的时候 她藏自己生命珠的地方 该不会是什么 林雨昕看向她 嘿嘿嘿嘿 没什么 孟非非挠了挠头 比赛重新开始 二号擂台 杨磊看着对面的韩魏 道 那么 就直接开始吧 韩魏微微汗手 做了个手礼 请止叫 杨磊冷笑一下 只见她调动身体的魂器 在体内游走 双指快速点在自己的眉心和胸前 天拳 开 林奈眯了眯眼 立刻开启灰明之铜 只见杨磊的体内魂力 原本平静如水 但随着她双指 点击打开了身体的穴位 一股莫名的磅礴魂力 赫然从杨磊的体内爆发而出 这时 韩魏脸上顿时变了颜色 杨磊继续解开自己的穴道 日月 开 哄 气流如漩涡 擂台上的灰尘被瞬间吹散 太乙 开 哄哄 杨磊的魂力 完全溢出她的体表之外 在她的周身 形成了熊熊的魂器火焰 通过封印穴道 暂时不让药效发作 所以 赛世组的人才检查不出来 而现在 她以这种方式解开了穴道 在外人看来 简直就像是 某种特殊的武器一样 没人会 再往嗑药的方向去想 这个世界 弱肉强食 杨磊沉沉地道 所以你死了 也不能怪我 韩魏微微醋眉 什么 她顿时警惕了起来 因为她从眼前这个对手身上 感应到了无穷的杀气 这是之前在比赛遇到的 对手身上没有的 去死吧 杨磊爆喝一声 双腿一蹬 身体就犹如炮弹一样冲了过来 韩魏原本还算冷静的性格 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是惊慌不已 只见杨磊冲刺而来 高高跃起 起手就是一个下劈腿 韩魏连忙翻滚闪过 碰 擂台上碎石飞溅 杨磊的下劈腿 直接把擂台 砸出一个半米深的大坑 韩魏翻滚到旁边 冷汗沉沉 这家伙是疯了吗 这简直就是杀人 可如果他失手杀了人 也是一样 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的不是吗 这是个什么疯子 韩魏连忙双手趴的河石 凝聚魂力施展异能 异能 废铁与震 只见从天空之上 落下来几十根废铁钢筋 如同倾盆大雨般 朝杨磊倾泻而来 此呢 呵 韩魏再次施法 碰 那几十根废铁钢筋 受到磁力的影响 全部都朝杨磊集中而去 快速聚集到一起 很快就将杨磊完全活埋 这每一根钢筋 在磁力的作用下 起码重达一吨 几十根钢筋压下来 简直就跟一栋楼砸在身上 没什么区别 动弹不得 战斗结束了吗 阿南发出疑惑 林奈说 还没有 碰 只见杨磊突然爆起 轴身汹涌的魂器 竟然将那些钢筋 全部弹飞开来 韩魏瞳孔瞬间放大 嘿 杨磊冷笑一下 身形在魂器的裹鞋下 快如闪电 瞬间来到她的面前 裹挟着恐怖魂器的一拳 轰在韩魏的胸口 这一拳打在韩魏的胸膛 立刻就听见 咔嚓咔嚓的鼓碎之音传来 同时 魂器直接穿透了韩魏的身体 从她的背后 穿刺了出来 韩魏瞪大眼睛 眼中透着不敢相信的情绪 扑 韩魏吐出一口血污 直接飞出了场外 台下的裁判员 面色顿变 韩魏 法家学院的代表人 这时也惊了 接住了从台上飞下来的韩魏 但她检查了一下 韩魏的身体状况 表情顿时就沉了下来 没有呼吸了 内部骨骼已经完全碎裂 估计内脏也已经全部被震碎 好恶毒的攻击方式 法家的代表 也赶了过去查看情况 卧槽 刚刚那一拳 是奔着人命去的吧 孟非非一脸亥然 是啊 楚门的眼镜反射寒光 估计内脏已经全碎了 当场死亡 就算是最好的治疗系牧师 都不可能就得回来 众人沉默 法家代表人已经是一脸呆滞了 他根本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过了一会 法家代表人突然暴怒 一个闪身跃上擂台 当即就想要对台上的杨磊动手 不过几个裁判员 一起跟着跳上擂台 阻止了他 混蛋 法家代表人红着眼睛 怒目而视 你就是故意的 刚刚你明明可以 轻松把他打下擂台 杨磊撇嘴说道 谁说的 我只是失手了 好歹他 可是你们法家的第一种的选手 我当然的全力以赴了 这可是比赛 出现意外伤亡 又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据我所知 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意外吧 法家代表 你TM 几个裁判员还是按住了他 最后裁判员判定 金银公司直属学院的杨磊 失手击杀对手 判定为直接淘汰 杨磊倒也丝毫没有表现出遗憾的情绪 直接跳下了擂台 返回备战区了 原来是这样 老张等人听了林奈给他们的解释 这才恍然大悟 他们把胶囊吞进了肚子里 然后用穴位封锁药力吗 嗯 林奈抱着双臂说 刚刚我跟虎熊打斗的那一场 我看到他点穴解开身上穴位 来让药性充分发挥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他们有可能会这样做了 这样的话 除非赛事组可以检测出 他们基因公司的新药 判定为兴奋剂 否则就永远无法说 他们是作弊 碰 阿光一拳砸在护栏上 咬牙切齿 真是一群狡猾的家伙 楚门握着笔 将笔记本上的某一个名字去掉了 没想到法家的一号种子 就这样倒在了第四轮 而且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与此同时 四号擂台的战斗也结束了 基因公司的张文龙 狠狠地一掌重重击打在钱晨晨的胸前 以同样的方式 将钱晨晨打得吐血 飞出了场外 裁判员立刻奔了过去查看情况 然后抬头冲着总裁判长摇了摇头 钱晨晨 死亡 张文龙失手击杀 判定淘汰 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惊呼声 一轮比赛 竟然出现了两次击杀毕命 又是基因公司的人 你们到底是来比赛的 还是来杀人的 人家跟你们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吗 你们特么的 这些家伙 简直就是故意来找种子选手自爆的一样 没有伍德 应该把他们直接竞赛 但是该说不说 今年基因公司的选手实力都好强啊 张文龙听到自己被淘汰的消息 同样没有任何神态变化 显然他早已经在上台之前 就做好了要被淘汰的打算了 同时他也完全无视了观众席选手们 对他的谩骂 直接禁止返回了备战区 裁判长 这下该怎么办 一个女裁判员非常气愤地问 这些基因公司的选手 明显就是故意的 这些家伙 根本就是想用那些普通的选手 去换掉各大高校那些种子选手 总裁判长脸色也很阴沉 被在身后的手隐隐捏成了拳头 但仍是只能沉沉地说 没办法 规则就是这样 就算要判罚 也只能判罚他们的选手 不能判罚基因公司 那接下来 比赛继续 好吧 山海大学这边 于远远的表情十分凝重 其他的选手 围在潜沉沉的尸体旁边 都是十分悲伤的状态 有几个女生 还不停地在抹着眼泪 元姐 那帮基因公司的选手 根本就是故意的 一个男生愤恼道 我现在就去找赛事组讨个说法 站住 元姐 你以为 赛事组不能猜到他们的猫腻 于远远冷冷地说 但是规则就是这样 这场比赛 操办方不仅仅是阎国官方 还有国际超凡者协会 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众人苦着脸 要是之后 我们再遇到基因公司的人 要怎么跟他们打啊 于远远 直接认输 啊 你们在上位区的 就算被下面64名以后的人 挑选打败了 还有一次可以往上挑战的机会 所以 就算认输也没事 至少还有机会 但跟他们那些疯子交手 风险太大了 于远远顿了顿 目光投向基因公司那边 说 总之 在没有抓到他们把柄之前 只好先避开他们了 比赛又继续进行了几个轮次 之后的几场比赛 现场的氛围都十分压抑 大多数选手 都看出了基因公司的自爆战术 于是被基因公司选择之后 这些选手多数都直接选择了认输 当然也有一些投铁的 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认为认输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实力过硬 可以跟对方碰一碰 结果就是 几个小时之后 楚门说 农家的第一种子无胜 法家的第一种子寒味 明家的第一种子丘兰 杂家的第二种子建坤 佛家的第一 二种子天舞和子初 道家的第一 二种子王孟和徐乙 全部都被基因公司的人 以这种手段给淘汰了 这些人 本来都是在赛前备受关注 很受看好的选手 其中甚至还有一些 还是夺冠大热门 如今没有想到 会以这样的形式被淘汰 孟非非则则道 基因公司今年是想把 严国所有的顶级门派势力 全得罪个遍啊 真是疯了 楚门说 他们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说明他们今年 真的很想要夺得名次 大概是前几名的奖品之中 有他们特别想要的吧 他们想要什么奖品啊 我怎么知道 孟非非叹息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咱们后面总还得遇上他们的 随机回头道 奈哥 咱们一起来商量商量对策呀 等到64强的时候 总不能遇到他们 就认输吧 然而 林奈根本没听他们在说什么 也没有在关注比赛 林奈开启了灰明之铜 银灰色的眼睛环顾四周 扫视着整个比赛场馆 如果对方是黑天使的话 灵魂状态 应该跟人类不太一样 林奈觉得自己 应该可以把对方找出来 奈哥 你在干嘛呢 孟非非来到林奈的身边 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 林奈解除了灰明之铜 淡淡回应道 随即她看了一眼大屏幕 说 下一场比赛 好像是重量级 孟非非 呃 注意 注意 马上开始第十轮的校正擂台赛 请以下选手 到各自的擂台进行准备 一号擂台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古剧VS鬼谷学院 木寻 卧槽 孟非非听到这个名字 立马蹦了起来 基因公司那帮家伙选木寻了 观众席的某个地方 木寻听到广播念叨了自己的名字 手中擦剑的动作 顿时停了下来 他收起了工具 站起身 拿着长剑 缓缓跨下台阶 朝比赛场地走去 基因公司 张哥抱着双臂 跟面前的一个选手交代道 一会儿 你就去试探试探木寻的实力 如果能够逼出他的底牌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不要想着 怎么获得基因数据 知道吗 木寻大人 看这里 木寻大人加油 木寻面无表情的持剑 走上擂台 观众席响起一片喧闹的欢呼声 不少其他学校的女选手 竟然在观众席 为他举起了灯牌 记者媒体 也将摄影机和照相机 全部调转了过来 完全不顾其他擂台的比赛了 一大堆摄影机 照相机将一号擂台团团包围 咔嚓 咔嚓 闪光灯照个不停 直到裁判员跑去阻止了他们 说马上要比赛了 不能让闪光灯影响比赛的选手 记者们这才停止了拍照 我去 这家伙的人气也太高了吧 孟非非看到观众席上的横幅和灯牌 惊讶得道 这都还没有开放普通观众进场呢 就已经有应援队了 钉子挖着鼻孔 说 鬼谷学院出来的学员 几乎每一个都是大明星级别的 选手之中有他的粉丝 不是很正常的吗 孟非非听言 趴在观众席的护栏上 酸酸地嘟囔着说道 至于吗 他都还没拿到冠军呢 早知道我就不当什么隐形狙击手了 不然的话 要是我能露露面 说不定我也能吸一大堆女粉来着 林奈抱着双臂坐在位子上 看了一眼旁边的楚门 随意都问了句 话说 牧巡的资料 你收集了大概有多少 很少 楚门翻着他的笔记本 老老实实地说道 牧巡的实力一直都是一个谜 毕竟一直都没有见过 谁能把他逼出真正的实力 林奈疑惑 第一轮的时候 你用分身一直跟着我 你应该也有用分身一直跟着他吧 难道你也没有收集到 什么有用的数据 跟了 但是楚门沉默了一下 说 说起来怕你不信 第一轮大逃杀的时候 牧巡遇到过不少强大的选手 但他甚至没有使用过使徒的能力 就轻而易举地把对手打败了 林奈挑了挑眉 没有用过使徒的能力 那他用的是鬼谷的技法 是的 楚门顿了顿 说 而且第一轮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都只使用过一招 擂台上 牧巡与古巨 分别站在擂台的两脚 裁判员在询问确定 两名选手已经准备完毕后 便举手宣布比赛开始 总裁判长亲自来到一号擂台的旁边 虽然说 牧巡的纸面实力 在这场大赛上 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 但终究对面是基因公司的人 不知道他们会耍什么手段 总裁判长为了以防万一 在擂台边上站着警惕 如果牧巡真的不敌对手 他还能及时阻拦下来 毕竟是 使徒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对方 取了牧巡的性命 古巨看着牧巡 心情有些兴奋 以前他从未想过 自己能跟使徒 还是鬼谷学院的学员 站在同一擂台上比赛 古巨深吸了口气 便不再犹豫 天拳 开 他点击了身上的穴位 魂七在体内迅速游走 顿然一出体表 日月 开 哄 太乙 开 哄哄 牧巡仁仍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也没有动手阻拦的意思 啊 古巨全身涌动着 叫一声便朝牧巡冲刺而去 一拳轰来 挥出的恐怖魂气形成的气浪 刮得牧巡漆黑长发 胡乱飞舞 只见牧巡终于动了 他一个侧身便轻松躲过 但并没有拔剑 只见他伸出双指 眼神依旧平静地可怕 只见双指之间 隐隐有剑气在他的双指间凝聚 锐利如剑锋 刷 一道清光斜刺而过 根本肉眼难以看清的速度 古巨的身体瞬间被那道剑气刺穿 连古巨自己都先是愣了一下 过了两三秒 剧痛的感觉才在体内逐渐蔓延开来 啊 随即一声惨叫响起 古巨捂着自己的胸口跪在地上 然后倒了下去 躺在地上翻来滚去撕心裂肺的惨叫 那叫声 简直就好像自己的那啥被嘎了一样 总裁判长有些错愕 挣了好一会儿 然后连忙挥手示意 一个女裁判员立刻上台查看古巨的情况 确认古巨无法继续进行比赛 她抬手示意 古巨选手已无法继续比赛 本场比赛鬼谷学院木巡胜出 哦 观众席顿时响起一片惊呼声 啊 孟飞飞一脸猛逼 完全是一副傻眼的表情 这这就结束了 刚刚到底发生了啥 楚门苦笑道 现在知道了吧 第一轮几乎全都是这样 她见谁都是这一招 而且每次都是一招结束 嗯 林奈看着场上的木巡 摸了摸下巴 道 太苍一速 好快的一剑 没想到根本没有拔剑 仅仅只是用双指凝聚出的魂力剑气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要是她拔剑的话 不知又会如何 这个木巡的实力 好像比她想象的还要强出很多 楚门愣了一下 随即说 对 太苍一速 鬼谷的门派绝学 大哥 你也知道这一招的名字 林奈耸耸肩 说 毕竟是强有力的对手 我也不是赛前完全不做功课 林奈望着擂台赛场 面上没什么表情 心里却暗暗一笑 太苍一速 鬼谷技法果然厉害 基因公司的备战席 张哥和李哥的脸色都有些难看 没想到 差距居然这么大 张哥沉沉地说道 古剧服用了两颗胶囊 而且对方根本没有阻止他解开穴位 在他率先发起攻击的情况下 居然就这样被对方一招给秒了 雷神的使徒 鬼谷传人 果然是个妖孽级别的存在 这就是鬼谷牧巡的实力 季老和孙帅在高台之上 也看到了这一场比赛的全过程 孙帅神情肃然地南南道 难以置信 他的实力 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大义学生 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正常大学生 该有的实力了 季老也感慨道 是啊 每一届鬼谷学员参赛 都几乎是这样断层性的实力碾压 而今年的这个牧巡 好像更是鬼谷百年以来 最出色的学员了 真是太离谱了 旁边京都大学的校长 也是看得冷汗层层 在开赛之前 他还以为花灵泽有机会争夺一下冠军 但是现在看来 根本没有那个机会 其他几个领导也纷纷感叹 一个大学生 能够拥有这样的实力 今年的冠军 非他莫属了 终于 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淘汰赛之后 进入最后一轮正式赛的 64强选手名单终于出炉了 所有选手的名单 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林奈望着大屏幕 金公司的选手 从21名到现在只剩下了5名 白兽 猴子 无名 梁傲 严九尘 其他选手 在第四轮的时候 全部自爆了 不过他们的战术的确有用 不少名牌势力的种子选手 都被他们给拉下水了 现场 有人兴奋庆贺 有人垂头丧气 还有不少选手被淘汰以后 嗷嚎大哭的 毕竟都已经打到第四轮了 仅仅差正式赛 只有临门一脚 却被阻在了这里 基因公司剩下的这几人 除了那个无名之外 剩下的都是本身 就很有实力的高手了 楚门如此说道 除了白兽和猴子 梁傲和严九尘一样 也拥有6级以上的实力 超凡职业的序列号 也排在50号之前 不管是谁遇到他们 恐怕都会很麻烦 梦菲菲撇了撇嘴说 还是保佑我 千万别抽到他们好了 我可不想跟一群疯子打比赛 总裁判长宣布到 明日早晨8点 将进行最后一轮 64进32强的比赛 抽签环节 也将在明日比赛之前进行 现在 全员解散 叶瓦儿心神不宁地坐在位子上 低着头 两只手搅在一起 完全没有去注意大屏幕的面板 他闭上眼睛 用精神力去感应 很清晰地能够感受到 一个熟悉的气息 极其强大的存在 从小到大 叶瓦儿作为战争兵器 接触过的人并不多 从一岁起 就被几个公司联合培养 一直到18岁 除了二姨之外 所熟悉的黑天使 不超过十个 这十个黑天使 无论是哪一个单独拎出来 都不是人类未面 一个小小的城市 可以抗衡得了的 瓦儿 你怎么了 林雨昕见少女的状态有些奇怪 坐到她的旁边 怎么感觉你心神不宁呢 身体不舒服吗 没 没有夜晚冲林雨昕 挤出一个勉强的微笑 我没事的 就是有点累 休息一下就好了 有点累 林雨昕立刻想起了 早上阿光跟她说的事情 眼睛顿时放出光彩 差一道 你不会昨晚跟林奈真的一起 修炼了个通宵吧 夜晚 解散后 众人商量着 先去餐厅吃饭 好歹是晋级到了最后一轮 庆功宴肯定不能少 楚门和孟非非也一块跟来了 孟非非一人 点了一大桌的菜 趴在餐桌上 疯狂往嘴里塞着食物 丁子疑惑的道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东西 吃得完吗 有什么关系 孟非非私咬下一块鸡排 嘴里含糊不清 这可是免费无限量供应的呀 等到比赛结束 可就没这个机会了 阿光嬉皮笑脸的说 说得对 有能白占的便宜 怎么能放过 说着 她也埋头大吃起来 众人看着她俩 皆是无奈的表情 平常一直作为餐厅 最强战力的夜晚 今天却一直没有动快 仍旧低着头 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林奈也闭上了眼睛 意识沉入了 白死神办公室之中 嘿我的大人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代表王林之海的 10000家头王林 向你表示诚挚的问候 骷髅脑袋莫兹的声音 响了起来 您可是好久都没有 回来看我一眼了 呜呜呜 行了 别说那些废话了 我有急事要问你 林奈来到莫兹的面前 神情比平时要严肃得多 哦 莫兹疑惑 什么事啊 林奈想了想 说道 如果要干掉一个 这个说来也简单 莫兹道 只要大人您恢复 巅峰时期5%的实力 一个区区万象级模仪 您随意一根手指头 就能轻松将其抿灭 问题是 我现在只有2.5级的人类 超凡者实力 林奈说 神力也远远不如当年 别说5%了 可能连0.0005%都达不到 莫兹 大人 您喝多了吧 莫兹说 人类2.5级的实力 您这就相当于 拿一把自水枪说是要射 穿航空母舰 那如果我方 也有一个万象级的帮手呢 林奈问 那倒是有点机会 莫兹说 您指的是那个黑天使小丫头 嗯 林奈说 他的族人 要准备来抓他回去了 莫兹沉默一会 说 黑天使文明的科技水平 远远超出于人类 实力方面 也是完全碾压 两个万象级模仪 要是在夜城上空打起来 大半个省 可能都要被依为平地 林奈眯起双眼 问 他们科技水平 远远超出人类 那如果跟诸神文明的 科技水平相比呢 那当然还是远远不如 诸神文明的 莫兹很是自信地道 虽然说 诸神文明灭亡之后 黑天使一族 也疯狂地扫荡过 诸神大殿的遗迹 研究诸神文明 留下的科技产物 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我 也就是4090XS系统 你怎么知道的 林奈好奇 那当然了 莫兹说 如果他们试图 启动了任何4090XS系统 我都会接受到信息的 原来如此 林奈若有所思 如果黑天使的科技水平 还在4090XS的版本之下 或许 这会是一个机会 林奈睁开眼睛 意识从从 白死神办公室中 退了出来 奈哥 你咋又发起带来了 孟非非一边吃着个鸡腿 一边问道 是在想对付基因公司 那几个家伙的策略吗 嗯 是啊 林奈干脆借 驴下坡这么硬道 我觉得吧 咱们可以在他们 解除穴道之前 跟他们决出胜负 孟非非咀嚼着肌肉 如此说着 前几场比赛看下来 他们如果把药物 藏在肚子里 需要解开身上的几个穴位 通过魂力来激发药性 但这个前摇 好像还挺长的 我们可以先发制人 再加快进攻节奏 让他们没有机会 激活体内的药性 杨小川很是意外地看着他 没想到 你还会思考这些 孟非非白了他一眼 说 废话 这好歹都进正式赛了 再怎么着 也不能浑水摸鱼啊 杨小川 但你看起来 不像是一个 会安排战术的人 孟非非 你的意思 是我看起来像是个猛夫吗 楚门平静地说 基因公司剩下的几个人 哪怕不使用药物 本身的实力也都不错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我也觉得没那么容易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林奈抬头一看 原来是花灵泽 她看起来 也正好是来餐厅吃饭 这个时间点 几乎所有的选手 都会来餐厅 花灵泽一脸微笑地 朝他们这桌走来 她的身后 还带着她的妹妹 花银文 楚门推了推眼镜 道 你是京都花家的花灵泽 今年京都大学 最受追捧的天才魔法师 是我 花灵泽顿了顿 也望着她 认出了楚门 儒家的楚门 很早就听我的导师 说你是一个 极其厉害的人物 第一轮的时候 你的幻影分身 一直跟着我 也是弄得我很头疼 楚门说 你的花枝魔术 我在好几年前 就在电视上见过 十分精彩 花灵泽笑眯眯道 你招牌的数据收集 可是非常有名呢 连我的导师 在我来夜城之前 都曾叮嘱过我 要离你远一些 别被你偷偷收集了数据 楚门微笑 花的魔术师 超凡序列号是十一 比我的幻影 直逼者序列号十二 还要高出一位 花灵泽白手 序列牌号只差一名 说明不了什么 甚至你的职业 在很多方面 都要比我突出 楚门说 那也不及 你们花家的财力 听说你家是 京都第一大财团 没有夺冠 就要回去 继承亿万家业的那种 花灵泽说 都是一些小钱 你们儒家弟子 饱读师叔 生活悠哉 我才更是羡慕 林奈 这俩人 搁这商业互吹呢 这时候 餐厅入口处 响起一阵骚动 林奈扭头看去 原来是基因公司的 那帮人来餐厅吃饭了 张哥和李哥 作为领队 走在最前面 身后跟着的是无名 严九尘 梁傲 白兽和猴子 走在最后面 白兽人高马大 近两米的身高 体格壮硕 看上去就跟一面墙一样 眼神灵厉 见到的人 都急忙避着走 而那个猴子 拖着背走在最后 本来就干瘦的身材 看上去就像一个弯曲的竹竿 一路走一路 打着喝欠 无精打采的 完全是一副 没有睡醒的模样 这个时候 餐厅吃饭的 大多都是晋级的选手 还有一些 是个大学校的领队 老师 还有一些裁判 精英公司的人一进来 众人都朝他们 投去冷冷的眼光 显然他们之前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众目 这帮混蛋 竟然还有脸来餐厅吃饭 喝丁意 我要去跟餐厅的厨师 商量商量 能不能让我吐口谈 再给他们上菜 马德 这些家伙 老子看他们就来气 别冲动 别冲动 别为了这种垃圾 违反了比赛的规则 张哥和李哥 还有其他几个精英公司的选手 看起来丝毫没有 受这些敌意的目光 和言语的影响 找了个角落的位子 坐了下来 开始点菜吃饭 孟飞飞看到这一幕 说 泽泽 这一下这帮人 算是犯了重怒了 你说 他们也不怕等比赛结束以后 走夜路 被人套个麻袋打死 花灵泽 深深地看了看他们 说 后面的比赛 只剩下64名选手了 无论是遇到精英公司的人 还是遇到沐寻 都会是一场硬仗 林奈看了眼时间 拿起纸巾擦了擦嘴 然后站起来淡淡地说 明天还要比赛 我要准备回去休息了 啊 孟飞飞惊讶 这么早啊 这天都还没完全黑呢 林奈没有应声 自顾自地 看了眼夜玩 玩 陪我去修炼 少女乖巧 站了起来 两人一起离开了餐厅 众人望着他俩的背影 阿南挠了挠头 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 林奈今天好像有点奇怪 嗯 阿光显然也这样认为 抱着双臂 认真点了点头 很显然 他有心事 而且没跟我们说 杨小川愣了愣 应该不会吧 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 压力太大了 才不是呢 林雨昕撇嘴说 玩今天的情绪也不太对劲 唐红山没有吭声 望着林奈和夜玩的背影 若有所思 天眼是 季老 这是正式赛的抽签规则 请您过目 您看看是否有问题 总裁判长将一个平板电脑 递给季老 季老拿过平板 手指在上面轻轻一滑 总裁判长解释道 进入决赛 一共64人 按照排名进行抽签 前8名只会抽到后8名的选手 9-16只会抽到49-56名的选手 以此类推 这样就能避免 最有夺冠潜力的选手提前碰面 嗯 没什么问题 季老将平板还给他 平静地说 就这么办吧 还有一个问题 季老总裁判长犹豫了一下 说 我们真的不用 限制一下基因公司的那帮人吗 他们的形势作为太过分了 季老听言 眼眸平静 说 没办法 全国新生大赛 有国际超凡者协会的见证 我们如果找不出证据 很难向他们问责 但他们 这样钻规则的空隙 这样对其他选手来说 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总裁判长握紧拳头 而且现在已经进行到正式赛了 64强的选手 几乎各个都是精英 万一决赛的时候 他们还是同样的手段 放心 季老淡淡地说 决赛的擂台 由红叶院士设立 是在幻境的虚拟场地内战斗 不会再出现伤亡情况 总裁判长震了一下 原来是这样顿了顿 又沉沉地说 但是 我还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这个世界上 总是没有那么多绝对的公平 季老说 要解决卑劣的人 就要用更卑劣的手段来打倒他们 他们既然 可以钻规则的空隙 弄得天衣无缝 让我们找不出毛病 我们也同样可以 总裁判长听到这话 露出疑问的表情 您的意思是 季老看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地说 如果有一天 基因公司的总部大楼 莫名其妙炸了 高层领导一夜之间死光了 仓库物资海船一夜之间 被人全部劫走 但他们又没有证据找不出凶手 你说 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总裁判长 微微张大了嘴巴 敢跟我玩这种把戏 哼 季老冷冷地说 这几年 基因公司在全世界的势力 越来越壮大了 所做的事情 也越来越过分 也是该时候 给他们好好敲打敲打了 他们这次 既然敢这样触碰我的底线 那就该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给他们悄悄警钟 让他们知道 这里是阎国 总裁判长感受到 季老身上散发的浓郁杀意 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冒出了冷汗 您说的对 不过 那也是本次大赛之后的事了 季老说 接下来比赛的不公平 也只能靠这些选手去承受了 这个时候 一个女裁判员忽然走了过来 表情严肃 季老 有紧急情况 我们发现了一件可疑的事 季老扭头看去 什么可疑的事 女裁判员说 赛事小镇 疑似有外人入侵 季老顿时一挑眉 你说什么 女裁判员双手在工作台上 快速操作了一番 然后切出了一个画面 您看 这是小镇之外的结界 监控拍到的画面 这两个守卫 放行了一辆越野车 进入小镇 但这辆越野车的车牌号 经过我们的排查 并没有进行过登记 不是各大高校的工作人员 也不是媒体记者 哦 会有这种事 季老问 那两个守卫呢 已经带过回来问过了 女裁判员说 经过检查 这两个守卫 都中了别人的幻术 大脑处于休眠混乱状态 我们的治疗系超凡者 给他们加了祝福数 但直到现在 他们的神智 都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季老听到这话 神情渐渐严肃了起来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 突然潜入赛事小镇 他想要干什么 难道是为了抢夺赛事 最后的国宝奖品来 赛事组的治疗系超凡者 都是国内顶级的治疗系大佬 他们都无法完全解开 对方的幻术 说明对方的实力 可以用极其恐怖来形容 但是 对方使用的 好像又不是什么 特别高明的潜入 如此明目张胆地 从正门进入 就好像明摆着告诉你 我进来了一样 季老沉默了许久 不知道在想什么 如此嚣张的潜入 真是挑衅啊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实力 非常有自信 肯定不会如此 立刻派出人手去搜查 季老当即下达命令 不过不要调查得太明显 要搞清楚潜入者的身份再说 众人 是 明天就要正式赛了 到时候 会有很多媒体记者 还有好几万买票进场的观众 这么大的人流量 居然潜入了一个 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 绝对不能轻视 过了一会 又有一个士兵跑了进来 季老 林奈求见 嗯 季老愣了一下 明天就要正式赛了 这小子不好好准备比赛 突然跑来干嘛 难道是想通了 然后摆了摆手 让他进来 士兵 是 很快 林奈和夜晚一起走了进来 季老瞇着眼睛 看着林奈 怎么 小朋友 你是想通了 决定加入暗月了 啊 哦 不是 那你不好好准备比赛 这个时候跑来做什么 林奈说 你们应该发现了吧 有人潜入赛事小镇了 季老顿时挑了挑眉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林奈说 刚刚 我看到好几个侦察种类的士兵 匆匆忙忙地跑出去了 应该就是为了这事吧 季老沉默了一下 你知道对方是谁 大概知道吧 什么叫大概知道 我得先给您介绍个人 林奈看了眼身旁的夜晚 季老看了眼夜晚 眼神微微有些变化 你是那个借助在夜城的黑天使一族的战争兵器 夜晚 嗯 夜晚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季老露出一个慈祥的微笑 破冰的外甥女 果然跟传闻的一样腼腆 林奈有些意外 您认识她 废话 季老白了她一眼 当初你们夜城守夜人 跟破冰谈出的那个结果 让她暂留在夜城 你以为最后官方上面拍板给通过的人是谁 林奈 所以 这件事跟她有什么关系 季老问 潜入赛事小镇的那个人 就是来抓她回去的 林奈说 是黑天使卫免的魔艺 破冰他们的敌对公司 保守估计 至少是万象级 你说什么 季老听到这话 瞳孔顿缩 这不可能 季老还会说话 旁边的总裁判长便一脸肃然地说道 卫免壁垒 没有传来一点警报 破冰给的卫免所 也没有出现被人破解的状况 林奈说 但如果对方有未免所的秘持呢 季老眉毛一条 那除非是守夜人内部出现了叛徒 但这不可能 但现实就是 这件事确实切切实实地发生了 林奈说 季老沉默一下 反问她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林奈抬手按了一下旁边夜晚的脑袋 因为这丫头感应到了她的族人 嗯 夜晚切生生地看了季老一眼 轻轻点了点头 季老看了看她 顿了顿说 这孩子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设恐啊 我来的时候比现在还严重 季老说 好吧 我知道了 接着她摸着下巴的胡须 撕存着 万象级的魔艺天使 这事可不好弄啊 夜晚微微躬身 很是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 给你们惹来这样的麻烦 要不您就想办法 把我悄悄送离这里吧 对方是冲着我来的 如果发现我不见了 他也不会在这里停留 那不行 季老看了看她 好歹我们阎国收了破冰的好处 还是有义务保证你的安全的 如果这个时候 把夜晚送走 无疑是把她送到敌人的脸上 而且愈演愈烈 阎国已经表明态度 站队了破冰他们这边 等于已经是把其他几大公司 得罪死了 要是这个把夜晚给交出去了 两边都不讨好 嗯 不过等到这事结束以后 肯定得找破冰 再敲诈一大笔劳苦费 要不这样吧 季老对少女说 我们先给你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你先躲起来 少女轻轻摇头 对于万象级的黑天使来说 以人类的科技水平 没什么地方 是可以逃过他们的搜索 是吗 那可就难办了呀 季老觉得有些棘手 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林奈说 什么办法 季老问 把这个入侵进来的 万象级黑天使干掉 林奈说 季老 小子 人没睡醒是吧 你知道 万象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 只要你们听我的安排 就有可能 林奈平静地说道 听到这话 天眼市的众人皆是愣了一下 随即不少人都顿时 有些忍俊不惊 季老也有些哭笑不得 林奈 我承认 你是个难得的天才 从前几场比赛看起来 你无论是实力还是谋略都相当过关 有绝对的潜力 但是 比赛不完全代表实战 你经历过多少战役 一次都没有吧 甚至就算高级别的未免任务 你又经历过几次 你的大战经验还太缺乏了 这不是天才就可以弥补的 林奈看到天眼市里的其他领导 裁判 士兵也基本都是同样的表情 那是上位者 在看到年轻人狂妄轻浮的发言时 会入出的表情 林奈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就知道肯定会这样 但其实也是 对于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上位者来说 他们身上的责任重大 怎么可能轻易把这么重要的指挥权 交给一个未免战场都没有上过的新人 林奈很清楚 如果他站在季老这个位子 他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也不能怪季老 而林奈 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底牌告诉他们 那就没办法了 林奈耸了耸肩 如果您后悔了 随时找我 季老 这话不是上次我说的吗 玩 走吧 林奈看了一眼夜晚 然后转身离开 夜晚冲季老又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 小跑紧跟上林奈 现在的年轻人 还真是越来越狂了 一个中年领导 摸了摸他发际稀疏的脑袋 好家伙 一个大一的新生 居然说想要指挥我们可还行 季老没有说话 若有所思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林奈带着夜晚走在路上 看来 指望他们是行不通了呢 林奈沉默了一下说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其实林奈打从一开始 也就没怎么指望 季老他们真的能听他的 所以 这次去找季老 其实也就是单纯的 看着林奈俊俏的侧脸 小心翼翼的道 要不 林奈摇头 打断了他的话 不 夜晚 我都还没说完呢 少女弱弱的抗议了一下 我都知道你想说什么 林奈说 所以你还是别说了 夜晚 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就好 林奈的手按在少女的脑袋上 使劲揉了揉她的头发 正好 这次就让我来试试 你这战争兵器好不好用 少女脸颊红红的 那需要我怎么做 嗯 不急 林奈说 反正对方还没动作 先回去一起睡个好觉 少女听言顿时结巴起来 又一起 当然了 林奈一脸认真的说 现在你可是对方的目标 随时有可能要被敌人绑架 必须时时刻刻跟我待在一起 哪怕是在睡觉的时候 嗯 最好连睡觉的时候 距离都不要超过三米 夜晚 林奈拍了拍她的脑袋 放心 就纯粹睡觉 今天不修炼 夜晚 一夜 无事发生 早上 七点半 一辆辆轿车 越野车 面包车 大巴车 陆陆续续地开进赛事小镇 有的是媒体记者 有的是买票 来观看比赛的观众 孟非非从宿舍下来 很是兴奋地搓着手手 这么多人啊 好好好 老爹 你在天上看着 你儿杂今天要出名了 林奈和夜晚 一起从宿舍下来 见到林奈出现 立刻就有一大群记者 围了上来 想要采访林奈 不过被一群裁判 给拦了回去 于是 一个个记者 只好拿着个照相机 在后面对着林奈拍照 沐寻 花灵泽 楚门等人下来的时候 更是夸张 记者媒体就不说了 竟然还有一大堆举 灯牌拉横幅的 少女们 在裁判保安们 拦出的阻挡线之外 发出亢奋的尖叫声 花灵泽也会露出微笑 冲着他们微微招手 这一动作 再次将一众少女的情绪 推向高潮 杨小川 林雨昕 丁子等人下来了 似乎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个场面 阿光目瞪口呆 卧槽 他们几个的人气这么高吗 唐红山说 楚门是儒家第一弟子 花灵泽是京都花家的大公子 沐寻就更不用多说了 鬼谷弟子 加上雷神使徒 媒体要给他们包装造星 简直易如反掌 包装 行 阿光问 咱们超凡者也讲究这个 当然了 唐红山认真的说 造星能够获得非常强的吸睛能力 这些都是商业价值 你别小看这些看似疯狂的女孩 他们都是消费的主力大军 在舍得花钱方面 没有人比得过他们 而商业价值产生的经济 也能转化为 给有潜力的超凡者修炼的资源 阿光 A mom 林雨昕回头问 那等到这次比赛以后 林奈也会如此 唐红山 这是必然的 林雨昕沉默一会 叹了口气 感觉以后 林奈的世界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唐红山点头 这也是必然的 林雨昕 嘖嘖 真羡慕啊 阿光深深看了一眼那群粉丝 感慨道 要是我有这么多妹子粉丝 以后找人一起网吧 五连通宵 就方便多了 旁边的钉子 老张抽着香烟 吐出青烟 羡慕个毛 等他真的出名了 真的爬到那个位置 被很多人盯着了 他就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了 在一众裁判的护送下 林奈等选手 被护送进了场馆 来到了一个大厅 64名进入正式赛的选手 全部到齐 总裁判长说 接下来开始抽签 说一下抽签的规则 选手的对战名单 由电脑设备自动生成 64强的对战名单 马上就会出现在大屏幕上 进入决赛 一共64人 按照排名进行抽签 前8名只会抽到 后8名的选手 9-16只会抽到 49-56名的选手 以此类推 很合理的规则 众选手都点头表示明白 这样的规则下 会大概率减少厉害的选手 在前面的比赛提前遇到 林奈是33名 那么就意味着 他只能抽到 25-32名的选手 还有 总裁判长又补充了一点 第五轮的比赛 是擂台赛 但并不是在常规的擂台上比赛 而是在红叶院士 设立的幻境中进行 会随时生成 不同的场景战场 进行战斗 所以 这一轮比赛 没有特殊的限定规则 允许产生击杀 你们不必再留守 在幻境中 哪怕杀死对手 也无所谓 听到这话 众选手皆是眼睛一亮 上一轮比赛 众选手都快要被 基因公司的人搞出阴影了 毕竟跟其他选手对战 都是点到为止 而跟基因公司的选手对战 那群疯子 可是跟你玩命 这一轮是在幻境中对战 起码生命安全有了保证 众选手也放心了许多 终于可以放开手打了 可以产生击杀呀 一直站在选手 最后面的白聊笑了笑 说 终于有点意思了 接着 主屏幕上开始闪烁 众选手的名字 抽签开始了 林奈抬头看着大屏幕 只见屏幕上 一个个名字不断滚动 等了十几秒钟 最后停了下来 第一场比赛 第33名 首页人学院 林奈VS第31名 京都大学 花银文 林奈愣了愣 是妖巧啊 第一场就是我 花银文 那不是花铃泽的妹妹吗 花铃泽看到这个对战名单 苦笑了一声 小妹 看来你的运气不是很好 身旁的花银文握紧了拳头 沉默了好一会 硬着头皮哼了一声道 使徒又怎样 我会赢的 花铃泽笑笑 要不要我帮你去问问儒家的楚门 你的胜率是多少 花银文 不要 哎呀 抽到了第八名 孟飞飞挠了挠头 她的排名是第六十名 只能抽到前八名的选手 已经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 幸好幸好 没有抽到沐荀 或者白良那个疯子就行 孟飞飞拍着自己的胸膛 松了口气 然后看着自己的对战名单 第六十名 首页人学院 孟飞飞VS第八名 阴阳家学院 李萧竹 是阴阳家的啊 孟飞飞暗暗咧嘴一笑 真是个倒霉蛋 很快 主持人的声音便从主赛场传出 第一场比赛 第33名 首页人学院 林奈VS第31名 京都大学 花银文 请两位选手做好准备 前往比赛场地就绪 吼吼吼吼 在内部大厅 已经可以听到 外面赛场上观众们的欢呼了 林奈脱掉外套 走了出来 回头冲夜晚他们说 我要去了 夜晚举着小拳头 家 加油 林奈哥 林与希他们嬉皮笑脸的在后面说 加油林奈 我们会在观众席 给你加油的 林奈轻轻点头 朝着赛场走去 欢呼声也越来越近 走出通道 外面是无限宽阔的赛场 哦 欢呼声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花银文见到这个场面 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 隐隐咬住了嘴唇 然后闭上眼睛 做了几个深呼吸 调整自己的状态 林奈则是开启了灰明之铜 在赛事场馆十万观众之中扫视 很快 她就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灵魂 找到你了 林奈眯了眯眼 林奈远远看到了那个家伙 戴着个鸭舌帽 一身裁判员的着装打扮 湛蓝色的眼睛十分眨眼 沉静而又凌厉 仿佛埋伏在暗中 随时准备出击的雪狼 居然伪装成了裁判 胆子真够大的 不过这个距离得太远了 林奈无法完整扫描对方的红魔 无法通过莫姿的系统 读取对方的属性 吼吼吼吼吼 观众席上的人们看到了比赛选手 再次发出热烈欢呼 那个就是林奈 卧槽 比微博上看到的照片还要帅啊 小哥哥 看这里 他的对手是谁啊 花银文 据说是京都花家的大小姐 花灵泽的妹妹 卧槽 花灵泽的妹妹 那这场有好戏看了 白死神的使徒 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的一位生命 不知道花灵泽的这个妹妹 除了长得不错之外 实力怎么样 花银文听到这些话 拳头隐隐握紧 可恶 每次别人提起她 总是要说到哥哥 等着吧 总有一天 我要让大家谈起花灵泽的时候 总是说起她妹妹 请两位选手来到赛场中央 一个女裁判员 站在赛场中央说道 林奈和花银文 两人都走了过去 女裁判员站在中间 林奈和花银文 两人相对而战 今天没有分成十个擂台了 而是一场一场的打 只有这一个大场地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是没有防备 才被你那么轻易打败的 花银文严肃地说 这次你抽到了我 很遗憾 你就等着让全场观众 看着你是怎么被淘汰的吧 林奈愣了一下 随机点了点头 说 哦 好的 花银文 什么意思吗 女孩气呼呼地瞪着林奈 她觉得自己的拳头 好像打在了棉花上 这家伙看起来 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现在进行随机选择战斗场景 女裁判员说道 但是你们两人 都各自有一次选择更换场景的机会 如果正好随机到 你们非常不擅长的场景 你们可以选择进行重新随机 但是如果下一次随机的 还是你们不擅长的场景 那么就抱歉了 了解了吗 林奈点头 了解 花银文点头 明白 好 那么现在开始随机 女裁判员说道 赛事馆的主屏幕上 开始随机场景地图 最终定格在一个正午 沙漠的地图上 你们有一次 可以更换场景的机会 女裁判员看了看二人 是否要进行更换 林奈耸耸肩 我不需要 花银文看到这个场景 犹豫了一下 沙漠嘛 随机也坚毅地说道 不需要 好 女裁判员抬起一只手臂示意 双方确定场景 正午 沙漠 比赛即将开始 幻境战场开启 说完 她就退出了场地 而此刻 正在不远处的红叶 看到女裁判员给出的信号 立刻开始凝聚魂力 她双手结印 嘴中默念皱纹 林奈和花银文的脚下 赫然亮起巨大的幻境阵法 巨大的阵法图案 遍布一整个比赛场地 令现场的观众纷纷惊叹 WOW 一道光柱亮起 将二人完全笼罩在内 林奈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等她醒来的时候 已经置身于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 炎热 吃人一般的炎热 正午的太阳悬挂在天上 气温已经将近60度 这还只是体感温度 地表温度已经完全超过了70度 简直就是大自然的烤炉 狂风席卷 刮起层层沙粒 林奈的衣白也随风而舞 林奈能感觉到环境的温度 汗水从她的额头流了下来 她立刻运转体内魂气 调整身体的温度 将多余的热量抗拒在体外 人呢 林奈目光扫视四周 并没有发现花银纹的身影 不是一起被传送到 这个幻境场景里来的吗 怎么只有她一个 碰 就在这个时候 林奈脚下的沙子突然爆起 花银纹竟然从林奈脚下的沙子里 突然钻了出来 5G 极易进气掌 林奈眼瞳一动 她没想到 花银纹会从地底下偷袭 不过林奈的反应还是足够快 一个侧身闪 轻轻松松地 便避开了花银纹这一掌 不过花银纹也还有后手 她利用转身的惯性 抬起白嫩 而又富有些许肌肉感的长腿 一个右侧高边踢 便狠狠朝林奈的脑袋踢了过来 这一脚的力道 光听风声就知道极其恐怖 踢上一脚 估计直接脑袋就要爆开了 林奈又是一个灵巧的往后一退 花银纹白色的鞋子 刚好从她的胸前踢过一个弧度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被这一脚撕裂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顺利躲开以后 林奈立刻往后撤出十米的距离 避免再次被她近身 果然不愧是舞者呀 好高的身体基础属性 花银纹作为六级舞者 身体基础属性 几乎都可以直逼普通职业的七级了 刚刚那两招 就算是她 如果正面被打中了 肯定也是吃不消的 这都能被你躲开 花银纹沉沉地看着她 你果然比想象中的 还要难对付 林奈浅浅地笑了笑 好歹我也是使徒 在现场这么多的观众面前 如果这么轻易就被你打倒了 那我也太没面子了 花银纹嘴角一扬 说 是吗 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林奈听到这话 眉毛微微一动 她低头一看 自己胸前的衣服 居然渐渐融化出一个大洞 就好像被火焰烫穿的一样 而她的胸膛 皮肤之下 溢出明显的声色 血瘾 林奈皱眉 刚刚那一边腿 她应该躲开了才对 绝对没有命中她 可为什么 很快 林奈就想明白了 原来如此 是气 刚刚那一边腿 裹挟着强劲的魂气 虽然她那一脚没有踢中 脚尖上裹挟而来的魂气 却也同样威力无穷 而且 肉眼完全无法察觉 花银纹的超凡职业 极易格斗家 序列号为34 听名字就能知道 她的能力 必然是将格斗技术 提升到了极点 不错 居然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花银纹冷笑道 但你发现也没用 就算你发现 也无法防备我的攻击 因为我的气 是你肉眼绝对看不见的 啊 林奈愣了愣 然后她开启了灰明之铜 在她的视野中 花银纹全身被一种 特殊的无色魂气包裹 这不是能看到吗 不过这种魂气 一般人确实难以察觉 刚刚那一脚魂气 踢到林奈的时候 她甚至第一时间 都没有感到痛觉 等到两人过了几招分开以后 林奈才慢慢觉得 胸前的痛楚蔓延开来 嗯 你的确挺厉害的 林奈犹心地说 不愧是花铃泽的妹妹 花银纹本来正洋洋得意 自己的攻击成功了 一听这话 顿时恼怒起来 气呼呼地说 是她妹妹怎么了 我可不是因为 是她的妹妹才能打败你的 哦 好的 林奈顿了顿 不过我赛前答应她 要对她的妹妹手下留情的 所以 我不会对你下太重的手 花银纹一听 更加恼火了 不需要你留情 说着 她赫然爆发力量 如一头矫尖的母豹 朝林奈冲刺攻来 林奈开启灰明之铜的状态 可以准确看到 她一拳一脚 回来识魂气的动向 花银纹近身格斗的攻击距离 大概只有半米 但她的魂气 却可以隔空贯穿 五米之内的一切 林奈倒是挺意外 这姑娘一个舞者 被气的掌控 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如果她再成长成长 把这一招的强度再提升一下 那等到以后 岂不是可以一拳隔空 打爆一座山丘 哼 花银纹一个高高跃起 白嫩的长腿高高抬起 然后一个下劈 狠狠朝林奈的脑袋劈下来 林奈又是一个侧身闪躲 哼 花银纹这一脚 劈在她的面前 厚厚沙丘 竟然被她这一下 劈的魂气贯穿 陷入地下好几米的地方 煞世间黄沙乱舞 向两边散开 你妹的实力 好像比我上一次见她的时候 还要强了不少 楚门看着场景里的较量 又开始拿出她的笔记本 做笔记了 花银则说 她的潜力本来就比我要强 等再过十年 也许我就不是她的对手了 楚门有些意外 哦 倒是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但你的超凡序列 排名可是比她要高的 序列号不代表一切 花银则悠悠地说 她的身体从肌肉和骨骼 一切都仿佛 是为了舞者而生的 她的身体 可以最完美地 与魂气融会贯通 所以她才能使出 这样的招式来 而且这种歌能力 进步的空间 几乎没有上限 当然了 这只是其中一点 更重要的是 她有我没有的情分和斗志 哦 楚门看了看她 你没有斗志吗 斗志 为什么要有斗志 那玩意儿多累啊 花银则 手一摊 把妹妹培养起来 让妹妹替我情分 然后以后天天 吃妹妹的软饭 不就好了 楚门 六 比赛场景内 林奈目光警惕地 扫尸四周 沙漠再次重归平静 风浪瓜的沙粒 一层一层如波浪 花银纹却再次不见了踪影 林奈 又来这一套啊 花银刚落 林奈的身后一片沙子 突然爆起 花银纹从地下爆起而出 长腿如弯刀一样袭来 不过林奈早有预警 灰明之童早就看出了她的动向 脑袋微微厚仰 就再次避开她这一脚 顺便连她刮出的魂器 也一并躲开了 魂器从她的脸侧刮过去 打中林奈身后的一块凸起的岩石 只听 砰 得一声 那块大岩石赫然炸裂 碎成了粉末 林奈往旁边躲开 泽泽 你瞅瞅这多吓人 你这是要把我的脑袋当西瓜梯啊 花银纹气喘吁吁 身上早已汗流加倍 金黄的沙力 粘在她静满汗液的白皙肌肤上 在这样经60度的炎热沙漠 体内的水分和魂器的 消耗比平时流逝都还要快 再加上她作为舞者 这种攻击方式更加消耗体力 为什么感觉 她好像能看到 我攻击打出的魂器诡计一样 花银纹很不理解 不过她也不是笨蛋 很快 她看到林奈那双银灰色的眼睛 顿时就想到了 看来是那双眼睛的缘故 在这样的场地 敌人的确随时有可能从沙地里钻出来 利用沙子作为掩护 偷袭攻击 也的确是一种不错的策略 林奈踏了踏脚下 柔软又滚烫的沙地 隔着厚厚的鞋底 林奈都能感受到 那沙子烫人的温度 但这样的攻击方式 也更会加速体力的消耗 如果你不能一击打倒对手 你的体力就会迅速被消耗光 花银纹努了努嘴 你比我哥哥还啰嗦 但却忽略了在沙漠这样的场地 对于体力消耗的计算 被智商压制了呀 比赛场景之外 京都大学的校长叹了口气 轻轻摇了摇头 这已经不仅仅是实力的差距过大了 林奈甚至还没有用什么技能 花银纹就先把自己的体力给弯脱了 林奈这小子 面对花银纹的进攻 一直只是闪躲 完全没有还手的意思 其实就是纯粹想要浪费花银纹的体力 花银纹咬了咬嘴唇 没办法了 既然这样 那就速战速决 只见她双手合十 五计 金刚之身 嗡 只见花银纹的身体皮肤 煞时间变成了淡金的黄铜色 然后 她双指又快速在身上挤出穴位 点击了几下 五计 气质傲义 嗡 花银纹周身凝聚的魂气 从透明的无色 渐渐变成了眨眼的深红色 她的双指再次在身上点了几下 五计 五圣领域 哄 橙黄色的领域赫然展开 灵奈看到花银纹周身不断攀升的魂气 就知道她要放大招了 对叠了这么多buff 灵奈扫描了她的系统 发现她的身体属性各方面都在急速飙升 目标获得特殊状态类 5G加持 灵时力量加300 灵时敏捷加260 灵时体力加280 灵时速度加200 灵时爆发力加300 灵时攻击力加500 目标获得特殊状态类5G加持 灵时身体抗性加700 灵时骨骼强度加800 灵时肌肉强度加950 物理防御力加2000 目标获得特殊状态类5G加持 进入霸体状态 短时间内不会受任何控制效果影响 短时间内免疫十几以下一切魔法伤害 短时间内免疫患数 毒 眩孕 灼烧 冰冻 混乱等特殊效果 buff持续时间 一分钟 效果结束后 进入300分钟的虚弱状态 所有身体属性负70% 并且无法用药物强行恢复 灵奈 死 好恐怖的buff加持 简直跟基因公司的药剂有得一拼了 不过只有一分钟的持续时间 5G的持续时间一过 他就完全没有胜算了 看来他是打算孤注一掷 速战速决了 接下来这一招 本来是要用来打败哥哥的 花银纹眼神凌厉 但现在先用在你身上了 灵奈没应声 神情认真了起来 花银纹的身体属性 本来就有一般7级超凡者的标准 再加上这些buff的加持 几乎要直逼8级超凡者去了 哄 花银纹右腿一蹬 震荡起沙尘滚滚 高高跃起 在如此高强度的buff加持下 花银纹的速度已经产生了阴暴 5G 星陨破天 只见他从天而降 速度极快 已经根本无法用肉眼捕捉 一技下 劈腿沉重挥劈而来 灵奈瞳孔顿速 立刻施展鬼影不躲过 这一下 劈如会心般坠落在他的面前 还好灵奈有灰明之童 能看清花银纹身上魂器的诡计 这一击看似灵奈躲过了 只是劈在他面前的沙地上 然而下一刻 花银纹下劈踢中的沙地 就如同炸药一样爆炸开来 强烈的爆炸 瞬间席卷起恐怖的沙尘暴巨浪 并升起了一个小小的蘑菇云 铺天盖地的沙尘巨浪 直接将灵奈给淹没了 沙力如弹片般飞溅而出 灵奈瞳孔顿速 立刻凝聚魂力抵挡 然而根本抵挡不住 这些爆炸飞溅而出 数以万千的沙力 每一颗的威力 都堪比一颗狙击子弹 灵奈并不是专业的 防御类超凡者 那爆炸产生的沙力 向四面八方散射而去 轻而易举地 就穿透了灵奈 灵实凝聚的魂器屏障 一颗颗沙力 穿透魂力屏障 打中了灵奈的身体 就如子弹般 从灵奈的身体穿透了过去 扑哧 灵奈闷哼一声 嘶 好家伙 威力还真有点大 比赛场内 场馆内的观众们 看到战斗场景内 沙漠上蘑菇云 缓缓升起的那一幕 皆是露出了 目瞪狗呆的表情 哦 卧德发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 这真的是六级舞者的战斗画面 WD&MD 这特么真的是5G吗 凭啥5G会爆炸啊 我一个八级魔法师 都制造不出 这么强烈的爆炸来 花灵泽 也是看得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孟非非在旁边咋舌 忍不住道 老花 你的妹妹说 这一招本来是留给你来着 看来你妹对你的怨念已久啊 她这是 想要你的命啊 花灵泽 可是 为什么呢 林雨昕奇怪地道 为什么这一脚会爆炸啊 楚门推了推眼镜 说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这并不奇怪 只是很简单的原理而已 爆炸的过程 其实就是能量的瞬间释放 因为她压缩了大量的魂力 在她的这一脚上 这一脚击中目标后 撞击能使压缩的魂力的物质内部分子 产生相对运动 产生摩擦 摩擦升热 在物质内产生热点 热点扩大 从而导致爆炸 孟非非 好好难懂的样子 杨小川奇怪地说 但是这样的话 她自己才应该是离魂力爆炸点最近的人吧 她自己不也要被爆炸所伤吗 是这样没错 楚门拿笔在本子上又记录着什么 所以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花银文在施展这一招 之前使用的Buff5G 应该有提升自身抵抗能量冲击 提升双防 并且提升魔法伤害抗性的效果 花银文这一招 造成的不仅仅是魂力爆炸能量冲击的魔法伤害 还有爆炸使杀力向四周建设的物理伤害 不要小看那些因爆炸建设的杀力 那简直是一颗颗散射的线弹枪弹药 普通人若是站在爆炸点的附近 就算不被爆炸的能量冲击轰杀 那些建设的杀力也能瞬间将人打成筛子 只见战斗场景内 爆炸扬起的沙尘终于渐渐散去 广袤无垠的沙漠 出现了一个近20米范围的大坑 深度起码有5米左右 这就是刚才爆炸的成果 观众席上顿时再次传来一声声惊呼 接着有人开始寻找林奈的踪影 话说林奈人呢 卧槽 该不会已经被刚刚的爆炸碾成鸡粉了吧 我也觉得虽然是使徒 但终究也是血肉之躯 刚刚的爆炸威力那么大 距离又那么近 恐怕已经被爆炸 溶得连血水都找不到了吧 红叶鬼风站在远处抱着双臂 5米的双眼微微眯起 远远看着战斗场景内的情况 她知道林奈不可能死 如果林奈已经死了的话 那么此刻幻境应该已经消失了才对 但现在幻境场景还存在着 说明林奈肯定还活着 就是不知道躲到哪去了 赢了吗 华银文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体表的黄铜色皮肤已经渐渐消退 变回了她本来皮肤的样子 一分钟的时间已经过了 刚刚那一招 本来就极其消耗魂力和体力 加上buff5级的时间已经过了 花银文一下子变得无比虚弱 眼前出现无数重影 身体一个亮腔跪倒在地上 咔啦咔啦 踩在沙子上的脚步声传来 一个人影缓缓来到花银文的面前 影子盖住了她的身躯 花银文心头咯噔一下 抬起头来 林奈站在她面前 身影挡住太阳 笼罩着她 你 花银文一脸不可置信 看着林奈的表情 就好像看到了怪物一般 你是怎么躲过 刚刚那一脚 就披在林奈面前 不到半米的地方 所造成的爆炸冲击 绝对足以将林奈的身体 瞬间融化 她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倒也不能说完全躲过吧 林奈说着 从自己胸前的衣服里 抠出一个卡在血肉里的鲜红沙粒 你这件事的沙粒 还是挺厉害的 差点没把我打成筛子 花银文 林奈暗暗松了口气 刚刚的却很惊险 要不是 她反应速度快 先用鬼影布拉开距离 然后又释放出雾神的黑雾 将自己包裹 让黑雾吞噬掉爆炸的魂力冲击 否则要是正面吃到爆炸 不管是使徒还是什么玩意 肯定都直接化为鸡粉了 坦白说 这个花银文 比她想象的要强很多 终究是64强了 果然不能大意啊 比赛结束了 进入虚弱状态的花银文 完全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林奈轻松取胜 幻境消失了 两人回到了现实 花银文看着对面的林奈 神色复杂 到最后 她也没告诉自己 是怎么躲开最后的爆炸的 圣者 守夜人学院 林奈 女裁判员宣布了最终的结果 哦 吼吼哈 观众席上 顿时响起欢呼声 掌声 以及各种尖叫声 虽然没看懂 这家伙是怎么活下来的 但是真牛逼啊 那样近距离的爆炸 都能躲过 牛逼牛逼 不过对面这姑娘 实力也挺强的了 只能说 可惜在64强赛上遇到了使徒 话说 白死神使徒的实力 既然这么强 她为什么会是33名啊 这就不知道了 林与希等人 也相当兴奋开心 她好了 林奈赢了 有啥好激动的 不是早就知道会赢吗 去 你刚刚看到爆炸的时候 不也认为林奈要输了 你们怎么看 借老看完了比赛 扭头看向其他几个领导 用眼神询问他们的想法 其中一个大肚懒的领导说 这个花英文的实力其实不错 可惜 谋略偏弱了些 在没摸清林奈实力的前提下 就把自己的体力和魂力 给消耗光了 才导致最后 林奈几乎连技能都没用几个 就轻而易举的 把她给打败了 嗯 季老平静的说 但她的攻击力很强 5G的威力足够 作为一个有用的大杀器 即使放在整个64强名单里 我觉得都没几个攻击力 能超过她的 我觉得值得培养 但她的性格有些鲁莽了 如果进入一些重要的组织 碰到某些重要任务的时候 她的性格可能会坏了时 策略的方面 由指挥谋士去做 一个战士 只要听从命令 探着问 您是想把她拉入暗月 拉不拉入暗月 先另说吧 季老道 我只是这么一说而已 暗月的人选 还是要继续看后面的比赛 再慎重考虑的 不过 还是先把她的名字 记下来再说吧 突顶领导 是 对了 孙大帅去哪了 季老问 他怎么不来看比赛 旁边的张助理听言 立马凑到季老身边 压低声音悄悄说 他听说赛事小镇 有黑天使文明的魔艺入侵 去调派人手去了 是吗 季老顿了一下 点了点头 也好 下面 我们请胜者选手 林奈 到舞台中央接受采访 主持人兴高采烈地 来到舞台中央 哦 观众席再次想起一片欢呼 嗯 然而主持人左右看了看半天 却突然发现 林奈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林奈同学哪去了 此刻 林奈早已离开了比赛场 他躲在一面墙壁后面 远远看到了那个 戴着鸭舌帽的裁判员 那个裁判员 就站在一个通道的门口站岗 思索了一会 然后装出一副闹肚子的模样 亮亮腔腔地跑了过去 那裁判员很快发现了林奈 林奈同学 你现在应该去接受采访 裁判员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看起来并无异常 啊 不好意思 林奈捂着肚子 一脸菜色 我肚子突然不太舒服 那什么 厕所在哪呢 在哪 裁判员指着后面的通道 好的 谢谢 林奈顺着他所指的方向跑去 压舌帽裁判员扭过头 湛蓝色的眼睛 看了一眼林奈渐渐消失在通道的背影 怎么搞的 不是要采访吗 那个人跑哪去了 孟非非很不理解 叹了口气 这么好的装逼露脸的机会啊 如果是他 肯定要在媒体记者的采访面前 狠狠地说他的20分钟 夜晚沉默着没说话 他虽然猜不到林奈的打算 但大概也知道林奈去做什么 肯定是为了他的事 少女放在双腿上的白嫩小手 微微握起拳来 林奈迟势不现身 主持人也没有办法 只好直接宣布下一场比赛的名单 第二场比赛 第27名 儒家学院 楚门VS第38名 精英公司直属学院 严九成 楚门听到自己的名字 合上他的笔记本 站了起来 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轮到我了 精英公司的备战席 张哥盯着严九成交代道 这次你的对手 是那个儒家的楚门 他最厉害的 就是他的数据分析能力 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弱点 都被他给看穿了 严九成点头 明白 不过想来 你也输不了 这一轮比赛 是在幻境中战斗 看起来是保护了 其他那些选手的生命安全 张哥冷笑了一下 说 但实际上 是对我们更加有利 因为反正是在幻境之中 就算你磕药了 产生的副作用 也只是在幻境中的而已 不会带到现实 说着 张哥拍了拍他的肩膀 所以你根本不用留手 直接磕下三颗胶囊 速战速决 把他干掉 严九成咧起嘴角 我懂 很快 严九成和楚门 一起走到了场地中央 战斗场景随机的是 黄昏 汪洋大海上的运输船 两人都没有选择更换场景 直接选择进入幻境开始比赛 汪洋大海上的运输船 孟飞飞挠了挠头 真是什么奇葩的战斗场景啊 花灵泽饶有兴趣地 看着比赛场地 儒家楚门 让我看看 你的实力 到底变强了多少吧 战斗场景内 楚门和严九成 分别随着一道光柱 出现在一艘 汪洋大海上的 中型运输船上 这样的场景啊 楚门开始迅速观察起 这个场景的具体情况 运输船上放置着 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 黄黄绿绿的集装箱 楚门和严九成 就分别是 站在两个大的集装箱上面 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 根本看不到 一丁点陆地的影子 严九成冷笑地站在对面 儒家的楚门 儒家的一号种子 马上就要被淘汰了 你有什么感想 楚门伸出一根手指推着眼镜 其实 我调查过你 嗯 严九成微微醋眉 严九成最早出生于川城大学 虽然你的超凡职业序列 是45号鬼火之魂 但因为修炼天赋是地级 一直卡在一级无法提升 所以丢失了很多机会 你的父亲是个毒鬼家酒鬼 你的母亲是 不说了 后来就投奔了基因公司 自愿进行人体实验 在服用了各种基因药剂之后 把自身的等级强行提了上来 达到了现在六级的水平 严九成沉默不语 脸色却渐渐阴沉 显然楚门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 而且是一刀一刀 插在他肉上的事实 你服用的那种基因药剂 我也研究过 虽然能强行把你的超凡等级提了上来 但你的身体已经快要吃不消了 楚门顿了顿 继续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现在身体应该已经有一大疾病 在不定气轮流发作了吧 严九成 而且 楚门看着他的眼睛 缓缓道 提醒你一句哦 如果你再这么嗑药下去 你应该活不过十年 战斗场景之外 看台上的观众们 并不能听清他们 在场景里说的那些话 什么鬼 放狠话能放这么久 喂 快点打呀 嘿嘿嘿嘿 严九成突然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那笑容令人毛骨悚然 活不过十年又怎样 老子就是要做人上人 要是只能过以前的生活 老子还不如死了 说吧 严九成快速点击了自己身上的几个穴道 天拳 开 瑞月 开 太乙 开 楚门沉默无言 严九成解开了自己身上的几个穴道 运转魂力在身体里游走 魂力一出体表 凝聚成形 不过很快 他就发觉有些不太对劲 这魂气的量 好像只是平时的正常水平 嗯 严九成愣住了 怎么回事 药效并没有发挥作用 楚门疑惑地望着他 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严九成头上冒出冷汗 他再次点击自己身上的穴位 又试了一次 天拳 开 瑞月 开 太乙 开 然而 还是没有效果 白痴 红叶此时正在远处督战 他双臂抱在胸前 深红色如海藻般的长发 随风飘扬 撇了撇嘴 不会真的以为 最后一场比赛的场地 是在幻境内作战 只是为了避免选手 在战斗中死亡吧 幻境的世界 本来就是模拟作战 既然是我创造的幻境 当然是我说的算了 在我创造的幻境世界里 我不允许存在的东西 就不会存在 任何药物 在这个幻境世界里 都是无效的 基因公司的备战席 张哥和李哥 也忍不住站了起来 搞什么 严九成不是吃了药吗 也解开了穴道 药效怎么会没有用 坐在旁边的白兽 面无表情地冷哼了一声 他就知道 会有这种情况 这两个领队 真还完全指望着 用药物的力量了 真把人家当成傻子 以为人家直到现在了 还不会想出解决办法 场景内 严九成脸色已经绿了 楚门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 看了看他 问 怎么 你的要失灵了 严九成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再次再次点了一遍 他的几个穴道 再次尝试运转魂力 结果当然还是一样的 在这个幻境之内 他尝试一万遍 也会是同样的结果 楚门看出了他的窘迫 微笑道 看来 你的底牌没有了 严九成 真是可惜 本来我通过收集 前几个基因公司选手的资料 已经想出了一套 对付你们这种 要剂狂人的办法 但现在好像 已经用不上了 楚门笑了笑 既然这样 那我可就要先出手了 说着 他双指一台 与另一只手的双指 结成手印 易能 幻影迷踪 观众台上 灵带终于回来了 孟非非道 那个 你跑到哪去了 没什么 闹肚子 去上了个厕所 林奈坐了下来 硬道 所以 比赛怎么样了 嘿嘿 基因公司的那个选手 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一下子 好像作弊得要不灵了 孟非非手指擦了擦鼻子 得意洋洋的道 现在正在 被老楚吊着打呢 林奈 哦 是吗 林雨昕看向他 关心地问 林奈 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看啊 不会是生病了吧 林奈说 我没事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他心里嘀咕着 看到的那个东西的人 脸色恐怕都不会好看 刚刚 林奈去接触了 那个冒牌的裁判 趁机通过红魔 扫描了对方的基础属性 看到对方的属性面板 林奈只觉得 后背冷汗淋漓 对方的强大 几乎令林奈窒 林奈看向前方自己的系统 打开了刚刚他扫描到的 信息面板 姓名 雷罗 种族 堕落天使 年龄 48W岁 魔艺等级 万象级第九竞 生命 501W 力量 539W 敏捷 478W 精神 490W 体力 520W 防御 500W 抗性 504W 魔力 79W 点击查看更多详细属性 林奈面色 沉入乌云密布的阴雨天 绝望如他方的天际 排山倒海般压迫下来 前所未有的巨大差距 压得林奈的胸口闷闷的 几乎有些喘不上气 这就是 他这一次的敌人 场景内 严九尘手中掌控着一团绿色鬼火 额头上流下汗水 他已经陷入苦战 气喘吁吁 楚门挺拔的身姿 立在船的一根桅杆上 身上的衣巾随着海风飘扬 他的幻影 分身在船弦边缘 如海浪般起伏 每一道分身手中 都握着一把闪烁着 寒光的虚无能量剑 应该差不多了 楚门心想 接下来 他应该会使用鬼火联营 严九尘咬了咬牙 凝聚魂力 全身被绿色的火光所笼罩 魔法 鬼火联营 煞时间 绿色的鬼火 还只是虚晃一枪 鬼火的目的是逼出我的真身 当他以为找出我的真身的时候 他会在右侧出现 哼 果然 严九尘从右侧 跳上了他所在的集装箱 手中凝聚出一柄绿色的鬼火之刃 楚门眼镜片之下 反射出寒光 可惜 他搞错了 这个依然是幻影 刷 严九尘挥动鬼火之刃 从楚门的身上 斜斩穿透过去 楚门的身影消失了 假的 严九尘脸色一变 楚门站在某处继续思考 到这个阶段 严九尘的魂力 还剩下40%左右 以他的性格 在连续不断地攻击 被人戏耍的状态下 他在这种时候 一定会越来越急躁 这个时候 他会施展多重的鬼火球攻击 对可以看得见的所有分身 展开无厘头的进攻 严九尘食指交错 每根手指 都有诡异的绿色魔法火焰 在跳动着 魔法 幽名鬼火球 时刻 泛着墨绿色光芒的鬼火珠子 飞了出去 摄像离他最近的几个分身 又猜中了 真没意思 楚门在心中叹了口气 跟这样没有惊喜的对手交战 实在是太无聊了 罢了 结束吧 只见楚门的真身终于动了 严九尘心头咯噔一下 他回头一看 楚门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这个是真的 严九尘反应过来 鬼火之刃往后一甩 没用 以你现在的状态 躲不开 你的反应 大概会慢0.91秒 楚门手中握着一把闪烁 虚无含光的能量剑 自信挥刺而出 扑斥一声 能量剑从严九尘的后背刺穿入其中 从他的胸前穿透了出来 啊 严九尘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 他低下头 看见蓝色能量剑的尖端 从他的胸口穿刺出来 结束 楚门风轻云淡 第二场比赛 儒家学院楚门胜 裁判员宣布了比赛的结果 花灵则摇头 没有了基因药剂的加持 楚门简直就是玩虐对手 这样看来 那些基因公司的人 确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孟非非双臂枕在脑后 往后依靠 咧着嘴说 如果不作弊的话 他们的实力也就仅此而已嘛 灵奈心想 恐怕并不是这样 多数人 只是看到那个严九尘 没有办法作弊了 实际上 那个严九尘 就算没有用基因药剂 他的实力也并不弱 是楚门太强了 他完全看透了严九尘的一切 无论是招式 还是属性 一切全部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对手无论出什么招 他都好像早有防备 显然 对手已经被他给计算死了 难得的人才 这次的事件 说不定他可以帮到自己的忙 第三场比赛 墨家学院 卢晓达胜 第四场比赛 鬼谷学院 牧巡胜 第五场比赛 泽城大学 白辽胜 第六场比赛 山海大学 于远远胜 比赛继续进行着 中途 灵奈再次站了起来 起身离开座位 那个 你又去哪啊 孟非非急忙问 我的比赛快开始了 上次你就错过了我的比赛 这次 你可不能再错过了 灵奈 我肚子又有点不舒服 要去上厕所 孟非非 夜晚站了起来 眼眸巴巴地望着他 似乎想要跟去 灵奈却按住少女的脑袋 将他按了回去 少女刚想起来 就被按住脑袋 嗯的一声坐了回去 你坐在这里 灵奈用不可否知的语气 少女眼眸成澈如夏日的忧谈 你不是说 让我连睡觉 都最好要跟你在一起吗 灵奈 但现在不是睡觉呀 夜晚 开玩笑的 灵奈忽然凑近少女 将嘴凑到她的耳边 少女顿时像是紧张的小兔子一样 紧缩起了脖子 但灵奈的下 一句话出乎她的意料 我已经知道 那家伙在哪了 夜晚露出惊讶的神情 所以不要急 至少现在是 咱们已经发现她了 而她还以为自己 仍在暗处 灵奈将手 放在少女的肩膀上 滴滴地说道 她的实力 或许可以碾压我们所有人 但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动手 有可能是不想 跟人类的未免军产生冲突 也有可能是有什么 她想要的什么东西还没拿到 这家伙想干嘛再说 少女听到灵奈的话 沉默了一会 轻轻点了点头 那 那你要去做什么 少女有些不放心地望着她 这次的敌人 与以前的都不同 少女有些怕灵奈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放心 我没那么蠢跟一个万象 急硬碰硬 灵奈说 对了 你认识雷罗这个人吗 雷罗 夜晚诧异地望着灵奈 她是我的教官你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你的教官啊 灵奈思索片刻 没有回答少女的问题 那你的实力 跟她相差多少 很多 很多 没事 打不过咱就制取 灵奈说完 又揉了揉少女的脑袋 笑道 待在这里 等我回来 说完便转身离开 转过身的一瞬间 灵奈原本满是微笑的脸庞 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 唉 少女还想叫住灵奈问些什么 但灵奈走得很快 一下子就没应了 夜晚只好回到座位上做好 少女低着头 心底忧心忡忡 灵奈离开了比赛场馆 她走在赛事小镇里 赛事小镇有一个中楼 那是整个赛事小镇的最高点 灵奈一跃跳上了中楼 俯视整个赛事小镇 这里可以看到 整个小镇的地形 整个小镇的地形 都被她用墨字的系统扫描 记录下来 然后 灵奈在中楼的顶端 坐了下来 平常的时候 灵奈从不抽烟 但今天 她在系统商城里 买了一包 用打火机点燃 塞进嘴里 深深吸了一口 第一次抽烟 灵奈的脑袋 有些闷闷的 很多人都说抽烟 可以排解压力 但灵奈并没有感觉到 随后她打开了 自己的系统面板 生命 300 力量 290 敏捷 340 精神 350 智力 12 体力 300 防御 290 抗性 305 魂力 2100 神力 15 灵奈挠了挠脸 连敌人的灵头都没有啊 灵奈现在是2.5级 她的属性 大概在普通超凡者的 5级6级之间 唐红山 林玉希 老张他们 也差不多都是几百的平均属性值 怪不得夜晚说 不想连累到他们 按照面板上看 他们包括她 的确根本不可能帮得上忙 灵奈在找到黑天使雷罗之后 脑海里就已经在谋划 一个又一个战术了 偷袭 暗算 下毒 地形杀 一个又一个作战方案 在她脑海中出现 又被她给否决 上次在2号 一进执行任务的时候 碰上的那帮匪徒 实力虽然跟她有差距 但也没到那么大的地步 所以 林黛才可以利用计谋战术 偷袭加上逐个击破 取得胜利 这一次的实力差距这么大 任何策略看起来都像是堂壁当车 前世在地球的时候 历史有不少已若胜强的战役 比如说著名的赤壁之战 便是以3万多人打赢了曹操20万的兵力 但这种差距也只差了不到10倍 眼下的情况 林黛跟这个雷罗的实力 差了有1万倍 还要多 唯一的翻盘点就是 林黛开启了另外一个面板 刚刚他扫描了叶瓦红魔 得到了他的属性面板 姓名 叶瓦 种族 堕落天使 年龄 18岁 魔力等级 万象级第一镜 生命 350W 力量 390W 敏捷 368W 精神 380W 体力 320W 防御 380W 抗性 385W 魔力 51W 林奈沉默着 叶瓦各项平均属性 大概都在350W以上 作为一个18岁的黑天使 万象一径的魔艺来说 这个属性显然已经算是很超模了 但现在的他 如果单独应对雷罗 肯定是没有胜算的 林奈 莫兹 扫描雷罗的详细属性 看看这家伙的弱点在哪 弟弟 正在扫描中 莫兹 大人 经过扫描黑天使雷罗全身的结构 骨骼 肌肉 他的全身属性几乎都很平均 唯独在背后的两处腰眼 有两处空洞 防御力与抗性相对较弱 接着 一张黑天使雷罗的扫描 全身面板图现实在林奈的面前 全身透析图点JPG 这张图上 清晰的扫描出了黑天使雷罗身体的每一个魔力节点 每一处部位的详细属性 腰眼处 林奈看着面板上的透析图 瞇了瞇眼 我知道了 莫兹 大人 我要提醒你 这里的相对较弱 是对于他而言的 黑天使雷罗的全身属性 基本都有500W的平均值 那两处腰眼的平均值是410W 就算是相对薄弱的地方 对您来说也是坚不可摧的壁垒 就算是黑天使雷网 发挥最大的攻击力 招数攻击 也无法一击对此处造成有效伤害 而如果持续攻击这个位置 必将引起他的警觉 林奈明白了莫兹的意思 说 你的意思就是最好一击必杀 莫兹 是的 但您得先想办法破除他的防御 林奈顿了顿 问道 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吗 莫兹 根据AI的方案计算 估算对方的战力值 并且估算我方成员的战力值 我能想到的办法有两种 莫兹 第一种 说服技老 利用科技的力量 使用现代化武器 配合你展开攻势 林奈沉默着没说话 这一点 他早就想过了 否则他之前 也不会去找技老 这个时代 虽然是超凡盛事 但科技并没有没落 最高的科技武器 并不比超凡力量的威力要弱 一个万象 即可以轻易摧毁一座城市 但一枚核爆弹 也同样可以做到 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 林奈很遗憾地说 除非我告诉他 4090XS系统的存在 否则他肯定不会 丢武器的控制权 这就好比有一天你穿越了 回到八岁的时候 变成一个小屁孩 然后 你伸手找你的老爹 要钱 信誓旦旦地跟他说 将来的彩票号码 我都知道 你爹只会挥手一巴掌 一边玩去 莫兹 那么还有第二种 破解他防御的方法 就是您的白死神之连 林奈眼睛一亮 对了 白夜的锋利之势 无限 莫兹 但这一点同样非常困难 因为以您的实力 几乎不可能做到接近他 林奈 的确如此 而他又不可能 把白夜交给夜晚去使用 白夜 是白死神的灵魂武器 除了白死神 和拥有白死神之力的使徒 没有人可以使用 林奈沉沉吐了口气 他把手中的烟头弹掉了 这玩意抽起来 实在是不习惯 也不知道 老张他们为啥 老爱抽这东西 既然这样 那就只能用 极端冒险一点的方法了 林奈眼神沉了下来 如此想到 天眼是 季老站在这里 看着下面赛场上 一场场的比赛 持续进行 今年的比赛 有潜力的选手很多 比赛也比以往几年 都要精彩得多 但此刻的季老 却有些心不在焉 毕竟赛事小镇里 莫名闯进来了一个 万象级的黑天使 这样一个不速之客 很难估量 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令季老有些不理解的是 对方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如果他真是万象级 他想要掳走夜晚 这座赛事小镇 根本没有人能拦得住他 季老 您还在想那个黑天使的事 季老面无表情 轻轻硬道 嗯 张助理犹豫了一下 说 季老 要不 我们把比赛终止吧 不行 季老一下子否决了 对方现在按兵不动 很可能是在等待着什么 我们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 突然终止的话 万一反而引得对方直接动手 我们毫无反抗的余地 张助理 也是 季老沉沉地说 我现在怀疑的是 这家伙会不会是 有什么别的目的 张助理好奇 他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季老沉默了一会 没在这个问题继续下去 顿了顿问道 孙大帅呢 他回来了没有 他回来了 张助理嘀嘀地说 他把夜城还有附近 几座城市的卫面军 守夜人 能调动的都调动过来了 对于一个万象级的魔艺来说 这点兵力根本就是送人头的 季老叹了口气 又道 这个时候再找支援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把夜城最好的现代科技 火力装备全部调动过来 大概能有多少 张助理回答 超高压魂能加农炮100门 中心控制追踪导弹1000枚 C型机甲尖兵200个 这是夜城最高端的武器了 毕竟夜城只是一个五线小城市 季老沉默了一会 这些火力显然还是不够 玄武号呢 现在身在何处 张助理惊讶 你要动用玄武号 季老淡淡回答 嗯 张助理沉默一下 道 玄武号现在暂时停滞在夜城上空 距离地面5万米的平流层 季老 让玄武号下降到8000米 随时待命 张助理 是 这个时候 一个裁判员忽然跑了进来 肃然地道 季老 林奈求见 嗯 季老皱眉 怎么又是这小子 他又来做什么 裁判员 他没说 只是说有很重要的事 季老无言 摆了摆手 让他进来吧 裁判员 是 过了一会 林奈就被人领了进来 来到了季老的面前 季老背着手 瞥了他一眼 林奈 这次你又有什么事 哦 这次没什么 林奈平静地说 这次我就是专程来向季老您问好 祝您身体健康的 季老 看着林奈那一脸很认真的模样 季老表情古怪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林奈 我说 我是来祝您身体健康的呀 季老 林奈 季老 林奈 季老 都TM这种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 等我开玩笑 林奈微笑 我没有在开玩笑啊 他望着季老的眼睛 扫描他的红膜 在林奈的眼前 出现了一个4090XS的透明面板 这个面板 当然只有他刻意看见 目标系统版本 990Z 人类在诸神文明 990T系统的基础上 进行了特殊改进 目前人类文明 最先进的系统版本 目标系统防火墙等级 5 骇入成功率 100% 骇入被发现概率 55% 莫兹提示 你可以轻易破解 入侵对方的系统 但对方的加强防火墙 有大概率会发现 你的入侵 是否进行破解入侵 林奈很清楚 季老的个人系统之中 肯定有控制所有武器的秘持 但他现在肯定不能这样冒险 面对面的破解入侵 实在是太明目张胆了 林奈的目光 又扫了一圈这个天眼室 天眼室里 到处都是监控屏幕 还有技术人员工作的操作台 在莫兹的扫描之下 整个控制房间的终端入口 都在他的视野之中 别在这地我卖萌 季老铁着一张老脸 到底有什么事 哦 没事 林奈一脸很自然地说 我就是来向季老你问的好 现在问完了 我要回去准备比赛了 季老 再见 林奈说完 竟然真的转身离去 季老一脸问号地 看着林奈的背影 这小子吃错药了 什么毛病 第二十场比赛 第六十名 守夜人学院 孟非非VS第八名 阴阳家学院 李萧竹 裁判员宣布 下一场比赛的名字 孟非非听到自己的名字 站了起来 嘿呀 终于轮到我来啊 我哥这坐半天 屁股都快要妈了 出门看了看他 你的对手 是阴阳家的二号种子 他的纸面实力 是6.6级 远在你之上 他的超凡职业序列号 孟非非用手擦了擦鼻子 不过比赛这种东西 就是要以下饭上 才有意思 就是不知道 奈哥去哪了 我的鹦鹉身姿 他又要看不到了 说到这时 林奈正好回来 孟非非见到他 顿时一喜 奈哥你回来的 可真是时候 加油吧 希望你别让我看到 你被吊打的一幕 林奈看了他一眼说 嘿嘿 那肯定不能 孟非非一脸信誓旦旦的表情 说完他就拿出了他的手枪 从被战袭跳下去 走到赛场上去了 夜晚朝林奈头来一个 只有他们俩懂的目光 林奈冲他点了点头 用眼神告诉他没事 然后走到他的旁边坐下了 唐红山看了看他 似乎想说什么 但还是没有开口问 孟非非和李小竹 分别来到赛场中央 李小竹作为前四轮的第八名 加上阴阳家 在三派九流之中 依然享有很高的地位 自然也是颇受媒体记者的关注的 不少记者都围在场地周围 拿着摄影机和照相机疯狂拍照 李小竹倒是没怎么理会 非常安静地站在裁判员的旁边 孟非非倒是对着那些摄影机 拍起了pose 咧着一口白牙 做出好几个造型 对着闪光灯连照了好几张 孟非非同学 直到裁判员都有些忍不住了 开口催促道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请你快点过来 哦 好的好的 孟非非这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嬉皮笑脸地走了过去 这家伙也真是的 阿光有些哭笑不得的道 他到底是来比赛 还是来参加明星发布会的 第八名对战第六十名 李萧竹肯定会赢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 观众们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只是向征信地给了一些欢呼 因为这种压倒性优势 一面倒的比赛 一般都没啥意思 只有一些李萧竹的女粉丝 在比较大声地呼喊着 加油 孟非非笑嘻嘻地举起手 向他们示意 谢谢 谢谢 我会加油的 李萧竹 女粉丝气愤地道 我们又不是给你加油 好了 现在该开始比赛了 裁判员说 如果都准备好了 就要开始随机选择地图了 李萧竹点头 可以 孟非非搓手 来吧来吧 主屏幕上 一张一张的地图闪烁出现 最终停止在黑夜 城市废墟这张场景地图 哎哟 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孟非非笑了 然后看了看李萧竹 说 这可是我最擅长的场景了 要不你让我这个第六十名 不要更换了咋样 李萧竹似乎也对她的实力很有自信 也不知道 她是觉得自己肯定会赢 还是觉得孟非非太弱了 笑笑说道 既然你喜欢 那就不换了吧 最终场景定为黑夜 城市废墟 场地上幻境阵法亮起 两道光柱落了下来 将两人包裹其中 幻境场景 李萧竹左看右看 观察着四周 夜幕之下静悄悄的 到处都是黑漆漆的 只有一轮圆月 悬在漆黑的夜空 这是一片坍塌的 钢铁建筑的废墟之上 整个城市像是刚刚经历过 十二级地震寺 所有的高楼大厦 都东倒西歪的 马路地面也出现很多裂纹 更多房子 都只剩下了废墟残骸 再加上黑夜幻境的加持 这样的战场 的确是魂枪手的最佳战场 孟飞飞不知道躲到哪去了 显然是 借着夜色和地形 将自己完美地隐藏了起来 躲起来了吗 李萧竹冷静地说 没关系 无论什么样的场景地形 我都能让它变成我想要的场景 说着 他双手结印 亦能 幻密木林 双手按在地上 绿色的魂力 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出 随着那魂力扩散而出 那钢铁废墟的地面 迅速长出了草绿色的植物 那些植物破土而出 以几乎恐怖的速度 快速生长 很快 就形成了一大片森林 木属性的异能者 灵奈看到这一幕 眼中闪烁过一丝诧异 一个六级的木系异能者 居然就能创造出 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地带 这需要非常大量的魂力 才能做到 楚门缓缓地说 李萧竹的魂力量 应该可以说是 这届大赛数一数二的 或者说 他们阴阳家 基本都不怎么心疼的 这下子 孟飞飞有麻烦了 花灵则说 这样一来 她选择的这个战场 就毫无意义了 在李萧竹制造的森林里 她无处可藏 林奈心道 之前几轮比赛 除了第一轮 几乎在赛场内 她就没怎么跟孟飞飞接触过了 虽然这家伙 平时一直嬉皮笑脸的 但林奈知道 这家伙并不像表面 看到的那样简单 因为她见到过 孟飞飞使用的 那把狙击枪 那是一把六级的魂能狙击 因为轰隆的缘故 林奈对于魂能狙击 还算是有些研究的 她一个五点九级 却能使用六级的狙击枪 这说明 她肯定还是有点本事的 林奈静静地看着比赛 她想要看看 孟飞飞打算如何应对 碰 一声枪响 李萧竹知道 是孟飞飞终于藏不住了 在听到枪响声之前 她就通过精神力 感应到了子弹飞来 所以她立刻做出了反应 躲过了这一枪 藏不住了吧 李萧竹笑笑 双手再次合十 目灵缠绕 孟飞飞的身影 终于在夜色下出现了 只见她手中端着一把狙击枪 身后十几条翠绿树枝 疯狂伸展而出 向她追踪而去 想要缠绕住她 孟飞飞落地一个滚帆 重新摆好了姿势 端枪 瞄准了李萧竹 动作一气合成 碰 扳机扣动 狙击枪的枪口 喷出恐怖的能量气焰 孟飞飞使用的是 六级魂能狙击枪 这种枪的威力 足以在远距离 秒杀一个八级超反者 当初孟飞飞在 未面战场上杀死的 那几头亡俩 如果正面对决 实力都在她之上 却都是这样 被她暗中一枪拘死 李萧竹看见 孟飞飞的动作 立刻做出了反应 再次躲开了 这威力巨大的一枪 这一枪 在李萧竹的肩膀旁边 蹭了过去 枪弹拖出的能量气浪 直接融化了 她肩膀处的衣服 在她的肩部 留下一道身红的烫伤痕迹 不过这点小伤 对于一个超反者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那个孩子 就是十五岁 加入槟城守夜人的 隐形狙击手 季老看到了孟飞飞 忽然记起了她的脸 是的 张助理说道 季老你还记得她 嗯 季老说 十五岁就破格加入守夜人 还上过卫免战场 狙杀了十几个 亡两级的魔艺军队头领 这样的战绩 实在很难不被人记住 五点九级 竟然就已经能掌握 六级狙击枪 可见她的空枪数之精湛 一般来说 即使是魂枪手职业的超反者 六级也只能掌握 六级的普通魂能手枪 而六级的狙击枪 则必须要到七级才能掌握 是啊 张助理笑了笑 说 但是有点可惜的就是 她这样的狙击手 其实更适合战场 而不是赛场 毕竟狙击手本身就是 躲在暗中的 暗中瞄准目标 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一击毙命 这就是狙击手的工作 但是这样的擂台比赛 狙击手一开始就暴露在敌人的视野 就很难有所发挥了 记老 那可不一定 张助理微微一愣 呃 你那把魂能狙击枪威力很大 应该至少是六级吧 李小竹拍了拍肩上烧焦的皮肤 然后看了看对面的孟飞飞 说 如果被你一枪打中 估计我会死无全失 但是没有用 在这一片我制造的森林的范围 任何攻击我都能用精神力提前感知到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偷袭 在开枪的前一瞬 我都一定能够反应过来 李小竹露出玩味的表情 所以 继续打下去你也没有胜算了 孟飞飞端着狙击枪 一脸不满 你咋耍赖呢 竟然还有改变地形这种操作 改变地形 本来就是我的能力 李小竹抬起一只手 只见一团绿色的木系元素光团 在他手中汇聚 你这把狙击枪太笨重了 在我的森林里 你用这样的枪是没法跟我打的 要不你还是换把手枪出来吧 那倒不用 孟飞飞黑黑地说着 摸了摸自己的狙击枪 这把狙击枪挺好的 李小竹见对方不听自己的劝告 轻蔑地冷笑一声 那么 比赛就该结束了 说着 他五指一捏手中的绿色光团 十几道绿色树叶凝聚着魂力 向孟飞飞射了过来 孟飞飞抱着个重型狙击枪 连忙又往地上一个滚翻 我看你抱着那种沉重的东西 能躲过多少 李小竹灭然地说着 嘴中默念皱纹 双手结作几个手印 控制着周围植物的生长 孟飞飞余光一扫 见周围的植物 全部都朝他生长而来 几乎要将它淹没了 他立刻想要再躲 却发现自己的脚下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缠住了 低头一看 发现脚下废墟地面的缝隙中 长出了许多草蔓 一根根草蔓迅速缠绕住他的双腿 让他根本无法移动 抓住你了 李小竹眼眸闪烁寒光 他双指再次移动 随着魂力汇聚 形成了一柄两米多长的竹毛 竹毛的矛头瞄准了孟飞飞 嗖 孟飞飞抬头见状 立刻端起狙击枪 拉动枪栓瞄准 碰 子弹与竹毛正面针锋相对 子弹轻而易举地贯穿了竹毛 并继续向李小竹射去 不过李小竹又一侧身 躲过了这一枪 一个被控在原地的狙击手 我看你还能有什么花样 李小竹完全不慌 一副很轻松的样子 对方已经被他控住了 而且对方是个狙击手 并没有摆脱他束缚的能力 这种时候 想要获胜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孟飞飞看到他的表情 却忽然咧嘴笑了出来 嘿嘿 我虽然被控在原地 但我的子弹可没有被控在原地 李小竹挑眉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孟飞飞的眼瞳 闪烁出蓝色的魂力光芒 易能 拐 这时候令人骇然的一幕发生了 直接那颗被李小竹躲过的子弹 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 竟然拐了一个180度的大弯 又转了回来 李小竹用精神力感知到了身后的危险 他愕然回头 看到子弹竟然诡异地拐弯回来的时候 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李小竹反应了过来 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在闪躲 六级魂能狙击枪的子弹 准确无误地命中了李小竹的身体 哼 巨大的威力 直接让李小竹的身体瞬间消失 那一刹那 短短的零点几秒 如果用慢镜头看的话 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在一刹那 如同爆开的西瓜 变成了一滩像四周成圆弧扩散的血水 但那些血水 又被那魂能的高温所瞬间气化 简直就是真正的人体消失数 孟飞飞嘴角上扬 嘿嘿 结束了 比赛场地的幻境光芒消失 孟飞飞和李小竹 重新出现在了赛场的中央 李小竹的脸上 还挂着错愕的表情 他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输了 魂能狙击枪一击 便能在0.1秒内 瞬间气化他的身体 甚至连一点痛苦的感觉都不会有 台上的观众们 也都是一脸猛逼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 什么鬼 结束了 刚刚刚发生了什么 李小竹不是已经占尽优势了吗 他的身体怎么突然就炸了 卧槽 观众习一片哗然 刚刚那一切发生的太快 六级魂能狙击枪的射速 能达到1500加M每秒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肉眼根本看不清 子弹拐了个弯 大多数观众们只看见李小竹 好像利用身法躲过了一枪 却根本注意不到 子弹的弹道突然拐弯转了回来 所以在观众的视角上就是 李小竹明明用技能控制住了孟飞飞 然而 她的身体却莫名其妙突然炸开了 唐红山 林雨昕 他们也都是一脸猛逼的状态 林奈摸了摸下巴 看着场地中的孟飞飞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 连花林泽都有些奇怪 她是属于少部分看清子弹 转弯轨迹的人 那一枪不是打偏了吗 怎么枪弹的轨迹会突然改变 林奈说 那都不算是轨迹改变了吧 简直就是来了个180度的大飘移 花林泽歪了歪头 感到不减 她的超凡职业 应该叫做阴眼拘魂没错吧 这个职业有这种能力吗 楚门说 阴眼拘魂并不是一个稀有的超凡职业 但能够让子弹如此大幅度拐弯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魂能枪的子弹 与普通火药枪械的子弹完全不同 普通的火药弹药用的是实体弹头 这种情况下 想让子弹拐弯还比较容易 在弹头上加个微型追踪器 就可以当作追踪子弹来使用了 而魂能枪的子弹 是没有实弹 纯粹就是将魂能进行高度压缩到 接近实体的程度 所以一枪开出 纯粹就是打出一团浓缩能量弹 所以说 这一招算是她自创的秘密绝招了 林奈看了楚门一眼 你的数据资料中 没有这一招的资料吗 楚门沉默了一下 摇了摇头 没有 林奈 奈以你的经验 能看得出来她这一招 是怎么做到的吗 楚门很坦诚地说 坦白说 我还真看不出来 哦 居然连你都看不出来 倒是少见花灵则有些意外 然后看了赛场上的孟飞飞一眼 看来 又出现了一个厉害人物 果然跟资料报告里的一样 季老看着赛场上的孟飞飞 不由地感慨 控制子弹 这样的能力 看起来朴实无华 但事实上这种能力 在实战中却是作用极大的 在战场上 对于敌人来说 这样的攻击出其不易 很难防备 就算对方有所防备 这样的一个狙击手 也能给予敌人极大的威慑 要避开一个狙击手的预秒点 就已经很困难了 要是这个狙击手的子弹还会拐弯 无疑会给对手极大的心理压力 就是不知道 这孩子现在 能够控制多远距离的子弹 把这个孩子的名字也记下 季老说着 瞥了一眼天眼室内的其他领导 我想应该没什么意义吧 众领导连连说道 没有没有 他们都清楚 这样一个狙击手 对于一个战场的意义是什么 无论这个孩子 后面比赛能走进几枪 已经不重要了 对于一个狙击手来说 单挑能力本就是无所谓的 他只要在暗中存在 就是可以给一整个敌方异族大军 带来极大的威慑 第二次场比赛 孟非非胜 裁判员宣布了比赛的结果 李小竹到现在都还有些无法接受 直到裁判员宣布了比赛结果 他才露出了失落的神情 本来他还以为 以他的实力 至少可以冲击一下八强的 没想到在64强就倒下了 孟非非下巴都快骄傲地养到天上去了 面带微笑地冲观众席 还有那些正在拍照的媒体记者们招手 然后他走到李小竹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没事没事 小伙子 别愁眉苦脸的 不就是输了一场比赛吗 以后你输的机会还多着呢 要看看点 李小竹 回到备战席 怎么样隔几个 哥们的表现帅不帅 孟非非昂着脑袋 拨了拨他的头发 一脸骄傲 阿光 钉子 老张等人 66666 确实牛 您真行 机操 误溜 孟非非摆了摆手 自信地说 放心 好歹都是守夜人的哥们 等以后我发达了 肯定忘不了你们 花灵则好奇地问 话说 你刚刚那招是怎么做到的 哪招啊 就是你控制狙击子弹 掉头转向的那招 哦 你说那个呀 孟非非咧着嘴笑了笑 能让花大少感兴趣的东西 可不多啊 想知道吗 花灵则微笑 嗯 可惜 我不能告诉你 孟非非摊手 那可是我独创的绝招 怎么能轻易受人呢 林奈正要说些什么 但这个时候 她感觉身边的夜晚 忽然抓住了她的胳膊 林奈一愣 回头看了看少女 只见少女露出几分紧张的眼神 死死盯着前方 林奈朝她所示的方向看去 是那个湛蓝眼睛 一副和善大叔长相的裁判员 朝这边静止走了过来 林奈一下子警惕起来 按道 是那个叫雷罗的黑天使 几位选手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32强 大叔裁判 一脸慈眉善目的微笑 来到林奈他们这边的备战席 对林奈 孟非非 花灵则 楚门等人说道 这是赛事组奖励给诸位 晋级32强选手的修炼资源 请你们签收 已经晋级到32强了 能够晋级到这个阶段的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每一个选手 都是极具潜力的 赛事组给予这些选手们资源奖励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往年也都有这样的小奖品 所以 花灵则 楚门 孟非非等人 完全没有怀疑 什么奖励啊 孟非非一听到奖励 眼睛就亮了 结果裁判员递给她的盒子 将盒子打开 只见盒子里放着一个棕色的小药丸 上面还纹有淡淡的纹理 花灵则微微一愣 道 这是聚灵丹 呃 孟非非茫然 什么是聚灵丹啊 花灵则哭笑不得 你不知道聚灵丹吗 那是一种 可以快速提升魂力强度等级的丹药 你也可以直接将它理解为经验丹 由于炼制的材料很稀有 每一枚都价值连成 而且产量很少 市面上很难买到 是的 楚门也从盒子里 拿出了她的聚灵丹 说 这种丹药 比起魂金还要更值钱 魂金是辅助加快 你修炼的速度 而这东西 却可以直接提升你的超凡等级 对于十几以下的超凡者来说 一颗聚灵丹 几乎可以直接 让你提升一个等级 哈 孟非非一听到这话 顿时吓了一跳 卧槽 这妖牛 赛事组这次 还真是出奇的大方啊 花灵则感慨 这种聚灵丹 就算是我们花 的仓库里 都没有几颗 湛蓝眼睛的裁判大叔微笑道 因为今年这一届选手们的实力 是近十几年来最强的一届 所以 赛事组才临时做出这样的决定 奖品当然也会更加丰厚 孟非非一听就乐了 果然赛事组 还是有眼光的 林奈却忽然看着她问道 为什么这种奖品 不用系统邮件的方式 发放到每一个选手的系统 而是由裁判员来赠送吗 林奈问出这个问题 让楚门和花灵则都微微一愣 同时看向了她 哦 是这样的 裁判大叔依然是满脸和善的微笑 一点也不慌 官方的系统 这两天稍稍出了一点问题 系统正在维护 为了不妨碍比赛的正常进行 一些可以人工来办的事情 就不依靠系统了 林奈沉默了一下 是吗 对了 今天的所有比赛结束后 所有晋级的选手 还要再次到体检室 进行一次尿检 裁判员大叔说 请几位选手不要忘记了 花灵则轻轻点头 好的 我们知道了 麻烦你了 小事 裁判大叔说完 便转身走了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看夜晚一眼 夜晚看着这个裁判大叔的背影 心情复杂 错不了 一定是他 出门看了看林奈 忽然问 大哥 你是觉得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哦 没有 林奈看了眼那个 蓝眼睛裁判员大叔离去的背影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将装着聚灵丹的盒子 收了起来 64进32强 一共有32场比赛 比赛从早晨 一直进行到了傍晚 终于将32场比赛 完全打完了 晋级选手的名单 再次在赛场的主屏幕上展示 同时这一次 屏幕上也直接显示了 下一轮32进16强的抽签情况 林奈看了一眼大屏幕 她32强的对手 是山海大学的余媛媛 山海大学的第一种子 林奈微微一愣 脑海中立刻想起了 那天在火锅店的时候 是那个有半妹膜血统的女孩 喂 林奈大帅哥 这时候 一个女生传来 林奈扭头一看 发现是不远处 山海大学的备战席 余媛媛一脸射牛的样子 笑盈盈地冲她招手 下一轮请你手下留情哦 林奈 过了一会 赛场的观众都被疏散离开了 解散之后 还需要诸位选手到体检室 进行例行检查 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 明天早上 将进行32进16的比赛 下午将进行16进8的比赛 所以 明天你们要做好 应对两场高强度比赛的准备 没问题的话 解散 解散后 孟飞飞双臂枕在脑后 说道 怎么说 搁几个一起去摆一桌 庆贺一下 楚门习惯性地摸一下眼镜 淡淡地说 我要回去研究 下一场比赛对手的资料 花林则说 我也是 毕竟已经进了32强 之后遇到的每一个对手的实力都不弱 不能掉以轻心 孟飞飞郁闷地说 不是吧 都这么扫心啊 说着又转过头 奈哥 你怎么说 哎 奈哥人呢 他又跑哪去了 总裁判长先生 请你等一下 总裁判长本来正准备收工回去 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 回过头一看 才发现是林奈 是你 总裁判长习惯性地将手背在身后 问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 林奈看着他问 赛事组的系统是否出现了故障 是否有在维护中 是的 是在维护 总裁判长疑惑 怎么了 林奈眉毛微动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那进入32强的选手 是都有一个聚林丹的奖品吗 对 是有这样一个奖品 你干嘛突然问这些 没什么 林奈微微躬身 到了巨蟹 谢谢 打扰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 总裁判长望着林奈离开的身影 面无表情 如果此刻林奈还能看到总裁判长的脸 就能发现他的双目黯淡无神 完全不像是一个意识清醒的人 该有的眼神 一个湛蓝色眼睛 穿着裁判制服的大叔 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干得不错 然后看了看林奈 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那笑容轻蔑且阴森 让人不寒而栗 白死神的使徒 呵呵 有点意思 做完例行体检之后 林奈和众人一起留在休息大厅等候结果 林奈又拿出了之前那个裁判员给的聚林丹 拿在手中仔细观察 虽然这东西真是赛事组给的奖品 但林奈知道 那个裁判是一个冒牌货 她给的东西 林奈心里总觉得有些疙瘩 那个 你老拿着这锯林丹做什么 孟非非疑惑地问道 林奈顿了顿 随口道 哦 没什么 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嘿嘿 正常 这么稀有的玩意儿 我也是第一次见 孟非非咧着嘴说 这东西 可以让超凡者的实力 直接提升一个等级 我准备等回去宿舍 以后就把这玩意儿吃了 这样后面的比赛 就算碰上木寻 白聊那些人 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了 说着 孟非非又扭头去看 花凌泽和楚门他们 你们两个肯定回去 也要吃的吧 没想到楚门却说 不 我不打算现在吃 孟非非一愣 呃 为啥呀 太浪费了 楚门说 我们现在是六级 就算吃了 也只能提升到七级而已 而超凡者 越到后面的等级提升 就越为困难 尤其是九级突破到十级 有一个很大的壁垒 我打算等到那个时候再用 说的对 花凌泽耸了耸肩 说 反正我对这次比赛的名次 并没有太大的追求 所以我也打算 等到九级的时候再使用 而且 我们的比赛就在明天 林奈看了她一眼 也说 这东西毕竟是药物 她跟你自己修炼的不同 这东西会 强行直接一下子 提升你的魂力等级 你的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可以消化这样的提升 到时候 等明天你的身体 还无法完全适应的话 反而对你的比赛 更起到反作用 林奈本意是想说 这东西的安全性未知 还是暂时不要碰比较好 不过她也没法说得那么直白 只能这样 先提醒他们一句 啊 孟非非惊讶 真会这样 楚门轻轻点了点头 肯定的说 大哥说的是对的 这种强行提升的药物 都是这样 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 孟非非挠了挠头 我还以为能靠这玩意 冲一下比赛呢 楚门说 每一个32强的选手 都有聚灵单 如果每一名选手都服用了 那等于也是没有提升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准备吧 唉 孟非非轻叹了口气 林奈没再多想 把这枚聚灵单 放进了自己的系统物品栏 谁知道刚刚放进物品栏 系统就传来提示 请告 系统检测到恶性感染病毒 可能会威胁您的系统安全 林奈 嗯 病毒 林奈微微醋眉 立刻又将这颗聚灵单 从物品栏里拿了出来 莫兹 扫描一下这聚灵单的属性 莫兹 好的 大人 正在扫描中 林奈耐心地等待 隔了一会 莫兹的声音再次响起 莫兹 大人 这东西里面藏着特殊的 异能网络病毒 会入侵人类超凡者的个人系统 有点像是以前那个 异能黑客成为使用的病毒类型 不过比成为那个病毒 要厉害多了 林奈顿时眉毛紧咒 什么 莫兹 这病毒的版本还相当先进 估计是黑天使文明的东西 只要放进物品栏 就会迅速感染超凡的系统 而且以人类文明目前的990系统 是完全检测不出来的 林奈心道 这个冒牌货果然不安好心 给的这玩意 居然有毒 看来他不祥的预感是对的 32强的每一名选手 都得到了这样一枚巨灵丹 林奈心道 这家伙想干什么 过了一会 一个工作人员 从里面的房间走了出来 体检结果出来了 没什么问题 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众选手听言 都纷纷起身 准备回去备战明天的比赛 唐宏山对林奈说 已经很晚了 你明天还要比赛 我们也就不打扰你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 林奈轻轻点头 嗯 唐宏山等人也离开了 不过这个时候 林奈忽然把阿南给叫住 然后将他拉到了一边 阿南奇怪地看着他 林奈 有什么事啊 干嘛还要避开唐队他们 林奈压低了声音 阿南 我要你帮我个忙 阿南一听 立刻道 什么忙 你说吧 能帮的 我肯定帮 林奈 你的能力 可以易容 对吧 林奈记得 上一次抓住陈伟的任务 阿南就有使用过一次易容的能力 阿南疑惑 对啊 怎么了 深夜 他走开了宿舍楼 夜色之下 他和少女的身形 快速地在几个屋顶之间跳跃闪烁 最终越到了赛事小镇最高处的钟楼顶端 林奈的身影 助力在钟楼的顶端 俯视着整个小镇的地形 他开启了灰明之铜 用特殊的视野 扫视整个赛事小镇 没想到 即便到了晚上 安保还是这么严密 林奈暗暗叹了口气 也是 终究是继老和孙帅 也在这个赛事小镇 安保工作肯定不差 夜晚在旁边怯声声地道 林奈哥 你真的确定 我们这么做合适吗 林奈摇了摇头 当然不合适了 要是被抓到了 被吊起来打都是轻的 夜晚 林奈 但是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办法 少女抿了抿唇 说道 就算我们进入了 也无法破解官方的系统密持的 这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接着 林奈拿出了两张面膜一样的白色的人皮面具 这是阿南给他的易容道具 林奈将其中一张递给了夜晚 诺 夜晚摇了摇头 说不用了 我自己就可以变 说着 他手指点在自己的眉心 嘴唇轻动 默念着什么 很快 他的周身砰的一声 冒出许多白烟 等到白烟散去 夜晚已经完全变成了 另外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 连身上的衣服都完全不一样了 林奈挠了挠脸 挺好 然后拿起自己手中的白色面具 南南道 阿南 希望这东西 真有你说得那么深 他将白色面具戴在了脸上 很快 白色面具便与林奈的脸 柔和地融合在了一起 林奈的脸庞也逐渐改变了容貌 最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模样 林奈和夜晚都改变了容貌之后 借着夜色 快速潜入到一座建筑旁边 这座建筑的手背格外严密 光是大门口 就站着20个站档的超凡者战士 林奈用系统一扫描 发现他们的等级都在15级以上 因为这座建筑 是继老和孙大帅 在赛事小镇住的地方 同时 也是天眼市的所在 整个赛事小镇的中心控制室 也在这个地方 林奈白天第二次去天眼市的时候 已经探查过了 天眼市和中心控制室 是相连的 要当面骇入祭老的个人系统 实在是太冒险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直接潜入控制室 找到官方系统网络的接口和节点 然后进行手动操作 林奈躲在暗处 观察着建筑大门外的那20个士兵 从他们的行为举止来看 应该个个都是侦查兵出身 要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直接潜入 恐怕真是比登天还难 唯一的办法就是 林奈拍了拍身边少女的肩膀 靠你了 夜晚愣了愣 催眠他们 林奈说 让他们稍微睡一会 对了 不要用魔力 否则留下痕迹太明显了 夜晚沉印一下 点了点头 我试试 说完 她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 凝聚魂力 魂记 梦英精灵 只见少女站在墙后面 双手一挥 放出了一只紫色的扑打翅膀的夜鹰 飞了出去 嗯 那二十几个站岗的士兵 听到夜鹰的鸣叫声 立刻警惕起来 朝叫声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只紫色的夜鹰飞了出来 再次发出一声刺耳尖锐的鸣叫 救 这时 超频的声波 顿时让几个士兵觉得头晕目眩 眼前一片混沌 很快 他们就全部失去了意识 晃晃悠悠地站在原地 虽然还睁着眼睛 但瞳孔已经没有了聚焦 搞定了 夜晚 冲林奈打了个手势 林奈点了点头 也给少女打了个干得漂亮的手势 然后用下巴指了指 是一少女一起进去 两人一同潜入了建筑 进入大门 还只是困难的第一步 室内还有各种监控 警报 陷阱设备 难以察觉 一个不小心就会触发 光是肉眼就可以看见 室内有许多红色的电子半线 潜入者一旦没有察觉 不小心触碰 就会立刻响起警报 林奈左看右看 发现头顶上 还有一个摄像头 为了保险起见 林奈让莫兹用系统进行扫描 很快 整个室内的电子设备线路图 就出现在了他眼前的系统面板上 林奈按照这个线路图 很快就找到了 这些设备的关键节点 然后进行了破坏 林奈打开一个 安装在室内墙壁上的铁盒子 看着里面的各种线路的开关 拿出剪刀 剪断了其中一根 然后将其中一个蓝色的开关开启 将一个红色的开关关闭 看到林奈这些如此熟练的操作 夜晚微微一正 露出有些诧异的表情 林奈哥 你也是一能黑客 我只是有教程 然后照着教程一步步做的而已 啊 这个跟你说不明白 林奈顿了顿 好了 这一层的安保设备已经破坏了 我们可以过去了 哦 少女也没多问什么 紧跟在林奈的身后 事情似乎比林奈想象的 还要顺利得多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可意外的 毕竟是990T的安全防御系统 莫兹的版本领先了几十万年 破解起来的确是轻轻松松 林奈破解了一层的安全防御系统之后 就迅速找到了天眼室 白天的时候 他已经用莫兹的系统已经扫描过这里 还让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天眼室 不仅仅可以看到整个赛事小镇的监控 还可以看到夜城整座城市的所有监控 而旁边的中心控制室 则连通着夜城的整个卫面战备防御系统 如果有一族的敌人展开卫面入侵 通过空间门进攻到夜城 通过这里的控制中心 就可以开启自动巡航导弹系统 还会出动战争无人机 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倾角 林奈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心里大概就猜到了一件事 这个赛事小镇 芭城原本就是夜城设立在郊区的 卫面防御总部 只不过是由于全国高校新生赛 才临时改造建成现在这样的 不过 夜城终究是一个五线小城市 这里存有多少武器 林奈 不得而知 希望这些武器的攻击力 至少能够突破400W点吧 这是对付那个万象级魔翼的唯一机会了 否则要是破不了他的防御的话 林奈如此想着 打开了天眼师的电脑 双手快速在面前的键盘上操作起来 他拿出一个U盘一样的东西 然后插入了这里电脑的接口 莫兹 你确定我们在这里骇入系统 不会留下尾巴 林奈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问道 莫兹 放心吧大人 990T虽然也是诸神文明的系统 但终究还是落后我们几十万年的版本 不会有问题的 林奈疑惑 那为什么白天跟寄老面对面的时候 入侵他的系统就会被发现 莫兹 那是因为通过红魔入侵系统是无线入侵 而我们现在是 直接来到工作台前进行有线操作 大人 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 涉及到许多异能病毒以及计算机的知识 如果您不是异能黑客 我跟您解释 您也听不懂 林奈 行吧 那我不问了 林奈轻轻吐了口气 总之 只要事后不会被发现就行 这个时候 站在旁边的放哨叶瓦 好像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面色一变 这个感觉是 林奈哥 有人来了 叶瓦低声道 林奈一听 立刻停止了手中的工作 镇定回头道 是巡逻的士兵吗 不是叶瓦说出了一句 让林奈倍感诧异的话 我感觉到 一个磨叶的气息 正在靠近这里 嗯 林奈一愣 这地方怎么会有磨叶 林奈想不通 但不管怎么样 叶瓦的感知 在一般的情况下 不会出错 林奈立刻看了看四周 最终看到了头顶的一个通风口 她指了指那个通风口 冲叶瓦比了个手势 少女也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 立刻点了点头 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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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缓慢的 而清脆的脚步声 慢慢进了 那是皮鞋踩在金属地面上的声响 林奈和夜晚藏匿在黑暗中 很默契地沉默噤声 很快 一个高大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 是那个脸上带疤痕的总裁判长 是他 林奈感到有些疑惑 一个赛事的裁判长 大半夜地跑来这里做什么 只见总裁判长打开了天眼室的电脑 双手在上面快速操作着什么 林奈看了一会 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家伙的行为 看起来都显得鬼鬼祟祟的 林奈开启了灰鸣之铜 他发现 总裁判长体内的灵魂 非常挣扎的样子 好像是被某种诡异的力量给压制了 林奈哥 这时旁边夜晚的声音突然传来 林奈很快意识到 那是他在用精神力 与自己进行沟通 只听少女说 我感应到的魔力 就是从他的身上传出来的 林奈听言 顿时明白了 面色一下子沉下来 看来他是被人控制了 至于被谁控制 不言而喻 总裁判长本身也是18级的超凡者 能够控制他的 除了那个万象级的黑天使 还会有谁 总裁判长在工作台上操作了一会 忽然拿出了一个类似U盘一样的东西 准备接近中心系统电脑的插口 林奈按道不妙 这家伙不会也是想入侵中心控制系统吧 能有这要求 你在做什么 这时候 一个冷漠而威严的声音忽然响起 总裁判长手上的动作顿然一致 他回头一看 发现孙大帅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 孙大帅眼神冰冷 从门外缓缓走进来 总裁判长眯了眯眼 似乎没有想到今晚的行动会被发现 说 孙大帅 没想到你这么晚还不睡啊 说着 他就要转过身来 不许动 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这时也从外面挤了进来 一个个全都拿着魂力步枪 枪口全部统一对准了总裁判长 孙大帅冷冷盯着眼前这个可疑的人物 同时余光撇到了他手中的那个U盘 道 你最好好好解释一下 你想要把什么东西植入中心电脑内 总裁判长没有回答 只是给予一个轻蔑的笑容 然后他从袖子里捏出了一个蛋丸一样的东西 往地上一丢 绿青色的烟雾顿时弥漫开来 是毒烟蛋 几个士兵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平住呼吸 孙大帅动也没动 完全不受毒烟的影响 眉毛一沉 冷哼道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想从我的眼皮子底下跑掉 只见他那深黑色制服衣装下的肌肉明显鼓起 被肌肉撑起的衣服几乎要爆裂 深红色的阴晕魂力 如同火焰一样在他体表燃烧起来 然后猛地爆发开来 如热浪狂袭般充斥了整个房间 哄 深红色的魂气如高温气浪般扩散开来 瞬间将整个房间的毒烟蒸发得一干二净 总裁判长瞪大了眼睛 也被那汹涌来的热浪笼罩 闷哼了一声 被那股恐怖的魂气热浪推翻在地 十几个士兵立刻奔了上去 将他按在地上制服了 孙帅走过去一看 发现他已经晕过去了 一个士兵检查了他的身体情况 伸手摸了摸他的脖梗 用魂力探支 然后回头道 孙帅没死 但是他的情况有些奇怪 哦 孙帅问怎么奇怪 他是中了别人的幻术 被人控制了 一个女生传来 红叶缓缓走上前来 俯身来到总裁判长的身边 蹲下身 手指拨开他的眼皮 说 他的体内有一种魔力反应 跟之前那两个在节节赛事小镇外站岗的士兵一样 他们都中了别人的幻术 而且是一种很厉害的幻术 孙帅猝眉 问 你也解不了吗 红叶摇头 对方的魔力强度远比我高 没法强行唤醒 只能让他先休息着 等到留在他体内的魔力消散 慢慢就醒过来了 孙帅握紧了拳头 沉沉地说 看来祭老的担忧是对的 那个偷偷潜入到这里的黑天使 果然不仅仅是 想要抓回叶瓦那么简单 没想到 他竟然还想得到叶城中心系统的控制权 可这是为什么呢 红叶沉吟 对方是想要发动未面战争吗 黑天使文明内部 不是还在打个没完吗 孙帅冷哼一声 鬼知道 虽然黑天使和人类已经和平了三百年 但他们终究是魔异种族 谁能想到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接着他又沉默了一会 说 总之 先把他带回去吧 我跟祭老商量一下再说 很快 几个士兵就一起把昏迷的总裁判长给抬走了 孙帅他们也离开了这里 林奈和叶瓦在通风管道里等了好一会 确认他们全部走远了 才从通风口上跳了下来 林奈神情凝重 喃喃道 看来 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第二天 林奈早早地醒来 三十二强的比赛似乎还是如期举行 因为早上七点的时候 还有有裁判员来到他房间门口敲门通知 林奈同学 一会九点整的时候 将进行三十二强的比赛 请注意时间 不要迟到 门口的女裁判员拿着一个本子记录着什么 如此好心地提醒道 嗯 知道了 林奈将房门关上 心事重重 半小时后 林奈和叶瓦一起来到了比赛的场馆 来到餐厅 很多比赛的选手都在这里用早餐 体育馆是有设立餐厅的 专门只对参赛的选手开放 只是相对于小镇上的餐厅面积 没有那么大而已 奈哥 孟非非远远就看到了林奈他们 向他们招手 林奈和叶瓦走了过去 花灵泽和楚门他们也在这一桌 正在享用一桌精致的早点 同一桌的 除了他们几个之外 还有昨天拜给林奈的花银文 他也坐在这里 花银文见到林奈出现 露出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 毕竟昨天才刚刚输给林奈 而且 林奈甚至连神力都没有使用 只是纯粹利用战术 在智商上 把他压制了 我 我吃饱了 花银文端着盘子站了起来 似乎想要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花灵泽疑惑 小妹 你不是才刚坐下吗 怎么就饱了 我 我最近减肥 花银文支支吾吾 孟非非乐道 妹子 你猜该不会是因为昨天输给奈哥 所以现在见到奈哥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吧 嘿嘿 其实输给奈哥 真没啥丢人的 咱天赋没人加强 也没啥办法不是 话未说完 花银文就狠狠瞪了他一眼 那眼神就好像想要把他给吃了 MOM孟非非立刻缩了缩脖子 闭上了嘴巴 好嘞 我啥也没说 你小子 还是多吃点饭吧 旁边的老张瞥了他一眼说 我看你迟早得死在你这一张嘴上 林奈粗略地扫了眼餐厅 所有目前 晋级的参赛选手 基本都在这里 有的在低头吃饭 有的似乎正在研究这一场比赛的对手 几个同校的选手 正在互相交流讨论战术 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 林奈摸了摸鼻子 心想 昨晚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比赛还是照常进行吗 赛逝组的心 还真够大的 原本 还单纯只是黑天使文明的人 穿越卫免 过来抓夜晚而已 但现在 似乎已经涉及到更严重层面的问题了 对方想要入侵夜城的中心控制权限 这简直就是 想要发动未免入侵的前兆 也不知道 季老他们在想什么 你是说 比赛还要进行下去 季老表情阴沉 双手拍在桌子上 盯着站在他面前的一个人影 不过这个人影并不是真的人影 只不过是通过魂力传导设备 制造出来的全息投影而已 我不理解你们 国际超凡者协会的想法 季老冷冷地说 一开始 我们没有终止比赛 是因为那个时候 不想打草惊蛇 但现在 对方已经明着 要来入侵我们的系统了 这种时候 难道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只见那个投影出来的外国人 态度平静 用一口声色的言国语言说道 季老先生 请你冷静 这是我们经过会议讨论过后 最终的结果 为什么 季老不明白 沉沉地看着他 这是在拿全场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 投影的外国人说道 今年的比赛 有不少出名的选手 鬼谷的牧巡 还有第一次出现的 白死神的使徒林奈 收视率是几十年以来 在全球最好的一次 会造成的经济收益是最大的 给我们超凡者界带来的影响 也是最好的 季老瞪大了眼睛 只觉得愤怒 就因为这个 他只觉得离谱 从我们的利益角度来说 是为了这个没错 毕竟我们是投资人 当然希望你们继续下去 否则包括广告费 全球的转播费 我们将会亏损数十亿的金龙 是金龙 季老先生 投影的外国人顿了顿 继续说道 当然 也不仅仅是如此 除了利益之外 从理智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不建议你终止比赛 季老沉着脸 为什么 你现在终止比赛 那么我问你 投影的外国人顿了顿 继续说 你做好了跟那个万象 及黑天使 进行战斗的准备了吗 你目前手中的力量 有跟这个万象 及黑天使战斗的资本吗 季老沉默 我们现在都还不清楚 那个黑天使 为什么还不动手 以及他来到人族未免 还抱有什么样的目的 投影的外国人说道 但有一点 你应该没有意见吧 如果比赛没结束 那个黑天使 可能还会继续在场馆中潜伏着 暂时不会轻举妄动 但如果现在停止了比赛 会发生什么 你预想得到吗 那位黑天使 未免来的魔艺 还会做得住吗 到时候 他想要做什么 你有把握能拦得住吗 季老还是没说话 继续比赛 起码能够争取一点时间 投影的外国人如此说道 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季老冷笑 什么狗屁的 为了我们好 你最担心的 还是你们的投资吧 当然了 我关心投资 但同样也不希望 发生未免入侵的惨剧 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发生 倒霉的肯定不只是 你们阎国 也会影响到我们 整个人类未免 投影的外国人说道 季老先生 不管怎么样 我们虽然是不同的国外籍 但我们 至少是相同的种族 我们都是人类 以上我说的 是我给你最真心的建议 当然了 听不听取是您的事 只要你们阎国事后 愿意支付几十亿金龙的 违约金的话 季老再次沉下脸 没说话 隐隐握紧了拳头 全国高校新生赛 32强比赛即将开始 请各位媒体记者 只不在备战席圈外 不要给选手过多的场外干扰 9点钟 主持人的声音响起 赛场上的观众们 给予热烈的欢呼 32进16比赛 第一场 守夜人学院 林奈VS山海大学 于远远 林奈听到自己的名字 在备战席脱掉了外套 来到了比赛的赛场中央 而于远远也很快 从山海大学的备战席走了出来 一路上微笑 跟观众席的粉丝招手 最终来到了林奈的面前 林奈小哥哥 我们又见面了呢 于远远笑音音的说 我们可是老熟人了 一会儿打起来 还麻烦小哥哥 你手下留情哦 林奈 我们好像此前还只见过一面 能在茫茫人海中巧遇一面 那是多大的缘分啊 于远远眨巴着眼睛 这还不能算是老熟人 林奈 话说回来 我的运气还真是不好 于远远叹息 居然在32强碰上 你这样的怪物 林奈歪了歪头 如果你实在没信心的话 不如你直接认输 这样我们都省事 如何 那可不行 于远远说 好歹我也代表着 山海大学的第一种子 直接向你认输 那我们学校也太没面子了 回去我可不好 向校领导交代啊 而且 于远远舔了舔嘴唇 笑了一下说 我还没有亲手帮我的同学 向基因公司那帮混蛋报仇呢 我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被淘汰呢 比赛即将开始 裁判员走到两人中间 打断了两人侃侃儿谈 开始随机比赛场景 比赛场景随机的是 夜晚 沙滩 不过于远远一看这个场景 便果断说道 我要求使用一次更换场景的机会 好 裁判员听言 手指点了点手中的平板电脑 重新随机场景 第二次随机的场景是 雨季 森林 林奈同学 你也有一次更换场景的机会 裁判员看了看他问 你需要使用吗 林奈摇头 不用了 裁判员 好 那么32强第一场比赛 正式开始 问 两人随着光柱 落入比赛场景之中 林奈眼前充斥的白光散去 四周的环境豁然开朗 置身于一个广袤的绿色热带森林 一眼扫去 所见之处 全是繁茂粗壮遮天蔽日的大树 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 由于是下雨天 空气十分潮湿 脚下踩着湿软的泥土 空气中充盈着泥土和草质的芬芳 雨下的不是很大 雨滴从茂盛的树叶间滴落下来 林奈迅速观察了一下四周 她现在的心思 其实全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但毕竟 比赛还是照常进行的 得先 比赛赢了再说 那么 林奈迅很快就找到了 藏匿在不远处大树顶端 准备偷袭的雨远远 别藏了 出来吧 林奈抬头 我看到你了 没有人应声 林奈说 你要是不出来 那我可就先出手了 说完她的身形一动 直接施展了鬼影部 如鬼魅般窜起 同时召唤出了白叶 一柄巨大的银白色镰刀 出现在她的右手中 刷 在鬼影部的加持下 林奈的速度极快 手中挥舞镰刀的速度 也让人肉眼无法捕捉 只能看到一道白色光线 横切而过 一记迎跃斩横斩而去 便将于远远藏身的那棵大树 拦腰斩断 大树轰隆隆地倒了下去 于远远心里咯噔一下 没想到林奈居然真的能找到她 连忙从树冠中刷的一下跃出 林奈见她终于现身 立刻脚步一蹬旁边的大树 跟了上去 好快 于远远看到林奈手持镰刀 追上来的身影 心中暗暗惊叹 之前的比赛 在观众席看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 只有真正跟她交手 才能感觉到如此强大的压迫感 魂迹 银月斩 林奈再次毫不留情地 挥舞镰刀一斩 于远远被林奈逼得连连后退 只能通过在几棵大树之间 闪转腾挪来规避进攻 见到那白光斩来 于远远瞳孔瞪大 她站在一根树干上 连忙身体后仰 做了一个90度下腰的动作 白光刃从她下巴旁边蹭了过去 旁边的大树再次轰然倒塌 于远远看着旁边大树那整齐的切口 冷汗冒了一丝出来 喂喂喂 于远远回过头来 不满地挠着嘴说 不是说好了 要手下留情的吗 你这也太不怜香惜玉了 别装了 林奈平静地说 我知道 你应该也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实力吧 于远远沉默一会 然后看着她道 不是我不想用权力 我只是怕我 若是用出权力 全场都要失控 林奈不解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吧 哪里来的全场 我指的全场 可不仅仅是这个场景里的人哦 于远远一脸认认真真地说 如果我施展能力的话 除了你之外 包括外面体育馆 可以看到我们战斗的所有现场观众 还有在手机前 正在通过网络看转播的所有线上观众 所有看电视前看转播的人们 不 应该说是所有生物 都会受到我能力的影响 林奈眯了眯眼 这话的口气 还真不小啊 于远远笑笑 我可没有再说大话哦 随即她双手合十 说道 不过 既然你都这么要求了 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可是好久都没有 这么正大光明使用能力的机会了 以前这一招 可都是被人类守夜人给禁止的 只见她娇小的身躯 赫然爆发出粉色与紫色不同的能量 两种不同颜色的阴晕雾气 在她身躯周围环绕 很快 于远远的额头上 就长出了鸡脚一样的东西 脸上出现了深黑色的妆容眼线 眼瞳也变成了粉紫色 林奈微微醋眉 她感觉得出来 于远远身上缭绕的两种力量 分别是魔力与魂力 这两种力量 在她的手中似乎被融合了 而且竟然融合得如此完美 林奈立刻用莫兹系统 查看她的属性 发现于远远的魅力 属性正在以一种恐怖的趋势 直线上升 这个于远远 唐红山欲言又止 摸了摸下巴 思索着什么 我怎么感觉在什么地方 听过她的名字 啊 杨小川回头 道 在哪听过呀 唐对 唐红山 好像是在某个名册上 阿光摆手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个于远远 是在人族未免登记的人魔一混血 肯定是在守夜人的白名单上的 见过她的名字 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对 没那么简单 唐红山难难道 我记得 这个名字 好像是在白名单上 被特别标记过的 好像是什么危险人物 这时候 唐红山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面色一变 连忙道 你们几个 快把眼睛都闭上 啊 阿光等人都是一脸茫然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于远远双手合十 粉色与紫色的能量汇聚爆开 施展了能力 魔技 魅惑众生 林奈的眼眸顿时眯起 只见于远远的周身 赫然迸发出了格外刺眼的粉紫色光芒 林奈不知道 那道光是什么 只见那道光芒转瞬即逝 迅速充斥了整片战斗场景的森林 体育馆赛场内的所有观众 也都看到了场景内释放出的粉色光辉 所有男性观众的表情 在那一刹那间都呆置住了 在那粉色光辉的照耀下 他们的眼瞳 阿南 杨小川 甚至孟飞飞 他们的眼瞳也都变成了粉紫色 脸上也同样都是呆置的表情 发生什么事了 林奈夕还一脸茫然 不明所以 夜晚似乎敢知道了什么 她微微张嘴 又轻轻闭上 林奈夕看着旁边的阿光 伸手在她面前挥了挥 疑惑道 喂 阿光 你干嘛呢 发什么呆 话未说完 只见阿光突然猛地一下站起来 一脸疯狂地大喊 圆圆 圆圆 我爱你 林奈夕 不只是阿光 丁子 阿南 老张 杨小川 孟飞飞等人 此时也全都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嘴角挂着傻笑 一脸亢奋痴 挨汗的模样 圆圆 我的圆圆 嘿嘿 圆圆加油 打款那个臭小子 我的圆圆 我把元气都给你 圆圆女神 必胜 无敌 女神加油 林雨昕 喂 你们这是怎么 林雨昕人都傻了 完全猛逼 不只是阿光他们几个 林雨昕转头一看周围的观众席 所有的男性观众几乎全体起立 全都在疯狂地呼喊着 圆圆 圆圆 给于圆圆应援 他们的眼瞳也全部都变成了紫粉色 有的吹着口哨 有的高声大呼 有的坐在位子上一脸失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林雨昕有些急了 连忙去拉阿光他们 喂喂 阿光 丁子 你们醒一醒啊 雨昕姐 你别急 他们应该没事的 夜晚依然安静 乖巧地坐在位子上 顿了顿 继续说 他们应该都是受到 刚刚那道粉光的影响 暂时出现了一些幻觉而已 刚刚的粉光 林雨昕反应了过来 你是说 他们中幻术了 夜晚说 应该是这样的 她 她不是在幻境场景内 使用的这一招吗 林雨昕无法理解 为什么连整个场馆内的人 都会受她的影响 中她的幻术 这就是人魔一混血的 厉害之处了 坐在前排的楚门 和花灵泽 此时都默默地摘下了 鼻梁上戴着的墨镜 楚门悠悠地解释道 她将魂力与魔力融合 才能做到这种效果 无论你是在哪里 是在现场 还是在远方 还是隔着电视机 只要你看到了她的粉光 都会被她的能力所影响 唐红山叹了口气 是的 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 这个于月月 我以前在白名单上 见过她的名字 虽然是在白名单之内 但她的能力却极度危险 因为她的能力 一旦在公共场合使用 就会引起极大的骚乱 战斗场景内 林乃还不知道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虽然体育馆观众们 是可以看到 他们战斗场景中的画面 但她在场景中 可是看不到 外面发生什么事的 咦 于圆圆好奇地看着林乃 为什么你什么事都没有 林乃疑惑 你觉得我该有什么事 M 于圆圆叹了口气 悠悠地道 神明的使徒 果然都是怪物 居然不用任何防护措施 就可以免疫我能力的影响 简直是不讲道理嘛 不过 也没有关系 现在我可不是一个人 在跟你战斗了 我有我粉丝宝宝们 给我的力量 林乃一脸怪异 蛤 去吧 我的宝宝们 于圆圆抬手一指 给她看看 什么是偶像的力量 林乃还是没听明白她的意思 不过下一刻 她就感觉到 地面忽然剧烈地震荡了起来 林乃一皱眉 下意识以为是地震了 不过她仔细一听 才发现 那是一阵阵杂乱 而沉重的脚步声 如此大的动静 好像是有一群大型生物 朝这边狂奔来 只见四面八方的树林中 成群结队地冲出来 一大群野生动物 野猪 老虎 大象 河马 猩猩 甚至鳄鱼 它们所有的眼睛都是粉紫色的 好像受到了 某种魅惑能力的加持 身形变得无比巨大 疯狂且愤怒地 朝着林乃狂奔而来 WTF 林乃被这场景搞得吓了一跳 立马跃身跳到树上 于圆圆见状 脚步一蹬 跟了上去 她此刻仍然保持着 魅魔化的状态 冲上树顶 犹如一道紫色的利剑 手中的魔力 凝聚成一道十几米长的鞭子 朝林乃狠狠抽了过来 啪 这一鞭子 抽得空气劈啪作响 林乃见状 挥起银白镰刀一挡 将那鞭子挡开 然而 那魔力鞭子的力量 却比林乃想象的要大许多 林乃的身体 反被向后震开 她的魔力突然变强了 林乃眯了眯眼 心中暗道 原本她的魔力等级 是吃妹级 但现在 看起来至少有亡两级的力量了 林乃借力往后飞出去 甩出镰刀 白夜咔的一声 深深插进一棵巨人树的树干中 林乃在空中一个后翻 最后双脚稳稳踩在镰刀的长柄上 于远远甩起长边 勾住一根树枝 借助鞭子在树木之间快速移动 林乃的眼睛 死死盯着她的身形 锁定着她的位置 同时还得防备着 不受她幻术的影响 于远远再次抽动那魔力凝结的鞭子 每一鞭子都摩擦着空气呼呼作响 林乃与她交手几招 发现她的魔力果然提升了 亡两级别的魔力 林乃与她正面交手 毫无疑问地要被压制 这样打下去很麻烦 力量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提升 她的魔力来源是 林乃私存片刻 看向了下方的那成群结队的动物 那群动物就跟着了魔一样 阿呜阿呜地哇哇乱叫 粉紫色的眼睛里好像冒出爱心 仿佛一群疯狂发情的粉丝 看起来像是在为于圆圆呐喊助威 林乃用灰明之童的特殊视野一扫 这才发现了端倪 这群疯狂的动物身体里 会不断散发出一种类似多巴胺的能量 这些能量是无色的 肉眼无法看见 能量飘到空中 被于圆圆用魂力接收 最终又转化为魔力 原来如此林乃心想 本以为这些动物 只是单纯地被于圆圆的幻术控制了而已 没想到这些动物的元气 真的会被于圆圆吸过去 果然不愧是魅魔的能力 不过这倒也简单了 林乃从高处落下 手握白叶 再次使出一记银月斩 往地面上一扫 嗡 一道白线 从地面成群结队的动物身上 横扫划过 煞世间传来阵阵哀嚎 一头头巨型野兽倒了下去 于圆圆肩装愣了一下 随即气呼呼地说 喂 你也太残忍了吧 动物们这么可爱 你怎么能杀动物 幻境之中 我还需要犹豫吗 林乃平静地望着她 好了 现在没有了力量圆拳 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 于圆圆淡淡一笑 那可不见得哦 说着 她抬手打了的响指 只见四面八方 又有圆圆不断的能量 汇聚到她的身上 被她转化为魔器 林乃微微一愣 那些被她魅惑的动物都死了 她怎么还能吸收能量 林乃通过灰鸣之铜 都无法发现 这些能量的源头 是从哪里来的 就好像完全是从虚空之中 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林乃思索 该不会是 比赛场馆呢 观众席的场面 已经彻底混乱了 一个个男性观众 眼睛冒着粉色的爱心 哇哇大叫着 女神出击 所向披靡 拜倒在我们圆圆女神的 十六群下吧 圆圆女神 快打败她 我们把我们的元气都给你 同时 一股股她们看不见的能量 也从她们的身体里 快速流逝 升起到空中 汇聚到比赛场地中央的幻境里 夜城守夜人的大队长刘鹤 看到这个场面 无奈地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有些头疼地说道 再这样下去 场面可就控制不住了呀 话说庞菊 他这样不算作弊吗 在幻境场景中战斗 居然还能吸收现实中人的能量 庞菊抱着双臂说 那没办法 比赛规则也没有规定说 这样不行 但这样不会出事吧 刘鹤有些担忧了 他看了看场地里那些疯狂的观众们 他们的能量不断被吸走 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吗 应该没事 庞菊说 被吸走的能量 其实只是多巴胺而已 这些能量 现在看起来很多 是因为它汇聚了整个场馆 每个人被吸走的多巴胺并没有多少 而且这个于圆圆 自己应该也有分寸 真的吗 刘鹤觉得有些悬 于圆圆吸收了全世界线上观众汇聚而来的能量 身上凝聚的魔气更加浓郁磅礴 在林奈的视野中 简直如一个十级黑暗暴风漩涡的中心 林奈心想好家伙 她这到底是 吸收了多少粉丝的能量 本以为于圆圆的实力5.5级 在目前32强的选手之中 应该是相对较弱的 现在看来 她恐怕比很多6级以上的 你刚当的粉光幻树 应该是会魅惑到 见到那树光的所有人 被你魅惑的人们身上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能量 他们对你的爱慕越浓 分泌的多巴胺就越多 你就是靠这种能量来提升自己魔力的 没错 全猜对了 于圆圆忍不住拍了拍手 当然了 也不是能魅惑所有人 就如果你 不就没有受到我幻树的影响了 林奈 你身处幻境 却连现实世界的能量都可以吸收 是啊 于圆圆笑盈盈地 剥了剥自己额前的一缕头发 只要是能够看到我们比赛的观众 无论是隔着幻境 还是隔着屏幕 网络 都会被我的魅惑所控制 我的幻树光芒 是可以穿梭一切转播途径的 林奈微微醋眉 这也太bug了吧 你还好意思说bug 你们这种使徒 才是最不讲道理的人吧 于圆圆弄嘴 没点本事 怎么敢跟你这个挂臂玩 林奈 好了 该结束了 于圆圆道 这一招被你们守夜人禁止使用 所以我可是好多年都没用过了 今天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用一次 就用它来送走 你这个守夜人的夺冠大热门吧 他抬起右手 那团黑色 等魔器如同一团黑色的苍穹 变得越来越大 哄 魔力能量被于圆圆凝聚成一个魔力炸弹 林奈急忙施展鬼影部避开 回头一看 魔力炸弹的爆炸 直接将森林的一大块区域 直接移为平地 周围的树木全部消失了 在地上轰出了一块直径十米左右的大坑 林奈 这要是被打中 恐怕骨灰都找不到了吧 这真是一个幻术师该有的攻击力吗 喂 是不是很吓人 于圆圆笑嘻嘻地说 这就是亡两级别魔力的攻击力哦 而且我告诉你 这种魔力炸弹可不是什么大招 只是一个平安而已 我还可以搓出很多次 说着 于圆圆高高举起一根手指 黑一缕缕黑色魔器 在她手中再次迅速汇聚起来 很快就从一个篮球的大小 被她搓成了一辆卡车一样的大小 哄 森林中又一大块地方被炸出个大坑 烟尘滚滚 嗯 哪去了 于圆圆见烟尘散去 林奈的身影却不见了 眼睛四处寻找她的动向 嗖的一声 林奈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身后 于圆圆心头咯噔一下 立刻凝聚出一条魔力鞭子 扭转身子往后一抽 啪 林奈这次直接徒手抓住了 她的魔力之鞭 同时爆发了神力 开启了神术版本的灰明之铜 于圆圆还没反应过来 只看到林奈的眼瞳 你内的魔力和魂力 竟然都在圆圆不断地被吸走 提示 你的魂力正在快速流逝 223 219 198 265 245 提示 你的魔力正在快速流逝 19 30 25 23 31 怎么回事 于圆圆见到系统的提示 猛得有些吃惊 你不会以为 只有你有吸收能量的技能吧 林奈拽着于圆圆的鞭子 将她扯到自己的身边 你于圆圆被那双银白色的眼睛注视 感觉自己头昏眼花 身体一阵发软 原本吸收来的能量 转瞬间 竟然全部都被林奈给抽走了 这是什么铜数 于圆圆还想要抵抗 但已经完全使不出力气了 嗯 她双腿一软 身躯一晃 几乎要跌倒在地 林奈还扶了她一把 于圆圆意识已经模糊 吃力地睁开眼睛 只见林奈高举右手 手中搓出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魔力炸弹 那魔力炸弹越搓越大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比公交车还要大的球形 开玩笑的吧 于圆圆实在支撑不住了 林奈和于圆圆回到了现实 场馆内观众席上的人们也在瞬间恢复了清醒 因为于圆圆的魔力被抽空了 她的幻术没有魔力的维持 自然也就瓦解了 众人面面相去 一脸猛逼 刚刚是怎么了 呃 为什么我会站起来啊 比赛已经结束了吗 谁赢了呀 为什么我觉得好困好嘞 孟非非和老张 阿光等人也是差不多同样的表情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孟非非挠着脑袋 刚刚是咋回事啊 林雨昕拿着手机 找出刚刚录制的视频 拿给他们欣赏 诺 我都帮你们录好了 别客气 孟非非疑惑地看着手机 刚看了几秒 就瞪大了眼睛 卧槽 场地中央 裁判员举手宣布 本场比赛 守夜人学院 林奈胜 林奈和于圆圆赛后 进行了友好握手 于圆圆露出一个苦笑 没想到还是输了 你们这些使徒 果然个个都是挂笔 无视我的幻术就算了 居然还能吸收我的魔力 林奈说 客气 其实你的实力 应该还不止于此 应该还有很多能力 没有施展出来吧 是啊 于圆圆挪了挪嘴 我本来还准备了 好多针对你的技能 准备给你好好的 一较高下呢 谁想到你 居然这么阴险 居然趁我不注意 从我的后面偷袭我 林奈 不过我算是第一个 把你逼得使用神力的选手了 倒也算我输得不丢人吧 于圆圆握着林奈的手说 能跟使徒交手几个回合 不落下风 我已经很满足了 林奈的比赛结束以后 又轮到了孟飞飞 孟飞飞的对手 是基因公司的吴明 吴明的实力并不算强 这一轮在幻境中 基因药剂无法发挥作用 便根本就不是孟飞飞的对手 孟飞飞只用一把手枪 不出一分钟 便轻而易举地将她拿下了 哟 不错吗 小飞子 林与希调侃道 那么轻松地 就赢下那个下三烂学校的选手了 那当然了 孟飞飞走回备战席 吹了吹手枪上的青烟 昂着投特骄傲地说 他们没了基因药剂 就是一群三流选手罢了 碰到我孟神枪 就是算他们倒霉 怎么样 我刚当那几枪帅不帅 嗯嗯 帅的 林与希拿出手机 滑了滑 不过我还是觉得 你上一场比赛 跳到护栏上 挥举着自己的红裤衩 当应援牌的样子更帅 孟飞飞的笑容 一下子就消失了 姐姐 林大美女 你快把那个射死的视频删了吧 那都是我中患术的时候 傻X无知啊 李哥看着吴明落败后 垂头丧气地走下来 表情有些阴郁 对不起 领队吴明低着头 我输了 废物 李哥咬着牙 滚后面去 吴明一言不发 走到备战戏后面去了 张哥翘着二郎腿 抱着双臂 瞥了他一眼 你别那么大火气 吴明本来就不是争夺冠军的料 他的任务已经算完成了 李哥转头道 你居然还能坐得住 后面的比赛 我们可是都不能用基因药剂了 要怎么跟林奈和木勋 他们这些种子选手竞争 急什么 我们不是还有两大王牌呢吗 张哥悠悠地说着 而且 我们还有雷罗先生这个兜底 他可是答应我们了 要帮我们 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接着 张哥回过头 看向战备席的后方 道 猴子 下一场赶你出战了 别他妈睡了 起床了 后面的战备席空空荡荡 只坐着两个人 猴子和白兽 白兽抱着双臂 坐在那里 好像一尊大佛 猴子躺在两个座位上 呼噜呼噜地 睡得正香 张哥无奈 白兽 把他叫醒 白兽瞥了旁边睡觉的猴子一眼 满眼嫌弃 直接抬脚踹去 猴子扑通一声滚在地上 这才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揉了揉眼睛 嗯 张哥说 猴子 该你上场比赛了 哦 猴子打了个喝歉 弯腰驼背地朝赛场走去 32进16 第三场比赛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猴子vs阴阳家学院 苏清选 裁判员宣布了 第三场比赛的对战名单 又是一个基因公司的人 林奈看了看身边的楚门 啊 我记得听你说 基因公司的这些选手 除了那些嗑药的 有两个是真的实力很强 其中有一个 就是这个叫猴子的 对吧 楚门点头 是的 林奈问 那这个叫猴子的 他的超凡职业是什么 楚门的回答令人意外 他并不是超凡者 林奈 这话令旁边的众人 都有些诧异 不是超凡者 一旁的花林泽 也扭过头来 疑惑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 楚门平静地说 不只是他 他和基因公司的 另外一名选手 那个白兽 也不是超凡者 他们并没有超凡序列 那他们是怎么打进32强的 丁子有些猛了 不是超凡者 难不成他们是普通人 是的 他们就是普通人 他们并没有超凡天赋 楚门顿了顿 但是 他们却是基因公司 最成功的两个作品 基因改造进化人 清雪 你一定要加油 阴阳家的备战席 李小竹有些紧张地说道 我们阴阳家学院 只剩下你了 那个基因公司的 他们在这一轮 已经无法耍小手段作弊了 以你的实力 肯定能打败他的 苏清雪轻轻点了点头 脱掉外套 道 放心 我不会输的 很快 两名选手都站到了场地中央 猴子不停地打着喝歉 他长得很瘦 完全可以用古兽如柴来形容 头发乱糟糟的 看起来没有一点精气神 好像随时随地都会睡着一样 林奈兴想光从外表来看的话 完全看不出 这家伙是哪里进行过基因改造了 从头到脚看起来都很普通 像是一个很典型的宅男 孟非非一脸古怪 哦 我说老楚 这样的家伙 真的是你说的什么基因改造人 楚门说 你们看了他比赛就知道了 比赛场景 黄昏 枯树林 裁判员宣布了随机的选图 很快 一道光柱将二人笼罩 苏清雪和猴子两人来到场景内 两人进入场景之后 隔了大概有50米 但由于这个场景 是一片广袤的枯树林 一眼望去 全都是光秃秃的细枯木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视野阻碍 地上铺满了枯叶和烂泥土 所以 两人一进入场景 又进入32强 实力都不会弱 先试探一下好了 异能 兵精之功 苏清雪手中凝聚兵属性的魂力 最后变出了一柄弯曲的兵弓 纤细白嫩的手指一拉弓弦 便有冰蓝色的箭矢射出 箭矢穿云而出 刮出一圈圈寒冰气雾 猴子见到 那冰蓝的箭矢直面飞来 居然还站在原地一栋未动 完全不躲 还在捶着头打瞌睡 好像睡着了一样 灵奈看到这一幕 原以为这个猴子 会在最后一刻突然睁眼闪开 结果 他居然真的没躲 擦 得一声 这一剑准确无误地 插进了猴子的胸膛 从那他干瘦的胸膛穿透了过去 一半的箭矢从背脊穿刺而出 林奈等人都镇住了 不只是他们 连战斗场景中的苏清雪 也是表情一恶 完全没想到 这一剑居然真的能射中目标 猴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低头看了看自己 被一件穿刺的胸膛 鲜血从他胸口处流了下来 但让人诧异的是 他的血居然是一种奇异的绿色 血 猴子的身体颤抖了起来 他嘴里喃喃着 将插进胸口的蓝冰箭矢拔出 轻松捏碎 胸前的伤口处 还有鲜血在不断流出 猴子细小的胳膊抬起 摸了一把流出的鲜血 在自己的嘴边舔了舔 眼睛逐渐长出许多血丝 最后逐渐变得有些变态的通红 身体继续筛糠一样的颤抖着 血 嘿嘿嘿嘿 咯咯咯咯 哈哈哈哈 苏清雪心头顿时咯噔一下 他已经感觉到猴子的状态 有些不太对劲 猴子原本懒懒散散的表情 逐渐露出了有些病态的猙獰笑容 他缓缓抬起头 双眼直勾勾的钉死在不远处的苏清雪身上 那眼神 就好像是在看一头猎物 这家伙有点诡异 林奈微微醋眉 虽然隔着幻境 但林奈却能感觉到 这个猴子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杀意 以及非常浓烈的血腥味 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林奕希只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只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咯咯咯咯咯 猴子状态已经从一开始 懒散得令人无语 到现在好像发了疯癫一样 笑容变得极其阴森甚人 且他全身上下的肌肉 好像都在疙瘩疙瘩地变化着 骨骼和肌肉都发出变异生长的声音 踢掉皮肤可以看到 他的血管一根一根隆起 且血管变成了绿色 猴子原本的身体骨瘦如柴 如今却整个膨胀了一大圈 个子也拔高了二十公分左右 皮肤之下长出了一个一个 令人骇然恶心的绿色肉瘤 卧槽 观众席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很多人几乎都要吐了 苏清雪同样脸色都有些白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变成 绿巨人一样的猴子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而基因变异的猴子 猛地抬起头 野兽一样的眼睛 已经锁定了苏清雪 好 猴子发出一声 类似绿巨人一样的咆哮 便如坦克一样 朝他横冲直撞地冲了过来 基因变异的他身躯将近两米 身体也比原来强壮了不止几倍 关键是 那肉流一样的肌肉 实在让人骇然 枯树林的树木 其实挺密的 但是猴子一路横冲直撞 冲过来的时候 那些树木就如柴火棍一样 被轻而易举地撞断了 苏清雪一时有些慌乱 但丰富的作战经验 让他又迅速冷静了下来 他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疼痛使自己清醒 他一个灵活的跃身而起 猴子冲过来 一膀子横扫而来 双手抓拳 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 地面的枯败落叶和烟尘 四处飘散 易能 冰晶之欲 苏清雪飞到猴子的头顶 又利用浮空之术 让自己悬在空中 同时双手结印 施展秘术易能 只见无数冰晶碎片 如雨点般从天落下 这一招似乎有减速效果 猴子的动作明显迟缓了许多 他抬起头 欣红的眼睛看着苏清雪 但他身上 很快被一层层落下的冰晶覆盖 而那些落在他脚边的冰晶 也迅速凝结 将他的双腿冰冻住 令他难以动弹 苏清雪双手合十 打算乘胜追击 再次施法 易能 雪顾冰封 只见他身上的白裙翩翩而起 周身环绕着双血之气 宛若雪境中的仙子 那些双寒之气 很快汇聚集中 将猴子完全活埋 在他那强壮球结的肌肉上 凝结了一层又一层 最后将他彻底 冻成了一个大冰块 苏清雪刚放完一个技能 双手再次快速结印 他双手结印的速度极快 肉眼都完全无法看清 易能 冰葬 易能 绝对灵斗 易能 盘龙冰魄 苏清雪连续不断地使用技能 林奈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感慨 好快的施法速度 和吟唱速度 而且连续的几招 从魂力的能量来看 全部都是大招 他的精神力 还真是惊人 楚梅依附在意料之中的样子 显然这些能力 都是他资料里已经有的 这就是阴阳家的特点 他们这个门派 大部分都是法师 魂力比其他门派要深厚 精神力比其他门派要强 这算是他们的优势了 而且也只有他们 才可以这样 在短间歇内 连续使用大招技能 天底下恐怕 没有第二个门派能做得到 那倒也不一定 林奈看了一眼身旁的夜晚 心说 那是你没有见过这一位 好 一声龙吟传来 两头冰霜游龙 从苏清雪 身后凝聚的冰云之中 穿梭而出 两头冰龙吐着冰锡 撞进了眼前 那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仿佛连空气都被冻结 形成了一个 极具美感的冰霜爆炸的场面 那场面 简直宛弱 CG动漫中的特效大片 李小竹心想 即使他是阴阳家的弟子 魂力深厚 精神力强大 这样如此 短间隔的连续使用大招 还是会有些吃不消 在他的面前 方圆数百米之内 原本的枯树林 已经完全消失了 爆炸形成的冰雕和冰树 代替了一切 而猴子 俨然已经被活埋在了 那片冰川之中 林奈双臂抱胸 仔细观察着战斗场景内的画面 苏清雪这一套连招 的确猛如虎 硬生生把人给活埋了 但到现在 幻境场景还未消失 说明猴子 仍然还未被击败 那个猴子人呢 孟非非左看右看 并没有找到猴子的踪影 楚门和花灵泽 也在认真仔细寻找猴子的身影 显然 他们也都把自己 带入到了战斗场景中 思考着 如果是他们的话 在这样的场景 该如何应对 不多时 林奈率先反应了过来 来了 在脚下 幻境场景中 苏清雪也反应了过来 他低头一看 只见冰封地面 出现了一道迅速延伸的裂痕 从地下破冰而出 看上去竟然毫发无伤 苏清雪面色一变 立刻再次飞到空中 易能 刺骨冰刃 他飞起的同时 还施展出了技能 在周身凝结出数十把冰刀 向猴子飞去 不过猴子完全无视了那些冰刃 尖锐的冰刃 划破了他的身体 渗出绿色的鲜血 却仿佛让他更加兴奋了 脸上的表情 也更加癫狂风魔 哈哈哈哈 我抓到你了 碰 苏清雪只觉得一阵破风之音刮来 猴子的手臂极长 甩过来一肘击 狠狠撞在他的侧脸上 这一击 直接让他大脑嗡嗡作响 嗯 苏清雪闷哼一声 如断了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 但他的身体还未飞出去多远 猴子就一个闪现 又阻截住了他飞出去的位置 拽住了他的头发 然后往回一轮 砸在地上 哈哈哈哈 爽 太爽了 你们都想我死 那你们就都死去吧 我要杀你们所有人 哈哈哈哈 可怜的苏清雪被猴子在空中击过来 又打回去 一声声鼓碎的脆响 令人听得都疼 猴子完全没有一丁点怜香西域的意思 他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苏清雪 被他打飞出去的速度 所以他才能在苏清雪每次飞出去之后 又将苏清雪打回来 如此打了十几个来回 猴子似乎玩过瘾了 苏清雪倒在了血泊里 周围一片白茫茫的血色 只有中间是一片烟红 猴子站在苏清雪的面前 基因变异的他体格巨大强壮 丑陋无比 苏清雪躺在血地里 如同一个落难的仙子 我见游怜 十分凄惨 比赛结束了 幻境的光芒消失 观众席都陷入了一阵沉默 只能说 幸好这是在幻境中的比赛 如果是在现实 则则则 本场比赛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猴子 胜 裁判员沉默了一会 宣布了比赛结果 又一个强大的对手出现了 花灵泽不由地发出感慨 说起来 基因公司的这几年的发展 还真是越来越强大了 几年前 他们就在给他们的基因改造做宣传 说是要让普通人 获得比超凡者更强的力量 那个时候 还是在实验阶段 但现在看来 他们的确是做到了 灵泽扭头 这么说 基因公司很早就在计划这个项目了 是的 花灵泽说 他们是真的把这东西 当做一个市场化的产品来做的 几年前我还以为 他们只是在搞穴头而已 但现在看来 他们的确是认真的 那个时候 他们还专门对外 招了很多普通人 来做免费的基因改造体验 当然了 那个时候 还没几个人敢尝试 除非是走投无路的人 灵泽点了点头 表示能理解 基因公司 在世界上的定位 就是大资本 所以他们说的话 普通人很难对他们产生信任 老张挠了挠头 老话说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果然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呀 林语希好奇地问 就算是基因改造 应该也不是所有人 都有基因改造的天赋吧 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 他们也就出了猴子 和白兽这两个人 的确如此 万物都需要天赋 但基因改造所需要的天赋 相比于超凡者来说 已经算是 几乎没有什么门槛的了 一旁的储门缓缓地说道 我听说这个猴子 他就是得了癌症 无法承受高额的治疗费 找超凡者牧师治疗 所以就跑去找了基因公司 死马当作活马医 最后 他的癌细胞 却反而成了他的天赋 经过基因改造后 成为了他最强的武器 刚刚你们看到 猴子变成那副可怕的模样 其实就是 他的癌变状态 林奈兴想 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 在这个超凡世界 癌症已经不算 是什么不治之症了 再厉害的癌细胞 在高阶治疗系超凡者面前 也就是一个 净化术的问题而已 不过 这东西只能说有点鸡肋 对于超凡者来说 因为身体里有魂力的存在 超凡者几乎不可能 会出现恶性肿瘤的问题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治疗癌的价格 只能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千金龙 却可能是他们一辈子 都不一定能攒到的钱 这个世界与灵奈前世的地球 完全不同 社会执行的是 精英化模式 这个世界有钱的人 几乎全都是超凡者 而普通人 几乎不可能是有钱人 所以说 这玩意积累 超凡者不会得 普通人治不起 花灵泽看着场地上的猴子 感慨道 如果说他们的基因改造研究 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的话 说不定他们未来几年 真有可能实现 把基因改造 在全世界的普通人范围内 推广开来 林黛又看了看花灵泽 道 我怎么感觉 对于这方面 你好像还了解的挺多的吗 是啊 花灵泽耸了耸肩 几年前 我们花家也曾经研究过 基因改造这方面的领域 但后来发现 这里面要实现有许许多多的困难 而且 严国的律法 对于高负作用的基因药剂 是限制出售的 想要做到市场产品化难之又难 所以就放弃了 那基因公司 还搞这种玩意儿 孟非非吐槽 他们就不怕被世界各地的官方打压 花灵泽看了看他 道 你肯定不了解基因公司 对吧 嗯 孟非非愣了愣 是不太了解 我就知道 他们算是世界一流的大资本公司 对吧 如果说 他们是世界一流 那么全世界其他的所有公司 都只能算是四流 甚至五流 花灵泽缓缓说道 基因公司 是目前人足未免中 势力最大 最富有 涉及产业最多的公司 他们富可敌国 几乎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产业 都有他们的参与 有的是完全被他们垄断 甚至全世界有无数小国的经济 全都是纯靠着他们来维持运转的 南大陆和西大陆近一半的国度 都得看他们的眼色 西路海域数百个岛屿 都是被他们收购的私人岛屿 用于建立工厂和基因实验基地 同时 他们也有培养自己的超反者战士部队 而且还在扩充基因改造人的部队 再加上他们跟国际超反者协会的关系 也非常暧昧 我的天 孟非非金了 真这要牛 我以前只以为 他们跟守夜人 儒家 墨家这些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势力呢 完全没感觉出来 你没感觉出来 是因为你身在阎国 花灵则平静地说 在东大陆 他们的确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势力 加上阎国目前在人族卫免地位 还是很高的 拥有13位使徒 所以他们才没敢在这片土地那么放肆 但未来的话 就不知道了 林奈突然想到 之前基因公司的那个虎熊 还有其他几个选手 在前几轮的时候 一直跟着他 很显然 他们是有着某种目的 也许是因为他使徒的身份 所以想从自己的身上取走什么 加上之前在意境碰上的那帮一介匪徒 他们也是抱着绑架他的目的来的 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 基因公司想要研究使徒 如果真让他们研究明白了 恐怕 猴子走下了擂台 又恢复了他那副昏昏欲睡的困倦模样 回到了战备席 哈哈 猴子 干得好 张哥站了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猴子没怎么应声 打了个喝歉 就回到后面的座位上 靠着打瞌睡去了 比赛继续进行 下一场比赛 责成高校 白辽vs儒家学院 周子熙 白辽一个人坐在责成高校的备战席 孤零零地磕着瓜子 听到自己的名字 他把插在桌上的匕首拔了出来 直接朝赛场走去 周子熙看到自己对战的是白辽 顿时觉得心里有些凉了 这个白辽 可是本次大赛 仅次于沐巡的第二大夺冠热门 超凡序列号03的怪物 会长 你帮我计算一下 我对战这个白辽 有多少胜算啊 周子熙忍不住问楚门 楚门推了推眼镜 毫不留情地说道 运气好的话 大概有个0.53%吧 周子熙 别这么看着我 虽然咱们师叔同门 但我得跟你讲实话 不然就是害了你 楚门伸出手 拍了拍他的肩膀 如果前几轮的赛制 我会劝你早点投降 别受伤就好 但这一轮还好 反正是在幻境之中 你就努努力吧 多撑几轮 别让我们儒家太丢人 周子熙 很快 这一场战斗便结束了 仅仅三分钟 白辽就打败了周子熙 去白辽撇了撇嘴 儒家的第二种子 什么臭鱼烂虾 他转过头 看向比赛大屏幕上 显示的剩余选手名单 冷冷地说道 不管是林奈也好 木勋也好 赶紧让我碰上他们吧 我已经等不及 要在他们的脖子上放血了 周子熙失落地走了下来 不好意思 会长 我给儒家丢人了 楚门伸出手 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关系 你已经尽力了 会长 下一场比赛轮到你了吧 周子熙认真的道 你可一定得加油啊 对了 你的对手是谁啊 楚门微微昂头 看着大屏幕上的名单 眼睛偏后面的眼眸深邃 我的对手啊 下一场比赛 儒家学院 楚门VS鬼谷学院 木勋 裁判员宣布了 下一场比赛的对战名单 场上的观众 不由得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林奈听到这个对战名单 也是微微一论 楚门面色平静 旁边的周子熙张大了嘴巴 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其余的人 也都通通转过头来 诧异地看着他 卧槽老楚 你中大奖了啊 孟非非惊讶道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咋在32强 就碰上他这种变态 这没办法 花林泽玩味地笑了笑 看了眼楚门 说 他第一轮的时候 为了收集各大高校种子选手的资料 击杀排名 是所有竞技者的最后一名 所以导致前四轮的整体排名 并不是很高 孟非非瞥了他一眼 独闹道 我怎么感觉 无所谓 反正迟早得碰上的 然后扭头看了眼林泽 大哥 我去了 争取帮你多逼出他几招来 倒是不用太在意我 林泽给了他一个眼神 你自己加油就是 嗯 楚门应声 然后将眼镜拿下来擦了擦 又重新戴好 走上擂台 儒家的楚门 和鬼谷的牧巡啊 天眼室内 各大高校的校长 领导 代表都很兴奋 看来这次有好戏看了 鬼谷家式牧巡 是本次大赛夺冠的最大热门 而儒家的楚门 是赛前就被很多 高校关注的种子选手 这两个选手 这么早就提前交锋 肯定能引起很高的话题度 当然了 除了儒家学院的院长 颜老师 一脸惆怅的表情 遇到鬼谷学院的学生 几乎可以直接判定 是必输无疑的了 哈哈 颜老 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嘛 旁边莫家的代表 唐装嬉皮笑脸地 勾着他的肩膀 就算输了也没关系 反正输给鬼谷家 也不丢人嘛 哈哈哈哈 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欢呼 两边选手的粉丝 也使出了吃奶的劲 高声呼喊 各大电视台的媒体记者 也都纷纷在赛场擂台附近 咔嚓咔嚓地疯狂拍照 楚门和沐勋 面对面站着 嘴里叼着牙签的裁判员 走了上来 看了看二人 说 没问题的话 就开始选择战斗场景了 沐勋 嗯 楚门 嗯 怎么说 耐哥 你预测一下 这场比赛大概几分钟结束 孟飞飞趴在护栏上 一只手抵着下巴 林奈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像楚门 满脑子都是计算 林奈顿了顿 也不知道 楚门到底收集了多少沐勋的资料 按照楚门的话来说 沐勋之前 几轮比赛一直都只使用过一招 就是那招太仓一速 所以楚门最擅长的情报攻击 这一次恐怕也派不上多大用场了 林奈转头看了看叶婉 道 婉儿 这场比赛你可得好好看 叶婉儿 知道林奈是什么意思 乖巧地点了点头 嗯 比赛场景 白天 戈壁 牙签裁判员宣布了比赛场景 很快 两道光柱便落了下来 笼罩在沐勋和楚门的身上 楚门睁开眼睛 沐勋也睁开了眼睛 荒芜人烟的戈壁摊上 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 微微裂开地面 还有几小株仙人掌 除此之外 这地方什么也没有 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你了 楚门竟然拿出了他的小本子 还拿出了他的原子笔 淡淡地说 我原以为 我已经算是够没有幽默感的人了 没想到 居然还能在这里碰上一个比我还无趣的人 楚门没有去看沐勋 不知道用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声音平淡 你既然想开始 为什么不主动攻过来呢 沐勋眼神一灵 如你所愿 争 一声刺耳见鸣 那把嗅记的青铜剑出窍 沐勋一个顺身 就来到楚门的面前 锋利的青铜剑朝楚门的面门刺去 速度极快 沐勋的动作如同一刀利剑 出剑的动作干净利索 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 不到半个呼吸间 就来到了楚门的面前 好快 花灵泽感叹道 旁边的孟飞飞也张大了嘴巴 卧槽 这什么鬼速度 作为狙击手 孟飞飞的动态势力 是这里所有人中最好的 但连她都完全没有看清 沐勋是怎样出剑的 林奈心中暗道 又是这一招啊 太苍一速 这一剑固然很快 但是 楚门微微一笑 她的心里早就已经有了计算 经过之前的计算 木薰的敏捷属性是930 基础移动速度是1288 初剑速度是2100 这一剑从正面来 角度49度 速度比平时还要快17点左右 不过还是有容错 这一剑的速度比平时快 角度却并没有平时好 太苍一速的特点就是 初剑速度很快 剑气比剑还会要更快一步到达目标 但这一招并没有太多的辨识 我的身体 只需要右侧扭伸76度 便可以轻松躲过这一剑 楚门的大脑在那一瞬间 如同最强计算机般超高速运转 同时 她的身体也做出了反应 身体微微一转 这一剑精确无误地 从她的身边刺了过去 并没有伤及到她分后 木薰微微一愣 眼神似乎也出现了一丝淡淡的诧异 她似乎没有想到自己的攻击 竟然会被躲开 五 观众席发出一阵整齐的惊呼 卧槽 居然有人躲过鬼谷木薰的一剑了 这还是第一次呢 之前她那几个对手 都是一招被秒的 我还以为这一届的比赛 没有人能够躲过她这一招呢 牛逼牛逼 观众席沸腾了起来 原以为这又是一场 一面倒十秒钟结束的战斗 结果终于有一名选手 可以站出来跟木薰抗衡了 对于观众来说 他们虽然也很想看看 鬼谷木薰强大的实力 但对于一场比赛而言 一面倒的比赛实在是没啥观赏性 林奈饶有兴趣地摸了摸下巴 看来 楚门还真的收集了不少木薰的资料 居然连她的出招也计算死了 林奈打开莫兹系统的面板 她可以看到 木薰和楚门两人的身体属性 木薰作为6.9级的使徒 身体属性是比楚门高出许多的 姓名 木薰 等级 6.9 生命 900 力量 910 敏捷 930 精神 850 智力 11 体力 905 防御 890 抗性 886 魂力 4200 神力 55 性命 楚门 等级 6.0 生命 425 力量 415 敏捷 550 精神 410 智力 11 体力 490 防御 420 抗性 425 魂力 2500 林奈兴想 光论身体属性来说 楚门的身体属性在6级算是正常水平 这个木薰作为6.9级 它的身体属性却几乎已经在往8级的程度去发展了 基础属性上相差了一倍还多 是完全的压制 不过 基础属性并不代表实力 林奈作为二级超凡者 虽然只有5级家的属性水平 却已经干掉了一大车6级家的超凡者了 实战 可不是只看面板的 是不是很惊讶 自己的剑居然会被人躲过 楚门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看着木薰 要不要再试一次 木薰眯了眯眼 他望着楚门的眼神中 已经多了几分兴趣 有点意思 木薰淡淡地说了句 紧接着 他握紧剑柄 毫不犹豫地出了第二剑 正 木薰脚步一蹬 步伐极快 一剑刺出 这一次并刚刚还要快 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看清木薰出剑 只见他闪烁来到楚门的面前 这一剑准确无误地刺中了楚门的身体 不少观众看到这一幕都瞪大了眼睛 然而 剑锋从楚门的胸口刺入 却没有流出血迹和伤痕 假的 木薰愣了一下 第一时间便反应了过来 手腕翻动剑柄 碗剑一甩 楚门的幻影 分身被一剑斩成两半 顿然消失 木薰目光立刻向四下扫去 寻找楚门的真身去哪了 你果然还是这一招啊 楚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木薰缓缓扭过头去 只见楚门的身影 就站在他身后 一颗高大的仙人掌上 脚尖轻轻点在一根尖刺上 一只手背在身后 一只手捧着一个笔记本子 你的实力应该比我强不少 但你的这一招太仓一速 在这次大赛我实在看过太多次了 无论是初见的角度 速度 手法 死脚我都研究过 楚门顿了顿 继续说 所以 你如果在这一轮 还打算只用这一招的话 你是赢不了我的 木薰脸上还是毫无表情 他的眼神如一滩死水 看不出任何波纹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好吧 我们还是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还是植入主题好了 楚门匠拿着本子的手背到身后 双指抬起 嘴里默念皱纹 亦能幻影迷踪 只见楚门身边的空间 出现了阵阵扭曲 紧接着 一下子闪烁出现了几十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幻影分身 那些分身以极快的速度 在木薰的身边移动 令人眼花缭乱 体育馆里的观众们 顿时完全猛逼了 仅仅一会儿 他们早已分不清 到底哪个是真身哪个 是幻影了 大多数人只能看见一大堆残影 在木薰的身边窜来窜去 但木薰那双眼睛格外雪亮 他的目光一直锁定在 刚刚施展术法的真身楚门身上 障眼法 雕虫小技 木薰冷冷说了句 木薰冲过来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看起来一点都不慌乱 青铜剑刺入楚门的身体 却还是完全没有刺入实体的感觉 木薰微微醋眉 又是幻影 他很清楚 刚刚楚门施法的时候 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 从楚门身上挪开过 而且刚刚他施法的时候 身上也的确有魂力反应 应该是真身不会有错 但是为什么 都说了 你只用这一招 对我是没用的 几十个楚门的分身围绕在他的身边 同时用很平静的语气 说着这样的话 木薰表情遇见冷了 楚门说 现在该轮到我的回合了 他抬起手来 所有幻影分身的手中 莫名生出一把青蓝色的光剑 接着 所有的幻影分身同时 对木薰展开了进攻 木薰冷静地与那几十个幻影 分身展开周旋 手中那把秀极斑斑的青铜剑 在他手中挥舞得飘逸洒脱 常见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青色的光影剑气 手腕翻转 快速剑舞 一道道剑气向四面八方斩去 一个个幻影分身 被他斩破消失 五十几个分身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就被木薰斩灭了三十多个 楚门见状 抬起双指 凝聚魂力 准备再分出一些幻影 木薰眼神一灵 却好像早就在等待 楚门再次使用这一招的时刻了 第一时间便感应到了他的魂力 找到你了 这个是真是 So 木薰脚尖一塌地面 长剑划出一道青光 转瞬袭来 楚门微微醋眉 嘴中再次轻轻默念什么咒语 被他一剑斩灭消失 原来如此 木薰明白了 冷冷道 你的真身 可以在瞬间跟其他幻影互相交互 所以 原本是真身 可以在一瞬间之内 被你替换成幻影 原本是幻影 却可以在瞬间 被你替换成真身 天眼室内 儒家的严院长 心头咯噔一下子 暗道不妙 没想到短短几招之间 木薰就发现了 楚门幻影分身的秘密 不愧是鬼谷传人 不过这下子糟了 楚门却笑了起来 鬼谷弟子 果然名不虚传 没想到我的招牌能力 在短短交手不到两分钟内 就被人识破了 说起来 你也是这次大赛 第一个识破我能力的选手 不过能识破我的能力是一回事 你要怎么应付呢 说着 楚门再次抬起双指施法 这一次 他直接奋出了几百个幻影分身 好家伙 孟非非看到这一幕说 老楚这是 要玩群殴战术啊 不过说不定还真行黑 之前看木薰的比赛 都是十秒钟内结束战斗 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场上三分钟了 还没能解决对手 花灵则微笑 楚门的却很聪明 他知道 光论身体属性的话 他不可能是木薰的对手 所以才 尽量跟对方拉扯 寻找机会 林奈却摇了摇头 我倒觉得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哦 花灵则问 怎么说 林奈说 楚门他一下子 分出那么多幻影分身 是极其消耗魂力的 照他这么打下去 就算木薰抓不到他的真身 他的魂力 也迟早会消耗光的 孟非非胡逸道 以楚门的性格 按理来说 该是这样没错 但他是可以看到 楚门的面板属性变化情况的 一下子分出七八百个分身 楚门的魂力 直接消耗掉了一半 这家伙 真的有计算好 自己的消耗情况吗 战斗场景内 木薰手中的长剑 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他的身影宛如一道疾风 动作潇洒又飘逸 他的身形 如同飘落的枫叶 轻盈而从容 他每一次舞动 都伴随着一道道锐利的剑气 将周围的空气 都切割成无数的碎片 每一剑划出 都有四五个分身 被斩灭消逝 不过分身太多 源源不断 而且楚门的真身 不时混入其中 展开偷袭 前一秒还是幻影 后一秒就变成了真身 楚门不时从背后 刺出光剑偷袭 木薰反应很快 立刻用长剑钉的一声挡开 然后挽个剑花 一剑反斩而去 原本实体的楚门 又再次变成了幻影 木薰表情微微变化 这样连续不断的偷袭攻击 令他烦不胜烦 虽然每一次偷袭他 都能反应过来 但木薰也确实无法轻易 抓到楚门的真身 这两个人的实力 简直是 恐怕已经远远超过 绝大部分大学生了吧 备战席上 已经淘汰的苏清雪 看到了这场战斗 如此神色复杂地说道 旁边的李萧竹 也跟着点头 实在是不得不承认 是啊 这两个人 还仅仅只是大一而已 真是可怕的怪物 不远处 白聊翘着二郎腿 坐在备战席上护栏上 手中玩着一柄小白匕首 咧着嘴冷笑道 去鬼谷弟子 好像也不过如此吗 还以为他在决赛之前 都会轻松秒杀所有对手呢 没想到才到32强 就被人给难住了 嘿 当 楚门再次发起了偷袭 他手中的蓝色光剑 再次被木薰手中的青铜绣剑挡了下来 光剑与绣剑 发出刺辣 刺辣的摩擦之音 竟有星星点点的火花见识而出 不过这样的僵持 也仅仅持续了短短数秒而已 楚门深知自己的属性 远不敌木薰 所以他迅速泄力后撤 木薰却想要抓住这次机会 两人同时步伐变化 脚下连踩 又是叮当两声冰刃交织的声音 木薰斩碎了楚门手中的光剑 一剑刺穿他的身体 然而眼前的楚门又再次变成了幻影 消散开来 木薰沉默了 你好像有点生气了呀 楚门的声音 这时从木薰身后传来 鬼谷弟子战斗经验丰富 应该不会出现焦虑 急躁 不耐烦等心态上的问题吧 木薰回头瞥了他一眼 眼神依然是那样的冷漠 阿南挠了挠头 说道 虽然楚门声音和语气 都那么一本正经 但我怎么总感觉 他说话感觉渐渐的呢 孟飞飞气呼呼地说 这家伙就是个死腹黑 上一次 他明明看到我的表现了 还故意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 来戏弄我 我看不到后来才知道的 如果你想通过拉锯站 试图让我的心态出现问题 那你就想太多了 木薰缓缓转过身来 冷冷地看着楚门 我们鬼谷有专门的心态素质训练 你这种伎俩对我而言是无用功 是吗 楚门轻轻点了点头 我觉得也是 不过 我也的确不想再耽误时间了 木薰说完 缓缓横起手中的青铜绣剑 青蓝色的魂力 在他的体表缓缓燃烧起来 紧接着 木薰双指抖动 在剑身上轻轻一弹 蹦 楚门眯了眯眼 他看出了那不是普通的音波 那音波中夹杂着非常深厚的魂力 剑鸣应悦 终于使出了鬼谷的另外一个招式了 林奈健壮 眼睛也顿然一亮 他早已等待多时了 这个木薰 终于不是老掉牙的 只用那一招了 嗡 剑鸣声波所经之处 楚门的一个个幻影分身 全部自动瓦解消失 甚至戈壁滩上的几块大岩石 在音波传过的瞬间碎开 变成了粉末 四 楚门吸出一口凉气 在被音波扫荡而过的瞬间 他下意识咬紧了牙 这剑鸣应波 不止轻扫掉了 他的所有幻影分身而已 连他的本体 在听到这声剑鸣之音 而孔里都渗出了鲜血 脑袋也头晕目眩的 眼前的画面逐渐变黑 简直像是受到了某种精神攻击一样 好厉害的一招 楚门身体有些晃了起来 差点没站稳 一直手捂着自己 嗡嗡嗡直响的脑袋 下一刻 他模糊的视线中 就看到了牧群眼神凛然 持剑再次向他攻来 这次没有幻影的迷惑 牧群直接锁定了楚门的位置 而且 这次不用担心是否是幻影了 易能 闲者静心 楚门连忙闭上眼睛 双指点击身上的穴位 在体内运转魂力 使用了门派的心法技能 在魂力的作用下 一股清凉的感觉 迅速遍及全身 很快 脑袋的嗡鸣声便消失了 楚门赫然睁开眼睛 而这个时候 慕群的长剑 几乎已经来到他面前了 剑锋离他的瞳孔 都只有20公分的距离 抵达境前 楚门脚下迅速一退 身体后撤 同时抬起手中的某样东西 刷刷转了个花 叮 的一声 他手中的武器 和慕群的青铜长剑 碰撞在了一块 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这时候 观众们才看清了 楚门手中的武器 是一只30厘米长的竹色毛笔 不少人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一只毛笔 居然也能用来当武器 那只笔 灵奈见到楚门手中那只毛笔 疑惑道 是楚门的武器吗 是啊 旁边的花灵则点了点头 那是他的武器 如风 据说是 儒家学院一代代传承的学院制宝 只有每一届学院之中 最有天分的弟子才可以得到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他用过这只笔了 灵奈顿然想起来 楚门的超凡职业名字 幻影执笔者 原来他的武器 真的是一只笔啊 滋啦滋啦 两柄武器 在空中僵持了几秒钟 微微颤抖 但这样的僵持并没有持续多久 沐寻手腕的力量 还是比楚门要大 常见最终 还是将毛笔往下压去 楚门也不跟他硬拼 手腕抽回 一个潇洒的转身往后退开 沐寻在常态状况下 攻击力点数有3075点 可以压制本次大赛 几乎所有的选手 楚门在沐寻的连连压制下 眼睛后面的目光依然清明冷静 大脑又开始飞速运转起来 回忆着自己 赛前进行的模拟推演和计算 以他的习惯 在一剑压制对手之后 会使用鬼谷步伐 调整身位 微微往左25度 然后乘胜追击 从右侧协调出剑 剑刃角度大概是79度 计算到这里 沐寻果然动手 他的身形微微往左晃了一下 右手的长剑协调来 楚门却好像早就撂到这一剑 身体微微侧开 成功躲过 沐寻的剑法 使用的是 古纵横剑术之中的纵剑术 剑法特点在于是 专攻气势和局势 追求致命一击的机会 鬼谷称之为和 楚门心中又开始继续计算 以纵剑术的特点 沐寻会连续追击至少三剑 躲过的第一剑只是试探 第一剑协调未成 他下一招便为挂剑式 不过这一招只是虚招 最后一招是直刺剑 以沐寻的习惯 他在出这一剑时 手腕会往右微微偏离标准动作13度 手腕稍稍抬高 这样会使这一招的攻击性提升到最高 让对手避无可避 但是 这样一来 反而也让他在进攻时 暴露出防御的弱点 给予对手一瞬间反击的机会 当然了 绝大部分99.99%的对手 是无法在一刹那间 察觉到那个机会的 楚门微微一笑 眼睛偏后的目光一亮 但我可以 楚门的计算宛若欲言 沐寻挥剑的动作 好像完全被他给料知道了 精确到每一个角度 完全都如楚门所说的一模一样 楚门轻而易举地躲开他的攻击 他步伐连踩 身形轻盈 不断往后退开 动作净显风姿优雅 身上的衣袍烈烈作响 转动身体 迅速跟沐寻拉开了机密的距离 同时他手中只笔在空气中一滑 挥毫泼墨 楚门的手腕 看似随意的一甩 那只毛笔 在空气中 凭空留下一道长长的墨水痕迹 笔走龙蛇 楚门手中凝聚魂力 握着毛笔 再次迅速在空中挥洒着 一道道看似抽象的黑墨画幅出现 在楚门的面前 形成了一面灵动恢弘的山水画作 那黑墨犹如火雾 竟然开始动了起来 四一道道盘踞的龙蛇 又四一条条在空气中流淌的黑墨吸水 在沐寻的身边缠绕流淌 沐寻余光四下一扫 手中长剑在周身转了个剑花 剑气轻光荡平四海 从黑墨斩破而过 但那些黑墨就好像流淌吸水 剑气荡过 就算能想起波纹 又会迅速重新汇聚 归于平静 黑墨很快缠住了沐寻的手脚 身体 一道黑墨如风 从沐寻的腰间穿过 煞石划破出一道血迹 沐寻居然受伤了 无论是观众还是选手 还是在天眼室 观看这场比赛的各大高校的领导 都不由地发出惊叹 能让鬼谷弟子受伤渐血 这已经是多少届比赛的选手 不曾做到的事情了 沐寻微微一蹴眉 那些墨水汇聚得越来越多 将他完全笼罩 他就好像坠进了一片墨水池中被淹没 空有力气 却完全无法脱离 重穿奔海 沐寻竖起长剑 终于使用了他鬼谷的第三招 然而 楚门似乎已经在等他多时了 缓缓优雅抬手 手中的毛笔 再度在空中轻轻一点 墨点江山 一道黑墨点在沐寻的胸前 然后迅速扩散开来 哄 沐寻刚刚想要抱起的身体 又迅速被其压制 提示 受到减速效果 临时基础移动速度 负40% 提示 收到破抗效果 临时抗性189 提示 收到持续伤害 12 20 8 22 沐寻皱紧眉头 很意外吧 楚门微笑道 你可是本次大赛的最大热门 赛前 我收集了不少你的情报 可不单只是 你在前面赛段比赛的记录 还有你以前的各种执行任务的视频和录像 除此之外 还有你们鬼谷门派的能力 我也进行过深入了解 虽然你在这之前 一直都使用过沧海一速这一招 但你的师兄 师父 师伯等前辈 使用的也都是鬼谷秘书 我调查他们的资料 然后再套上你的属性和习惯进行计算 这样 就可以计算出你 使用这些招数的威力了 沐寻的表情渐渐沉了下来 他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自己的攻击竟然会被全部了中 没想到 在这次大赛的32强上 居然还能遇到这样的对手 所以 我还是劝你多使用一些 我不知道的能力吧 楚门的脸庞 在太阳光底下 灰映的一明一暗 左边的眼镜反射光芒 弹剑做歌 你们鬼谷的这些基础技能 我倒背如流 在赛前我都做过功课 要怎么应对 你会从何种角度攻击 我的脑子里都一清二楚 在你出招的瞬间 我就已经用计算好的攻势来套用了 直接用你们鬼谷最高级别的秘书吧 或者 直接动用你雷神使徒的能力 楚门微微一笑 听说雷神虽然序列好是27 却是所有神明之中 攻击力最强的神明 我还真想看看 雷神的力量威力 到底有多强大 沐勋沉默了下来 备战席上 孟飞飞 老张 丁子 阿光等人早已目瞪狗呆 沃德发 丁子的嘴巴张得很大 就没有和尚过 这小子 他真的是人吗 老张用力挠了挠自己的脸 居然把数学印用在战斗上 计算出敌人每一招会使用的招式 还把对手出招的习惯和角度 都计算得一清二楚 他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怎么可能在一瞬间 计算出这么多东西 林奈顿了顿 说 我想 他应该不是一瞬间计算的 而是在赛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根据自己数据计算 把跟沐勋对战 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有微小的细节 完全模拟推演过了无数遍 所以在比赛的时候 其实只是很熟练的 把已经推演过无数遍的东西 拿出来使用而已 花灵泽轻轻点头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否则以人类的大脑 不可能在一瞬间 想到那么多东西 林奈会这样说 是因为他通过系统可以看到 楚门的智力是11 虽然在大多数人之中 算是很聪明的了 但也还在人类的智力范畴之内 灵气复苏之后 人类通过修炼 虽然可以提升自身肉体的属性 将原本属性 仅在各位数的力量 敏捷 体力 生命 提升到百位数 甚至千位数 万位数 但智力却依然会保持 最原始的人类水平 林奈心想 不过即使如此 要在赛前进行这些计算 然后把这些计算推演 熟练到肌肉记忆的程度 也是非常大的工作量 这不仅需要超高的智力 还需要极强的意志力 耐心 以及对于数学绝对敏感的天赋 要想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 只有楚门能做到的事情了 因为他的幻影分身 可以分出数百个 甚至上千个 自己来同时计算 这样 就可以把计算的效率 提升一千倍 他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内 完成别人一千天 才可以完成的计算量 林奈摸了摸鼻子 心想这家伙 还真是越来越让他大开眼界 自己到底是收了一个 什么样的怪物做小弟啊 就算是这样 也很牛了 老张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说 我觉得 就算把一大堆计算好的数据 摆在我面前 在战斗的时候 我也未必能用得上 阿南也挠了挠头 是啊 忘我的话 让我看大学的数学课本 都够让我长脑子的了 战斗场景中 沐勋沉默了许久 也没有再着急出招了 来吧 别藏着掖着了 楚门举起手中的如风 指着沐勋 平静地说道 让我看看 你作为使徒的真正力量 沐勋还是没说话 又过了一会 他冷峻的声音 才缓缓响起 如你所愿 遍布袖记的青铜长剑 缓缓竖起 沐勋双指在布满铁锈的剑身上 轻轻划过 发出轻轻的摩擦声 几秒钟的沉静之后 一股恐怖的气势 从沐勋的周身汹涌而出 蓝色的雷光 在他的周身汇聚 浩荡如山海震荡 楚门眼睛一眯 终于来了 是雷神的神力 哄 沐勋 持以纵剑的姿势 全身的神力 形成恐怖的雷电漩涡 眼瞳仿佛都在 雷电神力的影响下 变成了闪烁着 电蓝色的光 剑身之上 电流穿梭 雷电之力 在剑间凝聚 神术 灭雷尸 神术 灭雷尸 雷电的威能 被沐勋集中在那一剑上 一剑直刺而出 近刺出一到四五米高 拖着长长蓝色尾巴的 破空剑气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剑气 裹挟着恐怖的雷电之力 如亿万鸟民般的雷电之音 响彻了整片戈壁 楚门瞳孔放大 下意识地想要闪避 然而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 居然根本动不了 甚至还隐隐有被那 裹挟雷电的剑气 吸过去的感觉 楚门一瞬间 感觉自己全身上下的 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 身上每一个毛孔的 所有汗毛 全部朝雷电的方向 立了过去 还有他的每一根头发 脸上的皮肤 都在朝着同一方向 微微抖动 身上的衣服 戈壁滩上的石子 沙力 全部都被吸引而去 糟糕 这一招居然还有吸力 楚门冷汗渗出 根本动不了 无法躲开 异能 幻影迷踪 楚门咬紧牙关 全力施展异能 他再次分出了 一百多个幻影分身 并向四面散开 但是 那些幻影分身 刚刚分散开来 就又全部 被那雷电剑气吸了过去 转眼之间 一百多个幻影分身 就全部被那雷电的 微能吞噬 在雷电的巨大的威力之下 那些幻影 分身一个接一个 被碾为积焚 雷电剑气 近在眼前 楚门全力以赴 再次施法 移行幻影 哄 恐怖害人的雷光 直接将楚门的身影笼罩 蓝色的爆炸亮起 肆意的能量 如海浪向四面扩散 爆炸声过去 骤然间 风声停歇 天地寂静 充饮着雷电之威的电流 却还迟迟不散 无声的电流 在中心翩翩起舞 赛场上的观众 一看被雷电剑气击中的地方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戈壁上出现了一个 直径将近十米的圆形大坑 而原本戈壁上的那座小山丘 和岩层 则直接消失了 只剩下化为粉尘的小碎石 在久久不散的闪电漩涡中飘舞 卧槽 这威力也太夸张了 一座小山丘 直接变成了盆地啊 对了 楚门去哪了 该不会已经被雷电的力量 拧为积反了吧 沐巡站在原地 手持的青铜长剑 仍有蓝色的雷电 在剑身跳跃 他知道楚门还没有死 因为他还能感知到 楚门魂力的存在 沐巡目光一扫 在自己的右侧方 找到了楚门的身影 楚门站在一棵仙人掌树的顶端 身上的衣裳 随戈壁的热风轻轻飘荡 外表看起来居然毫发无伤 林奈眯了眯眼 居然躲开了 刚刚沐巡的那一击灭雷势 不仅仅是威力巨大而已 林奈还感觉到了 一股强大的犀利 在观众席上看 可能根本感受不到 但在幻境场景之内 仿佛数百米范围内的 所有沙尘 实力 草根 全部都被那雷电的力量 吸了过去 这一招 应该是非常难以躲开的 而且在雷电的加持下 剑气的速度很快 楚门在如此近距离 面对灭雷势 在雷电神力的引力之下 还能靠着移形幻影 跟幻影分身交换位置 瞬间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只能说 楚门实在是太冷静了 你是第一个毫发无伤 躲开我这一招的人 沐勋望着他缓缓说道 楚门轻轻叹了口气 其实 我倒也不算是毫发无伤 他缓缓摘下自己的眼镜 只见右边的眼镜片 出现了一道 不是很明显的裂痕 沐勋顿了顿 再次举起剑 那就继续吧 看看 你还能躲过多少次 楚门苦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了 我认输了 沐勋 嗯 刚刚躲开你那一招之后 我的魂力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二十 楚门说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太了解了 对你的雷神能力 我也没有多少有用的情报资料 这样 再跟你打下去 我也不会有丝毫胜算 所以 我认输 沐勋沉默一下 缓缓放下手中的长剑 楚门看着自己手中的眼镜 如果仔细地看 就可以看见 他握着眼镜腿的右手 微微颤抖 抬起右手掌一看 隐隐还有看不见的电流 在上面缠绕 实际上 他的右半边身体 已经完全麻痹了 即使没有被打中 雷电漩涡之内 那充盈到空气中的电流 还是会让人陷入麻痹状态 楚门心中暗暗惊叹 神明的力量 果然还不是一般人 依靠几个数据 就可以轻易匹敌的 比赛场地内 幻境的光芒消失了 由于本场比赛 楚门选手认输 这轮赛果 鬼谷学院募寻胜 牙签裁判员宣布了比赛结果 观众席上传来了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哦 打得好 牛逼牛逼 在阵阵欢呼声中 楚门回到备战席 林奈抱着双臂 用眼神迎接她 说 虽然输了 不过打得确实漂亮 你算是本次大赛 第一个能够把她 逼到使用神力的选手了 楚门苦笑摇头 输了就是输了 大哥说笑了 林奈摸了摸鼻子 心想 直到现在 她还有点没有适应 楚门对她的这个称呼 夜晚在旁边乖巧地坐着 林奈这时 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少女微微昂起头 嗯 刚刚 你都看清了吧 林奈问 嗯 夜晚回忆了一下 然后用力点了点头 林奈满意地微微一笑 阎老 你们儒家的确出了个 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啊 墨家堂庄感慨到 虽然是输了 但是这么多届 全国新生赛以来 应该还是第一次 有选手能跟鬼谷弟子 交手这么多个回合的吧 阎老轻轻叹了口气 是啊 我也算满足了 就是可惜了楚门 如果不是在32强 意外碰上了牧巡 以她的实力 至少可以冲进八强之内 甚至四强以上 唉 兵家备战席 方无看完这场比赛 放在大腿上的双手 隐隐握紧了拳 身体里的热血 仿佛燃烧了起来 今年的选手 真是都太强了 要打败他们 我必须要努把力才行了 楚门比完以后 又打了几场比赛 上午32强的比赛 终于是结束了 吃过午饭后 马上又会开始下午的16强赛 借着吃饭的功夫 一大堆记者 不知道怎么闯进的选手食堂 林奈等人 本来吃饭吃得好好的 突然十几只话筒 就塞到她的面前 一大堆摄像机 围着他们那一桌咔咔地拍 林奈同学 恭喜你晋级16强 发表一下晋级感言号码 林奈同学 请问同为使徒 你是怎么看待 本次大赛的另外一位 使徒沐寻的呢 今天上午看了她的比赛之后 你觉得你的实力 跟她相差多少呢 如果之后跟她碰上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有几成胜算呢 沐寻除了同样是 神明力量继承者之外 还有一个鬼谷弟子的身份 请问你觉得自己 能在她的手上坚持几招呢 林奈同学 请你回答一下 林奈 喂 你们这些人 一个裁判员走了过来 冷着脸说道 这里是选手专用餐厅 媒体记者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 你们几个 全部都出去 十几个电视台的媒体记者 在几个裁判员的驱赶之下 只得灰溜溜地离开 但还有一个女记者 仍凑在林奈的身边 对她眨着魅眼 林奈选手 如果你愿意单独接受采访的话 晚上也可以到我的房间来哦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说着 她往林奈的口袋里 塞了一张名片 林奈 你可妈 嘴里叼着牙签的裁判员走过来 给了她一脚 板着脸道 滚蛋滚蛋 女记者瞪了她一眼 然后这才灰溜溜地离开了 我的妈 阿光低声说 这帮媒体还真是疯狂 这都是正常操作 花灵泽耸了耸肩 超烦 一旦有了名气和潜力 就是这样 记者媒体会弄得你烦不胜烦 我都已经习惯了 林奈你也差不多该早点适应了 她和楚门 孟非非 还是依旧跟林奈他们一起吃饭 孟非非撇了撇嘴 有些不满 好歹我也战胜了 阴阳家学院的第二种子 怎么那些记者 好像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其他人的战斗 对这些媒体已经没有意义了 唐红山说 对于他们来说 今年最大的话题 肯定是两大使徒 林奈和穆巡啊 哎 孟非非往后依靠 双臂枕在脑后 郁闷到 生不逢时啊 话说 林奈 林与希这时候忽然问 你下一场十六强比赛的对手是谁啊 林奈养伯喝下一口汤 咽了下去 然后淡淡地说道 基因公司直属学院 猴子 众人听言 顿时一正 面面相去 花林则倒是笑了笑 已经到十六强了 剩下的选手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几乎已经没有弱德了 再想避开强劲的对手 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 就是 孟非非啃下一块牛角面包 绕以为是的 用力地点了点头 而且现在 那帮基因公司的人 在幻境中也没法嗑要作弊了 以奈哥的本事 收拾一个小小猴子 还不是简单简单 林奈沉默着没说话 他低头吃着盘子里的食物 心里想着其他的心事 对他而言 现在下一场比赛 倒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了 林奈缓缓抬起头 目光看向远处 那个蓝色眼镜的冒牌货裁判员大叔 就站在餐厅门口的地方 看上去 就像是普通裁判员一样 在那里站岗 昨天晚上 他控制着总裁判长 跑到天眼市去 虽然最后是被孙帅他们带到了 但也不知道 他到底在电脑里做了什么 林奈担心 以黑天使文明的科技水平程度 就算他在天眼市的电脑里干了什么 孙帅他们 估计也完全检查不出来 看来还得靠我呀 林奈在心里轻轻看了口气 心想 自己还真是又当爹又当妈 啥都得操心 餐厅里 角落里的一处餐桌 基因公司的领队 张哥 李哥 还有剩下的三名选手 白兽 猴子 梁奥 都在这里吃饭 李哥远远观察着林奈他们那一周的情况 低声说 猴子 下一场比赛 你就要跟那个林奈对战了 你有什么策略没有 旁边的猴子没有回应他 李哥转头一看 发现猴子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李哥 算了 让他睡吧 张哥叹了口气 其实运气还算好了 现在到了16强 那些强劲的对手 不可能全部完美避开了 至少猴子碰上的是林奈 而不是牧巡 现在的问题是 大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我们还没有取到林奈和牧巡的超凡基因数据 而现在我们跟他们近身接触的唯一机会 就是在幻境之中 但在幻境之中 就算获得了他们的基因样本 也根本带不到现实啊 张哥说着 又叹了口气 张哥 不如这事就交给我去办吧 旁边的梁奥 这事忽然主动说道 张哥挑了挑眉 看了看他 你 是啊 梁奥压低声音 我知道自己拿不了冠军 反正也赢不了 您就把公司的这个任务交给我好了 您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张哥沉吟一会 觉得现在看来 也只能相信他了 否则公司交代的任务完不成 他们都得受罚 好吧 张哥说 要得到他们的超凡基因数据 得取走他们的血液样本 毛发样本 还有最关键的是 他们的魂力样本 这里的魂力样本 不是指他们战斗时爆发出来的魂力 而是他们没有爆发出体外 存在体内魂力脉络节点的纯净魂力样本 要拿到这些 必须要跟他们近身接触才行 梁奥听着张哥所说的话 皱起眉头 陷入沉思 这样的话 要得到林奈的超凡基因样本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几乎所有参赛选手 都是基因公司为大敌 而他作为基因公司的人 想想都知道 林奈又怎么可能轻易 让他近身接触 张哥说 其实 血液和毛发的样本 都算是比较好弄到的了 问题是魂力样本 梁奥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那个林奈 肯定不会让我靠近他的 所以 这就只能靠你自己想办法了 张哥拍了拍他的肩膀 认真严肃地说 如果完成了这个任务 公司一定会大大嘉奖你 到时候 你知道你会得到多少好处 梁奥眼神一下子有了光 仿佛一切都有了动力 张哥 我的建议是 不要硬来 千万不要学虎熊那个二B一样 傻不容灯地跑过去跟人干架 能智取就智取 让他尽量地减少对你的防备 梁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懂你意思 这个是收集魂力样本的道具 张哥拿出一个 类似注射器的东西 只不过 这个注射器的顶端 并没有针头 而是一个 类似扫描器一样的东西 这叫魂力样本收集器 用这个扎在他的皮肤上 保持五秒钟 就会自动收取 人体内最精纯的 魂力样本数据 误差很小 而且 扎在皮肤上的过程 不会有痛感 很难察觉 张哥顿了顿 又说 但是要怎么接近他 就得看你自己的了 梁奥接过收集器 一副身负使命的 坚毅表情 说 下午的十六强比赛了 华林泽和孟非非 都准备去场馆租个训练室 准备下午的比赛 那个 你不一起去啊 孟非非问 我就不去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 林奈摇了摇头 然后扭头看了看身边的少女 玩 陪我回趟宿舍 嗯 夜晚单纯无辜地昂起小脑袋 茫然片刻才反应过来 哦 哦 众人 阿光 丁子 杨小川 阿南等人皆是一脸酸溜溜的表情 埋头窃窃私语 幽怨地讨论 唉 有个见过家长的红颜就是好啊 拿下我们这些老光棍 就是就是 不过 林奈下午就要比赛了 他们中午 这样不会影响下午比赛的体力吗 这还用得着咱们操心 玩本来就是林奈的教官 肯定有分寸 而且听说有些功法 两个人一起修炼 不但不会损耗体力 反而还有提升了 夜晚 跟众人分开 两人一起 回到宿舍 夜晚跟在林奈身边 脸红红的小声说道 大家肯定又要误会了 林奈耸了耸肩 无所谓地说 反正都不是第一次了 夜晚 回到宿舍 林奈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同时 他打开自己的个人系统面板 莫兹 帮我连通到天眼室的主系统 林奈在意识中这么说道 莫兹 好的 大人 很快 笔记本电脑屏幕上 出现了一连串的代码 然后出现了加载进度条 没过一会儿 屏幕上便出现了 天眼室的监控画面 昨天晚上 莫兹已经在天眼室的主系统中 留下了接口 现在林奈已经可以随时进入 夜晚看到电脑上的画面 露出微微诧异的表情 这个不是昨晚 他们潜入的那个地方吗 昨天晚上 他跟林奈一起行动 自己就跟在林奈哥的旁边 当时他们只在天眼室待了一小会儿 林奈哥是怎么破解 并进入天眼室的主系统 还不被人发现呢 天眼室的系统 连接着夜城的中心控制城防系统 应该可以说是整个夜城网络之中 防火墙级别最高的系统了 就算是人类的异能黑客 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到吧 成功了 林奈松了口气 看来莫兹并没有跟他吹牛 通过莫兹的系统 林奈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赛事小镇的监控网络 以及防御系统 林奈并不是一个玩电脑特别精的人 他对于计算机的了解 顶多就是玩玩游戏 查查学习资料之类的 至于黑客啊 安全程序啊 代码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是一窍不通 好在有莫兹这个人工智能的外挂 可以帮他傻瓜似的 解读这些平常人 十几年都难以学会的东西 莫兹 对中心控制系统 进行一次安全监测扫描 林奈又道 看看昨天晚上 那个总裁判长 有没有在电脑里留下什么东西 莫兹 OKOK 提示 系统正在扫描中 警告 发现恶性木马病毒 木马型号TT901 威胁指数49 是否立即进行杀除处理 是否 林奈双眸微微眯起 果然 中心系统真的中病毒了 玩儿 你看这个 林奈微微让开身子 指了指电脑屏幕上的病毒 这个木马 你认识吗 叶瓦看到画面上的显示 神情顿时一震 立马点头说道 嗯 认识 这是黑天使文明 很常用的一种异能木马 林奈说 昨天晚上 那个总裁判长被控制了 跑到天眼市去 就是给系统中了这种木马 叶瓦微微张嘴 恍然明白了什么 林奈回头问他 这种木马有什么危害吗 他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木马 控制中心系统 叶瓦摇了摇头 说 不 这种木马不能控制中心系统 这种型号的木马 厉害的点在于 他入侵系统的速度特别快 可以轻松越过大多数文明 目前所有的网络防火墙 和异能防火墙 少女顿了顿 诱到 但是 他也极容易被发现 哦 林奈 很容易被发现 是的 叶瓦说 这种木马的隐蔽性 其实并不高 林奈想了想 既然很容易被发现 那不是很鸡肋吗 问题是 他容易被发现 却不容易被杀除 叶瓦顿了顿 又补充道 准确地说 是你会以为他被杀除了 但其实并没有 这种异能木马 很容易被发现 即使是人类文明的杀毒系统 也足以发现它 但会给你一种假象 你以为你的系统 杀毒软件 可以轻而易举地清除它 但实际上却并没有 它仍然在你的系统之中潜伏着 并且会迅速 在你系统中的每一个角落繁殖滋生 最终在它 想要的的时候 破坏你的系统 让你的系统彻底瘫痪 林奈低头思索着 原来如此 幸好 他留了个心眼 特意来排查了一下 莫兹 你可以彻底清除这种异能木马吗 林奈在意识中问道 莫兹 当然可以了 大人 这种TT901木马 其实也是当年诸神文明 没灭亡之前 遗留下来的产物罢了 黑天使文明 虽然对这种木马 进行过一些改造 但终究其内核 还是原来的东西 莫兹 不过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不将它杀除 选择将这种木马病毒 俘虏起来 俘虏 林奈一愣 随即想了想 就跟当初对付陈伟的病毒一样 莫兹 坏笑 没错 我们可以先把他抓起来 圈养着 等掉阿娇好了 再让他回去 咬他原来的主人 林奈摸了摸下巴 行 那就这么办吧 林奈沉吟着 这个雷罗 早早就潜入了赛事小镇 却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动手 估计是要等到 全国高校新生大赛结束之后 才会动手了 既然这样 在大赛结束之前 他必须要好好布置 一番才行了 扣扣扣 这时候 房门外传来敲门声 林奈回过神来 娃儿 你去开个门 哦 少女乖巧起身 踩着光脚丫 便跑去开门了 房门打开 夜晚见到门外的人 露出疑惑的神情 你是 林奈在吗 门外的人说 我是来找她的 林奈听到声音 回头问 娃儿 是谁啊 夜晚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下 回头说 林奈哥 是基因公司的人 啊 林奈露出一个怪异的表情 和上面前的笔记本电脑 走到门口查看情况 林奈一看门外的人 是一个男生 很高很瘦 不过长相很普通 我记得你 林奈看着门外这个人 回想起来 你是基因公司的选手 梁奥 是我 梁奥站在门口 点了点头 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没想到啊 作为神明的使徒 这次大赛最受关注的 风云人物之一 林奈选手 居然还记得我这个小角色 林奈 你们基因公司干的那些缺德事 想让人不记得都难吧 梁奥 林奈 找我有什么事 当然是有事才来找你 梁奥冷笑 抬起手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后 方便换个地方谈谈吗 林奈摇头 哦 不太方便 梁奥 林奈 有话快说 没话就滚蛋 梁奥 梁奥深吸了口气 说 那好吧 那我就在这里直接说了 林奈抱起了双臂 他倒想要看看 这家伙想干什么 基因公司的人 又开始想搞什么花样了 然而梁奥接下来的操作 却让他直接猛逼了 只见梁奥双腿一驱扑通一声 就跪倒在地上 然后哇的 一下子就大哭了起来 奈哥 求求你救救我吧 呜 林奈 几个意思 林奈微微醋眉 只见梁奥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抱着他的一条大腿 让他顿时有些嫌弃 而且 梁奥鼻子一抽一抽地抽气着 大把鼻涕都粘在了林奈的裤腿上 眼泪如小戏般哗啦啦地流 刚刚还一脸嚣张意气风发的男人 这会儿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 这副没出息的德性 而且还死死抱住林奈的大腿不放 林奈想甩都甩不开 林奈皱眉 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家伙变脸这么快 虽然有男生能说哭就哭的 奈哥 求求你救救我吧 那狗日的基因公司 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啊 梁奥哭哭唧唧地抓着林奈的大腿 有话好好说 先别哭行不行 林奈一脸无语 关键是 这还在走廊上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把人家怎么了 梁奥依旧不放手 嗷嚎大哭 您不知道 我们这些基因公司的选手 都可惨可惨啊 我们都有把柄在公司的手上挖 要是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公司就会让我们不得好死的 之前的比赛 我们对其他学院的选手痛下杀手 其实也是 他们指使的啊 要是我们不听 肯定要遭到公司的严厉处罚的 我们也是 没办法啊 我们也是受害者啊 呜呜呜 林奈微微挑了挑眉 你是说 基因公司逼迫你们 使用基因药剂打比赛 故意去击杀其他选手 林奈疑惑地问 是啊是啊 梁奥用力抽气着 泪眼汪汪地继续说 下一场比赛 您不是就要跟我们公司的猴子对战了吗 我们的领队说 猴子肯定不是您的对手 于是就逼着我过来 要我对您下毒 让您没有办法参加比赛 可我哪有那个胆啊 这要是被赛事组的裁判抓到了 我肯定要被公开审判的 再说了 您那么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实力强劲 气概十足 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啊 我哪能向偶像动手 所以只能来向您求助了呀 我 林奈一时没说话 她扭过头去 跟夜晚互看了一眼